我和你最早烂烂的甜点 我和你冲向浪漫的花园 我和你奔向浪漫的光线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嗯 太好了 大夫人难产三日 终于生了 不好了 七殿下重病昏迷 快不行了 两个消息脚前脚后 在安远侯府传了开 妾是夏南烟半掩着嘴 跟安远侯说 侯爷 大夫人生的这个孩子 不想啊 安远侯信了夏南烟的鬼话 让一个奶婆子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回了安怀老家 巧的是 这孩子刚送离京城 婚礼的七皇子就醒了 自此 这个孩子不想的事情被做了时 安远侯府在刺势上能容有益的训练下 皆称其为灾心 而生母乔叔秦因难产亏了身子 又因为九死一生得来的女儿 被抱回老家相当于气养 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在孩子被抱走的第三日就撒手人寰 后来 妾室夏南烟上尉 成为了季桥书秦之后 安远侯府第二位正式夫人 我既然穿越了 想我二十二世纪一直接领居人物 一生致力于研究谱中 以现在心意结合产生 全新副部的月斑斑不是 竟然怪咋了 去死 结合原主机翼 我现在是对结婚侯府 给那个气势的女儿 月千五当血牛 哪个蒙古代不开的方子 竟然年龄最接近的姐妹的鲜血 月斑斑靠在车厢里 把前世不要命 努力工作的自己骂了一顿 然后又把这一世的安远侯府骂了一顿 因为原主被放血 所以月斑斑这会儿全身没劲 倒在车厢里跟瘫痪了似的 身边坐着一个婆子 她看了一眼 正是原主记忆里 那个从小把自己带到大的男娘 京城到了 已经能看见城门了 话刚说完 月斑斑一个煤流神 直接被甩了出去 人都飞出车外了 才看清楚 撞过来的是另一辆马车 车厢里有一个人跟他一样 被甩飞出来 是个男人 瘦得跟个麻烦似的 脸煞白 奔着他就撞了过来 两人撞到一起 一起落地 轰轰两声 然后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吐了一口心 几个意思 吐死了 七殿下 你没事吧 快快上车 宣台一道离王府 月家二小姐 在京城门口 差点撞死七殿下的事 不敬而走 很快满城皆知 这灾心可真是带着七殿下 一个人祸害呀 十六年了 还不肯放过七殿下吧 七殿下也太惨了 原来那个碰瓷的男人就是七殿下 他好像也不算碰瓷 刚刚撞到一起时 手正好搭到他的腕上 那人是新衰 最多还能再活三个月 再经了这么一衰 保不齐这几日就要不行了 月斑斑回到家 发现安远侯府气氛异常诡异 所有人都对他的归来 表示出热烈的欢迎 打从他一进府门 家里人无论是从气氛 还是情感 都烘托到了一个 让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斑斑 十六年了 你终于回来了 斑斑出落的愈发的水灵了 你千五还好 安远侯月景荣 也就是他的父亲黄太医生 说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月斑斑差点以为他 继承的原主记忆有物 家里人其实是爱他的 然后就听到这些爱他的人说 回来了就好 你回来了 你姐姐的病就有得治 是啊是啊 斑斑 你可一定要好好吃东西 只有你吃的好了 才能多多铲血 要是没有你姐姐的这场病 你也没有机会回到京城 你要懂得感恩 是他妙的 想多了 快 现在就去放血吧 别耽误时辰 然后一群人就开始推着他往前走 月斑斑能带着小瘦 当然是不明白 他仰着可怜巴巴的一张脸 跟家里人说 能为他姐姐放血 去 我是十分乐意的 可是我一路奔波 风沙打 吃了不少涂 现在的血也是不好的 不如我先歇一天 把血氧好了再给大姐姐用 你们放心 我一定做一个合格的血牛 一定把大姐姐治好 是个懂事的孩子 快 带他回房休息 今日就吃猪肝 多吃些 当晚 又有消息传入侯府 七皇子要死了 七皇子要死了 皇上要给七皇子办婚事充喜 那原本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位皇子 是东福国所有女子的梦中情人 可如今没人愿意嫁 谁会嫁给一个将死之人呢 岳家大夫人向门人这时 又动心思 他跟岳景龙说 侯爷 我听说昨日斑斑回京时 在城外跟七殿下的马车 撞到一处去了 七殿下当场就从车厢里摔了出来 跟斑斑摔在了一起 侯爷 不是妾身容不下斑斑 妾身实在是害怕 斑斑出生 害了七殿下一次 回京又害了一次 这万一皇上把气撒到岳家 咱们可怎么活呀 岳景龙狠听这位大夫人的话 当时就问 那你的意思是 不如让斑斑去给七殿下冲喜呢 妾身打听过 七殿下的病是治不好的 想必皇上心里也有数 说是冲喜 其实不过就是想在最后一刻 找个人陪陪七殿下 不想让七殿下连婚都没成 人就没了 所以刻不刻的 皇上应该也不在意 反正也没有别人愿意嫁过去 这种时候 如果岳家把斑斑送过去 皇上一定会感激岳家的 妾身都是为了岳家着想 都是为了侯爷好 你最是善解人意 当年要不是你及时提醒 怕是皇上早就记恨上安远侯府 咱们也没有如今这般日子 只是送斑斑去冲喜事小 千五致病是大 斑斑要是进了黎王府 那可就真的取不出血来了 千五的病固然重要 但是对于妾身来说 侯爷更重要一些 千五的病 咱们可以再想办法 妾身却绝对不能冒一点 让侯爷出事的风险 岳景荣感动够呛 当下决定把岳斑斑送到黎王府去 而夏南烟唇角 泛起一丝得逞的笑容来 他一直希望岳斑斑赶紧死掉 冲喜这个事 他觉得很合适 七皇子一死 我就让人放出消息 说七皇子是被岳斑斑给克死了 到时候皇上一生气 说不定就把岳斑斑给杀了 岳家要把岳斑斑冲洗去黎王府 这事儿皇上听说之后 罢怒 岳景荣这是诚心想把朕的儿子给克死 他那是什么心哪 这个暗眼后朕看他是不想当了 正好叶贵妃在呢 听了这话就劝皇上 其实让岳家的孩子嫁过去也好 经中传了这么多年 说那个孩子克重华 这次天桥两人一起回京 还撞到一起了 想必也是有缘 且就当个奴婢送到黎王府去服侍着 反正重华这个病态医院也没法子了 就让他们两个有始有终 也算了了这一世聂缘 这样下一世就不会再继续纠缠 皇上觉得陈妾说得对吗 叶贵妃红了眼圈 陈妾也是心疼重华这孩子 从小病到大 好歹最后的时候 身边有个伴儿吧 天顺帝因为七皇子的事情心绪烦乱 他其实并不是很兴客不客的这种事 但叶贵妃说 两人有缘 他儿子最后能有个伴儿 他便觉得那如此说来 也行 罢了 今生是今生了 那就让岳家那个孩子嫁过去吧 皇上下旨 为安远侯府二姑娘和七皇子赐婚 安远侯府接了旨之后 大小节岳迁武的病 莫名其妙的就有所好转 大家都猜测是岳斑斑客的 岳斑斑听说了这个事之后 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他只是在琢磨七皇子那个病 匆匆一面 只断出他心衰 再多的就不清楚了 不过也无所谓 管他什么病呢 治了就是 岳斑斑对此很有信心 因为老天也给他开惯了 随着他一起 三月过来 还有他前世就拥有的戒子种植园 两亩地的小园子 通过他万间一块月亮形状的胎记 凭一面可进入其中 种植园的土地状态跟外界不一样 外界一年生的作物 种植园里一个小时就能生出来 依此类推 也就是说 他想要得到一株千年成熟的作物 只需要42天就可以了 前世他沉心于对谷中医的钻研 最终复原了谷方上的那些真奇药物 在许多病症的治疗上都有奇效 兴衰就是其中之一 他有把握将七皇子的病治好 也不能全治好 皇子嘛 夺皇为什么的 晒太多 事业挂太可怕了 上辈子搞事业累死 这辈子再也不想累着自己了 啥也不想干 躺平 摆烂 最好混只等死过一生 所以嫁给七皇子是个很好的选择 等嫁过去之后就把他给治得半死不活 这样就可以一直赖在黎王府 吃香的喝辣的 还不用侍候男人 人生多幸福啊 岳斑斑积极配合岳家人 把自己给嫁过去 在此期间表现得十分听话 顺利出嫁 成亲当天 洞房门口 黎王府的管事太监德权 一脸严肃地跟岳斑斑说 这成亲是真成亲 但是原房可原不得 别跟没见过世面式的声网上扑 我们殿下长得好看是不假 但他说到底还是个病人 你得懂事 放心放心 我一定懂事 但边上站着的一个大宫女 跟他意见不一样 那宫女自称 是在宫里侍候皇后娘娘的 今日奉皇后娘娘之命 特地到黎王府来管理 她说 得趁着殿下还有一口气在 赶紧留下个一儿半女 这样也算后继有人了 宫里的井妃娘娘 后半生也好有个寄托 要不然这人日渐憔悴 连皇后娘娘都看不下去 那也不能为了留孩子 补补七殿下的死活 太医院说七殿下没救了 咱们考虑下一代吧 两人死了 月斑斑把老娘留在外边 自己走进了洞房 这洞房布置得喜气 可惜榻上坐着的新郎 病病歪歪 嘴唇苍白 面无血色 月斑斑冲着榻上的人打招呼 七皇子江崇华 一看到他这张脸 当时就一阵咳嗽 我以为冲洗这件事情就够离谱了 没想到更离谱的是 他们竟然把你送了 啥意思 瞧不起我 还是怕我磕你 更不是怕你客户 只是觉得 他们不应该信什么客不客的传言 更不应该因此耽误你一生 怎么就耽误我一生了 这不挺好的吗 你可知驾到离王府意味着什么 我命不久已 不知还能坚持一天两天 还是三天五天 总之太医说 就是这几日了 他说了这么多话 明显觉得很累 停了下来用力地呼吸 来来回回地倒气 他停得渴 月斑斑看不下去了 走上前在他背上妈撒了几下 挺住 继续说 得我死了 你就是魏王人 朝廷虽会养真人 但终你这一生 都只能留在这离王府里独自收 不能再嫁人 不能再想天人之乐 伴随你的只有孤己 以及皇家的冷漠无情 你确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月斑斑愣住了 眼睁睁地看着他 正正地问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将会一个人生活在这座府里 除了下人 再没有人跟我说话 皇家冷漠无情 不会离我这个冲洗来的儿媳 我也不能再回到娘家去生活 不能轻易见我的家人 我也不能改家 不能跟别的男人成亲生子 这些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江崇华看向他 晶晶看了一声 怕了吧 也罢 虽说经中盛传是你客户 但我不信那些 总归咱们还是永远 我也不能害了你 你若是后悔了 我这就叫人去跟父皇母后说清楚 咱们这庄婚就算解除 我 你把嘴顶我闭上 不要成为我奔赴 美好生活路上的半小时 好不容易遇上这等好事 我还没等小时候呢 你就要退婚 没的你 你说这是好事 废话 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 不用嫁人 不用生孩子 没有人在我身边 磨磨叽叽招人烦 我也不用整天 面对功活力规矩 到时候整个离王府都是我的 我想躺着就躺着 想坐着就坐着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了 朝廷会按月给我拨银子吧 嗯 一定会的 怎么说我也是离王妃 我要是过得太寒酸 皇家脸上也没有光 他控制不住的 开始畅想未来的好日子 想着想着 曝光就又落回到江崇华身上 要不然别给他治病了 直接把他事后走的了 海医院说的没错 这人最多过不过五日 只要熬过这五天就自由了 那可真是太晚晒了 月斑斑 差点没乐的蹦起来 但终究还是没蹦 因为江崇华这张没有生机的脸 依然是那么好看 特别是他此时此刻 看向他的那个模样 是又招人心疼 又招人可怜 整得他这小心脏 一颤一颤的 罢了罢了 其实美好生活里有他也行 半死不活的吊着命位 说不定皇家 他喷在这个儿子的份上 每月给拨的银子能更多 我的日子能更好过 名正言顺的黎王妃 总比一个未亡人当的踏实 月斑斑坐在踏檐 握上江崇华的手腕 江崇华往后松了一下 没松动 这姑娘手劲可真大 跟个铁钳子似的 心衰 要无所致 有人给你下过毒 说完又去捏他的腿 再去捏他的腿 江崇华的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筋骨没事 但是下肢水肿厉害 这腿都变形了 你应该经常会有 心慌气短的症状 全身乏力 严重的时候 战斗站不起来 只想躺着 这种情况是 心脏弓血量问题导致的 满足不了 全身的组织代谢 想要解决 对我来说不难 但是 但是我不太想把你治好 咱们这样行不行 我给你知道 办好办不好的样子 既掉着你的命 就不让你好得太利索 你可以减轻痛苦 但要想像正常人一样 也是达不到的 你会医术 我分析过了 你身份特殊 一旦完全好了 一定会参与到 争夺储位的纷争中去 我觉得那样不利于 我们的家庭稳定 更不利于平平安安 活到老死 你办好办不好的 跟皇上也就无缘 但你又是王爷 这府里的生活十分富足 咱俩就在家中混吃等死 这样是不是很好 月斑斑眼中闪烁着期待 江崇华眼里闪烁着迷茫 他活了二十年 也没听说过 还有混吃等死这种活法 更想不到这种事 会发生在他的头上 他这个病 据说从两三岁时就开始 能活到现在已经尽了力 现在他自己都明确地意识到 自己可能活不紧了 但是这个小姑娘说 他能活 怎么活 他刚把这话问了出来 然后就听到房门外传来一声喊 可一定要给殿下留个后啊 已经在安排我的后事了 我不行 我得懂事 我不能因为你长得好看 就身往上敷 另外咱们是合作关系 我给你治病 你管我吃住 别的你不要想 哦对 你现在应该也没那个力气想 你乃学来的医术 从没听说过 安远侯府的狄小姐精通医术 所以你听说的狄小姐 应该是侯府的大小姐 不是我 他一边说话 一边把手探如衣袖 借着袖子挡着 捕上了那枚月亮型的胎记 很快借钱里面调取出一枚药丸 古方有宰 生心丹 持之 可令心脉死而复生 他将药丸递到江崇华面前 吃了他 这是什么 你管他是什么呢 反正你人都要死了 我总不可能傻到提前给你下毒吧 江崇华觉得自己这位王妃脾气似乎不大好 他不想惹她 于是张了张嘴 看着月斑斑 把那枚药丸扔进了他嘴里 他也没嚼 直接咽了 人非又可怜的症状 这身心丹你吃了之后 过一个时辰就会有感觉 之前的心慌乏力症状会有明显的好转 包括身上的水肿也会见香 但他不是吃一颗就能好的神药 想要把你这病症完全治好 需要连续服用十日 只需十日 病了快二十年 十日就能 还有什么玩意 我就是有这个本事能把你给治好 不过我先前也说了 你这病症是药物所致 有人给你下毒 虽然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下的了 毒症已经极不明显 但体内毒素依然还有残留 一点点的把你的身体给拖垮了 十日复生心脏 再十日根出毒素 不是神话 我真的能做到 你要相信我 月斑斑看着他 那骨子认真劲把江崇华也给带动起来了 从来没兴起过的活下去的希望 在这一刻突然抑制不住的往外翻腾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那 你愿意帮我治病吗 那 你听我的话吗 听 听话 咱不治 我都是为你好 以后你就懂了 你先歇着 我到府里转转 我是乡下回来的 好不容易进了黎王府 讲开开眼 眼宠着月斑斑一蹦一跳快乐地走了 江崇华无奈苦笑 闻外的吵吵声又开始 虽然不让往殿下身上哭 但你好歹在里头照顾着 这怎么才入洞房就往外跑呢 殿下的颜值不足以吸引你吗 赶紧给我回去 护怀上孩子别出来 二位 先别吵 殿下身子不好 这会儿睡下了 我就是怕打扰殿下休息才出来的 另外我也想在这府里转转 这么大的王府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 我瞧这怕不是比我们安远侯府还要大吧 这话说的 安远侯府能跟王府比吗 那侯爵能跟王爷比吗 真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 确实确实 您说的对 我就是没见过世面 我才出生就被送到乡下去了 就是安远侯府也只是回京之后住过三日 第四月就被送到这里来了 可以你带我转转吗 带我见见世面 德权为了避免月斑斑留在洞房里 对七皇子下手 立即就答应了 记得称发大骂 德权是个狗东西 不是真的心疼七殿下 两人一边吵 一边带着月斑斑 在府里建议 那位奶娘仍有的跟着 月斑斑就一路把土包子本色 方飞到了极致 府里建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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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里中的下园 府里好大好多院子 德权越来越看不上他 一脸的嫌弃 春花却觉得这样的王妃好 不娇气 好生养 月斑斑把王府逛了个遍 有几处他特别喜欢的地方 还逛了两遍 这一圈下来 两个时辰就过去了 你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我这两条腿都溜细了 这时好生养 你看他面不改色气不喘的 我从小养在乡下 什么促活重活都干过 思绪就跟着大人上山石柴火 这区区两个时辰不在话下 德权气的骂他 那是什么好事吗 还值得你这般炫耀 你是因为什么 被送到乡下去的你心里没数吗 还不是因为你克了我们七殿下 你从打出声就克他 维京又克他 你这是带着他一个人火害起来 没完了是不是 你就不能还个人 月斑斑也有点尴尬 我又不想这样 但其实也算不上我克他吧 应该是他克我才对 我才一出声就被他克到乡下去了 好不容易能回击 还是他的马车中入我的马车 现在他要死了 还怕我弄进离王府来冲醒 我这是什么命啊 他为啥就克着我一个人祸害呀 德权让他说懵了 怎么个意思 恶反了 晌午过了 谁都没吃饭 月斑斑嚷着饿 德权冷哼一声 问他想吃什么 你这老头儿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嘴上说着瞧不上他 吃饭的时候还问他爱吃什么 德权嘟闹着 好歹有个王妃给殿下送终了 你家姑娘以前爱吃什么 公公您太客气了 我家姑娘吃什么都行 她不是什么精细的人 从小养在乡下的 随便给口剩菜剩饭都能吃的 不挑食 对对 我不挑食 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王府里的剩菜剩饭都比我以前吃得好了 我知足 德权这人确实豆腐心 当时听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作孽呀 月家作孽呀 行了 等着吧 我去安排 从你受得跟个马杆而适 我让厨房去炖个肉 午膳是端到了洞房里的 背了两个人的碗筷 德权看着七皇子 一边看一边抹眼泪 以前都不会给殿下 吃这些重油的东西 怕不好消食 现在 现在也不计会这些了 殿下想吃什么就跟老奴说 咱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月斑斑听了就叹气 这人啊 不怕别人告诉你 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怕的就是听人说 能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一般这种时候 那就是离死不远了 德权想打死他 少说两句你能死吗 姜崇华其实已经有点 摸清楚月斑斑这个脾气了 他挥挥手让德权出去 然后跟月斑斑商量 你能不能过来扶扶 你今日出来乍到 我陪你吃个饭也是应该的 钱也不知怎的 我这会儿经济神确实好了一些 也不再觉得过于法力 与你说了这些话 也不大喘 我想是你那个人 可能是回光返照吧 姜崇华垂目 态度的慌了 吃饭 别矫情 没那么难受了就多吃些 只有吃饱了才能用体力 多吃些 并会好得更快 我的意思是真正还能吃 就赶紧多吃点 吃一顿少一顿 我就多余问 刚才我把整个离王府 都转了一遍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 没见过这么好的宅子 就把真实开了眼 这哪里是宅子 简直就是园子 生活在这里 一辈子不出府门 我都乐意 不过 你府里有些人不对劲 看我的时候表面上 是好奇新王妃 但实际上却带着 坚实和审视的异味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应该是分成了两派 江崇华很意外 他转了一圈 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也不否认 只是问道 如何看出来的 观察 那些人看人的眼神不对劲 手里在做着的事也不对劲 明明是拿着扫把扫地 可是划烂了半天地上的落叶 也没聚到一堆 我在乡下干了十几年扫地的活 太知道扫成这样意味着什么了 意味着什么 心不在焉 他们根本不是在扫地 就是做个样子 实际上心里想别的呢 所以你逛府是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打探一下福利情况 可你不是说要混吃等死吗 怎地还去观察这些事 我是混吃等死 但不是想被人害死 混吃等死的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这个地方 他得真的让我平平安安一事无成地苟着 但凡有一点危机存在 他都是不合格的 我要是猜的没错 那些应该是你的对家派来的吧 至于对家是谁 无外乎就是你的那些兄弟 谁让你家真有皇位继承呢 行了 快吃吧 吃完了我给你做一次针灸治疗 解决一下你下肢水肿的问题 但还是那句话 咱们不能好得太快 也不能全好 好得太快惹人怀疑 全好我就不能混吃等死了 吃完了饭 月斑斑蹭到姜崇华身边坐下 皇后娘娘到底想你活还是想你死 我不是背后说皇后小话啊 我就是想把几位重要人物的立场先整明白 知己知彼吗 姜崇华给他紧迫 我自幼身子虚弱母飞着急上午 身子就也一直不大 所以打从济世起 多数时候都是皇后娘娘在带我 不是生母 更胜生母 那就是好的 那可能真的是想留个一儿伴侣 有个心理寄托 月斑斑叹气 可惜啊 姜崇华十分无谋 不用总拿眼神提醒他 现在不太行这个事吧 说完他开始脱肩权华的裤子 快飞你不是说我不行吗 你不脱裤子我怎么给你施针 你还想不想好了 扎别的地方行吗 扎呢 你说扎呢 他突然伸手 往他前胸戳了圈 戳得 嘴准 姜崇华欲哭无泪 今晚我这清白还能保着住你 好在月斑斑还给他留了最后的尊严 真只扎到大腿根 没再提过分的要求 姜崇华松了口气 两眼一闭 还咋咋地 你腿不浮肿严重 不消肿的话 就算病治好了 就双腿也要废了 你放心 干我们这一行都什么没见过 能够做到目不协事的 那你倒是看着针啊 你看我干什么 哦 哦对 看针 好 我看针 姜崇华不得不再提醒他 你先擦擦口水 姜崇华看不下去了 摸了块帕子 往他嘴上擦 一针抓刀了 月斑斑顿了顿 职业黑点上被子没留下 这被子才一上手就开始了 你别对我动手动脚的 对你自己不好 你应该对你自己的言之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我都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认知 最后一针扎完 月斑斑爬上了 姜崇华后悔了 我有认知了 你冷静一下 然后就看到小姑娘 挪腾到里面 往墙上一靠 整个人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一炷香时间过了 我再替你拔针 今日你吃过生心丹 心口的针可以不扎 但明日就要扎了 不然你又会觉得没力气 生心丹我倒是还有 就是不想给你吃了 宫里的太爷肯定会来给你整脉的 再吃一颗生心丹 很容易被他们整出来 你已经有转好的迹象 不能被看出来啊 一旦被看出来 咱们的日子就太艰难了 姜崇华其实有点理解月斑斑 确实如月斑斑所说 一旦他好起来 离王府将会失去现有的平静 渐渐地往一个很危险的方向去发展 便依了月斑斑 反正他也没指望这小姑娘 真的把他的病治好 只是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些真是从哪来的 这怎么一套袖子就拿出来一样东西 月斑斑不想和他解释 只说 你病重这件事天下皆知 我做点准备入虎也是应该的 至于我这医术 是在乡下是跟那边的游医学的 你也别看不起那些游医 高手在民间 可不是太医院那些老古板能比得了的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说话 但实际上月斑斑很累 前世他是累死的 像现在这样懒洋洋地靠着唠闲科的事 在前世是没有过的 前世他一心扑在事业上 没有家人 也没有几个朋友 他再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 于是月斑斑滋滋不倦地给江崇华洗脑 我还是那句话 你这个病我能给你治 但不能乱劝治好 不过即使经过我治疗之后 你那些乏力和水肿的症状肯定是没有了的 但你不能让人看出来 我教你怎么装 他开始给他讲怎么装病 讲得十分松动 甚至站在榻上比划了几下怎么咳嗽 只是他眼睛一般 还是不太像 倒是江崇华琢磨了一会儿 咳嗽了几下 他连连点头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咳法 每天都要咳 多咳几回 这就是信号 你得给别人发出这种你并没好的信号 可以 那其他的呢 没有其他的了 其他的所有事都不符合我这项躺平的人设 你只要病着 咱们就高枕无忧 我也不会给你找麻烦 我天天就在府里躺着 到饭点就吃饭 天黑了就睡觉 你这个床可真舒服啊 月斑干一边蹲闹着 一边闭上远近 睡着都不需要过程 江崇华有点方 他想把人弄下去 弄到外间他布置好的榻上 但是他没有力气 何况 月斑斑你醒醒 你还没给我拔针呢 月斑斑没醒 江崇华掐着时辰差不多了 自己把针给拔了 然后看着睡在榻里的小姑娘 忽然就觉得 府里有一位王妃 其实也不错 这么多年过去 他实在太孤单了 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月斑斑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许是外头守门的德权 听着里头没动静 怕出什么事 一推门就进来了 然后就看到月斑斑四仰八叉地 躺在他家殿下榻里 作孽啊 一个没看住 到底还是让这小贼人得手了 德权欲哭无泪 月斑斑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合着你一句也没听进去 可怜我们七殿下还病 你这也 太没人性了 德权挖的一声哭着跑了 称花在外头关上了门 十分满意地说了句 殿下 王妃 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月斑斑睡得跟死猪似的 啥也没听着 江崇华听着外头德权的哭号 第一次生出特别强烈的求生欲望 哪怕是能走的动路也好 他一定走到门外 一巴掌把德权给拍死 哭得太难听了 终于德权不哭了 他又回到屋里 奴才把王妃挪到外间去吧 不爱 就让他睡在这边 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殿下今日精神不错 王妃说是回光反照 德权挖的一声 又哭着跑了 许是今日吃了生心丹 又被月斑斑试过针 江崇华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身体有好转的迹象 至少不再气脉短 不再动不动就渴 也不再感觉身上乏得不行 他有些激动 以至于都子拾了还睡不着 后屋有动静 不一会儿 就闪进来一个黑衣人 殿下的身子还是不行吗 说完往他里瞅瞅 江崇华抬抬手 盖住了月斑斑的脸 虽然还是不大好 但似乎比前两个强上一些 那看来是冲洗有效 恭喜七殿下 一恭喜两只手就抬到前面来抱拳 江崇华就看到了 他手里插着的一把折子 黑衣人略显尴尬 那个皇上说了 如果殿下实在不大好 这些折子就让属下拿回去 如果殿下身体好了些 就把这些折子留下 明日殿下劈完 属下再来去 太没人性了 他挥挥手 示意黑衣人留下折子 赶紧消失 黑衣人一刻都不多留 东西一放就走了 人人皆知 七皇子重病缠身 整日都是一副病病泱泱的样子 却不知 即使他病病泱泱的 老头子依然舍得压榨他 十年了 他替他家老头子批奏折 已经十年了 满朝文武甚至都不知道 这十年间 他们承到朝堂上的大多数折子 都是他批阅的 四日 太医院派了两位太医 来给江崇华整脉 江崇华坐在榻上 看着月斑斑 给他使眼色 一会喘一喘 一会儿咳一下 太医刚摸到手腕上 他就猛一折子 这脉就加不准 跌蹬了几次 要是能一直这样 也算是维持住 就是想要再好一些 还是得出京去泡泡汤泉 畅春元的汤泉 对这个病症 有很好的疗效 让西方的人去泡汤泉 笑意吧 等等往好上一些 再做打算 太医们又叮嘱了几句 就回宫去交差了 月斑斑蹭到德权身边 小声问 他们回去之后是跟谁交差 我知道 反正不能是跟皇上和皇后交差 说完之后 站远了一步 上下打量他一番 尖叫一声 你是不是有病 哪有人大婚第二天还穿喜服的 那我穿什么 我特别总不能穿里头 那身白面裤的秋衣秋裤吧 少年那也不惜那么穿啊 你从家里出来没带衣裳吗 你那个奶娘呢 她奶娘 她的嫁妆箱子里没有衣裳吗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她换上啊 全公公 不是不给王妃换 实在是月斑真没给她戴衣裳 倒是有从乡下穿回来的那一身 可是那都破了 实在穿不得了 月家连衣裳 都没给她戴吗 月家人是不是大傻杯 那月景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她可是王妃 王妃 江崇华这时开了口 问德权 还知道她是王妃呢 既是本王的王妃 那为何府里没有给她准备衣裳 殿下你这就护上了 裁缝已经到府上了 就在外头候着呢 因为婚事办得及 咱们也是昨儿裁剑着王妃一命 没来得及准备 你跟她去量衣裳吧 回头先买几件衣裳穿着 月斑斑跟着德权出了屋 就看到春花看着她就笑 一边笑还 一边冲着她竖大拇指 你这回真该回宫了 不急 已经让下人去准备衣裳了 等王妃两碗体换好衣裳 我带着王妃一起进宫 去给皇上和皇后娘娘磕头敬茶 干什么去 去给皇上和皇后娘娘敬茶 这点规矩不懂吗 那新媳妇进门 第二天不都得去见公婆吗 不是 我一个冲喜的王妃 还用走这种流程吗 你还想不想好了 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 别的王妃一成亲 那是巴不得赶紧进宫去任公婆 那可是皇上和皇后啊 你可倒好 居然不想去 可问题是我不稀好 但这话他没敢说 德权还在那续道 想当年大殿下成亲的时候 王妃还没等进门呢 就在进王府门口 冲着皇宫的方向跪了下来 给皇上和皇后娘娘磕了三个头 叫了生父皇母后 二殿下成亲之后 王妃次日天还没亮就到宫门口等着 一路三拜九寇进了宫 不但给皇上和皇后娘娘奉了茶 连当日的午膳都是王妃亲自准备的 三殿下的王妃最是闪长女宫 这些年没少给宫里的主子们 送亲手缝织的衣裳 拿上头的绣花儿都是双面绣 据说是打小练就的绝技 要说努力还得是户部上书家的迪小姐 为了将来能嫁给四殿下 那是隔三差五就往宫里跑 见着一妃娘娘直接就叫母妃 还给一妃娘娘跳舞 把一妃娘娘哄得都快拿她当亲生女儿了 这 这么卷的吗 你现在除非岳家的妻女了 你是正儿八经的黎王妃 虽然你昨天晚上 但是太医说殿下的兵没有加重 还说算是维持住了 那你就是有功的 嫁到了黎王府 咱们就是一家人 做奴才的就得为主子打算 说说吧 你有什么才艺 所有人都一脸期待的 看着月斑斑 月斑斑心如止水 我会割猪草 她确实会割猪草 而且还割得很好 你把嘴给我闭上 你俩诚心要气死我是不是 割猪草算个什么才艺 整个京城哪有一根猪草 能让她割 她割了猪草为谁 京城里哪有猪啊 府里有其他的下人 过来打圆场 全公公别再骂了 新王妃从小就被送到乡下去 想来也是没见过京城的世面 她害怕紧张也是正常的 要不就请称花姑姑回宫 去跟皇后娘娘说一声 请娘娘看在离王府情况特殊的份上 把这个流程给免了吧 对对 免了吧免了吧 我现在还迷糊呢 我娘家人放我屑放了半年 哎呀 不行了 我迷糊 她不想进宫去给皇上和皇后娘娘敬茶 冲喜的王妃算什么正经王妃啊 刚才那个婆子都说不用去了 刚才的婆子 她往前走了两步 声音压低了些 你到底能不能分得出好人坏人 那万一她是真心为了你好吗 谁家正经奴才不选主子上进 上不上进的那都不重要 那什么才重要 活着最重要 不是你活着最重要 是七殿下活着最重要 他这不是活着呢吗 可是有人想让他死 知道吗 这府里有人想让他死 我知道啊 要不然他也不能病了这么多年 那你还不想办法 你是不是又有病了 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有办法 还医院都没有办法 皇上皇后都没有办法 现在来指望我一个冲喜的王妃 开什么玩笑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前十六年月家都对我做了什么 你们说的那些又绣花又跳舞的 我会吗 我拿什么套好皇上皇后啊 我 德权一时雨色 冷静下来一琢磨 月斑斑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可是不进宫也不行了 殿下 您跟王妃说说吧 好歹得进宫去录一面啊 江崇华看向月斑斑 第一 谁说你不算正经的王妃了 第二 是有这个规矩 你应该进宫去看看 就进宫去 看看吧 看看两个字 他加重了语气 月斑斑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了 可他还是不太想去 不符合人设 去吧 江崇华吼他 我母妃也在惦记我们 你替我去看看他 好不好 月斑斑心软了 扑手去啊 就带上你最真诚的祝愿 那行吧 月斑斑带着真诚的祝愿进宫了 德权也跟来了 路上就不停地打烊他 最后他很生 长得是挺好 就是人傻了点 还不是个美丽的小废物吧 哦 全公公会眼如鞠 说得全对 皇宫里 天顺地这会儿已经下潮了 正坐在长丘宫里 跟桃皇后说话 你说这是不是旧教务吉必反 人人都说月家那个孩子克华儿 可没想到 嫁过去之后 华儿的病竟然稳定住了 这些还真让他给冲着了 就冲着这一点 真得祭他一功 祭谁一功 祭月家那孩子 还是祭你亲爱的叶贵妃 秋宇你说什么呢 咱们现在说的就是月家那孩子 关贵妃什么事 别以为本宫不知道 让月家孩子嫁到黎王府这件事 原本你是不同意的 后来是叶梦书说了几句 你才点了头 所以这事你到底是为华儿着想 还是单纯的为了听叶梦书的话 我听他什么话 朕做事一向对事不对 这事跟贵妃无关 呵呵 呵呵是什么意思 长秋宫到了 到了 到哪了 德权可真长见识 头回看着走路 还能走睡着的 你睡了七殿下一晚上 还没睡醒吗 我要真睡了他一晚上 现在估计还躺着起不来呢 这都是什么话 月家这夜孩子呢 三人进了正殿 月斑斑跟着德权和春花一起行礼 他不怎么端正地跪在地后面前 别别扭扭地叫了生父皇母后 然后接过宫女递过来的茶 高举在头顶 请父皇母后喝茶 没人接 你一愣 抬头往前瞅 德权无奈提醒 往前几步 你哥那儿举着谁能够得着啊 月斑斑 啊了一声 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再跪下 这回离得近了 但规矩还是错了 人家都是跪着走 谁让你站着走 好在皇上皇后也是实在人 不挑他 皇上甚至还说 早听闻你打从出生之日 就被送离京城 一直在老家养着 回京之后又匆匆驾到离王府 这些规矩不懂也情有苦 也是可怜了你这个孩子 其实当年我们是不信谁 克谁这种怪力乱神之说的 但又不好干预朝臣的家事 所以 罢了都过去了 月斑斑替元主叹息 一句都过去了 就把那么多年元主说的苦给抹掉了 又有谁知道 其实元主大进去了一条命呢 听太医说 华儿的病算是过了难关 维持住了 算是冲喜成功 这咱们又不得不信了一些怪力乱神 你说是吧 呵呵 这个呵呵跟陶秋鱼那个呵呵 有点像 孩子啊 你嫁给了华儿 咱们就是一家人 华儿虽不是本宫生的 但也是 从小就在本宫身边养到大的 本宫没能把他的身子养好 这都成了本宫的心病 后来华儿封王立福 本宫也是天天惦记 现在好了 华儿有你照顾了 本宫也能安心一些 但是斑斑啊 你得上进啊 虽然老七病着 但你是健康的 所以外头的事儿它不行 你就得出面 你得这样那样 还得那样这样 这还怎么苟着 笔上灯还累 父皇 我要是这样那样 再那样这样 可就不能好好地照顾七殿下了 也不能在他身边给他做饭了 他可能从早到晚都看不见我 父皇 是这样那样重要 还是七殿下重要 这是听本宫的 你求他没用 做王妃 就要有王妃的样子 你听本宫戏说 桃皇后一顿输出 月斑斑听了一会儿就困了 迷迷糊糊地跪在那里 中途还打了个哈欠 桃皇后把这一幕看到了 当时就是一机灵 好像有一盆冷水罩着他泼了下来 这打哈欠的样子 怎么那么眼熟呢 再偏头一瞅 好家伙 老皇帝这哈欠打的 跟月斑斑不能说没有关系 只能说一模一样 这日子没法过了 桃皇后气的碰子拍桌子 把老皇帝吓得一蹦三高 怎么了怎么了 散场了吗 我 是在长秋宫见儿媳妇 秋云你这个脾气的改 动不动就拍桌子可不好 王妃您怎么能打哈欠呢 你怎么能跟皇上一起打哈欠呢 还不快点跟娘娘请罪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母后您就饶了我吧 父皇 我不是承认要跟你一起打哈欠的 就是赶上了 其实你说的对 好好照顾华儿才最重要 真的华儿必须好好活着 本宫知道 他得好好活着 他是本宫带大的 本宫能害他吗 那你为什么给斑斑这孩子 安排那么多事啊 华儿有个伴儿多好 爸 俩人在府里过家家吗 皇家能过家家吗 离王府能一直关着门 不见客吗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不思进取投机取巧 一天到晚的 就想着偷懒耍花 岳斑斑瞬间精神了 他嗅到了同类的气息 紧接着就听逃皇后大声说 人家斑斑是个上进的孩子 老皇帝跟岳斑斑大眼对小眼 你上进 我上进 他很想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老皇帝是不是同类 是没有机会了 皇上和皇后打起来了 德权和春花 和岳斑斑就跑 没下找你吧 别害怕 常有的事 别看皇上这会儿 做得一手好死 晚上还得乖乖过来哄 多少年了 跟娘娘吵架 她就没赢过 不过王妃啊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您的错 您说您作为一个新媳妇 第一天到婆婆跟前来听讯 怎么还听困了呢 你那哈欠一打 搁谁谁能不生气啊 岳斑斑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惹祸了 当时嘴一扁 带着哭腔 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说我不来 你非要我来 草帅了 行了 不怪你 不过这长秋宫是没法呆了 这一架指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 奴婢陪王妃到锦绣宫吧 去看看锦妃娘娘 哪边没有这么闹腾 岳斑斑跟着他们往锦绣宫走 结果半路被截胡了 一个老宫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离王妃 贵妃娘娘有请 岳斑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有请的意思倒像是押送 不去不行 但她也没有反抗 毕竟这是在皇宫 贵妃势大 她不想找死 于是跟着那老宫女 去了蓝台宫 叶贵妃的住处 蓝台宫 叶贵妃见到岳斑斑 便上前拉着她的手 笑眯眯地说 本宫今日能见着重华的媳妇 心里很高兴 你别光高兴 表示 叶贵妃跟会读心术似的 毕级就一串手珠套到了她的腕上 手珠凉凉的 看起来十分好看 但岳斑斑是什么人呢 这东西几乎一到她手上 她就闻出不一样的味道了 这是盛香珠 被装饰成其他材质的外部 那里却是害人的玩意 就像这叶贵妃 表面上一顿是否 实际上却其心可诛 岳斑斑也不高兴了 她是不想上进 也不想努力 但是这并不代表 她真的是只小绵羊 谁都能来耗一把 这初次见面就下毒 是个什么操作 不想让姜虫发有孩子 见家门可不像好人了 本宫一见到你就觉得亲切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可惜了 早知道你这么好 本宫应该去求皇上 让你嫁给八殿下的 不过你嫁给崇华也好 崇华是这些皇子里面 要貌最好的一个 你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至少是赏心悦目的 她一边说 一边摸索着叶斑斑的手 你怎么这么瘦呢 这手上都是口子 还有洞窗 本宫听说 你刚出生就被送到乡下去养着了 真是可怜 回头有机会见到安远后 本宫一定替你讨个公头 这么乖巧的孩子 怎么命这么苦呢 说到这儿 还挤出来几滴眼泪 月斑斑全程陪笑 时不时转动手腕上 带着的射箱中手串 贵妃娘娘真是太客气了 第一次见面就送我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是你应得的 那 还有没有别的赠品 叶贵妃一愣 头回见着 还有主动药的 得索不下去了 上前两步睡一趟 差不多得了 玄公公你抽我干什么 我这也是跟贵妃娘娘同源 刚刚皇后娘娘送了好多贵重的东西 我琢磨着我要是空手从蓝太宫出去 万一让人瞧见了 是不是不太好 我倒没什么 就怕有人说贵妃娘娘小气 那要不这样吧 我把这袖子撸起来 把手穿在外头露着 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 贵妃娘娘是给了我赏的 就这么办 叶贵妃道了一口气 赶紧吩咐吓人再赏 蓝太宫的宫女也是训练有素的 立即小声跟称花请教皇后娘娘给了多少盒子 称花想说给了十五盒 但话到了嘴边涨价 三十盒 不多不少 通理懂了 于是月斑斑在叶贵妃这里收到了三十一盒里 临走时 走真情史赶路线的叶贵妃 一再叮嘱她要好好跟七皇子过夜子 要把离王府照顾好 然后就叫那个请他们过来的老公你 再把人送出去 听说月斑斑要去看警妃 还让人包了些骨骨带给警妃 事实周全 几乎让人挑不出错处 那个跟着送出来的老公女依旧是板着脸 她看了月斑斑一眼 冷哼一声 你要懂得等安 贵妃娘娘对你这么好 你可别当那种良心喂了狗的白眼狼 说完转身就要走 结果就听到身后月斑斑忽然一了一声 又道 怎么会这样 她不见 皱眉回头 别回头 嬷嬷您继续往前走 我再看看 老公女嘟唠了具有毛病 然后转身继续往前走 月斑斑的话又来了 没想到真是这个病 这位嬷嬷也太可怜了 黎王妃 你到底在说什么 没有人知道月斑斑在说什么 但德权就是莫名的替蓝台 供这老公女依了 眼瞅着老公女气呼呼的走了回来 月斑斑急得直动就 哎呀没错了 一样一样的 什么一样 有些话 我不知道讲不当讲 讲 好 那我就说说 摸摸 您这腿 她是有点毛病 我们乡下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走路一上一下的 平时看不出来 但偶尔发作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几下 有犹依指出这是病 她还不信 后来因为治疗不及时 腿烂了 人死了 我腿有毛病 我走路一上一下 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不信你问他们 你们也看见了吧 他们没看见 但他们不能让月斑斑下不来谈 于是琪琪点头 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我哪有走路一上一下了 这么多年从来没人说过 那是因为摸摸您被高卷重 这烂太宫里除了贵妃娘娘 怕就是您了 所以他们即使是看出来了也不敢说 怕得罪您 可我是个实在人 贵妃娘娘对我这么好 我不能当个良心为了狗的白眼狼呀 我得报答 这么快就把这还回来了 你是贵妃娘娘身边最能力的摸摸 您高兴 娘娘就高兴 娘娘高兴 皇上就高兴 皇上高兴 皇后就 嘴嘴使劲凝了她一把 月斑斑呲嘅的 把最后一个高兴给吞回去了 总之 我竟是想报答贵妃娘娘 所以才指出摸摸着病症 我到底哪有病 你条腿 右腿 右腿膝关节发生了轻微的错位 这时发现得早 再晚就是严重错位 没救了 她一边说一边慢下腰 伸手往老宫女的右膝盖骨上拍了几下 一枚银针夹在手里 扎进肉里 眨眼功夫又消失了 被送回了种植园 我这样拍 您是不是感觉腿麻 老宫女脑子嗡了一声 确实麻 走两步 有病没病都走两步 就在这 走两步 老宫女蒙里个猛的开始走 走过去 走回来 再走过去 再走回 德权和春花瞪大了眼睛 您上一下了 我这腿怎么不听屎话了呢 黎王妃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觉得有病的那条腿没有力气 膝盖酸疼 不议上一下就走不稳路 哎 摸摸 赶紧找人质吧 再不知真就完了 我也是跟摸摸投缘 才多说了两句 我都是为了摸摸和贵妃娘娘好 哎 好孩子 好孩子 老宫女感动够俏 黎王妃呀 刚刚是老婆子我不懂事 说话不好听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您可真是大善人了 瞧瞧这样貌 一看就是心肠好的 老宫女一激动 从腕上撸下来一只金镯子 虽然不如娘娘给的东西珍贵 但这也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了 王妃收着 月斑斑刻刻气气的推偷了几下 就把镯子握手里了 老宫女两眼含泪 我这个腿脚 也送不了王妃太远了 默默快回去吧 一定要多休息啊 老宫女回去了 一边走一边冲她说 好人一生平安 直到离开蓝台宫范围 德权才小声问了句 怎么回事 怎么就麻了 没什么 我派你几下捏麻 那地方本来就是麻金 那她为啥又一上一下了 腿麻走路不就一上一下吗 合着好好的一个人 就这么被你给忽悠瘪了 呵呵 还祝她好人一生平安呢 终于到了锦绣宫 这里冷冷清清的 往来的宫女太监也不多 跟长丘宫和蓝台宫比起来 多少显得有些寒孙 春花怕她有想法 赶紧的 并不是故意冷落锦妃娘娘的 是锦妃娘娘本身的性子 就比较清冷 不喜欢人多 所以才撤了不少下人 实际上锦妃娘娘是宠妃来着 待会儿您见着就知道了 奴婢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美人 春花烧得没错 锦妃娘娘确实是太美了 还不是那种恋恋的美 而是安安静静的美 冷冷清清的美 所有五官都长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上 即使身体不好在榻上靠着 也是我见游莲 七皇子跟她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旅刻出来 连生病的样子的印象 月斑斑赶紧上前行礼 锦妃见到她有些激动 一激动就合 跟七皇子一个毛病 不要跪 不用跪我 我不在意这些虚理 这位就是七殿下的王妃 安远侯府的二小姐 今天带进宫来给娘娘看看 锦妃一直看着月斑斑 也不说话 就默默地看了好久 娘娘 是我看入神了 你别笑话我 你跟你母亲长得很像 我一眼瞧见你 还以为是抒情又回来了 月斑斑感觉后脖梗子冷风嗖嗖的 但是她表示尊重 你能在这种时候到离王府去陪着华儿 我很感激你 没想到我跟抒情时隔十六年之后 还能有这般缘分 娘娘 您不怕我哥妻殿下吗 锦妃被她逗得发笑 一笑就咳嗽 月斑斑职业病犯了 上前一步坐到太炎 轻轻握了锦妃的手 锦妃也没往深处想 只当她是担心自己 也是在表示与自己亲近 毕竟谁能想到 一个从小被送到乡下养着的孩子 精通医术呢 月斑斑握了一会儿锦妃的腕 很快就得出结论 这是常年机遇成结 心病 想想也是 好好一个儿子 从小被人下毒 勉勉强强活到二十岁 又闹病危 哥谁谁说得了 不闹出心病来就怪了 从来没有怪过你 一来你是抒情的孩子 我与抒情自幼相识 只会心疼她失去了你 不会气恼她的孩子 克了我的孩子 二来 什么克不克的 我不信那个 何况后宫这种地方 哎 反倒是这么多年让你受了苦 当年我派人去跟月家说过 可他们还是不肯把你接回来 锦妃说到这儿 冲着她边站着的宫女 使了个眼色 宫女赶紧跑步 再回来时 手里就托着两个盒子 月斑斑对这场面很熟悉了 皇后那里是主动给的 贵妃那里是她坑的 但是到了锦妃这儿 居然有点手 不动是怎么回事 总感觉锦妃拿出来的是 她要全部的家点 要是给拿走了 锦妃在宫里就要受苦了 我给你备了贱面礼 这上面的盒子里 装的是我入宫前从娘家带来的 下面的盒子里装的是银票 我没有多少现银 银票你拿出去之后 一小部分换成现银 留着随时花用 剩下的就收好 以备不时之需 华儿病了许多年 离王府没有额外的营收 只靠朝廷那些俸禄 日子多少也是拮据的 何况华儿常年吃药 我晓得月家不可能给你带多少像样的嫁妆 但是没关系 抒情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带你跟带华儿都是一样的 月斑斑有些被锦妃感动到了 前世她是孤儿 没什么亲人 这辈子的园主虽然有一大家子亲人 但是无奈全员恶人 没一个真心疼她的 接着进宫 皇后娘娘只顾着跟皇上打仗 叶会飞笑里从刀 没想到到了锦妃这儿 听到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 她吸了吸鼻子 把两只盒子往怀里抱了吧 何况还有银票 她也是在了 娘娘放心 今早太医来看过七殿下 说她的病可以维持 叫母妃 母妃 母妃放心吧 我一定能把七殿下照顾好的 我一定跟她一起 好好的在王府捅着 一动不动 抒情都没听到你叫她一声娘 我现在却能听见你叫我母妃了 我心中实在欢喜 甚少有人跟我提起我娘亲 谢谢母妃让我知道我同她生得很像 但是母妃您不要总是因为七殿下的身体发愁了 乡下人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长大了就有自己的造化 您把身体养好 也能替她解心宽 母妃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以前皇上和皇后娘娘也总这么说 但是我都没听 不过今日你说的我会听 因为别人说上了天 也是华儿一个人在离王府生活 但是你说不一样 你是真的能在离王府陪着她 所以我愿意听 锦绣宫出了 得全叹着气说 算你有良心 好好地跟锦妃娘娘说话 锦妃娘娘实在是太可怜了 以后你要常进宫 多陪她说说话 月斑斑 瞅瞅手里抱着的盒子 那是另外的价钱 嗯 今儿个你也没少赚 见面礼 我应得大 不过今天这一趟也不算愉快 银子是得了 还见了三位娘娘 却没有一个人留我吃个饭 我都快饿死了 这皇宫也太大了 我得走了两万多步吧 说完开始加速走 离最快的速度冲出了宫门 知道的是回家吃饭 不知道的还以为急着回家救火 从皇宫回府之后 月斑斑就贪了 江崇华已经习惯她往自己踏上爬 得全正命人把宫里带回来的东西 一样一样往屋里搬 同时也给江崇华汇报今日战况 王妃先是去了长丘宫 惹得皇上跟皇后娘娘干了一架 后来在逃命去锦绣宫的路上 被叶贵妃的人给劫了红 去了兰台宫后 不但框了叶贵妃一堆东西 还把叶贵妃的陪甲嬷嬷给忽悠瘪了 但好在王妃还有一丝人性尚存 在锦绣宫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嗯嗯 上屋有没有吃饭 得全欲哭无泪 难是重点吗 殿下您不问问 她是怎么把人家贵妃的陪甲嬷嬷 给忽悠瘪的吗 这事到现在她都没想明白 但踏上那两人已经挠上了 月斑斑生情并茂的讲今日宫中见闻 江崇华在她说到激动手舞阻挡的时候 就提醒她不要蹦 小心摔了 嗯 打扰了 她出去吩咐厨房准备饭菜了 过了没一会儿 就见月斑斑追了就来 月斑斑扭捏捏捏的给德权翻了一张字笔 德权愣了愣 怎么个意思 我一个太监 居然也有机会参与到这种地质条的剧情当中 疯了吧 结果打开之后就换灭了 字条上写得清一色的菜棉 蒸羊羔羔羣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烧厨鸡烧鸡烧子饿 月斑斑你什么意思 你别告诉我是殿下要吃这些玩意 昨日公公问我有没有喜欢吃的东西 我想了一晚上都写了下来 德权默默地劝自己 她懒点就懒点了 她愿意躺着就让她躺着 摊上这么个玩意杂着 那有好模好样的 不是没摊上吗 劝完之后心情好多了 熊掌鹿尾什么的事不可能有了 但我瞧字面而上这意思 你可能是爱吃肉 等着吧 满膳给你整个大肘子 谢谢全公公 记得再炖炖乳哥哥鸡汤 我补血 德权刚想再骂他两句 却在听到他说我补血之后 冷静下来 是得补血 听说月家连着反眠起他的心 一次取一罐子 生生把人给折腾疑糊了 我爸 谁让离王府看上了 月斑斑乖乖的在江崇华屋里等着吃饭 突然他风吹一笑 站在江崇华踏边 脱裤子 下次你能不能直接说扎针 脱裤子 扎针 行吧 谁让摊上了 大男人脸红个什么鸡 我都不脸红你脸红 但凡你在这种时候 少拿那种流氓看明你的眼睛看着 我都不会脸红至此 你就是小鸡 今日我去见锦飞娘娘时 也是这么丑他的 人家都没说什么 大大方方的给我丑 你倒好 多愁你几眼就不乐意 不是不乐意 就是现在这个场面 略显尴尬 我怎么不尴尬呢 正因为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我 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 今日晚膳 江崇华多吃了半碗饭 德泉差点没赞动哭了 当时就给月斑斑夹了鸡腿 王妃虽然不怎么招调 但跟殿下还是很合得来的 月斑斑又开始跟鸡腿奋斗 德泉看了一会儿 走出去跟奶娘说话 他奶娘啊 你也得多劝劝你家主子 能吃能喝是好 但不上进是真不行 今日皇后娘娘 还特地提了这个事 她得往心里去啊 一定劝 我一定劝 一会儿等她吃完饭我就劝 德泉又回头往屋里瞅瞅 就见她家殿下 正举个帕子 给月斑斑擦嘴上的油呢 这个吃相也不行 哪有侯府的大家闺秀 是这个样子 我让她保 我一定让她保 晚饭后 奶娘把月斑斑叫到屋外来 苦口婆心地把德泉的话 跟她说了一遍 不是我不努力 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本事 我在老宅这十六年都在干什么 你也知道 不是匹柴就是割猪草 在那边人人都夸我活干得好 可是到了京城 他们据说这些都不算才艺 再者 我连书都没读过 大字不是一个 我拿什么努力 心有余安力不足啊 是啊 什么都不会啊 咱们在老宅过了十六年苦日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累了 所以回京之后就不想努力了 其实这是坚之事 光努力也不是万能的 因为努力不一定有结果 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 我就想舒舒服服地 当一个美丽的小废物 挺好 姜崇华透过开着的窗户 看到这一幕 也听到她说的话 继而又仔细打量了 她这个小王妃的侧眼 嗯 废不废物不知道 美丽肯定是美丽的 一连七日 略斑斑在府里除了吃就是睡 都快退化了 德泉每天就看着她 在有阳光的时候 躺在院子里 在没有阳光的时候 躺在屋子里 她觉得再这么下去 都不用远房 她自己就能下蛋 动弹动弹吧 病的是七殿下不是你 你是可以走路的 你这个坐下人 怎么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呢 七殿下他是病人 他那个病了心 还没力气 起不来 你说我总在她面前走来走去的 合适吗 她看着不闹心吗 这就好比跟瞎子说天有多难 得有多快 跟龙子说这首曲子有多么美妙 不信你听听 跟走不了路的人眼前显摆自己长了腿 那不是专往人费馆子里戳吗 你怎么这样呢 我错了 但是日子真的不能这么过 离王府闭门谢客这么多年了 你得努力把咱们这府门再打开 她给月斑斑总道理 讲人既往了 讲怎么当好 一个王分 有没有那种什么都不用干 什么人都不用建的活法 没有 就算殿下不在了 你也需要应酬 第八天 月斑斑终于听了德权的话 动她了 不但自己动她 她还把姜崇华从屋子里搀扶出来 在院子里小范围地慢慢散步 德权被这一幕感动得泪流满面 王妃还是心肠好 心肠真好 命是苦了点 心事真好 在安怀老家的时候 后院的猪整天不动她 她都能赶着走两步 生怕猪吃太多被人宰了 这主不二人重心的事吧 七皇子走着几步 一开始还好 能从自己院里走出去 在外头的小园子溜于溜 但好景不长 很快就开始 德权跟老娘赶紧不扰窗户 又把人给弄回到屋里去 用不用请太医来看看 用不着 就是冷不定出来走动 累着了 再加上深秋天凉 可能也有点呛冷风 歇会儿就好 那要不要吃点什么 哦 喝喝水吧 七皇子的咳嗽和倒气 没持续多久 等到屋里没人了 她也就不咳了 我装得还像吧 挺像的 我差点以为是真的 不用怀疑自己 你的医术确实高明 我现在基本已经不渴了 就是走久了还有些 但也没有大案 月斑斑伸手 往她大腿上捏了几把 嗯 水肿全消了 今日岂不用再争久了 就是太医院隔三畅五 来看诊这件事 得想想办法 你现在的情况 装给远处的人看还行 太医近身看病就容易露线 我觉得眼下 还不是露线的时候 你说呢 你说的对 她如今已经不用 日日坐在榻上 可以在椅子上坐一坐了 月斑斑让德权 在屋里放了个软椅 平日江重华 就坐在这张软椅上 同她说话 你府里那部分 不怀好意的人 是叶贵妃 安插进来的吧 月斑斑终于肯跟她 谈论正事了 那是我进宫 听着皇后娘娘 话里话外那个意思 跟叶贵妃很是不目 所以你说我们 有没有理由怀疑 你当年中毒 也是叶贵妃动的手 你才来了几日 就能想到这些事情 何况那么多精灵之人 如何想不到 所以是不是她 不是 一眼就能被拆穿的行为 叶贵妃是不会做的 她不是那种 明面上就嚣张跋扈的性子 至少在人前 她总是温温和和 笑脸迎人的 是 那天还拉着我的手 哭了半天 细惊 她把手腕往前伸伸 露出外上戴着的那串珠子 你看看这是什么 江重华见她戴了好几日了 也知是那日从宫里回来 就开始戴的 她一直以为是皇后给的 看起来十分名贵 但眼下月斑斑这样问了 她便知 事情怕不是她想的那么简单 谁给的 细巾给的 说与我投缘 直接就套我手腕子上了 这玩意看起来很值钱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 这里蝙儿是包着馅的 外表看上去没什么 但是珠子只要一砸开 就能看到 摄香粉夹在珠子心耳里 江重华 她这是防着你 怕你有后 那你还日日待着 赶紧摘下来 没事 还不找我 你害不了你 我心里有数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认了怪可惜的 得想个办法让她变现 变现是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钱 她一脸贼兮兮的模样 江重华有点担心 可不能出去坑蒙拐骗啊 你看我像坑蒙拐骗的人吗 再说我也不想出去 我跟外头有病 你们家的府门对我来说就是个结界 别说出去了 我靠近都不太靠近她半步的 不是我家 是我们家 哦 我们家 那你想怎么把这珠子变成起 等着 我给你演 昨日你跟我说 叶家的小夫人怀孕了 三日后又恰巧是她生辰 叶府要为她办一次生辰宴 庆祝双喜临门 昨儿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你都要睡着了 这冷不丁的提起来是什么意思 我想过了 拳公公您说的对 我不能总是在家里躺着 我得上镜 我得出去应酬 我得有个黎王妃的样子 得去跟经理人多见见面 发扬黎王府 这是我迎进的义务 王妃终于想开了 想开了就好 想开了日子就有叛同 所以过些日子叶府的生辰宴 我是得去的 只是我手头没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想来想去 就只有这个手串最值钱 她一边说 一边把腕上的射箱串摘了下来 在德权眼前晃了晃了 把德权晃了直迷户 为什么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似乎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这手串是贵妃娘娘送的 那日贵妃娘娘见着我 说了很多贴心的话 说到动情是还哭了 我觉得在这种场合下送给我的东西 一定是非常非常值钱的 公公也知道 我娘家全员没什么良心 我那些嫁妆箱子有一多半都是空的 剩下的也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充数 所以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当礼物 妻殿下一天到晚如若不能自领 她也没经历操心这种事 女人的事吗 就要女人自己解决 所以我决定把这串珠子送给叶府的小夫人 你是我对她的孤行和重视 叶家是贵妃娘娘的娘家 我想 叶家的小夫人得到一件贵妃娘娘用过的物件 也一定会很高兴很高兴的 会一直戴着的 公公记得再替我背套新衣裳 生成烟那日我得穿 她说完这些 转身回房 就留下了在深秋的冷房 瑟瑟发抖的德权 这架势 看着不像是驱鹤喜 等着瞧吧 在叶府寿宴之前 叶贵妃肯定会派人来把这珠子要回去 但她又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不能直接拿走 总得再给点什么 江崇华觉得她的小王妃实在聪明 不但精通医术 脑瓜还够用 叶家人知道你这么厉害吗 我厉害吗 不不不 我不想厉害 我只想躺着 今天我还没躺着呢 她说完 直接爬到台上 说躺就躺 江崇华看着她爬自己的榻 爬得越来越利索 还趁她没在榻上 又多占了点地方 努力扩大自己的舒适圈 这一幕竟让她心中有些欣慰之序 她能确定她以前是不惜与女子接近的 所以离王府里 除了几位上了年纪的婆子以外 一个侍女都没有 但自从月斑斑入了府 好像就那么奇迹般的 把她这个毛病给治好 也不算治好 至少除了月斑斑以外的其他女子依然不行 离王府死气沉沉二十年 终于在这小姑娘进门的那一刻出现了生机 只是 三日后 你真的要去夜府吗 跟你的人设不符啊 要不怎么办呢 自作孽不可活啊 今日午膳月斑斑是趴在榻上吃的 她说 一想到三日后要到夜府去 就心情不好 江崇华只好让德权把饭菜搁在一张小桌上 摆到榻前来 然后她听夜斑斑指挥 要吃什么菜 喝什么汤 一口一口地从到碗里 再一口口味它 奶娘吓得一直在边上跪着 念念叨叨着 小姐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 殿下 您要是实在看不过去 您就把他给打死吧 死了就能看出来 是什么玩意变的了 德权也想知道 这月斑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变的 她嫁到凌王祖 不是为了侍候七殿下吗 这怎么改成七殿下侍候她了 殿下这时候人的动作 欲发的嫌熟是怎么回事 月斑斑就这么趴着用完了午膳 江崇华开始捡她的事 德权看着看着 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再看一会儿 忽然就是机灵 天下可以自己吃饭了 还能在椅子上坐着 还能先把王妃给喂饱了 再自己慢慢吃 大白听得我这是做梦吗 太玄幻了 德权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不知道月斑斑会医术 更不知道月斑斑给江崇华味要扎针 于是她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冲洗成功了 这可真是太成功了 一个克星 给从小克到大的人来冲洗 莫名其妙就给冲好了 负负得正啊 她抓着奶明的手 激动地说 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们王妃 王妃能在乡下平安长大 你功不可没 今后离王府一定对你好 你是有功之人啊 下赏身时 月斑斑醒了 迷迷瞪瞪地爬下床她 去桌上找点心吃 江崇华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落到她的腰上 就觉得这姑娘的腰好像粗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眼镖 又过了一会儿 德权进来了 手里捧着几本书 递到月斑斑面前 什么个意思 你这是什么动静啊 月斑斑 你该不是 怀孕了吧 月斑斑 你该不是 怀孕了吧 老太监当时就哭了 一边哭一边哭了 江崇华 垂胸顿足 殿下 您可受苦了 生这么重的病孩 月家这孩子他没人性啊 江崇华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 月斑斑 不是不是 我没怀孕 我就是对书过敏 月 赶紧把书给我拿走 别让我看见 月 你说什么 你对书过敏 你怎么不对犯过敏 你的奶娘说 你在乡下十六年 没读过一天书 大字不是一个 可你现在是黎王妃 堂堂皇子正妃 不识字像话吗 不学习像话吗 不学习你怎么进步 大字不是一个 你好意思吗 全公公 确认学习天打雷劈啊 他不想学就不学吧 也不是所有王妃 都得是一个 殿下您不能这么 护着他 会害了他 那你将书放下 回头本王亲自教他 德权一想 这样也行 于是点点头 把书搁到月八翻面子 走了 我读给你听 好不好 读什么呀 我又不是真的不识字 我就是单纯的不想看而已 咱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看这些书干什么 再说 他起身 拿起那几本书 走到江崇华跟前 重重地放在你身上 你瞅瞅他拿过来的这些书 哪本是有利于我进步的 江崇华低头瞅了一眼 母猪的产后护理 这片鱼塘被我承包了 神医五脉无暗法 我的夫君柔弱 不能自理 四日一早 宫里蒙奴 德权进屋来禀报 这件事的时候 所纵强调了 来的人是选 那天在宫里 被你忽悠瘸的那位嬷嬷 亲自来了 腿脚还挺利索 叶贵妃的陪嫁嬷 姓张 可以说叶贵妃 是他从小带到大的 且不说主仆二人感情深厚不深厚 单说张嬷嬷在蓝台宫的地位 那确实是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 此番 他亲自来到离王府 一路跟着德权 到了江崇华住的院子 之所以没在前院 而进了那院 倒不是因为他没有礼貌 完全是因为月斑斑不想动他 见到月斑斑之后 他认认真真的 就月斑斑走了好几圈 比是自己腿脚很好 不过他没有先提这事 而是要把正经事办一办 上次离王妃进宫 我家贵妃娘娘一激动送错了东西 这几日忽然想起来 赶紧插老奴过来更换一下 王妃您看 那串手珠能不能还给老奴 位表补偿 这些都是给王妃的 他一挥手 身后跟着来的工人 端上来好几只盒子 每只盒子都当着月斑斑 里头有珠宝首饰 还有一盒子纯珍珠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工人捧着一套衣裳 从衣裳到鞋子 包括配套的头面 都是齐道 那日贵妃娘娘见王妃穿的是买现成的成衣 料子一般 心里就一直惦记 您走了之后 娘娘就特地命工理智衣局 专门为王妃您赶制出来了一套衣裳 今日让老奴一定带了出来 希望王妃能喜欢 月斑斑很喜欢 一串射箱中 换了这么多实在物件 她可太喜欢了 但她还是做出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反反复复抚摸那创珠子 没想到这东西与我的缘分还不到时日 哎 向来情深 那何缘浅啊 这一套一套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你养在乡下的士满京城都知道 这不要刻意地咬文嚼字的好不好 她走上前 一把军一串珠子紧不过来 东西换回来了 今日正事也就算完了 离王妃 接下来老奴要与你算一桩私事 区区小事 嬷嬷不用放在心上 再说上次你已经给过我一只金镯子了 我不能再要嬷嬷的东西了 不提金镯子 一提金镯子 张嬷嬷气得脸都绿了 当时就冲上去 要用她的手腕子 德权和奶娘一起扑送人鸷 德权拽着月斑斑赶紧躲 奶娘直接撒泼 抬手就给了张嬷嬷一个大逼都 张嬷嬷被打猛了 好不容易缓过来 再看看她奶娘 人就傻了 她这辈子不是在夜府当差 就是在宫里当差 勾心斗角见得多了 背地里害出人命的事也不是没干过 但即便是害命也都是闻着害 这种上来就给一个大逼都的玩法 她不熟了 但是奶娘熟 在乡下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因为月斑斑的原因 她在安怀老宅是经常被欺负 不但被月家的人欺负 还被外面的人欺负 一开始她也是放不开手脚 后来就练出来了 现在她都准备脱了鞋 拿鞋底子 抽张嬷嬷了 张嬷嬷脸都白了 跟着来的宫里一个个惊恐万分 奶娘奶娘 不要生气 不能跟病人生气 嬷嬷生了很重的病 她也是个可怜人 她什么病 你看她精精神神的 能有什么病 张嬷嬷一听这话 仿佛找到了知己 完全忘记了 知己刚给了自己一个大逼都 对 我精精神神的有什么病 我给你走几圈 你看看 不抹了 也不移上一下了 月斑斑你别想再给我下套 别想再蒙我了 我不可能再上你的当了 可是嬷嬷的腰怎么不直了呢 怕不是腿上的病症 转移到腰上了吧 张嬷嬷感觉熟悉的套路 她又来了 李智告诉她 这种时候就不能跟月斑斑说话 一说话就容易被套路进去 但最后冲动战胜了李智 她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我腰怎么就不直了 权公公你看 嬷嬷这腰是不是弯着的 德权熟练的配合 是弯了 不仔细瞅瞅不出来 但仔细一瞅 嗯 弯的 嬷嬷你别动啊 我给你指一下位置 你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疼 她伸出手 往张嬷嬷后腰上摸了一把 一枚小针扎了一下 张嬷嬷没什么感觉 就这里 嬷嬷试着左右晃动一下 看看这里是不是酸疼酸疼的 张嬷嬷莫名其妙就信了她的邪 真晃了晃 真相乱 你再用手摸摸 对 就这里 你摸 是不是扑起来一个包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给我按出来的 我按嬷嬷的时候 嬷嬷感觉到疼了吗 张嬷嬷摇头 确实没感觉到疼 你看 你都没有感觉到疼 说明我就是轻轻那么一摸 那怎么可能摸出包来 那我 我这是神 什么病 就是像我说的那样 腿上的冰症转移到腰上了 上次我跟你说腿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 这病发展得快 这才几天啊 就转移了 我请太医了呀 太医要是有用的话 七殿下的冰早就好了 那怎么办呢 王妃 你快说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死啊 哎 嬷嬷不信我 还冤枉我 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说多了招人伞 他一边说 一边撸那只金镯子 嬷嬷刚刚是想要回这只镯子吧 我给你撸下来 不要 我不要 你带着 一定好好带着 我这还有一只 给你 都给你 德泉眼瞅着张嬷嬷 又撸下来一只金镯子 塞到月斑斑手里 月斑斑半推半就的接了 他的嘴角抽了抽 默默地给月斑斑点了个赞 奶娘已然猛了 因为张嬷嬷不但给月斑斑拙子 甚至还冲着她这边赔了个笑脸 感谢老姐姐一巴掌打醒了我 要不然我还不自知呢 耽误了自己 也冤枉了王妃 身后宫女一脸猛地上前来搀扶她 有个宫女好奇 偷偷往她后腰上扶了一把 呀 这包怎么这么大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还能再抢救一下吗 哎呦 不行了 站不住 我这腰怎么说废就废了呢 快来人抬担架 快抬担架 你当时在宫里呢 要什么有什么 这里是黎王府 黎王府没有担架 那怎么办 咱们力气小 也扶不住嬷嬷啊 王妃 实在不行给老奴拆张床板子吧 嬷嬷也知道我跟七殿下是新婚 扶上床榻什么的都是新的 我给银子 王妃说多少我就给多少 这怎么好意思 快 快去掉一张最坚实的床板子拆下来 要抬嬷嬷的 可千万别整薄了 薄了容易把嬷嬷给摔着 德权小声嘟闹 厚得可贵啊 怎么也得几十两 一百两 请 一百两就一百两 德权立即喊人拆床去了 等到张嬷嬷躺在床板子充当的临时担架上 月斑斑握着她的手 嬷嬷别着急 回去跟太爷好好说 实在不行跌跌好处 他们会给嬷嬷仔细看的 王妃真是大善人 老奴谢谢王妃 快回去吧 看病要紧 宫女们赶紧抬着张嬷嬷走了 远远就听到张嬷嬷冲着月斑斑喊 好人一生平安 这一幕 江崇华透过半开的窗子 全都看在眼里了 他不理解 但是大为震惊 德权和奶娘琪琪看着月斑斑 也看着她手里的镯子和银子 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黎王府到底取进来个什么玩意 德权小声问他 他们集散伙似换走的那串珠子 到底是个什么 摄香珠啊 他们不想让七殿下有孩子 什么 不想让七殿下有孩子 德权一个没忍住 当时就叫了出来 月斑斑抬手往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然后两手插腰 趁着天空大喊道 你胡说什么 七殿下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他根本就不行 他拿什么有孩子 那孩子我自己做窝敷出来啊 我 德权拼命捂他嘴 你干什么干什么 疯了 这种家丑怎么能这么大声嚷嚷 就是要嚷出来让他们听见啊 听见了才好去说给他们的主子听 咱们离王府才能有安稳的日子可过 德权在这一瞬间 忽然觉得这位王妃可能跟他表面上看到的不一样 这人有内秀 皇宫里 清心殿 七灵卫把姜崇华披好的折子送了回来 老七这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七殿下近日身子似乎好了些 人也有力气 字可能就写得好了 他都能为王妃吃饭了 嗯 喂谁 喂王妃 别将那孩子病了 没病 没病为何要人喂着吃饭 王妃她可能是 呃 懒得 啊 说完这句懒得 七灵卫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故意诋毁岳斑斑 于是简直这些日子 与王府里的事 所有人的一眼见了 老皇帝起初听着 就觉得有意思 后来就认真了 再后来开始拿本记忆 七灵卫一看 这都开始做笔记了 要是说少了皇上也不能尽兴了 于是就把岳斑斑的一系列骚操作 全都给说了 高厚把张嬷嬷给忽悠吞换这件事也说了 说完还不忘了补上一句 嗯 据说这是第二回了 第一回是在兰台宫门口 给忽悠瘸了 又有一名麒麟为闪生而出 这段属下知道 属下来说 老皇帝感觉自己看了个小品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挣这么多儿子女儿里头 没有一个是随振 原本振都绝望了 没想到最后娶了个儿媳妇 倒是随了振 但是他自己混吃等死可以 可不能把老七给带骗了 朕还指望老七批折子 老皇帝看了一眼 桌上新落起来的折子 这儿可恋 太监福星日复一日地劝皇上 要上镜 老皇帝丝毫不为所动 有朝一日如果让朝臣们发现 这些年他们递上来的折子 都是七殿下批的 他们该有多伤心啊 这就好比需要个 文人默克的亲笔签名 好不容易要来了 当宝贝一样在家里供了多年 最后发现是书四老板带签的 什么心情 老皇帝翻了个白眼 也没说什么 主要这事他确实不占领 福星说的没错 这些年送来的折子 多半都是江崇华批的 那没办法 谁让他老呢 身为一个致力于摆烂躺平的皇帝 批折子这种事 当然是能推就推 就算是江崇华大婚之前病重那几日 他也是拿江崇华当借口 说自己因为儿子的病心烦意乱 实在没有心情批 朝臣们都表示可以理解 所以老七一定得好好的 这江山不能没有老七啊 行了 赶紧把这些给老七送去吧 至于是清签还是访签 那都不重要 躺着最重要 麒麟卫抱着折子走了 老皇帝揉入肚子 站着不如倒着 好吃不如饺子 福星啊 晚膳让御膳房包些饺子 朕想吃 啊 这不是刚用完午饭吗 皇上 您是真不怕七殿下 哪一天料挑子不干了 殿下那个身体 您不慌吗 老皇帝贼淡定 不慌啊 这么多年 哪年不闹两回病位 哪回真威了 再说 这不是冲起冲好了吗 啊 谁得天下谁操心吧 有这功夫还不如去 听听完抬宫的八卦 张嬷嬷被黎王妃给忽悠谈了 这事听着就有趣 有趣的张嬷嬷已经快把叶贵妃给气死了 她在自己屋里指着张嬷嬷大骂 她说什么 你信什么 那太医说你没事 你怎么不信呢 娘娘 不是老奴不信太医 问题黎王妃她说的对 太医这么多年都没着好妻殿下的病 可见他们的医术也就一般般 何况老奴这腰上的确有症状 确实鼓了个包啊 不信娘娘摸摸 叶贵妃真去摸了 包在哪吗 你让本宫摸什么 摸包啊 那么带一个包 娘娘摸不到吗 她一边说 一边伸手去摸自己的后腰 不对 包呢 没人知道包哪去了 明明在黎王府时有个包 这话忽然就不见了 包一不见 张嬷嬷就觉得自己这腰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试着从床板子上爬起来 也没有再感觉到疼痛 但她还是不敢大意 甚至学会了举一反三 这也不会又转移了吧 上次就是从腿上转移到了腰上 这回能转移到哪去呢 叶贵妃气得都快炸了 再瞅瞅那价值一百两银子的床板 更加热 那个月斑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一次两次的折腾张嬷嬷 真的是冲着张嬷嬷吗 当然不会 那是冲着她这个贵妃来的 还有那串射箱猪 月斑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才想送给叶家的小夫人 可能吗 她觉得不可能 那个七皇子看似一身重病 活不了几日 所有人都不会把她当成是竞争对手 但是她不敢 这些年朝臣呈上来的折子是谁批的 别人不知道她可知道 那上头的玉璃珠批 可不是皇上批的 而是老七批的 而之所以没有被人发现 是因为老七从小席字的字帖 是皇上亲笔写的 他们两个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字 除非他们自己招了 否则没有人会知道 一个没有竞争力的皇子 却已经在做等同于皇上的事情 如何能让她不急 去叫八殿下来一趟 就说本宫有事找她 八殿下江莫之 今年也是二十岁 跟江崇华同岁 当年叶贵妃这边努力生八殿下时 皇上来都没来 一直在锦绣宫守着 叶贵妃跟锦妃同日生子 但皇上所有的关注 都给了锦妃和锦妃生的孩子 锦妃当年是第一宠妃 因为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即使叶家手握重兵 是东福国的庞然大物 叶贵妃在锦妃面前 也会被衬得黯然伤身 当年皇上在锦妃生子之后 一连在锦绣宫守了三日 就坐在她边给锦妃讲故事 想到这个事就恨锦妃恨得牙痒痒 阿殿下就是在这时候来的 赶在叶贵妃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进门就挨了一顿听 整日就知道看些的贤书 写些的没用的画本子 一点都没有皇子的样 本宫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玩意 你还真当贤王的 贤是悠闲的贤 要不然呢 是哪个贤 叶贵妃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你少气本宫几腿 本宫就能多活些年头 能给你好好扑扑路 能不能扑一条不通往皇位的路 那玩意不是人干的事 阿我不是说父皇不是人的意思啊 叶贵妃刚上来的一口气又堵住了 两天后你小舅母半生辰宴 听说那月斑斑也去 你替本宫好好看看那个人 谁 月什么玩意 月斑斑 老七冲喜的那个王妃 七嫂啊 你不用叫得那么亲切 啊 母妃至于吗 七哥病病歪歪这么多年 就算一直活着身子也都熬废了 您总盯着她干什么 你不懂 你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如今宠卫未必 谁都有希望 你怎么就知道 你父皇不会把楚威给了老七呢 他爱给就给呗 反正我也不想要 你给我闭嘴 这么多年 叶家培养你是为了什么 总不能是为了让你在画本子界 扬名立万吧 你一句不想要 葬送的是多少人的辛苦你知道吗 每次都是这一套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我如果不努力 那些努力过的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对吧 母亲也是不会放过我的 对吧 唉 你是我儿子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距离叶府小夫人的生辰宴还有两天 因为月斑斑放话要代表离王府去赴宴 这事也不知道怎么就传了出去 今儿一早 叶府就派人送来了帖子 哎 其实叶贵妃并不是叶府的依仗 叶家真正厉害的是那位叶大老爷 那可是手握五十万大军的西关大将军啊 所以呢 所以叶家人一向眼高于顶 一般人他们完全不放在眼里 就说叶家这宴席 每年不是老夫人摆宴 就是大夫人摆宴 不是春日宴就是百花宴 一个接一个 可多呢 但是从来没有往离王府送过帖子 这还是头一回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德权总觉得他这个好好表现另有弹意 但事情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 反悔也来不及了 那咱们好好利用这两天 冲击一下 学点东西吧 所谓临阵摸枪不快也光 我总不能眼瞅着你上夜谱丢脸去 怎么又让我学东西 我就出去赴个宴 主角又不是我 有什么可学的 宾客就不需要礼仪吗 宾客之间互相说说话 人家说 我喜欢绣花 喜欢舞蹈 离王妃您平日里都做些什么 你怎么答 你说我喜欢睡觉 像话吗 不像话吗 反正你得学 你要是不学我就死给你看 为了不让德权去死 月斑斑决定勉为其难地学一下 今日先学异态 德权说他走路其实挺好的 就是有点不像女人 月斑斑认认真真学了小半个时辰 终于不负重望地把脚给挨了 脚挨了就不能站着 德权又给他开了坐着上的课 女工 月斑斑硬着头皮 又学了半个时辰 把手扎了 扎得死很 哗哗堂血 姜崇华有点心疼了 要不别学了 王妃没有这个天赋 德权不甘心 我们王妃总不能什么都不会吧 他把月斑斑带到大厨房 学到菜吧 月斑斑其实会做饭 前世一个人生活 怎么可能不会做饭 但他没用过大锅做饭呢 更没烧过火呀 成功地把厨房给点了 德权顶着一头烧焦的头发 看着月斑斑端出来的一盘黑乎乎的东西 阵阵绝望 月斑斑 要不你俩和离吧 这些王妃带不动啊 次日 德权重拾信息 又来督促月斑斑上进 今日咱们学点文子 咱们学茶道 这么大 咱们抛通板来决定今天学还是不学 是那种抛到正面就学 抛到背面就不学的玩法吗 不 是抛出去通板摔碎了就学 摔不碎就不学 嗯 最终月斑斑还是什么都没有学成 德权也没敢再劝了 因为江崇华说 其实王妃挺努力 本王已经交给他十字了 是吗 德权表示不信 江崇华就指着那日 他拿过来的其中一本书 嗯 你给他读一下书名念 母猪的产后护理 啊 这就是你找来的书 冤枉啊殿下 老奴我也不识字 我也不知道是这种书啊 得权走后 月斑斑觉得这福里问题太大了 权公公说过 书都是从你书房里拿来的 但是这种书怎么会出现在你的书房 难不成你对这个领域感兴趣 江崇华迎着他探究的目光 觉得现在活着比较重要 要是这姑娘认定 他对母猪的产后护理感兴趣 怕是当场就要收拾包袱跑路 他不想他跑路 当然不是 书房里的书被人换了 是什么人换了你的书 又为什么换你的书呢 无外乎是不想我书房里摆太有用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不想让你太有用 他喵得太准了 正堂堂皇子学女主的产后护理 这也太准了 是我这些年实在没有经历布景那些事情 让许多人钻了空间 你记住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埋怨自己 要学会责备他人 那样更有用吗 那样会比较痛快 到了要去夜府这天 江崇华坐在榻上 看着赖床不起的人 无奈地道 害时让你睡 你不睡 子时让你睡 你还不睡 后来到了城市 你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 我就想不明白有什么好盯的 你好看啊 江崇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让他无力反驳 要不就别去了 我叫人把礼送去 心意到了就行 反正黎王府从来也没有参加过 京中大的小小宴宴席 人们也习惯了 那可不行 说了句就一定得去 他起床洗漱换衣 德权叫了两个嬷嬷 进来给他梳头上桌 那二人的手劲 也不知道为何就那么大 月斑斑头发都被扯下来一大把 江崇华都看不下去了 阴沉着脸让他们下手轻一些 不是咱们手中 是王妃过于娇气 从前王妃适当姑娘的 没说过妇人的发迹 这冷不丁的把头发盘起来 可不就是要疼一疼的吗 两位嬷嬷给选的衣裳 是叶贵妃送来的那身华服 包括配套的首饰和鞋子 同时也不忘了 又数落一遍安忍佛服 说他们啥也不是 架状箱子就跟闹着玩似的 对此月斑斑表示赞同 并跟着这二位 一起把安远侯的酒精八道 都给骂了一遍 骂到最后两个嬷嬷 都有一点猛 得全听不下去了 惊喜两声吹醒他们 该走了 今日我陪你去 月斑斑眼中一转 摇头 她有自己的想法 今日多带些人吧 我第一次出门 人家都有丫鬟婆子的陪着 我身边就跟个老太监 现场上有些示弱啊 太监就太监 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那你想怎样 咱们府上没有丫鬟 要不把你奶娘带上 奶娘跟我一起在乡下 待了十六年 对金城这种大展面 早就陌生了 但就容易出错 就让这二位嬷嬷也跟着吧 往夜府去的公车上 那两位嬷嬷 开始给德全洗脑 我们早就说过 事后你主子 还得是咱们活怎么来 就算是宫里的娘娘 那最近生的也不是太监 而是宫女 就是 前些日子说什么 也不让我们事后王妃 今日怎么着 人家王妃主动点我们了 德全看看他俩 再看看在边上 转眼珠的月斑斑 怎么看都觉得 月斑斑没琢磨好事 我的确是需要嬷嬷们照顾 但我琢磨着 我身为丽王正妃 我身边的人 应该也是那种头脑灵光 说话半是力度的得力之人 二位嬷嬷 走 怎么说呢 似乎哪里不太对劲 嗯 我们哪里不对劲 这里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错了 总觉得二位嬷嬷 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愿是我看错了 可是我不会看错啊 德全放心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什么叫不太聪明 你说我们脑子不好 别看我们老了 但脑子肯定是好的 不信王妃考考我们 也考了吧 万一真被难住了 那场面多尴尬呀 不能 我们就敢打这个包票 如果我们真如王妃所说脑子不好 那这离王府我们也没脸再待下去了 工钱都可以不要 立即回去收拾包袱走人 既然两位嬷嬷这么有志气 那我就也做个干脆的人 咱们说考就考 听好啦 说树上几个红 地上一个红 一共有几个红 八个 一共八个 对 树上七个 地上一个 七加一等于八 没错 下回你出点难的 这也太简单了 错了 错了 德全也是一愣 树上几个红 骑马的骑 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骑 所以正确答案是两个 你这是犯规 怎么能叫犯规呢 如果你们没听清楚 你们可以在回答之前提出质疑 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就抢答了 你们连提出质疑这件事情都想不到 脑子真的好吗 这题不算 你再出一个 好 树上七七个红 地上一个红 一共几个红 两个 骑马的骑 一共两个 加一 还是错了 我说的是 树上骑七个红 地上一个红 一共八个 骑七个红 他是这么说的吗 好像 是这么说的 那就是耳朵有毛病 反正总有一个地方是有毛病的 全公公都听清了 确实听清楚了 两个嬷嬷有点慌了 我说你们有毛病 你们还不信 从前在我们乡下就有这样的人 一开始别人说他脑子可能有病 他不信 等后来真发现自己有问题时 一切都晚了 我这人心善 前些日子也是这样救了宫里那位嬷嬷 二位要是信我的话 就好好养病 要是不信 我也没办法了 两位嬷嬷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越看越害怕 越斑斑 一声声的叹气 看着他们感觉自己就快要死 当时就决定 这趟从涅府回去之后 立即离开林王府 想办法先把自己的脑子给看好 至于背后的主子 也别管背后的主子了 命都要没了 横树都是个死 只要跑得掉 说不定主子也找不到他们了 自己雇自己吧 两人不再说话 都在心里疯狂计划逃跑路线 得权控制着 想给越斑斑磕一个的冲动 心里算计着 离王府那些被安插进来的人 找这么整 不出时日 王妃都能把他们忽悠跑吧 不一会 叶府就到了 叶府到了 公车停下来时 两位嬷嬷对越斑斑小声说 多谢王妃大人大意 要不是有王妃 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脑子坏了 王妃放心 此番到叶府 咱们一定会照顾好王妃的 绝不负王妃诊病之恩 今日要是有那种不开眼的小表杂 给您添晦气 咱们一定把他们骂得七娘都不认识 要冷静啊 他们是小表杂我承认 但能到叶府来串门的肯定也都是 京城里有头有脸的小表杂 能不招惹不招惹得好 七殿下病重 咱们没那个实力 王妃说得对 我们就是脑子不好使 差点给王妃惹事了 不怕 会治好的 古仆四人下了公车 不出萌萌的所料 下面一群行点灾的公鸡 已经扑灭而来 快看快看 那就是给七殿下冲喜的王妃 岳家送到乡下的妻女 一个妻女而已 怎当子祭祀王妃料 妥妥的工具人啊 冲喜冲得差不多了 就没什么用了 你们说到时候会不会再把它还给岳家 那可就不是妻女 是妻妇了 胡说什么呢 七殿下才不会碰她 她就是被扔出来 也是个姑娘身 两位嬷默蠢蠢欲动 德权胳膊袖子都拎起来 结果被月斑拉住了 他们说他们的 我又不能少块肉 为什么要打架 你们不累吗 那你不生气吗 我不生气啊 这斑斑斑的声音提高了些 他们说的对啊 哪句错了 都没错嘛 那我为什么要生气 再说 冲喜和祭养这两件事 一件是皇上定的 一件是我父亲定的 调论也是跟着两位论 你们能找上我这来说到吗 是不是 我没别的意思哈 就是给大家提个意见 如果真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到皇上或是我父亲跟前提 我就是个被家族送来冲喜的气女 我说了不算 月斑斑一边说着 一边往前走去 您是谁家的小姐 您又是谁家的 还有这位头上扎个绿头花的 您说您扎个什么颜色的不好 非得扎个绿的 多会气啊 诶 这位夫人归心 这位夫人看着不像正气啊 诶 哎呀不用说了 人太多 说了是谁家的我也记不住 大家都是来参加圣辰宴的吧 那就别在这站着了 来来往里面请 里面请里面请 这时 就听府门口又有动静传来 有人大声说了句 月家的大小姐来了 啊 月千五也来了 身边不知道是谁应了她的话 月千五当然得来 她可是跟叶贵妃走得很近呢 每个月都要进宫一次两次的 就为了讨叶贵妃欢心 月斑斑听着不像嬷嬷的动静 天头瞅了一眼 见是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姑娘 一身黄绿红蓝都掺和在一起的衣裳 上后还缝了许多羽毛 跟个鸡毛胆子似的 谁允许你穿成这样的 我娘 她说花枝招展的才吸引人 说我已经十六了 不小了 绝对不能错过任何一个 让人注意到我的机会 趁早把自己嫁出去 才十六 就恨嫁啊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本事你别遭遭嫁了啊 你要相信我 我是被逼的 这时 月千五已经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很多人都去巴结月千五了 因为月千五在京城名园中的名号过于响亮 以至于许多人明明都极度疯了 却还是想跟月千五多少沾沾边 比求那些看月千五的目光 也能捎带地看他们一眼 月千五这人一向爱显摆 这么多人围着他的场面 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他微微一笑 时不时地说一句 你也很漂亮 你今日这件衣装很称肤色 夫人手怎的这样凉 要不要我的手炉借给你 哪有瘦 我平日里吃的也是很多的 看到了吗 这就是月家大小姐的魅力 不管是不是有竞争关系 大部分人见了她都控制不住的 想要与她亲近 唉 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你和我 谁 凭什么戴上我 柠檬树下只有你 没有我 说完 还不就冲着月千五走了过去 大姐姐也来了 随着这一声大姐见 月斑斑亲亲热热地 挽上了月千五的手臂 月千五被这一声大姐姐 叫得打了个机灵 其实说起来 她跟月斑斑并没有过什么实际接触 严格来讲 她连月斑斑长什么样子都没记住 好在身边丫鬟提醒了一句 她是二小姐 月千五深吸一口气 面上笑容未退 一亲热地硬道 二妹妹来得早呀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不就遇上大姐姐了 大姐姐身子好些了没有 我看没有我的血喝气色 也不错的样子 你是不是又喝别人的血了 要不然冰是怎么好的呢 姐 人血是什么味的 你给我说说呗 我还没喝过呢 月斑斑一顿输出 把月千五吓得都想去捂她的嘴 身边人也吓够呛 月千五喝人血 这是什么魔鬼操作 我没有 你别胡说 你们别听她的 我没有 月斑斑笑笑 也不再多说什么 大姐姐保重 人都像月千五看过去 眼神中不再像之前那样 仰视与巴结 而是带着惊恐 月千五疯狂狡辩 身边丫鬟也跟着一起解释 过了老半天 人们才明白 原来是月千五病了 用了点亲妹妹的血作药益 如果有朝一日二妹妹需要我做什么 我同样也会一不容辞的 别说 还真有一部分耳根子软的人 信了她的鬼话 又开始奉承 先前那个跟月斑斑说话的小姑娘 又蹭了过来 小声道 好像没什么用啊 你希望有什么用 我还以为你能把月千五拉下马 让她鸣声扫地 她在京中经营多年 怎么可能拼我几句话就倒台 那你整这一出干什么 纯恶心她 恶心她一顿我就高兴啊 可是你这样对月千五 不怕安允和报复吗 她可是把月千五当宝贝 我不说月千五 月家就不报复我了 他们不是从打我出生起 你就一直在报复我吗 既然怎么的都是被报复 那我为什么不能痛快痛快嘴 叶府开宴 男女分析 月斑斑带着一个德权 和两个嬷嬷也往内院走 那个一直跟她说话的小姑娘 就笑嘻嘻地陪在她身边 陪得月斑斑一愣一愣的 不是 你是谁家的 为啥我总拿你跟到呢 我这是户部尚书 我是家中嫡女 排行第三 我叫宁初冬 月斑斑 我知道你 从小被安远和我送走的 姨小姐 这事传遍了整个京城 都说你喝七殿下 但是没想到最后 你还嫁给了七殿下 竟然这场生辰宴 我原本不想来的 就那些人 我一个都看不上 但我娘非得让我来 我就只能来了 咱俩凑个半玩儿吧 反正也没有人愿意搭理你 会不会落磕 等等 户部尚书家的嫡女 你是看上四殿下那个 她想起来了 德权跟她提起过 京中女子的内卷 这位户部尚书家的嫡小姐 也在其中 听说隔三差五 就去给一飞跳舞 哄了一飞找不找北 没想到我的光辉事迹 都传到乡下去了 那倒没有 我是回京之后听说的 那你还听说什么了 没有什么了 就听人提了这么一嘴 不过你既然相中了四殿下 你娘为何还愁你的婚事 就是因为我相中了四殿下 她才愁的 四殿下哪有那么好嫁 京中看上四殿下的人 都能从皇宫排到城门口去 我算老几啊 四殿下人气这么高吗 高 实在是高 一飞娘娘不是挺喜欢你的 呵呵 一飞娘娘喜欢的人可多了去了 凌初冬连摇头带叹气了 整个月斑斑可好奇了 于是扭头小声问得全 四殿下到底是哪里出奇 可能是长得好 比七殿下还好 那没有 那不可能 那不能够 试问天底下除了锦妃娘娘 谁还能有咱们七殿下长得好 这话让令初冬听了去 月斑斑觉得 今日在这宴席上 能找着个伴也挺不容易的 不想因为这个事打净令初冬 于是赶紧找不 她对七殿下多少有点个人崇拜 你别往心里去 她说的没错啊 诶 这天底下的确是没有人 比七殿下长得好看啊 可惜七殿下身子不好 总感觉活不长久 要不然我一定改到锦绣宫跳舞去 诶 六啊 月斑斑跟令初冬二人找了个角落 狗在一起嗑瓜子 喝了一会儿月斑斑就发现 嗯 不但没人愿意搭理自己 似乎也没有人愿意搭理宁初冬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年宫宴大会儿 那包女的可能是喝多了 几番嘲笑我八戒一妃娘娘 我一生气就把他们肚子里的花花肠子都给说了出来 展开说说 比如说李家的大小姐也喜欢四殿下 但她自己不好意思说 她让她在宫中当侍卫的哥哥给一妃娘娘地址条儿 再比如说张家的二小姐看上了叶贵妃膝下的八殿下 我说你那时看上八殿下吗 你那时看上叶贵妃了 反正就这些事儿吧 我一个一个的都给她们点出来了 要丢脸也不能我自己丢 大家一起丢才是好姐妹 后来我娘把我嘴堵上了 那些被我说中的人又哭又闹 我心烦 直接掀了桌子 诶 师姐师姐 敢在公宴上掀桌子的 也是个人物啊 皇上没法你 没法啊 那场公宴闹腾到挺晚的 原本害时一过就要结束 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杀笔妃说要陪着皇上一起守罪 要过了子时再结束 我瞅着皇上都困了 正好借着我掀了桌子这个影子 她当场宣布公宴结束 退场的时候还蹭我下下 反正我没挨说 就是回家挨了顿打 我爹打人挺疼的 不远处 岳千五的茶言茶语又飘了过来 岳小姐你的琴棋书画学得都好 是不是天天在家练啊 平时学习是不是很用功 很刻苦啊 其实也没有啦 我一练琴手指就疼 总想偷懒少练一些 每天在家里就是逛逛园子 喂喂鱼 晚上早早的就睡了 绝不因为读书写字这些事熬夜 先生总说我不够努力 我母亲也总让我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哎怎么办呢 我就是不太喜欢学习 你这样都能学得正好啊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赋吧 真有这种天赋 呵呵 有个屁 只有在背地里王寺里努力 才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费力 那我们也努努力 你自己努力吧 我不努力了 我只想当个废柴 你为什么不努力 我为什么要努力 为了 哎 为了啥呢 为了嫁个好男人 娘的月斑斑已经嫁了好吧 月宁两人丝毫没有第一天相识的自觉 省略了装和假的过程 直接头挨头的凑在一起 一边嗑瓜子 一边聊八卦 那几个 比你还招风 谁嫁的 一个是立部尚书家的 一个是右相家的 还有一个父亲只是个六品小官儿 她还是个庶女 但平日里就愿意往高官家眷堆儿里凑合 装跟嫡女做朋友 那个呢 代理同事的那个 泽泽 什么颜色不好带非得带绿色 礼部左侍郎家的 也是庶女 审美有点问题 每次出席这种场合身上都带点绿 那可能绿色是她的新颐色 拉倒吧 哎 之所以把绿色相身上 是因为她爱慕九殿下 九殿下的名会里有一个绿字 九殿下名叫江绿晨 这同时给取的名字 听说是皇上 算了 但我没说 你再看那个人 嗯 她在瞪月千五 看到没 她眼珠子都快翻出去了 还真是啊 那是礼部尚书家的迪小姐 名叫蓝月灵 也是个有才艺的 跟月千五斗了多年 可惜都没斗过 明明什么都好 就是总比月千五差了那么一点 就为了这么一点 她拼命的追 听说都把自己累吐血了 何必呢 是啊 何必呢 他们都学什么 学的可多了 总体来说是分文化课 和专业课两方面 反正听说蓝小姐 每日卯食一到就起 害时莫才稀 从早到晚除了吃饭之外 全都在学习 可纵是这样 都赢不过月千五 所以我说 除了努力之外 天赋确实很重要 月斑斑想起 元主在老宅时 也经常能听到 关于月千五的传说 确实 除去月千五偷偷努力之外 跟天赋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她不愿意承认 谁家好人喝人血啊 对对 她一定是靠好人血 才这么厉害的 这属于是邪术了吧 蓝月灵可真倒霉 跟这种人叫上劲了 太卷了 这根本就是卷王啊 正想着 前方突然起了喧闹 打起来了 卷王终于看不下去 月千五那个 茶里茶气的样儿 动手了 月斑斑觉得这场面太刺激了 这可是古代啊 让古代小姑娘 在这样的场合直接动手 那月千五得招援烦到啥程度 她冲上去来跟着 嘴里喊着 别打我大姐姐 别打我大姐姐 手上却死死拽着月千五的胳膊 没让月千五动弹一下 蓝月灵这顿打的 可真是太过敏了 月千五气得哇哇叫 想要还手 却发现自己被人拽住 根本动弹不了 蓝月灵知道剑好就双 打了一会儿气也出得差不多了 就停手了 月斑斑一看她停手了 立即松开月千五 俩人趁月千五还没反应过 自己走 我瞅她那个样我就来气 倒不是输不起 问题她整个我都没怎么学 我天天早睡觉 我上课脱了 几个意思啊 意思就说我笨呗 卷不动就摆烂吧 输在半路总比输在中间压行 至少省了一顿跑 你也是输在半路的 不是 我是说在七跑线上的 那你能不能有点稚气 你们家的事全京城都知道 你遭的那些个罪都是月千五她娘那个小三害的 也不能这么说 主要原因还是男人的耳根子软 她软就是不行 但凡她硬 我都不能被送走 卷王觉得月斑斑一语双关 但她没有证据 原本两个人嗑瓜子 现在变成了三个人 卷王骂人是把好手 从坐下就一直在输出 把月千五从里到外都骂了一遍 偏偏月斑斑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慨 一千五 那是烦到了骨子里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三人很快就落到了一起 成为了一父一母的好姐妹 蓝月灵忽然在桌子下面踹了月斑峰一脚 斑斑 你怕事吗 不怕 那我就放心了 那人可能是找你的 月斑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红裙姑娘带着两个丫鬟 盛气凌人地往这边走过来 怎么就是找我的呢 我跟金城这些人素不相识的 是找你们的吧 找你的 左相家的大小姐唐飞燕 所有人都知道她姓一妻殿下 月斑斑懂了 情敌 情敌唐家大小姐跟个伙计似的就扑了过来 到了近前就瞪月斑斑 你就是给崇华哥哥冲喜的王妃 我问你 崇华哥哥近日病情如何 太医说度过了危险期 还能维持 那就好 唐飞燕红了红眼圈儿 那你就可以尽快从离王府里搬出来了 搬哪去 当然是搬回你自己家 难不成你还真当自己是离王妃了 你只不过是给崇华哥哥冲喜的工具而已 崇华哥哥病好了 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那她的病又是一直不好呢 你竟敢诅崇华哥哥 月斑斑你怎么这么恶毒 好 默默不干了 怎么能这样说我们王妃 这可是断出我们脑子有病的王妃啊 两人说话就要上前去替月斑斑讨公道 被德权给难了 讨什么公道啊 我怎么就不信月斑斑会吃亏呢 果然 月斑斑突然提高了音量 声音极大 全场都能听见的那种 你说什么 你让我将夫君让给你 嗯 你说你爱慕我夫君多年 你说你非我夫君不嫁 还说你就算将来嫁给了别人 心里也只有我夫君 天哪 那对你未来的夫君多不公平啊 谁还敢娶你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妻子心里想着别人啊 这不是给你未来的夫君戴绿帽子吗 哦 这一顿喊 直接把唐飞燕给喊猛了 她想辩解说她没有 但定初冬问了句 你敢说你不喜欢七殿下 唐飞燕不敢 不敢就得挺着 月斑斑委屈巴巴的控诉 很快就把唐家人给招来了 唐家人都快吓死了 喜欢七殿下是一回事 但这种事情说出口来又是另一回事 特别是什么未来夫君戴绿帽子这种话 这种场合这么多人 突然被说出来 那唐飞燕以后还要不要嫁人 唐家人想跟月斑斑掰头 别全上前一步 聪明的 就赶紧把你们家女儿给拽走 蠢人才留在这里 继续跟我家王妃争论 这事谁丢脸自己心里没数吗 唐家事项 那也是为吉人臣 全是滔天 从来都只有唐家人奚落别人的份 唐家嫡女甚少在人前摘这种跟头 不胡是肯定的 但怕月斑斑瞎含也是肯定的 唐家大夫人把唐飞燕拽走时 狠狠地动于月斑斑一眼 月斑斑吓得当场就呼到唐大夫人面前 口中不停叫着 我错了我错了 唐大夫人不要杀我 我是乡下来的 我不知道在京城这边王妃的地位这么低 我还以为我家相公是皇子 怎么着皇子也在朝臣之上呢 万万没想到跟左相大人比 皇子就是个屁 大夫人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这就把夫君皇给唐家大小姐 她一边收一边磕头 一下一下都磕出残影来了 唐大夫人当场实话 你起来 莫要胡说八道 我唐家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唐大夫人怒斥 这里去 月斑斑更害怕了 人们一夜奔奔 唐家确实太霸道了些 唐飞燕让月斑斑离开离王府也是事实 对啊 这坟命就是欺负月斑斑子想想回来的 还瞧不起人家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月斑斑好歹也是月家嫡女 何况如今还是离王妃 唐家整这一出 是既没把月家放在眼里 也没把离王府放在眼里 唏 小声点 让唐家听到可没我们的好果子吃 惹不起 唐大夫人听到这些话更生气了 邓月斑斑瞪得更狠了 月斑斑无所谓 反正你瞪我我就不起来 你不来扶我我也不起来 我就在这儿跪着 一边跪我一边说唐家比皇家厉害 你再不扶我 我就说这江山迟早都是唐家的 哎 就是吧 唐大夫人终于赶在江山一主之前 把月斑斑给扶起来了 也不敢扯没用的了 更不敢跟月斑斑较劲了 只能低声下气的说她错了 说唐飞燕错了 跟内宅小妾斗之斗勇也没这么内过 唐家人走远了 月斑斑重新坐了回来 拧出东往她额头下放 泽泽 磕得跟真事似的 合着一下也没粘着地 额头一点灰都没有 你这也是个本事 唐家记住你了 嗯嗯 记住就好 要是这还急不住 那我可就白喊了 不怕唐家报复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月斑斑又提高声音 来月连也乐于助纣为业 当即大声道 我问你 不怕唐家报复你吗 不怕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得罪了唐家 那我要是出两事 肯定就是唐家干的呀 唐大夫人白眼一番 好家伙 合着我们还得保护你 要不然你出了事 就赖到唐家头上了 随着唐飞燕的退场 嗯 很快又有人往这边走了过来 不要过于惊讶 毕竟爱慕七殿下的姑娘太多了 这种场面你早晚都要经历一番的 嗯 眼前走过来 这人穿着一身粉裙 两个丫鬟一边一个扶着 脸色有些苍白 整个人看起来病病歪歪的 走路都走不稳 这该不会是个碰瓷儿的吧 也会往这一躺 说你不把七殿下让给我 我就不起来了 我死给你看 嗯 你别害怕 嗯 我跟嚣张跋扈的唐飞燕走的不是一个路线 我是模仿派的 七殿下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七殿下什么病我也知什么病 月斑斑 你就可怜可怜我 让我去离王府跟七殿下一块病着吧 月斑斑挺同情他的 总这么病着也不行啊 要不我也给你找个人冲冲洗 嗯 你看 七殿下有人给冲洗 你如果也有人给冲洗 那是不是又跟七殿下多了一个共同点了 我仿派上心了 真把这事想进去了 那我等你 模仿派走后 很快又有情敌三号找上门来 嗯 一百万 离开七殿下 一百万 怎么 嫌少 嗯 月斑斑冲个模仿派招手 你快回来 这有人出一百万 你要往上加吗 还有唐家大小姐 你往上加吗 一时间 场面十分认为 也不知道谁说的 说离王妃的位置正在进行拍摄 起拍价一百万两白银 越来越多的人涌上前来 纷纷表示 我可以加价 那个紫衣姑娘 气得把所有人全骂了一顿 最后不知道被谁有拖的走 人们终于意识到来招惹月斑斑 那就是自取其辱 必须在月斑斑的一母三分地成了禁地 谁也不愿意靠近 但都在背地里咬牙切齿地骂月斑斑 无耻 你的上限是多少 就是卖亲殿下的上限 暂时没打算卖他 毕竟皇子嘛 还是挺管用的 你你现在的处境 有个王妃的名头傍身 还是挺好的 要不然容易被人给打死 彼此彼此 能在这种场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具 能要约千五的 你以为你比我强到哪去吗 林初冬觉得 跟他们两个人比起来 自己还算是保守一些的 这时 有一阵铃声响了起来 月斑斑条件反射一样的站起来 都是就要往前出 林初冬想你赶紧拽他 干什么去 可不先杀人啊 嗯 斑斑这才反应过来 不是食堂打饭时间到了 这特么的 整得跟饭铃似的 姚铃声响过之后 就有夜府的下人 来叫大家一步验厅 夜府的验厅有很多个 不是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用餐的 月斑斑瞅着面前这几道菜 嗯 小声问明初冬 意思是只能吃自己面前 这几个菜是不 别的菜也离得太远了 天上这种地方来是为了吃饭的 妙的 我是饿着肚子来的 正准备拿筷子 身后有人捅了他一下 是德权 错了 做错地方了 您是王妃 应该跟另外几位王妃坐到一起 他顺着德权手指的方向去看 果然看到一个小宴厅里 正坐着三位贵妇 其中一位身边还坐着个三四岁的小孩 他不想去 我坐这挺好的 不 你不好 德权生把他给拽走了 宁初冬和蓝月灵也没拦着 但三人约定好了以后藏聚 月斑斑极不情愿地被带到王妃那一席 然后德权开始给他介绍 他一一跟对方打招呼 季王妃 大皇子的正式夫人 也是第一个生下小皇孙的 在他身边坐着的那个就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孙 这会儿正抱着个什么东西在看 弟妹不用客气 你嫁进了皇家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尹王妃 二皇子的正式夫人 对对 往后咱们轴里之间多走动 在边上是楚王妃 三皇子的正式夫人 月斑斑想起江崇华跟他提起过 三皇子是叶贵妃生的 也就是说 这位楚王妃是叶贵妃的儿媳妇 与晋王妃真诚的热情和尹王妃圆滑的热情不同的是 这位楚王妃一点也不热情 他只是看了月斑斑一眼 然后点点头 高冷又有点丧气地说了声 坐吧 月斑斑想都没想就坐他身边了 楚王妃又看了他一眼 估计是没想到自己这态度他还能往自己身边坐 月斑斑其实也没想这么多 他只觉得楚王妃这头清静 离那个小孩儿远 他最怕哄小孩儿了 姐姐好 胡说什么 那是你婶婶 婶婶好 你是新婶婶吗 好久没有看到新婶婶了 婶婶你看起来好美啊 想跟婶婶贴贴 不是 现在三四岁的小孩子都能唠嗑了吗 不要呢 婶婶还没吃东西呢 让婶婶先吃点东西再陪你玩 那婶婶 看下安保吃的是什么 猜对了 有奖哦 反正不可能是低瓜 怎么可能给黄孙吃低瓜吗 小孩子吃那个东西不消化 恭喜婶婶 成功排除了正确答案 所以没有奖励了是吗 那安保就不能清婶婶了 婶婶的奖励没有了 这奖励不要也罢 颖王妃乐呵呵的也开始说话了 咱们都是自家人 不像别的院厅里一个人都长了八个心眼 一家人不用客气 咱们该吃吃该喝喝 吃饱了才是要紧事 吃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可实实在在的开始吃饭 禁王妃更多的时候是在管孩子 自己没怎么吃 颖王妃吃得最实在 嘴上都挂油了 楚王妃吃饭跟她的人一样高冷 一小口一小口吃 时不时的还挺里唤 嗯 这可能就是古代女子的个人素养吧 三弟妹你这是病 得治 我只是不饿 可是你随礼了啊 礼都随了为什么不多吃回来一些 多亏啊 这楚王妃跟叶府不是一家吗 还计较这个 然后就见楚王妃突然放开了 撸了袖子就开吃 好家伙 他刚想起来 他没送礼啊 这些吃得有点理亏 回头看了德权一眼 德权也有点心虚 其实也不是忘了 主要就是没想送 离王妃凭什么给叶府送 烦都烦不过来 再说 王妃也没提啊 岳斑斑觉得这事愿德权 德权觉得这事愿岳斑斑 于是俩人都能从心里太单了 饭吃得差不多了 有从外头回来的丫鬟 就讲其他厅的趣事 说起月经无所在的那个厅 每个人都要讲出一道菜的典故 输了的就要自罚一杯 不管是酒还是水 都行 去 得亏我爬得快 成了王妃了 要不然跟他们一桌出丑的就是我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啥也不会怨我 也怨不得你 你从小不在京中长大 自然在这些事情上就不擅长 岳斑斑觉得禁王妃这人还行 在不在京中长大的 谁没事去备菜的典故 岳斑斑又觉得 楚王妃这人也能处 后来四大衣小都吃饱了 禁王妃带着小皇孙去园子里逛逛 颖王妃要去换身衣裳 楚王妃就坐在那里 又恢复一脸膏了 看着颖王妃走远的背影说了句 换不换得有什么意思 又不找对象了 可惜了 小小年纪的 可惜我小小年纪就嫁人了 不是 可惜你小小年纪就不知道换衣裳 所以这衣裳到底该换还是不该换 有下人说 所有女宾都到梅园那边去了 以岳家大小姐和唐家大小姐为首的小姐们 正在那边坐视写字 十分热闹 楚王妃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不去 岳斑斑也不想去 她寄的饭后还有点心 没想再狗一狗吃两口 但是宁初冬和蓝月灵来找 她只能跟着一起走 临走还听到楚王妃丧丧的说 都走吧 都走了就清静了 与先前开袭不同的是 这边除了女宾 男宾们也在场 本以为是姐妹间的小把戏 没想到惹来这么多人围观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早知这样 我们就不张罗这个了 看的就是这个 你不用不好意思 这就是出风头给男人看的 园主在安花老宅时 也没少听人议论这位岳家大小姐 还得是老宅那边的人嘴读 直接就点名了 岳千五就是个爱出风头的小婊子 就像现在一样 这回知道我为什么反他们了吧 我平等地厌恶他们所有人 我怎么没把岳千五给挠死呢 一时间 两个人的人设在岳斑斑这里 展现得明明白白的 合计生残合计生残 帮人在眼前晃用 你还能心平气和的 喵子 那个岳千五他怎么那么招人烦啊 岳千五到底怎么你了 除了卷不动 你们还有别的恩怨吗 我不是说不起的人 但是岳千五那傻叉 他说他下次再比试时会让着我的 我用他让 这就是羞辱我 那真是得挠他 岳斑斑也觉得岳千五该挠 正想着 岳千五的声音传了过来 岳灵 我们上次就约了要比试一场 正好今日得闲 你要不要来写几个字 这一场不作诗 只比字 在你来之前 已经有人出好了题目 我们就写天道愁琴四个字 这一声邀请 鼻子把南岳灵给夭毛了 谁怕谁啊 南岳灵这个性格容易吃亏 气性太大了 容易被岳千五牵着鼻子走 也不必过于担心 在所有专页课里面 只有写字这一块 南岳灵是光认的比岳千五显得好的 那就更不对劲了 既然明知南岳灵字写得比自己好 岳千五为何要上赶着字取积罗 很快 南岳灵写完了 有下人上前将字拿起展示给众人 一时间 无论男兵女兵都对这符字赞不绝口 南岳灵真是绝了 这自恋的 得下多少功夫啊 我一向写字没有岳灵好看 此番又要丢丑了 去 岳千五走到桌案前 但就在笔要落到纸上时 他突然换手了 右手笔变成了左手笔 默如画般写下了天道酬勤四个字 不同于南岳灵的大气磅礴 他这四个字秀起灵动 小加碧玉 虽然让人感觉有点不适合这四个字的意思 但这种小加碧玉的劲 却能更好地衬播 岳千五温柔善良又娇滴滴的 而且比起大气磅礴 显得格外新鲜 左手还能写得这样好 这无意是加分的 南岳灵 气炸了 当场就要冲上去 撕个岳千五 魅宁朱冬和岳斑斑 一边一个拦住了 这么多夫人小姐看着呢 还有那么多南边 甚至有人还特地跟南边那边说起 南岳灵在开戏之前 就动手打了岳千五 还用爪子忙呢 这话让岳千五听见了 他匆匆摆手 做出很慌张的样子 不不不 不要这样说 没有的是 岳灵没有打我 那只是小姐妹之间的玩闹而已 我的额头也不是被他挠破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了一下 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太没素质了 岳大小姐你也下得去手 你是魔鬼吗 可怜岳大小姐如此娇弱的一个人 要遭这种罪 真是丧尽天良 这种女子谁敢娶回家 简直是家族耻辱 蓝月灵气的魂 对面飞了 当场就要冲出去 把他们都创死 冤有头债有主 一切都是岳千五那个傻比干的 不要扬极无辜 让他们骂两句掉不了肉 谁让他们都瞎 是人是口都分不清呢 创死他们不是唯一粗路 创死岳千五一个也是可以的 岳千五把这话听了进去 他其实很想像刚刚那样 再把岳斑斑拖下水 但是他不敢 他不想岳斑斑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更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喝人血 但耻辱还是要拿回来的 他憋屈了半天 整出来一句 二妹妹要不要也来写一写 你是在邀请我跟你笔字 是啊 不过二妹妹可能不会写字 毕竟你从小就被送离京城了 我是不会写字 但是没关系 可以陪你玩玩 我是不会写字 但是没关系 可以陪你玩玩 岳千五一愣 不会写 但是可以陪他玩玩 是什么意思 这还能玩出花来吗 我秀这一首左手字 就已经挺花的了 难不成岳斑斑 还能比我还花 事实证明 岳斑斑就是比他还花 你不是会左手写吗 我会双手同时写 哎 就是玩 妙的 跟谁没上过兴趣班似的 也不打经打经 钱是哪个好学生 不是补课堆出来的 听到酬情 四个大字在人们 还没反应过来钱就写好 两只手又手一只笔 一边用了跟蓝月灵一样的豪迈风格 一边用了跟月千五一样的捐秀风格 这两个风格在同一时间出自同一人的笔下 秀得在场看客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还带这么玩的 现在是在比谁手多吗 这两只手都用上了 月千五怎么赢 要不月千五你把鞋脱了吧 你用脚鞋 有人没忍住 叫出了声 月千五的眼圈一下就红了 你可别哭了 动不动就红眼圈 给谁看呢 赶紧的认输吧 斑斑要大气有大气 要秀气有秀气 你拿什么笔 月千五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与羞辱 但比起这些来 她更奇怪 月斑斑为何会写出这么好的字来 二妹妹是在安淮那边习过字吗 自然是学过的 我乃安怨侯府正儿八经的婢女 我母亲是安怨侯发妻 即便我被送回老宅养着 父亲也不会疏于对我的教导 从我三岁起 父亲就为我请了启蒙师傅 专门留在安怀教导我功课 那师父说 父亲给了重金 就是为了让他能长期留在安怀 一心一意教导我 直到我离开老宅回京 他才能离开 师父还说 我是京城后府敌女 我父亲对我寄予的厚望 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 要不负父亲的期望与培养 要撑起后府的一片天 怎么可能 大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就不可能了 你是想说父亲是那种狠心抛弃 亲生女儿在乡下滋生自灭的冷血无情之人 你是在骂父亲不亲发亲 不爱嫡女 连说都不给嫡女读的混蛋 那才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个有脑子的人都干不出来这种事 毕竟我不行丢的是安怨侯服的脸 他还会被人戳几两股说不会教导女儿 月前五听的一愣一愣的 他还没法法驳了 这意思是 如果我说这件事情是假的 那就是当着重能的面说 父亲是个混蛋 可是 父亲真的会这样做吗 大姐姐 我们的父亲是一位重情义的人 虽然我母亲早逝 但他是发妻 发妻跟借抬起位的后来者那是不一样的 无论到什么时候 哪怕是父亲百年之后 能与之和观的人也只有我母亲一个 所以父亲怎么可能会放任我不管 这十几年他瞒着所有人用心地教导我 就是出于他心里对我母亲的爱和怀念 以及对我这个嫡女的看重 他还托师傅对我说 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 只是家中 哎 很多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说的算的 没办法 就只能暂时委屈我 希望我不要恨他 我怎么会怪他呢 他是我的父亲呀 一番话说完 且不说在场其他人怎么想 反正月千五心态是崩了 同时他也很庆幸 今日他母亲有些不舒服 没来 要不然肯定也一起崩了 月千五开始怀疑他父亲 开始怀疑这些年经历的一切 可能都是假象 对哦 月斑斑才是安远侯府正经的嫡女 当冲那位大夫人嫁到月家 还是皇上赐的婚 这样的才是明媒正妻 才算得上真正的当家主母吧 切台妻卫这种 其实也就是自己家里给个正妻的名头 实际上跟正妻完全是两回事 月斑斑说的没错 这种连续嫌都算不上 将来都不配跟安远侯合葬的 那这么说来 其实月千五也算不上月家真正的嫡小姐 本来心态就崩了的月千五 这会儿是彻底的坚持不住了 屋的医生跑了 有跟他关系好的追上去哄 让各位见笑了 今日临场发挥是在仓促 没有好好准备 比也不是平时用惯的 写得不好 见笑了 大家可以把刚才发生的事都忘了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你是想让我们把你对月千五说的话给忘了吗 我是想让你们把我会写字的事情给忘了 不忘我怎么摆了 凌出东和蓝月灵 拉着月斑斑走远了些 又找了个地方嗑瓜子 平生最烦月千五的蓝月灵 当时就要拉着月斑斑带道子 说什么也要跟月斑斑成为义父义母的亲姐妹 令初冬比较含蓄 月斑斑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你要是个男人 我就不用去一飞娘娘面前自舞了 我直接给你跳 大可不必 不一会儿 去追月千五的那几个姑娘回来 逼回来就奔着月斑斑来 千五是你的姐姐 纵是月家有千错万错 你也不该把气撒在她身上 你如果文卫命运不公 你等连约后夫老去 跟千五来怎么紧儿啊 对 你快去给千五道歉 千五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蓝月 指鹿胳膊了 但月斑斑却拉了她一把 嗯 然后看着其中一个冲她发难的小姑娘 你这正脸 嘖嘖 嗯 不太对劲啊 又来了又来了 大忽悠又要开始了 这位大姐 你今年又二十五吗 月斑斑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今年才十四 十四岁 什么 竟然才十四岁 那为何看起来 竟像是二十七八的样子 你这张脸是生来就这么成熟的吗 你看你这皮肤 跟市井醉的小姑娘比 完全没有弹性啊 什么万一没弹性 皮肤有弹性是什么意思 但饶是她听不太懂 却也听得懂 月斑斑是说她长得显老 我没有 你捂起来是没有用的 总不能一辈子捂着是吧 只要手一放下来 你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你的皮肤状态老化严重 我信你看看你身边这两位 他们跟你是差不多年纪吗 你看看他们多水灵 只有你的皮肤差了 那二位本来也是来替月千五出气的 但这会儿听月斑斑夸自己 也莫名的觉得开心 虽然不能表现得太过 月斑斑还是在他们脸上 看出了几分得意 但眼前三个人送上门来 她只忽悠一个怎么够本 于是刚刚被夸的那两个 立即也被点名了 月斑斑指着其中一个人的手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她比脸够容易出卖女人的年龄 你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在一双手上都能体现得出来 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家闺秀 家中不可能让你们干粗活累活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手的状态不好 可能就是你们自己身体的原因 你们也知道 我打坐出声就被送到乡下养着了 不管我父亲是不是被弟弟请了先生教导我 在冥边上我都是要跟着老宅的下人 一起干粗活种活的 可是你们看我的手 能看出来我是在乡下干了十几年粗活的人吗 月斑斑的手细嫩白细 食指修长 但这并不是园主的手 园主的手那是真正干了十几年粗活的 粗糙没有光泽 甚至一手的洞窗 还有细纹 但那是以前了 他来了之后 种植园里有前世做好的护手霜 都是有要效的 我上两三次就好了 丝毫看不出从前的痕迹 这会儿眼前三人看到他的手 再想想他从前的生活 不由纷纷惊叹 那个被执手粗糙的姑娘 还把自己的手跟月斑斑的手对比了一下 怎么说呢 没有对比就没有双方 要说刚开始 他是不信月斑斑的话的 但这么一比不信不行了 他一信 那个被说显老的姑娘更着急了 剩下的一个没有被点名的 还有些理智 就为月斑斑 你还懂这些 我父亲偷偷给我请的师傅可不止一个 还有一位女师傅 专门教这些 女师傅还教会我一些美容养颜的配方 我自己调配出有针对性功效的花果茶 喝了之后对女人很有好 像皮肤老化 色斑暗纹什么的 都可以去除 月斑斑一套袖子 种植园里以前调配好的花果茶就拿了除 月斑斑当着众人的面 把那包花果茶给轻泡了 一时间果香四溢 人们闻着就好像只身于一片白果园 一时间无数种果香扑灭而来 一瞬间就让人沉醉了 越来越多的人往他这边集中过来 他瞅着聚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本着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的原则 月斑斑决定开把高冬局 他让人拿了更多的茶壶来 又拿了很多茶盏 很快的 所有人手里都接到了月斑斑冲泡的花果茶 花香和果香混在一起 那种味道惊人心肺 别是喝了 就是光闻着也能让人感觉到通体舒畅 神清气爽 月斑斑开始讲功效 从排毒养文 说到解毒去斑 从美白激素 说到让皮肤恢复弹性与光泽 又从滋润保持青春活力 说到促进心疼大泄 缘缓皮肤霜了 这不是比药还神奇了 大夫都不敢开这种方子 所以我不是大夫啊 那些大夫不会告诉你的事 我这里都有 我原本没想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的 但刚刚看到两位姑娘的状态实在不好 一时心软 大家不信没关系 我反正就是提一嘴 德权这个已经习惯了跟他打配合的人赶紧道 别啊王妃 这么好的东西大伙都品尝道理 如果不能再回家 那得多遗憾啊 可是这东西原本就不多 有很多药材还是京城买不到的 我们老家那边也愈发的稀少了 再说 大家也不信服这个的 嘿嘿 好像 真有点用 初冬你看我这脸 是不是比刚才滑溜了 原本净早出门时脸上起了个洞 但这会儿摸起来好像是没了 说完又去看那个最先被忽悠的姑娘 你这皮肤看起来也比先前好了一些 红润了 你们看这里 刚刚还有一道闻的 现在是不是没了 好神奇 好像是比之前好了 人也显得好看了 死伏有些太行了 那小姑娘被忽悠的都快找不着北 当场就决定一定要拥有月斑斑的神仙茶 你卖给我吧 我买 我也买 别管有没有她说的那些个功效 至少这玩意好喝呀 就这一小盏 我一直在回味 这味道是以前从来没尝到过的 对对 实在是太好喝了 就算什么用都没有 也比喝茶强 王妃 您就拿出来一些 卖给大家吧 都是家人们 苦了水也不能苦了家人们啊 家人们喝不到这么好喝的花果茶 心疼啊 哎 我本来没想拿出来的 但既然家人们都想要 我再不拿出来一些就不太好 咳咳 那这么的吧 我现有的也不多 都在黎王府放着 留着我自己喝的 那我就从我喝的里面分出一些给大家 我少喝点没关系 不能让家人们喝不着 他拿起桌上用油纸包好的小药包 这一包泡一壶 中途可以添两次水 可以添没问题的 我也不多要家人们银子 这一包就十两银子吧 这也太贵了吧 十两 嗯 王妃你疯了吧 那东西成本价都得十二两 你就卖十两 合着给他们东西 咱们黎王府还得倒搭二两银子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人们一听这话就着急了 人家黎王妃都说十两了 你怎么还给网上涨呢 不能涨 对 不能涨 说好十两就是十两 王妃 嗯 先给我来三十包 我喝一个月试试看 我要九十包 我喝三个月 别买了别买了 你们买一份我们赔一份 再这么下去 黎王府要赔光了 他就这么说 那帮人买的没有凶 不带女客吗 男客也忙 月斑斑哀声叹气的 一边记录 一边收钱 收一份钱念叨一句 又赔了 收一份钱又念叨一句 全公公要骂死我了 因为是御寿 东西都在黎王府了 所以这会儿只进名收银票 东西回头去黎王府里 夜府那位主角小夫人都看傻了 今日是他的生辰宴 原本所有的光芒 都应该集中到他那里 却没想到 被月斑斑抢了风头 原本他挺不高兴的 但这会儿 见那花果茶卖得实在 就也顾不上不高兴了 赶紧跟下人耳语几句 然后下人就跑到了亭子那边 毕竟是东道主 也不好说不见 我家小夫人让我问问王妃 这种花果茶孕妇能不能喝啊 能啊 能喝 替夜府小夫人问的是吧 你跟他说 他今日生辰 我这饭都吃了 你还没送呢 这么着 今日他不管买多少 我都给他打个八折 就算我送你了 夜家小夫人听到这话 差点没气迷糊了 好家伙 饭都吃了 你还没送 这月半半脸咋这么大呢 他如今是黎王妃 他进门时不给雨 咱府上下人也不好意思拦着硬管他要 好在今日他能给夫人打八折 要不咱们就都买点吧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夜小夫人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但又觉得哪里都对劲 确实 打八折的优惠只有一次 买少了不划算 问问他这东西能存放多久 给我照着最长存放十日去买 于是夜府小夫人成了全场的宝宝宝丢 一口气满了三年的 他乐呵呵的觉得月斑斑是他最好的朋友 还亲自去给月斑斑又送了写字的纸 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东西 王妃一定想着我 一定一定 小夫人生辰快乐呀 离王府的公车里 月斑斑抱着银票窝在一个角落数着玩 德权看他这个样就生气 别数了 可这真是一辈子没见过钱啊 月斑斑你居然识字 你还会写字 所以在王府里你是逗我玩呢 太生气了 我这几日做梦都是母猪的产货护理呀 太吓人了 不是说了吗 让你们把这件事都忘了 那忘得了吗 通过这一日 瞧出自己跟正常人的差距了吗 瞧出来了 那之后呢 你们打算怎么办 王妃点出我们脑子有病 是我们的大恩人 要是在以前 我们肯定把这些事情 都以五一时的跟贵妃娘娘汇报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要是再出卖王妃 那我们还是人吗 你们能想到这一点 就说明脑子还有救 咱们王妃是真心为你们好的 你们懂得敢问不能用嘴懂 得用实际行动 知道吗 知道 老奴知道 咱们以后一定好好事后王妃 只要王妃不嫌弃 咱们治好了病之后 就回来给王妃当牛做马 一辈子对王妃好 再也不搭理贵妃娘娘了 你别不搭理 那样对你们也不好 咱们都是好人 哪能看着你们往火灯里跳 要是突然就不理贵妃娘娘了 那贵妃娘娘也不能放过你们 这样 以后该怎样就还挺大 贵妃那边你们该去还得去 但该说什么 就得多斟酌斟酌 至于你们的病 回头我请大夫给你们瞧瞧吧 两位嬷嬷又是轻音万谢 愈发觉得王妃这人真是太能处理 但回到黎王府 月斑斑抱着银票回了屋 跟江崇华一动炫耀 江崇华也是一愣一愣的 这一日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德权回想白天那一幕幕 其实也猛 他甚至觉得白天那会儿 自己可能是被什么东西给附体 要不怎么配合月斑斑 配合得那么溜 江崇华还等着他回话 毕竟月斑斑只顾着数银票 已经没工夫搭理他了 于是他只好猛猛地说 怎么说呢 经历了很多 但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经历过 反正人回来了 钱也回来了 至于其他人的死活 王妃说他管不着 老奴想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 那种不顾人死活的玩法吧 王妃他又内袖啊 那送你了吗 不算送 只不过是叶家小夫人 买我们的东西 给打了个八折 不过 王妃你确定哪些东西 咱们不理由 确定啊 德权觉得 真他喵得见鬼了 搁哪呢 不告诉你 到这边来走 你卖了什么东西给他们 这些银票 都是你这一日赚的 对啊 我利不利 利害 我们斑斑真是太厉害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利 不然也不等他的 更将今日之事 玩王总总给他说明定 确实厉害 德权批评我来着 一是说我许子 但却骗他说不识 二是觉得我今日在夜府 太嘚瑟了 你怎么想 不能说嘚瑟 只能说你做事有自己的 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冒手 之前你一直选择逃避 但却在入府第一天 就把整个离王府都逛了 也成功地发现了 其他势力安插进来 那么今日之事 我想你一定也有自己的安排 只是你能不能与我说一说 我觉得这场生成宴是迫不得已 一切都是那串射箱手串引起的 但我自认为与那贵妃娘娘 往日无冤即日无闯 就因为嫁给了你 她就这么害我 我不干 所以我设计让她自己 把猪子要了回去 但夜府也不得不去了 我就想 好不容易出去一趟 也不能白折腾 总得看到点什么 于是今日我不但看到了夜府 也看到了京东许多人 既然这些人 是我早晚都需要认识的 那我认为与其日后一个一个的认识 不如借着这个场合 一起都认识了更快一些 我的立场是 大家最好都能和目相处 让我能在离王府里 平平静静地过完这一生 但如果有人想要打破这份平击 那我也不能吃这个闷亏 我可以百辣 但我不能让人欺负这百辣 今日他们针对我了 那我就坑他们一笔银子 至于月牵舞和月佳 哼 就算他们不来招惹我 我也是要跟他们讨一讨 这16年的功道的 江崇华打从月斑斑入府第一日就看明白了 自己这位小王妃是个很有主意的姑娘 她其实很想让小姑娘 平平静静地过完这一生 但是很可惜 今日一场面府练习 就让小姑娘明白了 只要身在京城 人生就不可能风平浪静 她竟觉得有些对不住她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你我并未远方 外界看白 你入离王府 是为了给我冲死 你若是想要远离这些纷争 我可以与你合理 你放心 你我合理之后 我会给你一笔银子 再派人送你到一个你喜欢的地 至于月斑那边 我会请父皇母后为你等一点 将你的户籍从月斑牵出 你甚至可以改名换姓 远离京城 从今往后好好的过夜 这些 只要你提出 我都会满足你 她说的真诚 月斑斑心里却不太好受 还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扰了她心烦 她也说不上来 这种心烦是因何而起 明明将从华描绘的那种生活 是她向往的 但真要往那处去想 又觉得别别扭扭的很不舒服 她开始怄气 因为不知道不舒服的原因 找不到癥结在哪里 就只剩下怄气了 晚上 月斑斑一个人睡在外间 将从华靠坐在榻上往外间瞅 只能看到小姑娘一个背影 月斑斑 天凉了 你要不要过来睡 男女瘦瘦夫妻 我们是夫妻 我是冲洗的 不算 她便不再叫她了 只是看着身边空空的床口 忽然就有那么点的事 这一晚上 月斑斑没睡好 姜崇华也没睡好 但比她们更没睡好的 是安远侯和大夫人夏南嫣 月千五带回来的消息 差点没把夏南嫣给气炸了 夏南嫣当即拉了月千五 到老夫人屋里去庭里 事意涉及月千五 月老夫人也不好受了 千五可是她们月家 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 是月家的骄傲 是京中最聪明的贵蜜 于是当场就叫人把安远侯给叫过来训发了 安远侯月景荣 整个人都裂开了 这是什么鬼 我何时偷偷派人去教月斑斑本事 怎么双手写字 扯什么蛋呢 整个京城我也没听说还有人会双手写字 更别说还能同时写出两种字体 月斑斑是要上天 她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将疑问的目光投向了老夫人 侄子莫若母 老夫人明白 这件事情跟她儿子无关 月斑斑说的是假话 但夏南嫣到底是窃台七位 她这个人从骨子里就还是热衷于窃室的那一套 但别的不行 争风吃醋一个顶俩 虽然表面上说信了不是月景荣做的 但实际上心里还是怀疑 包括月千五也在怀疑 毕竟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 除了月景荣之外 没有人能做得到 月府长达十六年的和谋 就这样被月斑斑给宝货了 清晨 李王府 江崇华看着桌上的青州小菜 明日起 每日早膳也做些肉菜 或肉饼之类的 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 走几步都喘 吃肉菜干什么 不是我想吃 是想给你吃 你太瘦了 我瘦吗 正好 瘦点省一辆 不能多换你们李王府的银子 你 月斑斑你良心发现了 江崇华沉下脸 难得的呵斥得权 第一 你应该叫他王妃 第二 良心发现这种话 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特别是对着王妃说 你是王府老人 照顾本王多年 本王自然对你多几分敬重 但这并不代表 你可以不分尊卑 对本王的王妃如此无礼 德权 本王是在认真同你说话 你要记在心里 德权一击灵 赶紧到 老奴记下了 都是老奴的错 就依着本王说的 往后三餐都多做些婚事 行了 出去吧 德权是没大没小 但也没有恶意 平时我们斗嘴也习惯了 你今日抽的是什么风 不是抽风 是觉得不应该委屈你 不是都要把我送走了吗 还差这几只委不委屈的 我在乡下委屈了那么多年 早就习惯了 我亲爹都委屈我 何况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你我之间 只是萍水相逢吗 月斑斑 回答我 不然呢 不是萍水相逢又是什么 情深一重肯定是算不上的 毕竟也没认识多少时日 最多算是一个强行捆绑 皇上赐了婚 我不得不嫁 你也不得不娶 事实上你并不惜与女子接触 这些事我昨日在耶府也听说了 而我呢 我也没有打算十六岁就成亲 所以咱们这算孽缘 你在生我的气 没有 我生你气干什么 生得着吗 我又不瞎 看出来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 月斑斑心说我要是知道为什么就好了 她有些烦躁 干脆问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送我走 今天还是明天 送你去哪里 你不是说我们可以合理吗 她终于懂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 斑斑 我不是诚心想要把你送走 只是 怕委屈了你 我这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几年 但你的人生还很漫长 不该跟我在这府里耗着 何况惊中人心嫌恶 许多事情 我不能陪着你一起面对 就会担心你会不会吃亏 我吃亏 门内关紧 站在门外的德权 也把这话听见了 当时心里的想法也是 她吃亏 殿下是不是担心烦了 月斑斑怎么可能会吃亏 她不坑别人就烧高香了 德权最终还是没忍住 推门进了屋 殿下 我举报 王妃昨天还坑爹了呢 她不会吃亏的 月斑斑的坑爹行为 很怕被告报应了 因为安远侯来了 侯爷光临离王府 蓬毕 德权 回头叫人扫扫灰吧 你们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本王要你们何用 殿下说得极是 等安远侯走了 老奴隶急就着人打扫 月锦荣还没懂说话呢 这心里一对着气 江临华像如像样的咳了两声 刚刚心里不痛快的月锦荣 在听了这两声咳嗽之后 好受多了 对吗 其皇子是个病秧子 有今日没明日的 我跟一个将死之人计较什么 但是跟月斑斑 还是要计较计较了 之后江丛华不再说话 既不问月锦荣来干什么 也不寒暄 就好像屋里根本没他这么一号人 月斑斑也跟江丛华一样 甚至都不往他右边看一眼 月锦荣觉得这气氛中 透着一丝丝诡异 也不知道他是个鬼 还是那俩人是个鬼 是不是七皇子已经死了 月斑斑也跟着一起陪葬 这整个离王府就是个坟场 一脚踏进来就是阴间 想着想着 吻得就打了个哆嗦 在看月斑斑像个女流氓似的勾着眼睛看江丛华 他一发的觉得自己想的可能是对的 这个女儿邪性 打从乡下回来就很邪性 偏偏这时候 月斑斑还跟江丛华说了句 你有没有闻到这屋里有一股子奇怪的味道 好像是不太对劲 你说这是什么味呢 是人渣的味道 月锦荣不知道人渣什么意思 他以为就是活人变成了渣子 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 他再也受不了了 大喝一声 月斑斑 终于 月斑斑向他看了过去 只是勾起一边唇角的样子 怎么看都行 月侯直呼我大名 看来是一点都没将东福皇室放在心上 这里只我一人也就罢了 我不同你计较 泪气殿下也在吗 你这是在打谁的脸 微臣没有打谁脸的意思 只是想问问这个女儿 本侯何时请了师傅送去安怀教导他功课 江丛华看了他一会儿 又看向月斑斑 安远侯是不是病了 不然为何记性这么差 没听说安远侯病了 可能也不是记性差 是不想承认吧 其实没关系 父亲 这里是黎王府不是安远侯府 没有大夫人在您不必怕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本侯又在怕什么 自然是怕大夫人呀 父亲居内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打算我三岁起父亲就派人到安怀去指导我功课 所有的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 就是怕大夫人知道了会生气 会托你闹起来 我理解父亲 但也心疼父亲 他说着还抬手往眼睛上抹了一把 但却没有眼泪 你别抹了 这也太假了 你确定是本侯派去的人 月斑斑 听闻你会写双手字 想必定是有人指点过 但你又如何断定那人是本侯派去的 是那个人同你说的 父亲真是健忘 当初是您亲自去的安怀呀 就在我三岁那年 父亲想想 呃 哦 月锦荣想起来了 月斑斑三岁那年 他是去了一趟安怀 但不是为了月斑斑去的 而是去治理安怀一带的水灾 期间还真到老宅去过 可他从头到尾都没见这个孩子的面 但月斑斑却说得跟真事一样 那年我还想 但已经即逝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抱着我说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和我母亲 说你忘不了我母亲 奈何家中那个姨娘下世是个阴毒的 社稷送走了我 连带着害死了我母亲 说你只要一想到这个事就恨她 但是又不能跟她翻脸 因为她威胁你 如果不把我送走 就将我可欺垫下的事弄得满城皆知 到时候不信皇上不往心里去 不信皇后娘娘不恨你 唉 你说你也是无奈 你得保月家 所以只能舍了我 但你不会真正地放弃我 因为我是月家你唯一承认的嫡女 就算流落乡下 也要好好的教导 不辜负我那可怜的母亲 月斑斑的话说得月景龙都快信了 她甚至在分析自己 是不是真的忘了一些事情的可能性 毕竟月斑斑说得这么仔细 也不像是编的 这个表情也不像是编的 刚刚我对父亲态度不好 父亲别怪我 因为我觉得父亲对外不肯给我好脸色 我得配合着父亲把戏眼下去 不然大夫人又该跟你闹了 但后来我又觉得那样做不对 父亲对我那么好 我不能连生父亲都不叫 殿下你说对不对 十六年前本王四岁 确实在斑斑出生那一日病情加重 但是后来缓了过来 安远侯还进宫探望过本王 当时你说的那番话 本王也记得清清楚楚 月景龙惊出一身冷汗 他说什么了 月景龙觉得眼前这俩人好像有什么大病 要不怎么一个一个的就知道瞪眼说瞎话了 十六年前他确实进宫去看过江崇华 但他什么也没跟江崇华说呀 当时的江崇华只是个四岁的孩子 他能跟一个孩子说什么 可江崇华就一口咬定他说了 还把他当年的话 牛板牛眼的父说了出来 安远侯当时拉着本王的手 说你对不起本王 说你新出生的小女儿克了本王 请本王不要生那个孩子的气 他才出生 什么都不懂 安远侯说 你已经把那个孩子送回乡下老家养着去了 但是身为一个父亲 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孩子自此荒废一生 那样也对不住你的妻子 所以你希望本王能允许你带那个孩子再长大一些的时候 请个师父去安怀教导他 你说那是你发妻为你生的嫡女 无论家里是什么样子 你心里始终最在意这个女儿的 江崇华说的跟真事似的 本王当时也想不懂那些事情 什么刻不刻的 本王不在意 只是听你说起这件事 也觉得那个孩子实在渴 就点了头 答应了你的请求 你见本王点头 很高兴 连连给本王磕头 磕完头 你又请本王替你保守秘密 说不能让别人知道 特别是你们家那个姨娘下室 你好像挺怕她的 安远侯 这些事情本王都记得 你怎么就忘了 找人看看吧 别是脑子出了问题 记忆混乱 至于斑斑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当初你求到本王要保的这个女儿 没想到竟是本王日后的王妃 好了 安远侯 本王体力不支 实在说不动了 你回吧 他说完 坐式起身 德权和月斑斑赶紧去服 父亲一定请个大夫好好置之 您正直壮年 可不能就这么糊涂了啊 那还怎么为皇上分忧呀 至于家中大夫人 父亲让着他先 你脑子不好 玩心也玩不过他的 万一他哪天起了膽心在家 害父亲 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不能替父亲分忧 实在是心中有愧呢 父亲们走 月景荣在前堂站了好一会儿 那一行人走得都看不到影子了 他依然保持着公送的姿势 直到有下人进来跟他说话 安远侯你该走了 我们是不会留你拥舞山的 他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冷哼一声 表示谁稀罕你们的武帅 还不走 待他赖出离王府门坎 他又停了下来 回头仔细打量这座府邸 总有一种在看阴宅的感觉 这府里的王爷和王妃都太阴间了 他们刚才到底在说什么 为什么每一个字我都明白 但连在一期就不明白 还是说 我真的脑子有病 忘记了一些事情 月景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拼命地回想十六年前的事情 把月斑斑从出生到送走 前前后后都复盘了一遍 当年把月斑斑送走就完了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后续啊 我进宫也只是去探探口风 可没跟七皇子说过话 可是刚刚七皇子说的那番话 又不像是作假 毕竟七皇子这个人 怎么说呢 老天爷撒谎他都不会撒谎的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闹鬼了 还是我真的忘了 月景荣后背发扬 这事越覆盘 越觉得不对劲 此时此刻 他真希望是七皇子和月斑斑在撒谎 因为如果不是 那这事就太可怕了 侯爷慢点 侯爷小心 昨日王妃去夜府时 跟着一起走的嬷嬷 也是下台阶的时候办了一下 后来听说那嬷嬷脑子不好 似乎是生了什么病 对对 就是脑子不好 嬷嬷自己都承认了 全公共清早纳惠尔 还张罗着给请大夫呢 说是要好好制止 脑子的病可不是小事 哎 你说挺好个人 怎么得了这种病 谁知道呢 听说这种病一得上 恶化得很快 还会转移 严重的不出几个月人就没了 月景荣莫名地开始心慌 匆匆奔着月斑的马车群 只是上马车时 就让他不禁怀疑 是不是自己脑子真的不好 难道七皇子和月斑斑说的都是真的 身边随从见他神色不对劲 就问 侯爷要不要请个大夫到府上看看 你也觉得不对劲是不是 七殿下的话不像是作假 拿着本侯的鸣铁去请太医 快去请太医 就算老天爷撒谎 我们七殿下也是不会撒谎 所以王妃您反省反省 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七殿下变成了如今这副样子 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可能是你家殿下的隐藏基因觉醒了 我家殿下就是有隐藏基因也是优良基因 怎么可能 王家有什么优良基因 不都是勾心动脚上位的吗 这种事情许他生下救会 你别胡说八道 我家殿下天下第一好 你在内涵谁 你说只要胡说八道 严重这个人又干起来 江虫滑手撑着头 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 终于进了屋 德权扶着江虫滑坐下 歹娘就上前要扶月斑斑 我不用扶 我没病 你确定你真没病吗 没病怎么静说胡话呢 这么些年 安远侯啥时候派人教导过你啊 有些事你没看见 不代表他就没有发生 那些事我不管看没看见 他都不可能发生 我保证 我父亲是什么人啊 他可是安远侯 真要放任一个亲生的嫡女 在外头滋生滋灭 他不怕经理人戳他挤两股吗 那将来我要是因为没有文化出了丑 别人问我为什么如此丢人 我就说我爹傻也没交过我 那他不也跟着一起丢人吗 他怎么能干出让自己丢人的事 那你就说他派人交过你 不是我说的 是他真的派人交过我 不信你问七殿下 别问了 问就是交过 德权都要哭了 安远侯的确偷偷派人教导了斑斑 这一点本王非常确 殿下你变了 毁灭吧 累了 今日午膳有肉 很多肉 以至于德权在一边念叨 你爹都能派人教导你 怎么不能让岳家老宅的人 多给你做点好吃的呢 你瞧瞧你瘦的 还得离王府往回找 我爹是一个注重内在美的人 他不在意外表胖瘦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好好的殿下 活生生被你给带坏了 罢了 慢慢吃吧 他上外面阴谋去了 奶娘也在阴谋 表扬你 今日临场发会不错 谈谈感想 今日为何配合我做这一场戏 夫妻就该同心同德 既然咱们不合理 那就得把日子往好过 我病着 不能让你夫畅夫随 那就只能是夫畅夫随 我都可以 我不介意 谁说不合理的 我说的 不离了 凭什么你说的就算 那你想怎样 想要让我留下来 总得有些表现 要不然你说让我走我就走 你说让我留我就留 显得我多没面子 搞得这个家乡是你说的算一样 如何表现 美人计可不可以 你要是用美人计 那我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他叹着气 好像自己还吃亏了似的 但是手爪子却一点都不老实 伸出去就要往姜虫华脸上摸 直到快碰到他的脸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 一时间 场面有些尴尬 德泉端着汤往屋里送 一眼就看到月斑斑在调戏他家殿下 那手爪子都伸他家殿下脸上去了 正想呵斥几句 突然就听月斑斑说 请大哥人连饭都不会吃 吃的一嘴油还不知道擦 你是有病 但不是手有病 还抬手擦擦嘴这种小事 也要我来做 真以为我是你爹 都这时候 你还不忘凯宁呢 看什么看 说你说错了 一天到晚都不让人省心 我看你们离王府要找的 应该是奴才 不是王妃 德泉庆幸自己没逼逼 不然被骂的可能就是他 午膳过后 月斑斑开始记账 他跟德泉要了一些空账本 把昨天在夜府收上来的银票 一笔一笔都记在了上面 前世钻钱 要不要找个专门的盒子 收这些银票 可以找个带锁的 用不着 你给我找一间空屋子 啥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要不全公共 跟我们一起看看大夫吧 这脑子明显也不太够用啊 奶娘也觉得 这提她会 王妃就是想要一间空屋子 没住人的那种 德泉翻了个白眼 她还能不明白 空屋子是什么意思 她就是不明白 月斑斑要空屋子干啥 可是月斑斑很显然不想告诉她 只要空屋子 别管干啥 赵王妃吩咐去做 看到了吧 除了你们住的那个院 还有书房的这个院 再加上下人住的偏院 其余所有屋子都是空的 笑话 李王府别的没有 空屋子还能没有 她突然扶制心灵 你该不会是想问问府里 有没有别的女人住着 不好意思问有没有人住 就拐弯抹角地问有没有空屋子 你是不是有病啊 嗯 府里有没有女人住 我嫁进来的第一天就知道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就是要个空屋子 我要做点事情 你给我找一间大一点的 比我们要紧一些的 除了忽悠人 你还能干什么事情 德泉嘴里嘟囔着 行动上却已经把她 带到了相邻的院子里 难道没有 这院子其实是给你准备的 王府有王府的规矩 殿下住的地方是殿下住的地方 不代表王妃嫁进来 就能跟殿下同住 王妃有自己的院子 殿下想去 自然会去 殿下要是不想去 或是去别的什么侧妃屋里 你就只能在自己屋里闷声待着 但因为你是正妃 所以你的院子 离殿下住的地方还是挺近的 不过我们离王府比较特殊 谁让七殿下一直病着呢 就被你给钻了空子了 你想到这件事 德权依然觉得委屈 这家好好的殿下 就这么被月斑斑给拱了 想想就来气 月斑斑并流拱了 人家白菜的觉悟 她就问德权 是不是我入府了之后 你家殿下活过来了 德权不甘地哼了一声 也不再说什么了 你们在外头护着 一会儿我叫你们你们再见了 跟着来的两位嬷嬷就劝德权 一 要向王妃 二 不可以不尊重王妃 我就不该跟你俩去代夫 脑子有病 月斑斑要一间 空屋子自然有她的道理 在夜府把买花果茶的银子收了 存货还没给呢 说好三日交货 她必须得提前准备着 小姑娘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俯上万间的月亮胎记 下一秒 人在原地凭空消失 出现在了戒子种植园里 戒子种植园里 月斑斑任命地干起庄价活 其实花果茶存货 她种植园里还有很多 至少也能有个上千包 但这上千包还不够 昨天在夜府卖出去太多了 月斑斑任命地跑土 等种完了地 月斑斑抹了一把汗 她开始怀疑人生 这不是古炎宫廷宅斗文吗 怎么整成种田文了 院子里等着的几个人 被叫了进来 月斑斑指着放了一桌子的油纸包 搬到前院去吧 一包就是一份 一天的料 明天就会有人上门来取 对照我先前写好的账本 不要好数量给他们发放 记住了 如果有人没交钱 但却说自己已经交钱 或是有人交了一份钱 却说自己交了两份钱的 不用废话 直接送到官府 就说他们诈骗 德权和两位嬷嬷在家奶娘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你才是诈骗 这都是什么玩意 你确定这里头包着的 都是花果茶 黎王府里 真是物产丰富啊 可是这屋里 原本没有这些东西啊 晚膳之前 江崇华坐在房间里看书 月斑斑躺在软榻上吃水果 吃过新鲜的葡萄吗 硬食的 从未 但是有听说过 这种东西 从西域那边进贡而来 路途遥远 如果途快 就会颠簸 如果想要玩着 就要舍出去一大半烂掉的 听闻西域当地的葡萄 又大又牛 还很硬食 吃起来口感 比送到京城的要好很多 确实会好很多 其实想要吃到新鲜的葡萄 也不是非得等西域进贡 我们可以自己种的 自己种 怎么种 在哪种 在京城吗 就在黎王府里 就在我们的院子里 就可以种 而且我琢磨着 也不用等到夏天了 现在就可以去 订做葡萄架 赶在入冬之前 把种子撒下去 最多三个多月就能吃上了 江崇华愣愣地看着他 头一次开始怀疑 自己这个小王妃的精神状态 这该不是真让德群给说中 吃孩子脑子有什么问题 不像啊 斑斑 不要晦记忌 该治病 咱们还是得治病的 我没病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你的病是不是从小到大 都没有人能治好 确实如此 那除了太医 皇上应该也给你 寻过一些传说中的神医吧 也确实寻过 但都束手无策 所以在遇到我之前 你是等死的状态 连你自己都没想过 这病还能治好 对不对 对 但我就是把你给治好了 嘿嘿 你说气不气人 所以有些事 不是说在你认知范围之外 就都是不可能 都是错的 你不知道 不代表他不存在 你没见过 只能说明你没见识 见他还是摇头 月斑斑也很无奈 你不信我 不是不信你 只是这种事 像神仙做的事对吧 那你把我看成神仙就好 来吧 鼎鼎膜拜吧 江崇华看着小姑娘 眼睛亮晶晶的 说的话就像是神话 觉得甚是有趣 她竟真的站了起来 然后冲着月斑斑一一手 深思一里道 不知竟是仙子下界 多有冒犯 还望仙子墨与我等凡人一般见识 原谅则个 好说好说 你要干什么 种葡萄 还要打葡萄夹子 一会我画个图 你去找工匠照着我画的图来打葡萄夹子 所有尺寸数据都要严格按照我标注的来 不可以自由发挥 来年开春再动工就来得及吧 来不及 我着急吃 来年开春我就要坐夹子底下开吃了 你赶紧的 得全觉得他在做梦 但是姜崇华说了 不管是不是做梦 王妃说什么 他做什么 就对了 得全于是去叫人挖坑 姜崇华 你过来 你来分辨分辨 那几个人是你这边的还是被别人安插进来的 是被安插进来的 如此笃定 因为黎王府默认的规矩就是 外人干活 自己人享受 虽也不能说是完全享受 但脏活累活肯定也是不能自己动手做梦 那既然有这么个传统 我可就不客气了 姜崇华在心里默默地替那些人烧一炷香 在折腾人这方面 月斑斑是有一定经验的 但是在折腾之前 他得先知己知彼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月斑斑叫了两位嬷嬷进屋 打听了一下方知 这二位一位叫真嬷嬷 一位叫假嬷嬷 奇奇怪怪的CP又增加了 那三人你们认识吗 属于哪一派的 巧了 跟我们是一派的 都是叶贵妃手下的人 你们知道叶贵妃往离王府里安插了多少人吗 不是让你们背叛主子 主要是你们现在病了 没办法再替以前的主子做事 我不知道贵妃娘娘是什么样的人啊 但画本子里对于没用的奴才是怎么处理的 我还是听说过的 真假CP一哆嗦 瞬间就往身里多想历层 没用的奴才就失去了全部价值 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咱们决定了跟着王妃 那以后就是王妃的人了 王妃放心 关于以前的事 咱们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月斑斑点点头 对两人的坦白 给予了高度赞扬 除了贵妃娘娘 你们可知道还有什么人 往咱们府上塞人了 还有锦妃娘娘 全公共就是锦妃娘娘的人 这脑子是真不能要了 锦妃娘娘是七殿下的生母 她弄个人来照顾七殿下 不是很正常吗 真嬷嬷两眼含泪 开始悼念自己失去的脑子 贾嬷嬷觉得 她比真嬷嬷能稍微好一些 于是道 好像还有顺妃的人 管库房的那个婆子 就是顺妃那头的 虽然她自己不承认 但我以前在宫里见过她 绝对就是顺妃的人 顺妃是谁 顺妃是六殿下的生母 平日里看起来 不知声不知气的一个人 与事无争的 谁说什么她都点头同意 真没想到啊 她也能把手伸这么长 哪来的那么多不知声不知气 能在宫里混那么多年 还能平平安安生下一位皇子 就平平安安养化 谁都不是水牛的灯 王妃有什么打算 要把他们都赶出去吗 我只是个冲喜的王妃 那日在夜府你们也看到了 没人真把我当王妃看 我也没有另外几位嫂嫂的气势 凭我是赶不走这些人的 那怎么办 既然赶不走 就只能让他们容容我们 好好地在黎王府生活 谁也不明白 月斑斑这个好好生活指的是什么 但好在四日清晨就有答案了 第二天 月斑斑破天荒地 起得笔迹还早 她回头看了江虫华一眼 见他没有动态 以为这个时尚肯定是睡着的 于是贼兴起 赶紧伸手 往他脸上摸了几下 摸完脸 竟还觉得不过瘾 就往他前胸滑拉了几圈 江虫华差点没绷住 仿佛经历了一场酷刑 出了一后背的冷汗 太可怕了 这真是太可怕了 这一定是场噩梦 梦醒了就好了 哟 月斑斑你怎么起来这么早 江虫华放心了 一定是梦 因为他明明已经告诉过 德权要称王妃 现在德权还是对月斑斑直呼大名 那就只能是在梦里 德权还是听他的话的 这还早 鸡都快起了 赶紧的 咱们得操练起来 两人声音渐渐远了 江虫华入睡失败 不得不承认自己被月斑斑占了便宜的事实 随着月斑斑的早起 府里下人也都被叫了起来 理由是 王妃都起了 你们还好意思睡觉吗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人攻占了我们黎王府 原本府中是有人抵抗的 但是没抵抗得住 不管是家庭还是侍卫 在外敌面前就跟菜鸡似的 让人家一刀一个拳给嘎了 我在梦里就想 为什么我们府上的人都这么弱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连最基本的抵抗都抵不了 跟敌人刚打个照面就歇菜了 这也太离谱了 你们都是黎王府的骨干 黎王府的兴衰存亡少不了你们 你们强 我跟七殿下的性命就有保障 你们弱 那我跟七殿下还怎么活 我不图黎王府多兴盛 只求在有外敌来饭的时候 能把我和七殿下平安活下去 人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明白 她是什么意思 怎么的 做个梦还做出感慨来了 天还没亮就把我们都挖了起来 这跟挖坟有什么区别 愤死了 月斑斑你到底想干什么 月斑斑看了他一眼 真嬷嬷不等他开口 立即走上前 对着你脖子 啪啪就是两个大死动 怎么跟王妃说话呢 这是做奴才的 跟主子说话的态度吗 你疯了 凭什么打我 打的就是你 对主子不敬这就是大错 第一次是挨打 第二次就是赶出府门 连工钱都不给你劫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 而且我不认为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你要是不服 就去外头打听打听 去问问哪家王府的王妃 能允许你直呼大名的 不把你嘴删烂 那个婆子不敢说话了 她有点纳闷 这两个嬷嬷是不是吃错药了 她们不是一伙的吗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一个冲喜的王妃 她们不敬着我也正常 我不图自己怎么样 我只希望弃殿下能好好活着 哎 殿下的身子已经这样了 这辈子是没什么别的希望了 就连后代都 罢了不提这个 得给殿下留几分颜面 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殿下不行 你说的已经够多了 虽然弃殿下别的事情没指望了 但活下去这件事还是可以指望指望的 病治不好 但府上的安全总得保证好吧 总不能最后不是病嘎的 是被外敌给嘎了的 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只是想告诉各位 趁着我梦里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咱们必须得提早做好准备 该操练的就要操练起来 不怕遗忘 只怕万一嘛 黎王府的侍卫和下人们操练起来 今天的任务 是贴着外墙跑五十圈 不跑完不许吃饭 也不许睡觉 你们可以从天黑跑到天黑 这样就能接得上明日的五十圈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贫 那些不是被安插进来的下人 操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操练是走步 走最里面的那圈 走两圈就可以 等走完了 神清气爽 正好开始进行这一天的工作 跑步的基本都跑懵了 是为了还能好一些 那些小丝和婆子 一个个跑得半死不活的 不停地叫唤 一会儿我不行了 一会儿我要嘎了 泽泽 连跑几圈都跑不了 这身体素质还怎么伤口主子 这里可是王府 王府的下人那必须得是身强体壮 可现在这些压根儿不合格啊 默默你说这可怎么办 咱们离王府能养仙人吗 那肯定是不能的 这都没让他们干重活 也没让动脑筋 只是跑几圈就要跑嘎了 说明身体有病 离王府怎么能要有病的下人 万一过了病气给主子怎么办 这离王府的主子 还用别人过病气给他吗 他不过病气给别人就不错了 既然是有病的人 那就不能再留在王府了 会不会不太好 他们也是府里的老人了 谁让他们有病呢 哎 也对 我也是为了他们好 不能因为要事后我们就在病工作 那也太辛苦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能理解的 第一天操练 离王府末位淘汰六人 祁林卫把月斑斑的操作 说给了皇上听 听得皇上一愣一愣的 贵妃的人轻走了 顺妃的人也轻走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轻走 但是除了今日还有明日呢 只要离王妃坚持 离王府不出五日就能干干净净 就是府里一下子少了很多人手 肯定要再添心的 不知道离王府能不能守得住 好不容易得来的清净 要是再把有心之人放进去 那可就白折腾了 你猜 那月斑斑会不会迎来报复 不见得 毕竟无论是谁往离王府安插眼线 也不过是以防万一 这个万一是指万一七殿下的病情有好转 可如果七殿下一直不好起来 离王府其实安不安插人也没什么意义 至于离王妃 连她自己都说 即便她折腾出花来 只要七殿下的病不好 也没有人在意她 这个月斑斑可是越来越有意思 不信啊 你去安排安排 明日叫老七两口子进宫陪阵用膳 皇上的口谕传到离王府时 月斑斑和姜崇华正在用碗膳 姜崇华听说这个事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去看月斑斑 从来没想到七殿下居然是个七管言 这可是个新鲜事 我正复礼一堆事呢 七殿下指望不上 里里歪歪都得我自己张罗 我哪有功夫去跟皇上吃饭啊 王妃啊 这不是有没有功夫的事 皇上说的话就是圣意 圣意可不行为啊 可我还要盯着府里人跑步呢 要是不把他们给操练好了 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就怕有人冲进来把我们都给嘎了 那不如 老奴找几个人来帮王妃盯着 王妃放心 都是皇上身边得力之人 一定能替王妃把事办好 那我就去吧 福星松了口气 回宫了 晚沙后月斑斑 开始给德权和真假 CP下任务 最多三天 我要让这府里所有的眼线统统消失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傍晚 宫里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看呢 你爹的那些个女人 一个都不会放过你 所以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个表现的机会 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全方位 无死角的表现出来 要不我不去了吧 我怕我眼不好 你也不能总在府里待着 他们的人一个个的被赶走 本来就再探不到李王妃的情况 你要是不能做到是不是在他们眼前晃一晃 他们能放心吗 到时候再憋出什么更化的主意来 得不偿失 你听我的 明月穿一身白 脸上我给你化化妆 整一张大白脸出来 嘴唇也是没有靴子的那种 反正就是让他们看着你就是要嘎不活的 只有一口气吊着 这样的状态最好 至于腿脚 说着 他又开始往他大腿上摸 江崇华下一机灵 说话就说话 这怎么又上手了呢 哼 小气 像谁稀罕摸你似的 我就是怕明日再有太医倩倩的给你整脉检查什么的 你的腿线如今已经不浮肿了 行动也自如了 这万一被他们给检查出来 咱们不就穿帮了吗 那怎么办 脱裤子 怎么又脱裤子 这种裤型不是都结束了吗 这一套针扎了小半个时辰 扎完之后 江崇华的一双腿肉眼可见的浮肿起来 他欲哭无泪 许是今儿起的实在太早 月斑斑早早的就睡了 人依然是窝在江崇华的榻上 换地方那是不可能换的 反正就是江崇华的榻最好睡 他心安理得的睡下 反正他是王妃 合法的 他怕什么 而江崇华则睡不了了 因为月斑斑又把他的腿扎回去了 他现在挪动一下都费劲 他无奈开口喊得得全 才喊一声就闭了嘴 怕把月斑斑吵醒 再加上得全也是起早了 这会早都睡下 根本没在手边 他最后放弃了挣扎 如月斑斑一样 干脆摆烂 直接躺得下去 但他睡不着 月斑斑总动 一会唱一面 一会唱一面的 江崇华睡睡醒醒 后来干脆不睡了 那就互相伤害吧 昨天跑了一天的侍卫和下人 发现今日比昨天还早起了一个时辰 当时就气晕过去一个 晕过去的 直接淘汰 江崇华一阵 人差点没可晕过去 好不容易缓过来一些 这才到 今日的操练任务 是挖跳五十圈 双手背在身后 一蹲一起向前跳 不跳完五十圈 就都哪来的回到哪去吧 不是本王不留你 实在是王妃脾气大 本王在他手底下 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开始吧 天寒地冻的 本王也要回了 你看着他们 上午之前玩不成 都算不符合王妃的要求 你们的体魄练不上来 王妃做梦都不踏实 他不踏实 本王就不踏实 让本王多活些日子吧 德权带着真假 吸皮乌乌地开始哭 管他有没有眼泪的 哭就完了 月斑斑醒来时 江崇华已经在桌前坐着 等着他用早膳了 真假摸摸事后他洗漱 奶娘反倒是没有什么事做 干脆就在院子里做监工 不过就是在院子里挖两个坑 这几个人挖了两天还没挖完 他觉得他们在偷懒 一个时辰 最后给你们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内 如果还挖不完 那就说明 你们手脚不利索 身体有病 不适合再在黎王府做事 如今月斑斑那套 他也行了 挖两个坑挖三天 你们要不是残疾 就是有隐疾 平时看不出来 一做体力活就看出来了 什么 以后可以不做体力活 想得美 出来做事还挑活的 赶紧挖 说好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 挖不完就走人 挖完就去把今天和昨天的五十圈都补上 别以为在这里干活就能躲过去 我都给你们记着呢 第二次进皇宫 月斑斑已然轻车熟路了 往来行走的工人都忍不住好奇 偷偷看他 还有不少工人安心叹气的 甚至还有小工女在抹眼泪 月斑斑这会正在劝一个 哭得最惨的小工女 不至于不至于 七天下这个病是打小就有的 都这么多年了 你也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 再说 他这不是好好的吗 不过就是脸色白了点 两条腿没力气 人也有些半死不活的 其他的都挺好 走吧 我也是好心 咱们现在接一份善缘 将来等你到的那一天 也好多一个人给你哭离 江崇华揉揉太阳穴 一跳一跳的疼啊 今日用的是午膳 就设在皇后的长丘宫 他们到时 橙花早早就在长丘宫门口迎仗 哟 殿下这是怎么了 这不是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吗 殿下这个身体啊 也是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了 嗯 不瞒姑姑 要不是父皇叫我们进宫 其殿下这会儿还窝塌不起呢 根本起不来 前几日皇后娘娘还念叨 说不知道殿下身子好不好 没想到 我还没当要死的范儿上 是怎么一个个的见着我 都先哭一种 殿下明明气色红润 这月斑斑也不知道干什么 怎么像是一早上 就把殿下给炸干了身 德权简直不敢往身里想 毕竟他家殿下这个颜值 总让他觉得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称华把一行人让进长丘宫 今日锦妃也在 待看到江崇华 锦妃当时就掉眼泪了 没事 花儿这个病本来就是反反复复的 这会儿快入冬了 每年入冬之前 他都不太好 没事的 婷婷就过去了 七殿下炮风行 不如将殿门关起来吧 称华点点头 再瞅瞅屋里挤个下人 挥挥手 让他们也退 然后屋里就跟大便活人似的 刚刚还虚弱的需要两个人 同事搀扶才能站立的七皇子 这会儿一把甩开德权和月斑斑 送得上手三人行礼 儿子没事 娘娘放心 殿下没事 三人中唯有老皇帝最淡定 礼都没礼江崇华 只跟月斑斑道 一会儿喝点 喝点就喝点 今日约的是午膳 他们坐了没多一会儿 称华就说可以传善了 让众人一步验电 说话间 正殿的大门又被打开 原本自己做得好好的江崇华 突然又咳了两声 原本跟皇上说话说得好好的月斑斑 赶紧过去掺扶 本王这个身子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这个冬天 你要是死了 我可怎么活 我不想年轻轻轻就受光 传下去 七殿下不太好了 传下去 七殿下境外就要不吸饮料 不出一刻 关于七皇子的消息就在后宫传了开 什么 七皇子死在长丘宫了 什么 超度的法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什么 七皇子明日出病 什么 锦妃伤心过度也不行了 长丘宫宴殿 彼时月斑斑斑斤顺度已经开了第二坛酒 两人喝的都有点多 真跟你喝酒 你老愁震的妃子干什么 这孩子 你总愁本宫作甚 锦妃娘娘好看 我可太喜欢看锦妃娘娘了 跟锦妃长得差不多的 可就在你身边坐着呢 你何必舍尽求远 他不行 他不让我看 崇华 你为何不让斑斑看 你可是觉得斑斑不好 母妃做盛听月斑斑的果花 他看我看的还是 月斑斑这会儿笑得贼兮兮的 他看着就来气 终于称重人都不注意 在桌子底下 死死按住他的手 身子斜侧 唇凑到他耳边 语气不善 本王什么时候不让你看我 我让你脱裤子的时候 桌子底下的手握得更用力了些 喝 罢了 多不过他 干什么呢 你俩 鼓鼓丘丘的 喝酒喝酒 别承那些没用 哪来吧你 月斑斑抽回手 跟老皇帝喝酒去了 酒过了好几旬 两人明显都已经喝高了 老皇帝脸都红了 老公公跟儿媳妇喝酒 这叫什么事啊 老七这个病 你怎么看 我看不了 我不给他看 不是让你看病 只让你谈谈感想 感想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他这个样子 在我们乡下教兵教美人 我觉得挺好 忍着玩意 活着就行呗 管他是不是有病 还能喘气咱们就该知足 你说的没错 儿孙自有儿孙福 没有儿孙我想福 童童啊 你这个境界比正高啊 来来走一个 本宫让你住到黎王府 你后来为何又回来了 奴婢这不是被全公公给赶回来的吗 我家殿下身子弱 不禁折腾 我听人议论 说华儿他不行 不行 他怎么能不行呢 本宫还等着抱孙子呢 他凭什么不行 华儿你怎么就不行了 你是不是想让本宫无后 你不心疼你亲娘 总该心疼心疼你养母吧 你总不能生你的养你的一个 你都不放在心上 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嘎了吧 我也不想治这个病 听说你把贵妃身边的 陪嫁嬷嬷给收拾了 咋的 你心疼了 真心疼他干什么 一个婆子 贵妃 我说的是叶贵妃 那打狗不还得看主人吗 主人也不心疼 诶 那你问我干啥 就成好奇 那要不下次 我在忽悠他的时候 你过去看看 行啊 杀手 等有机会的吧 成 那朕等着 最好是在宫里 朕出去一趟特费劲 那么多人盯着呢 你要是在宫外表演 朕可能就看不到了 是不是是不是 我就说吧 当皇上有什么好的 对对对 谁爱当谁当去 朕真是够够的 来来 都在酒里 重华啊 你管管吧 本宫看这架势 再喝两杯 就要拜把子了 到时候 这个备粉会怎么论啊 各论各的 嗯 重华你跟我叫爹 我跟你叫妹粉 这顿饭吃到傍晚 散局的时候 天都黑了 江重华 其实跟你成为一家人也挺好 毕竟你长得这么好看 每天光是看到都会很开心 嘿嘿 他借着酒劲 抬起手往他脸上摸去 从眉毛开始 摸到眼睛 再一路向下 划过鼻梁 最后落在嘴唇上 可惜了 嗯 什么可惜 可惜病了快二十年 不太好用了 江重华秒懂 脸疼那一下就红了 我就不该对这姑娘抱有任何正经的幻想 她是不可能正经的 但什么叫不太好用了 我怎么就不好用了 好不好用的 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诶 我为医者 我当然知道 不过你若真想好用也不是不行 你求我 求我我就给你治 江重华眯起眼 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很好看 前世今生 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 除了景妃 那有本事你一辈子也别留置 诶 怎么可能一辈子不治 早晚都是要把你给治好的 江重华 那天我去叶府的生辰宴 有人给我一百万两 让我离开你 我拒绝了 哦 为何 因为我自己会赚钱啊 嘿嘿 我自己也可以赚银子 我为什么要他们的钱 就不因为点别的 嗯 呃 还因为我要是离开了离王府 可能就要回到岳家 虽然我对收拾那些人越越欲试 但还是不太想跟他们日日生活在一起 我在离王府混质等死挺好的 我不想再换个地方狗 累 我抓了好多银子 我可以养你 好 你养我 都退下了 咱们把王妃先抬到榻上去吧 不必 不必 有手在家里的奶娘 听了这话 赶紧上前 是不是今日王妃又做了错事 说了错话 殿下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家小姐以前在乡下不这样的 最近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 可能就是初回京城水土不服 过阵子就好了 她以前在乡下 是什么样的 以前在乡下 谁都能欺负她 那以后就不要再让别人气负她 次日 离王府的下人又少了一半 德权心情好极了 送早善都是心就堆进你了 月斑斑 这会儿正趴在榻上思考人生 昨天怎么能喝那么多酒呢 那酒多少度的 是不是假酒 头这么疼呢 你昨天夜里说梦话了 我说什么了 你说 脱裤子 梦里这么好放吗 并未 但是老奴听见了 听得清清楚楚 那一嗓子喊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遇着流氓了呢 何着不是你遇着流氓 是流氓遇着了你 月斑斑啊月斑斑 流氓遇着了你都得甘拜下风 你倒是说说 你到底把我们家殿下给怎么 我家殿下可是折仙一般的人物 折仙已经想动手打她了 那折仙家里有银子吗 咱们今天得解决一下银子的事 毕竟以后我会有更多的银子送进府来 如果账目不对我肯定不干 你去把账目拿来给我看看吧 得全点点头去找账本呢 府上少了许多人 我觉得饮食起居都受到了影响 事后一个人不但没事 还多了两个摸摸 但是他又觉得月斑斑说的话 通常都会有另外一层喊 于是配合地点了头 确实不太方便 比如说大厨房那头 少了个烧菜的厨子 后院少了挑水的和砍柴的 前院少了扫地的小厨 就连门房也缺了两个人 偌大的梨王府 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人怎么行呢 那要不再添些新人进来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咱们府上不养闲人 既然都是拿奉务的 那就让剩下的那些人分担一下 比如说那些暗卫们 完全可以把这些岗位给顶上 你说是不是 江崇华懂了 这几日操练的是侍卫和嘉丁 但没有折腾暗卫 可暗卫里边 也有几个不是自己人来着 王妃说得极是 月斑斑笑嘻嘻地起来洗漱吃饭 然后饭后捡桌子这件事 就换成了一名暗卫来做 实在是没有办法 陷入金府里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 若不是实在没有人用 我杀机也不能用你 这他妈也太蠢了 我如此高大上的职业 居然沦落到简晚 来时叶贵妃也没说 还有这项服务 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 工作吗 没有贵贱之分 我一向仪式同仁 在我眼里 你们做暗卫的 各府门口做门房的 那都是一样的 桌子脚那里 没擦干净 一会儿洗个干净点的 妈不再擦一遍 只会做一项工作的员工 不是好员工 同理只会蹲墙脚 趴屋顶的暗卫 他也不是好暗卫 一个人至少的一砖多能 如此才能适应 不断变换的工作环境 帝王府对于你们来说 就属于用人单位 不要以为你到了府里 就只做一项工作 那别的岗位缺人了 你不顶上 就会有其他人顶上 这一来二去的 你的价值不就被别人碾压了吗 同样开一份工钱 人家干两件事三件事 你就干一件事 那你说我们还怎么用你 暗卫都快被他洗脑了 一边擦桌子 一边在思考自己的实用价值 越想越觉得是挺不值的 毕竟除了趴屋顶 他真的没有别的事可做 有的时候趴着趴着 还趴睡着了 他觉得惭愧 擦桌子擦得更卖丽丽一些 而这时 德权也带着 李王府的账本回来了 咱们先说好 看是看 但看之前 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 毕竟你这个人 脾气不是很好 我实在是怕 你看完之后直接骂娘 没事没事 我怎么能骂娘呢 要骂也是骂爹 接过了账本 片刻之后 账本上面 除了仆人工钱 和一日三餐 以及王府维护的支出之外 其余的全都是花在了 姜崇华身上 所有支出 都是给七殿下用药 且用的全都是好药 但这个好药 越斑斑却看不懂了 什么五千年的人生 上万年的灵芝 这特朴的地球文明发展到这个潮大 真的有五千年甚至上万年吗 还有补品 那是什么规矩网上写什么 连特朴子和车都写上了 它不是入药的 他们说你生退人类的胎盘 姜崇华差点没吐了 德权野气够呛 但是同时也很无奈 账房那边也不知道是谁的人 老奴是图换过人 但是没成功 那时候殿下的身体一直不好 每天担心的最多的就是殿下 能不能活到明日 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事啊 王妃看看怎么办吧 这账肯定是假账没错了 但真账本在哪里 老奴也不知道 账上的大先生还在挖跳呢 我刚刚路过时看了一眼 脸通红 跟要爆炸了似的 如果殿下和王妃 努努力把他给累死 那可能账房就随便咱们翻了 账房是黎王府的账房 不是一个吓人的账房 他只是在账房里做事 不能把账房当家 所以不管他死不死 咱们都可以去账房翻一翻 月斑斑继续翻账本 从前到后 从一本到两本 怎么说呢 所有账本都在向他传达同一句话 别问 问就是我们都希望七殿下快点好起来 比起七殿下的身体 多花点银子算什么 所以如今府里不但没钱 还欠了外债 这个外债欠的也很有意思 有欠夜府的 有欠月府的 有欠银庄的 还有欠其他王府的 这属于被人偷家了 那王妃以为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 欠的外债有七殿下 亲自按手印的欠条吗 没有 没有算什么外债 你们这里欠钱 都不用人亲自画押的 是以王府的名义外借的 具体怎么弄的我也不清楚 王妃请一定记得 我是个太监 我只是个太监 我没上过学 没念过书 哪些事我不懂啊 月斑斑觉得 这里一定有漏洞可钻 借钱没有江崇华的手印 就是一个大坝根 反正没有证据的欠款 他是不会认的 今日预计能淘汰多少人 还能再淘汰三四个吧 有几名侍卫 确实是体能不错 一直在坚持 把那账房给我留着 真正的账本 可能不在府里 指不定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咱们得把账本找回来 离王府的钱 才不能稀里糊涂的没 什么人从中获了利 什么人中宝寺呢 咱们都得查清楚 至于丢失的银鸟 能找补就找补回来 不能的话我就再想想办法 这天半夜 月斑斑醒了 穿衣穿鞋 悄悄溜出了房间 江崇华一向浅眠 他一动弹 他就已经醒了 月斑斑起 他不意外 但穿戴整齐 还背个包袱 是几个意思 这是要离家出走 月斑斑出走 但他没离家 他就是趁着夜色 溜进了账房那院 别锁我命 别锁我命 我不是来锁命的 我是来找你要银子的 他睁开眼 就看到了一个 对他来说 比阎王还要恐怖的人 月斑斑 操练什么的 就是这个女人 想出来的妖蛾子 这是一个做梦 都可以折腾人的女人啊 你想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我要逃跑 逃跑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离开黎王府 哎 这个家实在是没法呆了 欠债太多 我怕还不上 再把我给卖了 那我多亏得慌啊 我是这么想的 趁现在我还没有陷得太深 我得赶紧跑 晚了怕是来不及了 但我手里没有银子 宫里娘娘们 给的那些 都让德权给没收了 我就想 你能不能支点银子给我 哦 王妃要逃跑 好事啊 只要月斑斑跑了 这府里就没有人折腾了 明天的五十圈 就不用跳了 不就是要盘上了 给就是了 哦 你能认清楚这一点 说明你是个聪明的人 这离王府 确实不是人呆的地方 早跑早超生 再待下去 真容易把自己搭理 要不是我的身器 在主子手里握着 我早就跑了 你也想跑 不能吧 你对七殿下那么好 你怎么可能想跑呢 啊 我对七殿下 好 好吗 好啊 从前府里买了那么多名贵药 才给七殿下治病 多半都是由你主张 可见这府里真正关心 七殿下的人就只有你了 我把这件事跟七殿下说了 七殿下很感动 啊 是是 咱们来府上做事的 自然一切都得为主子着想 要不是因为七殿下这个病 府里也不能欠那么多外债 能不能教教我 在没有主子按手印的前提下 外债是怎么欠下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这不是为了多学门手印 出去之后好谋生吗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娘家是指望不上的 我得自谋生路 账房先生想了想 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就跟他讲 主子的手印没什么用 主要是府里的惊喜 有了那个就作数 原来是个 原来七殿下的惊喜在你这呢 其实原本也不在 后来七殿下一次次病危 府里乱着呢 没有人管 就到我手里了 高明啊 不过你买的那些可真都是好东西 我全看见了 我还顺出来一些 说着 他开始翻包 账房眼睁睁看到 他从包袱里拿出了两个老身 三核灵芝 四核鹿绒 六核愿窝 还有一只连皮带毛的熊掌 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宝物 这些都是什么 你从哪里弄到手的 七殿下的私人窟房里 嗯 其实这些东西啊 有一部分是七殿下没手的用 还有一部分是府里下人不想给他用 都偷偷藏着呢 我车也偷了出来 先生真是个大好人 你放心 我就算跑了也不会忘了你 这些事我都写成了书信送进了宫里 分别给了皇后娘娘 警妃娘娘 还有贵妃娘娘 他们对七殿下都很好 特别是贵妃娘娘 上次见到我都哭了 他要是知道你对七殿下这么好 买了这么多好东西给七殿下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一定会奖赏你的 我什么时候买的这些东西 从来没买过呀 王妃为何说这些都是我买的 又为何要写信告诉宫里的娘娘 这个王妃是不是有病 你他妈搁拿整出来的这些东西 暂且不论 为什么要栽赃到我头上啊 栽赃也就罢了 你千儿千儿的跟宫里的娘娘说什么 居然还告诉了贵妃 贵妃要是误会我真的 给七殿下买了这些东西 我的命还要不要 我都问过全公公了 这些年七殿下病着 他没功夫管府里 账面上的事一直都是你负责的 连来瞧病的大副下的药方 也是你那边支银子 再派人去买药 全公公不识字 也不知道药方上都看了些什么 不过好在账本里都写着了 现在你面前的这些东西无一粒吧 全都在测 至于为何要告诉宫里的娘娘 我方才说了 是为了替你讨奖赏 怎么样 是不是很感动 不谢谢我吗 月斑斑歪头看他 一脸天真 账房先生却一下子就明白了月斑斑的真正意图 什么替他讨赏 他就是想要告诉贵妃娘娘 账房先生是向着七皇子的 这些年报的根本不是假账 而是真账 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都买回来了 如果月斑斑白天拿到的账本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这些年他做给叶贵妃的都是假的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他给到叶贵妃手里的账本 也是假的 他连走的黎王府的钱财 送了一部分到兰台宫里 但是还有一部分 甚至是一大部分的银子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你真的给贵妃娘娘送信了 已经送进宫里去了 对 让一名暗卫悄悄去送的 且确认贵妃娘娘已经收到了 不用太感动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帮助别人 助人为乐是一种优良的品德 我会一直保持下去的 行了 说了这么多 快点给我拿钱吧 我还得跑路呢 这些东西我得收起来 出去能卖个好价钱 这五千年的人生 一万年的灵芝当初的采购价我都记着呢 绝对不可以比那个价钱低 多谢先生把价钱写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我还容易被人骗呢 哎 要不你把那些账本也送给我吧 我照着账本卖 绝对不能亏 说一边往包袱里装 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了过来 死死抓住他的包袱 既然带来了 就别拿回去了 叫得真是太难听了 重来重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叫得跟花楼姑娘似的 恶不恶行啊 重来 第三次掉上去时 那人不敢叫得太大声了 试探的叫 啊 你跟谁啊呢 问谁啊 好好叫 王妃我知道错了 咱们有事说事 把这一项过了吧 既然在质量上达不了标 那就力争在数量上达标吧 上上下下一共给我掉五十次 马龙五十次咱们这项就算过了 帐房先生这辈子没这么无语 最后一次终于结束时 他去了 帐房先生很不甘心 原本以为月班班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三更半夜的 他想要杀人 简直不要太容易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丫头居然是个硬茬 宝媒得到手 他把自己搭理了 你怎么知道 我给贵妃娘娘的账也是假的 哼 这种把戏 我见的实在是太多了 说说吧 离王府那些银子 你都给倒到哪去了 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送到叶贵妃那里去 贵妃人有处置人的手段 不用我说你应该也明白 来自前是宫斗志的自信 只要王妃能放过我 让我干什么都行 擦灰的暗卫冷哼一声 在心底骂了就没骨气 手里的活却一点没放下 院子里一张浴室桌子 被他擦得正亮 你做多少假账 跟我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把那些搬过了银子 再还回来 那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人 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殿下饶了我吧 我知道错了 不是本王不帮你 而是如今府里有王妃做主 本王说的不算 嗯嗯 欠下的那些外债是怎么欠的 比如说岳府 当初真的给银子了 给了的 我们以七殿下买要钱不够为由头 找岳府借银子 当时用的理由是 七殿下是被岳家的孩子课病的 岳家不能不管 其他府里也是这个理由 差不多吧 只有岳府不是 岳府没给银子 那是笔空账 就是为了给黎王府加码的 啊 卧槽 公公消消气 三个选择 一个是把她交给官府 一个是把她交给贵妃 还有一个就是留下来 交给我 留下来 我选择留下来 留下来也行 那就留下来去给我屏障吧 不过这件事情是有期限的 一分外债给你一天时间 累积八天 你要是完不成 八天之后我就把你交给贵妃娘娘 账房觉得自己被算计了 位账怎么可能平得了 别说八天 八十天也是不可能的 七殿下 帮帮我 王妃 她年纪也不小了 要不这次 算了 你说什么 嗯 你再给我说一遍 姜崇华你良心是不是为了狗 我好心好意替你出气 好心好意找你丢失的银子 你现在替她求情 真是烦了你了 你把嘴给我闭上 求情的事也没人敢再提 略斑斑跟着一起进了屋 账房先生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王妃把王爷给骂晕了 王妃真的把王爷给骂晕了 别挣扎了 你是干不过王妃的 咱们王妃是有大智慧的人 我二人都心甘情愿干拜下风 你也是早晚的事 作为曾经的同伴 我劝你一句 早低头早享受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王妃这个人还是很讲理的 只要你认输 她就不吃人 安卫把她压下去了 送到了柴房 还留了人看着她 别失落 都是暂时的 八天之后 你就可以从这里出去 到贵妃娘娘身边享福去了 那不是享福 那是享年 享年五十一岁 屋里 月斑斑点评江崇华的演技 还是可圈可点的 求情的时候能做到真诚 生气的时候能看出来忍无可忍 特别是最后晕的那一下 跟真善事的 思破脸了也好 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不是瞎子 更不是傻子 从前只是没有精力顾及那些 现如今府里有王妃了 那账面上的事可不能再忙 就是可惜了以前那些银子 都被搬空了 想讨回来是不可能的 咦 为什么不可能 这还用问为什么 那被拿走的银子还能再还回来 能啊 凭什么不能 我的银子被人偷走了 我一不报警二不追头 怎么 我看起来很像那个大圆种吗 虽然偷东西是我嫁起来之前的事了 但是它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 家里有钱是什么日子 家里没钱又是什么日子 人家都是坐吃山空 我家里连山都没有了我吃什么 我坐哪 别的事情都可以含糊 钱的事绝对不可以 其实我还有些银子 不会亏着你 那也不行 你还有是你还有的 以前丢的是以前丢的 再说我们还背着债呢 欠一屁股饥荒 你有多少个还钱的 不过那些钱我是不会还的 那些外债一笔我也不认 特别是叶家 吃空想 他们是不是觉得你是傻子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一个两个的跑得倒是快 和着那账房先生作乱的事 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事吧 那两个婆子也是叶贵妃身边的人 他们原本是一样的 至于得权 身为离王府总管太监 连家都没看住 太好意思吗 说完猛地转过身 直勾勾地盯住江重华 这又是哪一处啊 你藏私房钱 没有 没藏 那你刚刚说你还有银子 哥哪呢 有多少 不是现银 是五哥在外面有些生意 算了我一份 每年有些红利 因为府里杂人过多 所以我一直都没支取出来 五哥是谁 五哥是皇后的儿子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养在皇后娘娘身边 多数时候都是五哥在照顾 连去国子学都是五哥带着我一起去 出来进去的 是他背着我 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人 那行吗 那回头你把那些银子 整理个账目给我 等我料理好账面上的事 就把那些钱挪回来 钱这种东西 还是放在自己手里比较放心 好 家里的事 你做主 黎王府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我可能不回来了 这是要去哪 我进宫一趟 上次跟父皇母后吃饭 没顾得上去蓝太宫 跟贵妃娘娘打声招呼 我觉得时隔多日不见 她应该要想我了 你确定 贵妃会想你 确定啊 上次见着我她都哭了 可见是多么的喜欢我 也是 我长得讨人喜欢 又是不争不抢的性子 她喜欢我也正常 真要进宫 真要进宫 去换个口味也行 记得进了宫先让人去长丘宫送个信 母后会给你准备晚膳 或者你也可以去锦绣宫吃 母妃那里的饭菜虽然清淡了些 但是味道还不错 我要在蓝太宫吃 我是去看贵妃娘娘的 可是蓝太宫不会留你吃饭 她留不留我是她的度量 能不能让她留我那是我的本事 江崇华拿她没有办法 将德权叫了进来 把这事说了一遍 然后吩咐道 不管在哪用膳 都去长丘宫送个信 让母后那边的称花 跟着往蓝太宫走一趟 看好了王妃 千万别让她在蓝太宫受了吻去 也不要留太举 用过了晚膳就回来 马上入冬了 宫门下要很早 咦 是我没说清楚吗 我的意思是 今晚都不要等我了 我不回来吃饭 也不回来睡觉 我就留在蓝太宫陪贵妃娘娘 你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今晚我要住在蓝太宫 你有病吧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那可是蓝太宫 是贵妃娘娘的寝宫 你跟人家熟嘛 你就去人家那连吃带睡的 熟啊 怎么不熟 上次不是见过了 自来熟是吧 不行 这事绝对不行 我决定的事 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何况这件事情 关乎我们家丢失的钱 我这个人就这样 什么事情都可以马虎 唯独在钱上 绝对不能马虎 我不进宫一趟 叶贵妃她就不知道 我文武双全 边下不拦着点儿吗 让她去吧 皇宫里 月斑斑合得全道士 远远就看到 春花站在蓝太宫门口 哦 春花姑姑这是叛变了 那是皇后娘娘的 陪嫁丫鬟 谁能策反得了她呀 人家站在那里 十有八九十在等着咱们呢 哎 你瞅瞅 进个宫多少人跟着你操心 哎 月斑斑不是空手来的 带了四样礼 但都是在街上零食买的 还是挑便宜的买的 为了凑齐四样 还买了几个肉包子 这会儿包子有些凉了 但还是能隐隐闻着肉啊 叶贵妃再见着月斑斑 心情十分复杂 叶府生辰宴上的是她听说了 知道这月斑斑 除了深藏不露之外 还坑了她弟妹一笔银子 坑银子是小 月锦荣偷偷教导她是大 万万没想到 月锦荣居然被地里干了这么一票买卖 把月斑斑给培养出来了 月锦荣这个老皮肤一心二用 她还肖想着七皇子这头 叶贵妃心里越想越气 但还是患上笑模样 斑斑能来看本宫 本宫真的非常高兴 是给本宫带的礼物吗 斑斑啊 本宫不在意这些虚物 你只要来了 心意就到了 她一边说 一边将东西打开 先看到了一匣子典型 就是街上卖的那种最普通的老实糕点 贼便宜 叶贵妃替她找理由 本宫好久没有吃到外面的东西了 正馋这一口 第二样是一包茶叶 但没有一叶是完整的 全是碎的 这种茶叶泡出来之后 那肯定是一颗就一口茶叶末子 她都不敢想 画面感太强了 第三样是一包糖果 里面总共也没有几块 第四样是六个大包子 一打开一股肉馅儿味儿 只有我们斑斑能把民间的食物 带到本宫面前来 本宫实在是太感动了 我已经许多年 没有吃过宫外的包子了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这包子拿去热一热 娘娘等着吃呢 叶贵妃不好意思不悦斑斑的心意 只好点点头说 去热一下 本宫是想尝尝 不知斑斑 今日进宫是为何而来 是刚从长丘宫过来吗 本宫不信 你到长丘宫也送这些 我没去长丘宫 是直接奔着兰台宫来的 我今日就是特地来看贵妃娘娘的 特地来看本宫 对呀 贵妃娘娘第一次见到我就哭了 这事我一直记着 我知道贵妃娘娘一定很喜欢我 但是瞧我进宫却没能来拜见您 心里总是惦记 也怕娘娘想我 所以今儿就特地来一趟 娘娘是想我了吧 本宫能说没想吗 想了 本宫很想念斑斑 所以我就来看娘娘了 我很善解人意吧 我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 对皇后娘娘好的同时 也会对贵妃娘娘好 一定对得起娘娘带我的一片真心 没多一会儿 宫女把热好的包子端上来了 屋里瞬间就充斥了一股浓郁的包子味 娘娘 吃吧 这碗衣能吃 黎王妃 你怎么可以用手拿包子 不然呢 让我用嘴叼着喂给娘娘吃吗 没想到娘娘还有这样的嗜好 本宫没有 叶贵妃赶紧为自己发声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视死如归 被咬到了包子 别说 还挺香 她是从来都没有吃过街上的东西 金中贵女 生来就是金枝玉叶 再尝尝外面的糖 她也吃了 吃完糖 鼓动又吃了两块点心 就是那包碎茶叶 实在没敢体验 娘娘 那碎茶叶晚上用来泡酱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调节新陈代谢 有输筋活络的功效 特别是还能出脚臭 娘娘一定要试试 你脚才臭 不过 她心里其实是满足的 毕竟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不管月斑斑 今天是打着什么逐一进的功 至少得着实惠的是她 这就够了 于是乐呵呵地摘下一只不咬 挖到了月斑斑头上 好孩子 好孩子 这个送给你 这么快就来钱了 但一直不咬 距离月斑斑的目标还太远 她觉得自己 还是没把夜贵妃给陪好 于是 她从袖子里拿出一包花果茶 夜府生辰雁纳玉 我带了一些好东西去 就是这种花果茶 有养颜美副区斑除咒的功效 如今这东西 半个京城的夫人小姐们都在喝 你看 别人小朋友有的 你也有 街上集 月斑斑的花果茶 她从夜家嘴里听说过的 好像宫里也有人喝 据说是从长丘宫流传来的 她没好意思要 这会儿月斑斑拿了出来 她还真有些愉悦于事 于是立即吩咐宫女去冲泡 当花果混杂的香气 在屋里弥散开 夜贵妃还没等喝呢 就往外掏钱了 听说是十两银子一包 你先给本宫来五百两银子的 喝完了 本宫再跟你买 十两一包的是简配吧 外头那些夫人小姐喝喝还挺好的 娘娘你怎么能跟她们喝一样的 爹夫 我这里有高配板 跟我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样的 贵妃娘娘就是要喝 也得跟皇后娘娘喝一样的才行 对对 本宫是应该喝好的 就是这好的有点贵啊 银子的事情不用考虑 高配板的 一百两一包 用量也是一天一包 夜贵妃有点怀疑人生了 她以为最贵也不过翻一倍 或者两倍 她万万没想到 月斑斑赶翻十倍 一百两一天 十天一千两 一个月三千两 一年可就是三万六千两啊 这也太贵了 没关系没关系 喝不起也没事 咱们还喝低配板的 贵妃娘娘放心 您没钱喝不起 跟皇后娘娘一样的花果茶这个事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不会让京城那些夫人小姐们都笑话您的 我一定会保密的 你卖给皇后 也是这个价 那肯定不是 皇后娘娘把七殿下养大不容易 这个前抵的是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但是娘娘您没有啊 没东西可以抵啊 娘娘也别着急上火 虽然低配板的不如高配板的好 但您输给皇后娘娘也没什么 毕竟那是中宫嘛 很正常的 夜贵妃的胜负欲被激起来了 凭什么她就要输给中宫 她这辈子始终矮皇后一头 已经是快心病了 难不成喝个破茶还喝不过皇后 一年才三万多两 也不是什么大钱 有什么可舍不得的 去拿银子 先拿一年的 本宫有钱 嗯嗯 娘娘确实有钱 宫女将银票取来 必到德权手里 这月斑斑是要靠卖花果茶 往回赚钱 可那些外债都是几百万两 这几万几万的 得卖到什么时候 总不能在宫里卖一辈子花果茶的 娘娘 高配版的除了跟低配版有样的功效之外 还有一个独特的作用 就是减肥 女人不怕胖 但咱们胖得胖到正地方 那肉要是长在胸上 叫性感 长在肚子上 就叫嫩嫩踹 看过肉案子上的肥油吗 嫩嫩踹就是那玩意 皇上能喜欢那玩意吗 这银子花得可太值了 她赶紧又从手上摟下来一对义截子 斑斑 你看啊 这东西能不能以后不卖给别人了 娘娘这是要买断她的使用权 可以吗 可是我已经给皇后娘娘一些了 以后可以不给她吗 这 她毕竟是皇后 还是弃殿下的养母 我 本宫给你银子 叶贵妃明白 这种所谓的买断 是要给很多钱的 毕竟月斑斑以后不能再卖给别人了 于是她一咬牙 一百万两 月服的外债比轻人 月斑斑摇头 没同意 叶贵妃一愣 这是闲省了 二百万两 无论是高配还是低配版的 我将来都打算拿出去卖钱的 毕竟我们离王府很穷 七殿下常年吃药 还有那么多仆人要养 还得维护府邸 我一个小姑娘 原本不应该抛头露面出来赚钱的 但是没有办法 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家 皇上和皇后娘娘虽说也疼七殿下 但每位皇子的丰禄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也不能太偏腾她 那样会被人说闲话的 所以我不得不把这点手艺拿出来赚钱 我也很可怜的 说着说着 她还抹起眼泪来了 叶贵妃设身处地想了想 觉得月斑斑说的也挺有道理 离王府的账面 叶贵妃可太了解了 她怕乌森 面上泛起一片同情 我理解 重华那孩子吃了这么多年的药 离王府还能剩下什么呀 这样吧 就当是本宫给你的一个赏 你说吧 你要多少 本宫就给你多少 只是斑斑 这个东西说好了 不再往外卖 那就真的不能再卖了 知道吗 本宫喜欢诚实的孩子 你可不能学会说谎 嗯 顾客之上 诚信第一 一言九鼎 同所无期 那我要 五百万五百万 有了五百万 我们的外债就都可以还清了 一千万点 德权跟称花都慌了 他们怕叶贵妃把月斑斑给打死 一千万 这女的是不是疯了 热离王妃是真火啊 称花都准备开口 把皇后扔出来 给月斑斑顶雷了 但就在这时 忽然听到月斑斑又补了一句 其实一千万两 我要的也不多 叶贵妃都气笑了 这话是怎么说呢 因为高配版的化过茶里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我没说 什么功效 我倒是要听听 什么功效能值钱到一千万两 严庚 什么 严什么 就是严唱您的青春 甚至可令已走向衰老的女性重新恢复生机 那个您曾经拥有过 一月一次 但是又很快就会失去的东西 也会多留至少十年 他说得很玄乎 但是月斑斑的茶真有这个效果 别说一千万两 就是再翻两倍甚至三倍 他都给月斑斑严瞅着夜贵妃的眼里 涌现出一股狂热 当时就明白自己要少了 叶家是真有钱啊 要喝多久会有回转 半年 还是一年 一个月就可以有效果 这个月喝 下个月就来 但是不能断 得一直喝 平时就当水喝 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 喝得越多越好呗 意思就是说 本宫 给你一千万两白银 然后再按每天一百两的价钱 买你的花果茶 一直喝着 就可以至少保我十年青春 娘娘无讳了 一千万两是没错 但不是白银 是黄金 这特么的 太吓人了 别斑斑太吓人了 这可真是人有多大胆 比有多大成 他真是哪也贵妃当光 可进而挖 能不能爽一点 娘娘 我不强买强买啊 您要是觉得有难住 您就不满 没关系的 正好我也愁没办法 跟皇后娘娘那边交代呢 毕竟我牛屁都吹出去了 再不给她 我怕她生气 娘娘 要不就算了 您别买断了 就按天喝呗 啥也不耽误 不 你不懂 别的女人都绝经了 她没绝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要在给自己留希望的同时 也把对方的希望给掐灭了 做事就要做绝 这才是叶家人的风格 我给 666啊 你给本宫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一定把银票送到你府上 那就让娘娘破费了 娘娘放心 以后装化果茶的时候 每包我都给娘娘多放些 喝得浓一点 效果会更好 叶贵妃松了口气 钱花出去之后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饿了没 不着急回去吧 这也到晚膳的时辰了 你就留在蓝台宫 陪本宫一起用个晚膳吧 好呀好呀 谢谢娘娘 德权跟春花对视了一眼 接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迷茫的目光 德权算了算 不但家里的外战还完了 甚至把这些年的损失都加起来 也还有富余 我家殿下这呢 是娶了个王妃 这是娶了个财神爷回来 他看月斑斑的眼神 都带着敬畏了 这要不是身在蓝台宫 他高低得给月斑斑磕一个 从此以后 月斑斑就是我偶像 偶像跟叶贵妃 一起用晚膳了 在家里是个打算 是要在蓝台宫住一宿 但没想到来了之后 以前且超额完成任务 这下用完晚膳 就可以回去了 谁知 他家王妃 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 接上集 月斑斑跟叶贵妃一起用晚膳 这顿饭吃得冰煮尽欢 月斑斑一边吃 一边又给叶贵妃 说了一些花果茶的功效 女人啊 在三十五岁之后 就开始走下坡路 等到了四十五岁 那就彻底是人生的第三阶段了 什么叫做人生的第三阶段 二十五岁之前是第一阶段 不管成没成婚 都处于少女期 是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 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 是人生的第二阶段 虽然不如二十五岁之前那么青春洋溢 但也有一种成熟的眉 等到了四十五岁 就是人生的第三阶段 女人慢慢变成老人 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 精神代谢开始变得缓慢 内脏器官也开始逐渐衰竭 很多年轻时候不当回事的小病痛 到了第三阶段都开始逐渐放大 月斑飞害怕了 因为月斑斑说的这些 她其实都能感受得到 她怎么能允许自己变成老人呢 幸亏买断了月斑斑的高配版花果茶 爱谁老谁老去 反正我不冷 这钱花的真值 眼瞅着夜贵妃越来越满意的模样 德权心里总觉得 这里头可能还有坑 她家王妃说的是高配版 那如果她没意会错的话 以后在高配版之上 可能还会再出一个顶配版 这夜贵妃前方的路 那是一个坑又一个坑 十分坎坷 晚膳过后 德权提醒月斑斑 王妃 咱们该回了 宫门快下药了 我跟贵妃娘娘如此投缘 妈还没落够呢 你总催什么催 是啊 斑斑好不容易来兰台宫一趟 可得多与本宫说说话 你们放心 就算宫门下了药 本宫也会派人送她回去的 夜贵妃啊 我让她早点走 那可是为了你好啊 但你不领情我就没办法了 夜贵妃也有自己的想法 美丽的事情搞定了 正经时还是要问一问 然后两人就这么聊着天 夜贵妃问了很多安远侯 叫板她的事情 月斑斑说了很多 感激父亲没有放弃她 教会了她很多的事情 就这么唠着唠着 天黑了 但是月斑斑还是没有走的意思 关于安远侯背地里培养她这件事情 她柔碎讲 一个细节也不落下 德权和春花在边上听着 越听越觉得 这事不像是真的 可能是她说的太细了 细到像是线编的故事 可是夜贵妃当真了 她听得十分认真 时不时的还点平一番 看来在安远侯心里 对你是比对那位大小姐还要好 就这么唠着唠着 接近紫时了 夜贵妃终于困了 但是月斑斑不走 嘿嘿 月斑斑又给兰台宫的宫女们 讲起了鬼故事 宫女们一个个吓得 哆哆哆哆抱在一起 谁也不敢在这间屋子里 夜贵妃中途睡着了 月斑斑把她窥醒 夜贵妃又睡着了 月斑斑又把她窥醒 就这么睡了醒醒了睡的 等到夜贵妃中午反应过来不对劲时 天亮了 宫人进来幸早善 月斑斑见夜贵妃没胃口 干脆自己先吃 今夜午膳支点什么呀 蓝台宫全员崩溃 后来赶在午膳之前 夜贵妃又给了月斑斑一笔银子 一万两 本宫困得紧 不想用午膳了 给你点钱 你自己想吃什么 自己去买 御膳房还能点菜呢 本宫的意思是 你去宫外买着吃 让你赶紧走 你听不懂吗 外途没意思 一回家就一脑门子官司 V王府别的没有 就是外债多 哎 脑壳疼 外债而已 完了就行了 一是娘娘您的镜子还没到位 现在我手头没钱 二是就算我有钱 那是我婚后凭自己本事赚的 我为什么给男人还婚钱的欠债 说不好听的 以前我都不认识他 我凭什么替他还钱 娘娘您能替皇上还以前欠别人的债吗 那不成傻子了吗 叶卫非原本想说我会替皇上还的 但是月斑斑后面那句就把她的念头给打消了 她不想当傻子 不还 那就对了啊 我也不想还 所以我想在娘娘这儿躲一躲 你还要躲几天 躲到七天下自己把钱还了 那还有个头吗 回去吧 叶家的钱不用还了 等宫替你求情 不能说不还就不还 那不是我的风格 怎么这也得走个流程 是 什么流程 不如让叶家把银子送来 给我 我再给他们 然后欠条换回来 这样算我还了 对外也好听 是有点不太好 要不算了 让七天下半半还吧 我就在蓝台宫住着 还能给你们讲故事 多好啊 不要 等宫这就派人去叫叶家人进宫 你还怀着身子呢 跑这一趟干什么 为什么不让别人来 听说是斑斑在这儿 我就进来看看 上次我跟斑斑一见如故 花果茶这两日我都在喝 真的是太好喝了 斑斑你快看 我这皮肤是不是好多了 前几日脸上都起痘了 这才两天功夫 痘就没了 月斑斑赶紧又戳了一番花果茶 戳到最后 月小夫人把一百万两的银票 和当初黎王府打给叶府的欠条 一起塞到了她手里 塞完就等着月斑斑 把银票再给她塞回来 这个流程就可以走完了 谁承想月斑斑 没有把银票塞给她 而是转手就给了得权 嗯 不是说 就意思一下吗 单单 银票得还给叶家 可是当初叶府并没有借给黎王府银子啊 这欠条是打到空想 啊 你是听谁说的这话 我是听我父亲说的 他明确告诉我 黎王府并不欠叶府钱 现在我手里这张欠条是为了做空黎王府 弄虚作假的 胡闹 你父亲何时同理说的这样的话 就是我从叶府回来的第二天 嗯 魂妃娘娘您别生气 您就算生气也别生我的气 这事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啊 那天我父亲到黎王府来跟我要债 我说黎王府根本没钱 就算有钱也得掀可着叶府的还 但是我父亲说他着急用钱 说家里大夫人因为我写字赢了月签五的事发了脾气 当年借给黎王府的银子他就趁机要追回 他还说叶府当初给的就是个空想 根本一个字而都没出 欠条是账房偷偷给叶府打的 叶贵妃沉默了 月锦荣去了黎王府的事情他知道 但他以为月锦荣是因为月斑斑在叶府出风头 去兴师问罪的 谁知道是去出卖叶家的 月锦荣到底怎么想 就算是空想 那我把欠条还给你就行了 你也得把银票还给我呀 正话说的 你拿都拿来了 怎么好意思再要回去 东西倒都到我手了 我怎么好意思还回去 那不是打你的脸吗 你说是吧 是 是吗 是是是 是什么事 本宫怎么知道是不是 谁给的问谁去 那就是吧 他认栽了 但是也不能完全栽 他想给自己某点福利 在以后花果茶能不能永久的给我打八折 行吧 满足你 接上级 姑姑叫个人去黎王府一趟 再多给我取几套衣裳上来 我可能要在宫里住一阵子 贵妃娘娘管吃管住就很好了 我不能再花娘娘的银子 让娘娘给我准备衣裳 七嫂七嫂 你要在宫里住下呀 还是住在兰台宫 这可真是太好了 七嫂要是住在这里 那我天天都进宫来 这儿子已经不是亲生的了 你七哥的媳妇进宫来 你高兴个什么叫 又不是你媳妇 是七殿下的弟弟吗 果真是一表人才 跟你哥哥长得还真像呢 今日能见到弟弟我也很高兴 说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岳斑斑你是不是应该 给我儿子一些见面 可惜岳斑斑没有见面 反倒是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 然后恭恭敬敬地 递到岳斑斑面前 虽不是第一次见嫂子 但却是第一次面对面的 跟嫂嫂说话 这是我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望嫂嫂收下 堂堂皇子 第一次见面肯定不能 只送一本书 这书里一定加了银子 哪来吧你 岳斑斑开开心心的结果 然后就开始翻 可惜翻了半天 都没找到银票 这就单纯是一本书 嗯 它就是单纯的一本书 这是我新写的书 本来想进宫拿给母妃看的 正好七嫂在这儿 那就让七嫂先看 在叶府的生辰宴上 七嫂寄精自作 我都看见了 七嫂真棒 岳斑斑看着这位八皇子 再看看叶贵妃铁金的一张脸 突然觉得自己 可能真的应该走了 得给叶贵妃留出来打孩子的时间啊 叶贵妃这个儿子到底是什么变的 他为什么是这个性格的 不知道 反正就听说八皇子爱好文学 八皇子确实不争气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叶家就是喜欢八皇子 即便他是块烂泥 也硬要把他扶上墙 相比之下 同样是贵妃娘娘亲生的三皇子 就没有那么得宠了 可能就是幼子得宠吧 喜欢老儿子 正说着 一抬头 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诶 完了 三殿下 老七的王妃 嗯 听闻你巧说如皇冠会投机取巧 本王还想着 哪天到黎王府去会一会 没想到 今日在宫里见着了 比起八皇子的吊儿郎当 这三皇子可是 仍仍仍仍仍在搞事业里 没想到三殿下对我这么了解 咱们见都没见过 你就已经知道我巧说如皇冠会投机取巧了 可惜 我对殿下却是一无所知 关于三殿下的事 我是一句也没听说过 三殿下 您这知名度 不太行啊 这月斑斑的嘴是突来的 不多说几句就亏是怎么着 你说什么 我说三殿下你知名度不太行 超超什么呀 自己没名气还不让人说了 我有名气那是我自己努力 你堂堂皇子混成个十八线 你还好意思跟我嚷嚷 没有的 最烦这种超超的 刚刚我在蓝太宫还见着了八殿下 要不怎么说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是特别大呢 你说都是同一个娘生的 人家八殿下怎么就那么招人喜欢 那么吃得开呢 人家都能自己写书了 收获了一大堆读者 人人都称赞他才高八斗 我怎么就没听到有人夸三殿下你呢 就连你的生母贵妃娘娘 张口闭口提到的也都是八殿下 从来没提过你 你说你这人生怎么就这么失败呢 你糟不糟心啊 三皇子江北直 今年二十五岁 叶府和叶贵妃的偏心是他的心病 眼下月斑斑砖往他的痛处上戳 戳得他心都要碎了 他掐着月斑斑的脖子往上提 月斑斑的脚都要离地了 但是月斑斑一点没带怕的 租莱的嘴还在拼命输出 怎么样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是不是 就是从小去爱才造就了你这种暴力的性格 大人都喜欢乖乖的小孩 你得不到宠爱自己就没反省一下吗 你还掐我 我是你弟妹 你居然好意思掐我 男女瘦瘦不轻 你摸我脖子干什么 三殿下你脾气不好人品还不端正 你说当初父皇怎么没把你铺之抢上 月斑斑这妈的都是什么玩意 能不能来个人把他给封上了 三皇子也气疯了 他从来没见到过月斑斑这种人 好歹是个王妃骂人这么恶心的 到底这边动静闹得大了些 有宫人听见了 赶紧奔走相告 并往这边跑了过来 救命啊 三殿下要杀人了 三殿下 贵妃娘娘对你不好 你就去找贵妃娘娘评理 你要是吃八殿下的醋 你就去找八殿下讨说法 你不能因为在我这里看到了八殿下写的书 你就要把我给掐死 你不能阴毒生恨啊 救命啊 你牵我脖子 我就扎你麻镜啊 月斑斑掉了一枚银针出来 放三皇子胳膊上一炸 三皇子自己都没有感觉 就是忽然之间手臂就卸了力道 一下子把月斑斑给放开了 接着喊 刚才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喊 王妃啊 你怎么这么倒霉啊 三殿下妒忌八殿下多得宠爱 这事怎么就把您给寡上了 八殿下也是的 非得给您见面礼 您好心好意收了这本书 没想到差点害死自己 三殿下您怎么能这样呢 她可是您的弟妹啊 我家七殿下 好好在府里躺着与世无争 她已经够可怜了 好不容易娶个王妃 您居然还要掐死她 您不给弟妹见面礼也就罢了 我们不差您能撒瓜两早儿的 但您也不能把心里的火气 见着水就往水身上发 我家王妃好惨啊 许多宫人没上来了 这一哭一毫 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 哎呀 谁也没成想出了这样的事 我们刚走到这里就遇着了三殿下 三殿下也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看不上黎王妃 才说了几句话直接就动了手 枉死了掐黎王妃的脖子 其实黎王妃也没做错什么事 就是她手里拿了一本八殿下刚送的书 贵妃娘娘偏腾八殿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让黎王妃受无望之灾啊 月斑斑坐在地上往后挪了挪 天头的功夫 就看到叶贵妃和八皇子正往这边走过来 接上集 快 你们快去兰台宫报个仙 三殿下想嘎了我 就因为我说贵妃娘娘看起来比较疼爱八殿下 你们帮帮忙 告诉八殿下快跑 晚了可能就没命了 你干什么 你别走 八殿下是个好人 他都送我书了 我不能让你嘎了他 我知道你妒忌他 但你们亲兄弟 我都还不识子呢 你把他嘎了的话 贵妃娘娘是不会原谅你的 你在胡说些什么 放手 我不放 我赖命一条嘎了也没关系 但八皇子是个好人 贵妃娘娘也是好人 我不能让你去害他们 三哥 你 你想嘎了我 叶贵妃站在那里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大儿子 那一刻 江北慈从叶贵妃的目光中看到了愤怒 憎恶 怀疑 还有嫌弃 江北慈原本想解释的 原本想说这一切都是月斑斑编造的 包括他最开始对月斑斑的态度 也是听说了月斑斑在蓝台宫 缠着他母妃一宿 但是现在 再说那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莫你先走 本宫倒是要看看 他敢不敢动你 那儿臣就先出宫了 你还有没有人心啊 他是你亲弟弟 历仗 有本事你把本宫也给打了 我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你弟弟受了这样的委屈 还在替你说话 可是你这个当哥哥的呢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走你的 他要是再敢动手 本宫今日就卡了这个孽障 八皇子许事怕事情越闹越大 赶紧就走了 三皇子站在原地 他看了夜贵妃一会儿 又看了看月斑斑 你说的对 本王是 笨死了弟弟和母妃 但是本王不能杀了他们 因为那样父皇不会放过我 你不杀了他们 仅仅是因为父皇不会放过你吗 对 仅仅是因为这个 本王对他二人 没有一丝亲情可言 抱歉 弟妹 本王会补偿你 对不住你 斑斑 你快去追上墨尔 让他送送你 今日让你受惊了 回逃本宫一定给你送一份 押金礼道府上 出宫之后 月斑斑坐在公车里 在他的对面 坐着的是八皇子姜莫芝 我摔的那一下 是你扎我对不对 没有 可是我都看见了 嗯 你为何扎我 为何陷害我三个 你是瞎吗 看不到我差点被他掐死了 有仇我为什么不报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 就是有这种美好的品德 我从来不记仇 一般有仇我当场就报了 那你也不能拿我扯话 要不然呢 那人是你亲哥 你真的觉得自己 在这件事情当中 没有责任吗 而且我之所以被掐 也确实是因为 我提了一句 你也在拦台宫 他才发疯似地掐我 归根结底 这是你们之间的恩怨 却平白地让我受了 这场无妄之灾 这账怎么算 姜莫芝被他这么一说 忽然就觉得 似乎也有道理 是我对不住妻嫂 那就想办法补偿吧 如何补偿 对了 我今日进宫时 看到小舅母了 听说你坑了 叶府一百万两银票 真的假的 你又卖他什么了 什么叫我坑了叶府银子 那原本就是 叶府应该给我的 你小舅母又不傻 如果不是应该给的 她能让我把银票拿走吗 何况还有你母妃在呢 你母妃够不够精密 你还不知道 姜莫芝想了想 觉得也对 那我的补偿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补偿 要不你陪我办件事吧 好好好 八点下你还是太年轻了 月斑斑要办的事 那能是什么好事吗 她打从家到黎王府 干过好事吗 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了京城最宽的一条大街上 长乐大街 京城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你要办什么事 买东西吗 可能是买东西吧 毕竟有钱了 蹭了那么多银子 不花点能有乐趣吗 是要买点东西 但也不是我自己要买 是想帮着月家买点 帮月家买 为什么要帮月家买东西 谁让你帮着买的 没有人让我帮着买 是我自己想买 那毕竟是我的娘家 月府里住着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 他们可都是我的至亲 就算我跟姐姐不和睦 也不能对长辈不好 嗯 亲人长辈还是要孝敬的 八点下还是太年轻 对月斑斑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个孝敬法 我给他们买点东西吧 我父亲最近脑子不好 总望是需要补补 还有祖母 上了年纪了 平日里更需要多多进补 咦 安远侯病了 哎 也不算是病了 就是记性差 总望是 那是得多多进补 就买些补品吧 什么千年的人生万年的灵芝 这些都在补品的范围内 都得买 那得多少钱啊 宫里也没听说有万年的灵芝啊 你是不是整错了 没错啊 有万年的灵芝啊 不信你回去问问贵妃娘娘 你就说听我说的 这世上有万年的灵芝 你看贵妃娘娘怎么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总不能才从兰台宫坑了银子出来 搬手又送到岳府去吧 平时没看出来 你们还有这种扶此子孝的戏码 那今天就给你开开眼 曾经离王府打借条给七殿下买了什么 今我就照着原样给我爹和祖母一人整一份 不能只七殿下一个人享受 我爹可是暗远侯 身份也尊贵着呢 必须一起享受 谁出银子 这个嘛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 家中长辈对小辈都是十分关爱的 内心里盼望着小辈们快快长大 懂事听话 如果小辈们给长辈买了什么东西 长辈也是开开心心的收下 但其实银子还是家里出 但是 你们家用一般来说这个词 管用吗 怎么不管用呢 我爹也是爹 我也是太一时痛快创造出来的 我们之间的妇女情分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德权你是不是挑拨离间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跟我爹父子女笑 行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街上集 一行人到了一家药材铺子 月斑斑甩起一张单子 拍到柜面上 前念了认神 晚念了令旨 最好的鲁肉 最贵了冲操 你弯窩了是吧 他想把月斑斑赶走 他觉得这是对家来捣乱的 但是在仔细瞅瞅面前 这几个人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 于是赶紧跑到后堂 去把仿贵的叫了来 物知夫人 这为什么啊殿下 那些东西 是殿下要买的吗 是 没有啊 这事倒都不知道有没有万载 哪来的万年灵芝啊 千年的老生倒是听说过 可那万一都在太医院的 外头想遇着 那得碰 不是说买就买的 要不上太医院问问去 做生意吗 要学会变通 人生他又不会说话 你把一百年的人生说成是一千年的 难不成他还能自己检济自己 同样 一百年的灵芝 你说他长了一万年 他也不能把自己给揭发了 造假 可是那也不像了 一百年的人生跟一千年的人生 他长得不一样啊 唉 那二十岁的人 还有长得跟十岁的孩童一样高的呢 怎么说 再者 短小才够精悍 浓缩的都是精品 这个道理我希望你能明白 那你们的意思是 把我单子上列着的这些个东西 背起就行 年份什么的 那都不重要 人生灵芝这些玩意 不就图个年份吗 年份都不重要 那什么才重要 单家面前这些人也不给他解释 他只好硬着头皮 去把单子上的东西给配齐了 算钱吧 五 五十两 二十五两 不是 降价可以 但不再这么降 对看一半是什么鬼 四十两 十五两 就二十五两 不能再少了 成交 一会儿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到岳府去 把这单子也送去 然后跟他们收两百万两银票 就说是买这些东西的钱 对了 告诉我父亲不用多给 女儿离家多年 承蒙父亲教导 却一回经就嫁了人 不能在他跟前经销 对此 我已经很愧疚了 不能再多要父亲的银子 东西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真 真管安远侯府要银子 可是为什么让我去要 那你是干什么来了 不是因为三殿下的事 要对我进行一定的补偿吗 我一不要你 二不要你命 就让你去送个东西 怎么还不乐意思的呢 你看看我脖子 我都被你哥掐成什么样了 连你母妃都说明月给我送鸭经理 合着你是一点表示不享有啊 你将来可是要一输成名的人 到时候你让你的读者 你的粉丝们怎么看你 姜默芝去岳府了 去往岳府的路上 姜默芝的随从劝他 别听黎王妃的 他忽悠您呢 他就是想借您的手把那两百万两银子弄到手 因为您送去岳府的东西 安远侯不敢不要 是啊 我知道是这个道理啊 我又不傻 那您怎么还上这个当呢 这不叫上当 三哥确实掐了他 他脖子到现在还红着呢 那也应该是三殿下补偿他 关你什么事啊 他是因为我才被掐的 你不懂 七嫂说的对 脑子是个好东西 我们得有一个 而且那东西是日用品 不是装饰品 不但得有 还得用 算了 没救了 就这个智商 一天上一当 荡荡不一样 正如岳斑斑所料 八皇子亲自登门去送的东西 岳府不敢不要 姜默芝顺利完成了任务 觉得很骄傲 立即就让随从去把银票给岳斑斑送了过去 傍晚 黎王府 岳斑斑这会儿站在屋里 低着头 两只手交握在身前 不停地拧着自己的手指头 德权把这一天音乐发生的事都说得姜崇华 然后看着姜崇华愈发阴沉的脸 心里也打了哆嗦 叶贵妃是什么人了 多少年了 叶家一直屹立不倒 她的城府你是猜不透的 也不知道你是哪来的胆子敢去拦台宫诈骗 我没诈骗 我的花果茶功效本来就好 叶贵妃都认为她值那么多钱 你还说 叶贵妃到底为什么认为她值那么多钱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说你的花果茶能干什么了 殿下 太离谱了 她跟贵妃娘娘说那花果茶喝了之后 可以再延更十年 延更是什么意思殿下懂吗 就是本王懂 她本来就可以延更十年 不信你活十年看看 活久见 合着没有这个事 我还活不了十年了是 不管怎么说 府上的外债算是平了 天来这么多银子 不但能把外债还清 还能剩下一多半 咱们还是赚了 你什么意思 让我用我赚来的钱去贫离王府从前的账 凭什么 那是我没嫁进来之间欠下的账 你们自己管不好家里的账 我还没说什么呢 现在竟想用我赚来的银子去还过去的钱 你怎么想的 不是 你怎么想的 你去兰台宫骗钱 难道不是为了还账吗 不是啊 我就单纯的是为了赚钱啊 那以前的账可怎么办 你想办法 难道你身为离王府的总管太监 这家账位上出现了那么大的漏洞 你觉得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你管着离王府这么多年 整出来这么多烂摊子 现在就指望我一个小姑娘来给你收拾 你好意思吗 还想用我赚的银子还你欠下的钱 你是不是觉得我赚 德权让他给骂梦了 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还嘴 他也感觉很委屈 他这些年跟着七殿下 白天上火晚上偷着哭 每天早早就起来看七殿下 还喘不喘气 府里其他的事情 是真管不过来了 德权叹气 想说点什么 却听江崇华道 不必说了 下去吧 接上急 你站那么远坐身 走近一些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再近一些 现在你知道怕了 在兰台宫胡说八道 你怎么不知道害怕呢 我没有胡说八道 花果茶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 你可只与叶贵妃谋这些事情 一个不小心 就有性命之忧 不会 叶贵妃要维持表面的平和 而且我说话做事也很小心 不会真正触及到 什么不得了的底线的 那些事情其实都无伤大呀 只要你病着 他最多把我当成 一个贪财的小孩 不会真把我怎么样 那三皇子呢 他掐你脖子的时候 你怕不怕 月斑斑 你过来 你还生气吗 先过来 怕了 我是怕宫里那些事 是怕你一直生气 不好哄 你还能怕我生气 打从敬儿这座王府 你怕过谁 倒也不是谁都不怕的 你要是生气了 不让我在里间睡怎么办 不给我多看机验怎么办 我在这府里 又没有个说话的人 你生气了 我更无聊了 你可以进宫 找叶贵妃说话 找父皇喝酒 还可以找我那八弟 一起上街骗人 我不愿意出去 能不出门 我肯定是不想出门的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刚刚我说的话也是气话 骗来 不是 赚来 赚来的这些银子 该还债还是要还债的 毕竟无债一身 轻的道理我懂 不用你去还 那些债就算不还 也没有人赶上黎王府 月斑斑 本王问你 你是怎么想的 你哪来的胆子 去蓝台公主一晚上 你知不知道 那夜贵妃的一张笑脸背后 藏着什么 我也没觉得 去蓝台公主一晚上 需要多大的胆子 说到底大家都是亲戚 就当去创个亲戚嘛 再说 我有保命的能力 他要真想害我 我也能在他嘎我之前 先把他给弄嘎 人生自古谁无嘎 见人先嘎我后嘎 你不是一直想在这王府里 混吃等嘎吗 为何现在积极了起来 贫穷使人进步 这还一套一套 这还一套一套 嫌本王穷 怕本王养不清你 不是 别生气了 下次不敢了 我其实也是试探 如果贵妃娘娘十分谨慎 我肯定就不往下进行了 但是她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是生你的气 是怕你一个不小心送了信 罢了 疼不疼 讨厌 讨厌死了 当时有点疼 现在已经不疼了 你真的不用替我担心 他掐我脖子的时候 我手上就夹了针 他夹得很了 我就用针扎他 他一下就松手了 我知道你有自保的能力 可这也不代表 我不会担心你在外面出事 月斑斑 但凡知道你出去 能做这么多事情 我宁愿把你留在这府里 哪都别去了 真的吗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哪都不用去了 太好了江春华 你一定要记住 你刚刚说过的话 以后谁再想让我出府 你就把这句话跟他们说 江春华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我保证就这一次 以后我再也不进宫折腾了 说到做到 一定做到 晚上江春华洗澡 德权在屏风边上严防死守 生怕月斑斑 趁机占他们家七殿下便宜 因为之前江春华沐浴 月斑斑拿眼睛偷瞄过 但今晚月斑斑实在太困 他已经没有心思看美男了 江春华 我是帮亲不帮理的 他们以前欺负你 我现在就想替你欺负回来 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早晚把你这个瓜 给扭下来啃两口 这小姑娘睡着 都还惦记着占点便宜呢 不过也不算占便宜吧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第二天 是不是昨天买那些补品的事穿帮了 月斑居然派人来请你回去 要去吗 去吧 他们都派人来请了 不就像我派了他们似的 会不会是想把昨天 那二百万两银票要回去 那不是他们给巴殿下的吗 巴殿下都花完了 巴殿下怎么花完了 不是转身就给你送来了吗 对啊 就是给我这花了 我陪你去 不用不用 月斑斑摇头 一边说着 一边疯狂的在他手上开油 月斑斑 你把手给我撒开 我一直是撒开的呀 可是你家殿下非要牵着 喵的 我还发发的说别人呢 原来是自家房子趴了 按说成婚第三日 就该随你一同回月斑 用闺蜜面 但当时本王身体不太好 这事就耽搁了 眼下虽然也不太好 但也不至于插到原先那种程度 你去皇宫呢 尚且有母后 能替你挡一挡 但是月斑不行 本王实在不放心你一个人 最后 月斑斑到底还是把江崇华给带上了 德权不死心地 偷偷劝他家七殿下 您就别去了 外头风凉 月斑人心更凉 再说王妃这个性子 您又不是不知道 他可能吃亏吗 就是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吃亏 所以才要跟着 嗯 他都不会吃亏 您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他把月锦龙给坑死 这个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行吧 一起去吧 这一趟 除了江崇华 德权 奶娘 还有真假 CP都去了 因为月斑斑觉得 这些人留在府里还得吃饭 如果去了月府 就不用吃黎王府的饭了 黎王府又什么顿 他偷偷描江崇华 猝不及防 江崇华也看向他 他有些尴尬 嘿嘿一笑 江崇华被他笑得毛骨悚然 总觉得没有什么好事 嘿嘿 接上级 听说七殿下也来了 月府门口 此时已经占了一堆人 月锦龙 夏南燕 月谦舞 还有月家的另外几个孩子 三小姐月拦指 四小姐月谦红 以及夏南燕生的大少爷 月红才 此时月家这几位小姐 眼珠子都快掉到江崇华身上了 那三小姐月拦指 好家伙 直接要上手了 伸出爪子 就要往江崇华身上摸 干什么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四小姐月谦红更觉 大冷天的她 居然一下就把领子给扯开了 然后冲着江崇华 就开始抛门眼 学到了学到了 今晚回家就是事 父亲最近日子过得好吗 大夫人有没有打你 你把嘴给我闭上 好 父亲不让我说 那我就什么都不说 反正那些事你知我知 本就是不该让更多人知道的 女儿已经不能在父亲跟前进向 就更不能给父亲添麻烦了 父亲慢些 女儿扶你 你又在胡扯什么 看到自家王妃被推 两位嬷嬷不干了 安远侯这是在干什么 是您请我们王妃回谱的 王妃一直在好好的与您说话 在讨好您 可您为何这般粗鲁 我们王妃金贵着呢 皇上和皇后娘娘都舍不得推她一下 启荣你这么推来推去的 侯爷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地位 凌驾于皇上皇后之上啊 别这样别这样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父亲 我父亲养这一大家子容易吗 看看这一家子人穿金带银的 哪样不是吸我父亲的血 我父亲老了 血都被他们给吸薄了 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不要骂我父亲了 月斑斑哭了 月景荣猛了 话难念深呼吸 劝自己忍耐不要发火 姜崇华暗了暗眉心 果然 他来就对了 一行人终于进了前堂 月家老夫人始终没有出现 月景荣这会儿还沉浸在这一家子人 都是在吸他血的错觉中 月斑斑已经主动招呼起自己 不用泡太好的茶 我不吃点心 也不用给我拿果子 这个季节弄到些果子不容易 都留给我父亲吧 这个果子留下来先 一会儿我亲自包给父亲吃 月斑斑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你们想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教训教训你 顺便也好好捋一捋 安怀老家那边的事 月景荣觉得他被月斑斑 和七皇子联手给骗了 但是他又没有证据 现如今家里人都不相信他 夏南烟每天看他 都跟看贼似的 所以他今天突发奇想 叫人去请月斑斑回府 大家能谈就谈谈 谈不成他就把月斑斑打一顿 跌打女儿 不犯王法 但是他没想到七殿下也来了 夏南烟盯着月斑斑 心中不停地算计着 如何把月斑斑给叫走 他想亲自问问月斑斑 这十六年来在安怀老家 究竟发生了什么 斑斑难得回家一趟 我带你去见见老夫人吧 哎 老夫人最近病了 说起来也是跟斑斑上了火 斑斑好不容易从老家回来了 还没过得上亲近呢 就又嫁到了黎王府 老夫人想念孙女 一下就想病了 那我随大夫人去看看祖母吧 你应该管他叫母亲 呀 多谢父亲提醒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我离家多年 一回来就嫁到了黎王府 都没来得及给我母亲上住香 正好今日七殿下也来了 我带着七殿下一起去 也好让我母亲看看她 父亲提醒的真是太及时了 父亲真好 这么多年也没忘了我母亲 要不怎么说还得是原配呢 我就知道母亲在父亲心里的分量比任何人都重 岳家的祠堂里也永远都有她的位置 当年在安怀 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还说如果不是父亲深爱着我母亲 也不会偷偷派人教导我 岳景龙看着岳斑斑 再次努力去回忆过去这十几年的事情 岳斑斑说得太像了 跟真事似的 岳景龙承认自己也有些迷茫 而这种沉默在夏南嫣看来就是心虚 夏南嫣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是岳景龙背叛了自己 去祭拜一下岳母大人吧 这是本王应该做的 一行人在岳景龙的带领下往祠堂走去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老夫人那边 我不太放心 直到斑斑回来了 她肯定也惦记 我去看看她 是不是我做错了 我不该去祭拜母亲 大夫人不高兴 回头又要跟父亲闹了 父亲对不起 是女儿不懂事 这要父亲为难了 要不咱们不去了吧 岳景龙烦死了岳斑斑 但是这样的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 她也实在下不来台 她可是一家之主 难不成真要被树立成一个怕女人的形象 有什么可为难的 南嫣 看老夫人不急于一时 你也跟着一起到祠堂去 夏南嫣心里委屈 眼圈一下就红了 岳家的两房窃室 也跟在队伍后面 一位柳姨娘 三小姐的生母 一位苏姨娘 四小姐的生母 岳斑斑看了看这两位姨娘 再看看夏南嫣 好心提醒 夏南嫣气的紧紧握拳 手指甲都要掐进肉里 但表面上还要对着岳斑斑笑 因为七殿下在呢 也因为她摸不准岳景龙的态度 等到了岳家祠堂 岳斑斑就站在祠堂里 对着乔淑琴的排位念道 母亲放心啊 父亲对我很好啊 这些年我虽然生活在乡下 但一点苦头都没吃着 父亲派人教了我很多东西 都是瞒着岳斑的人做的 请母亲理解父亲 他现在也挺难的 老子是挺难的 你要是再说下去 老子就更难了 该父亲了 什么该我了 该父亲进去上乡了呀 人都到了 不上个乡对父亲不好 万一母亲不高兴 夜里找父亲谈先怎么办 接上级 客天客地的灾星 做个冲喜的王妃 就以为自己真行了 岳斑斑 你是个什么狗东西 大哥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怎么能是狗东西 我是父亲的孩子啊 你我都是父亲的孩子 那如果我是狗东西 你肯定也是狗东西 可是人是不能生出狗来的 所以你这是在骂父亲是狗 大哥你怎么能这样 父亲养大你多不容易 虽然你是叔子 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你当叔子看待过 你是岳家唯一的男孩子 他对你是很看重的 可没想到你非但不知感恩 你还骂父亲是狗 父亲到底哪里像狗了 没有的 父亲到底哪里比他像狗了 他这一喊 所有人都向这边看了过来 见人 灵牙利齿 信口雌黄 但这不是真本事 不是你回来耀武扬威的底气 当然不是 谁要武扬威能靠嘴啊 在离王府过得好吗 那个摊子能满足你吗 要不要哥哥给你介绍几个强壮些的 保证事后的你舒舒服服 什么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这种话是当哥哥的能跟妹妹说的吗 小剑人 你也有怕的时候 吓死我了 大哥 那可是我们的父亲啊 他就算再不好 你也不能一言不合就接他短 你是做小辈的 就算你知道父亲他不行 他满足不了大夫人 你也不能说出要给大夫人 再介绍几个强壮的来伺候 还说一定会伺候的大夫人舒舒服服的 大哥 这不是你该说的话 就算你真要这么做 你也不能说出来 你得给父亲留脸面啊 我没有 我没说 他瞎编的 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不可以撒谎 你怎么可以质疑这种美好的品德呢 小剑人你给我闭嘴 我根本没说过那样的话 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月红才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那可是在骂皇子啊 他有多大的胆子 敢当着七皇子的面说出来 可他越是说不出来 月景荣就越觉得越斑斑没撒谎 我没影 我什么都没跟红爱说过 那你想跟他说什么 月景荣觉得 夏南燕的话里也有奇异 什么都没说过 那就是想说 但是没有说 夏南燕在隐任 他又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病了 记性不好 那方面也不行 但就算不行 这母子二人把事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孔出来 不过您放心 附近人品好 念旧 就算有了新夫人 也不会冷落您的 只要兵制好 一定先让您检验检验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我知道我住的是一个十全是美的主意 但也不必谢我 我也是月家的孩子 主打的就是一个贴心 小剑人你给我闭嘴 我要嘎了你 他这一冲 德权几个人就不干了 喵的 要嘎我们王妃 当我们是吃素的 于是德权和女人在哭 身甲嬷嬷现场学习 怎么差价 几个硬色选手 云着月红才扑了上去 不快的功夫 就把月红才的脸给挠花了 月斑斑 终于蹭回了江崇华身边 微笑 好哈哟 二妹妹不要再闹了 哦 你就放过我们家吧 有什么事 你冲着我来 不要再为难家里了 嗯嗯 行 那帮大夫人找男人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那给父亲 娶为新夫人 入府冲喜的事 就交给大哥哥了 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对娘家的事 我也没有发言权 就你们怎么想的 就怎么做吧 月红才 还想说点什么 被月景荣给制止了 这事儿 持有八祖 是月斑斑在里头捣乱 月红才在混账 也不至于说出那样的话 但就算不是月红才说的 这个儿子的脑子 肯定也有问题 三言两语 就被月斑斑 给占了上风 这么菜将来 怎么在京城混 你跟我来 为父有话 想要单独对你说 江崇华微微醋美 想说什么 月斑斑 却轻轻按了他肩膀一下 冲着他摇头 好 我跟父亲去说事情 确实有些话 不好当着外人的面说的 父亲有顾虑 我都明白 走吧父亲 有些话 只可我们父女之间交流 母亲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我知道 不怪你 你的意思是 怪本王的王妃 没 没有 殿下误会了 臣父没有那个意思 知道自己是臣父就好 咱家还真怕 安远侯夫人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你父为臣 我们为王 不管月斑斑 从前在月家是什么身份 但是他到了黎王府 那就是黎王府的正妃娘娘 按理 你们见着她 是要行贵里的 那对于今日你的儿子 殴打黎王府吓人的事 你怎么说 所以现在是几个意思 额上月府了 德权看着她 真假 嬷嬷嬷看着她 奶娘看着她 最要命的是 西皇子也看着她 夏南嫣头皮阵阵发麻 他知道不给一个交代是糊弄不过去的 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交代 偏偏这个时候月景荣还不在场 这是不是故意躲开的 夏南嫣怀疑月景荣跟黎王府这帮人是一伙的 月景荣就是想让他出丑 月景荣这是厌烦他了 是看不上他了 他越想越来气 越想越委屈 委屈委屈着 一下就哭了 好家伙 堂堂侯府当家主母 说哭就哭了 这不是妥妥的妾室做派吗 谁听说当家主母整个一出的 他到底怎么想的 不知道啊 当年我离开月家时 他还是个妾 那时候是挺爱哭的 动不动就扯着侯爷的袖子红眼圈 没想到时隔十六年 一点没长进啊 夏南嫣哭得更凶了 月红才想哭母亲 结果母亲正愁找不着出气筒 逮得她就一顿了 月红才被骂得实在没脸 干脆一转身跑了 夏南嫣家儿子跑了 他也想跑 但又碍于七皇子在 不敢跑 犹豫了老半天 最后还是脸面挂不住 跑了 二妹妹脾气不太好 殿下跟她在一起生活 一定很辛苦吧 如果她有照顾的不好的地方 殿下就告诉我 我 我替她来做 大姐姐 这是在干什么 她要替月帮她做什么 本王的王妃好还是不 关你什么事 本王与她在一起生活心不心 又关你什么事 此番本王跟着她一起来到月府 就是来给她撑腰的 既不是来探望月家人 也不是来主持什么公道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再者 你是月家的几小姐 抱歉 你们月家的姑娘 除了斑斑 其他几位长得都差不多 本王实在分不清楚 我 我是大小姐 我叫月谦 哦 大小姐 那本王想起来了 方才那位妾室扶正的大夫人 对 就是哭着跑掉的那个 是你的母亲吧 听闻当年月家当家主母先是 月景荣将一位妾室台上七位 连带着妾生的庶女 也成了嫡女 就是你吧 还有方才那位出言不逊的大少女 是你的哥哥吧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 则则 这种先红脸再红眼 最后扭头跑的毛病 月家有遗传 也不是也不是 我们家二小姐没有这毛病 我们也没有这毛病 那就是只有大小姐和大少爷有这个毛病了 呵呵 这就很明显了 遗传的是大夫人 哎 要不这样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瓜子茶水什么的都上一上 然后你们谁能给讲讲 月家这位大夫人的事 接上集 月斑斑被月景荣带着 走到了侯府一个小池塘边上 月斑斑瞅了瞅四周 没人 月景荣站在池塘边上 扭头看着他 这个女儿是个祸害 不管是我忘记了什么 还是这个女儿在撒谎 都不能再留这个女儿活着 但在弄扒月斑斑之前 有些事情该问也是要问的 月斑斑 你那写字的本事是跟谁学的 哎 都说了是父亲派人去安华交给我的 父亲怎么总不承认 本侯从未派人去教导过你 月斑斑 你休要再用这样的话来欺骗本侯 欺骗不过了吗 哎 那看来父亲还是挺聪明的 所以告诉本侯教你的人是谁 不能说啊 凭什么你问我我就要说 你以为你是谁 你再说什么 在说话啊 听不出来吗 不是吧 不是吧 父亲你现在连人话都听不懂了 他勾唇笑笑 低头看面前池塘 水挺深的 你说推下去个人 会不会被淹洗啊 我会游泳 会游泳有什么用啊 如果有人一直按你的头 不让你起来呢 嗯 父亲 十六年前米灭人性 把刚出生的女儿送走 把刚生完孩子的发漆气死 然后窃台七位 被送走的女儿不理不惨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牛 我对京城关底了解不多 但父亲是侯爵 这府上戒备应该挺森严的吧 不知道父亲身边会不会随时跟着安慰高手 我们之间的对话 会不会被人看到听到 如果没有 倒是想跟父亲说些新秘之事 哦 此处无人 没有安慰 那么既然没有监控 我就不客气了 嗯 月斑斑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翻翻手掌 三枚银针夹到了指缝中 趁着景龙还没反应过来 一巴掌拍到她的后脖梗上 然后景龙景龙一下子就摊卵下去 月斑斑拎着她的衣领 像拎着只大公鸡似的 二话不说 直接就往池塘里面按 月景龙每次都感觉自己要死了 但也每次都在真正要冤死之前 被月斑斑鼓提上来 但提上来之后 也就只给她喘一左气的功夫 这一股气紧完 我又被按捕到水里 如此反复 月斑斑没完没养 也不知道折腾了多久 忽然听到有脚步声往这边走过 不是说这里没有人吗 没有暗卫吗 为什么现在来人了 月景龙你是不是玩不起 说 你是不是玩不起 忽然她闻到了淡淡的松香味道 那是熟悉的味道 让人安心 也踏实 是来拦着我的 我这辈子跟月家结了死仇 他们欠我母亲一条命呢 你不用劝我 平时没理我都能变上三分 在月家我得理了我 为什么还要饶人 谁说我是来劝你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只是来看看 你有没有遇到危险 那现在呢 现在看到了 既然你没有危险 那么爱飞 请继续 我亲爱的父亲 听清楚了 风水轮轮转 我说过的罪 一样你都跑不了 当年害我 害我母亲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们说我是灾星 那我就再给你们看 从今往后 我会活成月福的 恶梦 准备好了吗 迎接恶梦吧 话说完 突然手一甩 月斑斑 直接把月井龙 扔到水里去了 月井人确实会游泳 但是被月斑斑 虐了这么久 别说游泳了 神志都快不清了 人一入了水 直接就往水底下沉 月斑斑 见人沉得差不多了 然后转身往回跑 来人啊 快来人啊 侯爷漏水了 谁来救救侯爷啊 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跟我说 因为大哥哥曝光了 他满足不了大夫人的事 他觉得很羞愧 也觉得身为一个男人 连最基本的能力都丧失了 那以后在大夫人面前 肯定是抬不起头来 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也没有脸面再活在这个世上了 他就跳到池塘里了 说完 随身往后投指 这一指不要紧 突然发现 江崇华也跳了下去 江崇华也没到水中间 他一伸手 他就把手给他了 月斑斑觉得 这个手递过来的 有点过于顺利 然后就看江崇华 出了一片打眨眼 我想救救月子大人 可是我身子太弱了 没把他救上来 自己去掉进了水里 我们七首八爪的 把江崇华救上岸 因为救他 又耽误了时间 月景龙都快沉底了 快下去 两个水性好的 把侯爷捞上来 快啊 侯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个家就散了 两名水性好的小丝 跳了下去 再过一会儿 月景龙终于被拖了上来 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 真的 放心 我没事 多谢爱妃关怀 看到你如此紧张 本王很高兴 肩负七殿下去换衣裳 再让下人熬姜涛 七殿下这个身子骨 他要是死在月家 你们可就都完了 那怎么办 大夫已经去请了 还没到呢 要不 要不先送七殿下回去 滚哪去 大夫人 有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今天是月府请我们过来的 现在出了事却想赶我们走 怎么可能 眼下父亲和七殿下全都生死不明 这事儿怕是得上报朝廷 请父皇母会为父亲和七殿下做主 月家人听傻了 四小姐月谦红突然说了一句 父亲那方面不行的是 要捅到皇上跟前去了吗 接上急 七殿下一定要停住 七殿下一定要停住 你快进宫去见母后 就说七殿下在安远侯府落水了 老姐妹不能去啊 再让大夫给好好看看 七殿下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好起来的 就算好起来 肯定也要遭大罪的 殿下身子本来就不好 离王府签着好多外债 也买不起补品了 对了祖母 我们还签月府一百万两银子呢 回去我就张罗张罗把离王府给卖了 我跟殿下随便租个小院子住住就行 先换上家里的债要紧 这怎么说着说着说到外债上去了 什么时候催他们还钱了 那都是以前的债 过去了过去了 现如今咱们侯府跟离王府是亲戚 那笔账就平了 不要了 对对 不要了 那就把欠条还给我们吧 夏南嫣立即吩咐下人去取欠条 月斑斑直到拿了欠条之后才松口 太点去寒的药吧 七殿下最近身子还行 只要把寒气去了 应该能缓过来 他一听离王妃发话了 也是如释重负 赶紧去开方子 七殿下怎么也落水了呢 掉到水里的是本王的岳父大人 本王眼瞅着他要沉到水下去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何况岳父大人对我们斑斑这么好 从小叫到 回京之后 就把他嫁到了离王府 岳父大人对本王是有恩质 本王永远都念着他的喊 所以这是什么事的老师 原来七殿下是为了救侯爷才落的水 七殿下真是重情重义 说起来 老奴也是岳父的老人了 深知岳家为人 他们同七殿下一样 也是重情重义 滴水之恩 会永泉相报的那种 今日之事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没有七殿下呀 侯爷的命 可能都没了 所以说 殿下 您是侯爷的救命恩人 这个恩情岳家 一定会记在心上一辈子的 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报答的 岳家重情重义吗 但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表面上肯定得承认 是 七殿下大恩大德 岳家定会报答 说完 就等着七殿下客气客气 说不用不用什么的 一般寒暄不都这样有来有回的吗 好 好什么 那就报答吧 救命之恩 必将用一声来回报的 岳老夫人有点听不下去了 他走到另一边 去看他儿子 怎么了 可是落水枪灼了肺 没有枪到肺 听说侯爷跳水自逆 是因为南科方面出了些问题 又被当众指出 颜面上过不去 还觉得人间不值得 不想活了 我就何计反正也是来一趟 不如一起给看看 这事儿已经让岳家很没脸了 你就不要再重复一遍了好不好 刚才我为侯爷诊脉 发现侯爷确实杨虚之症 岳老夫人懂了 他儿子真的有病 我好好的一个儿子 堂堂侯爵 竟然在自己家里被逼得自逆 这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他真有病 原本没有 后来我扎他几下 就有了 而且是治不好的那种 调皮 岳景荣不行的事 全家人都知道了 大夫也给证实了 岳斑斑走上前来关怀他 要不然还是试试冲洗吧 你给我滚 景荣啊 可不好说这样的话啊 此番要不是七殿下拉了你一把 你就没有救了 你再不喜欢岳斑斑 也得给七殿下几分面子 如今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不能当着大夫的面 留下恩将仇报的恶名 你说是七殿下救了我 还说他们是我的恩人 这是什么阴间消息 我落水的功夫 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岳景荣怀疑人生的功夫 已经有人把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 给他讲了一遍 讲这件事的是他的四娘岳千红 岳千红一边给他讲 一边用眼睛瞄将重划 父亲一定要记着七殿下的恩情啊 七殿下不容易 自己病成那样还想着救您 您可不能辜负了他的舍命相救 所以我落水是因为我没脸活在世上的 开什么玩笑 我为什么没脸活 我又不是真有病 侯爷这个情况 不如失真事实 治疗一段时间 实在不行再放弃吧 本侯怎么了 呛着水了 呛水都是小事 是侯爷落水的原因 有病不怕 咱们治就是了 府上又不是没钱 你放心 母亲一定会把你给治好的 弘财这个儿子是个不成器的 等你好了 再给府上添几个儿子 退一步讲 就算失真治不好也不怕 岳斑斑那个主意也不是没用 不行咱们就冲喜 我瞧着七殿下冲喜冲的都好多了 这慧儿看起来比你还精神 岳景荣听着老太太把他的后半生 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他都有点厌世了 本来没想嘎 这会儿真有点想嘎了 偷偷教导岳斑斑的是还没说清楚 这又整个我有病 我哪来的病 我到底还能不能好好活着吗 他自认为跟夏南燕行夫妻之事 也挺和谐的呀 难不成 他犹豫了 开始自我怀疑 难不成只是我觉得挺和谐 实际上夏南燕并不觉得和谐 本侯真的病了 杨虚 本侯是自己跳的水 父亲大叫一声 我不活了 然后就跳下去了 屋里的人分分为上前 七嘴八舌都说话 都说他是自己跳下去的 岳景荣躺回被子里 翻了个身 默默退出群聊 岳景荣自闭了 等终于清静下来时 午膳时辰都过了 岳老夫人一看岳斑斑也没有走的意思 他知道得留饭了 于是岳老夫人赶紧张罗下人被膳 女儿只是想确定一下 这个二妹妹 真的是我的二妹妹吗 街上急 岳府 晚膳 餐桌上 怎么了 没事 我不太饿 怎么可能不饿 早膳你就用的不多 我真的没事 我不能给父亲找麻烦 我少吃几口 省下来给别人吃 岳景荣感觉他又要搞事情 但是他不敢多说话 他怕哪句话说不对了 被岳斑斑摆着使劲发挥 夏南烟却笑呵呵的给岳斑斑加菜 大家都有得吃 斑斑也有得吃 那个热情劲仿佛夜贵妃附体 几个回合之后 岳斑斑就跟夏南烟亲近了许多 夏南烟今日也是豁出去了 反正已经这样了 不如大家把事情都摊到桌面上来说个痛快 斑斑在安怀都学了些什么呀 挺多门功课的 写字 弹琴 下棋 画画 都教了 一共有好几位先生一起教的我 时不时的还跟我说一下京城这边大姐姐课业的进度 让我千万不能落下 父亲说了 我是嫡女 无论如何都要成为家里最猪挑的 要不然她颜面无光 夏南烟心里那个赌啊 岳千五的眼圈又红了 斑斑又出息 这是好事 总比什么都不会出去闹笑话墙 那样丢的也是我们安怨侯府的脸 倒是千五的课业也得再抓一抓 京城里养大的姑娘要是比不过乡下回来的 那就闹了笑话了 岳千五要哭了 可能是太委屈 不小心摔了碗 还割货的手指血流起来时 她终于忍不住了 呜呜地哭去生来 留点血而已 大姐姐不至于那么娇气吧 再说 你留的那都是我的血 我还没哭呢 你哭什么呀 听闻岳家放了斑斑半年的血 后来之所以接她回京 也是因为住在京里取血方便 是吗 都是大夫给开的方子 我们也是被人骗了 哦 既然是被骗了 那我们斑斑的血就是白放了 可怜我们斑斑 小小一个姑娘 从小养在乡下 本来就吃不好 又被白放了半年的血 安怨侯总不能一句被人骗了就算完 这事儿回头 本王得跟父皇母后提一提 父皇母后心疼斑斑 一定会给些补养品 再给些银子的 月景龙听懂了 这是给她递话呢 这个我们也会给她补偿 一次一万两银子 一共取了六次六万两银子 你觉得可以吗 我一个月给你一万两 月月取你血 你看可以吗 五万 堂堂王妃就值五万 十万总行了吧 父亲 您就给个一步到位的价吧 这么讲来讲去的也没什么意思 你搁这儿买菜呢 十五万不能再多了 这么的吧 我也不多说 一共放了我六次血 一次十万 那就是六十万 我收你一百万 多出的四十万算我补身子的钱 父亲要觉得行 就把银票给我 要是觉得不行 这笔钱我就去跟父皇母后要 月景龙振振肉疼 夏南嫣特别不想给 一百万的话 本王觉得还是低了 给 就一百万 斑斑说一百万就是一百万 这就给 她转身 却吩咐下人被银票了 再不把这事办完 怕是又要涨价 很快的 月斑斑又有一百万进账 不紧 我要这些 行吗 月景龙没明白 她这是什么意思 但夏南嫣明白了 这是一个局啊 是月景龙转移财产的局啊 借着月斑斑的手 把月家的银子 一点点的倒灯出去 这才两天功夫 三百万就没了 再加上免去的那一百万外债 加起来就是四百万两银子啊 月服有几个四百万两 怕是账面现在已经空了 月景龙这是要干什么 不过了 晚上后月老夫人盼着月斑斑可赶紧走吧 让月府结束 这鸡飞狗跳了一天 可月斑斑她就是不走 吃完了饭也不走 怎么办啊 不是要住这吧 嗯 月景龙也生气 但她算是看明白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月家不再出点血 月斑斑是不可能走的 再给她点东西吧 或是银子 或是首饰 多少给点 赶紧把人送走 侯爷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把家里都掏空才算完 你是满足你最喜欢的女儿了 可家里其他孩子呢 就一点不给他们留 本侯最喜欢的女儿从来都是千五 从未变过 夏男爷根本不信他这一套 这个男人太假 你还想给多少 话刚问完 就见两个人都也挤到了他们这边 壮似不经意的落闲磕 你知道吧 知道的吧 贵妃娘娘可疼我们王妃了 知道王妃出嫁时 娘家一件新衣裳都没给带 赶紧就从宫里给王妃置办了起来 皇后娘娘也给了不少 还有锦妃娘娘 那头面首饰整套整套的往离王府送 没办法 谁让咱家王妃命苦呢 娘家不给带 那不就得婆嫁给天制吗 嫁妆箱子都是空的 也不知道安远侯府是怎么想的 他们的女儿可是嫁进皇家了 抬一堆空箱子入府是几个意思 这不是打皇家的脸吗 岳景荣明白了 这是要让岳家给他补嫁妆 他看了看夏南嫣 今日夏南嫣误会 他是为了转移财产 同时他也误会夏南嫣跟岳红才吐槽 他们夫妻生活不和谐 害他丢进了脸面 所以这副下人眼下是谁看谁都不顺眼 岳景荣当即就拍了板 不 把斑斑的嫁妆都补齐了 今日就当再送他出一次门子 我岳景荣的女儿必须风风光光的 岳斑斑来时是一辆公车 岳斑斑走时是一对马车 夏南嫣和岳千五的心碎成了八半 连老夫人都心疼的垂胸顿嘴 唯有岳景荣常常的松了口气 他终于把岳斑斑和七皇子给送走了 天知道这一天他经历了什么 那俩人要是再不走 他都感觉整个安远侯府就要保不住了 岳景荣现在也分析不明白 岳斑斑是怎么回事了 我向老宅那边打听过了 都说岳斑斑胆子小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宅那边什么人都能欺负他 谁都能踩一脚 什么脏活累活都是岳斑斑斑 一点脾气不带有的 可为什么回京之后 就跟以前完全变成两个人呢 等送走了岳斑斑 岳家的人陆陆续续都回去了 岳千五走得慢了几步 但他父亲还站在原地想事情 他便也凑了过来 嗯 父亲 过去十几年父亲见过斑斑几次 怎么你也怀疑为父 不是 女儿没有那个意思 女儿只是想确定一下 这个二妹妹 真的是我的二妹妹吗 接上级 你是什么意思 父亲不觉得奇怪吗 明明安怀老家说的二妹妹是那样的 但是回来的这个却是这样的 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 女儿问父亲见过斑斑几次 其实就是想知道 父亲以前见过的斑斑 跟现在这个长得像吗 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岳景龙也恍惚了 他其实没有见过岳斑斑几次 他已经七八年没回过安怀了 不过最近半年 因为要去安怀取血 他派去的人倒是见过岳斑斑很多次 岳斑斑回京之后 他也求证过 去取血的人都说 回来的这位就是二小姐没错 他从来没怀疑过岳斑斑身份的真实性 因为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固于荒谬 他不幸会发生 可岳千五这么一说 他忽然也有点叫不准了 女儿肯定是不相信 父亲会偷偷培养他16年的 虽然最开始的时候 心里有些不痛快 但是仔细想想 就觉得这里面漏洞太多 这件事情 要么安怀的人在撒谎 要么就是 现在回来的这个二妹妹有问题 父亲查一查吧 咱们家不能一直这样闹下去 千五受点委屈没什么 但是父亲不该被报复和利用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孩子 如果家里那几个都像你一样 该有多好 外偷风凉 回去吧 你放心 不管家里如何都不会影响到你 你依然是岳家唯一的嫡女 是我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宝贝 岳千五放心了 只要父亲不放弃我 不因为母亲和哥哥的行为连累到我 我就什么都不用 岳斑斑这边回到黎王府里 天都黑了 嗯 十位更暗卫中还有几个意志坚定的外人 明天早上还操练吗 操练的话是不是再想点更损的招 要不然他们几个也撵不走啊 倒也不必 你把他们都弄走了 谁干活 再过来的人里 指不定又有什么人安插的探子 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可是现在能干活的人也太少了 我们主子也才两个啊 事后两个人还事后不过来 不是那么算的 这么大的府邸 要维护 要打扫 全都需要人力 那不是还有三位能人吗 嗯 暗卫 我听七殿下说过 能称得上暗卫的 那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高手 会战力就得会战装 无论功夫还是体力 都是一等一的 要不然咱们折腾这些天 把别人都折腾走了 怎么他们就留下来了呢 另外 你不是说还有个侍卫也在坚持吗 可见练武的人体力就是好 那既然他们体力这么好 就能惹多劳吗 你让你给他们分分活 什么洗衣匹柴啊 扫院子擦桌子啊 这些都得干起来 人有多大的能力 就要担负多重的担子 离王府不养闲人 要是不能做离王府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那就不必留在这了 哦 妙啊 想留下就干准活 不干就走人 还得是王妃 一个字 绝 终于回了房间 真假嬷嬷去准备晚膳了 虽然在岳府用了一顿 当不当正不正的宴席 但他们可都看见了 七殿下没吃几口 全城都在给王妃夹菜 挑鱼刺 王妃可能是吃饱了 但殿下绝对没饱 德权还在跟月斑斑商量事情 别的吓人不找 但账房还是得找一个 找账房干什么 我自己的奸武会自己收着 保证万无一失 至于你们的东西 你们没有东西啊 你们的东西不是都被骗光了吗 我好不容易把外债 给你们平了一半 还差几家王府的债没平呢 你们要账房干什么 堂堂王府 没个账房也不像话 以前有账房的时候 日子过得并不好 这几日没账房了 日子也没有更差 那要不就不要了 还是需要一位账房的 我外头还有些声音 就是上次同你说的那些 找一位稳妥的账房王 那些声音也好入账回府 德权一跺脚 拼命给江崇华使眼色 但是江崇华不懂 还是在跟月斑斑说 有了王妃 那些声音自然是要交到王妃手里 完了 这点私房钱算是留不住了 殿下你可真是一点积眼都不藏啊 这样的话 就真的需要一位账房先生了 声音上出账肉账什么的 事物繁多 我不行 我还要躺着呢 又要躺着了 不是开始上进了吗 这怎么又要躺回去 什么叫又要躺着了 我不是一直在躺着吗 今天是月斑非得让我去的 要不然我在家躺着能做好几个梦 既然都起来了 就不要再躺回去行吗 万事开头难 你都已经开了一个上进的头了 坚持就是胜利啊 万事开头难 中间难 最后更难 所以刚开了个头 我就决定放弃了 德泉听不得月斑斑这种摆烂语录 他还是想把月斑斑积极性给调动起来 于是他豁出去了自家殿下的私房钱 殿下那可是大生意 很赚钱的 你放心让别人管 不放心也没有办法 生意上的事我真不懂 虽然我很会赚钱 但是我赚钱从来不靠正当手段 而且我赚的太多了 像一千万两黄金这种 靠正当手段肯定是不行的 就得靠爆发 所以咱们家还是找个靠谱的账房吧 这事交给我 我琢磨琢磨 也行 他肯琢磨就说明还是会动脑子 虽然身体不动 但好在脑子再动 身体和脑子 总得有一个要行动起来 黎王府的晚膳简简单单 原因是大厨房的主厨跑了 一场无情的挖跳 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几个厨子连夜收拾包袱 扛着马车跑的 月斑斑觉得这样也不行 于是跟德泉说 随即抓一名暗卫 明日请个师傅来教他做饭 你多损啊 人家培养多年的高损 当你却成做饭的 不过看着这桌上清汤寡水 是没什么食欲 罢了 反正也不是此家的安慰 明天顺便连烧火也一起浇了 接上集 江虫华 我看到院子里的坑洼完了 不知道葡萄夹子做好了没有 要是做好了 明日咱们就开始种葡萄吧 斑斑 这个季节真的不能种葡萄 能的能的 你相信我 我说能就一定能 而且我种的葡萄长得快 赶在入冬前种下 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吃上了 也罢 你想种就种吧 反正成与不成都没事 当好孩子玩了 到时候我就躺在葡萄夹子下面 吃新鲜的 我还想在府里开一片药田 我懂医术这件事 除了你没有人知道 但这件事情也不可能一直满下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也没有不能上吊的凉 早晚是会穿帮的 那不如我先在府里开一片药田 至少把府里这些人给灌输灌输 当然 以后谁要是详细问 那就还是我父亲请人在安华教我的 可知他一个人坑呗 他皮红 呃 所以你这一身本事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说是安华那边的江湖游移交的 你信吗 你说了 我就信吧 嗯 那你就信吧 嘿嘿 江崇华 你喜欢吃什么果子 我都给你种 一瞬间 仿佛冰雪融化 自初生起 甚少知喜悦为何种情绪的江崇华 在这一刻 真真切切体会到了 好 你种吧 让花开满院 果香满亭 我很期待 江崇华 我听说隔壁那院子原本是给我准备的 就算是郑妃 也不应该每天跟殿下住在一块 我有自己的院子 你要是想见我呢 就到我的院子里去 你要是不想见我 你就到别人的屋里去 嗯 没有别人 离王府里从来没有过能 除了使唤嬷嬷 那以后呢 以后会不会有侧妃侍妾啊什么的 毕竟是王府 要是没有几方侍妾 你脸面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你这是何意 想给本王那几方侧妃回来 月斑斑 你还有这种觉悟呢 没有 每位可以与人分享 但是美色绝对不行 我是美色 嗯 绝美 觉得我好看的人有很多 但真正愿意与我一起生活 只你一个 你什么意思 合着你这离王府里没有女人 不是因为你不想 而因为别人不想 这府里只有我一个女人 你还觉得挺遗憾 你快给我解释解释 是不是府里只有我一个女人 你觉得挺遗憾 当然不是 就连你 也是在本王意料之外 那你的意思是不喜欢我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就是这世上除了你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女子 进入离王府 走进我们的生活 月斑斑 有你一个就够了 你能明白吗 你这么聪明的姑娘 怎么可能猜不透我的心思 你就是诚心戏弄我 看我尴尬不知所措 你就开心 月斑斑小姐窍得高高的 江崇华的话 把她哄得都快找不着北了 四日午膳后 月斑斑跟德权在院子里 看那几个坑 同时也询问葡萄架子的进度 江崇华站在窗边 看着月斑斑 一会儿看看这里 一会儿瞅瞅那里 这会他正跟德权说着 要砸墙开地种果树 德权也没明白 他为什么敢在这个季节折腾 今儿阴天 可能很快就要下去了 谁家大冬天开荒种地 谁家大冬天移栽果树 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循规蹈矩 有些以前认为如何如何的 其实它都可以颠覆 比如说我们在冬天种个地 说不定就成了呢 你特么在斗我 西殿下都同意了 你要是不同意 这个离王府你是没法带了 江崇华笑笑 不再看小姑娘 跟老太监一天到晚 如家常便饭一样的斗嘴 屋里来人了 他听到了 果然 一转身就看到 麒麟卫在屋里站着 手里还掐着一把奏折 他真是一天都不让本王歇着 福公公也总劝皇上 皇后娘娘还打皇上呢 但就是没什么用 皇上该躺着还是躺着 谁都改变不了他 殿下您就能者多劳吧 反正不劳也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仪式 或许跟王妃有关 王妃又怎么了 刚得到的消息 岳家大少爷病了 可能是那方面不太行了 半夜从丫鬟屋里跑出来 十分沮丧 今日一早就请了大夫入府 大夫给开了不少药 但没说能治好 竟不等本王动手 他原本是想替岳斑斑出口气的 昨日在岳府那岳红才说了什么 他虽没听清楚 但想也知道 多半不是什么好话 岳斑斑后来能把那种事 扣在岳景龙身上 那八成岳红才说的是他 可这怎么没等动手呢 自己就不行了 其实殿下真不用替王妃报仇 他根本没吃亏 那岳家大少爷嘴是损了点 但实际上却没占着任何便宜 王妃当场就把仇给报了 一点都没耽误 江崇华你快出来看看 外面下雪了 好美呀 天顺二十八年的初雪 大片大片的飘落下来 冬天来了 冷不冷 不冷 一点都不冷 江崇华你看 这雪花多美 每一片都整整齐齐 晶莹结白 雪花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至少我看见过灰蒙蒙的雪 看到过还没等落到地上 就不再纯净的雪 他呼吸过被工业重度污染的空气 看见过不见晴日的天空 在前世那个工业高度发达的时代 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 是地球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枯竭和衰败 在想什么 没什么 就是在想这雪能不能下得大一些 最好堆得厚厚的 那样就可以堆雪人了 刚刚还在计划开园子 雪下得厚了如何开 难看 你放心 我一定种果子养你 你的眼睫毛真长 真是太好看了 接上急 这场雪果然如月斑斑期待的那样 月下月后 但是这样也没有挡住 他改造院子的脚步 家里不是有三个暗卫吗 再加上一个体力好的侍卫 四个人 德权一人发了他们一只大锤子 雪该下下 墙该杂杂 别问 问就是王妃是个急性子 想一出是一出 你们不想干就滚蛋 离王府不养闲人 四人憋憋去去的砸抢 别的不说 贼动手 月斑斑却趁着下雪 把柴房里观念的那个账房先生给放走了 你把我留在离王府 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保证再也不做假账了 我不能走 野贵妃不会放过我的 我出门就得赶 能不能跑得掉是你的事 总不能指望我给你养老吧 拜你所赐 离王府现在不光没银子 还欠了一屁股外战 我就算留了你 也管不了你饭吃 所以你看看 是出去试试看万一能跑得掉呢 还是留在这茶房里直接恶习 帐房先生选择走出去试试看 可惜 半个时辰后 府里安慰来报 说那个帐房先生被人嘎了 肯定是夜贵妃的人 这种多年的老帐房 跑不掉的 嗯嗯 我知道啊 我也没想让他跑掉 我又不是圣母 他坑害离王府十几年 我为什么要放过他 他替谁卖命 那命就在谁手里攒着 我放他走是我仁慈 攒着他命的人要他的命 那也是他活该 我对这个下场没有意见 德权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家王妃 真的不是个小白兔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见过王妃吃亏 哦 嗯 殿下可禁不起这么玩啊 殿下弱 你手底下可得有点轻重 别把七殿下给玩坏了 不会的不会的 说着他伸手去拉姜崇华 谁知道姜崇华使坏 反向用力 一下把他带入坏里 两人一起滚进雪堆里 贼里屋血贼里屋血 德权现在也服了 在他心里 月斑斑已经把他们家殿下那什么了 就破罐子破摔吧 亲一下也没什么 抱一抱更没什么 随缘吧 姜崇华 你的眼睫毛真长 真是太好看了 爱妃 我已经随了你欺负 但是先前你对外说本王不行来着 眼下还有外人 哦 月斑斑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砸墙的声音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但三名暗卫一名侍卫 正一脸懵比地往这边看 要不把他们几个搞得住住信吧 姜崇华欲哭无泪 斑斑 你扶我起来 进屋再说 殿下 虽然不应该这么快 就问您完事没有 但是楚王妃突然来了 说是来找月斑斑的 楚王妃 三皇子的正妃 月斑斑看到她时 她正端着茶盏 跟侍女说话 你说我要是把这茶盏给摔了 再用碎片划开我的万卖 是不是我就能嘎了 你说 楚王妃她是不是要讹我 不管是不是讹你 人要是嘎在咱们府上 那可就说不清了 本来你跟三殿下就有仇 真有个意外 那仇可就彻底解死了 没事的 没事的 你们别害怕 我家王妃是喜欢自嘎 但这纯属她个人爱好 绝对不是讹人 还有这种爱好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吗 黎王妃别怕 快进来快进来 月斑斑像个客人一样 被请了进去 嘎着呢 坐吧 哎 月斑斑听话地坐到她身边 连德权提醒她 要坐在上守卫都没在意 笑话 这人要是真打算举血 我坐的劲还能拉上一把 真要让楚王妃在黎王府嘎了 那这黎王府以后还能休停吗 不知三嫂今日登门是有何事啊 月斑斑温温柔柔地说话 生怕把人再刺激着 这是几年前黎王府写给楚王府的欠条 哦 我给你带来了 一会儿你拿去烧了 烧的时候念叨念叨 去去晦气 月斑斑没想到她居然是来还欠条的 不由地想起那天在宫里 三皇子说会跟她赔礼 赔的就是这欠条吗 那我是不是亏了 欠条这玩意 不用凭我也能想办法拿回来 但来人是楚王妃 两人好歹在夜府 也算有一面之缘 且印象还不错 当然最主要的是月斑斑觉得不能再刺激楚王妃了 周桑西美人不好把握 万一哪句话惹她不痛快 她再自改问我怎么找 这东西哪天送不行 这大雪天的还劳烦三嫂跑一趟 多冷啊 不冷 江北慈也说不让我赶在雪天来 但我觉得雪天甚好 雪天路滑 兴许公车一个不小心翻了 就把我摔嘎了 雪天还冷 我少穿些 可能就冻嘎了 总之 雪天比平常天气 嘎的概率高了许多 我喜欢 倒也不必算到这种程度 还有些东西 也是给你的 这里头有珠花首饰 还有点银票 是江北慈赔给你的 他说那天掐了你脖子 说这些是给你的补偿 原来这些才是补偿啊 我还以为就一张欠条呢 这你就知足了 不然呢 只送点东西算什么诚意 自己遭过的罪 他得再遭一遍才算报仇 这样 改天你见着他 你也掐他脖子 最好把他掐洗 我替你顶罪 你说 我掐洗三殿下 这个罪够不够大 能不能判洗刑 王妃 这事咱们回去再一把 当这人家离王妃 你就不能说点积极向上的吗 离王妃还小啊 行吧 回去我再琢磨琢磨 你嘴唇怎么有点肿 装 装了吗 刚才姜中华亲的是有点狠 让你男人亲的 呵 男人果然都不是好东西 他都病成那样了 还能把你亲成这样 别说了别说了 没出息 不过也不能怪你 你男人长得是好看 换我我也把持不住 但是你占便宜归占便宜 可不能针线到里面 更不能在爱情里渐渐嘎去 你看叶芙那位小夫人 人家多想得开 曾经青梅竹马的爱情 说被抢亲就抢亲了 他也就难过了几个时辰吧 第二天起就振作起来 准备在叶府大展宏图了 毕竟一个打算盘的账房 怎么都不如皇亲国妻也家 月斑斑 你行不行 嗯 我不太行 舍不得你男人 不是 主要我没有青梅竹马 哦 那人生是欠缺了点 要不嘎了试试 重来一次 王妃 人家李王妃 没有这种爱好 从前没有 不代表现在没有 今日没有 不代表明日也没有 我哪天也不想嘎 人生重来一次 这种事我经历过一次了 不想再来第二次 不过 三嫂 你说叶家小夫人的前男友 是为正房先生 是吧 是听说算盘打得好 那人也在京城吗 应该是在的 不然也不会在京城被抢亲 月斑斑本着上了贼船 就跟贼走的心态 对楚王妃说 三嫂留下来用碗膳吧 我同你一起探讨探讨 自嘎的监筑方法 改日 今晚要去叶府 我想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嘎在叶府 给他们找点麻烦 你有没有那种能喝嘎人的茶 给我来点吧 有我也不能给你 赶紧走吧 也是 算了 我自己想想办法 月斑斑以为她这个自己想想办法 只是丧系美人的一句口头禅 但是没想到 楚王妃是那种闷声干大事的人 当天晚上就把叶府给先了 喵的 别人转角遇到爱 我这是转角遇到鬼了 接上级 你看 才一下午的功夫 那么大一面墙就砸完了 可见暗卫和示威这样的工种 无论放到任何岗位上 都能够出色完成任务 这就属于降维打击 可是也有些事情是他们做不了的 比如说做饭 楚王妃的侍女求见 楚王妃的侍女 就是夏赏陪着楚王妃来过的 我见过 认得出来 她来干什么 说都什么时辰了 虚实过半了 但那姑娘挺急的 说请王妃救命 你知道什么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但那个楚王妃丧丧的 贼接地府 我怕她真把自己给玩嘎了 我得去看看 你乖乖的先睡 一会儿我就回来 江崇华看到小姑娘疯一样的跑眉眼了 无奈摇头 她先睡 她现在没她都睡不着 麒麟卫适时的出现了 殿下睡不着吧 正好 属下又带了些折子过来 要不跟父皇商量商量 改朝换代吧 咱们都解脱了 看皇上的意思 暂时还没有改朝换代的打算 殿下再辛苦几年 月斑斑一顿跑啊 终于到了前堂 果然看到下午来过的侍女 正在那来来回回地转悠 她心里一急 上前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走的时候痛苦吗 谁 谁走了 我三嫂啊 你 你三嫂没嘎啊 王妃给想想办法吧 我家王妃 也不知道从哪整来的毒茶 自己喝了没咋地 但是把夜老夫人给毒得起不来探了 我喵 玩得果然花坏 那夜老夫人呢 走得安详吗 还没到那一步呢 现在在昏迷 夜家大夫人气得要让我家王妃抵命 三殿下拼死护着 可我家王妃那个人 你也知道 抵命这种事对她来说可能是好事 她蹦着高的要给夜老夫人抵命 三殿下就劝啊 说你要是去抵命了 我怎么办啊 结果我家王妃就说 世上美女到处有 下一个会比我更温柔 三殿下也没办法了 就让奴婢赶紧来找黎王妃 请您给出出主意 不是 我没明白这里头的逻辑关系 你家殿下为什么让你来找我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都管不了王妃 我就能管 能的能的 殿下说了 黎王妃您都能从夜贵妃手里扣出一千万两金票 那这事您也一定会有办法 殿下还说 只要您能救救我们王妃 也救救夜老夫人 事后她就给您五百万两银票 成交 那快走吧 也不知道我们王妃这会儿达到哪个步骤了 晚了就来不及了 你先走 然后在夜府门口等 自会有人去许你 还用找外援啊 三殿下说王妃自己就行 行什么行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她怎么那么相信我呢 快走吧 我的人很快就到 安排一个靠谱的暗暗 陪我出去一趟 但我现在要化化妆 悄悄地走 姜崇华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就见她坐到梳妆台前开始画皮 那皮画的 看着她一愣一愣的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总之最大的震撼 就是没看明白 她那些画皮用的东西 是从哪拿出来的吧 梳妆台上原本肯定是没有的 她发誓 但这事她也不敢说 她也不敢问 就像月斑斑 给她针酒用的针 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没的 不过 月斑斑 你把自己画成的男人可就过分了 一点都不过分 趁我现在发育不好 该长得还没怎么长 我还能装一阵子男人 等再过几年我出息了 男人就真的装不像了 其实现在也不是完全没长 她通过这两日的观察和接触 已经可以很明确地肯定 月斑斑还是长了点的 但这话不敢说 你画成这样要干什么 月斑斑快速地把叶府发声的事情 给她讲了一遍 要救助王妃 除了治好叶老夫人 没有别的办法 但我现在还不想让人知道 我懂医术 所以我画成个男人巨叶府 其实这事我本不想管的 但是三皇子说 给我五百万两银子耶 我陪你去吧 绝对不行 你就在家好好的待着 洗干净了在床上等我 我会尽快回来的 她觉得自己这话像急了渣男 渣男现在要去行动了 江崇华让麒麟卫跟着她一起走 且她对自己的王妃 有很正确的认知 她千叮咛万嘱咐 让麒麟卫一定看住了 别让月斑斑 把叶府坑得太惨 麒麟卫把月斑斑 夹在哥哥底下 一路运轻功出府 你说咱们府里那四个人 不能发现我吧 嗯 关键发现我出府倒没什么 可他们要是发现有一个细皮嫩肉的男人 这个时辰从江崇华的屋子里出来 我怕对他名声不好 王妃想多了 那几个人砸了一天墙 这会睡得比猪还死 去吧王妃 大胆地往前走 前面拐个弯就是叶府 今晚你要是不从叶府捞点什么出来 我都瞧不起你 那你放心 不捞点什么回来 我也瞧不起我自己 他迈开大步朝前走 眼瞅着拐个弯就到了 结果就这一拐弯的功夫 雷像是一个人撞到了一起 他听到那个人说 喵的 别人转角遇到爱 我这是转角遇到鬼了 你是谁啊 八皇子江默知己身后 低头看着面前站着的这个陌生的男人 又瘦又小的 是个小白脸 偏偏小白脸劲贼大 一下就把他撞倒了 太虚了 实在是太虚了 我都没用力气 你自己就把自己摊回去了 嗯 为什么感觉这个男人说话的语气有点熟悉呢 你是谁 我是个大夫 来给阴冷夫人看病的 身后藏在不远处的麒麟位 一下一下扶着心腹 自己给自己顺气 真特么见鬼了 不怕不怕 虽然是黑天 但黎王妃是个活人没错 不能因为她胳膊上突然变出来个药箱 就觉得她是个鬼 可是特么的 谁家大活人凭空变物啊 七殿下取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真的是大夫 大夫为何不坐马车 为何不带个药筒 叶老夫人身份尊贵 生了病应该请太医 如何能轮得到你 那我走 不能走 既然来了 就进去看看吧 我带你去 哦 你真的不是叶府哪个姨娘背地里的乡啊 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说的就是你这种吧 你要是这么迫切的想要给叶府男人戴绿帽子的话 我也不是不可以努力一下 大可不必 叶府门口 哪里吧你 呦 这小先生身子娇软 若不禁风的 可不能再站在外面吹风了 快进屋 街上集 今晚的叶府乱作一团 谁也没想到 三殿下带着王妃来一趟 王妃竟然把老夫人给读晕了 你主要擅长什么 医术 主打的是医术 黎王妃说了 只要我能把叶老夫人给织好 楚王妃就没什么事了 哦 叶家大夫人这会儿正站在门口 听到了这话 就气呼呼地说 也不能说没有事了 她下毒是事实 听问三殿下一向跟叶府这边不惊 前几日不是还因为贵妃娘娘对她不好 在宫里大闹了一场吗 今天这事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你怕不是故意的吧 真的是来帮忙救人的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真的是为了救人来的 但是黎王妃说了 要抢救的是叶老夫人 要拯救的是楚王妃 但是跟三殿下没有关系啊 不但我说她 这位小先生一看就是各名市里的人 果然人心是跟面相有关的 小先生看着就面善 江北慈从屋里走出来 这话她听得真真切切的 但是她能说什么呢 本来这大舅母就黑眼白眼看不上她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更不能指望对方给她好脸色 她成了沉心绪 低头道 先一致外祖母吧 本王可以恕你无罪 但你若治不好叶老夫人 肯定治不好 再见 小先生别走 来都来了 诶 所以 你努力了是吗 那个人就是我大舅母是吗 不是 月斑斑想说我不是我没有 但是叶大夫人力气还挺大 哪里吧你 呦 这小先生身子娇软 弱不禁风的 可不能再站在外面吹风了 快进屋 屋里 月斑斑坐在踏边的椅子上 正在给叶老夫人诊脉 叶家小夫人也在屋里侍候着 这会儿正拿眼睛弯月斑斑 也弯她大嫂 叶大夫人有点过于热情了 甚至这种热情都盖过了对叶老夫人的关心 她一个劲的问月斑斑 小先生冷不冷啊 小先生要不要喝茶 因为有她 月斑斑这个病疹得十分坎坷 还好叶老夫人中毒不深 蠢王妃买的可能是劣质的毒 药性尾巴 药材里还有些过气成饭 虽然对于其他大夫来说是棘手了些 但是对我来讲也没什么难度 月斑斑给针灸了一下 又拿出了催吐的药丸 等到叶老夫人把胃里的东西吐干净了 人也就清醒了 叶大夫人也不知道怎么想 一门心思的给月斑斑邀功 这小先生医术高明啊 连太医都不敢轻易下结论 小先生直接就给母亲针灸 要是没有小先生的针灸和药丸 母亲这一遭怕是要挺不过去啊 边上 叶小夫人有点听不下去了 这位小先生是黎王妃请来的 母亲此番能顺利解了毒症 得记着黎王妃的好 黎王妃怎么管起我们府上的事了 谁跟她有交情 我都听见了 人家说是冲着楚王妃的面子来的 母亲中毒其实是意外 楚王妃是自己不想活了 谁能想到那毒茶让母亲给喝了 关键时刻 三殿下说让黎王妃给想想办法 想来黎王妃聪慧善良 又热心肠的名声已经远扬在外 就连三殿下都不得不上门求助 咱们可得记着人家的好 叶家人太恐怕了 聪慧善良又热心肠 这种话居然用来形容我 是我还不过百吗 为什么这种帽子要往我同胜炮 也没有那么好 黎王妃她要颜值有颜值 要脑子有颜值的 跟聪慧不挨憋 那什么 老夫人的兵既然好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至于楚王妃 反正我确实是冲着她的面子来的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最后 来世的车票谁给报一下 不是 诊金 诊金谁给报一下 我给我给 小先生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拿诊金 等一下 这位小先生医父高明 还是老申的救命恩人 老申问她几句话 老夫人请讲 你别怕 老申就问几句 不知小先生是在京城哪家医馆做事啊 怎么认得那黎王妃的 我不是在京城医馆的 我是从外地来的 从前在安华那边做过游衣 跟黎王妃是旧相识 死犯进京 听说她嫁了人 便去府上办访 没想到就赶上了这么个事 原来是旧相识 敢问小先生贵姓 姓白 那白先生 您想要多少诊金 这不是我要多少的事 实不相瞒 我的真酒书和药书 外头难见 去给这位白先生 取一百两银子过来 月斑斑走的时候 是叶小夫人去送的 大夫人本来抢着要送的 但老夫人拉着她说话 去把楚王妃给放了 她那个性子你还不知道吗 她是冲着她自己去的 好巧不巧的 我拿错了茶掌 喝了她的茶 你快点叫人 把燕然给放了吧 呀这个王妃 不放像什么样子 就算咱们不待见北慈 那燕然也没得罪过咱们 是吧 三皇子江北慈这人 可能是路过的古都翻他 月斑斑一出来 就看到江北慈在门口站着 面色不善 楚王妃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三殿下去那边等吧 老七家的让你来的 黎王妃说 就算不冲着您 也得冲着银子 您答应给报仇的 三殿下可不要忘了 本王不差她那点银子 去 你说你搭拉个脸 我治好了你外祖母 你连生血都没有 就这脾气谁能喜欢你 人有的时候不要总把故错归于别人 也得想想自己的毛病 就说求黎王妃救命这个事 听说是你主张上黎王府求助的 你是怎么想的 人家黎王妃可跟我说了 说跟三殿下您是往日有怨今日有仇 实在想不明白您是怎么好意思 舔着个大脸球上门的 别人于是都是旧朋友 您遇着事是旧仇人 不走寻常路啊 行了 不说了 记得把报仇送到黎王府去 月斑斑抬腿要走 江北族一把将他给拽了回来 月斑斑一肚子火 三殿下快放手 老夫人刚刚感谢过小先生 这刚一出门您就这副样子 老夫人会生气的 你等我我也得说 从辈分上讲我是你的小舅母 这里是夜府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再说人家说的也没错 是你自己上赶子去麻烦月斑斑的 那月斑斑看不上你你也不是不知道 在皇宫里掐人脖子的事你忘了 人家以德报怨 你可倒好 以怨报德 赶紧把手撒开 小心一会儿你大舅母出来挠你 到底还是大舅母更有震慑力一些 江北族本就有心讨好叶家 叶小夫人的话 他自然要往心里去 回去告诉月斑斑 谢礼本王自会让人送去 不理他 我们走 果然是月斑斑相熟的人 草剑一般见面一条 就剩下一张嘴 能说会道 对 我是草 记忆踩在我头上 明明我就长在你肥上 叶小夫人是拉着月斑斑跑出叶府 身后 江墨汁也跟着跑了出来 你们跑这么快干什么 小舅母你还怀着身子呢 你吓不吓人啊 跑这么快 不跑怎么办 他咒你三哥 明天就嘎 这事主要怪三殿下 跟你没什么关系 不过你也是勇 敢当面对他 这可能就是月斑斑的朋友独有的美德吧 还美德 这种就是惹祸惊 跟月斑斑一样 一个比一个欠揍 行了行了 赶紧的 我送你回去 你拿什么送我 我腿着来的 要不腿着去 府上给你们备车 赶紧走吧 这就走了 这就走了 回去我还得给黎王妃分银子呢 说好了他给我接上火 枕金一人一半 我不能独占 他最近账面乱套也没跟人帮衬 我还得帮他捋一捋 这句话 说者有心 听者也有心 叶小夫人在马车走了之后 还在府门口站了很久 黎王府账面乱 月斑斑需要帮忙礼账 街上级 马车上 姜默芝看着 坐在对面这个小白脸 无限感慨 跟我那七嫂真是一模一样啊 一刻都不消停啊 刚刚当着叶小夫人 你说丽王妃欠揍 这事她知道吗 你可别给我说出去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实际上七嫂是我的偶像 我对七嫂的景仰 那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但是你不一样 人家是王妃 有什么事我七哥能给她顶 但是你呢 你一见草民 就让跑到叶府来骂皇子 怕不是有病吧 当然 你有没有病跟我没关系 我主要是担心我七嫂 你想嘎没人拦着 但是你不能害我七嫂 万一因为你让我三哥 更恨我七嫂了 那我肯定跟你没完 我跟你说 我可厉害了 我咬人可疼可疼了 啊 其实吧 挺心疼叶贵妃的 抱负在心中 可惜剩了这两个 都是什么玩意 正想着 马车公路也不知道 压到了什么 突然咯噔一下 光啊 今日车里的人 一个都跑不了 我好好的唠着闲客坐着车 突然就让马匪给劫了 近十名黑衣人 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 各个手里都提着长剑 姜默知到底是皇子 从小习闻练武 虽然事发突然 但也很快就做出反应 他也不知道 从哪里抽出来一把软剑 一直在暗中保护的麒麟位 也现身了 保护好自己吧 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怕七嫂把我脑袋拧下来 自求多福 嗯 我不是来保护你的 你实话告诉我 这个小白脸 是不是我七嫂在乡下的乡行 这种事如果写成书 书名就叫乡村小神医 他这人实在是好奇心 过于旺盛 都这时候了 还不忘向月斑斑求证 你跟我七嫂到哪一步了 你上京城来 是不是就为了找他 你这人太不讲究了 哪有追上门来的 我七嫂都成婚了 你堂而皇之地 住到人家家里去 我七个能受得了吗 那我不住到他们家里 你七个就能接受了 绿帽子还分身绿浅绿吗 你俩还真有一腿 嗯 我跟丽王妃 我中有她 她中有我 我们永远不分开 姜末之脸一下就垮了 咬着牙说声你无耻 然后化悲愤为力量 举起软件 拼命去捧黑衣人 黑衣人就看到 小大夫说了两句什么 八皇子突然就疯了 于是他们决定 先把小大夫解决掉 杀了那个小白脸 啊 突然一只手 抓住月斑斑的后果梗子 一把就将它扯进了铺子里 麒麟卫吓得回声就要去救人 黑衣人趁着功夫散开了猛攻 一下子绊住了麒麟卫的脚步 如此精彩的半侧 麒麟卫终于抽身飞进了屋子里 其实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如果月斑斑出了什么事 或是嘎了 或是被人嫩什么 她回去就跪到七皇子面前自问 结果一进来之后 就看到月斑斑站在屋子中间 脚底下狠狠地踩着一个人的脑袋 正在那骂人 你可以说我长得好看 也可以说我长得难看 但你说我长得好难看是什么意思 我到底哪难看 你不说我就踩爆你的头 不至于不至于 先把人放开 我们抓个活口回去审审 你做梦 然后嘴巴一动 咬毒自打了 月斑斑有心给他抢救一下 但是外面的黑衣人 根本不给他机会 一个接一个地冲了进来 但是怎么说呢 月斑斑远战不行 近战无敌 在外头那些黑衣人 展示自己的轻功身法 飞来窜去的 他根本伸不上手 但是到了屋子里 狭小的空间限制了对方的发挥 月斑斑就觉得自己行了 他开始直接往上冲 麒麟未下的活都要没了的时候 就看到月斑斑手里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 转往黑衣人身上一撞 手往脸上一滑 一盏茶功夫不到 月斑斑就干饭了一屋子的黑衣人 姜末芝进来时 屋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一进屋就看到一地的屁股 姜末芝都看傻了 你是有什么特殊失号 这些年我父皇到底培养你什么了 特么的不是我 是他 是他干的 真是服了 打人就打人 都特么打昏迷了 为什么还要脱人家裤子 他是不是对扒别人裤子这帅特别有经验 在驴王府他就总扒七殿下的裤子 我是给他们下了毒 但也不是特别毒 因为不想把人毒洗 所以扒了他们的裤子防止他们逃跑 他一边说 一边走上前 要把趴在地上的人翻过来 你别动 你千万别动 你要干什么 说话 我来做 我要把他们翻过来 然后叫开嘴 把他们藏了毒的牙给掰下来 我来我来 你别动手 你不合适 他有什么可不合适的 他是大夫 更能找准哪颗牙 你不懂 姜末芝不明白自己有什么不懂的 当然 他也不愿意看这场面 一地白花花的屁股 翻个面更先知己了 什么玩意 你把他眼睛蒙上 好 我再跟巴殿下说话 让巴殿下把你眼睛蒙上 你好什么好 好 最后 谁也没能捂上谁的眼睛 姜末芝拉着月斑斑 两个人面对着强阀战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麒麟薇这么护着你 麒麟薇可能看上我了 喜都不可能 那你还这么护着他 你为了保护他你都不管我了 你本来就不归我管 谁让你出门不带安慰的 姜末芝不敢吱声 因为他不是从贤王府出来的 他是偷偷去了书寺 从书寺来的 麒麟薇的动作很快 所有人的毒牙都掰下来了 我都多余来 你自己整挺好 这天底下什么人需要担心 你都是不需要的 这件事情希望七殿下能明白 其实也没太整好 胳膊还是背滑了一道 啊 就因为月斑斑 胳膊上被滑了一道 麒麟薇瞬间就慌了 直接把人背在背上 就往外跑 跑完了 还不忘嘱咐姜末芝 把这些人都弄到黎王府去 快点 别让他们醒了 街上集 麒麟薇背着月斑斑 回到了黎王府 姜崇华拉着小姑娘 仔细查看她被划伤的 嗯 衣服 麒麟薇把她背回来 累够呛 这会知道她所谓的划了一下 就是划伤了衣服 当时就有点小崩溃 殿下 您真的不跟她合理 哎 我的王妃很好 为什么要合理 你管这叫好 那我还能说什么 对了 还有个能说的 她脱人家裤子 十几个大男人 裤子都让她给扒了 为何 就是怕他们醒 再跑了可就白费力气了 虽然我对我的独有自信 但问题我以前也没遇到过 这种有内力的高手 我不确定这种伎俩的独 能独他们多久 但如果吓得再独 又怕把他们给独个啊 没事 一回生二鬼鼠 全当拿他们练个手 以后再遇着这种高手的时候 就有经验了 哦 生气了 别生气 那大夫给人看病 还能有机会吗 什么病不得看 那些东西我都看过够的了 班班 大夫看病 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哦 是啊 忘了这是在古代 嘿嘿嘿 行吧 那我说回上面的话 我什么都没看过 你看过 我没看过 她疯狂给江崇华洗脑 我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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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殿下 关注点属下帮您纠正一下 现在您更应该问的是王妃她为什么会武功 当初安远侯月景龙提出 让自己女儿给七殿下冲醒 皇家是调查过的 月斑斑 平平无奇小女子 人畜无害 甚至不受娘家待见 嫁不嫁过来都不会对皇家有任何影响 可是这怎么跟调查的一点都不一样呢 殿下 当初调查她属下是参与了的 可她现在这个样子 殿下您说属下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吗 江崇华沉默了一会儿 除了本王和你 还有谁知道 他又会武功又会医术 这件事情只要你不说 本王不说 斑斑不说 就在没有人知道 我肯定是不会说的 我要是想让人知道 我就不化一容妆了 嗨 还有个八殿下 正说着 外途传来德权的声音 殿下 八殿下到了 说一定要见您 太晚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殿下 您还是见她一下吧 她说有一件事 关系到您和王妃的幸福 一定得说 七哥 你就让我进去吧 今天就七嫂把我头拧下来 我也得捍卫你头顶的颜色 麒麟卫过去开门了 姜木芝一进门就看到了他七哥拉着那个小白脸大夫的手 还摸摸索索 所以到底谁的头顶变色了 我误会七嫂了是吗 这小白脸竟是七哥 我七嫂呢 该不会是被灭口了吧 不是吧不是吧 七嫂说给我写阅读心得的 现在心得我还没看到 他人就 姜崇华无语死了 月斑斑回头看了姜木芝一眼 也不知道怎么想 他突然笑了一下 然后一口蓝上姜崇华的脖子 直接腻歪到了姜崇华怀里 一点都不避着人了是吧 七哥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但是他七哥不会眨眼 七哥还扶着小白脸的细腰 轻轻地说了一句 调皮 这王妃一天不调戏七殿下这一天就跟没过似的 别闹了 洗了你的衣容 还有人等着眨呢 什么什么 谁 武器 好不容易有个傻子 还不让我逗逗 好在傻子还没傻得那么彻底 姜默知懂了 七哥跟七嫂太会玩了 血作素材质不就有了吗 女扮男装俏佳人 可惜 把车里拉回来的飞衣人并没有审成 在麒麟卫把他们都弄醒了之后 他们又用另外一种方式自打了 他们的腮帮子里也藏了毒 早知道就把他们所有牙都掰下来 让他们想咬都没有牙咬 十多人 全是死士 是什么人这样大手笔 肯定不是为了劫我 我扮成了男人 没人知道我是谁 何况就算知道我是谁 想赶我也不至于出动这么多死士 他们又不知道我会挤下拳脚 你那是会挤下拳脚吗 挤下拳脚能打倒这么多人 可能 是来劫我的 我也很无辜 我也不想的 可我是贵妃的儿子 我对家世代太多了 其实这种事我每年都能遇着个一回两回的 我都习惯了 可是我不习惯啊 就算是刺杀八皇子 真的有必要出动这么多死士吗 岳斑斑也觉得是有蹊跷 你猜是谁想嘎江墨之 你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吗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叫我名字了 连累我被人嘎 还好意思跟我掰扯称呼 我叫你名字怎么了 你不叫江墨之吗 我跟他都叫江崇华 你长得有他好吗 你不跟他叫哥吗 不要因为自己的爹如何如何 就觉得自己也如何如何 你爹的本事不代表你的本事 可人能力也不在一个称呼上 你也不小了 这些道理你得明白 江墨之气鼓鼓的 但也不想再争辩 因为他七哥已经开始瞪他了 谁要嘎江墨之 三殿下 太明显了 江北茨那人只是蠢了些 但也不是完全没脑子 当然 灯下飞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只是那三皇子跟叶贵妃一样 不太聪明的样子 可能想不到这一层 屋里人都在等江崇华的答案 可是江崇华哪有答案 不知 就像他说的 对家太多了 可有如此大手笔的人 金中道也不多 楚王府算一个 皇宫算一个 再就是其他王府 以及公爵侯爵 岳府吗 岳家是侯爵府 可是他们没有嘎江墨之的道理 你当真没有答案 连怀疑的对象都没有 别问了 非得让我当着江墨之的面说 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个弟弟吗 这个弟弟有什么对家 我哪里知道 那既然你没有什么想法 我就只能广撒网了 至于这个鱼补的精不精准 我不管 我只负责大面鸡补捞 你要干什么 我损失了一件衣裳 还受到了惊吓 这是一件大事 确实是大事 江崇华一点都没犹豫 立即附和 但以麒麟卫对这两口子的了解 他觉得当下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其实你并没有受到惊吓 你甚至很兴奋 你打得比我都欢 斑斑只是正当防卫 你两口子可真行 但是殿下 宁可地想好了 他接下来要说的可能不是什么好话 果然 我不能吃亏 我也不能受委屈 不管是冲着谁来的 把我刮上了就有我的份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眼下事情刚发生 有机可循 再拖着 可就真的找不到人了 那就从即将送上门的开始捕捞吧 换一声 我若料得没错 叶家人很快就要来 他料得果然没错 就在麒麟卫和姜墨汁刚被赶出房门时 外头就传来了消息 说叶家大夫人二夫人和小夫人都到了 街上集 这叶家也是有意思 派了三位夫人来 他们家没男人怎么着 有啊 我二舅舅和我三舅舅都在家 叶家确实搞笑 八殿下半路遇见 他们来人关怀是正确的 毕竟人是从叶府走的 这事叶家有责任 可就像德权说的 派三位夫人过来是什么意思 月斑斑跟姜墨汁移到了前堂 叶家三位夫人拖拉一下就围过来了 可惜只有小夫人奔向了他 另外两位都是冲着姜墨汁去的 你朋友呢 就是那个董一树的小白脸 他们两个之所以围上了八殿下 可不是因为有多关心皇子 他们只是因为没看到那个小白脸 那可都是冲着小白脸来的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冲着你来的 原来不是叶家的男人不肯来 还是女人不要男人来 王妃此番救了我们老夫人的性命 叶家铭记在心 今后王妃定要与叶府常来常往 有用的这叶家的地方 也请王妃直言 是这个礼 原来时老夫人也嘱咐我们 让我们见了王妃一定要好好的感谢 两位夫人不必客气 咱们算起来也是亲戚 你应该互相帮助的 何况这次是楚王府的人就上门来的 三殿下也承诺会给我谢礼 所以叶府要是想谢的话 谢三殿下吧 谢他就不必了 他不是为了救老夫人 他只是为了给他的王妃脱罪 所以他是他 叶家是叶家 他谢他的 叶家谢叶家的 叶府果然有风骨 一点都不含糊 就冲着这一点 我敬佩叶家 那个 白小先生呢 白小先生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怎么没见白小先生出来呢 方才在府里我忙着别的事 多没见着 大嫂说那神与小先生长得为清优秀的 嘿嘿嘿 说完这话 他居然没忍住 一脸娇羞地笑了一下 没别的意思 就是关怀 毕竟那是我们家老夫人的救命恩人 再加上人是从我们叶府出去遇劫的 我们理应当面给小先生致个歉 嗯嗯 能理解二位夫人的心情 但是白小先生他受到了惊吓 也受了点伤 这会跟自己给自己伤完药 歇下了 呦 受伤了 伤到哪了 伤得重不重啊 能不能让我们去探望一下 没别的意思 就是冲着救命之恩 白小先生特地嘱咐了 说不见客 想来对京城也是有些失望吧 没想到堂堂京城治安居然这么不好 明知道他是从叶府出来的 是贵客 还遇到这种事 嗯 其实不是冲着他 他是被八殿下给连累了 既然小先生不见客 那我们也不抢求 麻烦王妃给带句话 就说我们来看过叶小先生了 干带话啊 嗯 要不然呢 哦 肯定不能干带话 看病人不得表示表示嘛 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是跟二位要钱啊 反正这钱也不是给我的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干带个话 那可能过几天这事就忘了 如果二位留下点什么 那将来小先生赌物私人 是不是就能多记一阵子 叶大夫人觉得 他说的对 我带了银票 就是为了给小先生押惊的 一百两 跟枕签一样 这也大夫人出手 多多少少有些小气 给银子够好 乱丸一花完了 不是又忘了吗 我出来得及 没带银票 就把这支表 留给小先生吧 应该是很值钱的东西 可能不止一百两 我一定替两位夫人转交 姜末芝看着这一幕都无语了 七哥的绿帽子 是深绿还是浅绿 我不知道 但大舅舅和二舅舅的帽子 肯定是变色了 月斑班上夜谷一趟 到底还是努力了啊 但大舅母相公也就算了 二舅母跟着错什么热闹 他见都没见过 月斑班扮演的那个小白脸 他上赶着给东西是几个亿子 今日真是多亏了那位小先生 要是没有他 怕是 后果不堪设想 那还真是救命恩人啊 若是白小先生日后常在京中逗留 还帮叶家能够多帮衬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话说到这里也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继续待下去就显得尴尬了 叶大夫人主动张罗回去 我还有些关于花果茶的事情 想请教王妃 你们先回去吧 行 那我们先走 留一辆车给你 好 小夫人留下吧 我多与你说说 说来也是巧了 花果茶的手艺正是白小先生传授给我的 大夫人和二夫人原本是没买花果茶的 因为他们打心眼里 看不上月斑斑 小先生的手艺啊 小先生的手艺一定是非同反响的 确实 不满二位 白小先生虽是游医 但金医术在江湖上也是被称为奇迹的 许多疑难杂症治不了了 都会想方设法找到他 砸千千万金求他救命 当然了 那都是江湖上的事 官场不理江湖事 这些经理的人自然是不知道的 听他越说越玄乎 叶大夫人其实是不信的 但不信归不信 白小先生的样貌他 却是深信不疑 颜值 极正义 我也想买点花果茶 我也买 但二人都没有现营了 于是便承诺明日一定送到府上 八殿下是不是也带回去了 我们来时看到 贤王府的人在门口徘徊了 应该是来接您的 不 我这就回去 真是人比人气嘎人 我写书要是也有月斑斑 这么能赚就好了 眼瞅着月斑斑的忽悠吃夜 蒸蒸日上 我的写作事业却毫无起色 心里憋屈啊 叶小夫人最后留下来 轻轻热热的来到了月斑斑身边 他们其实是来离王府探虚实的 你看出来了吧 看出来了 那你怎么想 就由着他们看 不由着他们还能如何呢 他们连主王妃都敢关押起来 还当着三殿下的面 何况我一个冲喜的王妃 我在他们心里没有分量的 再说 我不是也收门票了吗 说的也是 你的身份确实比较尴尬 但你人机灵 常常可以化解这种尴尬 罢了 你收了门票就不亏 离王府也得亏佑你 要不然早晚破产 所以你留下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当然不是 啊 斑斑 咱们也算一回生二回熟了 现在见着了第三回 我把你当朋友 你是不是对我也跟对别人不同些 我不喜欢女人 特别是怀了孕的女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讨厌 越说越笑啊 我就想问问你 能不能也把我当朋友 你要是拿我当朋友 我 我有个事想拜托你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跟我套监户谈感情 然后让我给你的花果茶再打电折扣 我跟你说 不要跟我谈感情 谈感情伤钱 死鬼 说什么呢 谁稀罕你那点折扣啊 那既然不是谈钱的话 就好办了 你说吧 听闻离王府在找账房先生 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人 你大嫂二嫂只是用眼睛看 用嘴打听 你倒好 直接把人安插进我们家账房里了 不是那个意思 我才没那个闲工夫打探离王府呢 我主要是想解决点个人问题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想要安排进来的那个人 是我的前男友 我跟他成亲那天被叶府抢了亲 我那前男友伤心过度 还生了肠病 现在病好了点 人却赔了老婆又没了银子 叶家当初想用银子砸他来着 但他没干 导致现在一穷二白快要扼杂了 他原本就是做账房先生的 但是后来出了这个事 以前的东家怕被叶府记恨 就不敢用他了 我合计你胆子大 你不用怕被叶府记恨 就想把他介绍到你这里来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以后我慢慢攒钱 攒够一百两 我就给你送来 你只管给他个工作就好 那你直接给他银子不就好了 不行 一来打击他的自尊心 二来万一被叶家发现了 我就完了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这里最保靠 主要是你这个人 太靠谱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靠谱 主要你太能忽悠了 我觉得即使这个人 藏在黎王府被发现了 你也能忽悠出花来 让叶家人宁愿相信他是你的相好 也绝不相信他是我的前男友 那这可就真不是一百两能解决的事了 我有点我就给你送来点 给我留些零花钱就够 我主要也是真的对不起他 虽然被抢亲是我无法改变的 但嫁到叶府之后发现有钱的生活 真好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哎 怎么办呢 心里有愧 你就帮帮我吧 他这个人实在 账做的也好 反正黎王府也缺人 你就给他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吧 哎 那就试试吧 正黄先生 盖特 接上级 四日 黎王府 今日早上火食不太好 有些寒酸 这还不如我带着齐殿下出去吃 还能吃口热乎的 这都凉了 谁做的饭啊 以名暗卫 那你把他叫来 我跟他聊聊 暗卫来时 腰间还扎着围裙 正是之前在院里挖坑的其中一人 知道让你学做饭菜有点难为你 但我以为 你做暗卫是拿刀 下厨房还是拿刀 这两件事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并没有什么区别 那为什么你切人就能切好 切菜就不行呢 别跟我说刚开始接触没有经验 那也不能用这种东西 护弄我和七殿下 你这么整 非但不能被评为黎王府的优秀员工 还随时都有下岗的风险 当一个员工不能满足领导的需求时 他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我这样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那暗卫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主子 我好好一个暗卫 天天让我到厨房去烧火做饭 这叫什么事 说出去丢不丢人 这以后让我在暗卫界怎么会 还不如跑了算 我们府上原来那个账房先生 都记得吧 嗯 我好心把他给放走 可惜听说被人给嘎了 你们说 是什么人会嘎一个没人要的账房 那肯定是觉得他没有用了 害怕他说出去一些什么话的人呗 人心难测啊 有时候你为人卖命 等到有一天失去了利用价值 那可能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属下知道错了 一定把厨房的手艺学好 这包子属下拿去热一热 周再熬一会儿 殿下和王妃先等等 大约过了两盏茶的功夫再端回来 粥就软了 包子也热了 得全把他叫了出去 展开批评教育 奶娘也主动揽下活 说要亲自指导他做饭 但是得给学费 最后 安慰艾林顿瓦 还损失了二十两的衣服 他们又不是没钱 你怎么就要二十两 二十两还少吗 我以前陪着王妃在乡下 一年才给我二两银子工钱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你不能总部长见识 早善后 黎王府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熟人 姜莫芝 一个是生人 据说是来报到的帐房先生 那帐房先生二十出头的样子 长得没清目秀的 虽然算不上十分好看 但也是思思论论 一看就是算盘打得好的样子 感谢殿下和王妃 给了我这份工作 我一定会珍惜这份工作 会好好干 从一点一滴做起 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价值 因为出来乍到 对黎王府的情况和运营方式尚不熟悉 工作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希望殿下和王妃能够多多提点 我会尽快地熟悉工作环境 融入同事 这个人实际上是太伤道了 但是身为黎王府的H2 如果黎王府跟别的官邸产生冲突时 你如何应对啊 进了黎王府的门 就是黎王府的人 生是黎王府的活人 喜是黎王府的喜人 跟黎王府的利益比起来 谁都是浮云 行 那正好今日我要去一趟夜府 要不 你跟我一起去 不了 小的还没有做好本土作战的心理准备 下次 下次一定去 你叫什么呀 既然来了 我就给你记上名 咱们府每月五号发月前 下个月就能发你一份了 我叫陆婷云 名字还挺好听 下去吧 让人带你去熟悉掌房 你要去夜府 嗯 昨天晚上来了三位夫人 但我们黎王府又看又问的 还说让我跟叶家常来常往 那我不得听他们的话 常来常往吗 而且我昨晚也说了 既然不能确定是谁派出那么多死事搞我们 那就所有人都跟着吃瓜落吧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去夜家坐坐 完了我再去一趟楚王府 三殿下还欠我钱呢 我家王妃是真牛 本来是离王府欠主王府的钱 这才几日功夫 债主就调换了 反正还得吃王妃啊 小姐这次带上老奴吧 每次你都不带我 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都干了什么 这次带上我 我跟着掌掌见识 我也去我也去 我也想掌见识 而且我是受害人 我跟你一起去合情合理 要哭咱俩一起哭 也更有说服力 行 想跟就跟着吧 宫里来人了 说是娶贵妃娘娘的花果茶 走 悄悄跟着吧 别再出什么事 不会有事的 有事也是别人有事 王妃她绝对不会有事的 本王知道 本王就是怕别人有事 一众人来到前躺 那宫女礼数周全 见了月斑斑就行礼问安 然后说明来意 坐吧 难得出宫一趟 歇歇喝点茶再走 宫女不想坐 但离王府的下人 故于热情 真假嬷嬷 按着她就坐下了 怎么有一种 要亏钱的预感 客人落座 得权上茶 上的都是碎茶 别嫌弃 我们府上外债多 实在没有多少银子 用来花用 日子也就只能过成这样了 谁信啊 你不是刚从贵妃娘家那里 骗走了一千万两黄金 哎呀 姑娘这生意上真好看 淡淡的橘色 看着就骄难 哟 这耳锥子更好 跟这生意上很配呢 真的是太好看了 可怜我没有那么好看的耳锥子 真是太羡慕姑娘了 不知道兰台宫还招人吗 要不我去兰台宫做份兼职吧 这宫女二话没说 当时就把耳锥子给摘下来了 既然王妃喜欢 就送给王妃了 这耳锥子也是夏天纳货娘娘赏的 也挺贵重的 王妃拿去吧 那什么 奴婢就不多呆了 宫里还有事要忙 这就走了 王妃再见 雁国拔毛是吧 你就照着雁国拔毛这四个字给我宣传宣传 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来打扰我了 只要黎王府成为他们的地狱 那这里就会成为我的天堂 接上级 一些人出发准备去叶府 今日姜墨芝出门带随侍了 那随侍听说自家殿下要跟着黎王妃一起去叶府 也不知道怎么想 竟压低了声音 岁月斑斑说道 让王妃费心了 你说什么 带着我们家八殿下 让黎王妃费心了 好说好说 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 属下没有银子 但属下有个消息 王妃应该愿意听 啊 什么消息 今日 安远侯爷要去叶府 果然是我爱听的消息 真好啊 去趟叶府还能看见我们家亲爱的父亲 真的是意外收获呢 等到了叶府时 正赶上月景龙也才到 嗯 月景龙一看到月斑斑 吓得差点没直接缩回轿子去 月斑斑跟他不一样 他一看到月景龙 那露出来的 就是看到猎物的目光 嘿 嘿 父亲 你来了 真是难为父亲了 为了不想让月斑的大夫人生气 只敢在外面找机会见我 没想到咱们亲父女还要弄成这样 都不能光明争大地见面 月斑的大夫人也太厉害了 女儿好心疼父亲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你想错了 本侯不是来见你的 本侯只是路过 这就要回去了 咦 可是父亲明明已经下轿子了呀 怎么 叶府出了那么大的事 父亲都不来表示一下关怀吗 父亲不要这么不近人情吧 叶府出什么事了 父亲 昨天晚上叶老夫人中毒了 太医都没法子 后来好不容易抢救过来 但人还是要养伤几日 不管父亲今天是为什么而来 既然赶上了 不去探望一下就不好了 要是让叶老夫人知道 父亲过家门而不入 说不定会挑你理的 父亲空手来的 不然呢 我下朝直接就来了 能带上 来探望病人怎么可以空手来 那显得也太没有礼数了 人家会挑理的 父亲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理由 有些事情虽然人家面上不说 但心里也会合计 好歹拿些点心水果之类的 看病人总得有个看病人的样子 我现在折回去买 好在我带了 她示意奶娘把公车里的东西拿出来 但是她在路上现买的 有点心 有干果 有茶叶 还有一些蜜饯 她买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银子 奶娘一开始还纳闷 她家小姐那么抠 怎么舍得掏银子 给叶家老夫人买东西 但这会儿她似乎有些明白了 果然 父亲就拿这些应付一下吧 有总比没有墙 我这些东西也都是挑好的买的 一共花了我三十两银子 父亲拿具应急 我不跟父亲多要 五十两就够了 你花三十两买的 现在卖我五十两 傻子才会上你的大 不必 本猴子会叫人去买了 不好 要赔钱 这时 紧闭的叶府大门忽然打开了 父亲你也是来看叶老夫人的吗 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 叶府管家出门迎客 略景荣骑虎南下 可得给了月斑斑 一张五十两的银票 真整见识 一共才花了五两银子的东西 小姐瞪眼瞎白话说是三十两 然后跟安远侯要了五十两 重点是安远侯真给了 老夫人身子还好吗 嗯 本猴可否去探望一番 听闻老夫人中毒 本猴这一夜都没睡好 刚散了潮就往这边来了 侯爷听谁说的我家老夫人中毒 还是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这也太离谱了 行了侯爷 您知道就知道了 这事千万别往外说 老夫人不想弄得人尽皆知 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 侯爷是来找二老爷的吗 这边请吧 月锦荣一愣 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月斑斑他就是个骗子 骗子这会儿已经做到了 叶老夫人的病榻边 一脸关切地跟叶老夫人说话 老夫人没事我就放心了 小先生那边我也问了 他说老夫人只要养上几日 就没有大爱 也不用吃什么药 那小先生时针一绝 用的药也跟一般大夫不同 老夫人尽管放心就是 叶老夫人是很感激月斑斑的 昨天晚上 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嘎了 要是没有月斑斑 派了那位白小先生过来 他肯定见不着 今天早上的太阳 所以叶老夫人 对月斑斑态度很好 还夸他 说他长得漂亮 面相好 一看就心善 月斑斑就蹬鼻子上脸 说贵妃娘娘 拿他当亲闺女 那老夫人 就是他的亲外祖母了 一边说一边掏袖子 不一会儿 就从里头掏出个小油纸包来 贵妃娘娘从我这儿 买了不少花果茶 是用特殊功效的 我今天给来祖母 也带了一包 一会儿让下人泡了您喝喝 这种跟贵妃娘娘那种不一样 年轻人主要左保养路线 上了年纪的人 咱们就得保命了 当水喝就行 外祖母一会儿您试试 喝得好的话 别让我叫人给您都送些过来 我把您当外祖母 不收外祖母的银子 回头这点银子 我跟别的官邸的老夫人 那里再赚回来 这反意我是连月斑的亲祖母 都没舍得给的 老太太非常高兴 一激动就也拿月斑斑 当亲外孙女 外祖母 昨天夜里的事您都听说了吧 回去我问白小先生了 他说也不知道那些黑衣人 是为了劫谁的 如果是为了劫巴殿下 可是为什么恋他也一遍要嘎 会不会原本就是冲着他去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知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一定是月斑斑掩盖了我的锋芒 要不然以前外祖母 是最喜欢我的了 他什么时候来的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昨天夜里啊 巴殿下瞎坏了 白小先生也瞎坏了 我就跟他问啊 我说你怀疑是冲着你来的 那有怀疑的对象吗 结果您猜白小先生怎么说 他说他出来扎道 在京城住了我也没有别的认识的人 唯一得罪过的 就是昨晚在夜府跟三殿下 发生了些口角 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殿下就是不带见他 他以前在外面做游移自在惯了 三殿下说他 他就顶了两局 怕不是三殿下在报复吧 北辞吗 不会吧 他明知那白小先生 刚救了老生的命 老生还没好利索呢 他就去嘎他 这不是断老生的后路吗 万一老生没全好 还需要白小先生医治呢 他说到这里 也顿住了 是啊 万一没全好 白小先生又嘎了 那是不是他也会嘎 何况与那白小先生同行的 还有姜墨汁 我也不信是三殿下 但这事也太巧了 你去 你现在就去 拿着老生的这枚扳纸 上吐王府去替老生问问 问他是不是想让老生的 他一向跟叶家不亲 他的王妃还差点把老生给害打 那白小先生前脚刚走后脚就遇刺 老生也不信这是巧合 你去替老生问问 这事问不明白 老生寝食难啊 你这人也太记仇了 你是不是想弄习我三哥 你这是把他王膝里坑啊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小心眼 皇宫里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楚王府也给了我押经理 我懂得借好就收 那那傻**** 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你可是知道的 他就我办事还要跟我动手 我能惯着他 他那个人脾气确实不好 嘴里就没说过几句好听的话 一言不合就想使用武力 但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我觉得凭他的脑子他动不过你的 本来叶普对他就不是很待见 你再这么扯 两边的关系就更差了 关我什么事 你能保证昨天夜里那些黑衣人 绝对不是他派出来的 要知道 他跟你也有仇 他有绝对的理由嘎你 如果昨天晚上的黑衣人 真的是三哥派出来的 我也绝对不会选择原谅 月斑斑 我听说你来了 赶紧就往这边迎 你这是做什么 要走了吗 怎么这么快 也不算快 做了有一会儿了 都这个时辰了 用完午膳再走吧 大嫂和二嫂听说你来了 已经叫大厨房备了席 不管你有什么事 都吃完饭再说 去楚王府的事调也不急 而且小夫人说的对 都这个时辰了 要是不在夜府吃 去楚王府肯定是没饭吃的 难不成我出来一趟 完了还要回立王府吃饭 那也太亏了 好 就吃完再走吧 接上集 从夜府用完午膳后 月斑斑准备去楚王府 姜末之没有跟着他 一起去楚王府长见识了 他怕他三哥受刺激 事情最终会发展到 无法挽回的地步 月斑斑到了楚王府时 楚王府刚撤了午膳 你来得真不巧 我刚吃饱 那能不能为我再做一些 府里的饭不好吃 而且我都闻着你身上的味儿了 你这是吃完来的 嗯嗯 确实是吃完来的 而且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三殿下在家吗 楚王妃派了下人去叫 然后怀着期待 跟月斑斑问 什么任务 要命吗 是不是他犯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谋反 这种要嘎头的吧 全家抄斩吗 快点把我一起给斩了吧 活够了 你怎么这么愿意嘎 像我这么摆烂的人 都想好好活着 你为啥总想嘎 而且如果真是那种 抄斩的大罪 也不可能让我来传达 没劲 还以为你能给我带来些惊喜 这日子过得索然无味 只想抄个家给我自己住住信 江北辞到时 就见他家王妃 依然是又丧又高冷的样子坐着 月斑斑就吊锒 敲着二郎腿吃瓜子 时不时还要点评一下 楚王府的东西不好吃 好不好吃的 我也不在意 吃东西就是为了不让自己饿喜 跟好不好吃没什么关系 你不是天天想嘎吗 那为何还要吃东西 饿喜不就得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那以后我就不吃东西了 还怕我家王妃自杀的手段不够多吗 这又给支了一招 月斑斑这个女人实在是该喜 哦 她走进前堂 坐到了楚王妃身边 楚王妃看了她一眼 没说什么 查量了吗 我叫人去换 不必 操心你自己吧 七弟妹来了 可能会让你原本就不太好的心情雪上加霜 三殿下心情不好吗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 三殿下确实心情不好 因为今日早朝他被父皇训斥了 理由是跟贵妃顶撞 还跟弟妹动手 月斑斑 你这是来看本王笑话的 本王活到这么大 还头一次看到你这么大胆的人 为何说我大胆 就因为我敢到楚王府来跟你要钱 问题那钱本就是你欠我的 是你主动收贿给的 怎么就成我大胆了 本王答应给你钱 对啊 不是为了救三嫂吗 你家媳妇差点把叶老夫人给独感 救到我头上说你会给我报仇的呀 五百万两啊 你不会赖账吧 你听错了 是一百两 来人取一百两银票来 听闻你最近四处化缘 怎么离王府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要你像只狗一样在街边要饭 也不知道本王这一百两银子够你吃几顿 下次要是没饭吃了 就趴到楚王府门口 本王可以再施舍你一次 则则 我知道你是个直肠子 但你也不能用嘴拉吧 你这么说话是种病知道吗 而且是很重的病 要想治好 从眉毛往下都得截肢 罢了 我不能跟你这种从风水宝地线挖出来的东西计较 咱们还说回银子的诗 如今这银子已经从五百万两变成了一百两 我也不跟你计较 吃点亏就吃点亏 我认了 奶娘 一会我们走后就放出消息 说三殿下说了 叶老夫人的命值值一百两银子 对了 还得说明白 原本是五百万两的 但现在也不知道为啥叶老夫人越来越不值钱了 跳楼大甩卖 瞬间变成一百两了 拿来吧 一百两 你好意思给 我就好意思收 月斑斑 你什么意思啊 我恭恭敬敬地叫你三殿下 你却张口背口的月斑斑 还说我像只狗 你这是看不起我父亲安远红 还是看不起我父亲亲殿下 你说说你这个人 又烦自己亲弟弟 又挑自己亲娘的理 一方面觉得外祖母不值钱 一方面又言语攻击弟妹 合着这世上就没什么人能入得了你的眼事吧 身为大伯哥 你跟你弟妹这么说话 你恶不恶心 再者 你怎么谁都不喜欢呢 那被你不喜欢的这些人 就算想喜欢你 也不能去喜欢你了吧 毕竟大家不想那么贱 弟妹说的有道理 这人啊 是不能那么贱 尚赶着去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 招人烦 江北茨猛地扭头 直钉向楚王妃 她知道楚王妃话里有话 这件事情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大的隔阂 平日里她都小心翼翼地闭着 没想到眼下又被提了起来 那你说你想要多少 其实我救的不只是一个夜老夫人 还救了三嫂 所以你要感谢我 感谢的也应该是两件事 两件事两个人 加起来值多少 你得自己给个心理价位 我觉得合得上 我就拿着 我觉得合不上 我就上外面讲究你去 好 两百万两 合不上 罢了 五百万两 本王给你 成交 弟妹慢走 本王就不远送了 今日过来还有一件事 要跟三殿下问问 昨天晚上我请了一位小先生 去给夜老夫人解毒 听闻小先生在夜府跟三殿下 发生了些口奖 然后回去的路上就被截杀了 三殿下听说这件事了吗 本王听说了 还把这件事情仔细调查了一番 可惜并没有查到是什么人做的 难道不是你做的 本王 本王不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 殿下明白灯下黑的道理吧 有的时候越是看起来不可能的 就越有可能 不但我是这么想的 夜老夫人也是这么想的 她觉得你是想把那小先生给嘎了 那让她的毒如果再反复 就没有人给治了 何况一起被截的还有八殿下 你这可是一尸二鸟 一剑双雕啊 月斑斑你给本王住口 江北慈果然惊不起机 月斑斑几句话就让她失了理智 奶娘一见这三殿下气势汹汹的来了 就怕她伤害月斑斑 赶紧移步上前 挡到了月斑斑前面 楚王妃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完全不为所动 月斑斑不会吃亏的 她对此特别有自信 你怎么又动手大人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大便 我合理怀疑你 你可以申辩 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你直接动手是几个意思 恼羞成怒是吧 被我说中了是吧 你就是要杀害八殿下 和白小先生的幕后凶手 我要上蓝台宫去揭发你 她说完这些话 转身就要往外走 江北慈下意识地扯了她一口 你这怎么的就那么巧 一样东西被这么一扯 从月斑斑手里掉了出去 啪的一声 摔碎了 江北慈一愣低头去看 只觉得碎在地上的东西 多多少少有几分眼熟 你果然没有心 这可是你亲爱祖母的班纸啊 他让我拿着这班纸来问问你 是不是不想让他活了 你可倒好 不但把我骂了一顿 还把这班纸给摔了 在这下 你跟叶佳 多大仇啊 江北慈的手 再一次掐上了月斑斑的脖子 就在月斑斑 想要从种植园里 掉出一枚银针 扎他的半身不随时 忽然听到外头传来一声通传 七殿下道 接上集 救命 七殿下救命 他想要杀了我 就因为我揭穿了他 截杀八殿下和白小先生的事实 他想要杀我面孔 入口 再多说一句 本王现在就掐洗你 江北慈恼羞成怒 走劲当时就加重了 月斑斑很配合的 做了一个翻白眼的动作 这时 就见人影一闪 麒麟卫已然冲了过来 一键一出 照着江北慈的手腕就看 江北慈赶紧放手 匆匆躲避 月斑斑被摔到地上 江崇华下意识的就想去扶他 结果迎上了月斑斑狠狠的一击警告目光 这一刻 他读懂了月斑斑的眼神 你赶过来 你就完了 他不赶了 你说 一位皇子要嘎另一位皇子的正式夫人 这是什么罪 你能不能努努力 想办法让他最佳一等 一步到位直接洗刑吧 要不我也掐你一把 能不能一起判了 其实你要是真想洗 你直接把他给嘎了 洗得更快 楚王妃觉得有道理 起身就要去夺麒麟卫的剑 三皇子这一家子都太离谱了 简直都有病 音音音 我要进宫告状去 我手里有证据 我还可以拉上燕老夫人为我作证 我们都要告三殿下谋财害命 月斑斑 你是故意的 那又如何呢 你要我呀 别以为本王真不敢嘎你 希望三哥能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本王这些年只是病物 不是洗了 你是当哥哥的 当着本王的面 要对我的王妃痛下杀手 当真是不想活了 他看向江北慈 病病歪歪了二十年的眼睛里 突然蹦射出一股子当仁不让的犀利 江北慈眉心秃地皱了一下 总觉得这个气地跟从前不太一样了 你们走 离开楚王府 回你们自己家里去 三哥林给我一个谨慎 而不是挥手赶人 本王今日出府一趟 就没打算稀里糊涂地回去 临来时 离王府的下人分别去了几个地方 一处是夜府 一处是月府 还有一处是皇宫 想必这些地方都有人正往这边赶 三哥觉得 自己跟哪一方可以有很好的交代 有一种人 他天生就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罢了 我们也不要跟这种人浪费口舌 回吧 好歹也赚了五百万两 虽然少了点 但我也知足 就是 三殿下啊 希望你没事的时候能多想想 为什么你亲爹亲娘都不喜欢你呢 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当然 我只是这么一说啊 你别太往心里去 像不是亲生的什么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行了 我们这就回去了 你好好歇着 吃点东西存存体力 毕竟一会儿还有三方式里来跟你问话 你得有精力应付啊 再见三殿下 祝你今后吃饭有人累 走路有人推 祝你跟我三嫂早日和离 一生无子 江北慈被他气得已经快发疯了 特别是月斑斑最后一句 祝我跟王妃早日和离 一生无子 这是什么阴毒的诅咒 楚王妃却觉得这个住院实在是太哇塞了 一路把月斑斑送到府门口 我希望你的嘴开过光 到时候我定送上全副身家 感谢你八倍祖宗 说完 还往他手里撒了一把银票 这是我今早上从他书房偷的 都给你 楚王妃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是丧丧的 因为楚王妃有心上瘾 但是一次违劣 被江北慈看中了 硬求取了来 女方家里碍于她是皇子身份不可 不但嫁了女儿 还秘密处置了那个心上瘾 楚王妃自那以后跟娘家断绝的关系 对江北慈更是不给一丝好脸子 那我就能理解了 没想到江北慈这人嘴不好 心肠也不好 这不是明强吗 跟叶家那位三老爷有什么区别 不过我记得德权跟我说过 说楚王妃有刺绣的手艺 为了讨好皇家 时不时地就往宫里送些绣品 是送 她把楚王妃塞给她的银票展开来看 好家伙 都是几百两几百两的面额 总数十分可观 江崇华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的敛财手段 都倒成这样了 最后居然还能捞一笔 这种人就是传说中的财神爷的亲规女 殿下 咱们府上可能遭贼了 书房里放着的几百万两银票 居然不一而非 江北慈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没被过去 他看着从府门外走回来的王妃 咬了咬牙 一遍一遍劝自己不要生气 这个媳妇当初是冒着得罪一票人的风险 娶回来的 对此他在清新殿门外跪了三天三夜 才求得父皇下旨自婚 要是婚后过不好 那可就让全京城的人都看了笑话了 他忍了又忍 劝了又劝 终于把自己给劝好了 阿景 人送走了 楚王妃都没看见她似的 转个弯就往内院走 书房里的银子 随便你拿 这本来就是你的家 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 但是阿景 那月斑斑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莫要与它往来过命 小心被它骗了 我不是舍不得家里的银子 那银子你给谁都行 给月斑斑可真就是为了狗了 月斑斑挖你们家祖坟了 没有 那你为何黑眼白眼看不上她 上次在宫里听说你主动发难 我还很好奇 为什么 因为听说了她在夜府做的事 也听说了她无缘无故跑进宫里 缠着母妃一天一夜 坑蒙拐骗 所以 你是替你母妃去出气的 人家用得着你去出气吗 听说那天月斑斑把夜贵妃哄得很开心 虽然花费了些钱财 但是她有钱为什么不花 用钱买开心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明明挺高兴的一件事 结果被你一闹 所有人都不开心 还跟月斑斑结了仇 导致人家见你一次骂你一次 见你一回坑你一回 昨日拖月斑斑的福 救了叶老夫人的命 今日你就对人家恶语相向 你是跟她有仇还是跟叶家有仇 叶家都对她笑脸相迎你张口就骂 江北辞 我是想洗 但我不想蠢洗 更不想被你连累洗 你自己找洗别拖上我 再说了 昨晚是你自作主张派人去离王府求救的 也是你主动提出要给谢礼的 好吗 不主动给 等着人家来要了 非但不觉得不好意思 还说人家是要犯的 江北辞你这么蠢你自己知道吗 你这么蠢当初是怎么好意思求娶我的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嫁给你 早知道一场围猎会被你盯上 我就是跳河也不去凑那个热闹 来人 进宫 接上级 你还有脸来见等宫 你娶的好王妃呀 居然赶到叶府去毒害老夫人 这是她的主意 还是你的主意 说 不是谁的主意 都是意外 阿锦她没有想谋害外祖母 是她自己想嘎 外祖母误喝了她的茶 她想嘎就在你们自己府上嘎 为何要跑到叶府去嘎 母妃 真的是意外 母妃 我进宫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关于离王府呢 儿子怀疑阿锦去叶府服毒 是被那月斑斑叫缩的 因为她去叶府之前 先去了一趟离王府 阿锦从来没做过这样离谱的事情 所以很有可能是被月斑斑叫缩的 母妃应该能想到 月斑斑那个人一向不着调 她一肚子坏水 如果楚王妃去叶家之前见过月斑斑 那这里头说不定真的是另有隐情 可是 听闻你外祖母的毒是月斑斑认识的大夫帮忙解的 说起来 算是救命恩人 可是 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的毒 怎么就月斑斑的人能解得了呢 母妃您说 会不会是因为她有解药 很有可能 只有制毒之人才能解毒啊 母妃 那日之事 是儿子失言了 请母妃莫有怪罪 母妃在宫中也不能少了花用 上次被月斑斑骗去固首 儿子这些虽不能补齐 但多少也能给母妃缓缓 什么叫被她骗去了不少 你的意思是说 本宫蠢 儿子不是这个意思啊 儿子只是说 那月斑斑 她诡计多端 不是善类 她是坚是善 本宫自有平叛 你方才说是有离王府的事情要讲 难不成就只是讲月斑斑 不是 是要说崇华 今日月斑斑到我府上 向我讨人情债 我与她争了几句 没想到 崇华竟然来了 崇华的精神 看起来比原先好得不少 儿子几乎以为她是一个没有病的人 你的意思是 她的病 好了 就算没全好 一定也比从前强了不少 现在强不少 以后就能强更多 不能不防 黎王府 月斑斑在琢磨事情 江崇华在一边面面叨道 去楚王府太冒险了 楚王府是比蓝胎宫还要危险的地方 叶贵妃懂得克制 但是江北辞不懂 江北辞那个人性情扭曲心理阴暗 要是没有人在边上劝证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说了一会儿他就发现月斑斑根本没听进去她的话 小姑娘眼珠转悠悠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崇华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了 王妃 你今天有点怪 哦 我哪里怪了 怪可爱的 嗯 是做药了吗 我在想正事呢 今天晚上我还要出去一趟 还出去 爱妃 我记得之前你说过 我是除了母妃之外 你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人 嗯 没错 是这么回事 那你放心我这么好看的人一个人在家吗 你就不怕出个什么事 能出什么事 你家里藏狐狸精了 可能外面会有狐狸精 趁夜把我给结了 所以呢 所以 爱妃 别出去了 在家陪我 德权简直听不下去了 他转身出 默默无语两眼泪 殿下跟王妃感情真好 那叫感情好吗 那叫殿下被女流氓给调戏了 可是刚刚他们的对话 分明是殿下在调戏女流氓 那也是女流氓把殿下给教坏了 我家殿下多单纯多干净的一个人 可惜啊 被月斑斑给染指了 屋里 江崇华努力勾引月斑斑 月斑斑努力克制自己 你要是想现身 哪天都行 就今晚不行 为何 今天晚上我真有事 而且这事还不能我一个人干 得交上姜墨汁 他没有我长得好看 我知道 但那天晚上玉劫的是我和他 所以这事必须得让他配合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 当年给你下毒的事之所以查起来难 是因为时间过去了太久 我没办法跨越十八年去查当年的案子 但现在这件事情刚发生 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查明白 害时末 月斑斑还是出门了 姜墨汁在黎王府门口等他 到底什么事非得半夜办 我七哥同意你半夜出来私会我吗 七嫂 我跟你往日无冤尽日无仇的 你为何这样害我 我七哥会打洗我的 你放心 这不算私会 我们就是先碰一下头 等下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 月斑斑开始跟姜墨汁讲 这次的行动计划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舍不得老婆套不着流氓 统领 舍不得皇子也套不来杀手 所以我决定把你给守出去了 当然 只说你一个也是不够的 万一那些人是冲着我来的呢 所以咱们两个今晚兵分两路 你去东城 我在西城 就在大街上转 一直转到子时之后 带了多少人来啊 不能就自己来的吧 那不能 带了十几个暗卫呢 那行 去吧皮卡丘 祝你成功 月斑斑今日没有易容 还是黎王妃的打扮 她今天晚上穿了一身红 因为天晚了 头发也没好好梳 就很随意的批散在脑后 车夫看着她家王妃在街上晃 怎么形容呢 这气氛就挺悬疑的 那贼人但凡不少 都不可能在这个时辰 来结个红衣与鬼 东福国都名为凤安 凤安府衙门昨天夜里就跟死了一样 街上闹出那么大动静 都没见他们回个魂 但今天夜里 却向鬼门大开 一个个都上街来巡逻了 月斑斑在街上转了几圈 遇到了三队官兵 第一队官兵大老远的 就看见一个红夫夫的东西 在路上飘 吓得嗷嗷喊了几声 跑了 第二队官兵胆子比较大 何妨妖孽 还不快快献出原形 边上陪着的车夫一看 这也不像话呀 赶紧上前来警示 这是我们家王妃 晚上吃多了 出来消消时 官兵仔细一看 好吗 还真是黎王妃 别问他们 是怎么认出是黎王妃的 反正就是 有人往官府送了画像 说以后见着这个人 尽可能地绕道走 还得快点走 但凡走得晚了那么一步 兜里的银子 都容易不一而飞 这对官兵牢记告诫 在确认了是黎王妃之后 又确定了 黎王妃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在消失之后 头也没回地走了 后来就有了第三队官兵 为首一人 据说是雅里的一个什么官 月斑斑也记不住 反正这个人就是胆子大 不担心兜里的银子 他好奇心也有点过于强烈 就坐在路边 看着月斑斑走来走去 看了一会就问 王妃啊 我们一个 你说你整这出 算不算钓鱼执法 昨晚只是官府接到了报案之后 今晚巡逻的官差就增派了人手 对方八成是听说了 所以不敢出来造次 何况昨天都劫一回了 总不能连着劫吧 怎么着也得写几天 还有 昨天那些人一个活口都没留 八殿下已经派人 把尸体都送到衙门了 什么人物也经不起这么损耗啊 他不得缓一身子 王妃啊 回吧 你不会我都困了 那殿下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还有没有收获 能有什么收获呀 因为怕他再出事 贵妃娘娘和叶府 全都增派了人手宝货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现在在案中 宝货他的人超过了一百个 哪个想不开的 会跟这一百多人对抗 再奉案成到 这么大规模的刺杀 那不成造反了 他说着 又看了掩月斑斑 没想到吧 是没想到 果然有娘的孩子是个宝 不像我 只能靠自己努力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问你是不是没想到 其实就你在这块地方 也有二十多个人在保护你 保护我 二十多个人 哪来的 还能哪来的 反正肯定不是岳府的 我们了解了一下 这二十多个人里 有一部分是黎王府的 还有一部分是楚王府的 另外一部分是贵妃娘娘的 王妃啊 说实在的 有的时候 咱们也不得不佩服你这个人缘 黎王府也就罢了 那是你秦男人 但是楚王府 怎么也派人保护你呢 贵妃娘娘又图傻 可思 楚王府之所以保护我 可能是因为怕我万一 住个什么事 再赖掉楚王府头上 叶贵妃之所以保护我 那可能是怕我嘎了 以后就没有发过茶喝了 最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月斑斑钓鱼失败 接上级 月斑斑失望而归 心情非常不好 这件事情就像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 想拔出来 又因为扎的位置过于刁钻 够不着 你说出了钓鱼指法 还有什么招可以把人给抓住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要抓住 只要能大概确定目标 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目标确定不了 我总觉得还有一股或是几股势力 隐藏在暗处 一直也没有被我们 不对 还有一个人 顺飞 之前真假摸摸跟我说过 我们府上管库房的一个婆子 是顺飞身边的人 虽然没有摆在明面上说是顺飞的人 但是假摸摸说他以前在顺飞宫里看到过 江崇华 你跟顺飞有仇吗 不清楚 我一直病着 肯定没有主动招任 但就像你说的 我是皇子 即便病着 肯定也有人对我不放心 何况 何况 我母妃以前是宠妃来着 月斑斑懂了 一句宠妃 足以说明 锦妃以前有多招人恨 也恨锦妃 连带上恨江崇华 太正常了 先查查顺飞吧 她在我们府上安插了眼线 手都伸到我眼巴前了 不叉叉也显得不太尊重她 谁在外面呢 今晚老奴当职 真摸摸 进来 王妃 有事吗 嗯 想着天亮之后帮我打听打听顺飞的事 不管从前的事还是现在的事 能打听到什么就打听什么 但是不要打草惊蛇 找可靠的人问 老奴在京城这么多年 无论是宫里还是宫外都有熟人 这事包在老奴身上 终于 小姑娘躺下了 江崇华也躺了下来 睡吧 不管还有什么事 都明天再说 可是你对着我 我光看你了 都舍不得闭上眼睛 怎么睡 江崇华愣了一下 然后翻了个身 背对着她 小姑娘还是漂亮 用手抓紧一下一下挠她后背 江崇华 苦海乌鸦 回头是我呀 你回头看看我 两日后 真挪摸那边得到了消息 明日 顺飞娘娘要出宫 去园音寺烧香 明日 明日不是初一不是十五的 烧什么香 再说 她一个公妃 说出宫就出宫 因为顺飞之前没过一个孩子 她因为思念 每年都要犯几次头疼病 太医说是心病 没什么正经的要可以医 只能寻个心理寄托 后来有了六殿下 也没医好 顺飞娘娘就迷上了烧香 原本都是在宫中宝华殿拜的 但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要出宫去园音寺了 江崇华本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但这件事情不查清楚 她确实也不放心 好 明日一起去 曾嬷嬷嬷对于去上香的事 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她这两天在外头打听事情 还听说了一件事 都说有位姓白的大夫住在我们府上 还说这位白大夫人很年轻 脸也很白 长得很好看 说话声音也很好听 外头的人没事吧 合着除了外貌 别的啥也没记住呗 还说这位白大夫医术高明 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病 她给治好了 哦对了 重点是 他们说这位白大夫是王妃您的朋友 现如今就住在我们府上 王妃 人呢 怎么老奴从来没见过那位大夫 难道市井留言真的不可信吗 也不是完全不可信 她之前确实在我们府上住了两日 但因为她为人比较低调 所以如府都是安慰悄悄悄接进来的 现如今人已经不在府上了 所以你们没见着她也正常 原来是这样 理解理解 一般高人都有些怪癖 那殿下和王妃明天要是确定出门 老奴这就去跟全公公说 让准备着了 为何是白大夫 白这个姓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经理有没有听说过 反正我在安怀的时候总能听说 说江湖中有一位神医 姓白 能活死人肉白骨 任何疑难杂症只要她出手 都没有治不好的 但是这位白大夫也确实有怪癖 至今没有人知道她是男是女 更不知道她今年到底多大 只知许多江湖上的大人物 病了或者伤了 在实在走投无路时 都会想办法去找她 那天叶老夫人问我怎么称呼 我就想到了这个人 随口就说姓白了 当然 我说姓白 也没有说我就是她的意思 如果以后再有人追问 我就可以说是她的徒弟 因为败在她的门下 所以跟了她的姓 这都是说的过去的 反正这里是京城 那位白神医是在江湖上走动的 不出意外不会到京城来 我在这里扯一扯 不会被人发现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以后再有人 想要找那位白小先生呢 你怎么说 说她已经离开京城了 那样的话 是不是会失去很多伤机 我还得赚钱养你呢 这银子不能从指头缝里溜走 所以不能离开京城 她还得在京城 你还有宅子吗 在京城里的 可以偏一点 回头就说借给了白小先生住 再安排个可靠的人在那边 以后要是有人想要求医 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或是白小先生上门 或是与他们约定好时 是在宅子里看病 怎么都行 总之我就是想把这银子给转了 你转的已经够多了 养十个我都够了 但又觉得 小姑娘这一身医术 如果没有个可施展的地方 确实浪费了 或许给她些自由的空间 她能更开心 我名下的宅子 京城里还有三处 两处比较大的宅子 还有一处小院子 不是母妃给的 就是母后给的 我也都没去过 回头让德权派人收拾出来 给你用吧 咱们得说好 是给你用 不是给你做 你得知道回家 放心吧 那地方我只是玩玩而已 不会当真的 这里才是我永远的家 街上集 次日 狄王府的公车 从府门口出发 与此同时 皇宫那边 也有一辆公车 在朝着同一个方向 慢慢行着 另外 部部尚书府宁府 里部尚书府蓝府 以及叶府 同样也有马车出发 宁府跟蓝府的马车 在一个岔路口会合了 出东 烧香就烧香 反正今日也赶不上头到香了 反正我们说好 要在原音寺柱上一晚 那今天还有必要 出来这么早吗 我困喜了 很早吗 往常我也是这个时辰起啊 今日其实算晚的 往常这个时辰 我都做完两门功课了 谁能跟你一个卷王比啊 你还是人吗 说完 滚回车厢里睡觉了 蓝月灵也缩回了马车 今天真冷 哦 那小姐为何还执意 要赶在这样的天气出门啊 你不懂 这叫凑热闹 有月斑斑的地方就一定有热闹 他至今还对叶府那场生辰夜念念不忘 这不 昨天说七殿下两口子要去原音寺上香 他二话不说就决定来了 不但自己来了 他还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宁出东 原音寺一醒 他十分期待 同样十分期待这一醒的 还有叶家的小夫人 但其实他确实是赶巧了 因为他原本就打算 今日去原音寺烧香的 因为两个月前 就是这个日子查出来的怀了孩子 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本也没想到 会在半路遇见月斑斑 几辆马车相遇时 是在才出城不远的关道上 前都不知道谁家的马车发生了侧翻 把路给堵上了 斑斑 斑斑 你回去 换一个长得不好看的来跟我说话 长得好看 还被嫌弃了 他把赖在他身上 睡回龙觉的月斑斑叫醒 月斑斑爬向窗口 看到蓝月灵时感觉很意外 哦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要去原音寺上香 我就来了 初冬也来了 怎么样 高不高兴 团结是吧 你们猜 圣飞娘娘为何今日去原音寺 这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的 他烧的哪门子香 是不是因为初一十五人太多了 所以他才赶在今天来 原音寺是京郊最大的寺庙 香火一直很好 就算不是初一十五的人也不少 但飞瓶烧香拜佛的 一般不是都在宫中宝华店吗 那可能是他所求之师宝华店管不了吧 众所周知 原音寺很灵验 斑斑 你怎么说 也有可能是来超度的 给谁超度 难道是给那位十几年前并故的小殿下 很有可能是因为那天街上嘎的人太多 顺飞顺润的给那些人超度 这种事情在宫里办就不太好了 得挪到外面来 当然 不一定那些黑衣人就是顺飞派出来的 也不一定那些黑衣人一定就是冲着我 目前为止 还是刺杀江木之的面大 但万一呢 凡事都有个万一 马车在路上停了一会儿 就继续向前 此番出行 黎王府带了德权和奶娘 并有两名暗卫和一名麒麟卫跟着 真假 CP被留下看家 这会儿 麒麟卫也在公车里 月斑斑正在给他上课 知道你是皇上派来保护七殿下的 但你也不能只干这一件事 你得更多的体现资深价值 比如说出去打听消息 我们这次出来的目的并不是烧香 而是看看顺飞到底在做什么 那么在此之前 如果能得到更多关于顺飞的消息 那是不是就叫做知己知彼 你想知道顺飞什么 我可以给你讲讲 我不想知道顺飞过去的事 我只想知道顺飞现在的事 所以现在你上外头溜达一圈 抽抽她的公车里是个什么情况 要是能听到点什么 就更好了 暗王妃说的办 是 我总觉得螳螂补偿皇却在后 可能是女人的第六感吧 我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们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暗卫 没可能 是外人在跟踪的感觉 危险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准不准 人少是不太行 今日出行我就觉得人带少了 本来想说让多根心安慰过来 但是那个麒麟卫大哥说 我们带的人已经不少了 事实上 有王妃一个 就能保护好所有人 哦 我也不知道 你是怎么给人家留下了如此彪悍的印象 但别人家的王妃 都是温柔如水端庄优雅的 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毕竟温柔如水的王妃你们家殿下看不上 再说 光温柔有什么用 温柔能换钱吗 没有我 谁养你们 谁养七殿下 现在你们就是叫我一生爹都不过分 毕竟你们吃吃喝喝都是靠我的 是我养的你们 他一提到赚钱 德权就没话说了 在赚钱这方面 略斑斑确实出类拔萃 不一会儿 麒麟卫就回来了 顺飞此番出宫 带了四名宫女 两名太监 公车里安安静静的 谁都不说话 她为人本就严肃 不说话倒也不稀奇 就一直都不说话 多少也得有几句交流吧 就一直不说话 我吊在车厢下面 听得清清楚楚 不止顺飞 连工人们都没有任何动静 其实这也不奇怪 顺飞在宫里也是这样 他住的顺西宫 总被人说跟个喜人工似的 很多时候从早到晚都没有个动静 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公车在寺庙门前停下 外头人渐渐多起来 月斑斑下车时 就看到叶家小夫人 笑意盈盈地朝着他这边走来 斑斑 真是太巧了 我们居然在这里碰上了 月斑斑看着他的团建队伍 真想原地插赞这支队伍 那天晚上就是因为跟江沃之在一起 最后才不知道黑衣员要嘎的道主是谁 现在又来了这么多人 这有点什么事还是不好判断啊 你们能回去吗 改天再来 不能 就是冲着你来的 敢巧了 我原定的就是今日来上香 斑斑 咱们这就是缘分 他说着 凑近了月斑斑 贴到他的耳边小声道 你也来原因四 怎么不早说呢 把那个人给我带出来啊 半年多没见了 我也想跟他说说话 那是另外的价钱 哦 嘿嘿 街上集 终于进了原因四 因为时剩原因 今天他们不打算烧香 要等明日一早再烧 寺里的小僧人忙着给他们安排房间 但这里不让男女住在一起 即使是夫妻也不行 所以月斑斑跟宁出东他们分道离间房 一定要好好的 不要坑人 要学会克制 毕竟住在一起的这几个 跟你也没有仇 跟离王府也没有仇 你不能逮谁坑谁 还有 这里是佛门清静之地 在佛祖身边可不能打黄你 会被佛祖听到的 那如果有人先跟我不克制呢 看情况 能忍则忍 实在忍不了 也不能委屈了自自 总之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你呢 你一个人行不行 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嗯 是啊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你不会有什么事的 哦 我怎么就是祸害了 长成这样还不是祸害吗 你太不了解自己的颜值了 说完 转身跑开 去跟宁出东他们会合去了 王妃除了赚钱的时候是高光 其他时候都像个高坊 真没见过哪家王妃像她这样 难道你喜欢楚王妃那种 没事就寻习的 要是这么一笔 还是咱们王妃好 这边奶娘这会儿正跟其他几位带来的丫鬟婆子 一起收拾大炕 叶小夫人带的那个婆子 总想立棍 一会儿说这个扑得不好 一会儿说那个做事不利索 宁兰两家的丫鬟 不敢跟叶府的人争辩 只能委屈巴巴忍气吞声 但奶娘不灌她那个病 老姐姐一看 就是事后灌了主子的 这话说的 句句都在点子上 你说都是做下人的 我怎么就没老姐姐做得好呢 能在叶府那样的大官邸 做到一等婆子的 那可不是一般人物 老姐姐 我今儿打眼一看 就觉得您不烦 现在一接触 果然不烦 铺床都比我们铺得好 你说老姐姐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天选奴才吗 来您两家的丫鬟 觉得月斑斑这个奶娘 舔的有点太狠 叶府的嬷嬷觉得 天选奴才这话不像什么好话 但她确实是奴才也没有错 奶娘已经把她给捧高了 这话还在向她请教 老姐姐 你说我这个柱子应该怎么铺啊 您给指导指导 我看了您铺的之后 觉得自己铺的这个 实在是看不过去 叶家嬷嬷飘了 一边给奶娘示范 怎么粗炕 一边把奶娘的活 直接给干了 老姐姐一起给指点指点吧 他们这些小姑娘 也没什么经验 照老姐姐的手艺差太多了 赶紧下来 瞅瞅你们铺的 这是什么玩意啊 就这手法 还好意思事后小姐呢 快快起来 看看叶府的嬷嬷 是怎么铺床的 于是两个丫鬟就站在边上 看着叶家的嬷嬷 开开心心的 把一整条的炕都给拖完了 两个丫鬟都猛了 但更猛的还在后头呢 老姐姐你看 这屋里屋外的 是不是得打扫打扫 虽然寺里也干净 但小姐夫人们娇生惯养的 可能还是要再收拾一遍 才能放心 特别是你家小夫人 怀着身子呢 实在是太金贵了 我也不敢上手 我想把桌子擦擦 但我怕没有老姐姐 你擦得好 不招主子待见 所以不如老姐姐您 再给掩饰掩饰吧 教教我们 让我们开开眼 看看什么才是高端奴才 干出来的漂亮活 于是两个丫鬟家一个奶娘 就站在原地 眼瞅着叶家的嬷嬷一个人 一边哼着歌 一边把整个房间 里里歪歪的活 全包园了 全包园了 黎王府果然出人才 不但黎王妃是个人才 黎王妃的奶娘 她也是个人才 上次在叶府生辰宴上 黎王妃就寄金四座 没想到来一趟盐音寺 又让黎王妃的奶娘 给嗅到了 两个丫鬟开始反省 自己果然啥也不是 居然会觉得奶娘是在舔 这特么哪是舔 这是捧杀 要不你半个巴巴 我报名 花点钱 我也得要一个入学名额 你们家这一套一套的 也太溜了 好 我开班了一定叫上你 学费同样可以跟你打八折 就因为打八折这个事 叶小夫人坚定地认为 岳斑斑就是她最好的朋友 他俩天下第一好 过了晌午 众人张罗着要去摘堂吃饭 江崇华也来了 一看到江崇华 岳斑斑像小胡蝶一样的 就飞过去了 房间怎么样 还习惯吗 嗯 习惯 你呢 你习惯吗 我不习惯 诶 怎么 给你分的房间不好吗 不应该啊 你是皇子 他们对顺飞都知道要照顾 怎么不知道照顾一个 身交体贵的皇子呢 哦 不是房间不习惯 是身边没有你 不习惯 讨厌 讨厌死了 王妃刚才是害羞了吗 她还会害羞呢 她是什么时候拥有了这种美德 哎 嗯 抱恬天物啊 老天爷真是不公 给了七殿下这么好看一张脸 偏偏又给了他这么弱一副身子 你说这要是没有病 你们两个不知道要羡慕死精里多少人呢 他那张脸真的 嘖嘖 太让人移不开眼睛了 你要是再看我男人 我就把你眼珠子扣下来 去 放心 你男人啊 就是我愿意 我娘也不能愿意 我还是继续给一妃娘娘跳舞去吧 走了走了 赶紧去吃饭 饿喜了 他们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叶家的嬷嬷 已经把这张桌子擦了又擦 嬷嬷真厉害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过 有擦桌子擦得这么好的 就是就是 你看嬷嬷擦桌子的动作 一看就特别专业 我就不行 叶家嬷嬷高高的昂起头 特别骄傲 你这一身本事 遗传啊 要不你叫我医生爹 我传你点 爹 嗯 接上集 已经有小僧人开始上菜了 全是素的 不过味道不错 月斑斑吃了几口就上了 一边问问饭菜价格 觉得还不贵 一边就想多要几道菜 但是僧人们说了 有定量的 他们就桌就这些菜 没有了 四里不可贪食 多给些香火钱也不行吗 我怀着身子呢 比较能吃 夫人 真的不行了 那个人 我观察他很久了 来来回回地往里头那处隔间里送菜 都送了十几轮了 这还没完呢 还在送 那隔间里坐了多少人 需要上那么多菜 你跟我说说里头的人数 出家人不打孔语 佛祖可都听着呢 隔间里有三人 但用斋饭的只一人 一个人吃那么多 阿弥陀佛 贫僧也觉得他用的有点多 那他为什么吃那么多 他是贵客 我们无权过问 那你刚才说饭菜有定量 且不可贪食 合着就是给我们立的规矩 对别人不管用是吧 只对隔间里的贵客不管用 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里也坐着一位王妃呢 说起来 他也是贵客 怎么不见四里对他有照顾 王妃跟皇妃 还是不同呢 就拐着弯着说 我身份地位不如顺飞呗 也是 确实不如 我知道了 多谢师父 你气不气 刚才端进去的好几样菜 我们这桌可都没有 顺飞到底是来烧香拜佛的 还是来浇油吃饭的 隔着这是宫里的山珍海味吃够了 跑到寺庙里来改善生活来了 没想到寺庙这种地方也有区别对待 这也太双标了 因为生气 说话的声音大了些 被隔间里面的人听见了 就见一个大宫女走了出来 板着脸站到了他们桌前 方才那些话是谁说的 这是不是因为吃得多 所以耳朵也好使 他们都是狗吗 为什么离这么远也能听到 我 我说的 那就请这位小姐向我们娘娘磕头赔罪 再自删五十个耳光吧 为什么 我只是吐槽一下 给舍飞娘娘认错我同意 确实是我自己嘴没把门的 但自删五十耳光是几个意思 我也没说错什么啊 这是字里又不是宫里 在这种地方扇耳光 你们觉得妥当吗 大大 你眼里还有没有尊卑了 我不管你是哪家的小姐 背地里说主子娘娘坏话 这种事就是到了皇后娘娘面前 也是你的错 我家娘娘罚你一点错都没有 你也得庆幸这不是在宫里 但凡这是在宫里 可就不是五十个耳光可以解决得了的了 宁初东这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 当时就要跟着大宫女干仗 这位姑姑 实在抱歉 我们年轻 一时口快 还忘能原谅则哥 我们会跟顺飞娘娘道歉的 但杀耳光这件事 能不能 不能 错了就是错了 规矩就是规矩 赶紧的吧 宁初东不想低这个头 但是他又确实干不过顺飞 他倒无所谓 但是不能给家里惹祸 于是他站了起来 要跟那大宫女走 还等什么呢 该你了 什么玩意就该我了 则 刚才不还让我开班来着 这会儿我就是在亲自指点你 赶紧接着你的优势 化解眼前危机啊 宁初东跟咱们坐在一个桌上 晚上还会睡在一个屋里 那咱们就是一伙的 你还有没有第二集体荣誉感了 该说不说 叶小夫人还是很机灵的 至少一点就通 月斑斑一提到她的优势 她立马就明白是自己的肚子了 哎呦呦 我这肚子怎么突然疼起来了 哎呀 你快扶我一把 我肚子好疼 我肚子好疼 你扶我 你哪都别去 你得陪着我 人少了我害怕 我肚子里这孩子可是叶家的希望 金贵着呢 初东你听 这孩子是不是说话了 她说她最喜欢宁依依了 宁依依不要走 要陪着她 宁依要是不陪着她 她就要生气了 不能让宝宝不开心啊 宝宝是家里的宝 家里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看着 她出生呢 那个盛气凌人的大公女皱了眉 她可以得罪宁家 但却不敢得罪叶家 宁初东却眼上了 小夫人啊 我也没办法啊 你跟孩子说说 姨姨去磕个头 再扇自己五十个嘴巴 然后就回来 如果姨姨把自己扇晕了 或是脸扇肿了 宝宝不要害怕 等姨姨养好了再来看宝宝 但可能要养上好几个月了 宝宝见不到姨姨一定会伤心的吧 宝宝可是未来的小将军 你要是把她吓着了 叶家不会放过你的 话是对宁初东说的 眼睛却是看着那大公女的 大公女气得想掐洗这叶小夫人 但是她不敢 她知道 但凡这种时候她在坚持 叶家都不会放过她的 回来吧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有理也变成了没理 别在外头给本宫丢人 赶紧滚回来 宝宝乖 今天你救了姨姨一命 姨姨回头一定给你买好吃的 那你快点买给我吧 我替她吃 我吃了就相当于她吃了 跟一辈子没吃过好吃的似的 叶府那些山珍海味还满足不了你 并不是很爱吃那些东西 倒是十分怀念街上的小谈 可惜到了叶府之后 他们就再也不让我出去吃了 唉 也是个苦命人啊 不苦 至少现在锦衣时 不用像从前一样吃了 上顿没有下顿 说你好说你坏都不行是吧 怎么办 我好像惹了顺飞娘娘了 你说她会不会报复我们家 这件事情得这么看 首先 她要是个善良的人 她就不会跟猪精附体似的 跑到寺庙里来要一桌子菜一个人吃 其次 她要是个善良的人 她就不会派个宫女出来到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她一定会报复的是吗 可是你怕吗 你父亲是户部尚书 户部是管钱粮的 谁不得给几分面子 就算顺飞报复 她又能把您家如何 经她这么一分析 令初冬觉得也有这个道理 令初冬不再怕了 就算我吐槽她不对 那也是她在寺庙里摊食在先 就算闹起来 我觉得我也是能站得住脚的 我就不信皇上知道了 她跑寺庙里来摊嘴 面上会挂得住 这话说的声音又大了 隔间里又听见了 但却没有人出来 奴婢也是看不惯 他们一群小姑娘在背后说嘴 您是皇妃 他们这是以下犯上 顺飞今年46岁 但她长得老 看上去跟56差不多 自打20多年前 没了一位皇子之后 她整个人就性情大变 曾经爱说爱笑的一个人 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一天到晚搭了个脸 看谁都是一双死鱼眼 网上翻着 就算后来又生了六皇子 也没能让她变好起来 那一桌子坐着的 有黎王妃 有叶家的小夫人 还有两位尚书府的小姐 你以为的以下犯上去惩罚他们 实际上却没讨到半点好处 本宫是该说你蠢 还是该赞他们太聪明 知道利用叶家之事来压本宫 是很聪明 娘娘 还是要想办法教训教训他们吧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怎么教训 本宫是能把叶家人如何 还是能把那黎王妃如何 可是宁家那位小姐 是不得不向娘娘低头的 那就是跟户部尚书府作对 户部管钱梁 叶家守着边关 最重视的就是粮草 要说宁家跟叶家没有交情 本宫肯定是不信的 难道就这么算了 哼 且走着瞧 接上集 下赏身时 院里奶娘已经把叶府的嬷嬷 哄得都不知道北在哪 还主动指导您家的丫鬟绣花 哦 你们绣的这到底是鸳鸯还是鸭子 这边上的到底是花还是一图屎 原本其乐融融的 可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哦 很快就有外人到来 离王妃万安 我家娘娘请您过去一续 你家娘娘 顺飞娘娘 论起来 娘娘是王妃的长辈 从前在京里没有机会碰面也就算了 既然近日都到了园嬷寺 那王妃去见见我家娘娘也是应该的 这是身为皇家儿戏最起码的礼数 离王妃不会不明白吧 奶娘想说什么 被约斑斑拦住了 你说的对 身为小辈 我是应该主动去拜见长辈的 那走吧 咱们现在就过去 别让顺飞娘娘等急了 我陪你们去吧 我家娘娘只请了离王妃 啥意思 看不上我们叶府是吗 是不是看不上叶府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萌萌别多想 无论是我还是我家娘娘 都对叶大将军十分敬佩 更对能培养出大将军的叶府十分敬佩 没事 我就过去跟顺飞娘娘说说话 一会就回来 让奶娘陪我去 我好歹是个王妃 总不能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叶家的婆子 听她这么说了 也不好再坚持 只是小生说了月斑斑一句 你就是个傻子 作为原因寺的贵客 顺飞住着寺里最好的一间客房 单人单家 还有个独立的院子 月斑斑到时 正听到院子里一个大公寓在训人 那大公寓 就是先前在斋堂为难民出东的那个 这会儿正指着一个小公寓骂 咱们是主子娘娘 其他人只不过是官家小姐 最多也就那月家的妻女是个黄子妃 那黄子妃跟黄妃差着辈分呢 月斑斑她算个屁啊 你怕她干什么 还劝娘娘不要跟月斑斑作对 要你多嘴 娘娘能听你的话 你给我硬气起来 不能让人瞧不起咱们顺西宫的人 领着月斑斑往这边来的宫女站住了 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 但月斑斑不觉得尴尬 怎么不走了 继续走啊 顺飞娘娘还等着呢 好 走 走吧 哼 是娘娘请黎王妃来的 您少说两句 我说怎么了 嘴长在我身上 还不让我说话了 王妃别生气 咱们进去吧 娘娘还等着呢 没事 我不生气 子不交付之果 她骂我是我的错 我就当没生过这个不孝女 毕竟这种如厕之后不擦嘴的傻孩子 我确实也不想要 你说谁呢 你别过来 千万别过来 离着老远我就闻着你的臭味了 大狗不能忍 但她也不敢真跟月斑斑动手 甚至当着月斑斑的面 她也不敢骂 是黎王妃到了吗 快进来吧 臭味 跟俯师似的 臭 她什么意思 意思可能是说 你身上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吧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请于姑姑要实在好奇 等一会儿黎王妃出来了 你跟她问问 不是我说你 不管黄子妃跟黄妃 是不是差着辈分 对咱们来说那都是主子 她要真闹起来 咱们娘娘自然是不怕 可是为了给七殿下和皇后娘娘的面子 是必要扔出一个替罪羊的 你猜那只羊会是谁 反正不会是我 娘娘这里可离不开我呢 领路的宫女 不想跟她说话了 整个顺西宫 就这位锦衣姑姑 最能挑事 平日里没少给娘娘出坏主意 就连在斋堂 去为难您家小姐 也是她主张的 月斑斑进了顺飞的屋 寺庙里的客房 都有一股檀香味 非常好闻 只是顺飞那张老脸让人见了 就欢喜不起来 皇上是怎么做到跟这种人 还能生出两个孩子来的 真是难为皇上了 坐吧 斑斑 你跟老七成婚之后 本宫就一直想见见你的 可惜也没什么机会 你倒是进宫了几次 但不是去长丘宫 就是去锦绣宫 要么就是去兰台宫 也没有功夫上顺西宫来 好家伙 这是调理了 都是皇后娘娘 锦妃娘娘 还有贵妃娘娘的错 回去我一定说她吗 怎么能只顾着自己享受 不管顺飞娘娘的心理健康呢 我一定说她吗 听闻这里王妃思路清奇 一张嘴无理都能变上三分 今日一见过真如此 本宫听说你 还是因为夜府那场生辰宴 那日本宫的侄女也去了 回来与本宫说起你的事 还哭了一场 哦 娘娘的侄女是 是左相府唐家的嫡小姐 唐飞燕 给她未来父亲戴绿帽子的那个 顺飞很不爱听月斑斑说话 但她能忍住 飞燕自小就跟崇华相熟 她三岁那年进宫看我 正好在宫里遇着崇华 崇华很喜欢她 虽然身子虚弱 但还是拉着她的手跟她玩了很久 哦 后来飞燕就常进宫 一进宫就去找崇华 两个孩子只差三岁 正是能玩到一起的时候 崇华是哥哥 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妹妹 妹妹跑快了 她怕妹妹摔着 妹妹坐在她身边一动不动 她又怕妹妹闷着 那时候崇华总要带着飞燕一起午睡 两个孩子就睡在一张小榻上 崇华搂着飞燕 就像搂着剑珍宝 时不时的还要亲她一下 人人都说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 可惜啊 造化弄人 没想到唐家大小姐 对我夫君用情如此之深 甚至在明知道 她已经成婚的情况下 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 自己对我夫君的爱慕之情 自己说还不够 这又请顺飞娘娘来表达一遍 把我都给整感动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既然唐大小姐 跟我家夫君亲没竹马 那其实长大之后 应该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 但之所以这事没成 想必是因为我家夫君的病 我都理解 唐家是左相扶 自然不可能把敌女 嫁给一个病秧子的 道理我们都懂 唐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要把这件事情提起来 我想 这可能就是为了 宣扬唐家大小姐 不忘旧情 放荡不羁 不甘寂寞 惦记已婚男人 洋洋的意不知耻 愣愣无辜修一蓝的 美好品德吧 顺飞娘娘放心 今日您绝对不会白白跟我科普的 等回京之后 我一定会把唐大小姐的美好品德宣传出去 让京城人人都敬佩她 人人提起她都能把她的故事讲一讲 这样一传实实传百 早晚有一天会变成整个东富国人人皆知的故事 我相信唐大小姐未来的夫君一定也会欣赏她这种美德 对她更多几分疼爱的 哦对了 我还认识一位作家 可以让她把唐大小姐的事情写进书里 公更多人阅读 兴许千百年后还会传为一段佳话呢 说起来 这位作家顺飞娘娘也认识 她叫姜莫芝 是咱们东富国的八皇子 娘娘觉得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纰漏 如果哪里有宣传都不到位的 我再敢 我还可以给娘娘和唐家做一份可行性报告 把我能想到的宣传方式都写进去 当然 这样一来我就算总执行了 你们是总策划 然后我是要收费的 大殿下也是要收费的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也没有太得意的作品 有些气馁 我觉得机会来了 此番一定能借着唐大小姐的诗机 一跃而红 成为头部作者 顺飞都挺猛了 她很生气 你再细耍本宫 娘娘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要说细耍 不也是您先细耍我的吗 说起来 我跟顺飞娘娘无冤无仇 今天您要见我 咱们刻刻起起地说会儿话 寒暄一番 您再给我点见面理啥的 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挺好 可您非要来这一趟 跟我讲我男人从监督 另一位女子多么情投意合 那我能爱听吗 那我要是讲皇上对贵妃多好 对皇后多好 多重景妃 您是不是也不爱听 月斑斑一番话 把她嘴堵上了 她张了张嘴 又闭了回去 奶娘没憋住 笑了一下 顺飞看了她一眼 目光中透出一丝怨毒 娘娘叫我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吗 那我都记下了 回去我就安排 总执行的钱会逗娘娘 差人给我送到府上吧 八点下那边我会跟她说 请她给诸葛石再嫁 别要得太狠 我也是今日才知 娘娘今是唐家大小姐的亲姑母 哎唐家也是的 上次见了我 她们也没提这个事啊 要是提了的话 我一早就安排了 哪还用得着顺飞娘娘 费心再跟我交代一番 没事 那您歇着 我这就回去琢磨琢磨 一定把唐大小姐的事情 给宣扬好 这件事娘娘您就别操心了 我一定办妥妥的 娘娘快歇吧 我这就走了 顺飞坐在屋里 脸阴得跟什么似的 一双手紧紧握成拳 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院子里 那个大宫女 见到月斑斑出来 月斑斑却抢先开了口 你这不孝子 你主子求我办事 你怎么也不知道 对我态度好些 爹虽然没养好你 但你跟着顺飞娘娘这么久 怎么一点人样都没学着 真是起死为父了 行了 赶紧进屋去给你家主子认错 这也就是你爹我大度 要不然就冲着你对我这个态度 顺飞娘娘的事 我说什么也不能给办 快去吧 记得进屋就磕头 险些耽误了娘娘和唐家个大事 真该打 月斑斑走了 大宫女猛了 娘娘叫她来 是求她办事的 娘娘为何要求她办事 她能办什么事 这里王妃是个伶俐的人 而且也很会教人 听说她跟兰台宫那边相处得很不错 月家也领她的请 八殿下更是一口一个七嫂七嫂的 叫得亲切 所以娘娘如果真是求她办什么事 也不是不可能 你快去认个错吧 大宫女慌了 赶紧进了客房 娘娘 奴婢错了 奴婢不该骂了王妃 奴婢知道错了 娘娘饶了奴婢吧 顺飞被月斑斑拱出一肚子火 这会儿自己身边的宫女又来这一套 又说什么 不该骂月斑斑 生气了 滚出去 以后千万不要冲动了 我一定找机会跟李王妃道歉 以后我再也不敢说她了 接上集 怎么样怎么样 顺飞娘娘有没有为难你 她是因为什么事叫你去的 还是因为那堆饭吗 你应该把我叫醒的 我跟你一起去 她敢为难你我就赶了她 为难是为难了 但我家王妃可是一点气都没受着 相反啊 我看那顺飞娘娘气得都快冒烟了 月斑斑大战顺飞的事 被奶娘生动地讲了出来 之后重点强调了唐家大小姐的美好品德 以及顺飞娘娘为宣扬她侄女这种美好品德 而做出的努力 顺飞娘娘如此上心 特地把我家王妃叫过去说这个事 想来是真的着急让自家侄女名垂青史的 咱们都努努力 帮着唐家大小姐一把 就当冲着顺飞娘娘的面子 都是亲戚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行不行 这事我看行 这眼瞅着辣梅就要开了 每年辣梅花开时 经理都会办几场赏花会 到时候咱们就把这事说一说 帮帮唐家 这下雨 人们都在这件事情中愉快度过 这天晚上 本该是安静祥和的寺庙 突然乱了起来 也不是寺庙乱 只是他们这污乱 因为有人来搜查 哦 顺飞娘娘丢了一尊玉佛 今日她见过的外人 只有月斑斑 各位请出去吧 我们要搜屋 屋里人稀里糊涂的 被请出客房 你拿她玉佛了 我都不知道她有玉佛 那她为什么整这一出 这都没看明白吗 这不就是典型的栽赃陷害吗 找到了 嗯 这包袱是谁的 我的 怎么了 问我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呢 为什么顺飞娘娘的淤佛 会在你的包袱里 我怎么知道 她为什么会在我的包袱里 你没来使我包袱里没有 你一来就有了 那能说明什么 说明东西 是你放进去的呗 是这个道理 修得祸水东易 我们就是来找这尊淤佛的 现在在你的包袱里找到 就说明这东西是你偷的 好啊 亏我吓傻那会儿 还觉得自己骂黎王妃骂错了 现在看来真是一点都没错啊 走吧 跟咱们去见顺飞娘娘 看娘娘如何发落你们 月斑斑和奶娘又被带到了顺飞的院子 其他人也跟过去看热闹 奶娘到底是做吓人的 侦探上这种事还是很害怕 她看看月斑斑 却发现月斑斑并没有一丝害怕的意思 月斑斑的确不害怕 反之她还很兴奋 来到东西过这么久了 终于看到一个正正经经宫斗的妃子了 就算这位顺飞跟叶贵妃样不太聪明 但至少她把人生拿捏得比叶贵妃好 我那本侮佑她也没权 反倒是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这种精神真的是难难可贵 遇着一个认真宫斗的妃子太难得了 影视剧里的经典场面终于要在现实中发生了 还有点小期待呢 月斑斑 你可认罪 怎么说呢 如果咱们可以对簿公堂 那我就可以把前因后果好好与娘娘掰扯掰扯 但如果只是在娘娘这里私审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说了也没用 你这是何意 意思很明白 就是如果咱们宫领 那我就会说是娘娘身边的四个宫女闯进了我们的屋子 把一间屋子里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放了进去 然后栽赃陷害 那么这事就是你说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你想咬洗我的罪我也不能认 最后我猜官府也就是霍霍吸你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但如果私了呢 那娘娘诚心想给我定罪 那我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月斑斑 你很聪明 嗯 我是挺聪明的 但是娘娘您却不太聪明了 嗯 你这话又是何意 我的意思是 今晚就算咬洗了我的奶娘偷了娘娘的东西 那么其实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的 我损失的不过就是个吓人 毕竟偷东西的不是我 顺飞娘娘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所以娘娘 您折腾这一处是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绊倒我的奶娘 你这么怕我的奶娘 本宫怕一个奶娘做甚 那你的宫女为何不把渔府塞到我的包袱里 非得塞到我奶娘的包袱里 别说 认得还挺准 这要是没人明白 错塞到了叶家人的包袱里 娘娘您猜 今晚这事好不好收场 可惜 没有错 确实没错 所以顺飞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的奶娘呢 拖出去 乱棍打喜 这么绝 你的意思是 偷了东西的人 就要被乱棍打喜 一个下人 偷主子娘娘的东西 不打喜还能留着他 那可就是乱用私行了 我听说就算是宫里的下人犯了错 也有罪奴私这种地方 怎的我的奶娘犯了错 就要被直接打喜 顺飞娘娘的权力已经这么大了吗 小姐 老奴没有 老奴没偷过东西 下赏咱们来的时候 老奴一直在您身边站着的 边都没挨着顺飞娘娘这里的物价 那玉佛别说拿了 见我都没见过 他们摆明了是诬陷 当然是诬陷 但顺飞娘娘非得诬陷你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但凡她不是诬陷 她都不会急着动用私刑 虽说要洗的是你 但吓得却是我的脸面 顺飞娘娘一点都没把黎王府放在眼里 所以我可能也保不住你 那怎么办 我真得洗了 叶府的嬷嬷 这一半天已经跟奶娘处处感情来了 一听这话就要上前去说几句 却被叶小夫人给拦住了 没事 月斑斑不会吃亏 宁初冬和蓝月灵也是这么想 他们甚至还希望剧情快点发展 想看月斑斑如何反败为胜 月斑斑不负众望 已经开始点题 如果偷了东西就要被乱棍打洗 行吧 那就先把顺飞娘娘给打洗吧 说完还给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 顺飞皱着眉看着这一幕 盈盈有不太好的感觉 你什么意思 还想打洗我们娘娘 月斑斑你是疯了吧 你也是疯了吧 不管你家娘娘什么态度 但你只是个奴才 你直呼离王妃明慧 可知是何罪 哼 别怪我没提醒你 七殿下可也在寺里呢 我的奶娘偷了顺飞娘娘的玉符 我没认了 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但顺飞娘娘偷了叶贵妃不摇这件事 如果不跟奶娘的处置方法一样 我是绝对不干的 我一定会跪到蓝塔公库上一天一夜 请贵妃娘娘给我做主 本宫偷贵妃的不摇 月斑斑 许多人都说过你很能瞎扯 今日一见 果真如此 不是瞎扯 真的不是瞎扯 我是有证据的 因为关系好 贵妃娘娘曾给过我一支不摇 今日下赏顺飞娘娘召见我时 我还带着 可是回去之后就没有了 起初我没有怀疑过娘娘您 但是刚刚我们进屋时 我看到有个柜子门是半开着的 而那支不摇就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 顺飞娘娘 你看那边 我说的就是那个柜子 街上集 顺飞朝着大公女递了个眼色 大公女赶紧往柜子那边跑 不可能 我们什么时候拿过你的不摇 那柜子里只放了几件衣裳 什么都没有 我们也去看看 可别让她再把不摇给藏起来 那可就没有对证了 人们一起往柜子处围了过去 柜门被打开 就看到一只不摇 明晃晃地放在最上面的一件衣服上 哇 顺飞娘娘真是贼 你们胡说 这东西不是我们放的 我们从来没有拿过这东西 一定是你们栽赃 月板板你栽赃我们 我忍你很久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再敢叫黎王妃明慧一次 你看我不打洗你 黎王妃好手段 也就比娘娘您强一点 现在说说吧 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 是顺飞娘娘跟我的奶娘一起去洗 还是娘娘愿意不追究那尊御服的事 娘娘别信她的 咱们没偷就是没偷 你给本宫闭嘴 也罢 御服的事是个误会 本宫错怪你们了 所以呢 娘娘给个说法吧 那东西究竟是我奶娘偷的 还是你们故意放到我们屋里陷害奶娘的 顺飞不说话了 但是她却朝着大宫女那边看了过去 姑姑 眼下只有牺牲您了 你什么意思 不是我什么意思 而是娘娘的意思 总不能让娘娘承认吧 东西是你从那奶娘包袱里翻出来的 你出来顶一下 最多受点罚 总比让娘娘被黎王妃下了面子强 大宫女咬咬牙 她也明白这个道理 当奴才的 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 这种时候不把包给顶了 一旦娘娘下不来台 等这事过去之后 自己的命也难保 都是奴婢的错 不关我家娘娘的事 是奴婢白天被黎王妃骂了一顿 心里不好受 于是偷了玉佛想要栽赃陷害 那玉佛是我悄悄放到奶娘包袱里的 不关我家娘娘的事 黎王妃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吧 不要再为难我家娘娘了 啊 原来是这样 大家都听到了吧 玉佛的事跟我们无关 是顺飞娘娘的宫女栽赃陷害 那咱们再来说说我那只不谣的事 不谣可不是我们自己放进去的 它就是被人偷的 啊 您说的可太对了 这黎王妃是真不吃亏啊 老奴本以为这是一笔交易 顺飞豁出去一个大宫女 黎王妃舍出去一个奶娘 两边都犯了同样的错 那就互相抵一抵 这事就算完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她把顺飞娘娘给框了 我都承认了 为什么你不按套路出牌 为什么还揪着不谣的事不放 因为那原本就是两件事 你们陷害我是事实 你们偷了我的东西也是事实 难不成因为你一句道歉 道歉的罪名我就能给你们免了 开什么玩笑 道歉有用的话 要官府干什么 说说吧 偷我不谣的事情如何解决 如果那不谣是我自己的也就罢了 可那是贵妃娘娘赏的 我要是把她弄丢了这事可就大了 或者顺飞娘娘能帮我挡一挡 她是贵妃问起 您就主动承认是你偷了 让贵妃支掌您一个人的麻烦 千万别波及到我 行吗 您要是觉得行 这事咱们就这么算了 我立即就走 您要是说不行 何香 说 为何要偷离王妃的发单 大宫女名叫何香 原本是顺西宫最得主子信任的宫女 却不成想今晚在这原因寺 遭遇了事业的滑铁路 顺飞直接把锅甩到她背上了 当时就把她给压垮了 敢偷贵妃娘娘的东西 那可是喜醉啊 喜醉倒不至于 刚才你们诬陷离王妃的奶娘偷了御佛 都说要拖出去打喜 现在顺飞娘娘身边的宫女 偷了我们贵妃娘娘的布摇 就醉不至喜了 顺飞娘娘的意思是 咱们家贵妃不如您 那老奴就不明白了 堂堂贵妃到底是哪不如您 是帝位不如您 还是圣宠不如您 顺飞娘娘 皇上几年没去过顺西宫了 三年 五年 怕不是十年八年了吧 顺飞深吸了一口气 几番权衡利弊之后 到底是没有还这个口 对抗叶家 她现如今还没有这个底气 何香跟了本宫十多年 是本宫信任的人 但今日她犯了错 本宫也不能轻饶了她 你划个道出来吧 如何处置你说了算 拖出去打喜吧 你 我什么呢 叶家的嬷嬷说得对 贵妃娘娘的尊容不可侵犯 顺飞您可千万不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强行争强好胜啊 罢了 拖出去 大喜 然而 佛门清静之地 到底还是不能杀生的 何香只被打了个半喜 这下你满意了吗 满不满意的 得看她知不知悔感 今日这是发帝救了她一命 说换了在京城 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娘娘歇着吧 我这就回去了 顺飞听这话没有生气 甚至她也打算主动跟月斑斑缓和关系 其实今日之事都是下人作祟 本宫与你无冤无仇 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咱们之间的关系 你与重华成婚也有不少日子了 本宫今日才算正式见着你 应该给份见面礼的 出门在外 身边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如送些实在的 你喜欢什么纸管去买 哎呀 娘娘您看您这么客气干嘛 这一见面就要娘娘的银票 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你干嘛呢吧你 啊 就顺费挺穷啊 没有任何矛盾是一张银票解决不了的 说完顺便还送一包花果茶 接上集 回去的路上 叶府那爱操心的嬷嬷 忧心忡忡地跟月斑斑说 王妃应该拿了银票就走的 为什么要给她一包花果茶 简直多此一举 哦 嬷嬷说的没错 斑斑 你这回真是错了 花果茶这种入口的东西你给了她 不怕她讹你吗 万一她说喝了你给的花果茶这堂那堂的 或者干脆说中毒 你怎么办 蓝月灵给她科普顺飞 记仇 心里阴暗 瞎人不眨眼 吃人不放眼 我怎么听说 她以前喜欢过安远侯呢 是不是有这么个事 你听说过没有 我没听说过 那都是上一辈的事了 我们做小辈的上哪听说去 但是我听说过 那是前两年的事了 我听我娘和几位夫人闲聊时说的 说安远侯年轻的时候可是京城第一美男子 迷了无数少女心 就连宫里的顺飞娘娘都偷偷给安远侯绣过荷包 可惜 那时候安远侯已经决定要娶乔淑琴了 她家里也张罗着让她入宫了 那安远侯喜不喜欢顺飞 那我哪知道 我娘她们也不知道 我就听到了这些 再往深的她们也不能说了 毕竟这属于背后讲究皇妃 不好 月斑斑又想起那天晚上她跟八皇子御劫之事 你们说 顺飞跟叶贵妃有没有仇 离王妃回京不久 许多事情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老奴说句实在话 咱们叶家战功赫赫 贵妃娘娘圣宠万千 要说仇 那宫中所有妃嫔跟她都有仇 是啊 所有人跟叶贵妃都有仇 所以顺飞跟叶贵妃肯定也是有仇的 那就要看是什么仇了 是普普通通的争宠之仇 还是 沙子之仇 顺飞失去过一个孩子 都说是意外 可如果不是意外呢 话题又回到那包花果茶上 月斑斑你不该欠欠的 给顺飞一包花果茶 你就等着吧 她要是不在花果茶上做文章 那她就不是顺飞了 但是月斑斑有自己的考量 她不是欠欠的非得要给东西 更不是脑子一热就向对方示好 她给花果茶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钓鱼吃法这种事 上次没干明白 这次我一定得成功 这一晚 平安无事 就是不太能睡得着 我本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 以前家里的房子也不好 胖还没有寺庙里的舒服 不对啊 你也是在乡下长大 听说那边的生活很苦 那你应该不至于睡不着 我睡不着 不是因为这里住宿条件不好 我睡不着单纯是因为身边没有姜虫滑 这一口狗粮吃的 真饱 话说 你们两个到底为啥来寺里 真为了烧香 我们主要是吃饱了撑的 这不是听说你要来吗 就跟着凑凑热闹 当然 烧香也是一方面 都说圆阴寺的一圆香很灵 我是得拜一拜 对 得拜 我们家也在催婚了 我自己也挺着急的 实不相瞒 我现在看到两个饺子粘在一起 我都想用铲子把它们铲开 所以月斑斑 你刚刚那番话 我能忍住没把你从炕上一脚踹下去 你偷着乐吧 啊 这么急的吗 要不你随机选一个 也去跳舞吧 这方面我有经验 不 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真的斗不过月牵舞 那我就要想办法嫁给他爹 哥们的我这辈子喜也要踩他一脚 好家伙 我把你当姐妹 你去想当我娘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要不你跟我叫声爹 我教你怎么音乐铅舞 爹 行吗 好大啊 等回京之后我替你想想办法 几人又说了回话 终于睡着了 次日得早起 因为要烧头到香 四家下人保持不到就来叫起了 可惜 除了卷芒蓝月灵 其他几位主子 谁都没起来 不行了 头到香谁爱上谁上吧 我肯定是不去了 我起不来 不是我要睡 是我肚子里的孩子非要睡 床 请你自重 快放开我 我是要起来烧香的人 如此折腾了一个时辰 三人终于起来了 但是头到香没了 让顺遂给烧了 不用遗憾 因为就算你们起来了 头到香也是烧不上的 那位贵客施主早就订好 然后几人该上香上香 该念叨念叨 月单单 看到蓝月灵黄的四里建立银子 大概意思是 希望佛祖能搞热他 要么让月千五层才艺上说给他 要么让月千五层对分上说给他 女施主 这得自己努力 我知道 我也努力了 但不是没见效吗 以前成功靠努力 以后成功我就准备靠烧香了 这些银子您收着 下次还有 上香的大殿是不分男女的 江崇华也到了 今日四里来了新人 还是个熟人 左相府的大小姐 唐飞燕 大唐家大小姐就跟那燕子似的 呼伤呼伤地飞向江崇华 一边飞一边叫 崇华哥哥 崇华哥哥 这位姑娘 请自重 我家殿下身子不好 您别把他吓着 怎么会吓到 我是飞燕啊 崇华哥哥怎么可能会被我吓到 崇华哥哥 我们好久不见了 听说你来了圆音寺上香 我立即求着母亲让我也来了 崇华哥哥 我好想你啊 你有没有想我 哥哥哥哥的 怎么的 你要下蛋啊 说什么事可不信在寺里做啊 要下去到山门了下去 叶斑斑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夫君都在这里 我当然也在这里 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们是两口子吗 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 哦 当然不是 你上次还说一百万两要买我夫君来着 他说你只值一百万两 后来我涨价了的 哦 后来他涨价了 可他还是把你当成物品一样买来买去 他不尊重你 崇华哥哥 好的不学 偏偏学约千五这一套 你赶紧把你的眼泪憋回去吧 别整得像挺痛人性似的 哥哥哥哥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哥哥抛弃了你 但实际上哥哥压根就没功夫理你 月斑斑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才拐着弯的骂我 喵喵喵喵喵喵 我其实没有拐弯 骂得挺直接的 你要是还听不明白 回头我看你墓碑上 你晚上躺着好好琢磨琢磨 嗯 月斑斑你去洗啊 哦 我小时候被狗叫吓过 有心理阴影 你可别这么大声叫啊 吓喜我啦 不怕不怕 乖 月斑斑你个小贱人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勾引 重华哥哥 简直不要脸 怪不得月家当初把你送到乡下去 就你这种狐媚子谁会喜欢 你 住口 接上级 吵吵嚷嚷嚷的像什么样子 姑母 是月斑斑先骂我的 我气不过才还了嘴 姑母为何不说她 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出身 你能跟她一样 她口无遮拦 你也能口无遮拦 你可是唐家大小姐 却非要跟一个乡野村姑比 你不嫌丢人本宫 还嫌丢人呢 这话一出 月斑斑这边的人就不干了 江崇华想开口说点什么 被月斑斑给完了一下 叶小夫人想往上冲 也让月斑斑给完了一下 嗯 你们不要替我出头 我不过是个小败 让顺飞娘娘损几句没什么的 娘娘说的跟个八妈脑袋似的头头是道 我得往心里去 娘娘说不让唐飞燕跟我一样 我琢磨着娘娘说的也没什么不对的 毕竟人寿殊途 我怎么能要求唐飞燕真的像个人似的呢 唐飞燕此时此刻嘎了月斑斑的心都有 顺飞也有 但她不想再冲着月斑斑发难 崇华 管好你的王妃 顺飞娘娘都管不好自己的侄女 本王怎么可能管得好我的王妃 nice 德权在边上默默地给自家殿下点了个赞 本来就是 你当长辈的都管不好小败 凭什么指望我家殿下管得了平败 再说 王妃也没说错 你这女确实没干人事啊 哪个当人的不干人事 那还配当人吗 不知顺飞娘娘此番出宫所为何事 为谁烧香 本宫的事 无需你过问 随口一问 说不说 是您自己的事情 哦 斑斑 不要生气了 也不要同人大声争 声音大事没有用 要是声音大就能解决问题 那吕早就统治事件了 崇华哥哥 你忘了我们小时候有多要好了 虽然因为你病着 我们很多年没见 但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 我们小时候 本王小时候认识你 嗯 说什么呢 你不是还跟他在一张床上睡过觉吗 斑斑 我没做错什么事情 你为何这般如我清白 顺飞娘娘说的 难道还能作假不成 他总不能平白无故地回你和他亲侄女的清白吧 多大愁啊 大殿外面人很多 这边的热闹 许多人都在围观 虽说有顺飞和江重华在 平民一般不得靠近 但问题听八卦的泪却是压不住的 这么大八卦 这么好看的七皇子 谁不想多听几句 多看几眼 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在一个榻上睡过 那时候你还说我可爱 你还拉过我的手 还带过我一起玩 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当时几岁 三岁 好家伙 三岁的是还出来的人 这左相府的大小姐是不是嫁不出去了 本王五六岁的时候 的确有一阵子总被一个小姑娘缠着 原本过去太多年 本王不记得 但这会儿你提起 本王倒是有些印象 崇华哥哥终于想起我了 对 是想起来了 但是本王也想起来当年就对你说过 让你不要再缠着本王 你偏不 本王打从两岁起就一直病着 工人们经常带着本王去御花园晒太阳 原本本王在御花园待得好好的 有个三岁的小娃娃非得缠上 一会儿拉本王的手 一会儿又扯本王的胳膊 本王被你缠了好几天 躲都躲不开 终于泪晕了过去 谁知本王都晕倒了你还不放肯 居然爬到本王的踏上 午后看在你是唐家大小姐的份上 又以你年纪上行 没有责罚 但过后也同本王说过 说但凡你长到六岁 要还是这般任性 他可就要翻领入情了 好在唐家还知情主 后来便不可抱你入宫 本王醒了之后 听说你不会在 着实高兴了好多天 后面这些年 咱们也再没有见过 日子实在清静 可是今日你为何想离开 非要来缴了本王的清静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还嫌不够丢人吗 赶紧回京去 我不想回去 我好不容易出来的 不想就这么回去 七殿下 你真的不认我吗 说真的 本王至今都不知道你 你觉得有什么可认的吗 崇华真是一点颜面 也不给本宫啊 顺妃娘娘说的是哪里 您也没给过本王颜面 听说昨天晚上 顺妃娘娘诬陷斑斑的奶娘 说她偷了您的御佛 但最后您身边的宫女主动承认 是她把御佛放到奶娘的包袱里 这件事情 本是顺妃娘娘身边的事 本该由您自己解决 但是您却大晚上的兴师动作 把斑斑叫到了您的客房里 还想要当着她的面 处置了她的奶娘 本王以为 顺妃娘娘这是冲着本王来的 顺妃微微醋眉 想说点什么 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说 她转身走了 走了没两步 就听到月斑斑的声音 在身后扬起 她这就算承认了吧 是吧 抱歉斑斑 是本王连累了 其实本王与顺妃本无仇 她闹这一出 多半是因为上一辈的事情 没办法 我母妃当初是宠妃来着 顺妃娘娘您别着急走啊 我还有事想问您呢 您此番来原因 四是为了什么呀 您是来给谁上香的 还是说自己想救点什么 求生宠吗 娘娘这么大年纪 不行就给后辈求点什么吧 自己别努力了 顺妃的脚步加快 她不想再跟月斑斑说话 月斑斑这种乡下回来的人 但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的 根本没忌讳 她再多留也是自取其咎 没有任何意义 何况她还有一步其可走 月斑斑的花果茶可还在我手里呢 送上门来的东西 不用一用实在可惜了 跨店门前 人渐渐散了 人们该烧香的烧香 凝出东几人相伴 去逛寺庙去了 其实就算昨天晚上顺妃不整幺蛾子 我也得想办法跟她见上一面 你别说 还真有所收获 顺妃身上有一股味的 淡淡的 若隐若现 不止西闻是闻不到的 这种味道里混合着几种致命的毒药 再经过调配 变成了一碰就会中招的剧毒 当然 这都没什么 谁还没有点兴趣爱好啊 就像楚王妃爱好自嘎 兴趣顺妃娘娘就爱好完毒呢 可重点是 这种毒药我不久前才从那些黑衣人身上闻到过 就是他们死时 在嘴里咬开的那种毒 所以 黑衣人是顺妃派出来的 嗯 十有八九了 不 应该是确定了 因为今早我往大殿来时 听说顺妃给的寺庙很多香油钱 我多嘴问了一句顺妃娘娘 是以什么名义给的这香油钱 一位小僧人说是为了那位过世的小殿下 但他同时还表示 其实小殿下过世很多年了 当年也做过超度的法事 如今并没有必要再做 但顺妃娘娘坚持 他们也只能照办 所以 其实法事不是为了小殿下做的 而是为了那死去的十几名死士 嗯 或许一下子洗了太多人 他内心难安吧 所以急匆匆地出宫 跑到这原因寺来 但是你说 一个能养那么多死士的人 这真的是他第一次面对手下的喜王吗 绝不可能 可是既然他已经面对过很多次这种事情 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出来上香了呢 我问你 以前顺妃有没有经常出宫 想什么呢 一入深宫深似海 你听说过哪个妃子经常出宫的 也就这一回 那就对了 那我猜的就没错 你猜什么了 德权没听清楚他之前说的话 但江崇华却知道他想说什么 八成是宫中用到那种怪力乱神之事了 你猜 是谁吓唬顺妃了 我猜是叶贵妃干的 因为那天晚上他儿子也遇袭了 他应该也是不确定 所以才用了这个法子 顺妃上当了 所以说 相比较于叶贵妃 顺妃还是其差一招 那你呢 留了一包花果茶给顺妃 为的是什么 钓鱼 嘿嘿 鱼钓不钓地上来 回头再说 但眼下事情记忆查清楚 香也上完了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回去了 爱妃 院子里的葡萄树该种下 月斑斑乐呵呵的 准备用完午饭就打道回府 可是没想到 午饭之前 鱼 上钩了 接上集 贵客施主那边出了事 据说是中毒 说是喝了您给的花果茶 有的中毒迹象 这话已经请了大夫 您也过去看看吧 跟我们王妃有什么关系 那花果茶 半个京城的人都在喝 怎么就偏偏他出事 大丛到了原音寺 他就跟我家王妃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现在我们都要走了 他又说中毒 他是不是有病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要不过去看看吧 那边闹得挺凶的 早上那会才在大店门前吵过 赏无姑母就出了事 虽说花果茶不是今天才给的 可我听说昨天给茶的时候 也是先闹了一场误会 所以那月斑斑就是有害人之心 他赖不掉 说着月斑斑来了 带着他的一众小伙伴一起来的 大夫是从哪里找的 是寺里给安排的吗 并不是 是贵客自己的人请来的 寺里没有插手过 那劳烦你以私底的名义 再去请两位大夫过来好吗 顺飞娘娘是在圆阴寺住的事 不管他们只认了谁 圆阴寺座为师发帝 都是难辞其咎的 凡事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再请两位大夫来 也好给娘娘仔细看看 僧人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就准备去请大夫 这时 唐飞燕从屋里出来了 月斑斑你安的什么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定是想请你认识的大夫 然后睁眼说下话 说我姑母没中毒 或者说那毒源不是来自花果茶 月斑斑就你那点伎俩 我闭着眼睛都能猜个七八成 你糊弄不了我 所以呢 所以你是想怎么样 自然是要你偿命 毒害皇妃是喜罪 月斑斑你逃不掉 哪只眼睛看到我想逃了 我这不是都送上门来了吗 你放心 如果真是我的花果茶出了问题 你们该报关报关 该让我偿命就让我偿命 千万别跟我客气 但是在这之前 作为当事人之一 我得去见见顺飞娘娘 顺飞这会脸色苍白 整个人没精打采的样子 在榻上躺着 肯定是中毒 没跑了 好在毒性不是特别强 娘娘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要遭些罪 不过下毒可不论轻重 单说这种行为 那肯定是要追子的 给皇妃下毒就是喜罪 这是怎么了 早上还活帮乱跳的一个人 这会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 娘娘的面好苦啊 年轻时失去一个孩子 没想到老的老了还遭这么一回醉 那下毒的人可真是该天杀的 怎么什么人都害啊 娘娘这种心地善良的活菩萨 连芝麻蚁都不守得采洗的大善人 你害她干什么 娘娘她命不该绝啊 一边哭 一边偷偷掉了一枚银针出来 快速地在顺飞的万卖上扎了几下 顺飞没有什么感觉 银针本来就极细 再加上月斑斑手法好 扎得又快 还有痛哭加持 以至于她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她真是烦死了月斑斑 大夫都说了她虽然是重 但洗不了 可是月斑斑 怎么哭得像是她快要洗了似的 就算她真的要洗了 也轮不到月斑斑来哭吧 娘娘 花果茶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心里有数 您自己心里更有数 这种不中毒的 也不是您一个人说的算 好心提醒娘娘 做人要诚实 那本宫若是偏不诚实呢 娘娘要是跟我玩这套的话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哎呀娘娘 我还以为是真中毒了呢 原来是场误会啊 娘娘真是太粗心了 怎么能把这么大的喜事 跟中毒混为一谈呢 这位大夫也是 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 整个病也整不明白 这哪里是中毒 这分明是喜脉呀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娘娘您大喜呀 一屋子人都懵了 顺飞直勾勾的看向月斑斑 一脸的难以置信 她能想到月斑斑不承认下毒 能想到月斑斑撒泼 甚至能想到跟月斑斑要好的叶家小夫人 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帮月斑斑一把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月斑斑竟敢说出这种不着边的话来 喜脉 开什么玩笑 皇上十多年不进顺西宫了 我拿什么喜 月斑斑 你住口 再胡说八道 本宫叫人捡了你的舌头 我没有胡说啊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我在乡下跟着游医也学了些手艺 虽然称不上正经的大夫 但是一般小毛小兵的我也能知 像整个喜脉这种 这都是最基本的手艺了 没有任何难度 娘娘您怎么了 这是什么表情 哎呀快点高兴些 怀孕了是好事 怀有黄色更是天大的好事 毕竟你们家是真的有皇位要继承的呀 至于中毒一说 根本没有的 您难受恶心那是怀孕的反应 现在不到两个月 正是恶心的时候 这都是正常的 不是中毒哈 不是中毒 顺飞从踏上坐了起来 直盯着月斑斑 她想撕烂月斑斑的嘴 因为她根本没有怀孕 她只是想栽赃月斑斑的花果茶有问题 所以谎称中毒 还特地找来了相熟的大夫 助她一臂之力 可眼下这个情况 她要是不把事情说清楚 月斑斑张口闭口说她怀孕 这事可就要闹大了 顺飞正想说点什么 这时 却听唐飞艳道 姑母 您真的怀孕了吗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皇上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咱们回宫去赶紧告诉她 她老人家一定会高兴的 好家伙 她还知道皇上是个老人家啊 都那个岁数了 还能怀吗 再说就算要怀 也轮不着顺飞吧 她长得跟我奶似的 我都不想多看她 皇上能跟她有孩子 皇上还真是昏宿不计啊 可能用的不是正当手段吧 我听说有一种暖情的酒 还有一种燃情的香 用了之后都能让人情不自禁 皇上说不定就是中的这种招 还真是不择手段不要命啊 都这个岁数了还怀孩子 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何况她都有了六殿下 又不是没儿子 整这一出是何苦呢 我怎么觉得这事没有那么简单呢 咦 什么意思 小夫人有另外的看法 我刚才看到斑斑 眯了眯眼睛 我总觉得她在憋着什么坏呢 这里头说不定还有别的事 可不是顺飞怀孕那么简单 何况 就算是怀孕 可能也不简单 先生您再给顺飞娘娘把把卖吧 斑斑还是个孩子 她那点整脉的本事也不是太拿得出手 您再给确定一下 对对 你再给整一次 如果我姑母真是喜脉 那可太好了 但如果不是喜脉 哼 那就还是被月斑斑给下了毒 这件事情我们唐家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大夫点点头 重新走上前 月斑斑乖乖地让出位置 一定好好吧 如果是喜脉 那可是大喜啊 给本宫好好吧 实话实说 大夫认真起来 坐到椅子上翻来覆去的吧 一遍一遍地确认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当真是喜脉 娘娘您有喜了 娘娘您有喜了呀 接上集 姑母 您听到了吗 您真的有喜了 您就要有另外一个孩子了 大夫大夫 你快点再整整 看看是男是女啊 怀胎还不到两个月 整不出男女 但无论是男是女 娘娘能在这个年纪再还龙寺 都是一件值得恭贺的事情 这是大喜事啊 对对 这是大喜事 唐飞燕一边恭喜着顺飞 一边挑衅地 看向月斑斑 可是她就没看到 她公母那一脸阴郁 又带着些许慌张的神情 本宫当真有喜了 不会有错的 在下行一数十年 要是连曲曲喜脉都摸不出来 那就妄称一生医者了 顺飞这下彻底慌了 这大夫是她认识的 别人说她有喜 她可以不信 但这大夫说了 就由不得她不信 顺飞娘娘看起来不太信得过这位大夫 别着急 我这就让人再去请两位大夫来 给好好整整 快请大夫 顺飞娘娘有喜了 快再请两位大夫来给诊断一下 记得 缝人就说 这可是圆阴寺的活招吧 圆阴寺的僧人 想来也是没经历过这种事情 你说好好的来上家 怎么说有喜就有喜了呢 不过换个角度想 这也说明原因似的屠萨灵宴 毕竟做皇妃的 哪个不想多怀皇寺呢 僧人一路小跑 去请大夫了 大夫来了 来了两个 僧人说是从两个不同的医馆请来的 都是老大夫 一定好好整 本宫不允许出任何错 老朽行医数十年 无论医数还是医德 都请娘娘放心 顺飞也不再说什么了 开始让他二人轮流整脉 半赏过后 一点意外都没有的 两个大夫都开始恭喜顺飞 虽然娘娘上了些年纪 但只要月薪还在 理论上来讲 就有生育的能力 至于皇上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男人一般过了六十岁之后 才会失去生育能力 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已 何况当今圣上还不到六十 恭喜娘娘了 顺飞绝望了 眼瞅着唐飞燕乐呵呵地送走了两位大夫 这件事情肯定有鬼 而且他确定是月斑斑搞的鬼 没想到顺飞娘娘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 背后竟偷偷摸摸干了这么一件大事 听说胎儿快两个月了 这也不知道是两个月前的哪个晚上 皇上去了顺西宫 也可能不是晚上 是白天也说不定 而且也有可能不是皇上去的顺西宫 是顺飞娘娘去找的皇上 不过到底是白天晚上 是谁找的谁 这都得等回宫之后查了档才知道 呵 顺飞娘娘还真是好福气 这二人仗着自己是夜府的 口无遮拦 把顺飞好一顿损 我们家的贵妃娘娘都没怀 怎么顺飞老成这样皇上还能下得去手 皇上的口味怎么这么重呢 他越想越闹心 越闹心越想骂顺飞 坐视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嬷嬷差不多得了 骂去呗 他还能把我们怎么着 就算他怀孕了又能怎么样 那孩子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长大的 岳家可不怕他 你不懂 顺飞连妈店下都敢嘎 果冻衣服的一个嬷嬷 人家可以不明着动手 过些日子只早一起意外 嬷嬷嘎的都没出说里去 你也怀着孩子呢 孩子听不得这些不好听的话 这招好使 嬷嬷闭嘴了 唐飞燕这时也回来了 正坐在顺飞踏边说话 他真的怀孕了吗 虽然三位大夫再加上你 都摸出来是喜脉了 可我怎么觉得这事不对劲呢 叶斑斑你跟我说实话 你干什么了 倒也没干什么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怀孕 得看他对我的态度 要是还像早上那样 那他就是真怀孕了 要是态度有所缓和 再对我进行一番精神补偿 那他也可以没怀孕 反正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吧 他说完 往前走了几步 站到了顺飞踏前 唐飞燕刚想挤对两句 顺飞立即呵斥 休得无礼 飞燕 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她是黎王妃 你只是个臣女 见到她 你是要行礼问安的 姑母 我还是姑母最心疼的侄女吗 姑母为何不帮着我 出去 本宫有话要和黎王妃单独聊聊 不管唐飞燕再如何不情愿 顺飞开口了 她也只能听话地出去 其他人也跟着出屋了 月斑斑 你如何才能放过本宫 娘娘此番来元音寺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本宫为了什么 你不必知道 但本宫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不管本宫为何来到这元音寺 都与你无关 你大可不必这般积极 是与我无关 但是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 她为我做事 我自然是要过问一番 不如娘娘通我讲讲 兴许您说出原由之后 我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误会呢 顺飞似乎在想着什么 没有立即答她的话 你是夜梦书的人 哦 月斑斑一愣 随即笑了 也不否认 反而点了头 对 是跟贵妃娘娘一伙的 你跟夜梦书 没有一个好东西 顺飞到底是没说 她来元音寺究竟是为了什么 她也没有向月斑斑低头 只是在月斑斑一行离开元音寺时 她也启程回京了 一路上顺飞的公车 就跟在离王府的公车后面 月斑斑一掀帘子就能看到 几名女子都挤上了离王府的公车 夜家的嬷嬷 还在那愤愤不平呢 要圣宠也该是我们贵妃娘娘 最得圣宠 那顺飞她到底给皇上下了什么药 那药在哪买的 江崇华福娥 她觉得她坐在这公车里有些尴尬 全是女的 唯一一个德权 还不完全算是个男的 她太难受了 德权也看出来她家主子不太自在 但她又不敢把这些人 都赶回自己家车里去 说实话 她甚至觉得这样热热闹闹的也挺好 毕竟之前是她一直在劝月斑斑要有社交 现在人家有了 她没理由再给断了 何况这些姑娘看着都挺好的 特别是蓝家和宁家两家 风屏都不错 夜家是差了点 但这夜小夫人 似乎对她家王妃 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德权都看见夜小夫人看向月斑斑时 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光了 殿下 忍忍吧 这也是一种好现象 咱们府总不能一直冷清下去 王妃也不可能一辈子不交朋友 江崇华深吸一口气 觉得德权说的有道理 那她就忍了吧 车队快行到京城时 月斑斑掀了帘子 跟车夫说 在边上停一停 休息一会 都能看见城门了 咱们回家一起歇不好吗 不好 我就要在这歇 不是 你认真的吗 外面那么冷 下去干什么 挨动吗 再说 这都快到京城了 歇不歇得有什么意义 车里太闷了 烧着炭 空气不流通 人又多 不出去透透气 容易引起窒息 你们要是先冷就在车里待着 我反正怕血 我得下去 我们都走了 车里人少了 你就不闷了 再把车窗帘子掀出 透透气 挺好的 于是一个接一个地都下了车 奶娘跟在月斑斑身边 时不时地往车对后头瞅一眼 小姐你看 那顺飞娘娘的公车里 有人出来了 咦 好像是往咱们这边走的 她当然得往咱们这边走 不跟我好好谈谈 她怎么能放进进城 接上集 黎王妃 正巧王妃下车透气 我家娘娘就想跟王妃说说话 您看 如果您方便 就请到我们的公车里来 如果您想在外头透气 我家娘娘也可以下车 最后 月斑斑选择了去顺飞的公车里 顺飞的态度是彻底好了 包括唐飞燕 也不敢跟月斑斑扎唬了 先前都是误会 我其实打从心里 喜欢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 我也曾年轻过 一看到你们 就好像回到了过去 斑斑 我同你生母也是有交情的 我 你小时候 我姑母还抱过你呢 我刚出生就被送到乡下去了 顺飞娘娘搁拿抱的我 这 飞燕这孩子 从小被他爹娘给宠坏了 不懂事 你别同他一般见识 先前你问我到原音寺来做什么 我也不瞒你 我来原音寺 是因为近日总做邪梦 你也知道 我曾失去过一个孩子 这邪梦一做起来啊 就觉得是他在下面不安宁 这才求着皇上 让我出宫来上这一趟乡 斑斑 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就别再同我置气了 皇妃被诊出喜脉 这是关乎人命之事 皇上这十几年都没来过顺西宫 我是不可能怀孕的 但眼下这 总之斑斑 你放过我一回 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说 我若能办到 一定为你办 我若办不到 我想尽一切办法也会帮你办 你看 本宫这样说 你能愿意高抬贵手吗 话说完 顺飞非常事实误的 给岳斑斑手里塞了一张银票 一百万你 这回顺飞上到了 娘娘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不能一再地与娘娘过不去 银票我收下了 也希望娘娘能与我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至于喜脉这个事 其实这是一种病 但这种病全天下也没几个人知道 您碰巧得了 那治好就行了 至于怎么治 呵呵 娘娘应该听说了有一位小神医替叶府老夫人解读的事了吧 那小神医就是我介绍去的 她是我在乡下时认识的一位游医 姓白在江湖上很有名 许多太医都没听说过的疑难杂症 她都能手到病除 小神医如今就住在京城 我跟七殿下手里借了一处宅子出来 娘娘的病就由她来医治吧 你不能帮我治吗 我哪有那个本事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治病当然得让大夫来 当然 如果娘娘信不过我的朋友 也可以让宫里太医失事 不过我再提醒娘娘一次 这种病 平常人闻所未闻 太医若是没有听说过 很容易就误会了 到时候娘娘这喜马可救 我治 斑斑斑你将那神医的住处告诉我 等回京之后 我想办法让那位小神医入宫 带回了黎王府 月斑斑一进屋立即就把门关上了 佛门清静之地 怕是小两口都是分开睡的 新婚吗 一日不见都如隔三丘呢 明明天天都见 隔什么秋隔秋 月斑斑他就是个采花贼 可怜了我家殿下这个娇花了 娇花这会儿 正被月斑斑按到椅子里 从后窗跳进来的麒麟卫 刚一进屋 就看到月斑斑坐到姜崇华的腿上 双手还揽着姜崇华的脖子 要不我走 你别走 你还有用呢 这里头还有我的舍呢 自然是有你的事的 我跟顺飞娘娘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我知道你躲在车底下 闻着你的味儿了 你是狗鼻子吗 但月斑斑说的是他确实是知道 只是这事听起来不太靠谱啊 你真的要进宫去给他治病 他到底什么病 没病 我就是给他哭僧的时候 给他万万来了一针 其实不治也没事 过上十天半个月的 喜脉的症状就自行消失了 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但问题是他等不了十天半个月啊 呵呵 所以他就得找小神医治病 然后你就又能敲他一笔事吧 人家王妃是靠贤良朱德端庄体面 民动京城 好家伙 离王府的王妃是靠联盟大夫 坑蒙拐骗民动京城 这是怎么听怎么不靠谱 外宅那边还没有人呢 万一顺飞的人到了 那头没人怎么办 所以你得去安排啊 叫你留下来是干什么的 就是为我们分忧的 你听好了 接下来你的任务 就是立即找一个靠谱的人住进那宅子 如果有人上门 就说小神医白天不接诊 每逢初一十五的子时才开诊两个时辰 但如果有人想要预约 也可以留下明帖 兴许小神医哪天一高兴就给治了 啊 每逢初一十五的子时开诊 这是什么阴间时辰 你就不能选个阳间一点的 太阳间的没有神秘感 这样挺好 你先把人找着 我估计明天最晚后天 顺飞肯定会派人找上门 当然 如果他还能沉得住气 那我就得想办法让太医上门给他诊骂了 麒麟未觉得这王妃活得是越来越牛逼了 好家伙 太医去不去给飞瓶诊骂 这种事他也能管得了 但在想想越斑斑的一系列操作 就发现其实也不是管不了 这女的太能忽悠了 万一哪天他忽悠一个太医 那还不是他说什么太医听什么 单看那夜府的小夫人 跟他好姐妹一般的交情 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麒麟未去办事了 又斑斑回过头来 继续调戏江重华 沐浴 更衣 睡觉吧 江重华就觉得这日子过的尺度 只是越来越大 那你也得先从我身上下来 我不 那你不下来 我怎么去沐浴更衣 一起呗 一起吧一起吧 到时候耸的还是你 这是何苦呢 姐 真不应该治好你 好了伤疤忘了疼 都不听我的话了 不行不行 以后不能再给你施针了 你就这样吧 我怕再给你施针 你都灵活到能上房接瓦 那倒是不至于 上房不太行 上他可以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最后流氓放弃调戏民女 二人分别沐浴更衣 然后一起睡觉 接上集 黎王府 月斑斑起来的大早 吓得德权还以为他 又要操练了一些下人呢 已经没什么人可以操练了 再练就是折腾自己人了 仅剩下的三名暗卫一名侍卫 如今一个练成了扫地神功 一个用厨房的烧火棍 换掉了手里的剑 一个能把桌子擦得正亮 一个从堂堂侍卫 变成了黎王府门房小厮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 发光发热的用武之地 不用再练了 嗯 但他很快就发现 月斑斑并不是为了操练 谁才起得走的 而是起来之后直接就去了隔壁院 如今已经不能叫隔壁院了 因为两个院子已经打通了 现在是两个院并成一个院 贼大 月斑斑直接进了主屋 权公公 多带些人进来搬东西 德权对此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的 但他这个心理准备仅限于花果茶 他以为月斑斑最多也就是无中生有的 整出一大堆花果茶来 但是当他看到屋子里那一大堆东西时 他明白自己的格局还是小了 可喵的 哪来的这么多树苗 这大冬天的哪来的这么些新鲜的树苗 月斑斑他感觉儿人是能喜吗 能不能别总整这些不是人的玩意 这离王府到底还能不能呆了 这怎么这么深的荒落 打白天活见鬼 权公公 这府里还藏着树苗呢 你别说哈 这树苗保存得还真好 你瞅瞅这根上 还带着泥呢 我都能闻到泥土的方向 嘖嘖 还得是王府 地大物博 好不容易会个成语 但地大物博也不是这么用 这个季节 别说是黎王府 就是皇宫里也不可能有这么新鲜的树苗 行吧 这哪里是树苗 这分明就是成树 这树上还带着果子呢 这是把别人家园子里的树给挖了吧 这个季节北方哪还有正在结果的果子树啊 还有那棵葡萄藤 这得是四五年的葡萄了吧 这树上结出来的葡萄 它肯定是又黑又大又圆 关键是海田吧 莫名的还有几分期待是怎么回事 王妃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些树 是打算现在就移栽吗 这个季节也不适合移栽树木 但如果是成树的话 可能也没那么容易洗 可以栽了试试 大不了就是暂时不长呗 等开春了再长 老奴这就去叫人到院子里挖坑 这大桃子又红又艳 看着旧田 这么大的桃子老奴还没见过呢 咱们这儿的桃也没有这么红的 不知道王妃弄来的这是什么品种 这个是梨吗 看起来跟平时见过的不太一样 外形不一样 闻着味道似乎也不同 这老奴认得这是苹果 王妃是从哪弄来的这些果树 这不是王妃里原本就有的吗 一直在这屋里放着呢 前几日我就看到了 你们难道没看见吗 这屋昨天我还进来打扫过 从里到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别说果树了 连果子都没看着个影 王妃您确定说的是事实吗 如果这些东西明明摆在这里 我看到了 你们却看不到 那你们可能是有病 病分两种 一种是眼睛的病 选择性失眯 一种是心理上的病 选择性遗忘 你们选选 想的哪种 他们哪种也不想得 他们想知道真相 但是月斑斑是不会告诉他们真相的 最后德权只好选择跟月斑斑同流合污 认了这些数都是原本就放在这屋里的 真嬷嬷为此又自我反省了一波 然后决定近日再找个大夫来给自己瞧瞧 她一边叹气 一边跟德权念叨 老奴不中用了 但啥啥不行 眼睛还不好使 心里也有病 我真怕这样的自己事后不了王妃几年 我舍不得王妃 德权能怎么办 只能劝啊 看看大夫就好了 要不就找个人陪你唠唠 你这个病可能也不在你自己 全在咱们王妃 过去你也可以考虑暂时离王妃远点 先别见她 可能过一阵 自己就好了 可是只有跟在王妃身边 心里才是踏实的 说实话 我现在就怀疑 是不是以前贵妃娘娘给我们下过毒 把我们给毒的脑子不好 眼睛不好 心里也不好 哪哪都不好 但是以前没有人敢指出来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现在多亏了王妃 让我们知道了自己一身的病 王妃对我们有再造之恩 可去你的吧 你爱咋咋地吧 我不能再劝论 再劝容易把我带沟里 就你们这种智商 不该让月斑斑忽悠 三个暗卫一个侍卫 很快就把这么老大一个院子的坑都挖完了 江崇华看着院子里一顿折腾 愈发觉得有趣 殿下可不能走出去 您如今对外的形象还是个病骄 您要是就这么走出去 王妃会生气的 本王怎么觉得 你如今更像是王妃的暗卫 殿下这话说的 您如今不也是王妃的王爷吗 咱俩不是一样的吗 要怪你怪月斑斑去啊 谁让她那么能忽悠 那几个暗卫侍卫的 干活挺卖力气 月斑斑还在给他们灌输企业文化 我们离王府走的是忠诚路线 嗯 无论是主子还是下人 彼此之间都要忠诚 要珍惜对方 你们对府里做的贡献多 主子感受到你们忠诚 自然也会忠诚于你们 至于主子的忠诚怎么体现 那主要就是体现在绝对不会梳理你们 也不会喜新厌旧 像那种随时培养新人 新纳新人 随时准备取代你们的事 我们是绝对不会做的 我们就渴着你们这几个王寺里坑 不惑还新人 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干 离王府不能管你小 但能管你老 只要你能以王府为家 一心为家着想 那家里一定不会让你的老年生活流离失所 四大金刚都快被他洗脑了 甚至那个做侍卫的已经在对比 给月斑斑做事和给叶贵妃做事 每边得到的好处更多 最后比较下来 他觉得跟着月斑斑更好 另外三个暗卫也有类似的想法 这想法导致他工作更卖力气了 午膳后 众人就开始播种 种子也是月斑斑给 就连浇地的水也是月斑斑给 德泉看到四大金刚一桶一桶的 从屋里往外淋水 人都妈了 他也不想再问什么 甚至哪怕月斑斑 从屋里整出来一只老虎 他都觉得自己可以接受 这一天 从早上忙活到晚上 终于把活都干利索了 院子里已经开始散出果香 在这样的季节 让人觉得像做梦一样 是真的苹果爱 这居然是真的苹果 是能吃的 那难道还能是假的吗 这苹果真甜 真面 跟以前吃过的不是一个味 我上次吃苹果是哪一年来的 很多很多年前了吧 还是七殿下没有成年 住在宫里的时候 皇后娘娘总给七殿下 弄新鲜的果子吃 但七殿下身子不好 吃不了几口 为了避免浪费 那吃剩下的就进了我的肚子 那些年我都吃胖了 走来了黎王府之后 又迅速地瘦了 回头老奴给银子 王妃说这果子多少钱一个 老奴给钱 十两 太贵了 吃不起 请你们的 院子里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一人一个果子 想吃什么自己摘 人们乐坏了 纷纷跑到树底下去摘果子 连麒麟味都放弃怀疑 斑斑是个不正常生物了 因为好吃的果子堵上了她的嘴 虽然江崇华还是不太相信 外面那些树真的能种活 但至少在重死之前提前吃了一顿 她还是挺开心的 至于那些树是从哪来的 她已经不在意了 爱从哪来的从哪来的吧 反正管也管不了 不如不管 被王妃养着的日子可珍负 希望未来王妃能一直演员 街上集 月斑斑正式见了一下陆婷云 就是叶家小夫人的前男友 这陆婷云人长得很好 丝丝纹纹的 一看就是个文化人 就是面容有些憔悴 人也有些消瘦 能理解 毕竟失恋嘛 总得有个失恋的样子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必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就是因为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一想就愁得睡不着觉 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王妃您能不能给王府安排几个丫头 你不能光为自己着想 觉得断了丫鬟入府 就断了七殿下纳妾的后路 可是你不在府里养几个丫鬟 我们这些年轻人做起事来 是不是也没有动力 昨儿还听您跟那几位兄弟 讲府里会给他们养老呢 可光养身不行 还得养心啊 您要是把娶妻生子这事 也给我们解决了 我们就踏踏实实地给王妃做事 那你跟你原来那位 我以为你还没缓过来呢 当时是缓不过来 但第二天就缓过来点了 反正只要她高兴就行 她上夜府去过好日子 总比跟着我 吃上顿没下顿的强 我虽然以前做账房 也能赚些银子 可先前家中有重病的老母亲 赚点银子就都给她看病了 结果人没治好 债还欠了一对 安月她被抢去就算脱离苦海 我替她高兴 哦 原来叶小夫人叫安月啊 也有一个月字 可我还真是有缘分 你都敢把她前男友 安排到自己身边做事 你居然不知道她叫什么 大户人家的友情就是这样的吗 哎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 我母亲也不在了 安月也嫁人了 那我也得往前走 所以王妃您考虑看看 能不能给我安排安排 行 回头我给你相干相看 相个靠谱的 安排到账房给你打下手去 你就当带徒弟一样的带着 日久生情嘛 试图练什么的 比较好磕 那既然王妃对我有了安排 那我对王妃也得有些安排 哦 这几日府里的账目我都看过了 大部分都是以前账房留下来的账本 真是以言难尽 不过那些都不重要 都是过去的了 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咱们重新来过 几日起 我给离王府立下两本账 一本是王府的账 一本是王妃的账 王府的账目前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营收 只有府中下人三天之后 就等着发的月钱欠着 至于王妃的账 全公公说您要自己管 那我就做个账本 王妃自己积计就行了 我自己的账 我自己积是可以 但离王府的账 其实也是我的账 这整个王府都是我的 王府里的钱 自然也得是我的 你清醒一点 王府目前只有 嗷嗷待补的仆人 没有镜像 账面上是空的 甚至还有几座 王府的欠账没清呢 欠账你不用在意 我早晚都能把他们平了 府中的账面 也不可能一直是空的 七殿下很快就会有银子 注入进来 但是我可跟你说好了 那些住进来的银子 都记在我名下 跟离王府没有关系 知道吗 人家能干吗 说完 还看了看边上 坐着一直没说话的江崇华 江崇华很是淡定 手里拿着一本书 时不时翻一下 对于月斑斑的话 他像是听着了 也像是没听着 反正就是 没有任何反应 那既然你不吱声 应该就是默许了吧 那行吧 等七殿下的银子注入进来 就也记在你的名下 所以 离王府的账面就一直亏空 头盔听说自己做工自己家的 从前也是一直亏空的 没道理我来了之后就不亏了 我一个乡下回来的小姑娘 真指望凭我一几支力解救离王府 那是不可能的 何况亏空挺好 我穷人一个 谁也别惦记离王府的财产 而且离王府没钱 那些亲戚里到的 是不是是不是他还能赞助我们一些 也不知道朝廷有没有扶贫计划 反正我就是那个贫 扶不扶的 看他们良心 那你要这么想 也行 那就做亏空吧 然后你个人是盈利的 当然 你个人的账是你个人的账 你也不上报 也没有人问你 跟离王府没关系 就是这府里的话用 你得往处拿 你可不能只进不出 那一府的人都得恶血 自然 咱们不但要过日子 还得过好日子 但这个好日子是关起门来过的 谁也别出去嘚瑟 还不能漏股 这是生存之道 如果你的果树能种好 其实果子也能卖钱 你要是真有能让果树冬天接果的本事 城外包几个庄园 你就发财了 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我吃饱了撑了靠干农货赚钱 我在京城里拼一张嘴就能爆发 我为什么要去干几利活 陆天宇你行不行 你可不能给我灌输靠勤劳支付的思想 我是靠摆烂为生的 这是我的人设 人设不能倒 你爱怎么致富怎么致富吧 你倒不倒的其实无所谓 离王府别倒了就行 陆天宇说完了正事 认认真真给月斑斑和江崇华行了的礼 多谢殿下和王妃不在意我的身份 愿意让我到府里做事 虽然初中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只要不让我害人 其他的事情 主子们尽管吩咐 说实话 但凡王妃再晚两天找到我 我可能就得去城北珠破庙 白天也要上街要饭去了 您二位与我来说有再造之恩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离王府做事的 咱们的企业文化不是忠诚吗 我一定忠诚 忠诚的陆婷云走了 让那陆婷云入死 你最初是怎么想的 何其让她当个奸细 通过她跟叶小夫人的关系 多打听打听叶府的情况 当然 也是为了恶心叶府 毕竟那叶贵妃第一次见面 就给了我串射箱 齐心可诛 那现在呢 现在可有改变想法 现在想法确实不太一样了 毕竟叶小夫人这个人 还是挺不错的 在原因四世 我遇到事情她真的肯往上冲 所以奸细什么的 我也不想了 就让她在府里磨个差事 只要她能好好干活 没有歪心思 那我就把她当成自己人来用 不过恶心叶府 还是要恶心恶心的 恶气不能不出 我们斑斑真是个善良的姑娘 是全金虫最善良的姑娘 月斑斑没觉得自己善良 她最多只能算是不黑 真正善良的人是能以德抱怨的 但是我不行 我必须以愿抱怨 以抱之抱 天老大地老二 我必须当老三 嘿嘿 街上级 下赏 姜崇华去了书房 月斑斑也跟着去了 哦 先前书房被塞了不少没用的书 反之有用的 却被人偷去了不少 我一直想来清点一番 却直到今日才腾出空来 我可以帮你一起清点 于是二人把这书房里里歪歪都翻了一遍 最后发现 其实清点都是多余的 只要把现有的东西都扔掉 再换新的进来就行了 毕竟现有的书每一本是有用的 他甚至在里头还发现了两本姜沫之写的杂谈 往好地想想 至少这些东西还能烧火啊 当然 姜沫之那两本不能烧 啊 嘿嘿 这可是贵妃娘娘的好大儿 贵妃娘娘送给咱们这一屋子废书 我们是不是也得领上网来 嗯 你把这两本书给我 回头我找个机会给叶贵妃送去 你放心 我保证不把她记写 一定给她流口气 姜崇华把那两本书给她了 略斑斑随手往袖子里塞 这也不被人了是吧 这些书都清空之后 书房也空了 但如果你想要再把书房填满 那可就太惹人眼了 叶贵妃一定会知道你开始上机 也一定会知道你身体八成是有了好转 要不然你哪来的精神头看书 对吧 但咱们的打算可不是上进 而是百落 所以这个书 不能换 我去给你换 我保证换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要整这么一屋子书 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买全的 不如你给我个清单 我慢慢买 月斑斑是这么想的 这事是得干 但不能他亲自去干 他得披着马甲干 这不正好神医百小先生 要在京城接诊了吗 虽然接诊时辰有点阴间 但至少说明他要在京里住下来 那么既然住下来了 买点东西装饰装饰宅子 就是必须的 人家是神医 神医都买点书怎么了 对吧 一书是书 别的书也是书 别问 问就是学问的 知识都学杂了 至于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书 进宫去跟皇上要呗 皇上那么白 他肯定不爱读书 那就把书都拿到黎王府来 这事让麒麟薇去做 他都能天天往拉黎王府和皇宫送折子吗 那送点书怎么了 对吧 对吧麒麟薇 对你救治医生 知 妥了 当天晚上 经理传出消息 白神医借了七殿下的宅子 打算常住京城 几日起开始接诊 但不是日日都接 每个月只出一和十五的五月子时 开诊两个时辰 经理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第一想法跟当初麒麟薇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阴间时辰 如果真是传说中那位白神医 那选择这个时辰就可以理解 传说中的那位 难不成是那位 不然还能有那位 这时间 姓白的大夫很多 但能被称得上一生神医的 却只有一个 那也不见得就是那位吧 可能是这姓氏碰巧对上了 那位白神医听说 神龙剑手不见尾 几十年间一直行走江湖 任何人都难寻他的隐踪 而且白神医有怪癖 不爱露面 不爱说话 枕废其高 且不知官家 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到京城里来 京城可遍地都是官家 话说 经理这位 神医之号是达哪来的 谁给他封的神医 据说是叶夫 叶老夫人生了一次病 连宫里的太医都治不好 后来白神医去了 要到病厨 自此 叶家人就管他叫神医 他也在京城住了下来 他以前是什么地方的人 据说是游医 跟黎王妃在安淮有几面之缘 到了京城之后 就借住了七殿下的柴子 我觉得这人不可能是传闻中的那位 但就算不是 叶家人都认得神医 医术也是相当高明的 就是这个接诊的时辰 确实让人意外啊 神医嘛 难免有些怪癖 我反而觉得这样更好 有怪癖的都是高人 京城里 说什么的都有 正巧次日 就是十月十五 月斑斑 当天晚上就去了外宅那边 同行的只有麒麟位 但外宅那头 安排了一位管家和一个丫鬟 两人都是麒麟位找来的 据说十分忠诚 那二人原本以为 白神一定是个 先锋盗骨的老神仙 却没想到 居然是个看上去 二十左右的小白脸 这个心理落差 导致二人当时就不想干了 有痴疮 有脚气 你们还有这毛病呢 为何不早说 把一个有痴疮 和一个有脚气的下人 安排在王妃身边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故意的呢 以王妃这个脾气 你一定会给我小鞋穿得好吧 你把这院子里的地扫一扫 扫到无尘 小鞋这就来了 麒麟位除了认命 还能说什么 但他很狠 瞪了一眼的管家和丫鬟 在下明日给神医换两个人 不用 人不怕有病 治好了就行了 你二人跟我过来 月斑斑把二人领进屋 在药箱里鼓刀了一会儿 拿出两个小药瓶 一人给了一个 一天两回 早一回晚一回 脚气三日根除 这中午是全消 一天吃两回 三天五天就能把病治好 什么 你们想吃 终于整明白 这要是换出给药之后 管家和丫鬟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将要揣到了兜里 二人当即决定 如果小神医 真的把他们的病治好了 他们这辈子和下辈子 就都给小神医当牛做马 但如果治不好 治不好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他们只能这辈子当牛做马 下辈子不行 月斑斑看诊是在前堂 前堂的布局 已经重新安排过 看起来更像医馆 等到接近子时 管家来抱 外头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从门缝看过去 人不是很多 大概六七个的样子 月斑斑觉得 没有达到预期 可等到真正到了子时 丫鬟急匆匆地跑过来 外头排起了长队 一眼都看不到头了 月斑斑觉得 这才是预期 对吗 人总要有点好奇心 就算不看病 至少也得来看看神医 可惜 神医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了 神医接诊 门槛费白银一百两 不算附诊 不算开药 这个价格就已经劝退很多人了 这大半夜的花一百两看病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花钱见阎王 见阎王一百两可不够 一百两最多能见这个引路的小鬼 不信你就试试 你怎么说话呢 敢到这里来闹市 来一个打出去一个 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白小先生在京城的神医名后 是谁给封的 你们今晚来排队 就算给了银子 见到了白神医 也没什么用啊 白神医 此时开诊是为了看病 可你们有病吗 生病的是你们的主子 病人不来 神医给谁看 其实我们来也不只是为了看病 主要也是为了看人 家中主子的意思是 先拿一百两银子来看看 说说病情 看看神医能不能给点意见 如果意见可行 他们再来 这是来考验神医的 行吧 反正花钱的是大意 神医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那就进吧 接上集 月斑斑今晚见的第一个人 是个三十来岁的妇人 她坐到月斑斑对面 着实有些惊讶 因为神医太年轻了 这看起来有二十呢 最多二十吧 如今二十岁的人就敢成神医 这真是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大胆 这银子肯定是白花了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白脸 能看明白什么病 哦 月斑斑见着人不说话 那她也不说话 反正钱也收了 不想说话就坐着呗 若不是病人亲自到 那么每一位问诊的人 我只给一炷香的食尘 等这香燃尽了 你就回去吧 那夫人看了看香 到底还是忍不住 开了口 有这样一位病人 月性不准 总是延后 少则十天半月 多则三四个月 才来一次 看了很多大夫 也吃过不少的药 都没管用 有大夫说 若长子下去 会影响生育 病人年龄 十六 用过什么药 富人拿出几张单子 都是大夫开的药方 月斑斑接过来看了一遍 药方没什么问题 都是调节内分泌的 一般来说 年轻与进过来月经 多数是内分泌的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也不排除卵巢多囊 这些方子里也有对症卵巢多囊的 且下药很准 剂量也够 能住得起一百两银子 来我这里问诊的 都不是平常人家 这就说明家里之前请的大夫 医术肯定也说得过去 那既然大夫开的方子和下的药都没有问题 但病还没有解决 那就只能说明诊断最开始就是错的 影响女性月经的原因有很多 但在这个时代能被确诊病情疯类却是少数 但病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在见到本人之前是无法确认的 下次我再开诊 带病人过来吧 从前的诊断全部推翻 病人身体出现的问题 除我之外 没有大夫能摸得准 从前请的可都是高明的大夫 甚至还请过太医 那又如何 不是没治好吗 既然他们都治不好 那就只能求助于我 我和你说最实在的话 你们连太医都请了 可见外面的大夫是治不好病人的病了 然而太医也没治好 那几乎就可以断言那病根本就治不好 但之前的大夫有句话说的没错 长此以往会影响生育 这一点没错 甚至都不用长此以往 现在受孕的几率就已经很小了 病人16岁 我不知道成婚与否 但能不能生育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与其别人都治不好 那不如带到我这里来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呗 最坏的可能就是我也治不好 可这对病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损失 哦 除了你们府上损失些赢钱 但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不差这点钱 可不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吗 反正最坏也就是治不好了 但万一能治好呢 能不能早一点 下次您再开诊 就是11月初一了 还得半个月呢 之前不是说看心情可以初诊吗 那您现在心情好不好 能不能跟您约个初诊 这人说话已经变得很客气了 但月斑斑心情不好 下一位 妇人被丫鬟赶了出去 但她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白神医很有原则 接下来进来的是明小思 十七八岁把也就 她倒是大方 进来都不用人问 自己就开始介绍病情了 突然就不行了 对 就是突然就不行了 头天晚上还好好的 第二天晚上就被小妾赶出房门了 这事说起来也太丢人了 我家少爷为了这事差点没自嘎 原本以为是对那小妾没感觉 可府里那么多妾事呢 从前都是千娇万宠的 总不能突然之间一个都没感觉了吧 可就对哪个都不行 甚至对花楼的红姑娘也不行 也找人治了 没治好 又不敢找太多人 毕竟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传出去让人笑话 白神医您这个阴间问诊真不错 这时辰听着就稳妥 就像能保密的时辰 我家少爷今年才二十 还没娶正妻呢 西夏更没有个一儿伴侣 得这么个病可不得了啊 是不得了 但我好奇问一嘴 府里那么多妾事 之前一个生出孩子的都没有 你不懂 大户人家 注重嫡出 能让一个妾随随便便就先怀了孩子吗 那将来正妻上门不得欺喜 就算正妻已经娶进来了 那也得让正妻先怀上 没听说妾先生的 那妾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男人更不是个东西 你说的对 那种妾是比正妾先生孩子的 确实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生孩子的不是东西 不种的更不是个东西 对对 是这个理 两人还找到了共同话题 当即就这个事 把那些让妾比正妾先生孩子的人 给骂了一个 不知道这小师骂了 那些心里想着的是谁 但越斑斑想着的 肯定是他那个死爹越锦容 你家少爷能不能到我这来一趟啊 能的话下次开诊就带他过来 我给他把把慢 仔细整整到底是个什么毛病 能不能早点 半个月怕是少爷就得跳河啊 这就跳河了 这么脆弱吗 这可是丢人的大事 更是绵延紫色的大事 要是这种事都没指望了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可不就得跳河吗 再说 我们府上有一位这种事 跳河的传统 我家老爷也是这个病 他也跳过河 那就属于遗传啊 月斑斑说完这话 忽然想起点什么 他试探地问了句 你家少爷贵姓 时不相瞒 姓月 就挺意外 月红彩呗 遗传的是月锦龙呗 他觉得那这事是不能等 明日吧 明月偷我去一趟 但可能不会太早 你也看到了 我这个时辰出枕 明月不可能早起 那就赏无吧 正好留下用午膳 我回去就跟府上说 让大厨房被下洗面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 这挺好 这挺好 那就好吧 不过这个出枕的费用 可是要比他来我这儿 看枕高出许多 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医好我家少爷 要多少银子补伤都会给的 另外我再给您介绍个活 就是刚刚您说的遗传的事 不怕您笑话 不管是跳河 还是得这个病 都是遗传 我家老爷最近也得了这种病 也是无处投医 还不好意思投医 如果白神医 您能在医治我家少爷的时候 稍带着把老爷爷给医好 那转头就能翻倍了 岳斑斑觉得这小丝是在坑岳府 你不想着替你家府上省点钱 我为什么要替他们省钱 是他们的钱又不是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替他们省 省下来的能给我吗 不能吧 所以我更没有理由替他们省了 再者 我是替我家少爷来求医的 这要是换了我家老爷 大半夜的我可不来这一趟 不瞒您说 刚刚咱们骂的那种 让妾先于正妻生孩子的 王八独子里头 就包括我家老爷 哎 反正您明日就去了 也不怕跟您说实话 岳家就是安远侯岳府 安远侯知道吗 呵呵 家里的大小姐其实是庶出 当年正式夫人跟妾 居然是同一天进门 老爷新婚第一晚 就睡在了妾的屋里 后来正式一直无所出 倒是那个妾 儿子女儿的一个接一个的声 想想就生气 岳斑斑没想到 岳府的下人里 还有三观这么正的 看你这年纪 这些事你也没亲眼见过吧 还用亲眼见吗 光是听着就气迷糊了 这要是亲眼见着 就我这泡脾气 我不得一巴掌呼吸我家老爷 当然 人家是侯爷 要打也轮不着我打 我也就痛快痛快嘴 表达一下我有多烦他 虽然萍水相逢 但只要你也烦他 咱们就是好哥们 你也烦 哦 对哦 你跟我家二小姐是认识的 那完了 那你还能给我家少爷治病吗 据说我家少爷这个病 就是让二小姐给气出来的 去 一者人心 不能因为私人的愿就不顾病人 但实际上 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 是因为这小丝说了 因为有这么层关系在 能说动白神衣上门 着实不容易 白神衣因此诊金加倍 原本说好初诊收二百两银子 现在变成四百两了 他觉得这个银子不赚白不赚 虽然小丝说他要从中抽一成 但月斑斑觉得这一成给的值 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小丝一满梨 月斑斑继续看诊 两个时辰的问诊 月斑斑一个正经病人没见着 但是赚了一千六百两银子 管家和丫鬟都看傻眼了 这可没来钱也太快了 经理那帮人是不是傻子 月斑斑点了银子就重新跑路 管家和丫鬟 看着麒麟卫 瞎着神衣跑路 当时就有一种 被帮出了银子的人都上当受骗的感觉 这太像骗子了 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太像骗子了 不过骗子给他们留了药 是真有本事还是纯骗人 用过药之后就见分晓 接上急 月斑斑回府之后 门头就睡 麒麟卫给江同华讲神衣服发生的事情 所以明日晌午 王妃不在家用膳 殿下 自从有了王妃 您的关注点总是那么的奇特 对 明日晌午要去月府 给月家大少爷制定 顺便在上月侯那去赚个外快 你我都不能光明正大地陪着他去 就让外宅那边出个人吧 或是管家 或是丫鬟 白神衣身边总得有个人才行 神衣服那两个人可能都不行 这件事情是属下失职 属下会给王妃再寻到其他下人的 还请殿下恕罪 何事 王妃指出 那二人 一个有脚气 一个有痔疮 属下觉得这两种病过于污秽 他们不适合在王妃身边做事 但属下也挺冤枉的 主要这种病他们自己不说 外人也看不出来 当然 还是属下失职 人没选好 他们隐瞒病情也同样有罪 同样该罚 不用罚 我给他们治好了病 他们更忠心 你不觉得恶心吗 那可是脚气和痔疮啊 有什么可恶心的 我也不用他们天生伺候 再说 我是大夫 什么样的病人我没见过 这点小病算什么啊 行了就这么定了 等我睡醒了 你再带我去一趟神衣服 咱们从神衣服出发 一起到岳府去 我不在岳府赚个够本 我却不叫岳斑斑 五十整 岳斑斑带着神衣服的丫鬟上了马车 前往岳府 丫鬟帮他提着药箱 几番欲言又止 哦 想感谢我 是 但又觉得不太好意思跟神衣宁提这个病 脚气而已 有什么可不好意思说的 段管家痔疮有明显好转都好意思跟我说呢 你扭捏个什么筋 那怎么能一样 段管家是男人 你也是男人 他当然好意思说 但你见过哪个小姑娘张口闭口跟人谈自己有脚气的事 哎呀算了算了 反正说也说了 总之就是谢谢你 你给的要特别好用 今天早上我就感觉见好了 行吗 我忘了自己披上马甲是个男人 并且好事好事 坚持再多几天就可以跟除 但记住 以后千万要注意个人卫生 轻易不要穿别人的鞋子 不要用别人的洗脚盆洗脚布 雇用这些东西都容易造成真菌感染 别人要是有这个病 很容易就过到你身上了 知道了 多谢你 我 我叫秋实 今后就跟着神医做事了 平日里 神医的饮食起居都由奴婢来侍候 你有什么喜欢吃的 也可以告诉奴婢 奴婢会按照您的口味 准备府里的饭菜 秋实 好 我记下了 但饮食起居倒也不必 因为我不常住这边 除了初一十五 其他日子都在外行走的 不回来啊 嗯 罢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成功的男人都是不着家的 奴婢懂 那白神医 一会儿我们到了岳府 该如何表现 对岳家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您跟我讲讲规矩吧 我听说 黎王妃跟娘家人的关系特别不好 您是黎王妃的朋友 应该跟她同仇抵慨吧 所以咱们到了岳府走的 是不是往洗礼坑人的路线 关于路线的问题 在到岳府之前 二人已经达成一致 没错 就是往死礼坑人的路线 不但坑月红材 还要坑月景荣 反正岳府有一个算一个吧 能坑一点是一点 下车时 昨天夜里去问诊的那个小司 在门口接他们 一见了月斑斑就小声道 全安排好了 狐狸人都很期待神医的到来 但又都不太好意思 毕竟不是什么好兵 怕让人知道 还劳烦神医回去之后 也能帮着保守秘密 千万别跟外人说 那这可就要另外收费了 这属于封口费 哦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神医放心 这事我去办 咱们老规矩 我还提一程 您看行不 您别觉得我贪 那出来做下人的 不涂钱还能涂什么 狐猜月辅活多 狐猜月家人人品都不好 谁能那么傻呀 您就放心跟我合作 我肯定不能让您吃亏 您吃肉 我喝汤 咱们合作愉快 月斑斑觉得这样行 挺好 月斑斑带着秋实进了岳府 出来迎接的人是夏南嫣 夏南嫣见了白神医十分热情 只要神医能把病人医好 岳府绝不会亏待您的 那都是后话 先看看病人吧 夏南嫣对他这个工作态度 非常认同 赶紧把人往月红彩的院子方向里 听闻白神医常在安淮一带行走 最近几年是在安淮那边停留的时日多些 真是巧了 我们月家的老宅就在安淮 夫人这说的哪里话 一点都不巧 我在安淮停留的这几年 就是为了教导你们家那位敌珠的二小姐 神医说的是斑斑吧 对 那孩子前些年一直住在安淮 我家老爷放心不下 就请了几位师傅在那边教导 没想到还求到了神医您的头上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 也不是你家老爷求的我 是你家老夫人派人去求的 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二孙女 那可是正是敌珠的孩子 就算养在乡下 也一定要教导的比留在金里的孩子都要好 斑斑很聪明 想来是遗传了他母亲 竟然是老夫人 这里头居然还有老夫人的房 街上集 夏南燕听到月老夫人暗地里 也培养月斑斑 心态都要崩了 这一家子人 明立把我抬到了正气的位置上 这些年让我受尽指责 被说什么窃台七位 暗里却一个一个都在教导那个月斑斑 这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他们真的把月斑斑 看得比江五还要重 可月斑斑已经嫁人了呀 月 不对 夏南燕惊出一身冷汗 他觉得他男人在下一盘大气 这件事情他已经不止一次在想了 月家名面上是拥护八殿下的 这事不是什么秘密 可如果月家只是用八殿下来打掩护呢 实际上 他们更看重月斑斑 真正想拥护的是七殿下 难不成七殿下的病都是假的 七殿下的病一定是假的 从小就装病 躲着楚慰纷争 实则是为了保全自己 已带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 闭压所有人 这太可怕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跟我的儿子女儿 可就都被吓到这盘旗里去了 那他们成什么了 只是月斑争权夺势的工具 是楚慰之争的牺牲品 一瞬间 夏南燕再次挠不出一场夺敌大戏 月斑斑看着这位大夫人 脸上风云变化 忽然有点后悔 刚刚栽赃了老夫人 这夏南燕的心理成就能力不太行 可别把人给忽悠傻了 大夫人 哎 我在呢 不好意思白神医 我这心里惦记着我儿子的病 一时有些走神 您别见怪 没什么 我是大夫 可以理解病人家属的心情 就是听说病的不只是府上的大少爷 月侯似乎也有同样的病症 没有 绝对没有 他健康着 甚至还可以同时睡两房小妾 跟这种病绝对不挨边 不用给他吃 完了完了 一时嘴快 我这把夏南燕给不耍了 这人该不会是因为被南燕和婆婆同事背叛 你心里想要反了孕府吧 这都不给月锦龙治病了 那月锦龙有没有病我还不知道吗 那病就是那天往水里暗时 给整出来的 一针扎刀要学上 从此怨何不拒啊 月斑斑在心里一顿哀嚎 暗骂自己嘴快 到手的银子居然飞了 这可怎么找 本来想一遍坑了一百万两个 月家的银子不要白不要啊 可惜现在少了一头 只剩一个月红彩了 他看了那小丝一眼 小丝眼中一转 今早少爷说小肚子疼 卢才琢磨着可能是病幼重了 记得之前有一位大夫说 这个并不止关乎命根子 如果再种下去可能会伤及性命 哎 老爷不治就不治吧 可一定得给少爷好好治治 少爷还年轻 少爷才是月家的希望啊 少爷千万不能有事啊 月斑斑懂了 这意思是让他把在月锦龙那里损失的钱 在月红彩这里都赚回来 确实有类似兵力最后伤及性命之事 这种我们医学界叫做并发症 如果你家少爷已经有了其他部位的不适感 就要高度怀疑并发症的出现了 就瞎扯呗 果然下南烟荒了 赶紧领着月斑斑往前走 月斑斑很快就看到了 坐在屋里生闷气的月红彩 还有月红彩身边一名衣不遮体的女子 月红彩正在骂那女子是个笨蛋 说她不行 都是因为她们不努力 跟她自己没毛线关系 下南烟就是在这个时候带人进来的 月红彩一片头 正对上月斑斑的眼睛 当时就是一愣 月斑斑对自己的衣容和仿装是很有自信的 包括身带的变身技巧 她也掌握得很好 可这怎么一对上月红彩 她就觉得月红彩看向自己的眼神里 带着探究呢 她瞬间就有点不自信了 这特么的 不能吧 所有人都认不出来 月红彩居然能看出来 她有这种慧眼吗 下南烟也看出了月红彩的事态 她微微醋眉 看看月红彩 又看白神医 嗯 红彩 你怎么了 为何一直盯着白神医看 可是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没有 白神医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是我 是我不对劲 母亲 我明白了 我明白我为何得这个病了 原来不是身体的问题 是人 人不对 母亲 我们都错了 其实我这个病根本不用寻衣问 也不用不停地更换小妾 那些小妾没有一个对我的胃口 不是因为她们长得不漂亮 而是我突然明白 原来我喜欢的不是女人 而是像白神医这种白白净净温文尔雅的男人 母亲 我觉得我好了 我一见到白神医 我什么都好了 夏南烟让女帝控制 才能控制住没有当场把这个儿子给拍戏 合着并不是约红才认出了我 而是约红才看上了我 不知道麒麟会有没有在暗中跟上 这要是跟上了 回去又得跟姜忠华好一顿解释了 以后能不能再也这负面目视人都是两说 这人啊 果然色恋之婚啊 姜忠华就凭着一副美貌 硬生生活成了李保甫食物链的顶端 我都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 就在不知不觉中为她的美貌而沉沦的 她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 身边的秋实 却已经恶心地直接开骂 没想到堂堂安远侯府的大少爷居然是这样的人 我家神医好心好意上门替你瞧病 你非但一句感激的话没有 居然还出此恶言 你哥这儿恶心谁呢 白神医跟你有什么仇啊 你这么恶心人 你要不要脸啊 夏南嫣很生气 但她又觉得秋实骂 就应该这么骂醒她的傻儿子 可惜傻儿子骂不行 她就直勾勾地看着月斑斑 根本不理会秋实怎么骂她 小神医 你过来 让我好好看看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美男子 见到你的一瞬间 我觉得我什么病都没有了 我身体特别好 甚至能夜夜做新郎 小神医 你愿不愿意留下来 跟我在一起 只要你点个头 我立即遣散腹中所有窃室 从今往后一心只对你一人好 我是安远侯府的大少爷 这座侯府早晚都是我的 你跟了我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母亲 你听我说句话 帮我求着小神医留下来吧 我真的喜欢她 我不能没有她 母亲 你帮帮我吧 求你了 夏南嫣简直生无可恋 如果她的儿子是这样的 那她这辈子这么努力 还有什么用 她当上岳府的当家主母 又有什么用 她挣下来的万贯家财 将来给谁呀 给儿子和南嫉吗 太光塘了 这简直太光塘了 这种光塘的事 怎么总处在我们家 神医请回吧 不 今日是岳府唐突 改日必登门致歉 当然 岳家也不能白让神医跑这一趟 她说着 冲着身边夏人递了个眼色 夏人明白了 赶紧递上一张银票 这原本是准备看完了并给的 但这会儿夫人给递眼色 她就先给了 夏南嫣差点没气息 但是看完了并给的枕金 现在是白来一趟 只给刨腿费 那能是一个价吗 枕金可是一百两 刨个腿怎么可能那么贵 夏人起了大喘气 丫鬟也不明白 夫人是在跟自己生气 还以为是在跟月红才生气 于是乐呵呵地把月斑斑送出府门 接上集 真是晦气 怎么还摊上这么个事了呢 我要知道大少爷是这么个人 说傻我也不能让神医来这一趟 白神医 真对不住您 钱没挣着 还这一身骚 连背好的洗面都没用上 真是倒了大霉 是我对不起您 我给您赔罪了 没有的 月家人都什么毛病 他们是不是一个个都有病 这特别有病得治啊 得想个什么办法 把月家人这种 金虫烧脑的病给治 这钱挣不着就跟丢了似的 太闹心了 月斑斑回了神医府 一路上都在反省自己 当初画这张脸的时候 还是草率了 跑喜不喜的 整副小白脸的样子干什么 中年大叔他不香吗 不怕渣男啦暧昧 就怕大叔三十岁啊 不行不行 大叔也不行 他简直要疯了 秋实也要疯了 这白神医也太招疯了 居然把月家大少爷都给迷住了 这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 到哪去都迷倒一片的体质 能不能改改 只迷我一个人行不行 神医会不会那种传闻中的易容术 就是能把自己的样貌 变成别的样子那种 那样的话 咱们以后易了容出门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现在就是易容 这不是易错了吗 岳府那边 夏南嫣把那个丫鬟骂得狗血淋口 月红财还在那劝呢 母亲别骂他了 儿子就觉得 这个钱应该给 小神医抛头露面做事不容易 我们多给些银子 他的日子也能过得好些 夏南嫣觉得这个儿子 已经不是亲生的了 他生不出这种儿子来 他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才能生出这种玩意儿 那可是月斑斑的师父 你忘了月斑斑吗 母亲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怎么可能忘了自己的妹妹 什么 月红财你吃错了什么药 你居然认月斑斑那个妹妹 母亲别生气 这事儿说起来也是咱们不对 那日是儿子口无遮拦 惹恼了二妹妹 她才说那样的话的 她是为了报复我 不是冲着您 您别生她的气 见鬼了 你被什么东西附体了吗 夏南嫣难以置信 夏南嫣接受不了 月红财却有自己的道理 以后我是一定要跟白神医一起生活的 既然她跟斑斑是师徒 那我就也算是斑斑的长辈了 虽然听起来荒唐 但过日子嘛 就不要计较的太多 以后各论各的 什么都不影响 就是我们跟斑斑之间的这个关系 肯定是要缓和缓和 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了 再这样的话 小神医会为难的 她一为难 我心里就也不好受 母亲一定不会想我不好受的对吧 不对 想跟个男人一起生活 你做梦去吧 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心思 回头我再另寻别的大夫 为你治病 你是月家这一辈唯一的男兵 家宜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 可是我现在这个身体 传宗接代肯定是费劲了 我根本就不行 不可能让妾室怀孕 我觉得只有跟白神医在一起 我的功能才可以恢复 不如母亲退一步 等到我恢复了 我再让妾室生两个 把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了不就行了 到时候你们有孙子抱 就别管我了 就让我跟小神医双宿双飞吧 月红财 这种话要是让你父亲听到 你看他会不会打喜你 不会 父亲最近也在闹这种病 起初我想不明白 为何我跟父亲会同时生一种病 现在我懂了 不是同时 是他先有的 我后有的 我这属于随根 所以母亲 您想想看 父亲的情况会不会跟我一样 不是自己不行 是女人不行 要不您也给他换男人试试 夏南烟再也不想跟他儿子说话了 他觉得这个儿子就是来讨债的 他得找时间去四礼拜拜 这家里一个个子 都中邪了吧 月斑斑回府之后 也不太好过 江崇华果然不开心了 月斑斑 你这是想全京城男女同事啊 那些都是意外 你别往心里去 我也没想到我披个马甲魅力还能那么大 问题我本尊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啊 除了你 别的男人没一个能看得上我的 哦不对 可能你也没太看上我 你只是没有选择 江崇华隐隐觉得话题有点跑偏 月斑斑在祸水东引 可他还是想解释 谁说我没有看上你 谁说我同你生活在一起 只是没有选择 月斑斑 我早就看上你了 同你在一起 早就不是选择的问题 而是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那你也应该有点自信嘛 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要是还看得上别人 那我可能是瞎 江崇华满意了 小姑娘明显不瞎 所以她的担心 确实有点多余了 啊 很遗憾没赚着月斑的银子 但是月红材这个并还是得想办法治的 这个钱不赚着我交都税不好 话说 哦 你有没有算过 从你驾到黎王府 你一共赚了多少钱 没算过 陆天英给了我账本 但我觉得麻烦 我也没机 啊 你就不怕银票丢了 你自己都没输 万一被人拿去一张 怎么办 想从我这偷东西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偷得去 这么有自信 对 就是这么有自信 那行吧 顺西宫的消息 是三日后传到月斑斑这儿的 顺飞的人找到了神医府 递了明帖 请白神医明日进宫去给顺飞娘娘看病 嘿嘿 四日一早 月斑斑又开始化妆 江重华左摸着她这张脸 一纷纷叹气 哦 乖 你要是也喜欢我这张脸 那今晚我就不卸妆了 你抱着睡 你要是觉得还不过瘾 那我也可以用男人的声音 通你说话 本王暂时没有这种嗜好 万一以后有呢 哦 月斑斑进宫了 接她的是顺西宫一个大太监 也不知道顺西宫的人 一个个都什么毛病 都喜欢阴沉着脸 别以为你长得好 就可以在顺西宫立的住脚 我们娘娘跟别的主子不一样 我家顺飞娘娘不好你这一口 啊 没有的 智障 顺飞娘娘的确不好这一口 甚至在见到了白神医之后 还十分不屑地说道 本宫还以为能称得上神医之名 总得是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没想到竟如此年轻 这神医之名是叶家老夫人给的 要不娘娘找叶老夫人论论 顺飞 生气 她觉得这神医说话的调调 跟月斑斑 简直一模一样 但这口气 她还必须忍着 因为自己有求于人 本宫只是那么一说 神医能被称之为神医 必然有过人之处 就比如说本宫这个病 听说就只有白神医能够治好 尖尖离王妃跟我打过招呼 我对娘娘的病症有些了解 要说这天底下有几人能治 那我倒不敢打包票 仅我一人能治 毕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可娘娘你有那个时间 去拎寻他人吗 还是说娘娘愿意 把这种病宣扬出去 就为了寻别的大夫 几人能治我不知 但以目前来看 在经常 能治的人就只我一个 看看吧 月斑斑的手 在他外上放了一会儿 唇事做做样子 根本就没给他把脉 确实洗脉 本宫知道 本宫找你来 为的就是医好这个病 能治 但娘娘想不想知道 这病是怎么来的 接上急 你说 是不是有人加害本宫 没有 娘娘这个病 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属于隐性遗传 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病 但并不代表他完全没有发病的几率 娘娘确实命不好 她偏偏发病了 且一旦发病 未来可能会定期复发 这种病还会对女性身体产生一种影响 会让女性在本该毕竟的岁数 不遭遇毕竟 当然 换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件好事 本宫只想把这个病治好 基因病 治不好 只能通过洗针和药物进行压制 但这种压制不是永久性的 需要隔断时日就再试一次 真再用一次药 嗯 也不用太紧 大概一个月一回吧 这意思是 我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病了 一个月一回 这也就是说 我也摆脱不了这个小神医了 真的没有一次能治好的法子吗 本宫可以多出些银子 神医帮本宫想想办法吧 你毕竟不是宫里的人 每月进宫一次 本宫也不好安排 宫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对你对本宫都不好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 不瞒娘娘 这种隐心遗传的基因病 能压制住就不错了 摊和治好啊 至于每月进宫一次方不方便 其实娘娘要真想治病 自然会再想办法的 就算我不是宫里的人 只要娘娘肯想办法 那我试成进宫也不是难试 你要想经常进宫 有一种身份倒是不错 太监 太监 太监你做不做啊 要是想做 娘娘现在就可以满足你 不治了 我好见好意进宫来给顺飞娘娘看病 你们居然想把我弄成太监 那我还治什么病 不治了 我走了 滚出去 到底治不治 方才我往这边走的路上 可看到太医要来给娘娘请平安慢了 多亏顺西宫的太监给挡了回去 顺飞很受无奈 他也不用问就知道这事是真的 因为今日太医院本就该来请卖了 治吧 本宫都听你的 那给钱吧 嗯 我也不多收 三百两一次 这是什么价 我在神医府做展 一百两一次 在京城住展 二百两一次 现在是进宫 自然要比去京中腹底贵一些 就收三百两吧 这已经很便宜了 我听说离王妃对外不管做什么 起价都是几百万两的 我没跟她学 我比她少一个万 娘娘您真是捡到了便宜 顺飞一点都没觉得 自己捡着了便宜 反而认为自己被坑了 三百两 一个月一次 这长此以往 花钱如流水 娘娘 不贵了 离王妃卖花果茶都食两一天 一个月也是三百两 何况咱们是看病呢 好 就给你三百两 治完病之后 还是来时 那个太监送月斑斑出宫 我知道皇宫好 但你也不要左顾右盼的 显得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乡下来的人就是这样 瞧不起乡下人 你都不能算个正常的人 你还好意思瞧不起乡下人 你信不信就因为你这一句话 我下个月就不来了 到时候你家娘娘再想请我来 那可要出双倍价钱了 你这不是讹人吗 对 就是讹人 要不想被讹就闭嘴 别说我不爱听的话 奴才饭做主子背锅 你要跟你家顺飞娘娘有仇 你就继续 没仇就把嘴给我闭言诗了 我虽然面善 但我心可一点都不善 谁跟我过不去 我也不会让他好受的 太监闭嘴了 再也不敢吱声了 两人往宫门方向走着 没等走出多远呢 忽然就被人给拦下了 哦 呵 还是个熟人 这不是兰台宫的宫女吗 去黎王府 被她坑走一对耳坠子那位 她倍感亲切 兰台宫的宫女 一向居高自傲 连长丘宫的人 都不怎么放在眼里 更别提顺息宫了 我家贵妃娘娘 请白神医到兰台宫一叙 这是我家顺妃娘娘 请来的贵客 兰台宫半路请过去 不好吧 什么好不好的 你有什么资格 跟兰台宫说不好 你以为我还会管 你们顺息宫好不好 真是笑话 区区顺息宫 跟兰台宫面前装什么装啊 那太监先前 还趾高气扬的样子 这会被兰台宫的宫女 骂得生得不敢知 眼瞅的那宫女 笑呵呵地带着白神医走 她觉得十分憋屈 但憋屈也没办法 谁让她主子不争气 没有人家贵妃地位高呢 小神医您别害怕 刚刚就是对顺息宫的人 严厉了些 但绝对不是针对您 您也不用太给顺息宫 那帮人脸 我悄悄跟您说 上次您和八殿下 从叶府出来预解 哼 就是顺息宫干的 顺息宫没一个好东西 别搭理他们 是顺息宫干的 对 就是他们干的 但不是冲着您 是冲着我们八殿下 哎 这里头的事儿啊 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 总之神医您记得 顺息宫的主子 不是什么好人就行了 到了蓝台宫 叶贵妃依旧是笑容满面的迎接 同时还连连道谢 说小神医是叶老夫人的救命恩人 那就也是她的恩人 对的 你是不是那边 讲什么见面礼啊 叶贵妃果然没让她失望 很快就让下人捧了两只盒子出来 说是送给她的 月斑斑很满意 叶府派人来说了那天的事 叶老夫人真是显向还生 要是没有小神医及时医治 后果不堪设想 对了 听说斑斑的花果茶 是在安淮时跟一味游医学的 不知是不是白神医啊 不才 正是在下 在下一阶游医 原本居无定所 后来受月斑之托教导二小姐 这才在安淮常住了些年头 哦 敢问神医 今年贵庚 七十 七十 近你有七十 翻过这个年 就七十一了 可白神医看起来不过二十左右啊 娘娘也说了 是看起来 叶贵妃有点不信 但也没有什么反驳的证据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 夸白神医助言有数 反正是再也不敢叫小神医了 后来又说到遇袭之事 一再地说是八殿下连累了白神医 还指出 这件事情是顺息公做的 日后一定找机会 让顺息公给个交代 贵妃娘娘怎知是顺息公做的 本宫自有本宫的办法 接上级 月斑斑没有在蓝台宫多留 叶贵妃叫她来也就是看看 一方面谢她救过叶老夫人 一方面也是想探探她在安怀的虚实 当然 把顺息公的消息透露出来也是真的 叶贵妃没有明这位顺妃得了什么病 但却告诉我郁杰的事是顺妃做的 这很明显就是不想让白神医再给顺妃治病 既如此 那也不能让叶贵妃白白透露这个消息 麻烦这位姑娘一会儿跟顺息公那边说一声 就说我不能在原家给顺妃娘娘治病了 因为她差点把我给嘎了 这事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当然我也不能放着病人不管 如果她还想找我医治 那就加钱吧 不愧是黎王妃的师父啊 您这坑银子的手段跟黎王妃真是一样一样的 你放心 这话我一定带到 就是不知原价是指什么价 三百两一次 一个月一回 那涨价要涨到多少 三百万两一次 一个月一回 一个月三百万两啊 也不知道顺妃拿不拿得出来 如果拿不出来 那不知也罢 也不知道这顺妃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 我还没跟她要封口费呢 她要是不给一笔封口费 那这个病我可就给她说出去了 月斑斑说啥 都要回顺息公去要钱 姑女拦都拦不住 只能跟着她一起去 于是 她眼睁睁地看着白神医 从顺妃手里 坑走了一百万两名票 重新走上出宫的路 关于涨价的事 月斑斑顺便也跟顺妃说了 反正我是无所谓的 病的又不是我 你有没有伊德 那就看顺妃娘娘出不住的紧银子了 出得起 我就有 出不起 伊德是什么 没听说过 月斑斑进宫一趟 又是带着大把的名票 回到遗忘府 德权都已经习惯了 就连姜崇华都习惯了 她甚至已经开始想 万一有一天月斑斑的马甲被扒 她得怎么替她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月斑斑觉得这都不是事 我是忽悠她们了 但是她们不也得到实惠了吗 是不是得着了 那多得着的实惠还堵不上她们的嘴吗 再说 跟我对着干 除了证明她们智商低 还有什么好处 但凡她们不傻 就算我马甲被扒了 她们也得向着我说话 否则就会显得这段日子的自己跟个傻子 没什么两样 月斑斑现在已经很有钱了 有钱到江崇华总担心 她突然有一天不卷钱跑了 你的钱能不能放一些到我这里 或者多给我 我来替你保管 月斑斑觉得她可能是要造反 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用美色迷惑我 在金钱面前 任何美色都是浮云 包括你 我只是觉得以你对金钱的看重 只要我握住了你的钱 就等于握住了你的人 我只是不想你跑了 并不是真的想要花你的钱 那要不这样 我把你睡了 然后我这辈子就都会对你负责了 这天晚上的晚膳十分丰盛 因为月斑斑给福里钱了 得全支了一些出来 专门用在膳食上 王妃跟殿下都太瘦了 你们一个从小在乡下吃苦 恶瘦的 一个是自幼体弱多病 折磨瘦的 现如今日子好起来了 殿下的身子也好起来了 咱们在膳食上就讲究一些 先前说让暗卫学做饭 他们倒也学了 但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 奶娘和贾嬷嬷主动把厨房的活儿揽下来了 这些菜都是他们做的 殿下和王妃尝尝 你居然连叫我这么多声王妃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原因有二 一是殿下又批评我了 二是我觉得你挺厉害 你不管做什么 都是为了这个家着想 你对殿下还特别好 关键殿下还喜欢你 所以我认了你这个王妃 心甘情愿这样叫 姜崇华 她说你喜欢我 她说你喜欢我爱 很奇怪吗 我本来就喜欢你 真的吗 那你要是喜欢我 我就也喜欢你 好 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喜欢 你们命好 能互相喜欢 却不知这经中高门贵妇的婚姻 没几个是互相喜欢的 说句大不敬的话 后宫那些主子 谁敢说自己出嫁的时候 就是真心喜欢皇上 婚姻不过是家族之间的一笔交易 有多少人在这场交易里没了命 又有多少人赔上了一生 那可能他们嫁的男人都没有妻殿下这么好看吧 也可能他们娶的女人都没有我这么厉害吧 早也不用硬花 傍晚 月斑斑把所有的银票都拿出来了 月斑斑就是那么随意一遮掩 随意网出一拿 一把一把的银票就出现了 姜崇华也不想问 这么多银票是怎么拿出来的 袖子肯定是不能装这么多的 何况现在都换上眼影 奶奶的袖带 钱确实太多了 是有点多了 所以咱们规划一下吧 这些钱要怎么花 钱放在手里是不能下蛋的 可是投资出去就可以 但我不懂投资 你帮我想想 其实我也不懂 你忘了我从前是个病人来着 你不老实 你从前是病人 但皇上也没少让你看折子 折子都能看 钱不会花 我不信 看折子跟花钱 其实还是两回事 我能想到这些银子 用在水壁上 用在田地上 用在军事上 用在镇际灾民上 但我不太能想得出来 如何让这些银子 生成更多的银子 就是你所谓的投资 我是不太懂的 何况你不愿意抛头露面 那如何出去做生命 我可以屁马甲 有一个白神医 就也可以有另一个 别的什么身份 姜崇华忽然有一种感觉 好像自己娶了一个王妃 但却等于 娶了很多个王妃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骑活了 那你心里最想做的是什么 种地 你看院子里我种的那些 好不好 如果在城外 弄几个庄子 种果树 种药材 是不是也能跟神医府 连个名 以后神医府 开出来的药材 都由庄子上供应 非水不流外人田 直接把这一条龙 给垄断了 对了我还能养鱼 嗯 可以在京里 开个水煮鱼馆 都能赚到钱 那白水煮鱼能好吃 白水煮鱼 肯定不好吃 所以煮鱼的水 不是白水 明天吧 明天我亲自下厨 做一顿给你尝尝 早上记得让德权上 街买鱼去 最好是草鱼或者大青 我不知道你们管 那种鱼叫什么 总之就是要买 那种肉肥刺少的 我记下了 那咱们赶紧睡吧 月斑斑乐呵呵的 把银票都收了起来 又在江崇华的眼皮子底下 往袖子里塞 嗯 塞完就没了 江崇华甚至还捏了捏 他的袖子 换来了 他一点都不自知的 尴尬一笑 嘿嘿嘿 装都不装了这是 街上级 清晨 黎王府 这是京郊的三个庄子 都在我名下 你拿去吧 这都是当初 我分翟丽府的时候 母后和母妃给 好在这些年 能被拿走的只有银子 这些房屋地气什么的 都还在 你要是想在京里开馆子 店面也有现成了 都给你用 月斑斑接过来看了看 每个庄子占地 都在白模一上 且都是良田 嗯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嗯 找个冤大头 送我几个庄子和店面 上哪儿找这样的冤大头去 目前来看还是挺多的 就比如说顺飞得罪了我 叶家欠我人情 叶贵妃给过我设香珠子 叶家跟我有薛海深仇 那个三殿下 还每次见着我 不是损我就是骂我 这些人不都是用来坑的吗 难不成你要放任他们 在京城里继续过好日子 那可真是美的他们 那你决定从谁先坑 且看谁先撞上来吧 谁先来谁倒霉 今天中午吃水煮鱼 德犬买了两条大青鱼回来 特别大的那种 肉嫩肉多次还少 卖鱼的老板给我推荐了他们 我看这两条鱼确实又肥又大的 就都给买回来了 王妃亲自下厨 您要是有点良心 就给咱们也带一口 让咱们也尝尝你的手艺 王妃的手艺 王妃能有什么手艺 她也不会做饭啊 你忘了当初她学厨艺的时候 直接把大厨房给烧了 你还敢让她下厨 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 月斑斑 你回去吧 这鱼让奶娘做 你放过大厨房吧 之前之所以把大厨房给点了 是因为我不会烧火 关键在于烧火 而不是做饭 所以只要烧火这个环节你们来做 那我烧菜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 真的 人们决定让她试试 试试就试试 于是厨房里假摩摩烧火 奶娘洗锅 暗卫鲨鱼 姜崇华为官 月斑斑先在锅里烧了水 水里还放了一块火锅底料 这水一边烧着 月斑斑一边在想 回头再做些底料出来 开不开酒楼的 自己不也得吃吗 还能涮火锅 冬天跟火锅绝配啊 晚上吃火锅怎么样 这时代还没有火锅 姜崇华从来没听说过 火锅是个什么玩意 但好在能理解 肯定是吃的 斑斑 午膳还在做呢 现在就想晚上的事 是不是早了些 一点都不早 人就是要走一步看三步 吃完早上的就想晚上的 今晚就吃火锅 上到全向我去买羊肉 其他的就不用买了 青菜这大冬天的没有 海鲜更别小 五锅中植园里有 是还是能吃好的 鱼做好了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香气 人们同一次 见到这种吃鱼方法 光是看着就觉得又辣又过瘾 恨不得现在就开吃 因为鱼太大 又是两条 巨碗做了三碗 月斑斑和姜崇华要了一碗 剩下的两碗就给了德权他们 回屋之后 月斑斑把门给关上了 伤害有人来跟他抢鱼 叫麒麟味出来一起吃吧 大家都是熟人 不用客气 江崇华点点头 叫了麒麟味出来 但麒麟味不敢跟他们同桌而食 殿下 这不合规矩是以下饭上 谁给你们定得上和下 你怎么就是下了 再说 你如果是下 那是不是更应该听我们的话 我们让你坐下一起吃 你不吃不也是以下饭上吗 麒麟味被他这么一洗脑 就觉得怎么的都不对 那与其怎么都不对 不如先吃顿饱饭再说 这是啥呀 这也太好吃了 这一顿午饭 一大碗水煮鱼 三人全吃了 连豆芽都吃光了 江崇华看着空空的巨碗 努力回忆自己刚刚吃了多少 回忆完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想到二十岁 他好像从来也没有这样吃过东西 好不好吃 是不是天下美味 确实好吃 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东西 东福国饮食叫清淡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这个时代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调味料 再加上交通原因 南北居民不经常往来 所以想要吃到其他地方的特色菜就很难 这些在月斑斑眼里都是商机 他开始别不开饭店的事了 一家水煮鱼管子 一家火锅店 目前就开这两种 不然开太多了也不好打理 正年头女人做生意比较麻烦 抛头露面也不太好 所以我还是要披个男人的马甲去做这些事情 但这种漏戏一定得改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 男女都应该是平等的 未来在我的店里 如果有女子愿意来做事 我也会敞开门欢迎 不会将其拒之门外 更不会歧视 她对未来有很多设想 庄子 田地 店面 越说越兴奋 其林未听着都动心了 我能干点什么吗 哦 呃 你如果能悄悄地给我找些靠谱的人 就是最好了 就像神医府的管家和丫鬟 虽然我都不认识 但至少我知道他们是自己人 是可靠的 黄飞能相信属下 这对属下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哦 主要也不是相信你 嗯 是相信江崇华 你们都可以骗我 但江崇华不会骗我 你怎么就知道七殿下不会骗你 倒也不是知道他不会骗我 是我早就对我自己说过 如果江崇华骗了我 那我会立即从他面前消失 走得远远的 保管他这辈子也找不到我 出去 其林未乖乖滚了 哦 你别听他瞎着 我是肯定不会骗你的 我知道 下人们进来收拾桌子了 德权一进来 就夸越斑斑 简直把他夸成了天上的神仙 看大家都爱吃 越斑斑很高兴地决定晚上吃火锅的时候 给他们也支个锅 让他们几个也尝尝美味 这世间之事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下赏 德权带着奶娘一起去买羊肉 谁承想不止带回了羊肉 还带来了一位客人 街上集 江崇华看到他八弟姜墨汁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心里是十分不爽的 夜贵妃的孩子 最近怎么总往游王夫妇 但是江沫之不这么想 他觉得江崇华是他哥 虽然不是一个娘生的 但总是一个跌波的 这是事实啊 那就还是亲的 亲弟弟到亲哥家里来做客 没毛病 和汉哥的家里今晚还吃火锅 他都没听说过什么叫火锅 不得来看看吗 去帮着下人把炭炉子搬过 江沫之听话地跟着德权干活 等回来之后 就看着月斑斑弄出来的一堆东西愣神 有人问起这东西是哪来的食物 麒麟位都会主动挽下责任 说是自己去了炭皇宫 从宫里拿到 有皇宫做借口 人们就不再问了 开始乐呵呵地说起陌生的火锅 听月斑斑给他们讲什么叫火锅 怎么个吃法 除了姜墨汁 皇宫里有没有这种东西 别人不知道 我还能不知道 就算是皇宫 在这样的季节 想吃到新鲜的青菜也不容易 七哥这个理由太烂了 正眼说瞎话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七哥 月斑斑讲完了火锅的吃法 时辰也差不多了 下人们去了厢房 厢房那边也支了锅 他们自己涮着吃 麒麟位就被留了下来 跟着他们一起吃 你为什么上我家来 一般吃东西这种事 非得主人请 客人才会来 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 因为没吃过 馋 脸什么的 那都不重要 可是我们也不见得欢迎你啊 你们为什么不欢迎我 我是我七哥的弟弟 哪有哥哥不欢迎弟弟的 你虽然是他的弟弟 但却不是一个娘生的弟弟 说起来 你们两个的娘之间关系也不好 还属于情敌 特别是你那个娘 你知道吗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他就送了我一串射箱手珠 射箱是什么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 我们两家的关系真不好 这事以后找机会我一定说他 宫里那些女人就爱干这种事情 以后你就习惯了 至于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不好的 那也不影响我来吃顿饭 你们烦你们的 我吃我的 谁也不耽误谁 主要是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你也看到了 都很珍贵 你来蹭饭行 你把饭钱交了 我就让你敞开了吃 交钱吃饭 这很正常吧 说完 就看到姜末汁有点不乐意了 我知道你是重亲情的人 你觉得到哥哥家里来吃饭还要花银子 就显得生分了 但是没关系 你花多少银子 过后我就能给你找回来多少 我手里正好有个活 跟写作相关的 你把饭钱交了 我就把这个活介绍给你 姜末汁可以不在意饭钱能不能赚回来 但他必须在意跟写作相关的活 你要多少 就五百两吧 我不多要你的 特么的五百两还不算多要 谁家吃顿饭五百两啊 贤贵 你可别让我当傻子 经理那个明月龙我可听说了 那里吃顿饭 没有个千两银子都下不来 你敢说你没去吃过 你敢说你没花一千两 姜末汁不敢 因为他真去过 钱也真花过 而且不止一千两 那顿饭吃了他五千两 当问题是人家明月龙那五千两他吃啊 有歌有舞还有大型表演 甚至还放点烟花 你这雷王府有啥 一锅活呼呼的辣椒水 涮羊肉 跟文学有关的活 想不想要吧 姜末汁咬牙给钱 先吃 嗯 吃一会再说 几人在月斑斑的带领下 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往水里扔肉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没有人说话了 所有人都在闷头吃 一口一口往嘴里炫 甚至姜末汁都把文学都是抛到脑后了 麒麟味也不给人家客气了 姜崇华也顾不上吃一口擦一下嘴了 终于吃不下了 麒麟味把剩下没涮的肉和菜 端到了下人那屋 姜末汁看着面前的火锅 想着自己刚才吃火锅那个没出息的羊 再想着火锅那个味道 那五百两没白给 甚至可能还给少了 这东西要去端到明月楼去 五千两都下过来 明月楼敢要到一万两去 她有点心虚 九思又想之后 又掏了几张银票出来 又凑了五百两 那个七嫂 这些也给你 用来换那个跟文学有关的活 刚刚那五百两算我的饭钱 姜崇华盯着这些银票 再一次怀疑 刚刚是财神爷的亲闺女 这都上赶着主动给 钱都未到嘴边上 太离活 我这个人就一点好 只要拿了钱 一定好好办事 就像刚刚我收了你的钱 这顿饭吃得有质量吧 那么现在我又拿了你的钱 接下来这个活 我就得给你好好讲讲 于是她给姜末芝讲起了顺妃 讲起了唐飞燕小时候 跟姜崇华之间两小无猜的故事 姜末芝可算开了眼了 为了银子 你连自己亲夫君都敢坑啊 这不叫坑 我夫君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 于是她又把姜崇华的解释 也讲了一点 你把这些都写成书 主要弘扬的就是 唐飞燕多么深情 多么忘不了七殿下 还要重点强调 这深情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就算她以后嫁了人 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也都留给了七殿下 再分析下她以后的男人 在她心中的地位 肯定是永远都比不上七殿下了 但请她以后的夫君不要难过 虽然自己媳妇心里装着别人 但那个别人是天下第一好看的七殿下啊 这么一想她心里是不是能舒服点 就祸害唐飞燕呗 这怎么能叫祸害呢 我这是在帮她啊 这种美德难道不应该弘扬吗 不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而且这是顺妃娘娘的意思啊 她特地把我交到她跟前 跟我说了这些 对对 你把这段也写上 同时也分析一下 就说像顺妃娘娘这种大人物 如果不是真心觉得 她侄女的这种行为是美德 她能特地把七殿下的新婚妻子 交到面前去 此此兮兮的说吗 她那样身份贵重之人 会亲自下场就为了恶心 七殿下的妻子吗 绝对不能的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顺妃娘娘 希望我帮忙把这件事情 给宣传出去 让她侄女唐飞燕 能够一举成为精神之典范 我想了又想 这件事情想要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那只能跟你联手 由你来写成书 我们找一家书次给出版了 你放心 有关金钟高门贵户家中 新密之事的 销量一定好 这世上没有人不喜欢听八卦的 特别是平时接触不到的 高门贵户间的八卦 那书次老板也不是傻子 你听说有这种奇才的作品 那一定抢着要上啊 所以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活 既能让你锻炼了文笔 就给了你一次公开出书的机会 我没猜错的话 你之前一直没有出过书吧 写作都是业余的兴趣爱好吧 那么机会来了 现在只要你按我说的写出来 再加以润色 那么就可以出版成功 有了出版书 你就是真正的作家了 以后人家一问你是干什么的 你也不用很没面子的说自己是皇子 可以大声的 骄傲自豪的说自己是一名新锐作家 我能行 我一定能行 我一定要摆脱皇子的帽子 一定要做一名真正的作家 多谢七嫂相信我 将这么好的题材给了我 我一定不会让七嫂失望的 我不多留了 我这就回家写稿子 今晚我也不睡了 先把草稿起了 七嫂放心 关于唐飞燕和顺飞的事 我也知道一些 我知道怎么添油加醋 知道怎么无中生油 我一定能把这本书写好 我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 就叫新婚夜 我的娘子不爱我 说走就走 直到人没影了 姜崇华才愣愣地看向月斑斑 真的有书四老板 敢出关于左相府和顺飞的书 不管他们敢不敢呢 他们不敢出 我就自费出 没有书四敢卖 我就忽悠姜沐之自己开个书四 我们有钱我们怕什么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办成 可是爱飞 这故事里还有我呢 能不能把我弱化一下 不能 不过我已经跟姜沐之说了 让她把你的解释也写进去 这样人们就知道只是唐飞燕的一厢情愿 跟你没啥关系 何况喜欢你的人那么多 还差一个唐飞燕了 就算不写成书 其他男人心里也应该都有数 每一个媳妇心里都装着一个七殿下 只是七殿下没装着他们就是了 嘿嘿 这件事情姜崇华做不了主 事实上 如今这离王府的每一件事情 姜崇华都做不了主 只能由着月斑斑折腾 我和你飞到烂烂的天边 我和你冲向浪漫的花园 我和你奔向浪漫的光线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嗯 嘿嘿 接上级 因为有金钱和地位的加持 真的有书四老板愿意给江墨之出版 一时间 新封业 我的娘子不爱我 风靡全京城 成为了业界第一的畅销书 书四老板十天之内加印了三回 就在他准备印第四回的时候 有一个人找到了黎王府 要见月斑斑 德权可上火了 这会正苦口婆心的劝月斑斑 黎王府虽然比前些年光景好了些 但也架不住你这么折腾 得罪完这个又得罪那个 喷完这个又坑那个 月斑斑 你真以为黎王府是铜墙铁地 百毒不亲是吧 你这是想跟全京城为敌啊 我怎么就跟全京城为敌了 分明现在半个京城的夫人小姐都在喝我的花果茶 且不说背地里如何 至少他们这些人民面上是不敢跟我叫板的 还有叶家 从前叶贵妃对黎王府管控那么严 但是你看现在是不是有改观 那不是主动有改观的 那些人都是让你给几队走的 你别管怎么走的 反正走的就对了 而且叶家也不敢再往黎王府安插人 不然他们家小夫人喝不上花果茶是小事 叶贵妃决定了那可是大事 行吧 你说什么都对 但是现在六天下来了 那可是顺妃娘娘的亲儿子 唐飞燕的亲表哥 月斑斑你想想 她来是为了什么 全公公吓唬我 来就来了 你吓唬她作甚 殿下 您看她相非吓不住了吗 从她月斑斑身上 就从来没看到过害怕儿子 奴才也就是提醒她一下 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想想一会儿见着了六天下怎么说 呃 少坑她些银子吧 六哥她也不容易 哎 六天下跟顺妃不是一伙的 不好这样定义 毕竟他们是母子 真遇着了事 她一定会帮着自己的母亲 但她也是个可怜人 顺妃心里最怀念的 是那个没了的孩子 从小到大 对她都是不冷不热的 就跟三殿下一样 不一样 不冷不热 跟摆在明面上的厌烦 那不是一回事 懂了 顺妃只是过于思念 那个失去的孩子 把自己陷在了痛苦里 所以对六殿下就少了关心 但叶贵妃是反喜了三殿下 就好像三殿下 是她丈夫跟前七生的孩子似的 道理我都懂 可我还是不明白 叶贵妃对三殿下这种厌烦 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过要说是因为 老三这人本身就招人烦 那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她确实招人烦啊 岳斑斑去见六皇子了 德权和奶娘都跟着 这次殿下怎么不说 让属下跟过去 别让王妃坑太狠了呢 因为每次你都没管住 她该坑多少 还是坑多少 所以今后也不必多此一举 其林卫感到很惭愧 但她同时也觉得 这不是自己的错 岳斑斑那个人 怎么说呢 属于给个梯子 就能上房的那种 有的时候拦了还不如不拦 因为每当她坑前的时候 边上的人但凡插句话 她都能顺着那句话 直接掀起另一个小高潮 往前躺走的路上 德权给岳斑斑 大致讲了一下六皇子这人 六殿下名叫江一川 封为齐王殿下 今年二十一岁 至今未婚 说起来 皇家这些个皇子 多半都晚婚 从三殿下往后 除了咱们七殿下 其他几个一个取证 背的都没有 皇上为此也是愁白了头 咱们再说回六殿下 刚刚七殿下 也跟你简单介绍过了 就说六殿下这个人吧 比较沉默寡言 人也有点设口 但他属实没有顺飞那么坏 过去那些年 他每隔几个月 都会到黎王府来看看 给殿下换过衣裳 也给府里留过银子 但他都是悄悄来的 顺飞不知道这事 要是知道一定会骂他 诶 为什么骂他 顺飞跟黎王府 在明面上翻脸了 那倒不是 事实上也不是光冲着咱们 是六殿下 不管对谁表现出关心 顺飞都会不高兴 他会说 你要是有那个闲心 就好好查查 你哥哥是被谁害死 那才是你的亲兄弟 至于其他人 不过是你父亲 留下的野种罢了 顺飞他自己 不也是个妾吗 他哪来的自信 说别人是野种 就是这个理 皇上的正妻 只有皇后娘娘一个 其他人严格来说 全都是妾 谁比谁高贵了 反正我是想不明白 顺飞是什么毛病 但话又说回来 六殿下是无辜的 那我一会少坑他点 你为什么不能说不坑人家 罢了罢了 月斑斑咽过拔毛 人设不能搞 六皇子江一川 正如德权所说 是个社恐 这会待在浅草 这也不是做也不是 下人给上了茶喝也不是 不喝也不是 如果我做了 那一会七弟妹来了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得站起来 可如果我一直站着 这前堂事后的下人 也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下人也站着 这茶 你说万一刚喝一口 七弟妹来了呢 当着弟妹的面咽茶 有点不好意思 江一川本来脸皮就薄 这会儿都没等见着月斑斑呢 自己先憋了个大红脸 今儿真不摸在前堂 看到江一川这个纠结劲 他就劝 六殿下您别害怕 我们家王妃不吃人 他坑是坑了点 但他真的不吃人的 您不用怕成这样 本王不是怕 就是紧张 刚说完紧张 月斑斑就到了 江一川更紧张了 他深吸一口气 凝上前 冲着月斑斑行了个礼 弟妹 晚安 啊 谁给谁见你啊 谁是个个心理名书吗 六殿下真是没回来 都能把气氛整个贼尴尬 他赶紧上前缓解尴尬的气氛 六殿下 您来了 最近身体好吗 月斑斑觉得这气氛更尴尬了 于是主动还礼 六哥好 六哥请坐吧 六殿下终于坐下了 然后还松了口气 他觉得七弟妹还是挺好相处的 德权看着他松了口气的样子 不由地替他捏了把汗 这气可不能松啊 雨着了月斑斑 任何人都不能放松警惕了 人们都落座 下人重新上了茶 还上了点心和水果 这玩意也就是纯白的 谁能好意思捏起来吃啊 然后一抬头 就看到月斑斑 一点都不客气地捏了块棍花膏 放到了嘴里 七弟妹真是 不拘小节啊 真性情 六个长城水果吧 江一川不太好意思 连说不用不用 然后就坐在那里 看着月斑斑吃 直到月斑斑吃完了一盘点心 吃完了一盘水果 也喝完了一盏茶 他还坐在那瞅着 六个到我府上 究竟有何事 总不能就是为了来看我吃东西的吧 那你应该敢再饭点过来 这些都是零食 对哦 是我主动来的黎王府啊 我还有正事呢 你别这样别这样 快坐下吧 咱们消消停停地说话 别这么搬来搬去的 我还得还礼 多累啊 弟妹不必还礼 是我对不住你 也有求于你 我给你行礼是正常的 你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哪哪都不对劲 又哪哪都对劲 殿下是为了唐家大小姐 那件事来的吧 江一穿松了口气 总算有人替他起头了 他就是不会起头 开不了这个口 对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我 我觉得 觉得 柳哥坐下 慢慢说 其实我本不想来这一趟 就算是到黎王府来 也应该是为了看望重华 不是为了唐家求情 可飞燕 她毕竟是我的表妹 她母亲求到了我母妃呢 我母妃又把这件事情安排给了我 我就不能不管了 人托人 这事我懂 八弟写的那本书我买了 从头到尾都看完了 我觉得那里面虽然有文学作品渲染的成分 但真实性至少也占了一多半 而且我了解我母妃 也知道我那个表妹是什么性子 书上写的那些 八成是都对的 所以我其实不太好开这个口 就连今天来这一趟 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我觉得我没有立场替她求情 但又不得不来 弟妹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 柳哥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 接上级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银子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是银子不够多 唐家想摆平这件事情很容易 只要他们对我做出一定的补偿 这事就算翻过去了 至于市面上那些书 卖出去的自然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唐家可以杜绝我们再版 只要我们不在意 就不会有人再买 那影响就能降到最低 包括现在还在卖的这些 他们就应该赶紧出银子都买回家去 那我记下了 回去就跟唐家说 让他们赶紧把市面上的书都买回去 但其实 弟妹啊 道理大家都懂 可最担心的事也是刚刚你说的 唐家怕买回去一批 你们又应一批 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无底洞 唐家说 说 唐家没说我什么好话吧 说我贪得无厌 说我是个钱不满的坑 柳哥不用不好意思说 这是夸我的话 你只管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我爱听 唐家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 要是他们都不懂我 那我的人受不是白力了 所以唐飞燕这件事 应该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则 我已经替六哥想好了 你可以劝唐家把八天下那本书的版权买断 只要版权买断了 那书就是你们的了 我们没有权利加印 还带这样的 确实是可以这样的 永久买断所有版权 包括文字版 包括口书版 只要银子到位 以后我们不但不会再加印 也不会再把故事卖起茶楼戏院 更不会寄进二给主动传播 总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会再做了 就当没有这本书 当然 那些已经卖出去的 被人看完的 那我们也赌不上百姓的嘴 反正就及时止损吧 能止一点是一点 江一川拍了眼了 他开始回忆外界 对于他这个七弟妹的描述 黎王妃此人 坑人只在一念之间 确实只在一念之间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报价了 买断文字版权 五百万两白银 买断收书版权 五百万两白银 买断新闻版权 五百万两白银 所有版权都买断 可以打个折 只收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两白银 那不就只便宜了二两银子吗 一千多万两都花了 谁还能差那二两银子 弟妹给我一天时间 我去唐家说说 问问他们愿不愿意买断版权 从黎王府出来 江一川直接就去唐府了 到了唐府之后 把这事一说 那唐家大夫人转转眼珠 道 其实这是顺妃娘娘也有责任 要不是她拿孩子们小时候的事刺激了月斑斑 月斑斑也不会做得这么绝 所以 拿银子我们是可以拿的 但是不是顺妃娘娘也该出一部分 两个人犯下的错 总不能让唐家自己出钱吧 六皇子觉得唐家就是个无赖 但这个无赖一家偏偏又是自己的亲戚 他也不好说什么 这事他也不敢去找顺妃 六皇子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出了这笔银子 八皇子出生一世 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 终于 市面上所有书都断货 书四不再加印 八皇子也拿到了月斑斑给的买断银子 一百两 对于月斑斑收拾了顺妃和唐家 月斑斑还是相当高兴的 又准备了好几盒子好东西 让八皇子带出宫去给月斑斑 哇 姜默芝靠着这些东西 又在黎王府混着了一顿火锅 但今晚的火锅有点特别 姜默芝跟姜崇华二人在看到肥肠的时候 都沉默了 那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都知道 肠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们也都知道 真的能吃吗 能吃 吃的时候可以细品 有点点臭味 特别香 姜崇华觉得自己不太行了 想吐 为什么臭 姜崇华看傻子一样 看着自己这个八弟 还用问吗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非得说出来才行 要知道 今天晚上吃的可是火锅 就算他们不吃肥肠 肥肠也是要在一个锅里涮的 这事就不能细想 否则别说吃 这屋都待不下去了 毕竟 从来没有人在屋里煮过食 能不能不涮这东西 我太想吃了 我太久没有吃这个东西了 我馋得慌 而且我必须要让你们也试试 一回生二回熟 这东西你们没吃过 就觉得他不能吃 可是吃过之后 我保证你们欲罢不能 相信我 我从来不骗人 这东西真的会上瘾的 姜崇华闭上眼 不死一样的 把一块肥肠放到嘴里 没敢嚼就咽了 完全是在完成任务 姜末之跟他不一样 他觉得 如果自己太敷衍 七嫂会找到各种理由 跟他要钱的 他本着省钱的想法 把嘴里的肥肠嚼了两下 至此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一顿饭吃到后来 姜崇华也能吃肥肠了 还上瘾了 让哲仙一样的人物吃肥肠 正是一种罪过 姜崇华 你不准吃肥肠 这个世界太不要了 老天爷刚给我开了一扇 我才卖出去一只锦 就又被推翻了 门还从外头锁死 真是要命 这顿饭吃完 天早就黑了 外头又下起了雪 姜末之走时 一再跟月斑斑提议 一定要开馆子 这些菜不开馆子 可惜了 开馆子很赚钱的 就算你不开成明月楼那样 你也能赚到大钱 你很爱钱的对不对 为了钱 努力拼搏吧 他为什么对开馆子这事 比我还热心 我开馆子又不能分他银子 他来什么劲 话也不能这么说 虽然不分给他银子 但他再想吃 就可以直接到馆子里吃 馆子是明码标价 他吃多少付多少钱 但他来离王府吃 也要看你心情 二来 他付的饭钱也太多了些 就今日这一顿 你又要了他一百两 那版权买断的银票 他还没揣热骨呢 就又被你给坑回来了 我这可比明月楼便宜多了 不过算了 毕竟开了馆子之后 可以赚到更多人的钱 何况 谁说的我开了馆子 他就不用来离王府吃饭了 哼 想赚他的饭钱 我手里至少有一千道菜等着呢 哦 深冬了 再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江崇华 我第一次在京城过年 你们以前的年都怎么过 大年夜宫里 要开宫宴 在京正六坪以上的官员 都可以携卷入宫 宫宴会一直持续到此时 然后各自回家 至于各家各户怎么过年 这个我也不知道 往年 离王府的新年跟平日 没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喜欢热闹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有恩 我的身子也好起来 你要是喜欢热闹 咱们就在府里百喜 你想请谁来就请谁来 不妥 一来我不想 你好起来的是被更多人知道 二来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热闹 还有第三 第三最关键 我凭什么自己出银子 请他们吃饭 我脑子是不是有包 不过江崇华 你说的大年宫宴 你其实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吧 今年想不想去 你要是想去 咱们就一起进宫去看看 你要是不想去 那我也不去了 你想去 嗯 工业上能见到的人多 从上到下 从男到女 从老到右 大半个京城的权贵 都能见着 我想见见他们 不止他们家中的女眷 还有那些朝城本人 江崇华 给你下毒的人还没找到呢 这个人一天不找到 我就一天都不踏实 别看我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 赚了那么多银子 但实际上 没有一天真正放下心过 不把这个人给揪出来 这银子我花得多不安生 好 那咱们就去一次宫宴 行 那等到宫宴之前 我再给你试一次针 另外我手里还有些药 挑适合你的给你吃了 斑斑 不就是装病吗 我能装明白 不用试针吃药 这次不一样 我想把你玩好了渣 你病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在人间好好走走路了 你不是不想给我治好吗 说这样不利于你 萧萧婷婷在家躺着 现在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 姜崇华 原本我是想摆烂一辈子的 但问题是条件不允许 越是走出去 就越知道京城险恶 就算我们不主动招惹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 所以与其被动挨打 不如咱们主动一些 有的时候 撤退也是一种胜利 有的时候 进攻也是一种防守 前几日 麒麟卫拿了一些兵书过来 你要是有兴趣 可以到我书房去看看 你让我看兵书啊 姜崇华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我会带兵打仗 这件事也被暴露出去 那这京城我可真就没法搭了 合着你还真会带兵打仗啊 合着你还真会带兵打仗 这事儿我会明白不行 你在安怀都学什么了 到底是谁在教你 那人教你写字 教你医术 这都没问题 可他居然教你武功 还教你带兵打仗 斑斑 你确定那是一个好人吗 谁家好人教个小姑娘带兵打仗 想让这小姑娘长大了干什么 岳斑斑见姜崇华有些急 似乎他从来都没有这么急过 他觉得这事儿不对劲 你话里有话 是想到了一些事情 这些年我虽然病着 但也一直没间断帮父皇看着 所以朝中之事我基本全都知道 民间的事情也了解一些 再加上麒麟位也会给我讲一些进步 这其中就有一件事 跟你的这种情况很像 他拉着岳斑斑的手 回到了屋里 你知道暗卫和死事 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吗 会有专门的组织在民间寻找锅 或是家中不在意的孩子 先是偷偷地观察他们 观察到一定阶段觉得 他们是可造之才 就开始进行下一步 那便是偷偷地教导 从读书习字 到武功行法 之后再从中挑选出 可造之才进一步培养 教他们排兵布阵 教他们上阵杀敌 越斑斑 我从来不仔细打听 你在安怀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你总得让我知道 你是安全的 教你的那个人 不是想把你培养成一名死士 呃 怎么说呢 就挺突然的 没想到江春华会往这方便联想 也没想到我随口胡周八折的话 居然还能跟培养安危和死士对上号 那么问题来了 该怎么解释自己 不是被按照安危和死士培养的 那个传说中的师父 应该把孤甩给谁呢 月斑斑皱着眉头鸣思苦想 江重华见他不说话 就更觉得这里头有猫腻 他非常担心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不是 你等会 我想想怎么给你编 说错了 你让我想想怎么跟你说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就是 其实根本没有人培养我 我都是瞎编的 我就是为了弃我父亲 为了给月家人添赌 其实哪有人叫啊 我是无师自通 我是个天才 江重华 你不相信我是个天才吗 不能吧 我以为我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你不可能不相信我是个天才 真没办法好好唠嗑了 你确定不是被人刻意 再往暗卫 或是死尸方向培养 我确定 千真乱确 请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 就算是有人刻意在培养我 这些年下来 我也有足够的时间 把他给策反了 就算他是死尸头子 我也能把他给忽悠瘸了 想想也是 就这小姑娘忽悠人的本质 我到底在担心什么 接上级 黎王府 麒麟卫送了一张帖子过来 说是从神医府取回来的 再有两日又是初一了 你得准备准备去开诊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把时辰改一改 这大半夜的开诊 别人受不了 你也受不了吧 上次十五你就睡着了 我那不是睡着 我只是有些疲惫 稍微咪了一会 那你也不能当着病人的妙咪啊 月斑斑心虚 不再理他 专心看帖子 是丰安府尹家的三小姐 这人我有印象 白神医开诊第一天 他们家的仆人是第一个进来的 我还以为很快就会求上门 没想到拖了一个多月 不过 网神医府送帖子的人不少吧 怎么挑了这份 给钱了 对 给了管家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都赚 他是不是没见过钱 肯定是没你那么黑就是了 你都是二百两起步的 有时候一百两我也收 不过看病这种事 我不会黑得那么彻底 你回头跟神医府那边说一声 就说这活白神医接了 今日下赏就让他去给那位三小姐看病 麒麟未走了 月斑斑叫了德权进来 凤安府尹家什么情况 你给我说说 你又要去坑凤安府尹家 坑得好坑得庙 坑得断家娃娃叫 心断啊 跟黎王府什么关系 跟黎王府没什么关系 但他们家有位三小姐 跟你可能有点关系 跟我 对 就是跟你 还是你情敌 你们还见过 呃 不行 情敌太多了 我想不起来 那次在叶府寿宴上 说跟七殿下走一个路线的那位 是他 谁 月斑斑简单给他讲了一下 那所谓的同一个路线 当真有这样离谱之事 没错 就是当真有这么离谱之事 和离谱之人 那位断家三小姐 这些年把自己整得病病歪歪的 见风就倒 为此 断大人还上我们黎王府来过 带了几位大夫过来 非得要给您看病 这大概是三年前的事了吧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七殿下您可赶紧好起来吧 他怕您美好 怕闺女先美了 那看来这位三小姐在家里是很受宠的 确实受宠 听说是家中宠妾生的 而且宠妾还生了断家唯一的儿子 虽说过激到了大夫人名下 但人家也知道自己亲娘和亲妹妹是谁 所以宠妾和三小姐在府中日子过得很好 那他可真是太多死了 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 学点什么不好 非得学人家生病 休息好了 真把自己给整病了 嗯 断家三小姐病了 好像也不意外 谁天天整成那副样子还能好啊 王妃说得对 这真是好日子不好过的 不过王妃是怎么知道她病了 白神医是我师父 她跟我打听福尹家的三小姐 说了这事 当天下午 月斑斑通过出去了 她走之后 得全去找了姜崇华 似乎看到了一个男人 从那院溜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奴眼花看错了 但老奴觉得我没有看错 那个男人个子不高 长得白白净净的 穿得还挺好 衣料一看就是上等的 可是咱们府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男子 还出现在内院 这不对劲啊 内院能进来的外人 也就是总来蹭饭的八殿下了 但那明显不是八殿下 也不是咱们府上的下人和暗威 你到底想说什么 殿下 王妃她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滚出去 本王不想再看见 她再也受不了德全的想象力了 德全哭丧着脸出了污 心里想得到 还是月斑斑有外遇这件事 那个小白脸长得也太好看了 虽然矮了点 但脸真是太好看了 段府 白神医的到来 受到了沈姨娘的热情接待 但那三小姐拒不看医 就让我病着吧 我愿意病着 这样才能感觉到 我跟七殿下是一体的 你快别说这样的话了 人家七殿下都成婚了 都有王妃了 是 七殿下有王妃了 我心里自是明白没有那位王妃有趣 终究是七殿下心里没有我 姨娘 你就莫要管我了 我这样很好 我自己觉得甚好 好什么好 没听说谁家病病歪歪就是好的 不信你去问问七殿下 问她愿不愿意整日生病 怕是她比谁都想赶紧好起来 可她美好不是吗 只要她一天美好 那我也不能好 你再怎么折腾 家里也是不可能让你嫁给七殿下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沈亿您看 就是这个样子 谁劝都不好使 其实她装病我倒不担心 可问题是她现在真病了 这可就不能耽误了 沈亿帮忙想想法子吧 呃 三小姐你开门吧 我是黎王妃的师父 在安华的时候教过她配花果茶 你让我进去 我能为你带来黎王府的消息 没想到沈亿禁与黎王府有这般渊源 有失远迎快请进 这个办法想的有点不于直接了 但效果确实是好 说完就开门 开门就让进 沈亿能否与我说说黎王府的事情 黎王府对我来说是一处圣地 我从来没有去过 但日日夜夜都在向往 沈亿与黎王妃是好朋友 那一定到黎王府去做过客吧 哎 一说到黎王妃我心口就疼 哦 之前见到过她一回 怎么说呢 我是万万没想到 最后气垫下取道的 竟会是那样的女子 所以她是怎样的女子 她不是对黎王妃有什么误会吧 她人挺好的 不是说她不好 是说她那个性子 我也形容不上来 但误会肯定是没有的 误会谁也不能误会她 毕竟如今京城里没有人不知道黎王妃的名号 黎王妃很有名吗 那可太有名了 有名到我一想到她是七殿下的妻子 我就感到绝望 在这样的人手底下讨生活 我还能活到老死吗 我真是还想着嫁给姜崇华呢 行了 坐下看病吧 我不想看病 就让我一直病着吧 你跟我说说黎王府的事 别怪我没提醒你 月姓不来 以后你就是嫁给了七殿下 你也不能给她生孩子 你不想好 七殿下还想好呢 万一七殿下好了 你不好 怎么办 七殿下能要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吗 是不是缘分又错过了 七殿下能好吗 七殿下病了很多年 太医都说不会好起来了 太医是太医 神医是神医 那太医当中还治不了燕老夫人的病呢 我不也给治好了 还有宫里的顺废娘娘 听说了吧 上个月也请我进宫去治病 那你说她为什么不直接找宫里的太医 不还是太医不行 我是黎王妃的师父 你以为我今今是干什么的 总不能是找她需旧的吧 呀 我没想到这一层 说的也是 您这种隐士高人 能大老远的来京城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 多谢神医提醒 还是神医想的周全 要不怎么说您是神医呢 其他大夫就不会这样真心实意的劝我 那神医给我看看吧 我得尽快好起来 我得跟七殿下保持步调一致 不能调对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七殿下的病也是我给治着 虽然棘手了些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治好 你看 她都有希望了 你也得有希望对吧 至少一起治病这件事 也算是一个共同点 这位白神医真是太好了 这么多年了 女儿从来不让人给治病 谁说都不行 当爹的都动手打她了 也是不行 所有人都没办法的事情 白神医三言两语就让女儿乖乖把手腕伸出来了 这白神医对段家有恩啊 神医您放心 段家一定不会亏待您的 就冲着您能让静茹乖乖乖看病 您对我们家就是有大恩的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街上集 为了给你家女儿看病 我出卖了自己的徒弟 我这也是医者人心了 不算出卖 不算出卖 神医都是为了给小女治病 我们都懂 神医在给我讲讲雷王府的事吧 月斑斑跟七殿下他们 过得好吗 他们远过房了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是王府心秘之事 岂容了你打听 打听打听也无妨 毕竟我也不知道 但要说他二人感情好不好 反正看起来是挺好的 七殿下对我那徒弟疼爱有加 吃饭都要亲自喂他吃 让您见笑了 他就这样 这是心病 且因为年约太久 记忆成疾 这位夫人 孩子这样 你们怎么不早点进行干预啊 沈姨娘听到有人叫她夫人 很是高兴 虽然这句夫人可能只是客气客气 但听着舒坦啊 当即对白神医的印象又好了几分 也管了 但是管不住啊 人家都是儿大不由娘 她是从小就不由娘 打从七岁那年就开始跟着七殿下一起生病 别管真假 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为了这事她爹没少发脾气 可还是管不了 要不嫁到李王府去做妾吧 王府里的妾叫侧妃 听着好听 那是万万不行的 说句不好听的 那七殿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行了 总不能上赶着当寡妇吧 那如果七殿下好了呢 能好吗 万一呢 那也不行 虽然侧妃好听 但那也是妾 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 我就是给人做妾的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再去做妾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七殿下把现在这个李王妃给修了 换成我们静如 哼 反正那月斑斑也是冲洗过去的 七殿下对她能有什么感情啊 我们家静如可不一样 静如在京城长大 身交体贵的 虽然是庶女 可她父亲说了 等到她出嫁之前 就要抬我为平妻 到时候她就不是庶出 而是嫡出了 福尹大人的女儿 配七殿下很合适 那人家月斑斑也还是胡府的嫡女呢 我知道现在这位李王妃是白神依您的徒弟 但您刚刚也激励了我们静如 可见你们师徒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不是那么牢固 师徒的城墙牢不牢固 主要也得看跑墙的锄头十多大力道 我懂 我都懂 肯定是不会亏待您的 但就说李王正妃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家孩子非得想要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 非得休妻吗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有啊 如果不休妻 就让她下堂 她做侧妃 让我们家静如做正妃 安远侯府的妻女而已 她无论是在七殿下心里 还是在安远侯家里 都是没有多少分量的 我们静如不一样 她是一定会得到她父亲的支持的 但那月斑斑 她无依无靠 什么都没有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明白这个钱该怎么样了 神 什么意思 什么钱 枕金吗 当然是枕金 我们家白神医的枕金 一直都是很贵的 坐枕一百两 出枕二百两 具体治病的话 另算 那我们这应该给多少 秋实没说话 看向月斑斑 月斑斑又把段静如的手腕 抓了过来 摸了一会儿脉 不好治 拖的粘刀太多了 虽然是装的 但身体上没病 心里上有病 再加上月幸的是 这个病治起来不比七殿下的容易 那我就放心了 我终于跟七殿下一样了 神医一定帮着想想办法 我就这一个女儿 将来都指望她呢 她可得好起来呀 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儿子是儿子 儿子是继承自家家业的 女儿是继承别人家家业的 那不一样 办法肯定会有 并也一定可以治好 但这个价钱 妇人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准备好了 神医开价吧 一千万两 黄金 你疯了 没有 真疯就不是这个价了 真疯是什么价 真疯就要你们家的房子 要你们家的田地 还要你们敷影大人的官职 官职怎么样 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里可是段家 我知道这里是段家啊 知道你还敢这样说话 怕什么 反正你家姑娘的病 除了我没人治得好 你当真不怕段家放弃这个女儿 我为什么要怕你们 放不放弃自己的女儿 她是你们家的女儿 这与不知跟我都没多大关系 这 我就多挣点 不这 我就不挣这个钱 又穷不了 神医娘觉得 她说的也有道理 可越有道理 她就越没自信 能不能便宜点 咱们讲奖价吧 可以 还真能奖啊 那神医您给个最低价 最低多少银子 最低9990两黄金 就差十两 那有奖的必要吗 这奖跟没奖也没什么区别 我值这些钱 你家女儿也值这些钱 你的女儿病好了之后 有无限可能 你们段家在她这种 无限种可能当中 也会跟着哨音 你怎么就知道 这一千万两黄金 花得不值呢 是不是没钱 觉得一下子拿的太多了 不怕 没钱可以打欠条 也可以分期付款 反正你付一点 我值一点 付完了 病也就治好了 看病还能分期付款 那分多少期啊 看你想她什么时候 治好呗 想一年治好 就分12期 一个月付一笔 想十年治好 就分127 也是一个月付一笔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30年 但30年后再治好 可能也没啥用了 反正自己看吧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也不要勉强 沈姨娘开始算计自己的家产了 段静如也想把病给治好了 因为她知道七殿下也在治病 而且也是这位白神医给治的 所以她得想尽一切办法 把白神医给留住 这样将来说起来 她的病跟七殿下的病 都是白神医给治好的 二人就又有了共同点 七殿下的病要想完全治好 得多少年 不一定 看我心情 我心情好的情况下 几个月吧 我要是心情不好 十年八年也是要的 那如何才能让你心情不好 你们不给我银子 我心情就不好 但话又说回来 不给钱我也不能给你治啊 所以这事还得你们自己衡量 就十年吧 既然十年分期 然后如果中毒气病下治得快了 那我们就也加快脚步 多付银子 赶紧治好 可以这样吗 可以的 这种叫提前还款 但我是先说好 分期的话要有利息 现在我开价一千万两 你们要是分三十年 那可就得还三千万两 十年的话按十年算 然后如果选择提前还款 那钱面还的那些 可能有一大部分要算到利息里面 反正不太划算 看你们自己 段静如算不明白这个账 沈阳数学也不好 也算不明白 就十年 到时候如果需要提前还款 划不划算的我也认了 你是认了 问提前从哪来 别说一千万两黄金 就是一千万两白银 也拿不出来啊 我们家怎么会这么穷 你是不是对穷有不一样的理解 他很无奈 但女儿的病又不能不治 他咬咬牙 分三十年 中间有钱了再提前还 可以 但你们要抵押在我这里一样东西 神医想要什么 既然是抵押 肯定得是贵重之物 抵押的话不需要过户吧 那我可以把段斧的房契抵押给你 不要 不要 那你要什么 我要段福音的观音 不是 你要人家观音干什么 咋的你想当福音啊 神医啊 你能不能要点别的 那观音他也不值钱 你也不能拿他干什么 你要去何用啊 我家老爷是福音 福音没了观音 那还叫福音吗 这事要是让朝廷知道了 整个段斧都得没了 不会的 观音只是摆在那里做做样子 你放一个空盒子在桌岸上 也没有人吃饱了撑得上前去打开看看 盒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观音放在我这 跟放在福音大人那 没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你想要点值钱的东西做抵押 我们家有房有地 你要什么不好非得要观音 你要拿玩意干什么 是因为喜欢吗 是因为喜欢啊 观音的用处不大 只要你们不说 对你们家就没有任何影响 我也只是想要个保障 不会真正拿观音做什么的 你们让我安心 我才能好好的给三小姐治病 咱们把病治好了 未来会有无限可能呀 夫人 别人家还有大把的财产 等着三小姐去继承呢 难不成你想让那些财产 都落到他们自己人手里 不行的 我们三小姐的东西 谁也不可以夺去 来 你跟我一起说 那些都是我们三小姐的东西 谁也不可以夺去 你也一起 一二三 那些财产三小姐的东西 谁也不可以夺去 那些财产三小姐的东西 谁也不可以夺去 哦 你说的对 观音放在我们手里用处也不大 不如给你拿了去 换我女儿的健康 你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偷 街上集 回神音祖的路上 麒麟卫跟月斑斑一起坐在车厢里 再加上秋时 三个人大眼对小眼 你要人家观音干什么 有用 你有什么用 你管我有什么用 马车到了神医府倒了一下 又往黎王府走去 你说白神医这么折腾 图啥 这来来回回的 一会神医府 一会黎王府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跟黎王妃偷情呢 瞎说什么大实话 主子的事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 咱们把嘴闭言 事后好主子就行了 别的鼻之声 你到底为什么拿人家观音 就算平日里也不怎么用到观音 可万一用着了呢 万一遇见了大案子 就用到观音了呢 你让浮影大人怎么办 人家找到黎王府闹事 又怎么办 你就不能低调调 嗯 我 还真是怀念你在王府里 躺着长毛的日子啊 现在是不行了 现在一天不做喜他就疲痒 这一路上 麒麟卫也没能问出个随意难来 直到月斑班下着车 麒麟卫还跟他磨叽呢 你跟我说说吧 说说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真出了什么事 我也好帮你圆着点 怎么了怎么了 月斑 不是 王妃 王妃要干什么了 王妃是从神医府回来吗 那位白神医这次去断府 赚了多少银子 老奴是听殿下说的 说白神医去给断家三小姐治兵去了 那依老奴对这套程序的了解 王妃亲自往神医府走一趟 应该是去主护白神医多要些银子的吧 这一趟到底能赚多少啊 不多 就五十两 多少 五十两 五十两 才五十两 这么少 王妃啊 这不是你俩的风格 你们这是从两了 倒也不是 没从两 那为什么要这么少 跟断家有交情 没听说啊 是断家 又不是兰家和宁家 你要说去宁家和兰家 要少了我能理解 但这断家跟咱们无情无故的 咋想的 断家主要是没钱 而且他们选择了分期付款 分三十年付齐 第一次还想先做个尝试 是好了第二次才是正式开始 所以白神医就没多要 只要了五十两 啥叫分期付款 那要是中途不给了怎么办 不给了就不继续治呗 当然 这事也得让双方都有个保障 所以我让白神医要了断家一样东西作为底呀 你要了什么 我要了断大人的官印 我操 你要人家官印干什么 疯了吧你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是 月斑斑 王妃 祖宗 求你了 还回去吧 你拿人家抚引的官印 那是犯法的呀 月斑斑不支声 非常倔强 一直到进了屋 麒麟卫跟进去了 德权也跟进去了 姜崇华看了他俩一眼 意思是人都回来了 你们就出去吧 但是他俩不走 谁也不走 他俩就在边上站着 就想听听月斑斑怎么狡辩 太好奇了 殿下就让老奴听听了 这事儿听不明白 真水不着脚啊 那可是福尹大人的官印 他跟那白神医 居然合伙要了 人家福尹大人的官印 殿下 他们两个该不会是要造反吧 造什么反啊 我要真有那个心 我还不如鼓动你家殿下上进 我跟着坐享其成多好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为什么要人家的官印 姜崇华不理会得全的吵闹 他拉过月斑斑的手 握在自己掌心里 小姑娘的手冰凉凉的 外头很冷 去熬一碗姜汤了 给王妃暖暖身子 德权不情不愿地出去了 一会听到了答案一定告诉我 段家一定惹你不高兴了 对不对 那姨娘说话我不爱听 她说让你把我给休了 娶她家女儿 她说她的 我又不会听 没听说一个三品官家里的姨娘 还能管得这王府正非是谁的 再说 我这病病歪歪的样子 谁能真打我主意啊 你也不能总是病病歪歪 我都跟她说了 白神医入金 就为了治七殿下的病的 这么快就对外说了 也不算快 拖了挺长时间了 我第一次坐诊的时候 就有人问了 说你既然跟李王妃是朋友 又被称为神医 那你为啥不去治七殿下的病呢 这层关系摆在这 我要是不给你治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所以我还是给你治吧 一来彰显神医的厉害 二来以后你病好了 咱们也可以一起出门 到时候我就拉着你的手在街上走 谢谢那些女的 好 谢谢她们 所以 这就是你要人家观应的理由 我可都听见了 你给那位姨娘洗脑洗的 别说是观应 你就是要她命她都能给你 我要她命干什么 她的病又不值钱 我主要还是喜欢观应 你为啥喜欢人家观应啊 你想让丰安福尹找上门来 对吧 还是你懂我 你俩注意点 这屋里还有个我呢 要不你出去吧 我不 我想听全部 刚才你在神医府跟管家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跟管家说 如果段福尹找上门来 就让她上离王府找王妃说话 还说观应也会送到王妃手里 当时我就觉得你肯定是在憋着什么坏 现在我就想听听到底是什么坏 反正我就是不开心 那个三小姐是我情敌 我还得给她治病 那个夫人总想让你把我休了 还说要用点什么手段让我离开黎王府 我哥他们家银子涂不着 还生一肚子气 凭什么 所以我就想为难为难他们 反正现在观应在我手里 福尹大人求上门来也只能低声下气 那么到时候主动圈可就在我手里了 我说了算 那王妃想讹断家点什么呢 暂时还没想好呢 观应一主这是大事 真闹到朝廷去 她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就算我还给了她 她也欠了我一个大人情 行吧 反正你怎么说怎么有理 虽然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深坑 但再想想 如果你不给人挖坑就不是你了 所以还是挖吧 坑多了也就不压身了 毕竟王妃的人设就是这样的 行了 你俩腻歪吧 我不打扰了 说吧 到底想跟断家换什么 岳家有一个庄子 好像一直都在官府那里压着 四日 段福尹果然上门了 街上集 段福尹一路冒着汗进了黎王府的大门 进门的时候还在门槛上半了一下 整个德权还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自家王妃拿人家观印 这才导致福尹大人看起来有些可怜 嗯 也没什么可怜的 王妃说得对 不要有圣母心 不要见谁可怜谁 断家有什么可怜的 断家的女儿整日肖想七殿下 听说那位姨娘还想让七殿下把王妃给修了 嗯 王妃虽然不让人省心了些 但王妃也都是为了黎王府好 王妃虽然手段是多了点 但都是对敌人的 王妃对自己人可是又温柔又仁慈 还给自己人做好吃的 你听说过谁家王妃亲自下厨做饭 我家王妃就能 最主要的是 殿下喜欢她 就冲着这个理由 黎王府就必须只能有这一位王妃 谁也取代不了她 越斑斑这个王妃就是世上最好的王妃 德权一顿给自己洗脑 很快就把自己洗明白了 然后再看段福尹的眼神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嗯 这是几个意思 这太监变脸也太快了 段大人先在这做会吧 已经叫人去请王妃了 至于王妃什么时候到 那得看她心情 不急不急 不要催王妃 别把王妃气着 哈哈哈哈 哟 段大人怎么冒了这么多汗啊 这寒冬拉月的 您热吗 来人 把这屋里的探盆撤了 瞧把段大人给热了 啊 我冒汗是因为我害怕又着急 不是因为我热 实际上我特别冷 只要一想到我的官印没了 我就全身都在冒冷汗 怎么总感觉李王妃的这个太监对我有一股子莫名其妙的恨意 也不知道哪招着这太监了 突然就不喜欢我了 哼 段福尹叹着气坐到椅子上 因为前旁一直没关门 这椅子冰凉冰凉的 想说能不能给上口热茶呀 还没等开口呢 就听得全说 段大人都热成这样了 那奴才也就不叫人给您上热茶了 她坐着等啊等啊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终于把月斑斑给等来了 没想到段大人亲自来了 还是一个人来的 我还以为您能借着这个机会把三小姐一起带过来呢 毕竟能来李王府坐坐的机会挺难得 您家那三小姐一门心思想嫁到我们家来侍候我 我何其您能一并把她给带来 熟悉熟悉环境呢 什么 您要给殿下 那妾还让小妾入府熟悉环境 王妃您吃错药了吗 您不喜欢殿下了吗 您为什么要让殿下受这个罪 殿下满心满眼都是您 整个小妾进来干什么 看你俩秀恩爱吗 那她是不是得买票啊 王妃 别坑人了 谁家家长能舍得把女儿送来受这个罪啊 明知道入了府也得不到七殿下的人 更得不到七殿下的心 还要侍候郑妃天天给郑妃做饭 给郑妃捶腿 还要给郑妃洗脚 哪跟送过来当丫鬟有什么区别 让亲生的女儿来干这些 那家长不就是出什么 你明着骂我德了 她终于明白德权为什么对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了 合着是因为她那个三女儿的事 没有 绝没有要让她入离王府的打算 王妃请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入府来打扰到您和七殿下的幸福生活的 懂了 府尹大人是没看上我们家 不是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王妃千万别误会 臣的意思是说 王妃跟七殿下感情甚好 臣家里的小女儿她就算再喜欢七殿下 臣也觉得不应该破坏您跟七殿下的感情 臣不会让她入府的 您放心就是 但您家里的姨娘和夫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白神医都跟我说了 我回去说他们 不 我回去打他们一顿 让我那妾室登门给王妃赔罪 行 那就来吧 这难道不是一句客气话 但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收也收不回来了 她只能认了 好 明日就来 既是道歉 就要有诚意 明白 明白 她可太明白了 来之前就听人说了 跟离王妃打交道 不死也要八层皮 她现在就属于被扒皮了 所以她得赶紧切入正体 别让人把皮扒得太彻底 王妃 求您把官印还给我吧 您是不知道 没了官印别说上朝了 我升堂都没底气 就怕有人突然提起官印的事 我一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啥也没有 我知道我那小妾说了招 您不爱听的话 也知道我那闺女总惦记你家男人 这事任凭您打骂出气 您就是拿鞭子抽他们 我也绝对不带有一句怨言的 只求王妃把官印还我 那可是我的命啊 您就还给我吧 段福尹 您说此事就收不住了 我那小妾也是个大傻子 明知道白神医跟王妃 您是一伙的 她还当着白神医的面瞎说 她就是脑子有问题 回头我让白神医给她也置之 再这么傻下去 我这个家都得让她给我赔光 王妃 臣知道 这事肯定不能是我哭一哭 求一求就能了的 您既然让白神医 把我的官印给拿走了 那就一定是有拿走的道理 臣今日过来之前 已经做过心理准备了 王妃您说吧 什么要求臣都能接受 什么要求我家王妃还没想好呢 能想好了告诉你 郑辉也想好了 昨天你还没想好呢 今天就想好了 我记得 十几年前 岳家交了一个庄子到丰安府衙门 那一年段大人刚刚上任丰安府尹 那个庄子的事 大人还记得吧 你说的是 那个庄子 不行啊王妃 那个庄子咋过人 不吉利啊 那庄子在官府压着十几年了 岳家根本就不想要 你要来干什么啊 喜不喜人的 我并不在意 而且过了这么多年 会气早就散了 何况也不是我想要 是有人想要 谁啊 谁没事闲的 要个凶宅啊 巴殿下 谁 你说谁想要 是巴殿下 巴殿下看上了那个庄子 托我个府尹大人问问 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呢 且不说巴殿下 要个凶宅干什么 就算巴殿下真想要 直接找我不就完了 至于拐弯抹角的 托人托到黎王府嘛 然后黎王妃再托白神医 白神医再骗走我的官印 绕这么大一圈 吐啥 但岳斑斑非要正说 他也没有办法 于是只好顺着岳斑斑的话 巴殿下为何想要一座凶宅啊 可能是为了体验生活 创作一部关于凶宅的文学作品吧 大人也知道 巴殿下一生致力于发展文学事业 我猜想可能是最近突然想写这个题材了 我真谢谢你啊 段福尹觉得 岳斑斑这个理由找得很好 至少让他挑不出毛病 既然这样的话 那庄子的事 臣一定想办法弄出来 说起来 那庄子虽然一直压在官府 但说到底也还是岳家的东西 如果巴殿下想买 可能还涉及到过户 当然 我明白 这事拖到了王妃您这里 那应该就是 不想跟岳家打交道 王妃放心 这事我来办 一定给王妃办成 就是我那官印的事 庄子到手 官印立即还给大人 行 那趁这就回去了 立即就办 真是巴殿下想要 不是啊 是我想要啊 那你为何赖到巴殿下头上 因为岳家不会过给我啊 又得扯平和麻烦 我还烦他们家人 但如果是过户给巴殿下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信不住今日 就会有结果了 王妃您跟老奴说句实话 您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您把那死过人的宅子 过户给巴殿下 这是想干什么呀 这不得把叶贵妃给气死啊 气什么呀 我带着她儿子赚银子 她有什么可气的 到时候咱们用庄子做生意 总被她写出墙吧 问题你要做什么生意啊 那嘎果人的庄子 十几年都没有人打理了 早就慌得不能再慌了 那万一找人开荒 也是一大笔银子吧 确定不会赔钱 月斑斑确定不会赔钱 当天下午 他就把姜墨汁 给叫到李王府来了 接上集 如今姜墨汁是随叫随到 吸引她的主要是 她七嫂的厨艺 但吃归吃 对于今天七嫂主动 请她吃饭这件事 她心里还是没底的 七哥你给我交个实底 今天这顿火锅 我得出多少银子 七嫂不会把前些日子 给我的银子再要回去吧 我就说那银子我不拿了 她非得给我 还说什么是 唐家买断版权的费用 应该我拿 我拿到现在还没五热乎呢 她就反悔了 你七嫂这次可能不要你钱 不但不要你钱 兴许还能给你些东西 给我东西 给我什么 庄子 京郊有座庄子 要落到你的名下 七哥 这又是我七嫂想出来的 什么坑人的新招数 为什么平白无辜 要落到我名下一个庄子 这也太吓人了 白给你一个庄子还不好 不好 如果是别人给 那我可以明白 他们是为了巴结叶家 或是我母妃 但七嫂绝对不可能 是为了巴结谁 她只有可能是为了坑谁 七哥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我是怎么被选中 当这个被坑的幸运儿的 月斑斑准备食材回来了 正好听见这一句 主要是想给你找点正经事情做 我写书不是挺好吗 好吗 你娘都快被你给气息了 你说你写的是四库全书也就罢了 偏偏你写的都是民间杂谈 什么霸道王爷爱上我 一胎十六宝什么的 谁家生孩子一胎生十六个 猪都不干 所以我弄个庄子在你名下 也不用你出钱 甚至都不用你出力 咱们把庄子打理好 一年多少也算是有个营收 这是算我们合着干的 项目我来想 金银上借你的名气 到时候赚了银子 咱们五五分 你居然要跟我五五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什么都不用我做 只借个名气 我就能五五分 庄子还借在我的名下 你不怕我把庄子 给倒卖了换钱吗 不怕 毕竟是庄凶宅 没有人敢买 终于吃上了 姜末芝一边站着麻将 一边琢磨着月斑斑说的 那庄凶宅 要是以我的名义 去买那座宅子 月家肯定是能卖的 他回头月锦容也一定会 跟我母妃说起这事 那母妃问我 我该如何打 就说突然想到了 些赚钱的点子 想在庄子里试试 可问题是我手里 有青椒的庄子啊 为什么非得要月家的凶宅 因为凶宅便宜 不要白不要 你觉得我母妃能信吗 说不说在你 信不信在他 难不成他管得了你 真管得了的话 你早就弃笔从容了 在这顿火锅吃到尾声的时候 段福尹来了 手里拿着月家那庄子的地契 公公静静地递到了月斑斑手里 都在这儿了 已经过户到八殿下名下 听说是八殿下要买 月家二话没说就卖了 价钱也是象征性的 只收一两 姜默芝稀里糊涂地给了福尹一两名字 月斑斑挺高兴 回屋了一趟 再回来时 手里就拿了福尹大人的观音 直到观音再次回到自己手里 段福尹这才松了口气 医生轻松地回去了 姜默芝隐隐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你为了把那庄子过户到我名下 你居然藏了福尹大人的观音 七嫂 你跟我交个实体 那庄子究竟怎么回事 你非这么大劲 这里头要是没有什么猫腻 我是绝对不信的 我知道你不信啊 正是要是信了 那不是傻子吗 不过那庄子倒也没什么 出事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冤魂都散了 咱们现在就相当于百捡个庄子 那现在要不要再过户到你头上 你让我当个中间人 是不是怕岳家不卖给你啊 现在庄子是我的了 我直接送给你 那一两银子我也不要了 不行 你的就是你的 庄子在你名下 好办事 当天晚上 因为大家都吃撑了 岳斑斑就提议去消消时 上哪消时呢 去庄子 离王府的公车 拉着两家人出城了 岳家那个庄子 离京城不远 出了城门之后 再往前行小半个时辰就到了 只是庄子也实在慌得利 姜末之一脸 生无可恋地看着这个庄子 真的能赚钱吗 你知道找人开荒 得花多少银子吗 现在是冬天 等开春了长了草 更不好收拾 这庄子十几年没种过庄家了 好好的凉田也成了杂田 真是白给都没有人愿意呀 另外你们觉不觉得 这里阴气森森呢 这可是庄宅啊 岳斑斑却不在意凶不凶的 抬腿就往里走 姜崇华赶紧从后头跟上 还小跑了两步 姜末之看着他七哥利落的腿脚 十分羡慕 七嫂的医术是真厉害呀 七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好的 你这好得也太快了 都要能上房了 要不七嫂回头 你给我也治治吧 怎么 你也有病 愁的就是我没病 但我现在觉得 我要是不生点病我就亏了 那回头你腰尾早谢了 我一定给你治 你还是不是个女的 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啊 七哥你看她 七哥也无奈 管不了啊 真的管不了 此一行 黎王府出动了一名麒麟卫 还有三个已经被成功洗脑的暗卫 以及一名侍卫 这庄子的开荒工作 就交给你们了 公车里有工具 现在就干嘛 四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觉得这不是人干的活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就把荒凉的庄子给整好 今晚能收拾多少算多少 剩下的过几天 我想想办法 再找些帮手来 四人还能说什么 只好任命的在庄子里开荒 月斑斑就带着江崇华和江墨汁 在这庄子四处走动 真的不怕那四个人偷懒吗 不怕 反正就算他们不偷懒 我也会说他们偷懒的 为什么 你是有什么大病吧 不为什么 就因为他们是你母妃的人 江墨汁闭嘴了 江崇华看了他一眼 听闻最近三哥总去完台宫 是 虽然每次母妃都不给他好脸色 但他还是坚持一天去一次 七哥我也不瞒你 他去找母妃说的 多半都是关于黎王府的事情 他说他觉得你的病好了 而且他还觉得你病好了之后 就会参与到皇位的争夺中 他让母妃多留意黎王府的动向 哼 都留意了这么多年 本王倒也是习惯了 七哥 对不起 我劝过母妃别管别人家的事 可是他不听 我三哥更不听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帮你们什么 毕竟我那贤王府里 也不都是我的人 各大妃嫔各大家族 一个都不消停 都想多知道一些对方的事情 但七哥您好起来这件事 我三哥也只是猜测 他没有真凭实据 这事你怎么说 顺其自然吧 但皇位我们肯定不惦记 对 皇位我们肯定不惦记 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 江墨汁看不下去了 主动提出去监工 你为何要这装子 可是觉得十几年前的惨案是有蹊跷 想重查 十几年了 查不到什么了 但这装子原本也不是岳家的 而是乔家的 是我母亲出嫁时带过来的 可惜到了岳家之后 就被那群贪等无厌的人据为己有 那如今装子拿回来了 就依着老八说的 咱们去重新过户 不 要过户也不能现在过户 现在过了户落到我头上 这装子可就没有人给我开荒了 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很简单 在京郊打造一片网红打卡地 嗯 兄宅正好是穴头 荒凉的田地也是很好的劳动体验 辣梅花就要开了 打算让江墨汁在这里办个赏梅大会 这里没有辣梅 所以要借江墨汁的名号 八殿下说有 那就是有 没有也得有 再回城时 已经过了紫时了 月斑斑困了 窝在江崇华身上睡觉 两日后办个赏梅会 就在刚刚那庄子 庄子是你的 所以赏梅会也给你来办 经理大大小小的官邸 都会给贤王府面子的 到时候能来很多人 赏雪吧 别赏梅了 真的没有梅花 不管赏什么 人来就行 果然天底下没有白吃的饭 我就知道那庄子有问题 接上集 夏南烟去见了叶贵妃 还带上了月千五 这是我新学的糕点样式 今早特地做了来 请娘娘尝尝 叶贵妃看着面前的小点心 确实花样好看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总想着月斑斑 给他买过的那几个大包子 宫中生活奢靡 这种精致玩意 他早看厌了 但面上也不能太薄月千五 千五心灵手巧 没想到还会做点心 不过你那一双手啊 可要好好保养着 没事少下厨 会粗糙的 能给贵妃娘娘做吃的 千五不怕苦 两边寒暄了一阵子 月千五由下人陪着 去园子里转了 夏南烟这才点名今日主题 娘娘知道吗 昨日巴殿下从官府手里买入了月斑那座凶宅 嗯 叶贵妃不知道 但月家那座凶宅他是知道的 多少年没有人愿意要的庄子 现在被莫尔买了 他没病吧 我莫尔可有说过买来做什么 并没有 我家老爷觉得奇怪 特地让臣妇进宫来跟娘娘说一声 提起安远侯 叶贵妃的脸成了沉 听说侯爷和你家大少爷都病了 是 也不知道哪来的毛病 请了大夫也医治不好 可有请白神医给看过 请了 可那白神医没清目秀的 哎 别提了 还不如不请 请不请都是你们的事 本宫无意过问月家的事情 只是想提醒侯爷 一定要想好自己到底看中哪个女儿 皇上昨日还提起一众皇子娶妻那妾之事 莫也不小了 是该琢磨琢磨了 月家看中的自然是千五 那月斑斑他就是个野鹿子 我家侯爷绝对不会弃了千五改为栽培他 月家人的嘴呀 说一套做一套 罢了 今日你来说的是 本宫都知道了 你们回吧 去看看前面散潮没有 要是散了 就让八殿下过来一趟 本宫有事与他说 姜默芝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买庄子的事瞒不过叶贵妃 但他最近常跟月斑斑混在一起的事 他还是想瞒一瞒的 他觉得自己有替七嫂保守秘密的使命 毕竟白神衣就是七嫂 这么大的事都没有瞒着他 他还有什么理由背叛他七哥七嫂呢 于是叶贵妃问起那庄子时 姜默芝给出的答案就是 最近想写一本关于凶宅的作品 正好想到了月家那个庄子 就找官府问了问 没想到月家还真卖了 一两银子就卖了 母妃您说我是不是赚了 那么大一处庄子 只花了一两银子 这是怎么想怎么赚 走快走 别让本宫再看见你 姜默芝走了 没多一会儿姜北芝又来了 叶贵妃把在姜默芝那里面发出来的脾气 都发到了姜北芝身上 姜北芝进了屋 还没说上一句话呢 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 母妃萧萧气 八弟还年轻 等过些年兴许就好了 至于那凶宅的事 儿子也去打听过 听说段福尹送第七的时候去的是黎王府 八弟那会儿正在黎王府做客呢 之前你就说过 他最近常去黎王府 是 八弟最近与老七两口子走得很近 昨天夜里 他们还一起去了郊外的那个庄子 一直到子时过后才回来 儿臣以为 八弟是受了老七夫妇的蒙骗 特别是那月斑斑 巧舌如簧 说不定对八弟说了什么 八弟就信了 一提起月斑斑 叶贵妃也不得不承认 姜北茨形容得十分正确 就是巧舌如簧 死的都能给说成火的 不过 月斑斑也不见得都是胡说 至少他卖给本宫的花果茶 是好用的 他喝了花果茶 月姓果然回来了 叶贵妃当时激动得差点 没对着黎王府的方向刻意搁 所以这会儿姜北茨说起月斑斑 他下意识地就去替月斑斑说话 他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坏 啊 行了 走吧 宫外的事多盯着些 有进展 再来同等宫说 刚刚母妃是在踢月斑斑 和老七说话 为什么会产生一种 母妃在维护老七两口子的错觉 对 一定是错觉 母妃是不会对老七两口子好的 姜北茨自己把自己给说服了 然后又开始高兴 母妃如今已经愿意听我说话了 虽然每次也说不上几句 但至少汇报黎王府的事实 会让母妃觉得 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 长此以往总有一天母妃会看中我的 晚上 皇上召了留守黎王府的麒麟卫回来 麒麟卫没有名号 只有自己的编号 送去黎王府的麒麟卫编号为妻 当初皇上可能图省事 妻儿子嘛 就让编号妻的去了 其实今晚妻是回来取折子的 皇上可高兴了 因为姜崇华的病好了 折子披得更快了 皇上在笑什么 真是在笑月家那个孩子 以前都说她渴老七 没想到成亲之后非但一点都不渴了 老七的病还好了 你说这是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可是皇上 为何我觉得你高兴的不止是七殿下好起来呢 你还有别的帅吧 果然 老七好了 不管是冲喜冲的 还是那白神一北志的 反正人就是好了 真心甚畏 朕在想 这个皇位是不是也该传下去了 就传给老七吧 反正他也披了这么多年折子了 朝中的事务他都熟 从黎王府到皇宫 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披折子 没什么两样 说什么来着 当真另有所图 其实也没有好利索 病了快二十年 不可能短短数月就全好的 那白神一也说了 这病得慢慢治 没个几年治不完 还得几年啊 能不能跟白神一说说 让他快点治 最多一年 朕不能再等了 麒麟卫快听不下去了 皇上就这么想把皇位传下去 那是自然 这皇位原本也不是朕想做的 朕忍受了那么多年 也该换人来忍受忍受 麒麟卫语重心长地 同老皇帝讲话 这些年您摆是摆了点 但把东府治理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折子都是七殿下批的 但偶尔在七殿下病得重了的时候 您也能亲自批几道 外界人人都称您为明君 天下也在您的治理下国泰民安 即使边关不太安定 但好在也有各位将军在挡着 您看 您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那是不是为了黎明苍生 可以再多干几年 你现在怎么处处都在替老七说话 你还是不是朕的麒麟卫了 自然是皇上的死事 但属下也确实是在替皇上着想 您着急扶七殿下上尉之心属下 可以理解 但七殿下的病治不好 根基就扎不稳 坐上皇位之后事物繁忙 万一再给累犯病了 那天下可就要乱了 您忍心让治理了几十年的太平天下 因为这事在乱起来吗 七殿下 月斑斑 我只能帮你俩到这了 成不成 看命吧 接上集 腊月十五 月斑斑照例到神医府去出诊 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出诊 经理人已经很习惯白神医这阴间作息了 但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仆人来了 而是病人也会一起来 月斑斑今晚就接待了一位 早就过了月份却一直不生的妇人 这妇人是成东一妇护养在别院的外室 这事是怎么知道的呢 全赖神医府的管家昆山立下了一个规矩 就是所有来看诊的 一定要报上名号 哪家哪户 什么身份 都得说清楚 所有能见到月斑斑面的 就算没被查到祖宗八代 至少姓什么 叫什么 住在哪河门牌号 月斑斑肯定是知道的了 不管用什么法子 一定要留下这孩子 我和相公十分相爱 我就算是洗了 也要给他留下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你洗了 留个孩子 然后让你的孩子跟别人叫娘 我不管他管谁叫娘 至少他管元郎叫爹 我只要一想到自己能够神明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我就觉得我十分伟大 元郎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他一定会十分疼爱我们的孩子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自己感动自己 你想的可真美啊 他要真爱你 就把你接回家了 哪怕做个妾呢 也比一个没名没分的外事好 再说 他能在外头养了你 就说明他已经背叛了家中妻妾 背叛这种事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你怎么就能肯定他能一直爱你呢 快醒醒吧 信不信他不出十天就能把你忘了 我赌五天 不能再多了 你们还是不是人啊 我们是不是人这事先抛开不论 咱们只说你是不是人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只有活着喘气的才是人 你肚子里的这个还没出来 他就还不能算是个人 所以一旦在分娩的时候发生任何危险 宝大人是我独一无二的选择 那我不找你治了 我这就回去了 你想杀戏我的孩子 你太残忍了 你干什么去 一百两都花了 你还想跑 小姐 可快清醒清醒吧 人家说的没错 用你自己的命去换一个孩子 不值得 那孩子将来记不起谁是他的娘 不知道他的娘长什么样子 孩子的爹也会很快就把你忘记 毕竟他府里有六房小妾 外头养着三个外侍 你说你洗不洗的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这孩子咱们能生就生 不能生就不生 可不行拿自己的命去换啊 对对 渣男是不会因为你一条命就金盆洗手的 你们不可以这样说圆狼 你们根本不了解他 你们不知道只有我才能救赎他 月斑斑觉得这女人是疯了 但他收银子 看着这孩子生不下来 不是疯病 去那堂躺着去吧 孩子能活 你也能活 此言当真 只要你能让我们母子都平安 我再给你一百两银子 挂号 一百两 治病 本来就是要再付一百两的 月斑斑倒也没坑到底 正常收费 正常治病 他给夫人打了一针催产针 回去吧 回家之后别着急睡觉 多走动 可以吃点东西保存体力 大约两个时辰吧 就会有摇生的迹象 到开始止夜不住半个时辰 让家里准备好铲婆 别的该注意的 听铲婆的就行 夫人跟老妈子一顿感谢之后走了 月斑斑继续看诊 哦 太刺激了 月红才居然亲自来看病了 月斑斑仿佛钓到了一条大鱼 在他看到月红才的那一刻 耳朵里立即传来了精神的声音 陈医 实在对不住 没拦住啊 非要来 谁说都不听 到底他是主子 我是奴才 也不敢应揽 既然来了 就坐吧 反正都交了一百两桌炒费了 月红才端端正正地坐下 他把手里提着的东西 搁到了桌上 都是些女孩子喜欢的玩意 珠宝手是什么的 是我从我大妹妹 还有我母亲屋里偷出来的 听闻白沈一 是我家二妹妹的师父 这些东西麻烦沈一 给我二妹妹送去 就说我这个当哥哥的很愧疚 这些年对她的不闻不问 也很愧疚上次 她到岳府来时 闹出来的不愉快 我没有什么能为她做的 但把这些原本就属于 她的东西给她偷回来 我还是能做到的 原本就属于她的 是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当年乔夫人留下来的 虽然当年我也还小 没有亲眼见到乔夫人 拥有这些东西 但后来也总能听 母亲和大妹妹提起 说乔夫人出嫁时 十里红装 带了丰厚的嫁妆 来到岳府 后来许多首饰 都落到了我母亲手里 母亲又给了签舞 我能力有限 一次就只能拿到这么多 你跟我二妹妹说 让她别着急 只要我还活着 早晚我能把那些东西 全给她偷完 卧槽 原来还有这种局限 救国之法 哇 没想到月红裁是个宝啊 月斑斑高兴了 这种高兴明显地 写在了脸上 月红裁也看出来了 她现在的情况就是 白神一高兴 她就高兴 她管不了白神一 为什么高兴 反正只要达到 能让白神一高兴的目的 让她做什么都行 于是她当即决定 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没想到月公子 是如此正义之事 且重情重义 那这些东西 我就替小童收下了 回头拿去给她 她也一定会感激 你这座哥哥的 她敢不感激我 无所谓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神一你 月斑斑点点头 决定把自己豁出去 我明白月公子的意思 但这样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过于突然 也着实惊世汉俗 是在我的认知之外的 我一是接受不起 要不你再表现表现 月红才直勾勾地 盯着面前人 月斑斑这一句句 月公子 叫得他心花怒放 不要紧 我知道你是外来的 以前没怎么到过京城 不懂这些事很正常 但只要你在京城里待久了 就明白什么叫林子 大了什么鸟都有了 京城里新鲜事可多了 这种事虽然不能摆到 台面上来说 但也确实不算太稀奇 至于再表现表现 这个好说 只要你划出个道道来 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 嗯 月斑斑把摆在桌上 这些东西打开 用手扒拉了两下 然后就叹气 哎 我只说过斑斑一个徒弟 自是知晓他日子过得多不容易 也知道他经历的事情 对他来说有多不公平 乔夫人好好一条命 就那么没了 都说他难产 可他为什么会难产呢 不知道啊 那时候我还小 哎 这事不准明白 斑斑不高兴 我这个做师父的就也不会高兴 何况我在京城还得指望着他们的 自然是要想他们所想 月公子 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是这么个理 那我明白了 你放心 这事回去我就帮你打听 你得悄悄地打听 要不着痕迹 可不能把自己暴露出来 那样你就太危险了 他装出关心月红彩的样子 看得边上的小丝和秋实一愣一愣的 白神医是不是中邪了 秋实倒希望是中邪了 但显然神医是不可能中邪的 促使他变成这样的 可能只是因为桌子上放着的那一堆珠宝 能不能让你家少爷去洗 安远侯有这样的儿子 他自己不觉得丢脸吗 哎 现如今侯爷自顾不暇 哪还管得了大少爷啊 哦 这话让月斑斑听见了 当即眼珠一转 我只想吃有了吃 住有了住 到里有两千就感觉很满足 如果有机会再藏个小金库 少要有自在 连神仙都羡慕 接上集 月斑斑继续忽悠月红彩 我也不能太难为你 总去家里偷东西打听事情 东父已孝至天下 你也该是个孝顺的儿子 那孝顺的儿子就得为父母着想 挤入父母的身体啊 你都得多关心关心 月红彩特别爱听他说话 他说什么他都信 对 我关心 今日来就是想说我父亲也跟我有一样的毛病 但他会集记医 神医能不能想想办法 呃 看不到病人肯定是没办法确诊的 要不我也给他找个男人 我觉得差的可能就是这个 也不是不行 可以试试 就是不知道夫人会不会同意 我母亲肯定是不高兴的 哎 实不相瞒 我早就想来见小神医 可惜母亲不让出府 上次我要偷偷出府被发现了 母亲打肿了我的腿 这次我好不容易避过了所有眼线 才有机会见你一面 对于我父亲的事 母亲也管得比较严 谁都不能提让父亲走我这条路 适适的想法 我觉得夫人他还是没想通 其实在侯爷身边生活的是男是女 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反而如果是个男人 对他还是有好处没有坏处 嗯 你想啊 侯爷都这个岁数了 他心下有儿有女的 他又没有传宗接代的压力 那当然是可着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 而且您又是岳家唯一的少爷 如果以后侯爷身边等了女人 那就更不会有人能跟你抢地位了 对不对 大夫人的地位也不会被威胁啊 毕竟男人嘛 不可能被摆上台面的 你回去好好开导开导 欣许大夫人就同意了 这小神医简直是个人才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回去一定得跟母亲好好讲讲 我还想在这里陪陪小神医 你就安心看着 我在边上坐着 我不说话 行吗 月斑斑觉得是得给人些甜头 于是点点头 行 那你看着吧 呵呵呵 等接完枕 管家关了门 回来一看 月红才还没走 当时就有些不乐意 你怎么待了这么久 交了多少银子能待这么久的 月红才刚想说是白神医 同意她留下的 结果就听白神医说 她是留得久了些 回头我替她把银子补上 不能让咱们神医府亏了本钱 我开诊时辰特殊 先前就跟下人们讲好 每进来一个人都按人头和时辰收费的 我给银子 不能让小神医出这份钱 多少银子 呃 再补二百两吧 月红才觉得有点多 但小丝小声提醒 不能在小神医面前表现得不大方啊 这年头没人喜欢穷鬼啊 月红才立即就给钱了 特别痛快 但钱给了 人也不能留了 因为小神医下注颗令了 你说小神医她会喜欢我吗 她喜不喜欢你 我不知道 但她肯定喜欢钱 那我有钱啊 这不就相当于给我量身定做的吗 她喜欢钱 我正好有钱 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太般配了 小丝都不忍心说她是个大傻子 但还是给她泼了冷水 人家让你帮着二小姐呢 帮呗 我没有意见 本来当年的事就是月家对不起乔夫任何斑斑 那小神医是斑斑的师父 当然是要替斑斑说话的 这说明小神医重情重义 也说明小神医没有因为我的钱财和我的家世 就对我另眼相看 她看中的不是我的钱 而是我的人 我可去你的吧 你这人有什么可看中的 恩恩 大少爷是好人 是岳府最好的人 呵呵呵 岳洪才回到岳府时 等待她的是夏南燕的幕后 但她并没有害怕 甚至在夏南燕扬言要把她的腿打蛇死 她还神圣叨叨地跟夏南燕说 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永保地位吗 你想知道如何能永绝后患 让我成为安远侯府唯一的继承人吗 母亲你消消气 听我好好跟你说 夏南燕被她辅住了 然后岳洪才就把从神医府听来的那一套 跟夏南燕讲 夏南燕动心了 母亲放心 这个人我去替父亲找 一定找一个乖巧听话的 母亲也不用担心父亲的颜面问题 只要那人能保证足不出户 咱们自家人爷把嘴闭言 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但你父亲愿不愿意我说不准 惊许她能把你和那人一起给打出去 还有 你是不是应该和我说说 我和千五屋里丢的那些东西 到哪去了 母亲总不会以为 追星上人是空手追的吧 还是您觉得儿子凭一张嘴 就能说动人家跟了我 不付出些实在的 人我能得到吗 那可是呵呵有名的白神医 空手套白狼这一套在人家那是不好使的 那你为何专挑以前乔淑琴留下的东西偷 因为儿子觉得那些东西不吉利 乔淑琴都嘎了十几年了 他当初的嫁妆就算再贵重 那也是死人的东西 你说你们屋里留着死人的东西 不会气吗 不觉得夜里甚得慌吗 我把他们偷出去是为了你和千五好 多接触点活人物见吧 确实 死人的东西不能留 但是也不能便宜了月斑斑啊 母亲 我知道你不喜欢斑斑 说实话我也不喜欢 但还有一句话叫爱屋及乌 我现在为了白小神医 我再不喜欢月斑斑 我也得试着去喜欢她 更何况 我跟月斑斑这十多年都没有见过面 严格来说也没筹对吧 夏南燕看了她一眼 欲言又止 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即使对方是她亲生的儿子 也不能说 好了母亲 我要歇着了 太困了 夏南燕心里糊涂的就被送了出来 一直留在院里的小丝 送了夏南燕一段路 是你陪着少爷去的神医府 胆子可真不小 奴才也是怕少爷胡闹再闹出事来 这才不得不跟着 再说 夫人也不能总打少爷 她现在毕竟还病着呢 这万一要是给打坏了 哪多哪少啊 在神医府 可听到那白神医跟红才说什么了 都听到了 要不怎么说是神医呢 人家白神医做的事真讲究 咱家才少医进屋她就急了 指着少爷的鼻子教训 说少爷身为堂堂安远侯府的大公子 不思进去 整日就知道想歪门邪道的 这样对得起侯爷吗 对得起上次见到的那位大夫人吗 她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奴才听得真真的 但至于大少爷有没有听进去 那奴才就不知道了 不过只要白神医长此以往的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那大少爷总有一天会回头的吧 反正奴才是这么想的 就是不知道白神医能不能保持下去 毕竟大少爷总拿钱砸她 那小神医很爱钱吗 谁不爱钱啊 那还不好办 只要夫人出的比大少爷多 那小神医自然是帮着夫人说话 夫人 奴婢说的对吧 咱们肯定比大少爷有钱啊 夏南燕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不对了 听着有点叫人生气 但道理又确实是那个道理 我再想想吧 小丝琢磨了一会儿 悄悄溜出了门 又往神医府的方向走了去 街上集 神医府 月斑斑没有着急卷钱跑路 而是留下来清点书房 神医府这阵子 把给江崇华买书的任务担了起来 月斑斑把神医府的书都收进种植园后 正准备潜逃 可惜没等逃呢 月斑小丝来了 虽然现在不是看诊时辰 但你进神医府也是要给银子的 我就是个下人 银子我肯定没有 但我也不是来看病的 我是来跟神医谈合作的 姑娘只管为我引荐 白神医一定会见我 秋时冷哼一声 特别不高兴 但还是把人带到了月斑斑面前 把这小丝的来历 跟月斑斑说了一下 然后就见月斑斑 客客气气的请小丝坐下 行吧 会赚钱的男人最有魅力 小丝开始跟月斑斑巴巴 秋时站到了管家身边 怎么了 你脸色不对劲呢 不上可能是糟贼了 糟贼 什么贼胆子这么大 赶上神医府来偷东西 不对 咱们神医府里有什么值得偷的呀 总不能是为了那一屋子书吧 就是为了那一屋子书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神医才离开书房不久 就是你带上月家小丝入不见他的时候 我回去锁门 就发现白满一屋子书架的书 全都不见了 什么变态 别的不偷专门偷书 就算我们府上没有别的 那至少偷个茶壶茶碗什么的 好歹也是官窑烧出来的 不比书强 你说他们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把那些书都运走的 还运得神不知鬼不觉 咱们府上虽说戒备不思赢 可每次神医在的时候 身边都跟着麒麟味呢 对方居然能弄出那么大动作 还避开了麒麟味的耳目 得是什么程度的高手 如此说来 这神医府已经不安全了 咱们得想想法子 另一边 岳府小丝跟岳斑斑的生意 也谈得差不多了 这银子想要赚得快 就两头都赚 一边收着大少爷的钱 一边收着大夫人的钱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鸟 不吭白不吭 你把岳家的钱 都吭到自己手里了 回头是想开神医馆也好 还是给二小姐也好 都比白给岳府强 岳斑斑觉得这小丝的三观 实在是太正了 当即决定采纳这小丝的意见 并给了小丝三成回扣 小丝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 激动地把岳斑斑 当成自己的再生父母 神医放心 小的一定催促 并帮着大少爷 一起调查当年 乔夫人难产一事 包括乔夫人 抬进岳府的那些嫁妆 最终都留到了哪里 也会尽量去查的 岳斑斑跟小丝达成协议之后 小丝走了 岳斑斑也准备 岳斑斑也一起离开 但却被管家和秋实拦住了 先生 府里进来贼了 我们书房的那一屋子书 如今一本都不见了 你说这次他们偷书 下次该不会偷人吧 偷你还是偷管家 我们两个下人有什么好偷的 自然是偷你啊 你才值钱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又不住在这 偷我偷得着吗 那你到底住在哪 一到大白天就不见人 神出鬼没的 你到底住在哪 我能理解男人事业为重 但也没见中道不着家的 皇上还天天住在皇宫呢 你怎么的就日理万机 好题了 说正事 对 正事就是府里遭了贼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先生给拿个主意 咱们是搬家还是搬家 能不能请大人 再派些人手过来 那贼人若再来 就将他拿下 然后再严刑拷打 定能问出是被谁指使 齐林卫看了岳斑斑一眼 一点都不想替岳斑斑 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屋子说说没就没了 他听着也渗得慌 但他毕竟跟在岳斑斑身边 十日久了 对岳斑斑种种人 不忍鬼不鬼的操作 多少也有些免疫力 不像神医府这两位 还担心外贼呢 丝毫没有想过 其实是家贼 岳斑斑反正是不说话 最后齐林卫没办法 只好奉苦气 主动承担了一切 不是贼 是我派人把书取走了 那些书是黎王府想要的 又不想由黎王府出面明着买 所以才借由神医府这边转了一手 你们既已知道真相 那么今后对于这府里的东西 多了什么少了什么 也不用过于大惊小怪 至于又空了的书房 回头给你们书单 继续采购 回府之后 月斑斑困的都要睁不开眼睛了 直接就要往榻上躺 先沐浴再睡 要不我帮你 不用 我自己洗 自己洗 外头齐林卫 跟江崇华汇报神医府的事 尤其是那消失的一屋子的书 真的 殿下 您动动脑子吧 您的脑子再不动就快跟月斑斑 刚来王府是一个样了 本王如今每天批的折子 都比之前多几位 怎么就不动脑子了 属下说的动脑子 不是只批折子 您折子就是批的再多 在这府里不动脑子也是不行的 殿下 好好想想吧 想想咱们王妃她到底是人是鬼 真的 神医府那一屋子书 少说也得有好几百本 忽然一下全没了 这话说出来可能鬼都不信啊 属下反正是累了 她现在就是说 她能一口气吞了山河 属下也能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但殿下您得有个心理准备 再这么下去 她真容易哪天变成蝴蝶飞走了 江崇华下意识地往屏风后面瞅了一眼 正听到月斑斑一边洗澡 一边在哼哼歌 我和你长长绵绵绵绵绵飞 这是真要飞走 斑斑 我在呢 没事 继继绵绵绵绵绵吧 昨夜问证 如何 怎么说呢 如果月红才不来 那就一切都正常 但是很可惜 月红才来了 还给了王妃很多珠宝首饰 据月红才所说 那些东西都是乔夫人当年的嫁妆 后来被现在那位大夫人拿了去 又给了大小姐不少 反正就是月红才为了讨好王妃 在自己家偷东西了 至于月红才为什么要讨好王妃 殿下您就自己合计吧 属下不说了 属下也得眯一会儿 麒麟卫走了 姜崇华陷入了沉默 姜崇华 崇华 华 听见了 再呢 我今天又赚了不少银子 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吧 你想吃什么 嘿嘿嘿 我不想吃什么 但是斑斑 我想听听那月红才为什么要讨好你 我跟你保证 你头顶没有一片青青大草原 无论是我还是白神医 都没有给你戴绿帽子 我们都不会看上月红才那个大傻逼 我们是几个意思 为什么有一种自己有好几个习夫的错觉 与虎谋皮 很危险 我知你与月家有深仇 但这个仇咱们可以换另外的方式去报 或者 你也可以选择我在的时候去报 虽然每次吃亏的都不是你 但是万一呢 斑斑 我赌不起一个万一 他一这么说话 月斑斑就心软 还心虚 于是赶紧哄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下回再也不敢在你不在场的时候浪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说我了 我可困可困了 你再训我 我就要在这水里睡觉了 我一睡觉就往下沉 沉到水里就容易把自己淹死 完了你还得捞我 我还没穿衣服 我们就 你懂得哈 来这 那就快洗 早点睡吧 嘿嘿 接上急 不是说困了吗 这会儿天都亮了 再也不睡 怕是到晚上都起不来 你饿不饿 沉衣服没准备早善吧 要不你先等等 我叫人送点吃的过来 不饿 就是困 你陪我一会吧 江崇华见小姑娘 情绪不是特别的好 怎么了 月红才又去沉衣服了 我跟月辅的一个小厮 达成了合作关系 要把月红才和夏南岩两头坑 但其实这也不够 月辅还有一位老夫人呢 那老太太心肠恶毒 从前的事中说她没有参与 我肯定是不幸的 法卫上梁不正下梁歪 但凡她人品端正是非分明 月锦荣也不可能干出那种事来 月家的宠我一直记着呢 他们害死了我母亲 又把更出生的我扔到乡下去 其实送我去乡下的时候 月锦荣是希望我能死在半路的 子南奶娘是个实心眼的 她也心一意照顾我 生生把我给养活了 可惜就算活了下来 日子也十分艰难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 江崇华 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什么 我就是月家彻头彻尾的气音 他们巴不得我死 安华老宅的人也巴不得我死 后来见我一直没死 他们又开始起幺蛾子 月牵舞药喝我的血 月锦荣就派人到乡下去 划开我的胳膊放血 一个月一次 你说 这种深仇大恨 我怎么可能忘了 江崇华心疼死了 赶紧把人揽住 一下一下顺着他的头发 一声声念的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过不去 在我这永远都过不去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不乃乃不把他们全家都弄干 绝不善罢甘休 但也不能死得太快了 太快了就便宜他们了 我的虫 不是说谁死了就算报完了的 而是得让那些作恶之人 把我们的苦果都尝一遍 让他们受了我们受过的苦 遭了我们遭的罪 再赔完我们的命 这才算完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弄清楚 比如说我母亲当年为什么会难产 比如说当年月景容哪来的胆子 明知我母亲是皇上赐婚 她却执意在一天之内又娶妻又纳戒 再比如 曾经风光的乔家 如今又到哪里去了 江崇华 你知道乔家的事吗 乔家 江崇华的思维 飘回到了很久以前 那年他五岁 常年的病痛 让他一个小孩子 很早就开始懂事 三岁就学会察言观色 四岁起 记得全部事情 到了五岁 心智已成熟的如十岁孩童一般 他记得有一次自己病情加重 夜里发起高烧 太医又吓唬人说 八成事挺不过去了 你怪你 要不是你把乔家赶出京城 就没有这些事 要不是你把乔家赶出京城 常夫人就会来给华儿治病 乔家是乔家 跟华儿没关系 就算乔家在京城 常夫人也治不好华儿的病 怎么就治不好 常夫人是东福最好的大夫 只要他来 华儿一定能好 那当初华儿刚病时 不也请过吗 是人家不肯来 为什么不肯来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把人家唯一一个宝贝女儿 嫁到了月家 明明书秦不喜欢月景戎 你非说他们是 狼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是不是瞎 那月景戎是个什么东西 你看不出来吗 当时种种都对乔家不利 如果不把乔书秦嫁到月家 可能乔家一个都保不住 你真虚伪 只知为自己找理由 你当我是傻子呢 你分明是在跟乔家赌气 因为你喜欢乔书秦 但乔书秦死都不肯嫁给你 你为了给自己出气 就作戒你 给他纸棍 乔家聚了皇家的亲事 已经打了你的脸 如果日后再不接受指婚 那就要受万人所指 你就拿捏着这一点 跟夜梦书联手 活生生把书秦送进了月府 又把乔家逼出了京城 他将这事说给月班班听 你外祖父是个很厉害的人 学问好 少时很得先帝赏识 留他在宫中读书 他比我父皇大九岁 等到父皇能去上书房时 你外祖父已经跟着先帝出入朝堂了 先帝对我外祖父是个什么态度 当他是臣子 后来确实是臣子的 因为你外祖父的官 一路做到了大学时 都进了内阁了 这些我也是这些年 陆陆续续听说的 有时候德权念叨念叨 有时候五哥来看我 也念叨念叨 乔家就像个传说 甚至有人传闻 你外祖父是先帝的儿子 所以先帝才会对他那么好 像对皇子一样弃重 就连皇子们 都没能得到先帝的亲自教导 但是你外祖父得到了 然而他并不是先帝的儿子 乔家是乔家 江家是江家 乔家的先祖跟着江家的先祖 一起打过江山 功绩显赫 所以江家一直对乔家多有照顾 但乔家后来为了自补 为了不给家族留下隐患 就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乔家后代无论男女 不得习武 不得读兵书 可从文 可做官 但绝不上战场 绝不碰兵权 除此之外 乔家女儿永不入宫为妃 乔家只辅佐天子 绝不参与皇权争斗 在我少时 先帝已经驾崩许多年了 乔大学士依然在宫中行踪 依然在朝为官 父皇对其十分倚仗 大学士在文官中的地位以声望 是比左右丞相要高出许多的 人人都知乔大学士学问极好 满朝文武都惧怕他 他的妻子还是东府最好的代 连当时的太医院院守都是他的徒 父皇看上了他们的女 也就是你的母亲乔淑琴 想纳入宫中为妃 但是乔家不同意 乔大学士搬出了先祖 对江世一族的成目 让父皇彻底断了这个印度 母后的意思是 父皇当初恼羞成怒 把你母亲赐婚给了安远侯月锦龙 但其实五哥说 父皇不是那种会因爱生恨之人 乔家也不可能真的就任人摆 把唯一的女儿送进岳府 只是当时朝局太乱 叶家兵权在握 唐家把持一半文官 别看叶唐两家现在明争暗动 可是在当年 他们是很团结的 之所以团结 都是因为京城里 有乔家这个庞然大物 任何势力都很难跟乔家抗 即使叶家手握重兵 他们依然不敢公然与乔家对抗 包括乔家究竟强势到什么地步 我是不知道的 他们真正辉煌的时代 在我出生以前 且对于我一个 常年重病再踏的人来说 都是传说 但你母亲为何嫁入岳母 我却知道一些 有一年出了大事 科考泄题 主考官正是乔大学士 朝中参乔大学士的折子 如雪片一样 飞入清新殿 父皇努力保乔家 最终还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但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突然有一天他就下旨 让你母亲嫁给安远侯岳景荣 谁问他原因他也不说 只说郎才女貌他看着欢喜 也说乔叔勤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甚至还搬出当初乔家聚婚 不让女儿入宫的事来说 乔家最终还是接了圣旨 把女儿送入了岳府 而你父亲岳景荣为了羞辱 当时已是强弩之末的乔家 就在大婚当日纳了下难言 他们成亲的第二天 乔家就离京了 你母亲甚至没能等到三日回门 这些都是谁跟你说的 有的是母后 有的是母妃 有的是五哥 也有的是德权 反正这都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就像讲闲话一样讲出来 起初提起乔家时还不禁唏嘘 可是后来年月久了 情绪也都平复了 再提起时就不再有任何波澜 我母妃与你母亲似乎关系很好 或许你想知道更多 应该去跟她问我 月斑斑琢磨着这些事情 脑子里一会儿一个片段的 原主的一些记忆正在不停地闪烁 偶尔倒也能闪过一些有用的线索 我八岁那年 暗华遭了水灾 村里田地都被泡了 粮食减产 许多人家都吃不饱饭 甚至有些人家都开始卖儿卖女 就为了能换点粮食 月家是富户 有京城做依靠 自然是不用挨饿的 但其实老宅是在县城 我是被送到村里旁之那去养着的 县城里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他们把我扔到村子里 一个都出了五福的亲戚家 当时说的是养死养活都无所谓 反正京城肯定是不要我了 于是在水灾时 那户人家就琢磨着把我给卖了 我听到他们商量要把我卖到哪里 那家男人就提到了乔家 说我在月家不值钱 但可能在乔家还值些银子的 毕竟乔家就我这么一个外孙女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 根本找不到乔家 乔家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谁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你说 一个大家族 真的有可能人间蒸发吗 乔家又不是只有我外祖父外祖母 我听说我还有两个舅舅呢 舅舅肯定也有儿有女 那么一大家子 说没就没了 别着急 那些都是民间传说 就像你说的 那一大家子人 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 不瞒你说 你嫁进来之后 我曾派人去找过乔家 虽然也没有找到 但也绝非是什么人间蒸发 我猜测 不是我们找不到 是乔家不想要让我们找到 当初伤了心 如今时有八九 是必事而居 过清静日子去了 他们都不打听打听 嫁进月家的女儿 过得好不好吗 听起来 乔家不是那种冷血无情的家族 也不是为了权势和财富 丝毫没有原则的家族 那么为何这么多年 都没有跟月父有过往来 他们的女儿死在了月家 他们不找月锦荣讨个说法吗 就算不在意我这个外孙女 但女儿总是亲生的 还有 江崇华 你说我外祖母是东父最好的大夫 那当初找过她给你看病吗 斑斑 你别着急 一着急就全乱了 你推一下时间线 乔家在你母亲成婚次日 就离开了京城 你母亲试入府数年之后 才有的你 我大你四岁 也就是说 乔家离京之时 我也还没出生呢 纵使乔老夫人医术在高明 总不可能给一个 没出生的孩子看病 是我着急了 你这么一礼 时间线就清楚多了 没错 我母亲入府好几年后才有的我 第一年是夏南燕生了月红彩 又过了三年夏南燕生了月千五 我比月千五还小一岁呢 我出生的时候 乔家早就不知道上哪去了 其实这些事情 我原本不想和你说 过去的也就过去 你母亲和你自己的仇 咱们自然是要报的 可乔家 其实当年除了辞官之外 没死任何人 父皇虽然没保住乔家的富贵心外 但却保住了乔家所有人的性格 你也说了 这么多年了 他们没找过你母亲 也没找过你 所以那一家人与你来说 就是完全不相干 你即便听了这些 也当个故事听听得好 不必太往心里去 班班 我这样说 你能明白吗 能明白 我与其有关心外公去哪了的心思 不如再多罗列几种 整死岳家人的方法 还有多琢磨琢磨 当年是谁给你下的毒 咱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关于乔家 我也只把他们当成一个传说 我跟你说 岳家的鬼可多呢 得一个一个揪出来 我跟他们来日方朝 且放着他们多活些日子 怕也是活得不太好 听说岳锦荣心思欲竭 人瘦了 也病了 连上朝都没有精神 一回到家 就跟下南岩吵架 不是吵他派人偷偷在安怀教导 就是吵他不绝 岳家老夫人也没有性命于奈 就在你去给岳红才看病刺人 下南岩就找你 留在家里大闹了一场 把岳老夫人给气病了 拜你所赐 下南岩现在看谁都像他 觉得全家上上下下都对不起 这些你怎么知道 你在岳府暗插人了 班班 我如今身子好了 不像从前那样 有今日没明日的 而且我还有了你 有了我们这个家 那我总得为我们的将来 做些打算和防备 你说是不是 你管着福利生活过得好 我就得管着外面日子太不太平 不说让黎王府有多强势 至少也不能让人再害了咱们 岳府与你来说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我自然得多防着险 还是我家夫君好 我家夫君真是太好了 夫君抱抱 夫君么么哒 街上集 这一觉 岳班班一直睡到五十末还没醒 江崇华自己则走到院子里 一眼就看见 站在葡萄架子下面 推吃葡萄的香药汁 一颗葡萄十两银子 你可以敞开了吃 吃完之后 记得把账算一下 不要以为树上葡萄多 就想少算几颗 我告诉你 黎王府所有的果子都是有树的 葡萄再多 下人们都会每天数上一遍 你若敢少算 看你七嫂会不会扒了你皮 他如今也算是明白了 这江墨汁 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怕月斑斑 每次一拿月斑斑吓唬他 准能吓唬住 原本我以为葡萄皮 如果扔到地上 是会被罚清理费的 但我没想到吃葡萄这件事情 本身也要交钱 罢了 这倒很符合我七嫂的风格 七哥放心 我不会少算的 葡萄皮都在这呢 数数就是 我这就掏银子 德权听了这话立即上前 接了葡萄皮 一个一个地数 三十颗 这黎王府可真是个小金夫啊 七嫂要是半个班 教人如何赚钱 一定会很火爆吧 小黄子委屈巴巴地交了银子 一边交 还一边为自己辩解几句 主要是因为七嫂在睡觉 得权不让我进去打扰 我闲来无事 这才吃了几颗葡萄 不是几颗 是三十颗 就是因为太好吃 所以一不小心吃多了嘛 巴殿下要是觉得 黎王府的果子好吃 那边还有桃 您要不要尝尝 小小一颗葡萄都要十两银子 桃子那么大 不得说我五十两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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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百两 啊 你们去打劫算了 明明可以靠抢劫发家致富 却还要搭进去一些伙子 你来做什么 如今不请自来 你是习惯了是吧 一岛王妃做好吃的你就来 鸡又有好吃的了 大鸡大利 今晚吃鸡 江墨汁捡了便宜 他七嫂说 今晚的饭不收他钱 原本七哥跟我说的是赏煤惠 但那庄子都是荒的 哪来的煤啊 我就说赏雪吧 却偏不巧 这几日只我耳飘点清雪 没有大雪可下 所以雪其实也是没什么可赏的 那你说把人都叫到那庄里去 是要干什么 那庄子里的房屋都破败了 快成微房了 肯定不能进人 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在外面站着 大眼瞪小眼的干唠嗑吧 七嫂你给个指示 我们要不要采买些什么 或者抓紧找工匠修房屋 至少桌椅得买一些 茶点也要准备着 不能让人来了连口茶都喝不上 对对 是要给茶喝 一包花果茶十两银子 这钱不赚白不赚 咱能先别说收入吗 先谈谈投入 投什么 三天后赏雪会就开始了 现在找人修房子肯定是来不及了 至于桌椅 总不能在外面摆桌椅吧 这大冷的天在外头坐着 不得把那些深娇体贵的小姐们给冻死 这么一看也就剩下茶掌了 但我觉得这些也不用买 谁家还没有点用旧楼的茶区呢 你家拿一些 我家拿一些 你再到叶府去一趟 看看那边有没有想让了不要的 也拿一些 实在不行再去趟兰台宫 简直贵妃娘娘不喜欢的拿一些 就够了 所以咱们办这个赏雪会 到底是要干什么 所以八点下办这个赏雪会 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话是唐飞燕问的 帖子早已送到唐家 作为被邀请的人之一 唐飞燕有点抵触情绪 哪有雪 这都多少十日没有下过大雪了 怎么赏 再说 雪有什么好赏的 人家都是赏花赏月 头一次听说赏雪 母亲 我不太想去 这天寒地冻的 我为什么要去赏雪 我又不喜欢雪 我赏雪干什么 还要去城外 还要起大枣 我不行 我起不来 再等两日 我差人打听打听其他官邸的消息 若是所有人都去 那你也去 若是去的人不多 那也不必给八殿下这个面子 这奉安城里 不是所有人都要看叶家脸色过活的 月千五也收到了情帖 不但月千五收到了 月蓝纸和月千红也收到了 甚至月红彩也不例外 也收到了 帖子只给了你们几个孩子 看来这次赏雪会邀请的都是年轻人 也好 你们年轻人多走动走动 总没有坏处 只是这赏雪会 办在了那个庄子 不知八殿下是何用意 哼 请我和哥哥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戴上蓝纸和千红 两个庶女 怎配也和我们一起参加宴会 可不可以不去 这可是八殿下办的赏雪会 你不去 一个庶女 都会被邀请去参加的宴会 是个什么档次 我不说 母亲应该也能想得到 八殿下从来不主动举办宴会 从前只有叶家举宴他才会出席 说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以贤王府的名义 广下宴帖 或许就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不太明白办宴的规矩 你也别怪他 他那个人 心思毕竟不在这上面 我猜测他办这场宴会 多半也是因为只用了一两银子 买到我们家的庄子 所以才把宴会定在了那边 不管怎么说 八殿下的面子不能服 去还是要去的 母亲 我们家真的非八殿下不可 大人的事 小孩子少打听 你爹爹总不可能让你吃亏就是 何况贵妃娘娘偏疼八殿下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可是 我心里面喜欢七殿下 如果七殿下的病好了 会不会 不会 绝对不会有这种可能 你死了这条心吧 礼不尚舒服 蓝月灵拿着帖子响了一会儿 果断出门 去找宁出东了 两人一起用了晚膳 一起研究了帖子 最后得出了结论 人多力量大 没看到吗 请的全是年轻人 有男有女 各大官邸 无论是敌是树 都被邀请到了 八殿下这是真不挑食啊 是个人就请 这怎么看都像是有什么众活累活 非得人多才能干完的意思 可是京中这些高门子弟 能干什么众活累活 总不能是去庄子里扫雪吧 八殿下又不是月斑斑 怎么能想得出这种馊主意 那不是干活请这么多人干啥 海起那么糟 天都没亮呢 就要出发 他管早膳 反正这宴怎么看都不像个宴 你记得让下人多带些吃的 别到了那边又冷又饿的 接上集 八殿下的帖子 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 且不管经理人如何折腾 今晚离王府的饭菜还是一如既往的香 几日你去安排马车 要出对那种 得让你邀请到的所有人都能坐得下 宴会当天 受邀人员坐自家的车到达指定的地点 然后换成我们的马车 为什么 他们坐自家的马车去不就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个劲 是不是因为坐你们的马车 他们得花钱 没错 这叫交通费 比如说我们雇佣一辆跟着我们一天 需要花三辆银子 那么这一趟一个来回 我们就可以给宴人员每人收十辆 一辆马车至少也能坐进去四个人吧 那这一车就是四十辆 三辆的成本 换回来三十七辆的利润 你想想一共多少辆马车 一共能赚多少银子 你当他们傻吗 他们为什么要花钱坐我们的车 因为不花不行 我们是一个团队 从京城出发开始 这个团队就成立了 所有的一切都要听指挥 都得听团队组织者的 也就是你 他们可以选择不坐我们的车 那就请他们哪来都回哪去 另外我们的团队说的也不只是车费 我们要收一个整体费用 参加一次庄园旅行团 我们也不多收一人一百两 每个交钱的人可以带一个仆人 如果要多带 就要再给仆人交钱 多一个仆人多三十两 合着你这不是半夜 你是要挣钱啊 什么叫我要挣钱 那上次夜府办生辰宴 难道就没收钱吗 谁上门不送礼 那些礼哪个比一百两银子少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上次生辰宴最后的赢家不是你吗 上次是人家过生辰 有意有趣的 可你收钱依据是什么 赏雪 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 还是去郊外赏雪 起那么早 要不是因为帖子是我下的 真的没有人会去的 七嫂你认清现实吧 本来就没人爱去的宴会 就别说银子了 不管他们爱去不爱去 不都得去吗 要不然我为什么把那么大 那么好一个庄子一两银子让给你 我自己买了不香吗 说白了 你的作用就是这个 要是出动了你还不能给我拉来人 那你就得反省一下自己的影响力 为何这么低 贵妃娘娘也得反思一下 是不是她和叶家在奉安城里的地位不太行了 好家伙 压力还给到我了 她委屈巴巴地看向她七哥 却见她七哥不动无中 只顾着寒情默默地看着月斑斑 丑都不丑别处 七嫂说的我都明白了 七嫂您继续 为什么说要组织车队一起走呢 说起来这也是位于业者们的安全负责 新交纳庄子说到底是座凶宅 凶宅这行是一次新奇的体验 谁都没有经历过 此番请去敷衍的都是年轻人 家里长辈难免会担心 那么身为组织者 就有义务打消人家家人的担心 要把负责大家安全的担子担起来 所以那一百两银子 说的是保护费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 但除了保护之外 我们把其他环节也会安排得很好 保证每一步都不会让兵客们费心 甚至从京城到庄子的这一路上 我们还会配讲解 给大家讲讲沿途的风景 以及历史文化与人文景观 你可真能扯 从京城到那庄子 这一路上能有个屁的风景 还历史文化 能去敷衍的人还能不知道 京城一带的历史文化 至于人文景观 那除了沿途的几个亭子 还有啥 这就够了 就这些 足够我们一路讲到庄子 如果讲不到 那就说明你的稿子写得不到位 水字书的本领还有待提高 所以还是我的活对吧 要不然呢 咱俩之间谁是马刺的 你自己心里没输吗 再说了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 你写稿我能不给你钱吗 我至少也能给你 签字六两银子的保底 行吧 全当练笔 这就对了 你现在还是新人 属于新锐作家 文笔是需要磨炼的 我给你提供练笔的机会 你应该懂得感恩 好了 咱们再说回来这一百两团费的配套服务 除了沿途讲解 到了庄子里之后 我们还会安排画师 宾客们觉得哪里风景好 就可以在哪里画上自己的衣服小巷 有风景好的地方吗 风景好不好的 看你怎么忽悠 你跟他们说那是座凶宅 那风景当然不好 但如果你把那地方说成是带有神秘气息的古老庄园 正等待着冒险者们前去探索与发现 那是不是风景就不一样了 庄园探险 密室逃脱 你敢说没有风景 敢说他们不心动 七嫂 我真心觉得你在家里待着是屈材了 从前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天赋型写手 但是跟七嫂比起来 我还差得太多 要不七嫂你跟我写出去吧 咱们联手一定能赚大钱 你这脑子 一本就能火出圈 我就不跟你抢饭碗了 你也不容易 为了摆脱人们对皇子的过有印象 你积极向上努力拼搏 光是这份勇气就值得让人赞赏 我再有本事我也不能去跟你抢资源 我们应该在各自的领域里努力发展 争取有一天再顶峰相见 江洛之被他七嫂几励了 顺时干就十足 没有什么荒无人烟的庄子 有的是我们精心设计的旅行路线 和用心安排的农耕体验 就连那看似荒凉的庄园 也不是原本就荒凉的 而是我们费尽心思不知而成的 我东府乃农耕大国 我读过史书 知道开国之君曾有言 东府要以农耕为本 国人任何时候都不该忘了本 更不应该忘了开国之君说过的话 就连当今圣上都会在每年春耕的时候 在宫田上播下第一粒种子 可是今日那些高门闺女和顽固子弟们 却从来都没有亲自参与过 甚至对农耕之事一较不通 你说这是不是有为国本 江洛之其实并不明白 他七嫂是怎样把坑钱这件事 三言两语就跟国本扯在一起的 但就是因为不知道 看不懂 还让他更加觉得七嫂开的是一把高端局 他一边努力做古迹 一边时刻时刻点点头 就是忘了国本 别说耕田了 他们连翻地都不会 说的就是这个翻地 众地得见翻地 连第一步都不会 他们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东夫人 对吧 这下别说江洛之点头了 连江洛华都下意识地跟着点头 留在屋里事后的德权 更是把头点的跟倒算似的 王妃说得对 王妃说得有道理 所以我们这次旅行 可不仅仅是办一场赏雪大会 我们是在行善啊 是在帮助他们重归国本啊 每人只收一百两 就可以把他们从越走越远的叛逆之路上拉回来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与人为善 这是在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 我真是太善良了 处处都替他们着想 只收一百两银子 就能让他们免去日后被抄家的风险 也不必再被人指着鼻子骂他们忘记了祖辈留下来的优良传统 他们是不是得感激我 没错 你就是全京城的救星 你在他们不自知违背了国本时 及时地伸出援手 将他们从歧途上都拉了回来 你说得对 农耕乃立国之本 父皇每年春耕时都会强调 但是没有人听 没想到所有人都不放在心上的话 七嫂却记在了心里 七嫂就冲这个 我敬佩你 除此之外 一百两银子里面还包括饭钱 早上他们不用在家吃 上周周会发三点 每人都有 无事我们也有准备 也是含在这一百两银子之内的 再加上车费 哦对了 每人还会赠送一盏 不一样口味的花果茶 怎么说呢 参加了我们的旅行团 除了这一百两银子之外 就可以一文钱不花 当然 如果自己想吃点特殊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 或者是再想有点额外的消费 那就得自己掏了 这个我们不抢求 都是自愿 自愿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些准备的对吧 比如说早膳和午膳 在哪做呢 找家馆子定一下 餐饰标准和特务写下来给你 你府里吓人多 让他们去办吧 我们离王府人赏 爱莫能助 何况这事打的是你的旗号 我对外不参与 所谓吃点特殊的 是指什么特殊的 所谓额外消费 是指什么额外消费 七嫂你把那么多人 筐去一座准宅宅 到底是想干什么 不会关起门来把人都宰了吧 怎么可能 那是犯法的 我又不傻 只要不嘎人 怎么都好说 哦 安怀真是个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七嫂从小在安怀长大 脑子里能长出这么多洞 也确实是不容易啊 写作也需要脑洞 随着人们文化品位的提高 传统套路已经很难打动人心了 所谓是上套路千万条 没有脑洞是王的 姜墨汁又把这句话也记下来 她觉得 这是七嫂对自己的指导与激励 街上集 晚上过后 月斑斑给姜墨汁 打包了一份咖喱鸡 让她拿回去吃 还额外赠送了一份果蓝 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 黎王府特产水果 七嫂这是让我回去尝尝 以后咱们在庄子里也种这些 我是让你回去尝尝 尝完之后 给这些东西都定个价钱 上雪会那天摆到庄子里去卖 这些就属于吃点特殊的 里面的特殊 哦 厉害了我的七嫂 通过这种特殊的 那我就能明白 早上和午上的标准是什么了 月斑斑还是给她写了字条的 姜墨汁回府一看 早上标准 男的每人两个馒头一壶揉水 女的每人一个馒头一壶揉水 好家伙 连咸菜都没给配 午上十个人一桌 一桌八个菜 六宿了婚 这一桌洗面的成本 要控制在一两银子之内 她已经可以遇见 人们排队买水果的场面了 哦 不止水果 她七嫂还列了一堆 摆摊售卖的额外消费 其中包括 点心十种 小吃十种 肉类十种 以及各种口味的花果茶 每种定价都不一样 但特点都是统一的 就是贵 这跟把人都关在庄子里宰了 也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 关于赏雪会半程旅行团的事 在京城的关底里传了开 姜墨汁当天晚上去了一趟叶府 因为叶家的几个孩子也想去 但没收到请帖 叶老夫人把她叫去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我七嫂想要半夜 我是帮她忙活的 她主要是为了挣钱 我总不能让她赚我们自己家的钱 外祖母您说是这个礼吧 礼是这个礼 但区区一百两银子 我们家还是出得起的 你那些表姐表妹的想去玩玩 你就让他们去吧 一个人一百两 我们出 外祖母你是不知道这里面水深水浅啊 那是一个人一百两的事吗 我敢保证 没有个五百两 谁都离不开那座凶宅 但当着老太太的面 就让她七嫂给卖了 于是只好点头 既然想去 那就去吧 反正叶家不缺银子 就当吃一切涨一制 下回再有这种事就别跟着掺和了 岳家那个孩子也是个招人喜欢的 上次我见过他 一面就觉得亲切 哎哟 那一声声外祖母叫的 我是越听越喜欢 待着你再见了他 就跟他说老山想他了 让他来府上做作 姜默之面无表情的点头 仿佛已经看到了 岳斑斑在叶府大肆搜刮钱财的景象 真没见过还有自陀罗网的 外祖母是真的不知道外头失道险恶呀 坐了叶老夫人的院子 姜默之被叶小夫人给叫了去 能不能给我也争取一个名额 我也想去散散心 你跟着倒什么乱 你还挺着肚子呢 小舅母 外头天寒地冻的 就别去遭那个罪了 就你现在这身子 我三舅要是知道 我把你带到京郊凶宅去 他不得打死我啊 不能不能 他不敢 刚刚我都听说了 赏雪会是黎王妃办的 你要是不同意我去 那我这就收拾收拾去黎王府 我跟岳斑斑说去 小舅母 以你对岳斑斑的了解 你真的不明白这场赏雪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明白呀 就坑银子呗 明白你还让赶子往前凑合 我不怕被坑啊 银子就是用来花的 不管是买吃的还是穿的 涂的就是个高兴 那我跟斑斑出去玩 我花点银子 我也高兴 为什么不能去 我现在挺着个肚子 身材不好了 穿也穿不了多好看的 胃口还不好 吃也吃不了什么 那就剩下玩了 为了我肚子里孩子能健康活泼的生长 我这个当娘亲的 也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心情愉悦 巧了 我就是一见到岳斑斑我心情就愉悦 花点钱我也乐意 行吗 那你跟我小舅舅商量好 只要他没意见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不过我得先跟你说清楚 这赏雪会是有门槛的 每人要交一百两银子 这银子包括车马费和早膳午膳 以及那所谓的庄园门票 但你要真觉得交了这笔钱之后 就可以不用再花别的钱 那你可就想错了 我告诉你 跟着岳斑斑 就没有不花钱的地方 明白 都明白 大锅饭不好吃 想吃好的 额外掏银子买 这个你回头记一下 就是跟团旅行不能自带餐食 否则吃出个什么问题来 你们还得负责 对了 还有马车 一辆马车要能坐下四个人的那种 原则上是两家拼一辆马车 一家一个主子带一个仆人 但如果有人不想拼车 想自己一个车 那就让他把四个人的车钱全都出了 包括那种最后找不到拼车小伙伴的 也得一个人出整辆车钱 再就是早膳 早膳你们准备的是什么 姜牧之又让了 一时间竟有些分不清楚 正跟他说话的 是岳斑斑还是他小舅母 女的一人一个蛮呢 男的一人两个蛮呢 对 这就很岳斑斑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早膳减简单单馒头就行 我出门前会在家里吃饱 上车就不吃了 至于其他人在家里吃不吃咱们不管 反正该给的就给 但这些东西 我估计八成是不会有人吃的 那么等到了庄子之后就收回来 可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免费为他们清理垃圾 收回来的这些馒头也不要浪费 以你的名义送到城北去 给那些贫苦的人 白面馒头 贵族不但好东西 可对于贫苦的人来说 一个馒头就是一天的饱饭 我是穷人家走出来的孩子 我知道一顿饱饭 对于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 我主要也是为你想 这事算到你的头上 穷人领的都是你八殿下的情 江默之觉得 这事做到这一步已经升华了 他小舅母也让他刮目相看了 他认认真真的点了头 一再地保证 我一定会照做的 小舅母放心 江默之走了 叶小夫人深吸一口气 转身去找自家男人 还是得报备呀 外头天寒地冻的 你挺着个肚子 干什么去啊 你要想热闹 想赏雪 那等下次再下雪的时候 我们在府里办宴 把那些人都请到府里来 还让他们给你送礼 好不好 在府里 跟走出去 那是两回事 我就想走出去 不安全啊 怎么就不安全了 八殿下办的赏雪会 他还能不照顾照顾我 可是 可是我听说这场雪会那 黎王妃也有话 有就有呗 母亲都喜欢黎王妃 你不喜欢 你不听母亲的话 不是 那黎王府里有个鹿亭云 那叶阳阳 为啥把鹿亭云给 弄到黎王府去 安叶阳跟叶阳阳交好 是不是因为鹿亭云 是叶阳阳主动招揽的 还是安叶阳给安排的 三老爷一肚子心事 几次想问出来 又觉得这种话说出来 会伤了媳妇的心 于是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不问了 取了安月就得相信安月 赏雪会什么的 想去就去吧 在墨汁的眼皮子底下 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 那就去吧 只要你高兴就好 到了外头 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 别紧着自己 银子随你花 不够就寄在叶浦帐上 回来我替你还 叶小夫人开开心心的 抱着自家男人亲了一口 然后又开开心心的 去准备出行的东西去了 街上集 叶小夫人也要跟去游玩的事 很快就被来给叶老夫人 请安的三皇子江北茨听说了 她听说之后 就找到三老爷 月斑斑把那陆婷云弄到了黎汪府 还是坐账房 小舅舅觉得 他从前认得陆婷云吗 月斑斑在乡下待了十几年 老七在经理也病了十几年 陆婷云此人 要不是因为小舅母的事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圈子里 所以小舅舅真的觉得 陆婷云出现在黎汪府 跟小舅母没有任何关系 叶三老爷觉得这江北茨 特别招人烦 他娘的 我又不是傻子 这种事我都不知道 你非得倩倩而的 跑我跟前来说 这么一嘴是几个意思 这事我自己认了 就算是安于把人 弄到黎汪府去的 我也认了 毕竟当初我确实做的不对 我亏欠人家的 总不能连累人家 一直没有工作 可你江北茨 特地来跟我说了这些话 那我要是再认 是不是就显得我是个懦夫 叶三老爷贼生气 我知道了 你不用特地来找我说 江北茨觉得他三舅不知道 还在那输出 小舅母跟月斑斑走得很近 三舅得有些防范 可别是为了那陆情缘 到时候叫外人抓到把柄 传扬出去 三舅脸上无光 叶府也难堪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把你小舅母休了 还是把她给打一顿 且不说她肚子里 还怀着我的孩子呢 就是她没怀 人家嫁到叶家之后 也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你外祖母哪次生病 她没为前为后的照顾 就是当初替你母妃在宫里解围 那也是她进宫去送的欠条 你是不是没事找事 是不是自己家日子过得不容易 就也不想让别人过好日子 你跑来跟我说这些 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就为了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江北茨你有这个功夫 你回家哄哄你媳妇去 别让她一天到晚总想着死一死 你把她哄好了比什么都强 别掺和别人家世了行不行啊 赶紧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快走快走 我不想落下个高党皇子的罪名 江北茨活生生被赶出来了 叶三老爷连喊怠骂 江北茨非常委屈 明明我是为了小舅舅好 可是为什么小舅舅一点都不领情呢 那小舅母跟月斑斑 明显是有猫腻啊 那路婷云近离王府 如果不是小舅母引荐的 谁能信啊 她觉得这是件大事 她得跟叶老夫人说一声 江北茨真的去见叶老夫人了 她就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只要她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叶老夫人就会明白她的良苦用心 就会明白她才是真正为了叶家好的那一个 可惜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叶老夫人非但没有觉得她多么好 反而还觉得她特别的坏 她老太太活到这个岁数 难道还看不出来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本来就是叶家对不起陆亭云 怎么的 抢了人家媳妇 还要断了人家的生路 那不是把人往子里逼吗 你是想让你小舅舅休期 还是想让你小舅舅把安月给打一顿 又或是你跟阿景的日子过得不好 就也不想你小舅舅的日子过得好 人家两人都没说什么 为何你非得把这事给点破 点破了这事对你有什么好处 是谁交给你这样为人处事的 不管叶家还是江家 都没有你这样的人了 你这性格到底是随谁了 江北茨也不知道自己是随谁了 但他知道自己一定是正义的 而且也是最上进的 他从叶老夫人的屋里走了出来 里面正好看到乐呵呵来找叶老夫人说话的安月 三殿下 用不着行李 他是小费 在叶府他摆不起来皇子的架子 说吧 你把你那奸夫弄到黎王府去 是不是为了随时随地可以跟他见面 黎王府是你跟他苟合的淫窝吧 安月瞳孔收缩了一下 然后就紧眼了 拿起旁边的扫把就朝江北茨身上 江北茨突然被等 吓了一跳 随即反应过来 立即也准备翻脸 还打算还手 三殿下你在干什么 你想杀死我们家三老爷的孩子吗 你想杀死叶家的孙儿吗 叶家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竟能让你大白天的跑到叶家来杀人 你疯了不成 随着这丫鬟的大叫 很多人都往这边围了过来 以前月斑斑说你嘴不好 我还不信 还想说可能是你端着皇子的架子放不下来 才会显得高傲 可我万万没想到月斑斑说的竟然是对的 你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我再不计也是你小舅舅娶进门的媳妇 是他的正妻 是你正正经经的小舅母 是长辈 你倒好 不禁长辈不说 还用那样难听的话侮辱长辈 你到底是冲着我来的 还是冲着你小舅舅来的 你小舅舅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 你要这么侮辱他 肩膚这样的话你都敢说出口 你以为你抹黑的只是我一个人吗 错了 是整个叶府 你还敢说离王府是赢窝 你当妻殿下是吃素的 你以为月斑斑是白色 我告诉你江北辞 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 我就是拼着肚子里这个孩子不要 我也要打死你 我也要讨回我的清白 对 我是叶家抢回来的媳妇 那天我大婚 叶明昭直接抢了我的花轿 还打伤了我的丈夫 这事满城皆知 你给我听好了 陆婷云他是只差一步 就要跟我拜堂的丈夫 不是什么奸夫 我不管走到哪里 我都敢大大方方承认 我跟陆婷云之间的关系 我也敢说 我跟他之间清清白白 成婚之前发呼情指呼里 没有一跃半步 我安月堂堂正正做人 不像你 生生抢来一个王妃 联手不佳 做掉了人家的心上人 然后王妃入了府 这事你回去就不让人再提了 谁提你跟谁翻脸 你自己的屁股都没擦干净 你好意思来说我 你是真没把我这个小舅母 放在眼里 结果我也豁出去了 就算你是皇子 我也要把你给打死 大不了我就一头撞死在这 我不活了 你也别想活 安月跟疯了似的打江北茨 一边打一边骂 那些在被抢亲时 没发泄出来的怨气 在这一刻全部发泄出来 什么脸面 什么肚子里的孩子 他都顾不上了 不打死江北茨 他就不叫安月 听到动静出来的叶老夫人 一开始还在看热闹 觉得江北茨该打 后来发现 安月是真极为眼 他又慌了 快去拉一拉 长子别再打了 打死了北茨不要紧 特别伤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那可是我的孙儿 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孙儿 脖子过去拉架了 许多丫鬟也上去拉架了 但大家都会拉偏见 谁也不挖安月 全去拉江北茨 听到动静的叶三老爷 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一边跑一边喊 怎么了怎么了 谁欺负我们安月了 是不是江北茨 老子就知道 是那个不肖的东西 给老子找砖 赶紧的 老子今天不拍死 他老子就不姓叶 最后叶老夫人亲自上前 结束了这场闹剧 孙儿也是为了叶家好 也是为了三舅舅好 我娶你的吧 你为我好不去 有你这么亲戚 真是倒了八倍就没了 你爹知道你这么招人烦吗 没有人告诉你 这么招人烦就不要出门吗 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以后别登叶家的门 叶家不稀罕你这个狗东西 老太太也气得直哆嗦 本来说想让江北茨跪祠堂去 但话刚说出来又赶了口 不行 你别跪叶家的祠堂 叶家不认你这个不肖子孙 你回去跪你们江家的祠堂去 你跟江家的祖宗说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 滚 赶紧给老身滚 接上集 第二天 哭了半宿的叶小夫人天 没让就爬了起来 说什么也要去庄园探险 我一定要把昨天江北茨说的话 原封不动的说给岳斑斑听 对 一定要说 江北茨那小王八蛋 他就是先收拾 光业家收拾他不够 让那黎王妃也收拾收拾他 习了我给你提供个信息 江北茨他的外头有话 他特别有钱 你让黎王妃别手软 往死里坑他 等到了统一集合地点之后 安月直接就钻进了 岳斑斑的马车 把昨天发生的事情 仔仔细细的跟岳斑斑讲了一遍 怎么个意思 他骂黎王府是淫无 他是不是钱多没地方放啊 他在外头有矿 他特别有钱 火了 等着瞧吧 你有法子了 不好好谋划谋划 谋划什么 空大银子的法子 我眨眼功夫能想出来一万个 有什么好谋划的 郑州庄子花两杯钱哪里 这赞助商不就来了吗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啊 岳斑斑叫了江默芝到他车前 耳语了几句 然后就见江默芝瞪大了眼睛 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 呃 行 正好人还没到齐 订好的时辰也没到呢 我这就叫人去一趟储王府 不过你有没有个算计 一共想坑多少银子 没算计过 我对京城的物价和人力价钱 也不是很了解 你看着办吧 反正我就是要把庄子的开荒 在年前全都完成 地动不动的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是他该考虑的事情 包括庄子里的房屋 全都退了重建 建完再给我装修好 屋里该有的摆设 也都得给我摆齐了 花瓶什么的 就算不是古董 至少也得是昂贵且精美的装饰品 这比开销可真不少 三哥可能得被扒一层皮 不过他也是活该 干人不好 非得跑叶府去侮辱长辈 那小舅母在不及 也是被叶家承认的三夫人 她是脑袋缺了几根筋去挑衅叶家 你跟八殿下说什么了 我跟他说 让他派个人到楚王府去 就说昨天三殿下 骂离王府的事我都知道了 我特别生气 所以我决定归还叶贵妃的 一千万两黄金 从此以后不再向他提供高费版的花果茶 同时为了表述我与夜市一族决裂的决心 我还要把那种花果茶卖给出了 叶贵妃以外的所有娘娘 叶府人人皆知 贵妃娘娘回春一世 甚至在后宫中都传开了 颇有一些人妒忌贵妃娘娘 能喝到有那样神奇功效的花果茶 还有人以此威逼利诱太医院 想让太医院也研究出来那种东西 可惜太医院没本事 再说 贵妃娘娘也不会傻到 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去给太医院研究 总之就是 那东西对于贵妃娘娘来说是至宝 是给多少银子也不能换的 那是自然 谁不想毒一份啊 甜豆都尝到了 再吐出来 搁谁谁也不能乐意 但谁让那东西我是暗月供给呢 她没喝完一个月的 就得来跟我要新的 嘿嘿 得亏岳家这些年 把你给送到乡下去了 这要是一直留你在京城 怕是现在这京城里 都没有安远侯府这个地方了 不得被你坑城遗址啊 好好的提安远侯府干什么 一家子畜生 我听说原本安远侯府跟叶府走得挺近的 安远侯还时常与远征在外的叶大将军通信 还时不时找各种理由 往蓝台宫送些银子 我嫁进叶府之后还见过几次安远侯 包括对陆婷云的打压 听说安远侯府也出手了 但是后来 似乎关系就没有那么好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老夫人念叨 说安远侯是个骗子 告诫二老爷和三老爷不要与他多往来 还说有些事情我们叶家也要重新考量 老夫人甚至跟八殿下说过 让他不要再把安远侯当自己人 也别再惦记叶千舞 也不见得就是喜欢 反正我嫁进叶家这半年多 跟八殿下也打过许多次照面 从来没见他对叶家那位大小姐有过什么爱慕之心 他的心思都在写杂书上 要说他跟哪个女子走得近 那可能就是跟你走得近 正说着 外出有动静传来 闹轰轰的 有人在埋怨 说一百两银子太贵了 叶小夫人将车窗帘子掀开 就看到有人正在挨个车收钱 提前几天就说好了一人一百两银子 而且还可以免费带一个丫鬟 您要是觉得贵 您可以不来 既然来了 那就是默认愿意交这笔团费 咱们又不是强买抢卖 一切出于自愿 您怎么又自愿又埋怨呢 这是不是就叫传说中的又当又利 一小姐就能一气被过去 用力甩出一张银票 车帘子刷了一下和尚了 收钱的人也不生气 又去下一辆车收钱 我多带了一个丫鬟 多补一份银子 请巴殿下放心 我们不差钱 只要大家在一起能开开心心的 花点银子无所谓的 打肿脸充胖子 有意思吗 你车都上了 饭也吃了 还说那些丢人的话有意思吗 人家说的也没错 没钱你就别来 又当又利的 既省不了银子 又让你被别人笑话 你管这些叫饭 这玩意我们家奴才都不爱吃 叶小夫人把窗帘放下 转过头看看 搁在一边的两个馒头 说起来 我也是出了力的 我给巴殿下出了不少主意 我知道 听他说了 为此他对你还刮目相看 人总是要进步的嘛 不过你确实损 一人一个馒头这种吃时 你也想得出来 这帮官邸里长大的孩子 就算不是天天山珍海味的吃 那也是锦绣小炒吃到饱 你让他们肯馒头 那跟让他们吃土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从小苦惯了 白面馒头对我来说是好东西 长期吃粗粮的穷人 偶尔能吃到一顿白面馒头 那就跟过年了一样 可惜 大户人家出身的孩子 不会有这样的心得体会的 没有心得体会是他们的损失 不是什么好事 今日这早上叫做一股四甜餐 身为东夫人 身为东夫未来的希望 他们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完了可不行 只想着赏梅赏雪肯定也不行 得记得先人苦 再厮后人甜 得知道今日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不是不给你们吃好的 是问今日能来的少爷小姐们 谁家差吃的 山珍海味平日里都吃得够够的 出来如果还吃那些 那跟待在家里有什么区别 一百两银子都花了 要是还跟待在家里一样 那银子岂不是白花了 咱们出来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人生 离开京城就是为了追求不一样的生活 谁真为了花钱出来赏雪 那赏雪到花园里赏多好 为什么要去庄子 庄子庄子是种田的地方 我们就是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不一样的田园风光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农耕生活 我东湖以农耕为本 皇上每年都要体验春更 你们不体验体验 那像话吗 以前也从来没体验过 日子不还是照样过下来了 能存着侥幸心里过日子吗 以前那是没点到名 没叫到你头上 万一哪天皇上一高兴 问起农耕之事怎么办 这眼瞅着大年了 公宴上皇上要是衣食兴起 说起这个事来 你们一问三不知 干不尴尬 丢不丢人 唯不唯背走去 所以这一趟去那个庄子 不是为了探险 也不是为了赏雪 是要去种地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可从来没说过让你们去种地 咱们是去体验田园生活 是去神秘庄园探险 那庄子曾经发生了多少故事 你们都不好奇吗 那庄子有多少传说 你们都不想探秘吗 还有人说那是一处凶宅 咱就说 在京城附近想找一座凶宅 是多么不容易啊 要珍惜啊 哦 终于 人都到齐了 钱也收齐了 收钱小四对在场诸位的洗脑 也洗得差不多了 来的不管是少爷还是小姐 这会对这一趟庄园探险之行 都生出了无限期待 接上级 江墨之派去楚王府的人回来了 待人到了月斑斑车前 小生跟月斑斑说 奴才是被三殿下给打出来的 三殿下让奴才给王妃带句话 她说 你做梦 她是真招人烦啊 烦什么 我早知道她会这么说 而且我也就等着她这么说呢 接下来怎么办 今天你就别跟着了 你现在去一趟夜府 去报信 嗯 就说三殿下断了贵妃娘娘的花果茶 不认我给贵妃娘娘供应了 还说我特地派了人去楚王府说情 但是被她给打了出来 哎 你额头上怎么红了一块 早上起猛了撞的 不是 是在楚王府让三殿下给打的 啊 记住 就这么说 快去吧 那我们这就出发了 行 出发吧 不怕穿帮吗 穿什么帮 三殿下呀 不是让人去夜府告状吗 可明明是你断了贵妃娘娘的花果茶 但你赖到了三殿下头上 不怕穿帮吗 她也是长了嘴的 怎么是我断的呢 我是不是先叫人去的楚王府 我是不是把厉害关系都跟她说明白了 是她自己不想办法补救 宁愿让她母妃失了永保青春的花果茶 也不肯低脱任错在哥迪赔款 这事明明就是赖她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你要这么说 也对 贵妃娘娘的茶还有三天就喝完了 到时候看谁着急 你怕不怕贵妃娘娘 我瞧你这样子像是不怕的 但我挺害怕 大人物 我这样出生的人以前是不可能接触得到的 包括叶家的所有人 以前都只是听说 他们离我都好远 特别是那位叶大将军 我现在天天祈祷他可别回来 我害怕 知道怕人也没什么不好的 毕竟你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 得学会自保 男人的宠爱到底是一世还是一世 咱们谁都摸不准 何况你现在肚子里揣着个孩子 她的好事冲着你还是冲着孩子 也两说 她一边说 一边抓起了叶小夫人的手腕 摸了一会儿万卖 放了下来 胎儿不错 很健康 而且却如太医所说 是个男胎 不过我是不会说什么 怀男胎就是好夫妻这样的话的 比起逃上天的男孩子 我更喜欢软软糯糯的女孩子 其实我也喜欢女孩子 但是身在叶府这种地方 还是要生一个男孩子才好 至于男孩子之后 如果有福气 就再生两个女娃 这特么的 还没等怎么着呢 都考虑三胎了 不服不行 叶小夫人让月斑斑也谈谈感想 关于怕不怕大人物的感想 我是黎王妃 我管皇上叫父皇 我也是个大人物 我为什么要怕别人 当然 皇权之上 半君如半虎 生命安全的稳定性 还是有待提高 但是没关系 只要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活法 就能平等地看不起他们每一个人 这时 外面有声音传来 也说不好 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 那声音不大 但却清清楚楚 正好能让车厢里的人听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秘密庄园旅行团 我是本次旅行团的导游 我叫小玉 今天就由我来带领大家 浏览美丽又神秘的京郊庄园 这声音究竟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此行我们从凤庵城溪出发 一路东行 经由东城门出境 再行十五里 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说起这座庄园 在凤庵城住得久的人 应该都听过关于他的传说 那原本是安远侯府岳家的庄子 后来发生了些事情 庄子就交由官府处理 近日 庄子被八殿下买下 稍加休憩 就建成了一处可供欣赏游玩之地 大家现在可以先开车窗帘子 往外看看 相信诸位都很少看到这个时辰的凤庵城 清晨的凤庵城是宁静典雅的 少了白日里的喧闹 就像一位手窗静坐的清丽美人般 让人只瞧一眼就心旷神怡 我们现在行在凤庵城的天羽大街上 天羽大街是由我东府开国之君 亲自赐名的街道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蓝月灵跟宁初冬拼了一辆车 外头一套一套的说词 说得他有点猛 这词是八殿下写的吗 他不是一项都写杂书吗 这种正经的词汇 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不像他的风格 你还知道八殿下是什么风格 不就是胡说八道 前言不搭后语的风格吗 我以前也是不怎么了解 但上次他出关于唐飞燕那本书 你别跟我说你没看过 哦 那倒是看过 毕竟全京城的人 但凡买得起的 都买来看了 你要这么说那我还是认同的 书确实写得不咋地 确实是前言不搭后语的 但那并不影响我了解 唐飞燕和顺飞估值二人有多不要脸 也不影响我领会八殿下想要往死里黑唐飞燕的意图 反正就是通过那本书 八殿下算是跟唐家彻底翻脸了 翻呗 一个贵妃 一个顺妃 呵呵 什么咬什么一嘴毛来着 哎呀 看破不说破嘛 赖头的讲解还在继续 已经从天与大街的底蕴 讲到了凤安城的底蕴 又从凤安城的底蕴 讲到了东福国的底蕴 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厉害 以前自知东福是大国 许多小国臣服于东福 复属于东福 要靠着东福庇佑才得以安稳生存 直到今日才知 原来东福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远比我们印象中的还要出色 在这一刻 我尽为我能生在东福而感到骄傲 这些话听着的确热絮沸腾 但我觉得主办方的目的 绝不仅仅是让我们热絮沸腾 他们应该是想借由这份沸腾 在做些什么 此时 姜墨汁正悠闲地喝着茶 一边喝一边跟坐在对面的随从炫耀 我写的导游词还不错吧 是叫导游词吧 起早好像是这么说的 殿下记得没错 是叫导游词 但是殿下 请恕属下破您冷水之罪 这些导游词大部分都是黎王妃写的 您只不过是在东福国底蕴这方面给了些建议 还建议的不是很到位 要是没有七殿下的润笔 那根本就没法听 姜墨汁不开心了 手里的茶也放下了 桌上的点心也不香了 殿下别灰心 至少七殿下和王妃都愿意带着您玩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是会变得优秀的 对 我七哥七嫂就是最优秀的人 就好比我七嫂弄出来的这种喇叭 扭扣大小的一个 安在每辆马车上 不特地找都看不见 但是他却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也不能说大 反正就是正好够车厢里的人听见 同时又不影响路上的行人 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 我七嫂怎么这么厉害呢 一时间 姜末之对岳斑斑的崇拜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接上级 旅行团继续前进中 今天岳洪才也来了 一个人包了辆马车 陪着来的是岳府那个机灵的小司 小司名叫多宝 这会儿正坐在岳洪才身边 不停地跟着外面的导游慈感叹 说得真好 说得奴才都感觉东福国要一统天下了 确实 如果人人都能记住老祖宗的教导 记住东福的立国之本 放下身段去与农民一起劳作 东福何仇不能好好发展呢 我也以为 即使是书生 也要参与到劳作中去 不但能锻炼身体 还能体察民情 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 现在朝中的官员啊 说不好听的 都是闭门造车 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最多派个下人出去转转 打听打听 回来再跟他们说说 他们就敢给皇上上折子 秀文笔 讲外头的所谓锦绣山河 可实际上 锦绣山河他们知道 他们只知道山珍海味 多宝觉得他家少爷升华了 既然少爷明白这些道理 那等到了那庄子 可要好好表现 卢才听说二小姐也来了 一会要是有活干 您多帮帮二小姐 争取给二小姐留个好印象 这在白神医那里 也是可以加分的 我自是会帮着二妹妹的 就是不知道一会要干什么活 这赏雪燕总不能变成劳作燕吧 那庄子里有什么活可干 哟 那可多了 从里到外 每走一步都是活啊 不管有多少活 我都不怕 我会帮着二妹妹干的 然而 等到了庄子之后 等人们听到江沫之大声 说出来的话之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来时路上大家都受了一番教导了 我相信一定有人已经跃跃欲试 想试试农耕是个什么体验 但现在是冬天 耕地肯定是不行 不过可以先体验一下开荒 大家看到这个庄子了吧 年久失修 地也慌了 不过没关系 今日来的人多 每人负责一小块地方 大家齐心合力 很快就可以把这片庄子开垦出来 到时候大家看着这一望无际的庄园 想想全部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开垦出来的 是不是非常有成就感 这叫农耕体验 是在京城里完全体验不到的不一样的人生 我相信有了这次体验 今后无论是大小宴会 甚至是宫宴 今日一行都会成为大家最洋洋得意的谈资 也会成为大家最骄傲的一次体验 人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终于明白了 原来今天不是什么赏雪会 把他们弄到这里来是给这庄子开荒的 所有人心里都在疯狂的 凭什么 因为站在前面的人是八皇子 所以这些心里话 他们又不敢直接说出来 怎么 你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受这份罪 认为自己身交体贵的 不应该来体验农耕 那刚刚这一路的导游子可就白说了 本王还是那句话 我同福开国之军都亲自下地耕种 当今圣上更是一道春季就会参与开荒 难不成你们认为自己比皇帝还要尊贵 还是你们觉得自己的家世高到 可以不在意开国之军亲定的立国之本 来 有着想法地站出来 让本王瞧瞧 我东族是哪个高门大户有着本事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把头低下了 谁也不敢成这个能 但有一人除外 那就是唐家大小姐 唐芬燕 想请问八殿下 这庄子是谁的 自然是八殿下的 花一两银子从岳府买来的 可我怎么听说 这是是奉安府隐从中签的线 走的还是离王府的一层关系 八殿下能不能给说说 这里头究竟是怎么回事 烦死了烦死了 你别管走了谁的关系 这庄子现在在本王名下 那就是本王的 你要是有什么质疑 你现在可以回去 本王把银子退给你 算你离团 但说好了 我们的马车可不能跟着你回去 要怎么走 你自己想办法 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说来赏雪 可是到了这 确让我们干活 我们哪会给庄子开荒 你这是抢人所难 就是 我们确实不会做啊 不算强买强卖 我只是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大家 我们这庄子里 有农耕体验这个项目 至于想不想体验 那是你们的事 庄子这么大呢 项目也有很多 你们不想遵循 东福利国之本 体验一下农耕 那也可以往里面走 一路赏雪景 真正的把这 当成一场赏雪柜啊 庄子里的小景很多 有天然的 也有人造的 你们乡中了哪处 就可以驻足停留 多看看 我们还安排了画师 可以为大家现场作画 留下美丽的纪念 如果不喜欢看风景 我们庄子里 还有不少年久师修 不是 我们庄子里 还有不少精心布置出来的 恐怖与破败主题的屋子 大家可以自行 结伴到屋子里去探险 我们在屋子里 放置了许多惊喜 有银子 有珠宝 还有一些新奇的小物件 大家都可以参与寻找 如果这些都不喜欢 那还可以逛逛 我们的小吃一条街 有京城流行的糕点 还有一些食材的创新吃法 保证外面是没有的 当然 这些吃食是在 我们的团费之外的 需要令花银子购买 江湖汁的话 勾起了人们的一丝兴趣 如果遇到好吃的东西 可以多买一些 带回家去吗 可以的可以的 人们开心了 开始按照路线 逛这庄庄子了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庄子里面 干什么都要花钱 去恐怖破败主题的屋子里寻宝 每人五十两银子一次 寒风作画 每人五十两银子一服 甚至就连去体验能耕 也要每人五十两 而且只有半个时辰 那条美食街就更离谱 每样东西都贵得惊人 但东西确实是好吃啊 有人忍痛吃巨资 买了十两银子 一串的炸鱼丸 当场惊风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再给我来两串 不 再来四串 我要打包 回去给我抹轻散散 一时间 小吃街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 怎么办 所有人都是奔着吃去的 虽然吃东西也很赚钱 但没有人给咱们开荒种地啊 月斑斑 结果正坐在椅子上磕瓜子 身边围着夜小夫人 蓝月灵 宁初冬 姜末芝看着他们几个 总有一种在看少林寺四大金刚的感觉 开荒的银子不是跟楚王府要了吗 所以其实今日来的这些人 参不参与农耕体验也无所谓 咱们是不亏的 宁初冬和蓝月灵如今也算是明白 这场赏雪会是怎么的初衷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 大家就不能忘了初心 初心是什么 初心是开荒啊 就算能从楚王府弄到银子 今天这些人也是不用白不用啊 不如找几个人进去打个药呢 这世间之事 有一才有二 总得有人去农耕了 其他人才能跟着效仿 月斑斑觉得此言有理 但是这第一个人上哪去找呢 他私下里看了一圈 很快就寻到了一个目标 去 把月红彩给我叫来 他来了 他来了 他等着呢 他等着来了 街上集 月红彩到时 看到的是一个病病歪歪的月斑斑 二妹妹这是怎么了 病啊 是啊 可能是天冷 染了风寒 浑身都难受 人也没什么力气 那看过大夫没有 那位白神医不是你的师父吗 他有没有来给你看过 哎呀 这大冷天的 还是在室外活动 你病了还跟来干什么 闷在家里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出来散散心 至于我这个病 白神医倒也有一番嘱咐 但是我 嗯 罢了 不说了 别啊 二妹妹说说 说不定哥哥能帮帮你 没想到大哥哥对我竟如此关心 我还以为我这个妹妹是被月家抛弃在外的 月家没有人认我呢 何况上次我与七殿下回月府 大哥哥也没给过我好脸色 上次是上次 现在不一样了 二妹妹你得允许我进步 我们从小不再一起长大 想要熟络起来 总要有个一回生二回熟的过程 你看现在不就比上次好多了吗 上次都是哥哥的错 哥哥现在就给你赔礼了 月家大爪也吃错了药 大哥哥真是客气了 没事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不会真生你的气的 我有什么能帮得上二妹妹的吗 眼下是有仪式 但说起来也不是为了帮我 而是为了帮八殿下 这庄子常年没有人打理 都慌了 今日到这庄子上来 本以为人们听了东福的故事 了解了我们的立国之本 都会很愿意参与到耕种中来呢 没想到 哎 看来我那师父说的对 京城里的这些人啊 就只会安于享受 苦是一点都吃不得的 他看不上这样的人 并不是所有经历人都只安于享受不能吃苦 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不就是开荒吗 不就是农耕吗 我可以 希望大哥哥能够明白 自己是为什么干的这个活 咱们的宗旨是宣扬我东福的立国之本 可不是为了其他的 我是东福子民 一切都以东福国为重 来世那导游说的没错 如果后世子孙都忘记了 当初的立国之本 那咱们靠什么强大 靠什么让百姓吃饱穿暖 更何况 皇上都能做的事 我们做子民的更应该紧紧跟随皇上的脚步 效仿之 以之为榜样 这才是凤安城这些高门贵户该有的样子 这才是东福子民应有的民风 二妹妹放心 我会牢记这些话 也会把这些话说给更多的人听 也希望二妹妹替我在白神衣跟前美言几句 让她知道我跟别人是不同的 最看重的就是大哥哥这一点 大哥哥觉悟之高 的确是这些人谁都没办法比的 这时回头我一定会跟师父说的 我相信师父也会对大哥哥此举给予肯定的 哪天白神衣在给二妹妹看病的时候 二妹妹拆人叫我一声 我也过去看看 我瞧着二妹妹这个样子 我也实在不太放心 我这个病啊 实不相瞒 我 罢了 先去体验农耕吧 回头再说我这病的事 月红才干劲十足 去开方了 王妃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您要是不舒服 咱们就到马车里坐着去 别在这儿吹冷风 病给月红才看的 我身体好着呢 德情放心了 再瞅瞅已经走远的月红才 不由得感叹 月家大少爷使真听话 他怎么就那么听话呢 还有 斑斑 你那师父又是谁 白神医 这题我会 这题我会 经理那位白神医跟斑斑是认得的 以前我以为他们是朋友 后来才知道 竟是师徒 斑斑你真有福气 本以为月家把你送到乡下 是去受苦的 没想到是去学艺的 蓝月灵则盯着不远处 正在吃着什么东西的月千五说 能不能把月千五也忽悠着去种地 我瞅他那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 我就来气 凭什么他不种地 别着急啊 那么一大片荒地 都指望月红才得干到什么时候 况且月红才刚才也答应我了 他会积极替我们宣扬东福的立国之本的 果然 月红才刚交了银子进去开放 小四多宝就开始弘扬上 东福文化了 还得是我们家大少爷啊 紧跟皇上的脚步 效仿开国之君所为 时时刻刻把东福的立国之本记在心上 这是任何人都没有的觉悟 是要被皇上夸赞的 将来也是要被载入史课的 这其他人都没有我家大少爷这样的觉悟 将来皇上一问起来 说为什么只有月家大少爷觉悟这么高 其他人怎么不一起体验一下呢 那就只有一个答案 懒呗 这话语出口 可是有一部分人坐不住了 觉得风头不能都让月红才出了 不是 这部分人已加入了进来 交银子领工具 很快就跟月红才站到了一起 多宝看了月斑斑一眼 见月斑斑正伸手指着一个方向 他往那个方向瞅了瞅 哦 是月千五 多宝心领神会 破不冲的月千五走了过去 大小姐 别吃了 都什么时候了 大小姐怎么还能吃得下去呢 说什么呢 一个奴才怎么敢这样跟大小姐说话 没关系 我不要紧的 你也不要这样同他说话 在我这里 没有什么奴不奴才的 我都当你们是自家人 是出了什么事吗 你与我说说 多宝觉得月千五太能装了 要不是一年前他撞破过一次 看到他生气时 拿针扎自己的丫鬟 直到现在 他还会被蒙在鼓里 以为月家的大小姐 就是这世上最完美的女子呢 大小姐快看农耕体验场那边 眼下大部分官邸的公子 全都下场去开荒了 咱们家大少爷还是做的表率 奴才觉得 大少爷做了男子中的表率 那女子这边 如果大小姐你愿意出面 那将来被皇上点名表扬的 肯定也会是您呀 小姐为什么要去体验农耕 没听说谁家女子 也要下地干活的 哎哟 你不懂 这可不是下地干活 这是做做样子给朝廷看呢 朝廷 你的意思是 八殿下 大小姐猜对了 那八殿下是什么人物啊 那可是贵妃娘娘的儿子 叶家对八殿下 寄予了多少希望 您是最清楚不过的 试问 八殿下缺银子吗 叶家会让他缺银子吗 那么他既然不缺银子 整这么一出赏雪会 是为了什么 总不能是为了骗大家的银子吧 卢菜说句不好听的 今天就是你们花再多的钱 人家八殿下也是不会在意的 但是如果谁能配合他把这场赏雪会 给圆满下去 那八殿下就一定会高兴 咱们再往身里想一步 八殿下高兴了谁会高兴 是叶贵妃和叶家 而且谁又能保证 这件事情不是皇上也点了头的呢 要不然这一路上 为什么一直在讲东服的文化底蕴 为什么总强调立国之本 这种时候比的就是谁更聪明 谁觉悟更高了 卢菜刚才看到 您家的小姐和兰家的小姐都去取工具了 大小姐要是再不去 这个风头可就让他们抢去了 那兰家的小姐可一直都在跟您比啊 您甘心被他比下去吗 卢菜临出门前被大夫人嘱咐过 大夫人让卢菜一定照顾好少爷和大小姐 卢菜这也是着急 不想让其他家的小姐抢了您的风头 所以大小姐咱们是不是抓点紧 月千五寻思了一会儿 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再看看宁出东和蓝月灵那边 的确是有要去体验农耕的意思 他就着急了 快 我们立即就去 月千五拉了自己的丫鬟 快度朝着农耕厂走了去 他这一动 许多一直留意着他动向的小姐们也开始动脑 一时间 所有人都朝着农耕体验厂跑了去 接上急 目的达到了 咱们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吧 挺累的 不行 月千五都去了 我不能落在他后面 但别的不行 跑的我还跑不过他了 我主打的就是一个吃苦耐劳 这次我非绝死他不可 哎 大了 我也去吧 我看到了几个也去一飞娘娘跟前跳过舞的小情敌 我得去把他们给比下去 你呢 去不去 要不随便拿个工具去热闹热闹 不行 我病了 这个人设得立住 以后还有用呢 宁初冬也不知道他立这个人设有什么用 但也没工夫多想 因为他的那些小情敌们已经在排队交钱了 就往那边跑 姜墨汁也跟过去维持秩序 一时间 月斑斑身边就剩下了叶小夫人 立生病的人设这件事 应该也是一个坑吧 你与我讲讲 从前你可曾听说过 月前我也生过一场重病 听说过呀 还听说月家每个月都派人回安怀老家去取你的血 就因为有个大夫说 想要治好她的病 需要一位至亲姐妹的血作药引子 当然 这事是我嫁到叶府之后才听说的 当时我就在想 月家不是有现成的至亲姐妹吗 为何非要千里迢迢到安怀去取你的血 呵呵 可能想取的就是我的血吧 那时候他们一个月去一次 一次取一大坛子 只把我的血放得紧都挤不出来了才罢休 每次取血的人走了 我都要躺十天半个月才能起得来 安怀老家的人也不给我吃好的 血就补不回来 下一次再取血 挤血就更费劲 也更疼 有病吧 不是说 月侯一直悄悄派人在教导二小姐吗 可见月侯带二小姐是好的 那为何还要这般折磨人 你也说了 是月侯在悄悄教导我 可月亲我是下男嫣的孩子呀 原来是那位下夫人在作怪 月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肯定心疼坏了吧 毕竟她对二小姐您是那么的好 这月侯的心思也是藏得够深的 做人总不能吃亏 所以你现在病了 是啊 我肯定是不能吃亏的 有些事当初我没有立即就做 那是因为有别的事情耽搁了 如今腾出空来 自然是得把之前的债都讨一讨 想办法给月千五放血 当初一个月娶你一次血 这回你就依次性都讨回来 那么多血依次性放完 月千五就归息了吧 你跟月千五有仇 没仇 但是不耽误我不喜欢她 你为何不喜欢她 因为她太假了 老奴都这个岁数了 月人无数 那些个年轻小姑娘们 谁是真好人 谁是伪君子 老婆子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月千五那种妾生的东西 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 争宠的气息 老奴离着老远就能闻着那谷味 太招人烦了 八殿下这么心思纯净之人 要是娶了她 那这辈子可就完了 这婆子开始疯狂地 向月斑斑灌输整死月千五的 十八种方法 月千五是刨了你家祖坟吧 真的就是单纯地不喜欢她 她那个人确实不着人喜欢 长得就不好看 但要说一次性把血放完 把她给整死 那肯定是不现实 毕竟法治社会 平白无辜死个人 官府还是要追究的 对对 不管做什么 都不能把自己搭进去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嘿嘿 我这个病啊 也是来得奇怪 白神医给我看啊 说我这个病是因为 曾经被人取走了些什么 只要还回来 病就能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吃亏 但如果月千五不给呢 那可就由不得她了 此时 庄子里各处警治人员分配的比例 已经有了变化 先前很热闹的想吃一条街 已经萧条起来 现在绝大部分人 全都集中在了农耕体验场 直到现在 还有人在排队浇鱼子 收钱的人也特别迷茫 真的 没听说过给别人家开荒 还得给别人家再浇费钱呢 而且这钱还不是永久的 一会儿干到了失臣 还得再中浇 这帮人究竟图什么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被坑了吗 那些排队交钱的少爷小姐们 简直收钱的小丝直走神 便不耐烦地催促 快着点 怎么收钱还这么慢呢 你竹子知道你工作这么不认真吗 你影响你竹子赚钱了知道吗 那小丝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行 着急被坑是吧 那我就加快速度 五十两 只能体验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之后就要重新补交费用 别以为我记不住你们就可以蒙混过关 你们每个人的样貌 和进入农耕体验场的时辰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时辰一到 立即就会去找你们补交费用 半个时辰已经够久了 谁能干多长时间啊 那可是厨地 累死了 你可以不续费 甚至还可以提前出来 不过别人都在继续干 你不干了 那前面干过的那些可就都白折腾了 朝廷点名表扬 也只会表扬那些有始有终的人 而不是半途而废之人 没事 随你们 咱们不想买墙外 毕竟八殿下也不学银子 这帮人卷起来了 叶小夫人也算开了眼 以前有看过在琴棋书画方面卷的 有看到过在个人保养方面卷的 有看到过从穿戴上卷的 还有看到过从家世上卷的 但是从来没听说过还能从耕地上卷的 姜默芝回到了月斑斑身边 感慨道 七嫂 你是真的牛 我做梦都没想到这帮顽裤居然能挽起袖子下地干活 你瞧他们满头大汉的样子 是不是比他们在京中吃喝玩乐更美 月斑斑通过更美这两个字 又寻到了商机 于是他叫人把那些画师给叫来 接上集 月斑斑把几个画师都叫了来 对着农耕体验场开始画画 要画那种长长的卷轴形式的画 把这个场面都给画下来 每个人都要找出他们不同的特征 画出来得让人能认得出是谁 归头这些画我们保留一份手画原版 其他的拿去印出来 到时候每卖出一份都给你们分银子 真行啊 这卷轴印出来 不得一百两一部往外卖呀 五百两 会不会太贵了 真有人会买吗 可以不买啊 反正不买就是别人都有他们用 可能一生中就体验这么一回浓耕 还没留下纪念 遗憾的又不是我 我可管不着 这东西卖出去一份就够本 小舅母挺着个肚子 不适合下地开花 但你最好也得干点什么 这样画上才能有你 你该不会连我的银子也想赚吧 自家人不坑自家人啊 我坑你五百两银子干什么 我是觉得你来一趟 不留下个影 那不白来了吗 万一以后真能受到表扬呢 你说你没根没事的 总得在其他方面出点彩吧 不坑我银子就行 毕竟我存点银子也不容易 那我能做什么呢 你去给农民伯伯倒水吧 这次开荒 姜末芝是请了当地的村民当指导老师的 叶小夫人开开心心的去了 多给他添几笔 王妃真是人美心善 咱们小夫人多亏了有王妃照福 这一场开荒行动 人们从一开始的抗拒到被逼接受 再由被逼接受到互相开卷 甚至他们经过一场开荒 觉悟也提升了许多 岳家的四小姐岳谦红 甚至给了指导自己的能因伯伯一块碎银子 就因为听说了伯伯的女儿过几日要出嫁 却因为家里太穷 连床下样些的被子都没能给女儿准备 三小姐越拦旨也在这场劳动中得到了思想上的升华 当场决定今后每个月都要来农场祭宴一次 为甘福国本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前只知岳家的大小姐 人美心善 没想到真正高尚的竟是三小姐 三小姐 以后京东再有宴 你可以多多出席啊 咱们常来常往 多交流 对对 就是要跟这95高女人才能够进步 我养也想想归权我 不要总做我差字麻烦的事 要多想想有用力 这世上并不是只有脸儿才是家相归 女子也可以同样有情 以前我对输出的孩子有意见 但通过今天的事我发现我错了 别人家不知道 但就你们岳家来说 今日你们两位术女的表现 可比比女强太多了 有的人啊 星星做太 假模假样的在那刨地 可是刨了半天人都没动一下 合着就可别一坑刨 那不就是形式主义吗 我们要的可不是形式主义 而是真正融入农耕 真正把自己的心思放到农耕上去的人 岳千红是吧 以后我就叫你千红了 还有兰指 你们两姐妹才是金钟女子的典范 至少在我这里我是佩服你们的 这些话一出 人们也纷纷朝着岳千五那边看过去 果然岳千五跑了半天还在原地 手跟锄头都不直接贴在一起 而是垫了块帕子 身边还有个丫鬟在侍候着 丫鬟手里还端着茶壶 拿着茶碗 差别还真是大 那哪像干活的样子啊 岳家大小姐本来就没做过这些事 白皙娇嫩的手不懂怎么握锄头 也正常 毕竟这种事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做 我们也是现学的呀 谁做过这些事 谁的手不白皙娇嫩了 为什么我们都努力 她却不努力 没想到岳家大小姐 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人 你不要生气 人家说的也没错 这里头这么多人 的确是你最不努力 也只有你最放不开 我知道你们读京中的高门贵女 但京中是京中 乡辖是乡辖 既然到这里来了 那就别总想着 自己在京中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你现在都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 你交了银子进了农耕体验场 就得像模像样的干起来 来 你跟我学 把腰弯下去 把垫着手的帕子扔掉 把锄头挥舞起来 月牵舞都哭了 一边哭一边学 那姿势不能说优美动人 只能说十分难看 这也太难看了 撅着个屁股像个大虫子似的 当真要画它吗 自然要画的 只要在体验场里的这些人 全都给我画下来 这场农耕体验 中途补了好几次钱 一直干到天都黑了 这帮人总算放下锄头走了出来 人已经累得不行了 但信念还在 希望巴殿下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通过这一天的劳动 我深刻地体会到农民耕种的辛苦 也深刻地意识到 从前在京城里吃喝的我们有多么的可耻 所谓一分汗水一份收获 我们只有付出劳动 才有资格吃上粮食 我们要做对东府有用的人 而不是整日待在京城做一个米虫 从前的我们错的是多么的离谱 今后的我们一定要改掉那些坏毛病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请巴殿下给我们这个机会 一定要多多带我们出来 姜默之丑丑被开荒出来的大片大片田地 心里十分满意 没想到这些人看起来身交体弱的 但干起活来也是人多力量大哈 原本荒凉的庄子 经过这一日的开口 也变得有模有样了 这时 有人往月斑斑那边看了一眼 然后皱着眉说 黎王妃怎么回事 她要么不来 既然来了就得跟我们一起干活啊 难道她不愿忠于东服国本吗 难道她听了那些打鸡血的话 没有像被打过鸡血一样兴奋吗 她为什么一直坐着 是啊 我早就注意到黎王妃了 好像打从到了这个庄子 她就搬了把椅子在那坐着 哪是坐着啊 这都半躺着了 她那也不是椅子 是张软踏 带得真全乎啊 所以她为什么不参与劳动 是因为交不起入场费吗 姜默之也看向了月斑斑 心里却乐开了花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 要不然月斑斑这一天可就白躺了 别上级 躺了一天的月斑斑 终于被人们发现了 实在不巧 黎王妃病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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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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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让你 感谢观看 月斑斑开始给月红财下任务了 斑斑曾经被月牵舞取了血 现在身体亏空 那些血不补回来 病是不会好的 我这一生就说这么一个徒弟 既是若是弟子又是关门弟子 我对他寄予厚望 他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不行 那绝对不行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千万不能有事啊 想我好好活着 就先让斑斑好好活着 把取走的东西再补回来 让斑斑身体没有一点缺失 这个病自然也就好了 你们家取了半年的血 一个月一次 一共六次 但是现在没有半年给你们挥霍了 斑斑只有六天的时间 还要把今晚算上 所以你得赶紧的 六天之内取六次血过来给斑斑 救斑斑的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取血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办好 这是关乎斑斑性命的大事 我这个当哥哥的义不容辞 当初千五取的血量是多少我心里有数 如今还回来 只能多不能少 沈亿你且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 我去去就回 沈亿千万别离开 我很快回来 多宝 见自家大少爷走了 偷偷塞了一张银票 给月斑斑 哦 大夫人给的 意思是如果他的银子比大少爷出得多 就让你帮着他说话 主要就是规劝大少爷走正途 不要总想歪门邪道 沈亿拿着吧 白来的银子不要白不要 记得回头给我分一城就行 我这就走了 晚了就追不上了 多宝也跟着跑了 只是一边跑 一边又扔出来一句 当初月千五取了血之后一口都没喝 全到了 他们就是单纯的想整死二小姐 神医一定替二小姐报仇啊 一百两 下男爷也太空了 就这还想让我回圈月红才 做什么梦呢 五顾多宝说得对 这银子不转白不转 至于办不办事 呵呵 给的太少 办不了 接上级 月红才走了 德权看了看站在眼前的白神医 试探地问了句 这银子是在黎王府得的 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王妃啊 你要是不给他 他可是会不高兴的 我凭本事赚的银子 为什么要给你家王妃 再说 给也应该给王爷 为何要给王妃 刚刚已经说了 这里是黎王府 神医您在黎王府地盘上赚钱 就算不全给 至少也应该把场地费给结了 至于为什么是给王妃 而不是给王爷 那没办法 谁让我们王府是王妃做主的 月斑斑对德权的表现很满意 开心地从袖子里取出五十两银子 递给了德权 我得到的银票是一百两 我给你一半 你记住 以后就按这个标准说去场地费 神医 您方才说的我们家王妃要不行了 是骗人的吧 毕竟半个时辰前 王妃刚吃了一个大肘子 她这也不像病危的样啊 病不病危的 分对谁 对月家人 那就是病危 但自己俯上嘛 就不必那么严谨 不过让那月红菜回去取血 也是正经事 你在前院等着 等她把血送来的 就亲自端到王妃屋里 至于月红菜 告诉她 在六次血取完之前 不让她进离王府的门 德权点点头 冲入月斑斑行了个大礼 这是做什么 多谢神医早年间 对我们王妃的照顾 虽然那时候王妃还不是王妃 但要是没有当初神医收徒 我们王妃可能也活不到现在 我听说月家老宅 那帮人可凶可凶了 没少欺负我们家王妃 总之就是谢谢神医照顾她 没有她就没有离王府的今天 我们虽然当面而不说 但实际上都很喜欢王妃 另外 也谢谢神医 替我们王妃跟月家讨回公道 您反取月千无险这个事 干得实在太牛逼了 老奴佩服 特别佩服 神医你有什么需要老奴配合的 您就说 老奴一定全力配合 咱们以整死月家为目标 每天都加倍努力 再回到屋里时 就看到江崇华阴沉的脸 在榻边坐着 屋里除了她 还有个麒麟卫 除了麒麟卫 还有个姜墨汁 姜墨汁你怎么还没走 这都什么时辰了 你还来在我们家干什么 我倒是想走 问题是我不敢走啊 今日一整天 所有的营说都在我兜里呢 我要是走了 我怕你怀疑我是写款潜逃 懂了 分账是吧 那我把陆婷芸叫来 她会算账 先把翼蓉谢了 我主要就是为了坑月红彩 谢了翼蓉她是你哥 你与她走动我自然不会拦着 可你易了蓉那就是白神医 她想对白神医如何 你比我懂 所以斑斑要学会保护自己 齐蓉未觉得这就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网眼 还保护自己 这世上如果连岳斑斑都不会保护自己 那就真没有会保护自己的人了 谁吃亏 岳斑斑也不能吃亏啊 她把岳家大少爷给骗的跟三孙子似的 她能吃什么亏 你放心吧 就她那个脑子这辈子是不可能翻得了身的 但是你说的我也会听 以后我跟她往来一定会多注意的 江崇华觉得她认错态度挺好 张露芝觉得她七哥有点怕老婆 终于还是把陆婷营叫来了 依旧算账陆婷营是专业的 第一 那庄子虽然是八殿下出了一两银子买下的 但这中间是我家王妃签的线 没有王妃 八殿下也买不到那个庄子 所以分红这件事情我家王妃最少要占一半 八殿下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其次 整场活动的策划都是我家王妃出的 包括美食界的那些美食 从食材到方子 都是我们家王妃提供的 所以我们家王妃要再占三成 八殿下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第三 最重头的开荒 也是我家王妃提出来的 包括那些少爷小姐们愿意花钱走进农耕体验场 也是我家王妃想的法子 甚至今日一整天的那些导游词 都是我家王妃写的 所以 我家王妃再占两成 八殿下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江崇华这时忽然想起来 岳斑斑曾说过的一句话 还说叶贵妃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再瞅瞅着老八 江崇华突然觉得 那叶贵妃 可能真让岳斑斑给说着了 不太聪明了 要不然怎么能养出来这么傻的儿子 陆提云算来算去 几句话就把他的分红给说明了 他还在那替班干说情吗 江崇华服额 老八笨的 让他都觉得有些尴尬了 班班该不会以为江家的孩子都是什么吧 我可不想对老八连累 殿下 所有的营收都拿来吧 给你 都在这里了 我也不指望分多少 能够我在明月楼喝斩茶就行 八殿下要分什么 分银子 嗯 可是里面已经没有你的份了 他又把刚刚的分成缩了一遍 说完之后 江沃之才反应过来 原来真的没有他的份了 那我岂不是白干了 不是 这样不是这么算哪 洗澡是辛苦 但我也付出了啊 就算不能在明月楼喝斩茶 那至少也够我在普通馆子里吃顿饭吧 在下方才所说 八殿下都是点头同意了的 堂堂贤王殿下 怎么能说话不算呢 现在所有赚来的银子都是我家王妃的 殿下要是想要顿饭钱 那就是从我家王妃手里要银子 殿下当小叔子的 怎么好意思管嫂子要钱 您真没钱了 应该找贵妃娘娘要 那我忙活一天 我得着什么了 得着了往城北送馒头的名誉 得着了带领京中贵族子弟体验农耕的美名 兴许明日早朝还能得到皇上的嘉奖 到时候皇上给的那些东西 那就都是殿下自己的了 哦对了 还得着了一座已经开完了荒的庄园 那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我还是赚了的 殿下赚大发了 哦 还得是我七嫂 脑子赚得快 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七哥你是没看到今日那场面 那帮人跟中了邪四的 自己花钱给咱们开花 这不算什么 等明年开春 还得让他们自己掏钱给咱们种地呢 到时候再办一场赏花会 天暖过了 钱更好赚了 没想到你算账竟如此专业 等以后我再出书的 这样也请你来帮我算 到时候一定帮我多算一些 陆平云连连点头 总算把人给送走了 真怕姜沐之突然在想起来 邪导游词 还有签字六两银子的保底 八殿下看起来挺高兴的 今日他也没少赚吧 不 他一文钱都没赚着 那他为何这样高兴 因为被忽悠瘸了 陆平云回去休息了 奶娘也关了门往回走 全公公 怎么一个人在这 这黑灯瞎火的 您这是干什么呢 在等岳家大少爷 听说了 白神医让他回岳家 去放岳千五的血 你说能成功吗 这大晚上的 他一个当哥哥的 去放妹妹的血 能成吗 能吧 反正我相信白神医 为何这样相信 一个陌生人 因为他是王妃的师父 王妃都这么能忽悠 他师父能查得了吗 刚刚白神医跟岳家大少爷说话 我可都听见了 好家伙 不愧是我们王妃的师父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奶娘反正是不懂 他家小姐 到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师父 不过总归是对小姐好的 那就够了 跟我一起等着吧 天挺冷的 我一个人在这儿 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那我去端壶茶 取岳家大小姐的血 这事儿 估计不会太快 奶娘端了茶 还带了点心 两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闹 过了不知道多久 门房小丝匆匆地跑了过来 全公公快去看看吧 岳家大少爷回来了 说是来给王妃送东西 可我看他状态不太好 跟让人打了似的 鼻子还往外冒血呢 哟 可看到岳家大少爷 是带着什么来的吗 他说给王妃送东西 送的是什么 送的是什么不知道 但手里抱着一个小坛子 说句不好听的 那玩意跟骨灰坛似的 看着就晦气 要不是知道 他是跟白神医约定好了 给王妃送东西 我真不能给传这个话 谁大半夜的抱着个坛子 呼桑着上别人家串门啊 那不是找打吗 奶娘心里有数了 抱着坛子来的 那多半里头装的就是血 很快的 几人就到了黎王府门口 岳红才正打算往里进呢 被德权给拦下了 白神医有话 在六次血取完之前 他不见大少爷 那让我见见二妹妹吧 我取这个血 真是费了老大劲了 我得让二妹妹知道 我有多辛苦 我对她有多好 求求你让我见见二妹妹吧 王妃也有话 在六次血取完之前 他不见大少爷 岳红才想往里面闯 被郭宝拦下了 大少爷要是在这时候闯进去 那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二小姐和白神医 要是知道您是这般鲁莽之人 一定不会喜欢您的 何况咱们这还抱着血坛子呢 宁可小心这些 别给打翻了 也罢 他们不愿见我也情有可原 毕竟我那大妹妹干得真不是人上 这位公公 这血坛子麻烦您交给白神医 请她为我二妹妹医治吧 另外您能不能帮我带句话 就说我为了取这个血 被我母亲和父亲混合双打 打得鼻青脸肿 她能不能心疼心疼我 出来给我看看上 送点药 公公给带句话就行 我在外头等 完全白了她一眼 结果血坛子 转身就往府里走 岳家大少爷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 我记得刚回京城那会儿 我们小姐在家里住了几日 那大少爷还特地跑到我将小姐跟前 指着她的鼻子说 你要好好养身体 只有把身体养好了 才能继续给千五取血 她可真是太贱了 一会儿咱们告诉王妃 让王妃使劲碰她 血坛子很快就交到了岳班班手里 王妃 那位神医小先生呢 岳家大少爷哭着喊着要见她 说想请她给治伤 白神医走了 有可能回了神医府 也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反正月红才是见不着了 至于她哭不哭的 那是她的事 我反正是不会见她的 不见是对的 岳家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不过王妃不问问她想请白神医 给治什么伤吗 那还用问吗 她要是毫发无损的来 那我可能要怀疑这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东西的血 或者说是什么人的血 很有可能她是为了糊弄我 随便杀了只鸡 又或是随便放了个奴才的血 只有她被揍一顿 我才能放心这是月千五的血 这血小姐打算怎么用 不能真喝吧 那也太恶心了 自然是不能真喝的 当初月千五也没有真喝我的血 放心吧 回头把这血倒进茅厕里 把坛子涮洗干净了给月红才送回去 让她明天继续 德泉去倒洗了 奶娘跟着准备涮坛子 夫君我们歇息吧 江崇华总觉得这话里头有点不正经的意思 不等她真想不正经一下的时候 发现小姑娘已经睡着了 这一夜离王府安安静静的 无论主仆睡得都不错 但月府可都翻了天 因为月红才强行把月千五按到地上放弃 夏南烟气得晕了过去 月锦蓉气得动了家法 要抽死月红才 儿子明白 父亲也是向着斑斑的 眼下这样只是做给别人看的 父亲 其实不用做给别人看 在这座府里您才是天 我母亲再怎样也不过是个妇人 您就算再把她赶下堂为妾 她也不敢说什么的 谁跟你说本侯是向着月斑斑的 都这么说 父亲 所有人都知道您是向着斑斑的 您就别不承认了 当然 如果父亲觉得时机不成熟 那您就打儿子吧 儿子明白 隔墙有耳 咱们这样的府邸 不可能没有外人的眼线的 您打吧 儿子都明白 月锦蓉打不下去了 你明白个屁啊 该死的月斑斑 他到底想把月家祸害成什么样 月斑斑就是个小祸害 命出空泛 只要趁着月斑斑落单的时候 找个机会派几名杀手去自杀 事情很容易就能办成了 可他心中也有疑惑 究竟是谁教了月斑斑一身本事呢 老宅那边的人不会撒谎 而且那边的人一个个也不是瞎子 如果月斑斑当真被人教导过 那整个人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能被看出来 所以 老宅那边的月斑斑没有问题 也从来没有被人教导过 有问题的是经常证啊 月锦蓉回到书房 叫了一名暗卫出来 想办法弄清楚离王府那个月斑斑 脸上有没有贴人皮面具 离王府有麒麟卫在 且属下暗地里观察过 二小姐每次出门 麒麟卫都跟着 很难得手 但是属下会尽力 这一夜 月府难眠 但更难眠的还在后头呢 接上级 月锦蓉万万没想到 一场早潮 自己是一半欢喜一半忧 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大女儿 被皇上给批得一文不值 啥也不是 他想一巴掌呼死的儿子 却被皇上给表扬了 甚至还表扬了 月千红和月兰芷两个庶女 甚至八殿下 还当场拿出了那幅画 上面画的是庄圆百态 人们都有各自的特性 他甚至一眼 就能在里面看出 哪个是月千五 所有人都在干活 就只有月千五 站在角落里偷懒 最后 所有参与到赏学会的人 都有嘉奖 除了月千五 以前觉得老八还是个孩子 现在看来 老八真是长大了 直到替朕分忧了 真是个好孩子 朝堂上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后宫 桃皇后听说了之后 很高兴 老八上进了 这是好事吧 只要老八保持上进 老头子就能越来越器重他 越来越器重他 那是不是皇位以后 就可以传给老八了 不用本宫的儿子继承吧 娘娘 人家都争皇位 您怎么总替着武殿下 推皇位呢 争争争 那破玩意有什么好争的 什么好东西啊 人人争 当皇上这个事 那是人干的吗 你看哪个皇帝 最后能有好下场的 不是累死的 就是被人害死的 还一天到晚的担心 宫里会不会有刺客 谁爱干谁干 反正我儿子不干 老八的表现 我觉得挺好的 将来皇位就给他吧 他跟林王妃走得似乎挺近的 奴婢琢磨着 以前八殿下脑子 没这么够用过 这次之所以够用了 这里头没准是林王妃的功劳 皇上对七殿下也挺好的 那就让老七继续装病 回头记得跟班班说 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盯上老七 要不然这辈子 他都得跟老七一起关在皇宫里 娘娘先前不是一直劝林王妃上进吗 你也说了 本宫劝的是班班 不是华儿 以前觉得华儿身子不好 班班再不上进的话 林王府的日子会过得很艰难 但现在班班做得已经很好了 本宫觉得也用不着更好了 再好就容易被盯上 抓进宫当皇帝了 那娘娘您就甘心 后宫以后就一直被夜贵妃把持着 不甘心啊 但其实想想也没什么 本宫是正宫 就算夜梦书的儿子做了皇上 那本宫依然是太后 就算夜梦书也是太后 可但凡他和他儿子敢对本宫不敬 朝中那些文官就能参死他们 再说万一老皇帝慈悲 临死之前能放本宫出宫呢 这个破皇宫 本宫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逃皇后不想当这个皇后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过了年轻时积极上进的尽头 也过了跟夜梦书斗死斗活争宠的年纪 现在他竟然觉得老皇帝摆一摆也没有错 甚至还觉得老皇帝依然不够摆 要是真摆 就应该立即传位给老八 然后他就窜夺老皇帝一起出宫 两人到外头旅游去 老皇帝要是能带我旅游 我决定就原谅这么些年 他不上进给我造成的困扰 至于我的儿子 呵呵 只要不当皇帝 儿子就可以逍遥自在地活着 不带兵不上朝的 就在外头做生意 老八也不至于跟一个只会赚钱的哥哥过不去 逃皇后的算盘打得很好 一会儿你去趟黎王府 跟班班说 让他没事儿多进宫 多陪皇上说说话 多给皇上讲一讲 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在摆的同时 又把银子赚到手 我不想以后出去旅游 还花国库的银子 内务府到时候有夜梦书把持着 也不能总给我花钱 老头子 他得趁着自己还在位 把银子给赚到手 这样以后才能有钱花 随便花 这种事儿对于黎王妃来说 属于是专业对口了 奴婢一会儿就去 今日这个早朝 真所谓是兵主金欢了 不但逃皇后满意 叶贵妃也是相当满意 对姜墨汁 本来叶贵妃都有些绝望了 甚至开始把希望寄托在 月斑斑的花果茶上 大耗费了练小耗 这是他最后的选择 没想到我儿子出息了 墨儿居然能在朝堂上 给我争光了 但自己生的儿子 是什么德性 叶贵妃自己知道 叶贵妃觉得 这件事情跟月斑斑一定有关系 叶家小夫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宫的 安月进宫之后 把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 仔仔细细给叶贵妃讲了一点 黎王妃真是八殿下的贵人啊 连母亲都说 自从八殿下跟黎王妃走得近 人都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 母亲还说 黎王妃是颗福星 她嫁到黎王府 七殿下的病就稳定下来了 她跟八殿下走得近 八殿下就误正途了 确实啊 那孩子 他确实是个福星 可惜 他就要失去这颗福星了 你跟月斑斑关系不错 听闻你们在原因寺的时候就相处得十分熟络 是挺好的 我觉得斑斑人机灵 也仗义 虽然坑是坑了点 但是他的东西也确实是好东西 我一直在喝他的花果茶 大夫每每上门诊麦时都说 这孩子长得不错 而且也不需要再多吃补品 只喝那茶就能稳胎 昨日我们是坐一辆车去的庄子 他还给我诊了麦 又确认了 一下我肚子里这个确实是个男胎 男胎好 叶家就缺好男儿 你只要把这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 你就是叶家的功臣 所以你的意思是 月斑斑懂医术 其实那白神医是月斑斑的师父来着 但斑斑说他的医术一斑斑 比如整个喜脉 做个花果茶啥的 再多的他就不太会了 会点简单的就很不错了 可惜 这简单的本宫也快享受不到了 他做了几次深呼吸 不行 这很生气 美词的是 你也与本宫说说 一提起这个事 按月嘴一扁 当场就掉了眼泪 娘娘 我虽不是高门贵户出身 可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 我身家也是清清白白的 娘娘 按月实在想不明白 像三殿下这样身份的人 她是怎么做到在自己的外祖家 对着自己的小舅母口出恶言的 她就算再不把我放在眼里 是不是也看一看她三舅舅的面子 再说 还有老夫人呢 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她为何一点顾忌都没有 她难道就不怕我一激动就动了胎气吗 她是不是跟叶家有仇 故意想让叶家绝后 你回去跟明章说 下次江北茨要是再到叶府去口出恶言 就让她请出叶家家吧 给本宫狠狠地抽 就算抽死了 也是她自己活该 本宫也不在意 我倒是没什么 平民出身 受气也习惯了 我就是气不过她跑到叶府放肆 那根本不是下我的脸面 那分明是在下叶府的脸面 哎 可能是叶家对八殿下偏爱多吧 引了她的不满 罢了 我不提这个事了 娘娘也别放在心上 我挨几句骂没事的 但是娘娘啊 最可怕的是 她那张嘴没有个把门的 她把黎王妃也给骂了 黎王妃那个性子您也知道 那是一点都不肯吃亏的 第二天就跟三殿下说 要断了您的花果茶 当时我也在场 我也劝了 但是劝不住 黎王妃说了 抽空就把金票送回来 您的生意她不做了 叶妃妃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没晕过去 这事想起来一次 她就生气一次 昨天晚上就因为不停地想这件事情 觉都没睡好 江北茨这个愿意 她生出来 是不是专门克我的 跑到叶府去骂 怀着叶家孩子的小夫人 还把月斑斑给捎带上了 就说那陆婷云 再不在黎王妃做事 关他江北茨什么事 叶家都没说什么 险着她了 你替我劝劝斑斑 就说这件事情 是本宫欠了她一个人情 只要她开口 随她说怎么还 本宫都会满足 本宫那花果茶不能断 本宫就指着那东西呢 至于江北茨 你问问斑斑 多少银子能让这件事过去 让江北茨出 本宫亲自跟她说 那一会儿 我就去一趟黎王府 把这事跟黎王妃说说 只是娘娘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黎王妃狮子大开口是肯定的 而且这事不好讲价 本宫明白 去吧 往黎王府走一趟 你跟着一起去 先给斑斑送点东西 就说是本宫的谢礼 谢谢她教巴殿下做事 那不如再送一份陪礼吧 不管怎么说 态度得先有 不能让黎王妃觉得 娘娘不在意那件事 对吧 叶贵妃觉得 她说的有礼 于是让宫女又备了一份陪礼 接上集 从叶贵妃那走后 安月看着身边的宫女 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劲 直到出了宫门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打扮得这么素气 全身上下 居然一件首饰都没有 不应该呀 贵妃娘娘身边的宫女 不是一项待遇都不错吗 刚刚在宫里时 我还见你头上又是珍珠 又是玛瑙的 怎么这会全摘了 连衣裳都换了 现在这布料也太普通了 你怎么想的 小夫人 您不懂 就这打扮奴婢 都觉得素得不够 奴婢甚至想把鞋都脱了 那样就不会被黎王妃发现 这双鞋是断子面儿的 上头还镶了两颗水晶 黎王妃咽过拔毛是吧 奴婢被坑过一副耳坠子 学会总结经验是好事 但你要是总这么寒酸 让她没有什么毛可拔 一来二去的 她也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 我又不是她的奴婢 她不高兴关我何事 对呀 你不是她的奴婢呀 但你想想你的主子 是不是指着人家呢 多谢小夫人提醒 奴婢脑子转得慢 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在奴婢这儿没什么可耗的 她该迁怒贵妃娘娘了 奴婢不能让她迁怒贵妃娘娘 一会儿上了车 奴婢就把鞋面上的两颗水晶给抠下来 主动送给黎王妃 你应该回去再拿点什么 鞋面上抠下来的东西 黎王妃不见得爱要 算了不说了 月斑斑赚钱没底线 爱月看着从蓝台宫里 带出来的那些个好东西 心里也滋滋的 斑斑一定会很高兴吧 我帮她要到谢礼和陪礼了 还要来了叶贵妃补偿的承诺 斑斑一定会高兴的 那么兴许一高兴 就能给我整点其他的补品 今日的黎王妃特别热闹 也不怎么的就那么巧 安月带着蓝台宫的宫女来了 称花来了 楚王妃来了 段家姨娘也来了 还有一户不知道是哪里的人家 也派了个婆子在外头站着 这全都是得罪了黎王妃来陪礼道歉的 一边说一边看向楚王妃 不知道楚王妃偷了三殿下多少东西 她最爱偷三殿下的东西了 要不是三殿下家底封后 楚王妃早就被她给搬空了 她偷完那些东西都送到哪去 也不是送到哪去 她甚至能在大街上发银子 反正就是挥霍 就是让三殿下得不着好 但三殿下活该 连贵妃娘娘都说她活该 反正她就是招人烦 活该被偷 她是挺招人烦的 但你要说楚王妃有偷她东西的习惯 我觉得我也应该受益 毕竟我也是受害者 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总不能平白无故被骂一顿吧 你说呢 那奴婢帮这小夫人 一定从楚王妃手里要到赔偿 安月很开心 笑着走上前 到了楚王妃跟前主动行礼 见过楚王妃 不必行礼 你是长辈 说完 特别主动地从自己带来的东西里 增出几个盒子 这是给小舅母的赔礼 里头有银票 也有首饰 还有一颗挺大的叶明珠 小舅母收好 这可是你私人的东西 别冲到叶府库里 还是王妃名是礼 这样名是礼的姑娘嫁给三殿下 真是白瞎你这个人了 只要你也觉得她配不上我 那我就承认你是有眼光的 一行人热热闹闹地进了黎王府 德权带着真假萌萌出来迎接的 就在黎王府的府门快要关上时 外头传来了两个声音 等一等 我这还有东西没搬完呢 请问白神医在吗 德权回头一看 先说还有东西没搬完的 是段家的马车那头 段家那位姨娘 正指挥着下人往外搬东西呢 哟 把这位给忘了 公公见谅 来一趟带的东西比较多 一时半会地搬不完 让公公跟着受累 真是过意不去 德权看着这些东西 皱着眉 问段家姨娘 把我们王妃得罪得不轻吧 是我不知天高地厚 我家老爷已经罚过我了 此番就是来给王妃赔罪的 我家老爷说了 给黎王妃赔罪 不能舍不得东西 那些破烂黎王妃是看不上的 于是我就开了段家的库房 捡的都是里头最好的物件 为这事 还被我们家大夫人骂了一顿 跪了半宿呢 公公回头帮我在王妃面前每言几句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请王妃别跟我一般见识 知道错了一回就跟王妃好好认错 争取宽大处理 咱家也没办法替你美言 毕竟你说我们家王妃的坏话 我也挺生气的 为了表示自己的生气 维修还翻了白眼 翻了段家姨娘贼尴尬 东西陆陆续续都搬进去了 德权这才注意到府门口还站着个人 您是哪户官邸的 我不是什么官邸的 是我家姨娘受了白神医的恩 平安生下了孩子 我们找到神医府想要答谢 但那边的人说白神医平日多在黎王府 这才找到了这儿来 我家姨娘啊 是老爷养在别院的外室 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有限 这里头是她背的礼 说是给白神医的 就劳烦公公帮着递一下吧 谢谢公公了 德权对他的态度倒是挺好 毕竟其他人是来赔罪的 但这婆子是来歇恩的 德权与这婆子客气了两句 将人送走 这才捧着盒子回了府 月斑斑这会儿已经在前堂待客了 就是客来的有点多 显得前堂有点满 蓝台宫的宫女一直看着真假嬷嬷 看着他俩都不敢抬头 嗯 你是不是眼睛有什么毛病 要不请个大夫瞧瞧 这怎么一直盯着我们府上的嬷嬷看呢 多不礼貌啊 没有没有 是我失态了 这会儿月斑斑正在跟楚王妃说话 三嫂给的这些东西 应该属于你个人给我的吧 跟三殿下没什么关系吧 没错 记在我个人账上 一文钱都别往她头上算 这不都是偷王爷的吗 多少爷给王爷算点 算什么 我自己凭本事偷来的 凭什么给她算点 她是老几啊 丫鬟不敢置身啊 因为她觉得自己在说话的话 王妃下一句就是 信不信我死给你看 她可太怕她家王妃动不动就想死了 确实 凭自己本事得来的东西 为何要算在别人身上 三嫂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成的 所以三殿下还应该对我有另外的补偿吧 哦不对 也可能她不在意呢 反正贵妃娘娘对她也不好 这可能是她无声的抗议 那你说 如果母妃真正的失去了花果茶 能不能一气之下把她给嘎了 全家抄斩的那种 那还得看娘娘的意思啊 啊 爷上级 楚王妃一心要搞事情 蓝台宫的宫女都要急哭了 不能走到这一步啊 楚王妃您行行好 在这件事情上就别跟三殿下对着干了 给她留条活路吧 花果茶不能失去 绝对不能 贵妃娘娘说了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花果茶留住 三殿下杀是不可能杀的 但赔点家底那是必须的 她有矿 我建议要了她的矿 她就指望着那个矿来钱呢 咱们断了她的财路 看她还嘚不嘚瑟 段家那位姨娘都听猛了 她小声提醒楚王妃 三殿下的日子不好过 王妃也得跟着受苦啊 她好不好过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就是上街要饭 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最多就是没钱可偷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影响吗 可是您嫁到了王府 不是应该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吗 谁说的 她是容是损 都是她自己的事 所以三嫂能帮我拿到那个矿 试试呗 但月斑斑你的格局应该打开 只要一座矿是不够的 她手里还有其他赚钱的营生 别看她脑子不行嘴也不行 但做生意还行 嗯嗯 自然是不够的 但我觉得也不能一次性要的太多 这就跟割韭菜一个道理 你割完了就得缓一缓 等韭菜长大了再继续割 可你如果直接连根拔 那她就不涨了 哦 如此看来 还是你想得周到 所以 是留着三殿下去赚钱的 可离王妃 您怎么能确定那些钱赚完 还能落到您手里呢 三殿下这么大的人 还学不会吃一欠涨一智吗 学不会啊 但凡她能学会 这次的韭菜我也搁不着 之所以能反反复复地 咳着一片韭菜地搁 就是因为这片韭菜地 她智商低 脾气坏 最害臭啊 你总结得非常全面 但我依然希望下次 你能直接开一把生死局 贵妃娘娘有没有说 如果下次她再到叶府去骂人 应该怎么处置 娘娘说 下次再去骂人 就让叶家请出家法编 往死里抽她 那要是我去骂呢 能不能也往死里抽我 啊 那什么 说说贵妃娘娘那边吧 这次给我带来了什么 打扮得挺素啊 不素 带东西了 她把从鞋面上 扣下来的水晶递了上去 这是我的这份 我家娘娘的也有 我其实不生贵妃娘娘的气 毕竟咱们都挺熟的 可三殿下骂的那些话 太难听了 就算我能忍 七殿下也不能忍 我可以受点委屈 但我不能让七殿下受委屈 你说我们好好的在家里坐着 突然就被骂了 这算不算货从天降 贵妃娘娘这些东西 我就收下了 你们回去跟娘娘说 我不是冲着她 我是冲着这个礼 而且我这个人 也不是那种优点 是就货连九族的 不然就冲着三殿下 跟八殿下是亲兄弟 赏学会这个事 我也不能继续 让八殿下去出风头 你们说是吧 斑斑你在这点上 做得非常好 不货连九族 你咋还挺熬 我家娘娘的花果茶呢 但是谁也不能 总当这种冤大头 所以你们回去 也得跟娘娘说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帮着八殿下了 我之后还有的那些个点子 也要提供给别的殿下去 出风头了 这一场会面 赶在晚上之前结束了 为什么赶这个点结束呢 因为月斑斑 不想留他们吃饭 其实你可以把我留下来 我不吃饭 我就饿着 万一能饿死呢 到时候 你就说我是来替三殿下赎罪的 把我的死推到她身上 这辈子都不让她好过 做鬼我都不会放过她 我的好三嫂 你换个地方死吧 我们府上不想坏风水啊 去 楚王妃说她胆子小 成不了大事 气呼呼地走了 嗯 以前是我想差了 通过这次跟王妃您接触 我才知道以前我错得多么离谱 王妃放心 这次回去之后 我一定好好劝我那女儿 说什么也要让她 断了嫁给七殿下的想法 这离王府不是一般人能进的 只怕他人还没进来 我们家底都得赔光了 另外 感谢王妃大恩大德 还回了我家老爷的观印 我给王妃磕几个头 求王妃把白神衣 带回来的话都给忘了吧 我再也不敢说了 头就不用磕了 离我收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也不追究 也不犯护照 但如果以后再发生 那我自然也不会记着这次的赔礼 嗯 就是一把一利索 一次管一次的 下次再犯 并外再赔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王妃放心 再也不会犯了 绝不会再犯了 最后一个走的 是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称花 等所有人都走了 终于轮着称花了 月斑斑倒也不是谁都坑 她分得清楚里外人 于是见称花没走 便主动留称花 一起用碗扇 今日离王府的碗扇 准备的挺特别的 月斑斑要烧烤 姜末汁早就来称饭了 咸王府的饭早就不香了 她现在是宁愿花点银子 也想吃离王府的饭 以至于随从总是要提醒她 不能贵妃娘娘 那边的钱财往离王府流 三殿下那边也往离王府流 咱们这边还往离王府流 这种感觉就好像所有人 都在给离王妃打工 我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就是忍不住啊 离王府的饭它确实是香啊 于是一再地保证 最后一回最后一回 但她知道 下次还是会来 街上集 晚上 离王府 德权带着两位嬷嬷 一位奶娘 早早就在火堆边上蹲着了 麒麟卫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酒都备好了 陆婷云也带着嘴来了 还有那四个身份 相对尴尬的暗卫和侍卫 月斑斑也把他们叫来了 你们入了离王府 那就是离王府的一份子 我和七殿下都不是苛刻的人 不能光让马儿跑步给马儿炒 所以今日考养夜有你们一份 四人非常感动 还接了麒麟卫 亲自给他们倒的酒 从前就听说过皇上身边的麒麟卫 虽然跟我们一样 都属于安慰性质 但其实安慰跟安慰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一直都特别仰慕麒麟卫大哥 没想到今日大哥亲自给我们倒酒 实在是受宠若惊 酒不能白喝 饭也不能白吃 是要给钱的 嗯 王妃让你们参与进来 那是王妃仁慈 但你们也不能不懂事 毕竟你们几个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自己怎么回事自己心里的有点数 除非有一天你们说彻底跟夜贵妃决裂了 那七殿下和王妃如果能够既往不救 你们才算真正入了黎王府 真正成了黎王府的人 哎呀 别这样说 不好 多让人寒心啊 少要点少要点 没什么可寒心的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八殿下也在呢 八殿下说是不是这个礼 江墨之贼尴尬 送了那四人一眼 干点什么不好 非得干这种细作的事情 就因为有你们几个在 我来离王府蹭饭的底气都不足 而且我知道我七嫂是个好人 他不可能因为我来吃几顿饭 就坑我那么多银子 之所以他要那么多钱 主要也是因为你们几个 换位思考 我家里要是有别人送来的细作 然后我还得管那个人儿子的饭 我也生气 所以我那些银子出的一点都不冤 你们几个今天给点钱也一点都不冤 但这事我越想越生气 所以今日我的饭钱你们四个出 月斑斑觉得江墨之贼聪明了 直到就坑别人了 那四位心都凉了 碗里的酒瞬间就不香了 他们不想给银子 你们要是不给银子 那我回去就跟母妃说 说你们叛变了 说你们现在跟我七个七嫂可好了 什么都听他们的 已经不是我母妃的人了 不是我威胁你们 你们自己应该清楚 我母妃听了这样的话之后 会如何处置你们 当然 如果你们一辈子都不离开离王府 那我母妃可能一时万会也找不到机会下手 但你们能保证一辈子不出去吗 如果真的一直不出去 那离王府要你们何用 总不能一辈子扫地擦灰做饭缝衣上吧 这些事 少花些月钱 我们请到做得很好的 不至于花着暗卫的月钱 用你们这几个半调子 说实话 你们那些活啊 干得真不怎么样 对对 与其说是你们在给我七哥七嫂做事 不如说是我七哥七嫂一直在保护你们 你们自己想想 有多少时日没有给我母妃传消息了 不能传递消息的细作 那就是弃子 是没有用的 要是没有我七哥七嫂 你们早就死了一百八十回了 哪还能坐在这里有吃有喝的 不信你们问问你们这位麒麟卫大哥 如果他不能替皇上做事 或者皇上交代下来的事情 他完不成 那他的存在还有必要吗 不能替主子做事的安慰 此路一条 四人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不约而同的 顺着姜默芝的话去联想 越想越觉得姜默芝说的对呀 没有用的暗卫是要死的 所以是七殿下和王妃保护了他们 他们的命是七殿下和王妃救的 贵妃娘娘那头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 我们心里明白 在贵妃娘娘那里我们已经是四个死人了 现在之所以还能活着 那完全是靠着七殿下和王妃庇佑 承蒙殿下和王妃不妻 还愿意让我们做些理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想好了 从今往后我们斩断前程 一切过往全都忘记 一心一意替黎王妃做事 替殿下和王妃做事 若有恶心 天大雷批 这场面把姜崇华给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一会儿瞅瞅月斑斑 一会儿瞅瞅姜默芝 一会儿又瞅瞅麒麟味 渐渐的 他生出了一种错觉 他觉得黎王妃仿佛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这些人全部都是被骗进来的带崽羔羊 包括姜默芝 别看姜默芝在这儿巴巴地宰别人 但事实上月斑斑宰起他来 也丝毫不会手软 比如这顿饭 他知道月斑斑已经想好了 应该跟姜默芝收多少银子了 不过姜默芝说 让那四个倒霉蛋给出 那你给定个价吧 这顿饭的价钱 呃 这顿饭就不要钱了 不要钱 来给他们吃 不是你风格 他们一心一意跟着我 那我也不能连顿饭都舍不得 都是自己人 如今他们在我心里就跟德权他们几个一样 那我总不能也要全公公的银子吧 姜崇华觉得这里头有坑 所以呢 所以 方才他们说要斩断前程 那我琢磨着 既然要做个了断 就得了断的彻底一些 包括过去贵妃娘娘给他们的月银 都得上交出来 毕竟要跟从前说再见 肯定不能是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就再见了的 对吧 啊 贵妃娘娘以前一个月给你们多少银子啊 一个月无量 这么少 贵妃娘娘也太抠了 姜默芝脸都红了 她也觉得她母妃太抠了 贤王府的小子一个月都有三两月银 你说堂堂安慰一个月 你就给人家无两 咋想的 是不是隐瞒了 是不是听说我起早让你们上交月银 就故意忘少了说 想自己偷摸流点 真没有 不信你回去问贵妃娘娘 我们一个月就无量 不对 带头大哥有十两 但人家没来黎王府 还在娘娘身边呢 这事就是说破天去 也是一个月无量 听到没有 人家叛变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月无量 这不是寒碎人吗 我回去跟她说 让她改 对 改改 怎么这么整是留不住人的 杨终也考好了时 四个倒霉蛋的月银也上交了 月斑斑反映的点点头 大方的免了姜默芝今晚的饭钱 四个人从此以后也算是有了新价 月斑斑也给他们取了新名字 叫金木水火 接上级 这顿饭姜默芝因为不用给银子 吃得格外开心 我想搬到李王府来住 虽然这顿饭是免费的 但你如果搬过来住 房间是要收钱的 按照你七嫂的收费标准 那不管收多少 后面都要带上个万字 你想想你消不消费得起 姜默芝沉默了 她觉得她可能消费不起 作为今晚唯一的客人 春花真的是把存在感降到最低了 因为她害怕呀 她怕月斑斑跟她要钱 但好在月斑斑上有一丝人性在 没有跟她提银子的事 嗯 皇后娘娘的意思是 让王妃多进宫 多跟皇上见见面 就上回一起喝酒那种局 多足几次 您多跟皇上传授传授 怎么在躺平的同时 还能把银子给赚了 皇后娘娘要赚银子 她可是皇后 皇后还能缺钱啊 皇后怎么不缺钱呢 陶家不像叶家 要兵权有兵权 要学问有兵权的 陶家就是纯学问 没有别的本事 很是清贫 所以皇后娘娘的意思是 想存点私房钱 那她自己赚呗 为啥让我叫皇上 若大皇宫还不够皇后娘娘赚的吗 皇上他天天跟奸朝打交道 他能赚什么钱 总不能上朝收门票吧 哦 呃 也不是不能赚 这就相当于公司老板 享受员工钱 只要想办法 还是能收上来的 冲花离开 黎王府时 面上带着满意的微笑 黎王妃可太厉害了 她居然能想出班一场围猎 跟参与者收钱这种法子 还能想出在朝堂上找理由扣钱这种法子 甚至又想出重新定制朝服 让皇上从中拿回扣这种法子 看来今夜有必要跟皇后娘娘常谈 黎王妃传授的赚钱的法子可太多了 嘿嘿嘿 当北辞今日要去给月斑斑赔礼 还要忍痛送上手里的一座铁矿 殿下 咱们早点去吧 早去早回 毕竟快到晌午了 嗯 万一赶上午膳 黎王府还不留 就显得比较尴尬 那就用个午膳再去 不差这一时半刻 正好本王有话同王妃说 楚王妃依旧是丧丧的样子 坐在桌前 胆小的人 成不了大事 江北辞一脑门子官司 却拿着王妃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着餐桌上的银制碗碟 江北辞脑袋一抽一抽的疼 王妃进门的那天起 江北辞中过六字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 王府里所有成吃食的器皿 全都换成了银的 谁让家里头 有个一天到晚 想方设法弄死全家的王妃呢 多吃一些 冬日里天寒地冻的 你吃得少 身上就总会觉得冷 肠子以往会生病的 病死了最好 不要说其话 活着怎么也彼死了强 阿锦 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用过午膳之后 我就要去离王府送赔偿了 我知你与那月斑斑交好 你能不能同我说说 我该如何做 才能不再让他从我手里 坑走更多钱财 阿锦 我们是一家人 我的钱财就是你的钱财 与其被他坑走 不如你多拿一些钱 去孝敬岳父岳母 或者自己多买些衣裳首饰 怎么不比便宜了岳斑斑抢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不是啊 我没有衣裳首饰要买 你的岳父岳母 我也没有兴趣孝敬 那就算拿着银子 扔到大街上听个响 是不是也高兴 那我可以扔到 离王府门口听响吗 听完了让岳斑斑收起来 哼 阿锦 这么多年了 你能不能放过我 没有事我先走了 等等 有事 你教教我 如何能逃过让岳斑斑再坑一笔 江北慈 招人凡是一种病 你得去治 一会儿你出门找家医馆开贴膏药 用上药之后再到离王府去 岳斑斑就坑不着你了 如何用药 膏药怎么能对这个症 呵呵 那可太对症了 贴嘴上 一定要贴嘴上 不说话保平安 阿锦的意思就是让我少说话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不说不错 王妃果然还是爱我的 虽然提醒的隐晦了些 但也是提醒了 阿锦 谢谢 这一趟 她真的没有说话 全程都是随从在说 岳斑斑 看着沉默不语的江北慈 很快就明白了 她这是找了个嘴涕 贵妃娘娘那份 王妃也不用还回去 这份是我们楚王府另外赔的 请王妃一定收下 至于我家殿下说的那些话 王妃千万别往心里去 求求王妃了 我这个人挺大度的 没有什么事是一张银票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张 所以你家殿下骂我这件事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她肯赔偿 那我挨几句骂无所谓 反正就是有钱任性嘛 她有钱她怕什么 对不对 骂去呗 反正骂一次我收益一次 江北慈走了 月红才到了 又是狄青脸肿的月红才 甚至捅而瘸了 金木水火里的阿金 尤今是黎王府的侍卫首领 他亲自进来跟月斑斑汇报 月家大少爷是被人一路念着来的 一直念到咱们府门口才算完 属下看着念他的那个人也是高兽 应该是月府培养的安慰 之所以身为高兽 这一路都没念上月家大少爷 是因为那月家大少爷一路威胁 说你要是敢把我给抓回去 我就把我找二妹妹 是为了什么给大少爷说出来 月斑斑原本说好了 六字鞋取完之前不见月红彩的 但他不是好奇吗 他实在想看看瘸了腿的月红彩 于是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规矩 决定见月红彩了 接上级 二妹妹 哥哥不容易啊 哥让父亲给打了 腿都打折了 二妹妹快请白神医来给我看看这腿能不能治好吧 要是治不好下次我就跑不快了 这些可能就送过来了啊 二妹妹我可能在月家要待不下去了 他们都说我现在跟你是一伙的屋 说白养了我屋 说要打死我屋 二妹妹你要替我做主啊 对了二妹妹你不必为了阿屋 你好得真快阿屋 月红彩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月斑斑没怎么听清楚 因为月红彩脸肿了 说话吐字不清 月红彩身边还有个小四多宝 这会就当起了翻译 还具体讲述了月红彩取写词惊心动魄的过程 月红彩听得可认真了 还叫了江崇华一起听 离王府的一众吓人觉得故事难得 都到了前堂 要说月家也就唯有大哥哥声名大义 那让我见见白神医霸屋 让他给我制制屋 快过年了 按说年前师父已经没有开枕的计划了 罢了 回头我跟师父求个情 让他给大哥哥开刺专枕吧 就明晚 明晚你到神医府去 二妹妹 你真是太善良了屋 今日我瞧你气色不错屋 想必是千五的血的确有用屋 那我也算没白折腾屋 白神医就是厉害 他说怎么智能好就怎么智能好屋 你放心 后续的血我一定都会给你取来 就算父亲把我给打死 我做鬼也会去放千五的血的屋屋屋 那月千五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当真舍得 斑斑也是我的亲妹妹屋 在我心里 她的分量跟千五是一样的屋 何况这刷本就是千五先做的 斑斑都能让她取血 没道理反过来让她给斑斑点血就不行了 屋屋屋 月斑斑受不了这个屋屋了 她冲着月红才招手 你过来 二妹妹有什么事啊 不 月斑斑手指夹针 快速在她脸上扎了两下 二妹妹你为何抹我脸 我可是你的哥哥呀 他是在给你针去 让你的脸消肿 消肿之后就好好说话 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那句话她说的清晰多了 也没有疼得总想哭 总想呜呜呜了 要不怎么说二妹妹人美心善呢 大少爷真是个是非分明之人 是啊是啊 月大少爷是难得一见的好人 在大是非面前能够六亲不认 不是 在大是非面前能够大义灭亲 足见月大少爷人品贵重 这样的品质实在是太难得了 甚至在整个奉安城都在挑不出来第二个 何止凤安城就是整个东府也没有第二个月大少爷啊 嘿嘿 二妹妹你放心 当年乔夫人的事我已经在打听了 这边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哦对了 除了血 我这还有东西给你 哦 这些银票一共是三百五十万两 是我查了二十年前的账 大概估算出来的 目前一只乔夫人嫁到月府时 随着嫁状一起来的 还有一千万两白银 按说女人的陪嫁银子 男人家里不能动 动女人的嫁状那是要被人出几两股的 可是后来乔夫人不是过世了吗 那笔钱就被月家给消耗光了 真替父亲觉得丢人 花女人的钱 怕不是穷疯了吧 二妹妹心里肯定是难过的 但是希望二妹妹不要把当年的事算到我头上 我真的不想背这个锅 毕竟当年我还是个孩童 那些事情与我无关 当然 事情虽与我无关 却与我母亲有关 这些年我肯定也享受着乔夫人的嫁状了 所以我依然难辞其咎 上次我来送血 曾答应白神医 一定会好好调查乔夫人那些嫁状的留下 这几日我没放弃 一直都在调查 多少也有了些眉目 再有几日就过年了 我争取在年前给二妹妹一个交代 那就有劳大哥哥了 另外 大哥哥在岳府也要万事小心 父亲最是在做戏 可其他人却真的是在护着岳千五的 就连你的母亲 你也不要轻易地相信她 难不成母亲还会害我 不会的 他虽然对别人不好 但我是他亲生的儿子 他最多骂我几句打我几下 不会真的把我怎么样的 倒是父亲 二妹妹 你总说父亲是在做戏 可他打人真疼啊 他把我腿都打瘸了 要不是我挟持了千五 我都跑不出岳府的大门啊 我又真的懒你 就算你挟持岳千五 你也是跑不出来的 毕竟你不敢真的把岳千五怎么样 你能把他杀了吗 不能吧 所以父亲还是放了你一马 而我之所以提到你的母亲 大哥哥 我无心挑拨你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童岳千五是一个娘生出来的孩子 可是从小到大 你们的母亲用在你们身上的心思 谁得到的更多一些 他对你和岳千五 真的是一碗水端平的吗 他是不是总会跟你说 岳家今后是要靠着岳千五的 让你这个做哥哥的无论如何也要帮着千五 凡事都要以千五为重 岳红才沉默了 岳斑斑说的没错 岳家的确是以岳千五为尊的 整个安远侯府都知道 岳家的未来要靠着大小姐 只有大小姐最终走上那个位置 岳家才能够迎来最鼎盛的时代 岳红才从小也是这样被家里人灌输的 包括他的母亲夏南嫣 也会经常对他说同样的话 长久以来的洗脑 导致他在岳千五面前变得十分卑微 就像这两次取写 他其实都是先喝了几大口酒之后才赶的 酒壮熊人胆了 他就是个熊包 岳斑斑的话让岳红才心里特别难受 二妹妹 你为何这样残忍 我都替你取写了 你为何还要接我伤疤 我也是会难过的呀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唉 哥 我不是接你伤疤 我是怕你死在岳府 你以为那是你的身物 可是在他心里却只有岳千五 你是排在后面的 现在你取了岳千五的血 夏南烟不得跟你拼命啊 或许现在他没有什么行动 可是你怎么保证他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嘎了你 你说他要杀我 不会不会 他可是我亲娘 可是你动了岳千五 为了岳千五 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 大哥哥不相信也就罢了 总之一切小心 我严禁于此 岳斑斑不再说话了 德权明白他的意思 这是要送客 大少爷 请吧 爹上级 不能吧 我娘不能嘎了我吧 谁知道呢 这年头 为了利益 什么母不母 子不子的 南岳家的老夫人 还是咱们家王妃的亲祖母呢 人家都说隔北亲 可你看他们亲吗 岳红才打了个机灵 岳想岳觉得岳斑斑说的对 岳想岳觉得夏南烟想让他死 小斯多宝丸走了几步 悄悄凑到岳斑斑跟前 抛了一张银票出来 大夫人给的请二小姐转交白神医 让白神医规劝规劝大少爷 原本只是劝大少爷走正路 现在又加了一条 让他放过大小姐 这也太少了 不少了 如今岳斑的好东西都快被大少爷给偷光了 今天拿来的那些银票还是从老夫人屋里偷的 大夫人那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 那你明天直接给白神医呗 给我干什么 王妃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这银票就算给了白神医 那最后不也是到你手里吗 小的都看明白了 白神医他就是在给您赚钱呢 他说到这儿 还看了姜崇华一眼 见姜崇华面色不善 赶紧又把目光收了回来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银票小的送到了 至于劝不劝的 无所谓吧 但小的那一城的分城是不能少的 王妃记得让白神医给我 不说了大少爷走远了 多宝撒腿就往外跑 看似去追悦红材 实际上是被姜崇华的眼神给吓着了 不然斑斑这会儿也注意到姜崇华面色不善了 怎么了 刚刚那小四话里的意思 是说爱妃 你给本王戴绿帽子 这话一出 还没来得及走的一众人等 赶紧走 生怕见一身险 你一个人坐拥两个媳妇 可男可女 我还没生气呢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别听别人说什么 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己的快乐自己知道 讨厌 讨厌死我了 就你醉皮 仗着自己年纪小 皮下很开心是吧 是挺开心的 开心不好吗 姜崇华 人生已经很无趣了 你在这里王府里躺了那么多年 没有人天天陪在身边同你讲话 也没有人在你跟前嬉笑玩闹 那么无趣的过往 就别留恋了 人活着还是得热热闹闹的 咱们得过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姜崇华 你就告诉我 现在的日子你开不开心 开心 我也开心 我嫁了个特别特别好看的夫君 每天只要看到你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姜崇华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得在过年之前把你的腿给织好 咱们大年要好好的走进皇宫 让那些人都看看 什么叫做折仙离世 话刚说到这儿 德权送完月红才回来了 一进来就听到月斑斑在这儿夸自己男人 王妃啊 可不好把七殿下往外嘚瑟 那外头盯着我们家殿下的小姑娘可太多了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喜欢我们家殿下 你不怕他们跟你抢啊 姜崇华 你怎么说 纵是全天下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 我眼里以为你一人 月斑斑 自信一些 没有人比你更好 当晚 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因为在离王府实现了月斑斑的鬼话 以至于月红才根本不敢睡觉 生怕夏南燕半夜偷偷摸进来拧他脖子 但无奈怕什么来什么 夏南燕还真在半夜摸了进来 在榻上 躺着没睡的月红才害怕极了 红才 你别怪母亲 母亲也不想的 可是我不这么做不行 因为你要害千五 千五是咱们家的希望 也是我的希望 我没有什么都不能没有千五 咱们日后的富贵荣华可都要靠着千五呢 红才 你忍一忍 忍一忍就过去了 不痛的 乖 月红才感觉有东西错进自己的脖子 他都能感觉到杀气了 他再也躺不下去了 熬的一声叫了出来 然后猛的起身 这样子 正好撞在夏南燕的刀刃上 脖子直接被割出一道斜口子 激烈的叫声 两名暗卫赶紧上前将自家组织互助 同时警惕地看向夏南燕 我没有 我没杀人 红才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你快起来 地上凉 你脖子上的血还没干呢 别浪费了 快给我装一些 月警戎匆匆赶来 一眼就看到夏南燕提着一把沾着血的刀 刀尖还对着坐在地上的月红彩 那样子像起了一个要杀死亲生儿子的恶魔 怎么回事 二妹妹说的没错啊 父亲 母亲真的想嘎了我 父亲一定要救我啊 在这个家里 就只有父亲能救我了 这个妇人实在是太毒了 若是她的亲生儿子 可她却要嘎我 父亲 她要嘎了我啊 我要是嘎了 您可救 绝后了 月警戎老子嗡了一下 结果这两个字狠狠地刺激了她的神经 这要是哥在以前 她一点都不在意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她病了 她不举了呀 月警戎想想就委屈 来人把大夫人关进柴房 再请哥大夫给大少爷看伤 不对 接上集 四日 月斑斑换号了 白神医上线了 江崇华也跟着去了神医府 今日神医府的主要任务 是给月红才支腿 而且破例约的是白天 可惜月红才没来 大夫人已经被关进柴房了 一时半会的 咱们是别想从她那儿赚银子了 好好的一个冤大头 她怎么就自毁前程呢 对了神医 左小的给了离王妃一张银票的事 您知道吧 知道 就是给你的提成 可惜了 这银子短时间内可能就赚这一笔了 也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能消气 再把大夫人给放出来 虽然我也不喜欢大夫人 但如果她被放出来了 能赚到银子 那我还是挺愿意让她出来的 她说完这话 又瞅了边上的江崇华一眼 离王妃这个日子过得确实是有点精彩了 王妃跟白神医不亲不楚的 眼下七殿下 又跟白神医挨得这么近坐着 看起来也不亲不楚的 怎么是你来的呢 你家大少爷呢 多宝这才把昨天夜里岳父发生的事讲了出来 小的是出来给大少爷抓药的 大少爷让小的往神医府跑一趟 汗宁空等 要说这里王妃还是厉害 几句话就把岳府的事儿给点得透透的 说大夫人要杀亲儿子 她还真就大半夜的摸过来杀了 福气 不过神医啊 有个事儿可能得缓缓 就是取血的这个事儿 眼下大少爷真的是一身的伤 他实在是没有力气跟大小姐那边搏斗了 老爷派了暗卫守在大小姐的院子里 别说大少爷了 现在就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呃 这不是跟王妃说不说的事 而是王妃的身体等不得 昨天的血就已经是延误的了 你们看到王妃精神头儿不错 那也是太硬撑着的 如果后面再接不上 怕是 怕是王妃又挺不住啊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血给本王取来 你看 七殿下生气了 那这事儿就没得商量了 血还得取 哎 我最见不得七殿下生气 你看他这张脸 对吧 你能忍心吗 我有什么可不能忍心的啊 他脸再好看我也不愿意看男人啊 是 不忍心 不忍心 可不忍心能怎么办啊 白神医宁给出出主意 大小姐那个血 我们怎么才能取出来 呃 按说这事儿我不应该管 但谁让你们家大少爷那么没用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再不点点他 怕是黎王妃的病 真就没得治了 哎 那可是我唯一的徒弟 那神医打算怎么个点法 来 你走过来一点 我和你细说 这天傍晚 安远侯府迎来一位贵客 据说贵客来自白仙冠 是一位得到高人 这贵客是谁给请进来的呢 是岳景荣 说来也是巧了 今日下赏 岳景荣去吃了顿酒 因为最近家里事情多 这酒一沾上就容易收不住 喝得多了些 外头吵吵嚷嚷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子 一直哭闹 家里人本来要报到医馆 瞧病的 结果半路遇到一位盗人 那盗人说孩子没病 只是撞了鞋 他给那小孩脑门上 点了个红点 孩子很快就不哭闹了 那家人感激盗人 一个劲的磕头道谢 还有一名女子 因为未婚妇悔婚 变得痴痴傻傻的 今日又闹到街上 他娘劝不回去 结果盗人在街边 淘了一碗水 手指在里面点了几下 让女子喝下去 女子立即恢复了神志 乖乖地跟着他娘回去了 街上人觉得盗人很厉害 都在邀请其到自己家里去坐坐 看看自己家中有没有邪碎 就这么搞 月景荣把盗人带回了岳府 我们家以前不这样的 所有人都很正常 可最近这几个月 也不知道怎么了 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 有时候连本侯都会恍惚 会觉得有些 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像是真的发生过一样 昨晚我的大夫人又出了事 不怕高人笑话 她居然提着刀要去 咬自己的亲生儿子 您给瞧瞧吧 也是府里进来了脏东西 凡请先生一定给好好看看 我们家最近就是中了些 要不然不能一个两个的都发疯 去把大少爷叫来 让高人给看看 无量天尊 听到一见府门就觉得 这侯府里头味道不对 好像有一股血腥味在徘徊 久久不散 不知府中近日可遇到什么血光 果真是高人啊 景荣 你可跟高人说过 红材放千五血的事吗 还没来得及提起 道长果真是有道行在身的 不瞒道长 近日我家那大儿子 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居然要放他亲妹妹的血 且已经成功放了两次 不知您所说的血腥味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 放血 请大少爷一见吧 总要见了才知真相 月红材很快就被叫到前逃 走路还一瘸一拐着呢 脖子上还缠着棉布条子 隐约透着血 这是何故 这就是方才本侯说的 昨天夜里被他母亲割的 嗯 杀 父亲 我没有中邪 住口 没有中邪 你怎么可能去放千五个血 那是因为 确实没有中邪 咦 道长说他没有中邪 可他所作所为全部正常啊 的确没有中邪 且非但没有中邪 大少爷反而一身正气 说着 他还出了前堂 走到院子里看星星 嗯 大少爷的本命星近日正在上升期 所行之事应该受到夹奖 且有重赏 确实因为一些事情受到了皇上夸赞 但要说重赏 那就没有了 除了口头夸 一点实习表示都没有 不应该啊 真不应该啊 一边说 一边又抬头看星星 呀 竟是有东西将大少爷的本命星给拦住了 这是什么东西呢 对了 就是这府里的血腥味道 听到没有 就是因为你取了千五的血 现在连你自己的运势和前程都被拦住了 真是得不偿失啊 童财 你图什么 童财也愣住了 真的是这样吗 他看向道人 道人就促进了他 不停地闻他身上的味道 还把他的手抓起来仔细翻看 不对 不是你取别人的血 问题也不是出在你身上 是这座府邸 这座府邸欠下了血债 至今未还 这笔血债挡了你的路 让你原本可以借着这次本命星上升的机会一飞冲天的 可惜 全完了 可惜了 这样的机会近几年都不会再有了 除非 除非 除非什么 一个男孩子谈什么一飞冲天 他又不能当 要说一飞冲天还得是女子 只有女子有机会在保住家族荣耀的同时能够攀上高位 飞也飞也 风猴败相 意识冲天 风猴败相 老夫人迷茫了 月红才有那个本事吗 她学问行吗 看着老夫人向自己投来怀疑的目光 月红才特别不高兴 合着你们就是瞧不起我 我算是看明白了 在这个家我就是最不招人待见的一个 母亲母亲看不上我 父亲父亲不信任我 祖母觉得我干啥啥不行 难不成我这些年做学问都是白做的 我这些年读的书都是白读的 明年春威我还要下场呢 你们怎么就知道 我不会在电视中金棒提名一举夺魁 能吗 不能吗 对 现在是不能了 因为我们家挡了我的运 您说的血债 指的是什么 不知 这只能问问您自己 那要是把血债还了呢 债还了 大少爷的运势自然就会好一些 但此番已经挡了 肯定还是会有影响 尽早还了吧 欠债不还就算到了阎王那 也是要受罚的 我与你们安怨侯府的缘分就到这了 再多的你们也莫要再问 记得频道说过的话 血债早还 全家平安 一日不还 一日不得安宁 接上级 四日清晨 月前五又被放了血 这次不是月红才动的手 是府上一位客卿大夫动的手 携取了一坛子 大夫将坛子交给了月红才 嘿嘿 月红才叫上多宝 立即就要往尼王府去 上马车时 多宝慢了一步 偷偷递给车夫包好茶 是多宝答应给车夫的好处 原因是 昨日车夫把街喉叶回府的活让给了他 白神医是真有招 居然能想出这种主义 匡骗月府的人 如今事情办妥了 白神医说了 见到离王妃之后 会有重伤 如此 一连四日 月红才偏偏偏往离王府送洗 这事终于闹到全京城街质 离王府 月斑斑这会正窝在江崇华怀里看书 江崇华在单手披折子 麒麟卫在边上站着 怎么看 怎么像一幅昏君和妖后的画面 但好在君王还知道早朝 还知道批折子 等等 不对 折子本来不应该欺殿下批的 皇上真是越来越白了 皇后娘娘又派人来催王妃进宫了 只催王妃进宫 没说让本王也一同进宫 怕是娘娘已经忘了还有您这号人 一心只想着王妃了 别说皇后娘娘没让您进宫 就连锦妃娘娘也没有提起过殿下 每每见到他们 听到问的最多的都是王妃过得好不好 王妃赚到多少银子了 王妃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吃食 没错 越斑斑会做饭的手艺已经传到皇宫里去了 是江墨之泄露的秘密 当然 它也不是为了泄密 它主要是为了显白 明日我进宫一趟吧 眼瞅着要过年了 是应该进宫去问候一下父皇和母后 咱们一起去 走之前看看夫里还缺什么 这次进宫一起都拿回来 麒麟卫在边上听着这话 总感觉越斑斑进宫 像是去上货 我记得宫中有几颗很大的夜明珠 只需悬一颗在屋顶 整间屋子都会被照得十分明亮 不如跟父皇要上一颗两颗的 拿回来装饰一下屋子 还有没有别的 我多年未在宫中生物 宫宴也从不参加 不太知道宫里有什么 你常在宫中行走 应该知道宫中近年来都得了什么好东西吗 你们两口子连吃带拿 真是一点都不手软啊 看起来也是一点都不口软 有好东西 有去年西域进贡来的宝石 虽然不算大 但都是一套一套的 特别好看 皇妃肯定能喜欢 还有前年高地送来的金光纱 据说放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 做成衣裳特别好看 行 都记上 回头一遍要来 对了 那金光纱没有赐给后宫吧 给了皇后娘娘一些 但皇后娘娘觉得太闪了 不符合她庄严的身份 就一直放着没用 也给了警妃一些 但警妃前些年身子不好 哪有心思做衣裳 就只有贵妃娘娘真正使用了 她用金光纱做了一件衣裳 光彩夺目 至今都没有人超越她那次的风头 被人用过了呀 那我就不想做成衣裳了 不如用来做车厢的帘子吧 门连窗帘都用它 阳光一照金灿灿的 要好看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那明日我们就把剩下的金光纱都要来 家里的公车和马车都要装饰一下 你俩也太损了 人家穿在身上的料子 你们拿去做车帘子 叶贵妃知道还不得气死啊 知道叶贵妃生气是什么后果吗 这么多年皇上都不敢招惹叶家 生怕一个尺度没掌握好 叶大将军在边关打两次败仗 那损失可太大了 你俩倒好 无所顾忌是吧 把人往死里得罪是吧 可惜这两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觉悟 他们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 特别是月斑斑 他甚至还想着顺带在坑顺飞娘娘一把 顺飞娘娘最近都没找我治病了 这个月的真还没失呢 他现在应该是喜脉的节奏 毕竟你开价太高了 他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那唐家呢 他怎么不跟唐家要钱 他跟唐家的关系不是很 现如今唐家的老夫人不是他生母 当朝左相是如今这位老夫人生了海 跟顺飞不是同母 所以他二人的关系也没有那么轻 最多算是合作关系 维持表面的和睦吧 顺飞一直记恨唐家的老夫人 认为是他的存在才让自己生母早顾的 但事实上当年他的生母确实就是病故 跟后来这位没什么关系 所以唐家也不能给他出这笔银子 甚至他都不想这事让唐家知道的太清楚 哎 那就没办法了 我给过他机会 他自己不珍惜 我能怎么办呢 听闻顺西空常见都是冷冷清清的 皇上也不去皇后也不理 哎 这怎么行呢 总为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们连孩子都生了 还住在一个大院里 总不见面多不好 明日咱们帮着说和说和 让皇上去看看顺飞娘娘 顺飞娘娘一定会很高兴的 说得有理 那明月就这么办吧 麒麟未觉得这两口子是魔鬼 但是他也想加入魔鬼的阵营 皇上也不能白去 为了体现皇上对后飞的关怀 带个太医去给整整脉吧 顺飞娘娘一定会很高兴的 那就这么定了 咱们明日一早就出发 去见顺飞 为的可不仅仅是银子 还有一笔账 要跟顺飞好好清算清算呢 今天上集 四日 皇宫里 长秋宫 斑斑啊 饺子这种东西逢年过节就能吃 没什么新鲜的 本宫还是惦记着你那口辣的 你能不能给本宫再做一回那个水煮鱼啊 水煮鱼什么的 下次 今天这炖饺子跟您平时吃的也不一样 主要是馅料不一样 我亲自办下 用的食材也是娘娘您从来没吃过的 什么食材 虫子 那种大青虫 残宝宝变的 给娘娘留条生路吧 娘娘带您不保啊 正因为母后带我好 我才把这么好的东西拿来跟母后分享啊 母后您看 这都是刚从桑叶上拿下来的 新鲜着呢 我不骗母后 这东西真的好吃 而且营养丰富 堪比燕窝 这东西吃了之后 还能延缓人体衰老 皇后看着袋子里的那些大青虫 人都麻了 要不你拿去给叶贵妃吧 你说的这些好处 她能信 母后不信我 这真的是好东西 我不骗母后 母后信你 母后不信谁 也得信你啊 但母后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你就饶了母后吧 母后现在为李翻江倒海的 早膳怕食药留不住了 不如今日晌午 你就在蓝台宫用膳 母后想去躺会儿 我不去蓝台宫 今日就是来看母后的 去蓝台宫干什么 既然母后接受不了这个虫子 那我这就叫人拿回去 晚上我们离王府自己吃 赏屋换个虾 用虾吧 虾屋也带了 桃皇后没吃过虾包的饺子 不过虾比虫子正常多了 她点点头 总算同意了 这时 长丘宫有个大太监走了进来 一脸的不高兴 娘娘 刚得到的消息 皇上一散朝 就去蓝台宫了 还说要在蓝台宫用武膳 让长丘宫这边不用准备了 真是想想就生气 皇上要留在蓝台宫用武膳 那可真是太好了 斑斑啊 听话 赏武去蓝台宫用膳吧 把你带来的东西拿到蓝台宫去 再把你先前对本宫说的那些什么延缓衰老之类的话 再跟叶梦书说一遍 他跟本宫不一样 他那个人特别注重保养 你只要把好处给他说到位了 别说是虫子 就是使他都能吃 放心的去吧 本宫赏武就吃韭菜虾热馅 好东西留给叶梦书了 今日的蓝台宫特别热闹 不但皇上来了 八殿下也来了 七哥七嫂 没想到在皇宫里还能看到你们 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叶贵妃一如既往的热情 比起从前的虚情假意 这次的热情就显得有些真诚了 刚刚皇上夸他了 说他最近面色红润有光泽 整个人看起来都年轻了许多 叶贵妃觉得这都是花果茶的功效 所以一见了月斑斑 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皇上有高兴 他这会儿盯着月斑斑手里 拎着了一个兜子 眼睛都直了 包饺子吗 是不是拿进来包饺子的 父皇 若儿喜说是打算养起来 吐司作备 你信吗 必须不信啊 这好东西不吃 等着吐司作备 那不有病吗 赶紧的交给小厨房 让他们剁了保险 正可馋死这口 叶贵妃好奇他们说的是什么 凑上前看了一眼 母妃 母妃您怎么了 怎么晕倒了 传太医 快传太医 姜末之守在夜贵妃踏边 一脸焦急 老皇帝跟月斑斑 还有姜崇华留在外家 三人喝着茶水 说这个事 是不是他自己错过来看的 我没主动让他看吧 是他上赶着的 未经允许 私自看了我们的东西 所以他晕倒是他自找的 跟我没有关系 确实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需要如此谨慎吗 不就是晕倒 又不是死 他总不至于拿给晕倒来碰刺 万一呢 凡事都要防备个万一 毕竟他是贵妃 我只是个王妃 官大一击压死人 何况他背还大 万一他铁了心要讹我 那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所以你们得给我做个见证 是他自己装上来的 跟我没关系 朕给你作证 的确跟你没关系 再说了 哪有人胆子这么小 一袋子青蚕就吓成这样 朕还没说油炸蟑螂呢 自己不行 就别怪鹿不平 那既然皇上都这么想 我就不怕了 拿到小厨房去吧 少用这个包饺子 这玩意就跟肉一样使用 洗干净就剁成肉泥 加点葱花调料就行 王妃 求您了 饶了蓝台宫吧 我家娘娘虽然以前手伸得长了些 可自打您入了黎王府 加强整顿之后 他的触手就都被您给砍了呀 现如今他也算是王妃您的财神爷 您哪一次到蓝台宫来打秋风 我家娘娘没有乖乖的把银子奉上啊 您为何还要这样对我家娘娘 您不明白顾客至上的道理吗 您把他给折腾没了 对您有什么好处 可再没有像他那样 人哪什么钱多的主了啊 人傻钱多吗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哦 我认为贵妃娘娘是很有智慧的人 她能明白钱财乃身外之物 但用钱财换来的好处确实真是有用的 她是我的顾客没错 但我从来也没有到蓝台宫打秋风的意思 我想要钱 外头有的是人给我送 我之所以拿贵妃娘娘的钱 是因为我想把真正的好东西带给贵妃娘娘 你就扯吧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可你今天做的真不对啊 王妃把那些虫子收一收吧 我家娘娘最怕虫子 朕好不容易遇着一样爱吃的 你们为什么不让朕吃 这万一你看他像虫子 他实际上也确实是虫子 可他是能吃的虫子 明白吗 这东西真的能吃 而且特别好吃 你们要是实在不敢做 那朕就亲自做 你跟着朕一起下厨 行 奴才跟皇上一起去 这万一奴才也馋 你去不去 去啊 我亲自办线 回头让人把赶好的饺子皮拿到屋里来 咱们一起包 就当提前过年了 演练一下包饺子的手艺 省得太生疏过年的时候包得不好看 上级 娘娘就是吓着了 受了惊 所以才晕倒 微臣给娘娘开了醒脑的药 娘娘这回已经醒了 但看样子还是有些害怕 不停地问黎王妃走了没有 哦 我怎么可能走呢 我正给娘娘包饺子呢 正也包呢 爱新鲜呢 礼物的叶贵妃都听见了 她开始胡思乱想 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在边关打了败仗 又或是通敌了什么的 以至于皇上想在宫里泄愤 把我给弄嘎 可弄嘎就弄嘎 我堂堂贵妃 嘎也应该嘎得有尊严 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害死我 到底多大仇啊 去跟皇上说 请赐本宫一杯毒酒 或是三尺白铃 她想让本宫嘎 本宫嘎就是了 用不着使这种手段来祸害本宫 哦 娘娘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您都得好好活下去 您还有三殿下和八殿下呢 老三不提也罢 母妃 儿子觉得您可能是想多了 以我对七嫂的了解 她不会无缘无故对您下死手的 莫儿啊 你还是太年轻 你不懂啊 她不是无缘无故 而是从前我把手伸进了黎王府 她这极有可能是在蓄意报复啊 可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皇上的态度 皇上居然帮着掠斑斑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皇上想让我拔 一瞬间 叶贵妃都把自己的身后是挠不好了 我嘎之后 你不要难过 去跟你父皇认错 叶家这个靠山是把双刃剑 成也是他们 败也是他们 所以你不要单纯的依靠叶家 你姓家 皇家才是你最大的依账 你跟你父皇说 不管叶家做了什么 都不要怪到你头上 你是无辜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好好的跟着你七哥七嫂学 要上进 要懂事 要为国为民 只有这样 你才能有登上皇位的希望 叶家就算受死了 那也是个骆驼 别比马大 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地位 如今将是皇族 彼此经商 无心皇位 能与你争一争的 也就是唐家扶持的六皇子 但只要你利用好月斑斑 他就能帮着把唐家坑到深谷里去 让他们爬都爬不出来 叶贵妃在屋里念念叨叨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月斑斑和老皇帝都进来了 俩人蹲在他边听呢 老皇帝一边听一边感叹 你这么厉害啊 我这么厉害啊 你的能力都得到了贵妃的认可 可见你是真的牛逼啊 父皇 叶家真的出事了吗 是我大舅舅在边关做了什么吗 没有啊 那是叶家其他人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吗 也没有啊 那父皇为何 朕到底干什么了 是啊 皇上到底干什么了 姜牧师你快给我讲讲 皇上到底干什么了 是啊 父皇没干什么 但是我母妃觉得你们想让他嘎 你给讲讲吧 讲讲那些虫子到底怎么回事 要不嘛 虫子在这里呢 我们要用它们来包饺子 可香了 上午咱们一起吃 本宫可以吃 但是请你们放过我的木耳 在吃东西这件事情上 我哪次骗过你 猪大肠不香吗 香 母妃 您真的是想多了 七嫂只是又创新了一种吃食 她经常在吃食上有创新的 猪大肠什么的我们也吃过 那玩意还是装猪式的呢 原来他们早就对你下手了 他们居然逼迫你吃猪肠 那不是逼迫啊 那玩意好吃啊 母妃您相信我 真的好吃 人间美味 我七个都吃了 所以我相信 七嫂拿来的虫子也是好吃的 而且那些虫子剁碎了以后 已经不像虫子了 像肉 叶贵妃听下去了 剁碎了三个字 彻底击碎了她的心理防线 香妃就叛气 月斑斑却不气馁 她把对皇后讲的那一套 又给叶贵妃讲了一点 清残的所有营养价值 讲得特别全面 还添油加醋 从里到外给叶贵妃分析了 这东西珍贵得很 我弄到一些也不容易 所以轻易不给外人吃 也就是进宫了才舍得拿来一点 要不然都要留着给七殿下补身子的 本宫这辈子别的不怕 就怕虫子 斑斑 你这真的是在要本宫的命啊 可她不是虫子啊 她现在的长相已经跟虫子没关系了 你只要不想 就绝对吃不出来虫子味 这么的吧 咱们先包 娘娘先躺着 等饺子包好之后 您就当是皇上刺的毒药 吃一个 咱们吃一个再说 月斑斑拉着老皇帝回去包饺子了 姜墨汁坐在榻边上 给叶贵妃解心解 就算有虫子味 可只要我七嫂说的那些功效是对的 那吃点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母妃就当她是药 那药还能有好味吗 其实药材里头也有虫子的 只不过都碾成了粉 看不出来罢了 母妃仔细想想 是不是药材里头也有虫子 妈 叶贵妃真的顺着她的话去想 头脑也清醒了一些 今日这事儿 回想一下 的确是自己小题大做了 月斑斑可能真的只是觉得 那东西有很多功效 这才拿来给我尝尝的 毕竟皇上要真想让我难的话 也不用费这个劲 直接一道圣旨下来就完了 多跟我起扫打打交道吧 掌掌见识 其实儿子现在已经很有见识了 吃虫子这种事我都不带怕的 而且母妃 我认真的再说一次 猪大肠真的很好吃 跟月斑斑在一起 那不叫长见识 那叫找刺激 月斑斑到底能不能干点人事儿啊 今儿这顿功效极佳的饺子 又要收我多少钱呢 但月斑斑这次可要失算了 那东西可是虫子 就算有再强大的功效 只要让我见到了活体的 我都不会吃的 人都有天敌 我夜梦说的天敌就是虫子 月斑斑想用虫子 上我这来赚钱 没玩儿 姜默知不知道 她母妃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她知道 无论在想什么 都算计不过月斑斑 只要是月斑斑认准的事儿 那就没有办不成的 甭管多离谱 到了月斑斑那里 都会变得十分靠谱 哎 就是这么神奇 接上集 娘娘 尝尝 本宫可以吃 但是月斑斑 本宫自认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唯一的那么一次 也被你给还回来了 本宫不知道你 为何执意要疼本宫过不去 但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有来有还 这事总会报回去的 怎么就不听劝呢 我好心好意给你好东西吃 你不吃也就罢了 还威胁我 怎么着 初一你打不过我 十五就能了 半个月的功夫 你能出息到哪去 这话不是这么理解的 月斑斑你是不是有毛病了 就说吃不吃吧 你不吃我们可就都吃了 一个不给你留 真有意思 这好东西 我连皇后都没舍得给 想着它是大补 合着你先吃 这也是看八殿下的面子 怎么好心没好报呢 皇上都吃的东西你不吃 几个意思 叶贵妃复死一般 把饺子塞到了嘴里 截经干扰之后 渐渐的 叶贵妃的表现 有点不一样了 这味道 似乎还行 有些吃的东西吧 你不能仔细去想 就好比猪肉 大家都吃习惯了 可要真的把一头 活猪拉到你面前 跟你说一会儿吃的就是它 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是啊 也吃不下去 所以不能看活着的时候 得看做成食物 是什么样子 斑斑了 本宫刚刚那样说你 现在想想实在是惭愧 你会怪本宫吗 不不 本宫不该这么问 换了谁 心里都会不高兴的 本宫应该直接给你补偿 这样才显真诚 叶贵妃的确够真诚的 直接叫人给月斑斑拿了一盒子珠宝 月斑斑乐呵呵的收了 然后热情邀请叶贵妃一起吃饺子 餐桌上 老皇帝开始给叶贵妃洗脑 这可真是好东西 一般人都弄不着 但是斑斑有本事 他就专门能弄到这种好东西 你来说说 青蚕这种东西 是不是营养价值非常高 是不是能吃的 皇上说的没错 青蚕此物可食 且其确实有补义气血 强腰撞肾 还能延缓衰老的功效 老皇帝继续 KTV夜贵妃 以后可能还要给皇后送一些 毕竟她是皇后 你那个花果茶的事 皇后一直放在心上 总想着也弄些差不多的东西 补补身子 她是中宫 朕不能太厚此薄饼 所以这精彩 就让斑斑留给皇后独自享用吧 皇后出多少钱 出钱 收钱的 当然是收钱的 而且还挺贵的 要是想独自享用 那就跟买断花果茶也没什么区别 不知道母后那边 住不住的挤着饼银子 当然 她是弃殿下的养母 我们得知恩图报 给皇后娘娘的价钱自然会低一些的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斑斑更不能放着银子不赚 不如这次的清残 还是给本宫吧 本宫出跟高配版的花果茶一样的价钱 那可是一千万两黄金啊 叶贵妃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臣妾没有那么多钱 都是东拼西凑 还得变卖首饰 能借的都借到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何况臣妾爱美 也是为了取悦皇上 希望皇上能理解臣妾 哎 当着孩子的面 说这些干事 你们后宫的事 朕不想参与 既然你说能给那么多钱 那朕也不好拦着斑斑的踩路 罢了罢了 朕就不替皇后争取 在美丽这方面 皇后输了也就输了 朕不会嫌弃她 啊 自己这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皇上到底什么意思 不嫌弃皇后 那就嫌弃我呗 皇后怎么样都能被喜欢 不非得花大价钱 让自己变美 才能博皇上一笑 怎么越想越憋屈呢 我 颜丑的叶贵妃不太高兴 月斑斑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别在意那些细节 东西拿到了才是正经事 美丽和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跟男人其实没什么关系 八殿下奶人钟龙凤 啊 未来不可限量 您就是冲着她 也得好好保养自己 相信我 八宝压在儿子身上 比压在自己男人身上 可强多了 斑斑说的没错 木儿最近确实争气 哦 对啊 我儿子以后 可是要做皇帝的 到了那时我就是太后 这钱花个值 叶贵妃高兴了 但月斑斑不干了 清财的价钱 怎么能跟花果茶一样呢 嗯 你就算到外面去买 那也不可能是一个价啊 娘娘您可别忽悠我 一千万两黄金我不卖 谁能忽悠得了你啊 从来不都是你忽悠别人吗 你把我身边的张默默忽悠的 到现在 还天天在榻上躺着呢 嗯 本宫手里确实没有多少钱了 就这还得变卖点东西才能凑齐 斑斑你能不能少要些 姜默芝实在看不下去 她母妃被忽悠了 要不就别买了 实在想吃 偶尔买个新鲜就行了 买断什么的 没多大意义 就是就是 你一买断 别人就没得吃了 真还想吃呢 真也想强身健体 也想延年一寿 你总不能把朕的知识也给断了 你想朕早点嘎 臣妾怎么会盼着皇上早点嘎呢 臣妾巴布得皇上万岁万万岁 再说了 只要臣妾拿到了那东西 皇上什么时候想吃 只管到兰台宫来 是这个礼 贵妃娘娘总不能少了皇上一口吃的 到时候年二位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这件年轻 说不定还能再给皇上添一位小殿下 小公主也好呀 儿女双全 最合适不顾了 娘娘您想 将来您要是有了个小女儿 那就是东夫皇室最小的孩子 您放心 到时候我帮您跟皇上说 让她保证绝不让小公主远嫁 小公主长大之后就嫁在京城 你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 多贴心啊 那斑斑 你到底要多少钱 这样吧 我也不为难娘娘 就还是一千万两黄金 但额万您再送我两个京城的铺子吧 我想开馆子 哦对了 还有金江那个园子 娘娘要是能出银子给重新修整一番 那就更好了 不过那庄子也不是我的 是巴殿下的 您投了字也是投在自己儿子名下 不愧 既然是投资 那是不是本宫会有分红 娘娘您还想赚自己儿子的钱啊 那庄子我都说了 是在巴殿下名下的 您知道娘的怎么好意思赚儿子的钱 是本宫想岔了 本宫不能赚自己儿子的钱 娘啊 你就是被忽悠的命 怪也怪 越翻翻死死地拿捏住了她的命脉 又是儿子又是皇上 又是未来的女儿 哪一个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想不上当都难 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是自己 那可能也得上当 所以也不怪母妃了 这玩意也不能多吃 不能像花果茶一样天天喝 我每隔五天给娘娘送一次货 每次货货 您跟皇上一起吃一顿 另外我还会给娘娘配一份菜谱 青餐这种东西不止可以包饺子 还有很多吃法 保证让娘娘吃得好 还不单调 至于价钱 你自己就算一百两吧 毕竟肉跟花果啊的 价钱是不一样的 父皇也是有福之人 贵妃娘娘愿意花这么多钱与您共享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可见贵妃娘娘对您当真是情深义重 也是真心的想要与您天长地久 父皇 您可千万不能辜负贵妃娘娘啊 您也要好好栽培巴殿下 让巴殿下成为一个对东府有用之人 哦 木儿 今后你多到靖心殿去 朝堂上呈上来的那些折子 你也该看一看 你不晓了 不能总做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 朕知道那些事对你来说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你是东府皇子 就必须要担起皇子的责任 总之 跟着朕好好学吧 姜茂知年了 他不想学朝政 他就想学写书 但叶贵妃高兴了 今儿这钱可真没白花 值 太值了 接上级 蓝台宫 今日的赢家 叶贵妃自认为是自己 她不但拿到了清残的独家享用权 还听到皇上亲口说 要好好教导她的儿子 叶贵妃觉得 月斑斑就是她的贵人 木儿啊 你得听话 你父皇说的话 你得往心里去呀 母妃知道你还年轻 玩心大 但也没说不让你玩 只是让你在玩的同时 也能抽出些时间 跟你父皇学习学习 如何李朝政 你虽不是嫡子 但你是叶贾的孩子 咱们叶贾替江家守着半壁江山 将来这天下 理应交到你手上的 但你如果再不懂事 只关心那些话本子 那就算江山交到你手里 你也坐不稳 就不能不交给我吗 我那么些哥哥 谁干这个活不行 非得我来 你要非得说叶贾 那实在不行 你劝大舅舅反了吧 那江山就彻底是叶贾的了 你胡说些什么 这话能是随随便便就说的吗 传出去够抄家灭族了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再说 让他反了咱们图什么 你做皇帝 本宫才是太后 他做皇帝 本宫就是前朝遗孀 墨儿啊墨儿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 本宫这么努力 是为了什么呀 真是为了叶贾吗 不是 是为了你和我 这世上 就只有你值得本宫去努力 墨儿啊 你上进吧 求求你了 上进吧 叶贵妃劝江末之上进 江末之劝叶贵妃上香 母妃 要不您找个妙外败吧 别是有什么邪碎进了脑子里 您看看您今日 稀里糊涂又花出去那么一大笔钱 这钱上哪弄去啊 叶贾也不是钱庄 几个月内连着拿出两字金票 他们真的拿不出来啊 您该不是中了邪吧 奴婢也觉得 您可能是让黎王妃给骗了 他太能忽悠了 道理我都懂 但是那月斑斑立开口说话 我就控制不住想花钱 你呢 你难道就没有这个毛病 本宫不信月斑斑能放过你 我也一样 他一说话我就控制不住往外掏银子 但我那银子跟母妃的金子比 可就太小无间大无了 完全就是零花钱 母妃还是好好想想 那么一大笔金子 上哪凑去吧 叶负那边回头我再去说说 能凑多少就凑多少吧 叶贾有钱 让他们拿 他们一定能拿得出的 当然 也不能一次信给那么多 本宫估算着也就能给五百万两 剩下的还得咱们想办法 对了 还得给你那个庄子投钱呢 也不是个小数 罢了罢了 那庄子的钱我自己投 就算是你的 不行 我不能坑你 这么的 去找你三哥 就说是本宫说的 城外庄子投钱的事 就让他来办 另外 告诉你三哥 本宫差四百万两金票 让他想办法 一共一千万两 叶贾出五百万两 我三哥出四百万两 合着您就拿一百万 怪不得敢这么花 合着出的都不是自己的钱 话不能这么说 本宫受益 难道他们就没有好处 谁都不是傻子 没有好处的事 是不会做的 包括你三哥 记着 去找他要钱的时候 就说皇上夸他了 本宫也替他说了几句好话 你只要这样说 他一定会给钱 万一他不给呢 毕竟数目太大了 大吗 月斑斑要了他一个矿 你怎么不说大 那是他自己嘴欠 应该给的补偿 但母妃你这就是磕蒙拐骗 只要目的达到了 手段不重要 至于你说的 万一他不给 墨儿啊 做事要动脑子 路也不要只会走一条 你三哥不给 你不会去找你三嫂吗 江墨汁毛色顿开 长秋宫 老皇帝射了一脚 醒了之后就惊讶地发现 月斑斑居然没走 这都什么时辰 你怎么还不走 你们两口子 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走 想留在宫里用晚膳吗 怎么着 贤儿自而喜爱你的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 我就是怕他俩有事 父皇 我还真有事 什么事 该办的你不是都办了吗 对了 你还没说给朕多少分红呢 你可别跟朕装傻傲 朕刚刚配合你了 要是没有朕的几率配合 这笔钱你坑的也没有这么容易 秋宇安 跟你说个好事 上午那会儿朕跟斑斑联手 从夜梦书那里坑着钱了 朕当时出力了 帮着斑斑忽悠来着 斑斑答应给朕分红 是吧斑斑 虽然我没答应 但父皇确实出力了 应该分点 如果我说的也只是分点 这个点就很灵魂 它可是小到暗铜板算的 不能吧 你不能抠到这个范儿上吧 那得分跟谁 跟您 能 但是跟母后 不能 又坑了夜贵妃一千万两黄金 到时候分给母后一半吧 斑斑你说的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没想到斑斑你这样大方 以前人人都说你小气 今后本宫要为你证明了 我们斑斑一点都不小气 至少对本宫是不小气的 斑斑你真好 那母后也不跟你客气 就收下了 起来吧 再陪斑斑去个地方 兴许去过之后 银子会更多 夜上级 老皇帝又跟着月斑斑 行走在了皇宫里 你这是待朕后宫一日游啊 问题这地方 朕有得够够的 咱们能不能从自己活腻外的地方到别人活腻外的地方游一游 朕狂当初不是说想看我表演怎么把人忽有缺的吗 少物在蓝塔公我已经表演了一次 接下来儿媳带您到顺西宫去表演 顺西宫 朕不爱去那地方 阴呼呼的 知道的是个后妃的宫院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灵堂呢 不吉利 不爱去 再说 那顺妃长得也太难看了 一日夫妻百日恩 多多少少也得顾及些曾经的情分 何况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那要孩子的时候怎么不嫌人家难看呢 问题那时候 唉 罢了 朕说不过你 随你去就是 不过你到顺西宫要表演什么 还是上次那个啥 差不多吧 严格来讲应该算是上次那件事情的后续 这件事情说起来 父皇您多少也得负一部分责任 跟朕有什么关系 那是他朕是朕 朕都好几年没正眼看过他了 您看不看 他也就在那里 怎么都改变不了你二位有夫妻之名的事实 您的女人在外头腥风作浪 您不管管吗 那你要这么说 确实朕也有责任 罢了 来都来 就随你一块去看看 但般般你得跟朕说好 一会儿朕要做什么 是只看戏还是需要配合 如果需要朕配合的话 那朕还得要提成 不需要你配合 我自己就能搞定 单纯就是大夫华您看热闹 不过如果在看热闹的过程中 您非要参与 那可就不关我的事了 那属于自愿 我不给提成 我看戏就看戏 我为啥非要参与呢 只看不说话 躺平摆烂 这是我的强项啊 因为般般这回你可失算了 我是绝对不会参与的 你说什么 他有了喜脉 皇上您听臣妾说 臣妾是冤枉的 臣妾没有怀孕 臣妾真的没有怀孕啊 顺妃娘娘这是在质疑微臣的医术吗 微臣乃她医院院手 要是连个喜脉都诊不出来 这院手也没脸做了 本宫没有怀孕 你只诊出了喜脉 为何没诊出本宫生了病 本宫是生了病才变成喜脉的 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乱说话 微臣今年四十岁 行医大半生 还是逃一次听说有人生病能生出喜脉来 娘娘若不羡 大可以多叫些太医来会诊 一诊便知 老皇帝快气疯了 他现在算是明白 为何月斑斑说如果他非要参与这样的话呢 这特么的谁能忍 自己的妃子 自己没动 结果莫名其妙怀孕 枕头上是不是已经有一片清清草原了 老皇帝自己开始脑补了 怪不得你非得要出宫去上香 朕明白了 那根本不是上香 而是去与人私会吧 你们觉得宫里不方便 所以要到外面去 结果没想到在原因寺碰到了老七和斑斑 你怕事情败露 或者说事情已经有败露的迹象 所以你拼了命的与斑斑为难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你的罪行 甚至出宫很有可能是为了保全肚子里的孩子 让朕来想一想 如果今日朕不发现这件事情 那么数月之后你就会悄悄地在这顺西宫里把孩子给生下来 再悄悄地派人送出宫去 让唐家帮你把孩子养大 如果生的是女儿 你就会让那孩子嫁到皇家 将来做我东福的皇后 如果是儿子 你就会让他起兵造反 直接躲我东福的江山 宝然最多妇人心 你这毒妇简直该死 皇上 您怎么会这样想 臣妾从来没有对不起过皇上 不管皇上到不到顺西宫来 在臣妾心里 皇上依然是曾经那意气风发的模样 皇上曾说臣妾出自唐家 一身师叔气最是吸引您 臣妾与你吟诗作对 与您月下赏花作画 您说过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一定会成为文明天下之事 这些您都忘了吗 您仅凭太医一句话 这样子误会臣妾吗 您都不听臣妾辩解吗 你是不是以为朕是傻子 起来都诊出来了 你还在这里不左右而言他 过去的事情还提起来作甚 过去再美好 你现在也在给朕戴绿帽子 还有你 居然还跟他谈生意 你就那么缺钱吗 这种事情难道你拿了钱就要替他隐瞒吗 你到底是朕的儿媳还是他的儿媳 他又不是你亲娘 你管他作甚 月斑斑 钱要取之有道 这种不义之财你取了之后心不会痛 就是因为太痛了 所以才带父皇来 至于父皇说 他给我钱我就会替他隐瞒的事 那也是不存在的 他不管给不给我钱 我都不会替他隐瞒的 我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我的眼里也如不得沙子 所以我的打算一直都是既要把钱骗到手 又要把人拉下水 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人玷污后宫 好 这样才是好孩子 这两个人一唱一喝的是要干什么 要把我嘎了吗 还有月斑斑 竟从来都没有想过放了我 是他害我 他被我使毒 让我有了喜脉的迹象 并借此敲诈于我 向我索要大量的钱财 皇上 臣妾不信您没听说过月斑斑敛财 他的事迹如今全京城都知道 皇上就放任他如此所为吗 放任啊 他脸他的财 跟朕有什么关系 倒是你 朕没想到后宫妃嫔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怪不得这么些年你几乎毕宫不出 除逢年过节 朕很少能见到你 别的妃嫔在争宠 你却连朕的面都不愿见 朕一直以为是你自觉容貌丑陋不敢见朕 没想到竟是有了旁人 压根不想见朕 亏了朕还偶尔想起你 惦记你 还每每见到川儿都会想问问你过得好不好 哎 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 顺妃 你太让朕失望了 这眼睛 炉火纯青 比我强太多了 奥斯坎没太多不看 顺妃 你太让皇上失望了 太让人失望了 顺妃都崩溃了 也不知该如何再替自己惦解 月斑斑 本宫知道错了 本宫给你钱 只要本宫有的 你要什么本宫就给你什么 本宫只求你跟皇上说实话 娘娘这说的是什么话呢 我说的本来就都是实话啊 哦 这顺西宫正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晦气 月斑斑 赶紧 说完话就走 朕要给顺妃赐毒酒 赐白铃 赐匕首 赐什么都难消 朕心头之恨 朕真是快要气死了 怎么办 皇上又赐死 爹上急 帮我 月斑斑 本宫知道错了 求你帮帮我 娘娘知道错了吗 错在哪了 本宫错在不该试图与月家联手 想要嘎你 从前只知离王府 既是旁人的耳目 却不知离王府自己的手伸的也不短 本宫不过是派人去了一趟月家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本宫更没想到你的回应竟如此之快 这才几天功夫啊 三天 三天时间 月家的安慰到我府上三次 这些事我可以洋装不知道 但并不代表我就能认了这个灾 当然 也不算什么灾 毕竟他们连我的面都没见着呢 就让我府上的麒麟味给按住了 娘娘以为 只要除掉了我 那你有没有洗脉这件事情也无所谓了 反正皇上也不上顺西宫来 至于太医院那边 只要稍作打电 一个不受宠的妃子 他们办不得不往顺西宫来呢 是我的错 与宫中接触不多 以至于您还不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个人啊 记仇 牙子必报 而且还得一报再报 只要我心里不觉得过了瘾 不觉得消了气 那招惹我的人就得没完没了地承受我的报复 顺飞娘娘 您明白我的性格了吗 是岳家的人出卖了本宫 是啊 招供之后 人家只说是顺飞的人 对岳家可是只字不提 那你如何知道那是岳家的人 我不知道啊 但是麒麟未知道 娘娘 这天下出手最多的人 不是你我 而是皇上 别以为自己做的事可以瞒天过海 我不是不可以帮你 但要看你付出什么代价 而要看我觉得你断没断了要杀我的心思 我的娘娘啊 别以为我是什么善类 我这个人除了对江崇华 对其余人从来没有善良过 你联手我的夫妻杀我 你信不信我也能联手皇上 让你的儿子也早点罪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只要你能放过我和川儿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那就要你的全副身家吧 再加上掏空一半的堂家 我给你几日考虑 大年公宴时给我个答复就好 顺飞娘娘 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我这个人从不说大话 任何事情 只要我说到了 我就一定能做得到 娘娘 好自为之吧 朕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 是挺好的 可是咱们之前都说好了 我不需要父皇的配合 那一切都是父皇的正常反应 属于是父皇主动参与 我可没有强求啊 那不对啊 你把朕的妃子整出喜脉来了 不管真的假 这杀对朕的名誉都有侵害 这点你得承认吧 再说了 朕是皇上 你听说过谁家皇上能被人这么玩的 从古至今上下五千年 有过吗 唉 到现在这个时代 还没有五千年 父皇 说漏嘴了 东府一个都不存在于历史中的国家 还什么上下五千年 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月斑斑轻轻勾起唇角 打从上次在长丘宫一起喝酒 他就看出门道来了 这老皇帝跟月家二小姐一样 李子被人换过 早就不是原装的那个了 哦 即便我不变 不好看消息啊 对上了 月斑斑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早就觉得你不对劲 打从麒麟卫第一次跟我讲 你嫁到黎王府之后的事情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了 什么月锦荣偷偷地教导你 那月锦荣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我还能不知道 他光顾着在京中八戒业家 也忙着在外头囤积四兵 他哪有功夫去管你 使出反常必有药 嘿嘿 我猜对了 你果然是个妖孽 你才是妖孽呢 对对 我也是妖孽 那死过一回的人又活了 可不就是妖孽吗 咱们这种活 说得好听叫穿越 说得不好听那就是戒时黄魂 多吓人啊 真的 这也就是年头多了习惯 最开始我自己都怕我自己 半夜睡觉都能下心 你穿过来多少年了 穿着剑多大岁数 我穿过来那年是天生十年 当时我才二十二 大学刚毕业 结果这身体已经三十八了 女人孩子一大堆 差点没把我吓死 这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是十八年吧 对 今年是天生二十八年 再过几天就是二十九年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比现在还要冷 这身体的园主喝了酒 掉进了湖里 活生生冻死 工人把他打捞上来 据说当时就没气了 皇后都开始带着后肥哭了 结果我穿来了 一睁眼 把他们都给吓抽了 当时那个冷啊 你是不知道啊 冻死的人有多冷 这辈子我也不想再体会第二回 这倒霉催的年代 真不行 连个地暖都没 我实在怀念我那冬有地暖 下游空调的二一二三了 二一二三 从二一二三年穿来的 嗯 你呢 我是从二一三一年穿过来的 你穿过来十八年之后 我来了 你对我来说是穿越前辈 前世我也比你大一些吧 你上辈子多大嘎的 三十 三十啊 我算算 咦 咱俩居然同岁 你几月份生日 七月 我六月 那我还是比你大点 你应该叫我哥 啊 我还是叫你爹吧 辈分不能太乱套 毕竟这是一个黄泉至上的年代 爹上级 你都说了 世主反常必有妖 一旦让人知道咱们俩这种事 要么烧死 要么放笼子里沉河为雨 反正不得好死 你怕不怕 我当然怕 我前世其实就是个宅男 只懂游戏和手办 二次元是我家 三次元最好谁都别跟我说话 我不会当皇帝 我也应付不了那些女人 他们跟我二次元的那些老婆长得不一样 我不喜欢她们 对了 还有那些儿子女儿的 我的天哪 我都要疯了 三次怎么这么多事 是 你不喜欢那些女人 那我看你跟皇后也挺好的 对贵妃也不错 皇后长得像我高中笑话 那是我在三次唯一的女神 至于月梦书 哎 那都是逢场作戏 我不表现的喜欢她一些 跟叶家没法交代 月斑斑 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过得有多苦 皇后是个有理想有报复的女 她天天催我上镜 可是我不敢上镜 因为我知道元主是因为什么 才喝的那顿酒 叶家有位大将军 就是叶梦书的大哥 如今在边关的那位 当初元主尚未登基 基本都是他的功劳 他就想扶上去一位听话的皇帝 然后自己在背后指点江山 做太上皇 你别看他远在边关 看起来手伸不到京城 可京城里还有一个叶家呢 叶家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跟我提点什么要求 我不敢不答应 元主心里憋屈 正好死前 叶大将军在镜里 两人吵了一架 叶大将军就说 你别忘了 自己是怎么坐上这个皇位 老子有本事把你扶上去 就也有本事再把你给拉下来 后来 叶大将军出宫了 元主皇帝就喝多了 半夜在皇宫里溜达 还不让工人跟着 结果就溜达进了冰湖里 哼 他是打心里恐惧叶大将军的 他都恐惧 那我更恐惧了 好歹他还做了多年皇子 生下来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我却是个后世的灵魂 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人人平等人权至上 我哪玩得了这些阴谋算计啊 我连那帮人天天给我磕头都受不了 月斑斑多少有些了解这老皇帝的本性啊 再结合这几个月的了解 他对老皇帝这个人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评估 风险等级 低级 人无属性 自杂 难在程度 我可惜 这些皇帝不好大啊 老皇帝继续诉苦 这破皇宫我真的是一天都待不下去 月斑斑 你帮帮我吧 呃 其实无论是你还是我 包括皇后 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就是赶紧把皇位传下去 然后咱们就拿钱跑路 我懂 而且我也知道皇后已经被我折磨得没有斗志 虽然我是外来的灵魂 但住进这身体 就相当于这身体给了我一次重活的机会 我得懂得感恩 就算我做不成什么大事 不能让东胡更好 但至少也不能让东胡坏在我手里吧 江家的王朝是一定要保住的 绝不能拱手让给叶家人 所以我想的是好好培养老八 只有老八继承了皇位 叶家才能不闹事 但八殿下自己也得争气 要不然就是第二个魁来 叶家控制起自己的后代来 那就更顺手了 你不管不顾地把皇位传下去 对江家还是不负责任 所以得求你帮忙啊 说话功夫 两人已经走到了长丘宫门口 斑斑 老八那孩子他就听你和宠话了 你帮我管管他 只要把他给管好了 让他能挣脱出叶家的魔掌 我立马就传位 反正你要是不帮我 我就把皇位传给崇华 你自己看着办 老皇帝说完这句话 撒腿就往长丘宫里跑 该让狼拈了似的 传位给江崇华 这么恶毒的想法 他居然也能说出口 简直不能忍 母后母后 父皇说 如果我不能把八殿下教导好 不能让八殿下逃脱叶家的掌控 顺利继承皇位 成为一位独立皇帝 他说他就把皇位传给五殿下 让五殿下来遭这个罪 卧槽 你要不要这么举 你说什么 你要把皇位传给谁 岳斑斑赶紧拉着江崇华跑啊 一直跑出了长寿宫的宫门 看着宫人们的眼神 江崇华愣了一下 随即一秒并骄 倒在岳斑斑身上 宫人们都麻了 七殿下你就别装了 我们又不瞎 刚才你比我们跑得都快 兄弟们 来活了 嘿嘿 接上级 顺飞要赔给岳斑斑全副身奖 还要在掏空半个唐家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叶贵妃耳朵里 她觉得岳斑斑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拯救她的神仙 叶家最大的敌对方就是唐家 叶家这么多年都没搬倒过 现在要被岳斑斑取走一半家业了 娘娘不要太乐观 上次买断巴殿下那本书的事情 唐家也坑了顺飞一笔 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的稳固 顺飞想要走唐家一半家业 不现实 你可以不相信顺飞 但是你不能不相信岳斑斑 反正本公是相信岳斑斑的 这世上谁说能从唐家取走一半身家 本公都不信 唯有岳斑斑说 本公一定信 就没有岳斑斑办不成的事 等着看吧 唐家要遭殃了 同样的问题 老皇帝也在问其临位 如果唐家不给呢 顺飞跟唐家的关系并没有多好 唐家凭什么为了他要掏空一半身家 有病吧 可能离王妃也就那么一提吧 意思就是要很多很多钱 如果唐家不能给一半身家 至少顺飞要通过别的途径 把这个缺给补上 嗯 朕也觉得是这个道理 反正不管怎么说 斑斑都是最大赢家 只要斑斑赢了 朕就高兴 福星福星 快去备酒 今晚咱俩喝点 庆祝庆祝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庆祝上了 再说 就算怎么着了 那也是离王妃占舔你 你隔这儿庆祝什么 有你什么事啊 同一时间 离王府也在庆祝 月斑斑甚至都想好唐家的银子 怎么花了 我不是有个矿吗 我要在那矿山底下建个小镇子 或许那里原本就有个小镇 那么咱们就要改造那个小镇 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 镇子里面要卖我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有戏园 唱我喜欢听的小曲 但是我不住在镇子里 我要住在附近的山里 盖上几庄竹笼 挖个鱼汤养鱼 再开几片田地种菜和瓜果 山上摇种果树 喜欢吃什么就种什么 理想田园慢生活 得一步一步打造出来 还要多种些花 矿山那边气候很不错 不说一年四季花都能开 但至少也能开三季 多看看花 会让人心情好 这是要跑 好好的精诚不住 非得去住山沟沟里 怎么想的 王妃在乡下住了那么多年 还没住够吗 你不懂 有钱的田园生活 跟没钱的田园生活 那完全是两回事 我现在努力赚钱 为的就是将来能够生活的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束缚 没有任何人能来打扰 京城这种地方 其实你好好想想 你真的喜欢这里吗 京城这种地方 最多的就是尔虞我诈 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真诚 家家户户都是你防着我 我防着你的 每一座棺底里 都有别人排来的盼 谁都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 到底是好是坏 他们前一刻跟你称兄道弟 下一刻就有可能拿刀子捅你 男人前一天跟你甜言蜜语 后一天就带着新的女人 回家跟你叫姐姐了 这么一想 如果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我没有算计的生活 又有钱 真好 那就一起努力吧 咱们把理想生活定为一个目标 等钱赚够了 咱们就去实现理想 到时候咱们都去 大家还是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既然气氛都红头到这了 那不整点就是不是对不起这个气氛啊 这才几天啊 就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那今晚上咱们拴火锅 一帮人开开心心的煮火锅 喝酒 然后跟着月斑斑一起畅想未来的理想生活 我家主子是皇子 是王爷 好好的富贵荣光不详 跑到山沟沟里去 多有失身份啊 现在是皇子 以后就是心黄有力的竞争者 他当皇子的时候都病病歪歪没过上好日子 你凭什么指望以后他的兄弟能让他过上好日子 亲爹不靠谱 兄弟就更别提了 那都不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 不把他整死就不错了 至于七殿下也有可能继位这个事 想都不要想 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做皇帝没有什么好的 又累 每天都早起 还要防着刺客 麒麟卫一边喝酒一边点头 这滋味他可太懂了 在京里确实不自由 虽然能吃饱饭 但总要防着这个 防着那个 他一边说 一边看向真假萌萌 再瞅瞅那四个金木水火 老姐姐 你可别看我们了 我们知道错了 那从前不是没有选择吗 当奴才的 哪有选择主子的权利啊 幸好咱们王妃以头脑扶人 指引着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一辈子都感激王妃 我们施死追随七殿下和王妃 殿下和王妃去呢 我们就去呢 我们会用自己的生命 守护主子们的安全 行 吃饭吧 今日巴殿下没来啊 以前一吃好吃的他准到 今日是他失算了 他不来也好 毕竟是贵妃的儿子 有些话没必要让他听太多 再说 我们这样算计着逃离京城去过好日子 那皇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 他要是知道我们为了过好日子 算计让他继承皇位 该有多伤心啊 啊 好家伙 皇位你们这么不待见的嘛 那可是皇位啊 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电机啊 火锅舅舅越来越暖 人们各自说起话 闹起磕 十分热闹 可是在想顺飞的事 你说顺飞到底能不能把 糖价一般的家业给我弄来啊 我还以为你在想顺飞 与安远侯联手行刺一事 我为什么要想他们联手行刺的事 他们都想我死 联手不是很正常吗 顺飞且不提 那安远侯毕竟是你的生父 生而不养 他跟我扯什么富古富的 何况他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我能光找顺飞的麻烦 不去岳府淘淘宫的 开什么玩笑 那是不可能的 行刺呢 谁不会呢 我这人一向讲究礼尚往来 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吗 来来来 兄弟们 来活了 接上集 四大金刚一听来活了还挺兴奋 历经离王府的日子 对于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 实在有些枯燥 四兄弟闲得都快长毛了 月斑斑终于给拍活了 我去我去 大家一起去 去岳府 把脸都蒙好 行刺岳家全体 但不能真嘎了 吓唬吓唬他们 还要洋装被抓住 抓住之后你们就说你们是顺飞派来的人 顺飞知道安远侯骗了他 要跟安远侯不死不休 我给你们穿上几个烟雾袋 说完就跑 四大金刚乐坏了 有这么好玩又刺激的活 怎么能不高兴呢 于是回屋带上行头 蒙了黑面 又接了岳斑斑 给的烟雾袋 乐呵呵的上月子行刺去了 这哪里是去行刺 分明是去逛街 我也想去 刚才我跟他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你自己 上唐家行刺去 也是要洋装被抓到 然后你就说你是岳家派来的 因为顺飞派人刺杀岳虎 所以岳虎想要反杀 但反杀不能进皇宫去杀 就只能委屈唐家了 岳斑斑给麒麟卫 也带上了烟雾袋 麒麟卫也乐呵呵的逛街去了 王妃真是好计谋啊 谁让他们联手上离王府找麻烦呢 这回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麻烦 欺负咱们得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别想好 全都有来有还 吃吃吃 大家继续 别耽误吃啊 这还有肉呢 呵呵呵 直到最后的时候 岳斑斑又问江重华 你快给我分析分析吧 顺飞到底能不能把 唐家的家业 给我要来一半 如果不能的话 我能要点什么 弥补一下损失 无必考虑用什么来弥补损失 顺飞一定会达成你所愿的 诶 真的吗 为什么 唐家这么听她的话 不能啊 感觉顺飞没这个力度啊 她是没这个力度 但是她要是想活下去 就一定会想办法 能想什么办法 除非唐家有把柄握在顺飞手里 卧槽 我不会猜对了吧 江重华 我不会猜对了吧 呵呵呵 没错 我们家斑斑冰雪聪明 都让你给猜着了 这一夜 安远侯府和左相府 都炸了锅了 哎呀 我摔倒了 你是什么人 为何行刺本侯 约侯难道不知道自己得罪过什么人吗 没有信誉的合作者 就该为自己的实心付出惨痛的代价 今日是我不小心落入你们手里 行刺失败 但你们想要抓住我 那也是不可能的 说完 手中烟雾盾一放 人眨眼就跑没了影 其他几处也是差不多情况 但这四人也没白来 每个人都给自己负责行刺的那位留了财 月景荣胳膊被划了一刀 老夫人屁股被割了一刀 月红柴小腿肚子伤上加伤 月牵舞被削掉了一大把头发 夏南烟因为被关进柴房 躲过了一劫 没有信誉的合作者 是顺飞 没想到顺飞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 月景荣先去看了老夫人 安慰了一番 又请了大夫来看诊 月红柴那边她已经不想去了 但是月牵舞被削了一大把头发 现在看起来样子有些奇怪 这眼瞅着就要过年了 这个造型怎么去参加公宴 父亲不如放女儿去死吧 女儿如今这个样子也是个废人了 女儿多谢父亲这些年来的教导和养育 可惜女儿已经不能再为月家做什么了 父亲 女儿对不起你 会好起来的 只要你按时吃药 好好进补 那些血会补回来的 千五 你怪父亲吗 是为父把那个倒是引进了府中 你怪不怪我 女儿不怪父亲 不怪就好 不怪就还是爹爹的乖女儿 你听话 好好养着 大年宫宴时还要进宫呢 为父已经得到消息 叶大将军已经在回京路上 他一向最重是与月家的结盟 只要他回来 八殿下就必须得听他的话 你一定要嫁给八殿下 咱们家这么多代了 必须得出一位皇后了 女儿一定会争气 女儿绝对不会让父亲失望的 等月景荣走后 月千五的眼睛微眯了起来 有一名暗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房里 还坐到了他的踏边 大小姐确定要在宫宴当晚动手吗 确定 而且只许成功 不能失败 月斑斑必须死 否则我这一生都难有出头之日 别怪我心狠 谁让曾经他是敌我士数 谁让他的生物是乔书琴 谁让他取我的血 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是他欠我的 欠了我的就必须还 月斑斑必须得死 那属下就去不属了 只是大小姐 此事难度极大 不是说能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的 属下仅能保证 一旦失败立即自信 绝对不会给对方抓到的机会 退一万不讲 即使是落入敌手没有死的机会 属下也不会供出大小姐来 这次见面怕是最后一次了 他贪恋地 看着月千五的眼睛 他是暗卫 不是死士 他不必为了一个任务必须去死 但是这一次他决定要复死了 为了他心爱的大小姐 为了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圣洁女神 等到了公宴的时候 他一定让月斑斑身败名裂 接上级 月家闹腾一夜 唐家比月家闹得更凶 那可是麒麟卫呀 唐家暗卫被集体碾压 麒麟卫直接冲入左相房里 二话不说 给左相一顿胖走 你是什么人 为何行刺本相 哼 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就要去问问你那个好妹妹 今夜做了什么 这世间知识有来就有还 她的人去了哪里 那么对方的人自然也要有所回应 毕竟礼尚往来一向是东福的传统美德 好了左相大人 今晚就是个教训 请提醒自己的家人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若再有下次 只怕来的就不是我一个了 她说完 转身就走 轻功一斩 谁都不爱 什么烟雾弹 真正的高手 哪用得着那玩意 因为动静闹得大 所有人都往这边来了 哭哭哭 就知道哭 事后老爷都伺候不好 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哭怎么了 害怕还不让哭了 再说 府里进来刺客 跟我事后老爷 好不好有什么关系 我事后老爷 事后的可好了 大夫人下次 要不要到我屋里观摩观摩 哼 还是问问宫里那位做了什么吧 要不是因为他 老爷也不会平白无故被自杀 万幸人没出大事 否则咱们这个家就毁了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没娘养的东西 就算让他当上了宫里的主子 依然是上不去台面的货色 姑姑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姑姑姑的 你倒是叫得亲切 人家可未必把你当亲侄女 母亲别说气话 到底他还是六殿下的生母 咱们不看他的颜面 还得顾着点六殿下的 我瞧着老爷身上也只是皮外伤 想必来人也不敢真正动手 多半就是警告 待明日我进宫渐渐顺飞娘娘 跟他好好问一问吧 四日早朝 左相大人忍了一身的酸痛进了宫 未经大殿时 就见月景龙正面色不善地瞪着他 左相大人火气就来了 唐该月家本就不目 作为一个支持六殿下的官邸 和一个支持八殿下的官邸 两家也就仅仅是能够维持表面的平和罢了 但眼下表面的平和也维持不了了 因为左相认为月景龙无缘无故瞪他 任谁夜里挨了一顿打 大清早又被人一顿瞪 心里都不会舒服 奶奶呢 你瞅啥 不知月侯为何瞪着本相 本相没招惹您吧 相爷是没招惹本侯 但相爷家有个好妹妹 可是厉害得很 昨晚本侯但凡睡得再沉一些 但凡反应再慢一些 今日相爷就要到我侯府去吊咽本侯了 愁你咋地 你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顺妃娘娘昨夜派了高手去刺杀本侯 她想让本侯死 可惜本侯命大 逃过一劫 不知道顺妃娘娘还有没有下一次 所以昨天晚上派去唐家的刺客 是你干的 好啊月侯 真行啊你 跟顺妃的事牵连到唐家 还好意思到本相面前说这番话 看看本相这一身的伤 月侯真是请了位高手 佩服 佩服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请了高手 该不会说是我派人打了他 我昨天夜里自顾不暇 哪有功夫去报仇 再说 报仇我也不会找唐家 虽然刚才邓左相 但那也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邓一眼又不会掉块肉 邓一眼怎么了 至于昨天夜里的事 那是我跟顺妃之间的恩怨 是我之前喷了顺妃一把 顺妃在报复 虽然很生气 但这事儿也没处说理去 总不能上宫里跟顺妃打架吧 更不能上宫里反杀顺妃吧 要是让皇上知道 我跟顺妃联手要杀月斑斑 就冲着月斑斑如今在宫里吃得这么开 别说皇上和皇后了 就是夜贵妃都不能轻饶了我 这场早朝 老皇帝好像说了些什么 我好像什么都能说 如今皇上这个车步路话说的是越来越利用 他能把一句话翻过来 到过去说上好几遍 遍遍不同样 听起来像是每句话都是新的 可是仔细想想 每句话的意思却都一样 皇上越来越百了 这么多年了 父皇一直用半死不活的状态脸朝 却也没见东福生乱 更不见朝臣闹事 确实也是一大奇观 也不知道是这届朝臣心态太好 还是父皇有独特的威严与魅力 能够镇得住朝堂 正想着自己突然被点名了 川儿 儿臣在 然后就听到老皇帝噼里啪啦一顿输出 说他不思进取 说他不知 替父分忧为国解难 说他性格优柔寡断 反正就是在皇上眼里 六皇子哪哪都不好 简直丢了他这当归的颜念 最后的结果是 六皇子被罚到庆兴殿外去跪着 要跪两个时辰 整个过程左下没有参与 不是他不想替六皇子说话 他只是在分析皇上为何有这番所为 相反的皇上表扬八殿下了 说他最近做事越来越有章法 越来越像那样了 把八皇子夸的 就差当场立储君了 夸的姜末之都不好意思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顺席宫 吓得顺妃当即叫人往宫外传话 让唐家人进宫见他 恰逢唐家人也正有此意 唐大夫人亲自进了宫 爹上集 不知娘娘与安远侯之间 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竟能让安远侯将矛头指向向府 你这是何意 本宫与安远侯能有什么不愉快 我们从无往来 你可知昨夜发生了什么 昨夜有一名高手闯入左相府 直奔着老爷就去了 若不是老爷身边的暗卫拼了命 怕是老爷的命就没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 一旦昨夜你哥哥出了事 当朝左相依了主 且不说你的日子如何 你且看六殿下的日子如何 呵 现在六殿下还在静心殿门前跪着呢吧 听说皇上在朝堂上训斥了他 你哥哥被昨夜那刺客给打的 全身是伤 已经不能为六殿下说话了 娘娘要还是连句实话都不肯说 那将来的事情 呵呵 就谁都不好说了 将来的事 退一万步讲 就算六殿下没出息 他也是皇子 将来做个闲散王爷还是做得了的 而我 无外乎就是皇妃变太妃 依然过我的优先日子 倒是唐家 如果六殿下不能更进一步 只怕唐家的富贵荣华 也就到这一代为止了 娘娘当真甘心六殿下 不想让六殿下更进一步 只怕娘娘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否则这么多年来 也不至于紧紧巴结着唐家 逢年过节还要给母亲送东西 听说娘娘早年在闺中做姑娘时 跟母亲之间一向不目 甚至在入宫之前还曾放下狠话 说这辈子都不会依靠唐家 希望唐家也忘了还有这么个女儿 可后来您生了六殿下 怎么就把那些狠话都忘了呢 顺妃深吸了一口气 在这件事情上 她争辩不过唐大夫人 与唐家的关系 她也不想彻底闹僵 毕竟她儿子还在精心殿门外跪着呢 都是皇子 皇位都有机会继承 她怎么可能不想自己儿子坐上去 当太妃跟当太后 那可是两回事 她开始关心起左向来 哥哥昨夜遇刺了吗 有没有受伤 唐大夫人见她松了话口 态度便也软下来 没有伤到要害 但身上也多处被剑划伤 拳脚也踹打到 尽是亲子 大夫来给看过了 用了药 说要好好养着 哎 老爷也是上岁数的人了 经不起这么折腾 就说这个惊吓 那也是能要人命的 何人派去的刺客 那就要问问娘娘 昨夜做了什么 昨夜 昨夜什么都没做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 娘娘还不肯说实话 本宫说的就是实话 本宫昨晚什么都没做 但外面不是这样说的 娘娘与安远侯到底谋划了什么 顺飞看了她一会儿 又想了想 最后不得不把实话给说了 本宫与她联手 想要嘎了月斑斑 可惜没嘎成 安远侯派去的人 被黎王府的高手压制了 关键时刻 他们指导出是本宫下的手 只字未提安远侯 所以你一怒之下 就派了杀手去行刺安远侯 本宫没有 本宫什么都没做 本宫再说一次 我什么都没做 没去刺杀过安远侯 你们被人骗了 唐大宋与你们肚子火 但他决定不跟顺飞争辩 今日娘娘叫我进宫 所谓何事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你再说一遍 你要什么 我说 想要唐家的半富身家 疯了 真是疯了 唐家的半富身家 你觉得那是什么 你觉得那是多少银子 不 不能用银子来衡量 一个家 如果生生被人拿去一半 那这个家就很难再支撑下去 用不了多久就得散 唐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 老家还有族亲 他们全都仰仗着京城左相府活着 你说拿走一半家业 就拿走一半家业了 我都不想问你想要干什么 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来了多时了 就不讨扰顺飞娘娘了 娘娘保重 给我站住 娘娘还想怎样 难不成要将我扣押于此 哼 娘娘打错算盘了 就算你用我的性命做妖邪 唐家也绝对不会用那么大的代价来换我 何况 这里是皇宫 不是你设私刑的刑场 我有告命在身 你没有权利扣押我 大嫂 告命其实没什么用 我就算真的把你扣押在这里 皇上最多过问几句 或是让本宫把你给放了 不会把本宫如何 毕竟咱们是亲戚 本宫可以说是亲戚之间一言不合 你觉得皇上能把我怎么样 倒是那般附身家的事 大嫂要好好想一想 我有什么好想的 这种事放在谁家都不会答应 但是唐家就应该答应 回去跟大哥说 本宫只给他三天时间 大年宫宴开始之前 必须要给本宫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若不同意 你就告诉他 别忘了他曾经做过什么 也别忘了本宫曾经看到过什么 唐大夫人出宫时 心里一直合计着顺飞的话 越合计越闹心 老爷一定是有什么把柄 握在了顺飞手里 而且看起来 顺飞对此十分有把握 也笃定老爷一定会把 这半附身家给出了 究竟是什么事 能让唐家忌惮至此呢 那可是一半的家业 失去了一半家业的唐家 那还是唐家吗 接上级 进新殿 老皇帝面前站着一个麒麟位 正跟他汇报顺锡宫那边的情况 那老唐到底有什么事 落在了他手里 能知一半身家的 那得是很大的事吧 按理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但关于这件事情 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过 顺飞说他听见了老唐说话 那很有可能是他进宫之前的事情 那都二十多年前了 二十多年前还没你呢 不知道也正常 不过眼下既然知道了 那就得想办法查查 咱们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当然 朕主要也是好奇 太好奇了 另一位决定去唐家蹲守 而且得立即出发 因为唐大夫人已经出宫了 他回家就会跟左相说这个事 他必须得第一时间留守现场 才能吃到一线瓜 朕怎么觉得他还挺高兴 这是冲着看乐子去的吧 看起来像 不过奴才也想去看乐子 不想吃二线瓜 哎 谁想吃二线瓜呀 朕也想吃瓜间上最甜的那一块 但不是条件不允许吗 罢了罢了 等麒麟卫回来听他讲也是一样的 哎 刚刚去的那个是老几来着 老四七个麒麟为李牌老四 这么些年了 一直也没分清楚他们哪个是哪个 最能分得清的一个还送到黎王府去了 哎 黎王府啊 朕其实挺想去黎王府住几天的 听说月斑斑在王府里煮火锅 还烤全羊 还听说他种了满院的果子 冬天都结果 朕都快馋死了 谁能不馋呢 可惜你是皇帝 许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所以又那个想去黎王府的功夫 不如想想眼拔钱的事 人家六殿下还在外头跪着呢 你这个当爹的 差不多得了 六殿下挺听话的 比起三殿下来招人喜欢多了 别提老三 这人愁过年了 提他干什么 罢了 叫老六进来吧 朕同他说说话 六皇子进来之后 小心翼翼地看向他爹 老皇帝有点受不了这眼神 朕也不是故意找你毛病 朕就是 哎呀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话赶话赶到那了吧 你多担待 这叫什么话说的 你说皇上你忘了吗 皇上的意思是 六殿下不要往心里去 更不要戒恨皇上 皇子们从小到大 谁都挨过罚 但也不是每段罚都必须要 大人说出个所以然来 有的时候 心许只是大人心情不好 下雪阴天的没事干 就打孩子玩呗 你说的好 听听你说的是些个什么玩意 他在开口 直截了当地问六皇子 你同唐家走得近不近 可是舅舅家出了什么事 与舅舅家的关系 是挺近的 那你知道你舅舅有什么秘密吗 如果六殿下知道的话 最好还是告诉皇上 这也是皇上给您的一个机会 您说出来了 那么将来唐家出事就牵连不到您 否则只怕南平众怒 皇上就是想保您也保不住 虽然您是皇子 但历朝历代 也不是没有皇子郎当入狱的先例 父皇 儿臣不知父皇想知道什么 儿臣也就是常去左相府探望外祖母 舅舅偶尔会指点儿臣功课 至于唐家的事情 儿臣从不参与 他们也不让儿臣知道 哦对了 如果要说是舅舅的秘密 儿臣倒是知道一个 舅舅在城外养了个外侍 不敢让舅母知道 明明老皇帝想听的不是这个 但这个话题一说出来 他又忍不住的想多问几句 为什么不敢让你舅母知道 唐家不是有好几房小妾吗 那金府不就完了 因为那个外侍是舅母的树妹 比舅母小了二十多岁 今年才十九 走向这人挺会玩啊 要是别的女子也就罢了 偏偏是舅母的树妹 舅舅怕舅母在家里闹 所以这些年一直养在外面 这些年养了多少年了 三年了 好家伙 十六岁就跟他了 好好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要跟一个糟老头子 图什么 可能只是单纯的图他岁数大吧 听说就有人专门喜欢岁数大的 这好像叫 教练父亲节 这话你都是听谁说的 听八弟说的 他写过一篇杂记 里头就写到了这个 就不能跟好人学学 父皇今天早朝不是还夸赞八弟呢吗 我对 朕夸他了 行了 姑且算他是好人吧 除了你就养外事的事 你还知道他什么秘密吗 堂堂左相府 不能一点有价值的秘密都没有 就算是有 也不会让儿臣知道的 父皇就饶了儿臣吧 儿臣真的不知道堂家什么事 最多就是外祖母每次见了面都要说几句母妃的不好 或是讲讲我那位已故的亲外祖母的事情 但那都是女人之间的事 没什么价值 老皇也觉得没什么价值 便让六皇子退下了 可怜六皇子到最后也没弄明白 今日为什么被批评 又为什么被罚贵 爹上级 要过年了 月斑斑给皇后列了单子 要了很多东西 皇后对他好 还真就一样不差的 都给采办来了 不知道一会儿我能不能有那个荣幸见王妃一面 见王妃 好好的见王妃干什么 别人躲王妃都来不及 你倒好 上杆子要见 咋的 你钱多啊 正相反 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 不但一个铜板都没有 全身上下也没有一样值钱物件 所以敢见王妃 九仰黎王妃大名 一直都没有机会见上一面 实在好奇 实在好奇 唯一带来的钱财 目的就是为了打点全公公女 打点完了 我就真的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行吧 你且到前堂去等着 我去跟王妃说一声 月斑斑最后在是新衣裳 是宫里送来的 好不好看 江崇华太爱看他媳妇转圈了 就感觉这是个下凡的小仙女 好看 我们斑斑穿什么都好看 殿下这样说就显得太笼统了 显得没有诚意 您得说出来为什么好看 是身段合适 还是颜色英称的好 又或是图案显得机灵活泼 这样夸才对女人的胃口 这些事你是从何处学来的 一个太监 居然这么会夸你孩子 这不是最近跟八殿下接触的多了吗 八殿下教的 他说这都是写作技巧 在文学创作上 描写一个姑娘长得好 不能只是一句姑娘长得那叫一个美 得具体的说哪里美 眉毛什么样的 眼睛什么样的 鼻子嘴又是什么样的 奴才会举一反三 就觉得殿下您夸赞王妃 也得分别夸 到底哪里好看 得说清楚 江崇华认真思考德权的话 觉得不无道理 于是点点头 想把对月斑斑的赞美展开一下 结果被德权抢了先 王妃 外头有志肥养主动上门了 等着您去宰呢 月斑斑乐乐呵呵的 跟着德权去前躺 真的是内务府的主管太监 我听说内务府管着很多好东西 皇宫平日里的赤川用洞 都要内务府这边来发放 那内务府主管可是个肥差啊 谁说不是呢 一会儿王妃单看那人的肚子就知道了 那吃的 不腰带都快累不住了 那脸圆的 跟个饼似的 纸帽油 她还说她今儿没带钱 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 呵呵 她可真是太小看王妃了 就算身上不带钱 王妃也能从她身上榨出点油水 哈哈 差她可能没什么意思 但内务府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 与其便宜了后宫某些不招人待见的妃嫔 那不如给了我 至少我还能给父皇母后斗一乐呢 全公公您说对吧 对 王妃说的特别有道理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前躺 果然一个大胖子正坐在椅子里 椅子都快塞了下她了 大胖子虽然没见过王妃 但只看德权公顺的跟在她后头 也知道这就是黎王府的女主人 于是赶紧起身要行李 结果起了坏了 椅子卡她腰上了 一起来连带着椅子也离了地 新娘 别把我的椅子给弄坏了 那椅子可跪着呢 王妃的运气是真的不一般 这饭都未到嘴边上了 不吃都不行 奴才叩见王妃 奴才有罪 弄坏了黎王府的东西 王妃您说个件吧 奴才召架陪着 她说这话时 牙都是咬着的 毕竟原本做好了一切准备 要挑战一下 见黎王妃不花钱 结果自己这个吨位不争气 黎王妃还一句话都没说呢 她就搭进去一把椅子 太监欲哭无泪 心里算计着 月斑斑能跟她收多少钱 但是很意外的 月斑斑没收钱 不怪公公 是这把椅子她自己不结实 跟公公没关系 我早就想把它换了 这下正好换掉了 换了也不可惜 德权 叫人搬把宽大结实的椅子来 这位公公身体好 真是福气 下人很快搬来了大椅子 太监战战兢兢的坐下 月斑斑也坐到了主位 今日侍奉皇后娘娘之命 来离王府送年货 奴才久仰离王妃大明 今日特来给王妃请安 公公真是有心了 没想到堂堂内务府大主管 还亲自过来送这些东西 派个小太监来就行了吗 这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不敢不敢 奴才在王妃面前可不敢拖大 不算拖大 我以前就是安远侯府的一个弃女 自幼在乡下长大 京城的市面没见过 皇宫里的人也没见过 内务府主管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官儿了 我是真心觉得您特别厉害的 想必公公在本家也一定很有威望和声望 哪有王妃说得那么好 能进宫做太监的 没有一个是身世不苦的 当初要不是家里实在穷的揭不开锅 说什么也不能把孩子送进宫里 如今是有点出息了 给老家修了宗旨给家里盖了房子 可他们面上说着我的好话 背地里却还是骂我是个没根的人 就连我爹娘后来都又生了弟弟 用我给家里的银子养着弟弟 给弟弟买宅买地 让弟弟传宗接代 对于他们来说 我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 这太监的方向你的德权也安生叹气吧 做太监的 谁不是一把心酸味 是不是赚钱的工具 不是他们说了算 人活在世也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而是为了自己而活 即使对方是亲爹亲娘 那也没有主宰你们一生的权利 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了 那才是真正的出息 至于旁的人 他们好好相待 表里如荫 那就好好相处好好走动 可他们若像公公你说的那样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拿着你的银子骂着你的人 那就不是人干的事 在我眼里 公公已经做得很好了 要知道在皇宫里面讨生活多不容易 半剧如半虎啊 王妃您是真敢说 能在老虎身边一直活下来 还越活越好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可见公公就是有本事 至于能不能传宗接代 那都不重要 平常百姓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 为什么一定要传宗接代 是每个人无论贫富都有生于后代的权利 但如果管生不管养 甚至为了自己能过上好日子 把后代早早送出去赚钱 那这样的父母就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没有尽到养育的义务 甚至还让孩子的人生有了缺陷 并利用这样的缺陷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样的父母不赡养也罢 可是人养可畏 如果不帮着家里 会被老家的人说闲话的 你人在宫里 他们说闲话又说不到皇宫 你也听不见 管他们呢 按说说去呗 你是能掉块肉 还是能受重伤 什么都不能吧 相反的 你不给钱 那闹心的就只有他们 那些背后讲究你 说你坏话的人 活该他们闹心 你每天晚上睡觉前想想 他们日子过得多不好 想想他们争闹心 这有伤盾没下盾 过不过瘾 解不解气 公公啊 对别人仁慈 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 这公公被月斑斑给说动了 一时间就觉得 月斑斑 简直是他的人生之急 心灵导师 多少年的憋屈 被月斑斑几句话 给说敞亮了 接上集 月斑斑的一番话 令内务府的太监心情极好 他拿起旁边的茶 浅尝了一口 然后表情不太对了 好家伙 都是茶叶末子 好像还都是沉沉 喝起来一股八味 是王妃对我有一奖 所以都不能好茶代表 我好歹是皇后娘娘指派来的 离王妃不看僧面看活面 也不能打皇后的脸 不对 这事不对 刚刚月斑斑说的那些话 又回响在他耳朵里 这位公公觉得月斑斑不是那样的人 不会在一碗茶水上这样小家子气 跟他心灵导师身份不符 再说 我坐坏了那么贵重的椅子 王妃都没有找我陪 可见王妃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那么既然不是王妃故意的 剩下的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下人使唤 二是离王府压根就没有好成 对了 一定是离王府没有好成 这位公公觉得自己破解了一个秘密 因为但凡离王府的日子过得好 皇后娘娘也不能把年货给离王府置办得这么齐全 她去采买的时候发现盘子碗什么的都有 还有真和线 没想到堂堂王府表面看起来光鲜 实际上过的却是这样的日子 说句不敬的话 这不跟我一样的 下面的小太阶小宫女都恭维着 但那里的辛酸却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内务府新来了一批好茶 等奴才回宫之后就着人给王妃送来 反正现在后宫那些主子们也都不受皇上待见 只要把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的份力留出来 至于其他人的 谁管他们能不能喝得着 哦对 还有他们的利盈 一人嘴里扒了出来一点 也能给王妃凑齐不少 奴才去办 另外 银探 衣料 首饰 反正就吃穿用堵吧 都给王妃送来 有本事他们就上皇上那哭穷去 看皇上理不理他们 东西应该搬得差不多了 奴才这就回宫去给王妃张了东西 正好要过年了 各宫各院都有天制 银子也给了不少 不出金制 奴才就着人给王妃送来 王妃您是真行啊 最开始那太监坐坏了府里的椅子 您没让赔偿 奴才还纳闷 以为您转了性子呢 没想到搁这儿等着呢 不得不说 王妃这招实在是妙 敛财的话一句都没说 人家资格就往您手里送 您可真是把这项技能 炼到了炉火纯青啊 哪里哪里 我也没有刻意赢的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一项 但既然他有所表示 我也不好不收 那样就显得我太不尽人情了 你说是吧 奴才懂了 王妃之所以没有主动去坑那太监 是因为跟整个内务府比起来 一个太监能拿出来的东西 就显得有点不值钱了 也不知道能给我送来多少 想想就期待 内务府的太监没有让月斑斑失望 当送东西的公车 再次停到黎王府门口的时候 德权就感觉这些东西 比上午送来的还要多 好家伙 这是把内务府给抄了吗 这么多东西从内务府往外送 没有人打听啊 有啊 这么大阵仗 很多人都看见了 而且恰逢蓝台宫的宫女姐姐来临看火 还问咱们来着 主管公公说是要送给黎王府的 本以为蓝台宫会不乐意 可是没想到蓝台宫竟特别乐意 不但没有阻拦 反而还帮着咱们把这些东西送出宫 而且贵妃娘娘那边还有话 说是如果后宫有人在意自己得到的东西少了 那就把蓝台宫的东西拿走 只要他们敢要 蓝台宫就给 呵呵 谁敢要啊 贵妃娘娘都发话了 剩下的那些主子 就算心里有气也只能憋回去 哦对了 贵妃娘娘还嘱咐 说这些东西在出宫门之前 但凡有人问 就说都是送到叶家的 千万不能给黎王府惹麻烦 后宫的主子们要记恒就记恒叶家 别记恒黎王府 全公公 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对七殿下和王妃居然这么好 也班班的人员真是个礼品的存在 就这么的 贵妃原本要分给各宫主子的东西 一大半都被送到了黎王府 语气一样一样往外骗 其实你可以考虑直接住进皇宫去 只要把自己变成皇宫的主 那这些东西就都是你的 那样就太没意思了 白给的东西太容易得到 失去了获取这种行为本身的乐趣 其实除了喜欢这些东西以外 我还喜欢获取这些东西的过程 你就全当是我的一个恶趣味吧 姜崇华 人生这么长 日子这么无奈 不给自己找点乐子怎么办呢 何况当年给你下毒的人还没查出来 现在在我看来 整个后宫都有嫌疑 所以我坑起他们来一点都不会手软 除非有一天真凶水落石出 那我就放过其他人 否则就都给我连坐 谁也不能例外 对了 快过年了 明日我让白神医进宫去看看母妃 除了给母妃整整卖条理条理身子 也带些吃的过去 让母妃也尝尝咱们府上这些好吃的 后日你随我回趟岳家 外嫁的女儿怎么着也得在过年之前回家一趟 嘿嘿 上集 次日 岳斑斑拉上江崇华 俩人回岳府了 快过年了 婆家给了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娘家要是一点都不表示 是不是显得不太好 我父亲可是暗远红 堂堂暗远红 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 他不但把这话跟江崇华说 他还跟路人说 公车在城里绕了一大圈 明明不远的路 生生行了两个时辰 这一路上 月斑斑把车窗帘子一直掀着 见人就能唠两句 哟 这是谁家的小丫鬟长得这么标致 啊 李大人家的 我是黎王府的 我们要回岳府省亲 去点我父亲给我备的年货 父亲是侯爵 就是要颜面 不会一点年货都不给我准备 这不是张大人吗 张大人真是刚下潮啊 我啊 我和娘家 巧母后给我备了不少东西 我琢磨着我爹也能给我备 我这就回去取 哎呀 这不是六殿下吗 六哥好久不见啊 六哥这是去哪啊 这条路好像是往左乡府去的吧 六哥是去左乡府取年货吗 长辈们都给小辈辈年货 我爹和祖母也给我备了 三殿下 三殿下你别跑啊 你怎么见着我就跑呢 三殿下 我去安远洪府取年货 你有没有去岳家取年货呀 就这么的说了一路 最后半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岳斑斑要回娘家取年货了 方才你提到左相母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 昨儿麒麟卫说的 什么事 好像是唐相在城外养了个外事 是唐家大夫人的树米 唐相一直不敢让大夫人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就在昨日 这件事突然被唐大夫人发现了 广相岁数也不小了 这么劲爆呢 姐妹通知 她这是想把大夫人家给包园了啊 这可太有意思了 德泉在边上听着二人的聊天 有点欲哭无泪 我家殿下是个多正经的人 像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不屑谈气 但如今却可以为了博月斑斑一笑 把这样的话给说出来 哎 殿下变了 全变了 那外事养了多久了 能没养成外事 还是这么刺激的关系 那个外事一定很漂亮吧 也有几个年头了 人很年轻 今年才十九 比唐大夫人小了二十多岁 比唐家那几房妾室也小很多 靠 老牛真的草 但这草也太嫩了吧 她一个当姐夫的是怎么下得去嘴的 王妃 你把这话说出来 你是怎么下得去嘴 我的天啊 王妃啊 少说两句吧 这要是让唐人听去 会笑话你的 谁爱笑话谁笑话去 笑完他就得给钱 我就看看是我脸皮后还是他家钱多 养了好几年都没被发现 那怎么多久被发现了呢 有人够密码 是谁 左相大人身边的随从 不是 是六哥告诉了父皇 父皇安排人透露给了唐家大夫人 哎我去 那看来六殿下去唐家是为了救火的 可惜啊 这火发是不好扑 整不好还得把自己给搭理 罢了 我今日没功夫理会唐家的事 岳府快到了吧 一会儿到了岳家 别客气 喜欢什么要什么 你们几个就算是奴籍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奴才 到了岳家 不要给我表现的低人一等的样子 要硬气起来 那岳府上上下下所有的物件里 都有我母亲当年的贡献 那些东西总得找个机会拿回来 如今机会就来了 王妃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老奴就知道怎么发挥了 只要王妃您不喊停 安远侯府的地砖 老奴都能把他们给抠下来 奶娘有点被他俩的气势给吓倒了 拼命想自己到底能干点什么 要不你就专攻老夫人那边吧 我听说岳家那老太太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以前王妃的母亲能过得那么故好 多半是那老太太做的孽 行 那我也算有个方向了 二小姐放心 老奴今一定把老夫人给陪好 人们都说隔半亲 他今儿要是不把这个隔半亲给体现出来 老奴绝不放过他 那就剩下我了 我就给王妃打打配合吧 这个我有经验 殿下 王妃 岳父到了 就是大门关着的 奴才这就去叫门 可惜 开梁开大喊的 岳家大门始终没开 是不是家里没人啊 奴才拍门挺大声的 怎么没人听见呢 那可能是他们就不想听见 装农作哑呗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那怎么办 咱们回去 回去做事 我好不容易回一趟娘家 要是连门都没进去 那不是让人笑话我爹吗 我是我爹的乖女儿 我不能让人笑话他 因为先前车夫拍门动静挺大的 惹了不少路人为官 是不是安悦侯府 不愿意让离王妃进门 听出侯爷不喜欢这个女儿 从小就送到乡下去了 小时候就不带见 长大的资人也是不想再相见的吧 扣死不相见也没用啊 现在大家都住在景层 低头不见太头姐弟 怎么比开啊 宰宋 贼瑞尔小姐还曾料理王妃 哪扣死荒丧地儿媳妇 月家子相不解就不解地 也不一定是月家不见 今日月家好像出了事 听说醒了太医 也不知道是谁病了 什么 我的亲人病了 明天就是除夕了 怎么这个时候生病了呢 还好今日我来了 要不然容易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 我都跟你说了 凡事不要太早下结论 月府不给我开门 不见得就是月家人不带见我 他们有可能是死了 真 父死女校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门坏了 打不开 这可是大事 我进不去没关系 可万一因为打不开门 我的亲人们被关在里面活活饿死 那可怎么办啊 不行不行 这扇大门就是阻挡我娘家人活命的罪魁祸首 我绝不能让他害了我们月家全家的性命 我得把他给拆了 王妃打算怎么个拆法 用工具拆 我带着了 嘿嘿 接上集 孤立宫 砸门 一共需要四个人 每人比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不多 可也不少 能在这围观看热闹的都是些平民百姓 二十两银子都快够小半年的花销了 但毕竟砸的是安宁伯府的大门 他们有点不敢 哎 这怎么白给的银子还不敢赚呢 我是月家的女儿 我故人砸自己家大门 你们怕什么 再说了 我砸门是为了救我家人的命 他们赶紧你们还来不及 你们为何要害怕 再说了 七殿下还在这呢 有他作证 出了事也不用你们担 王妃说的没错 人们饿了 七殿下都发话了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 账门疯狂举手报名 月斑斑选了身强体壮的四个 Lady 跳 对 就往一个地方使劲 这样砸得最快 不能东一下西一下 只砸出坑来没什么用 得把门砸穿 光大传也不幸 最好把门给大门 作养力望谁就能进去 说靠近所的地方的 手伸进去也能把门打开 但是门打开不是目的 目的是砸烂 放心 今天保证把这山门给砸成柴火 回头咱们给王妃把柴火剔好了 搬到李王府去 咱不能白拿二十两银子 得让王妃取得这钱花 好嘞 带兄弟们 假发镜 不好了不好了 二小姐的人工进来了 二小姐把府门给砸穿了 救命啊 若这么争了 跟地军拱撑似了 越假人有毛病吧 管他们有没有毛病 咱们四来砸门的 赶紧的 趁侯爷没出来之前 赶紧把门砸烂 人们加快了速度 死了大劲 一跳两声大门倒入 岳斑斑这边大获全胜 岳府没了大门 岳斑斑运行 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然后就跟匆匆赶到的 岳景蓉对上了 事实不行了 是祖母还是大姐姐 他们怎么都没出来啊 对了 还有大夫人 难道是大夫人要嘎了 哎呀 父亲也真是的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去叫我呢 哎 我知道父亲也是为了我好 父亲常说 家里这些人啊 除了您之外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一个是真正对我好的 他们都不拿我当一家人 所以将来就算是他们嘎了 我也不用回来给他们奔丧 但我这个人却是个热心肠 我合计大家好歹 有一场家人的缘分 生的时候互不往来 如今人都嘎了 我说什么也得回来调研一下 只是没想到 竟敢在大过年的时候 真是太不吉利了 这前来调研是怎么个流程啊 你懂不懂 你看我父亲憔悴的 我估摸着可能是我祖母嘎了 因为如果是大夫人的话 她不至于伤心成这样 她不喜欢大夫人的 这我知道 祖母是我的长辈 没有祖母就没有我父亲 冲着父亲对我的恩情 我也得好好祭拜 王妃说得对 祖母是大长辈 这种事可不能含糊 您是亲孙女 调研的事倒是可以先放一放 首先您得先哭啊 到老夫人跟前去哭一场吧 听说今儿才请个太医 这会儿府里应该也没什么准备 白不白翻也都没挑呢 想必老夫人的遗体还停在屋内 王妃快去吧 晚了就臭了 所有人 跟我走 我祖母嘎了 我得去哭铃 你们也给我哭起来 不能让祖母挑我的铃 不管她生前多不是人 但死者为大 人嘎了 以前的事就翻篇了 我是大度的人 不能小气到跟个死人生气 我得好好的把她送走 全了我们这一世赌尊情 真默默反应最快 当场就哭好起来 一边哭还一边唱 哎呀我滴老夫人哀 一想到你撒手人寰 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我好像做梦一样 好想再听你叫我一声娘 不是 错了 是好想再叫您一声老夫人 老夫人啊 我想你啊 老话总说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准了呢 您应该能活一千岁啊 这怎么早早就走了 老夫人啊 不该啊 老夫人 您要是有什么心事未领 您就托个梦吧 记得一定托给您的儿媳啊 这个家还是要当家主母说的算的 你想要什么 就让大夫人给您烧 老爷做不了主 老爷连给您多少双袜子 都得看大夫人脸色啊 您记得 一定去找大儿媳啊 也猴其哀吧 摊上了也没办法 哎 这个年怕是过不好了 没事 来时也能吃几顿好的 不行您就在府里摆流水席 全当过年了 月景荣气得想把这些人都给考 可是每当他想要说话 相同华都适时地向他看过来 那双眼睛好像会说话 月景荣几乎都能读懂 他是什么意思 他好像在说 你要是敢说话 本王就把你的舌头给割了 别上级 月单单一路哭到老夫人院子里 院子里的下人 离着大老远就听到哭桑的声音 当时就害怕了 门锦静 跟老夫人说这个事 老夫人也猛了 是不是府里出事了 哭桑是怎么回事 死人了 谁死了 能不能是大夫人 人被关在柴房有些日子了 听说不吃不喝的 只念叨自己没有想害大少爷 下人们被他念叨烦了 一天就少送两顿 这三顿减两顿 可就剩一顿了 人不就得被饿死吗 哎 没想到大夫人精明一辈子 最后竟落得这么个下场 她也没有多精明 所有的聪明劲都用来争宠了 罢了 你们也跟着哭一哭吧 别显得咱们这边太不尽人情 就当冲着景荣的面子 都听老夫人的 你们都哭起来 大夫人没了 多少哭几声 意思意思 别叫老爷挑礼 丫鬟们十分配合 一个个都呜呜呜地哭了起 不管屋里的还是屋外的 全在哭 不但哭 大家还找起白布记在了头上 月景荣才一进院就傻了 几个意思 老太太真没了 娘啊 老爷节哀 保重身子啊 娘啊 我低娘啊 您怎么突然就走了 您怎么不等了 儿子 不让儿子见您 最后一面啊 娘啊 儿子还没有好好孝敬您 还没有让您看到千五他 老爷 您在说什么 这怎么还哭上老夫人了 死的不是大夫人呢 老爷是不是哭错了 老爷一定是伤心过度 叫人都叫错了 您应该说大夫人突然就走了 而不是老夫人 老爷快快改口 这也太不吉利了 你说什么 母亲没嘎 老生活得好好的 老生还没嘎呢 你提前给老生哭丧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把老生给气嘎 月景荣立即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了 赶紧往前跑了几步 是儿子不孝 是儿子冲动了 母亲实在是因为才一进院就看到所有人都在哭 还有人扎了白布在额间 儿子就以为 就以为 就以为老生嘎了 你何时这样冲动 这样糊涂 老生院子里的人为什么哭你不知道吗 那是因为远远的听到你们一群人在哭 他们以为是下南烟嘎了 所以才跟着一起哭 老生现在问问你 你们为什么要哭 下南烟是怎么嘎的 下南烟 下南烟没嘎 人还在柴房里关着呢 那你们哭什么 我们 月景荣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没哭 是月斑斑带着人在哭 但哭的也确实是老夫人 这话他怎么说呢 现在老夫人因为这事都快气死了 他不能再气人了 见月景荣不说话 老夫人冷哼一声 起身就要去看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才一出门就看到了月斑斑和江崇华 哟 这月老夫人嘎了几天了 怎么还回魂了呢 今天是头七吗 不能啊 不是说今天新嘎的吗 新嘎的也能回魂 这看起来可不像是魂 倒像是真人 月老夫人该不会是梅嘎吧 不能吧 他怎么会梅嘎呢 梅嘎我们不是白哭了吗 这一路哭的嗓子都疼 您看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要不老夫人 您死死看 您也挺大岁数了 该享受的也都享受过了 别舍不得这人时间 多给年轻人些机会 大夫人盼着您嘎都盼了许多年了 人家想彻底把持这个家 您怎么就不懂事呢 长嘴 快给我打烂他的嘴 谁敢弄我的奶娘 我就敢把谁当场给火化了 你们月家弄搞我亲娘 还把刚出生的我给送走 是奶娘一口一口把我喂活的 在我心里她就跟亲娘没差 想弄她 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那个资格 祖母啊 您是哪来的底气要长她的嘴呢 难不成她说的话哪句不对吗 您就不该搞吗 哼 月家人啊 你们曾经干过什么事情 别以为年头多了就没有人会记得 我曾经在乡下吃过多少苦 一笔一笔都给你们记着呢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京城来跟你们清算 您看 这火不就来了吗 或许你们现在心里正在想着的是 月斑斑真是小人得事 嫁到了黎王府混了个王妃当 就不知道天高低后了 对 没错 我就是小人得事 那能怎么办呢 谁让我偏偏就有这个事 我是不知道天高低后 但这是谁惯的呢 是七殿下 哦对 还有皇上和皇后 或许月家不在意皇上和皇后 毕竟在你们看来 这天下真正的把持者不是他们 也对 有的人重兵在握 又有心想跟月斧结盟 甚至想结成儿女倾家 那对于你们来说 自然是那边更重要一些 但是怎么办呢 灌着我的人里边 还有个夜贵妃 要不你们进宫去跟夜贵妃勾撞去 看她是向着你们还是向着我 我还忘了说 千万别惹我 惹我伤银子啊 就到三殿下手里那个矿吧 归我了 因为她招惹了我 我就断了夜贵妃的粮 同理 今日你们要是不把我给收获好了 我还给夜贵妃断粮 我倒要看看岳父能用什么来给我做赔礼 这宅子不错 或许我可以要这宅子 正好我对这里还有念想 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 人吗 都是念旧的 怎么样祖母 还想不想打我的奶娘 岳老夫人被她赌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生怕哪句话说错了 就牵连到夜贵妃 岳景荣见老夫人没说话 心里倒也松了口气 知道你孝敬 呼桑是一场误会 现在误会解开了 你祖母也好好的 那我们还是到前堂说话吧 岳斑斑没搭理她 她只是往屋里瞅了瞅 嘖嘖 屋子修得不错 看得出来有今年翻修过的痕迹 嗯 我进屋看看吧 我祖母的屋子 我进去看看应该不算私闯民宅 哦对了 刚刚大门不让我进来着 我怕你们嘎里头 一着急就叫人把门给拆了 回头父亲记得再重修一扇门 另外也要嘱咐好门房 不要再将我拒之门外 要不然门又白修了 接上集 奶娘和真假嬷嬷 跟着岳斑斑一起进了岳老夫人屋里 哟 这地面竟是玉石的 怪不得踩着这样软 竟比离王府的地面踩起来还要舒适 侯爵府的休息规格 怎么可以比王府还要高 就连皇后娘娘屋里也没见用这么好的玉砖铺地啊 岳家这是想干什么 竟要跟皇族比肩 哪里是比肩 分明是比皇族过得更好 小声点 好歹是我们王妃的娘家 万一娘家出了事 王妃也是要跟着受牵连的 哎 咱们能替岳家瞒着就瞒着吧 要不然怎么办呢 谁让咱们摊上了 一味地瞒着到头来只会害了岳家 俗话说得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 那岳家可就是大罪 人言可畏 到时候一人传一句 传到最后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呢 那可怎么整 你快给拿个主意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就救吧 你说得对 谁让咱们摊上了呢 怎么救啊 总不能把这些玉砖从地上起下来吧 为什么不能 他们能相进去 我们就能起出来 只有这样 才能把透风的墙给胡死 才不会让侯府陷入危难之地 哎 我们真是太难了 还得管岳家的事 真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岳家那老夫人也挺大岁数了 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门外 岳老夫人就听着里头的人 一句一句地议论她 也听不清楚 说的是什么 她很着急 想进去看看 也不放心那一屋子东西 老夫人还是留在院子里 外面天凉 可以让人保持清醒 我很清醒 我清醒的知道 岳班班他们在屋里 肯定不是好折腾 七殿下 侯爷 别说话了 想想贵妃娘娘 想想三殿下 您也有矿能赔得起吗 二妹妹 需不需要帮忙啊 二姐姐 我也可以帮你做事 二姐姐你说句话 看我能做点什么 大哥哥要是想帮忙 就到府门那去看看 也不知道那几个 咱们的帮手还在不在 要是在的话就叫进来 我这儿还有点活给他们干 好嘞 你说二姐姐找人进来干什么 不会想把祖母的门 也给砸了吧 总砸门有什么意思 那砸什么 不知道 但二妹妹从来不做无用功 她要找人 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外头那四个砸门的人还在 因为鼠门太大 这会儿才劈了一半 月红才把情况说明了一下 进月夫立面去呀 那跟在门外的性质 可就不一样了 不是不是 不是相夺要欠 就是怕夺了命啊 你们怕什么呢 我是月家的大少爷 身边这位是我的三妹妹 是我们两个亲自 把你们请进去的 而且还是凤梨王妃之命 就算月夫想把你们怎么样 也由我们冲在前头呢 对不对 再说 七殿下也在呢 月家敢在她面前怎么着吗 等你们替梨王妃办完了事 往茫茫人海中一走 都是普通百姓 月家上拿找你们去 几人一听 也是这个礼 于是点了头 到地方之后 一定要听我二姐姐的话 我跟你们说 我二姐姐可有才了 就连八殿下都听她的 知道八殿下是谁吗 是贵妃娘娘的亲儿子 对 就是月家那位贵妃娘娘 你们好好干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四人到了老夫人院里 月红才都没搭理她爹和父母 直接就把人往屋里带 老夫人气得直哆嗦 一个劲的跟月景容指眼色 可惜月景容不接收 全都没看见 指望不上 谁都指望不上 老生辛辛苦苦把你们养大 没想到一天福都想不着 到老了还要受小辈的气 老夫人指桑骂我 我们班班可没给您气瘦 但您要说本王给您气瘦 那倒是有的 因为本王觉得当年乔夫人死的约 最近快过年了 心里总惦记着 所以本王就想了 要不今晚就晚点走 等天黑了在月府 把纸钱给乔夫人烧了 都说在故去的地方烧纸 更容易收到 要在湖里给乔叔秦烧纸 这七皇子怕不是疯了 月老夫人都气死了 但七皇子的样子就是 疯了又如何 你管得了我吗 我说不走就不走 我想烧纸就烧纸 有本事你就告一状去 但小孩打架不带找家长的 何况你找家长也没有用 我爹能向着你 老爷是不是最近又招惹二小姐了 除了当年乔夫人的事 最近老爷又做过什么吗 那天晚上老爷遇刺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月景容认心此言瞬间清醒 是啊 一直以为是顺飞的报复 可唐家又说 我曾在同一天晚上派人去行刺左巷 我没派人去行刺左巷 那么有没有可能顺飞也没派人行刺我 他回过头 目光投向老夫人的屋子 此刻那屋子的门是关着的 屋里传来众无敲击的声音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月景年一声喊逸 忍不住地打起哆嗦 这个二女儿太可怕了 她带着仇恨从安淮回到京城 顺水推舟驾进了黎王府 一直以为是我算计了这个女儿 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这个女儿算计了我 这一劫 月家还能过得去吗 街上集 老夫人的屋子里 四个立功正在逃地 轻一点 别太用力 这些都是上好的玉砖 可值银子呢 我知道想整块 完好无损地取出来是不可能的 但咱们尽可能地少损坏一些 这次我也不跟你们提银子了 就等这屋地面都跑完 跑下来的玉砖 你们一人一块拿走 这上好的玉砖对于侯府来说 只能给老夫人扑扑地面 但拿到外头去给普通人家用 只要不归货 那就是一辈子吃穿不愁了 四人一听 竟有如此重赏 全都激动坏了 干活更卖力了 奶娘也没闲着 她正在屋里翻找 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贾摩摩不放心 过来帮着她一起找 不要光看金银 墙上那些字画也有可能是很贵重之物 金银有价 字画无价 要不然就都拿走吧 把这间屋子清空 跟月家人有什么可手软的 都是自己祖母的东西 祖母喜欢孙女 把一屋子的好东西都送给了孙女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搬吧 我觉得应该搬 当初她们就是这么对待乔夫人的 贾摩摩一听到乔夫人的事 自己就带入了 墙皮都给她抠下来 一会儿再出去雇人 咱们把月家的粮仓也都给搬走 不用另外雇人了 我们就能干 我们不额外收费 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小姐 您看这样行吗 行啊 可太行了 我娘的嫁妆养了月家这么些年 现在月家补贴我一些不是应该的吗 搬吧 搬完老夫人正屋再去大夫人屋里搬一搬 一个都别落下 人们就是这么干的 老夫人这边挖的差不多了 就出去叫人装麻袋 老夫人眼瞅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全是玉砖 方程就要晕倒 这单单一针我还得扎回来了 祖母小心身子 您岁数大了 一个晕倒万一醒不过来可就不好了 祖母放心 大不尽的罪证我都给你毁掉了 以后不会再有人用那些玉砖来找您和月府的麻烦 您说您也是的 挺大岁数了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呢 皇后娘娘都没说用玉砖 你还敢用疯了不成 那是先帝爷还在世的时候 赐下来的是先帝爷准许的老身没有罪 呀 竟是遇刺之物 那祖母怎么不早说呢 那我不是白费劲了吗 哎呀 算了算了 跑都跑完了 还跑稀碎 也按不回去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吧 省得祖母看了心堵得慌 哦对了 祖母屋里还有些东西我看着也好看 快过年了 祖母反正也要送我礼物 就不用您费心去想送我什么了 我自己拿了 接下来我要去大夫人屋子里一趟 大夫人也得送我东西 我也自己去看看 一行人 浩浩荡荡的往夏南燕的院里去了 可言夏南燕人还关在柴房呢 家就被抄了 月景容都麻木了 也不想管了 管也管不了 他能怎么办 这时一早就被请到府上的太医派人来传消息 说月牵舞的并有好转 让月景容去看看 哦 嘿嘿 月斑斑转站月牵舞屋里 一进屋就看到了个熟人 咦 这不是院守大人吗 咱们又见面了 微臣见过黎王妃 好说好说 王妃是一个人来的吗 哪能啊 七殿下也来了 就在那头呢 那七殿下为何不见来 他嫌屋里空气不好 臭 给你治的就是失血之症 这边不都补不过来呢 你自己还往外吐 这病怕是大罗神仙来了都治不好 一定是你在七殿下面前诋毁我 否则七殿下是断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月斑斑 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恶毒啊 我跟你无冤无仇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至于你如此对我 我是你的姐姐 咱们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呢 你为何这样恨我 这些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念你 担心你在乡下过得不好 几次派人去寻你 想借你回来 可你就是不回来 还说恨极了这个家 恨极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可是斑斑 你只知父亲在你刚出生就把你送走 却不想想 父亲为何要把你送走 父亲与乔夫人抗力情深 乔夫人的死对她的打击极大 她也是承受不住这份打击 才把怒火发到你的身上 其实没过多久她就后悔了 我曾听母亲说过 父亲一直想把你接回来 可是又怕你怨恨她 所以才迟迟没有接你 斑斑 你自己也说过 后来父亲悄悄派人到安华去教导你 可见 父亲是看中你的呀 所以 为何你一回京 就把家里人当成敌人一样 将无尽的怒火 都发到我们身上 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 斑斑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就到姐姐求你 她一边说 一边挣扎着从榻上起来 一个不小心 她翻到了地上 斑斑 姐姐求你了 放过我们吧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啊 韩向如都看傻了 这岳家的大小姐也太凝扯了 还岳景荣跟乔夫人抗力情深 哪来的情深 乔夫人死了都不到一个月 她就把夏南因这个妾给补上主母之位了 这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 但好像是听说岳侯在背地里偷偷地培养了二女 哎 岳家的事可真了 爹上级 岳千五匡匡 给岳斑斑磕头 谁也拦不住 别拦着别拦着 我大姐姐正在跟我忏悔 你们怎么能阻拦她忏悔呢 那万一她没忏悔明白 过后心里不还有疙瘩吗 磕吧 我堂堂皇子妃 一个臣女跟我磕几百个头 我还是受得起的 就是你这头要磕也得磕得实在点 我头都不点滴是几个意思 我连想都没听见 你管这叫磕头 嘘 娇娇她怎么给人磕头 真嬷嬷二话不说 上去就耗月千五的猴子 用力往地上按 月整容被拦在门外 这回都急坏了 几次想要攻进去 都被择权给拦了下来 七殿下都没进去 月侯怎么能扔下七殿下离开呢 再说了 里面不过是姐妹聊天 你一个大男人跟着掺和什么 人家姐妹二人说说知心话 你再多不方便啊 你确定里面那是姐妹聊天 啊 不然呢 呀 难道她们不是姐妹 难道那位大小姐 不是月侯的亲生女儿 哎哟 我就说嘛 那大小姐跟月家其他孩子 长得一点都不像 你瞅瞅这二位 哦 这耳朵 这鼻子 都跟月侯一模一样 人长得也标致 一看就是月侯亲生的 还有我们王妃 那双眼睛也是像极了月侯 唯独那位大小姐 鼻子眼睛嘴 没一个地方跟月侯长得像 月侯当年也是京城第一的美男子 可惜啊 月大小姐的长相 却拖了月家的后腿 照我们王妃 还有这两位小姐都插圆了 以前就觉得不太对劲 但这种事儿也不好说 没想到今日月侯 竟亲口成人了 那咱家可就畅所欲言了 月侯啊 喜当爹这事 好说不好听啊 就算您真爱那位下大夫人 可也不能咽下这口气吧 哎 也不知道大少爷 是不是您亲生的 这要说在外头偷人了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哦不对 大小姐就是第二次 那大少爷 我不是 我不是第一次 我是父亲亲生的 哎 你看我的长相 你看我这五官 公公您看 我跟父亲长得是很像的 但是我跟我妹妹不像 对 虽然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 但我跟我妹妹真的不像 您仔细瞅瞅 可千万不能冤枉我啊 嗯 大少爷跟月侯是像的 那这么说 就只有大小姐有问题了 哎 听闻月侯最看重的就是大女儿 没想到 下南烟竟这么不要脸的吗 他都嫁到侯府了 竟还不满足 还在外头勾三搭四 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敢把野种生在侯府里 还说是老爷的亲生女儿 让老爷当做掌上明珠一样养大 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那个肩夫到底是谁 老爷实在是可怜 为了成全与下夫人的情意 都不顾乔夫人刚刚过世 就将她扶上七位 老爷这样喜欢她 她竟做出给老爷戴绿帽子的事情来 其心可猪啊 外部的总感觉 大姐姐与我们有些生疏 从前我还以为是因为大姐姐是嫡女 与我们这些庶女有距离是一定的 但其实大姐姐平日里的表现很得体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关怀庶妹的 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她的关怀里面总带着一丝冷漠 一丝疏远 现在想想 其实可能也不是大姐姐有意疏远我们 而是血缘上自然而然的疏远吧 毕竟不是真正的一家人 怎么可能融入到一起呢 对对大姐姐不亲戚 不像亲姐姐倒像是别人家的孩子 反倒是二姐姐上次我们去庄子上 二姐姐还跟我们说话来着 一点都没有敌意 哦对了上次的庄子里 我们都在干活连大哥哥也在干活 唯独大姐姐扭扭捏捏捏不情不愿 到最后也只是做做样子还被人给化了下来 害得父亲在朝堂上挨了皇上的骂 所以大姐姐跟我们一点都不像 她就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都给我住口 你们 你们想要气死我 老爷怎么能怪我们 要怪也是怪柴房里关着的大夫人 就是 我们可都是为了老爷着想 怕老爷吃亏 父亲该不会不愿意承认吧 明知道大姐姐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但为了脸面 还要打掉牙齿 往肚子里咽 那父亲也太可怜了 父亲是不是不敢 父亲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大夫人手里 太有意思了 岳家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就说了一句话 岳家人自己就跟着往下边 这越说越真 说得我都快信了 江崇华也觉得有趣 撕开了一袋月斑斑给他带的零食 一边吃一边看 岳景荣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几度怀疑人生 自达的心都有了 所有人都在劝他 绿帽子戴不得 喜当爹不是什么好事 岳洪才还急着劲地大应灭亲 说要以私通罪 处置了自己的母亲 你母亲要是被扣上了这样的罪名 对你有什么好处怎么的 你为何这样积极 你可知道这事一旦定了性 你今后走在外面都抬不起头 你可知你到哪里都会被人戳几两股 有一个私通的母亲 你这辈子的前程还要不要了 没想到父亲这么些年忍辱负重都是为了我 父亲都是儿子不好 儿子以前还错怪父亲 觉得父亲跟母亲一样 心里面只有千五 一心只培养千五 是不在意我这个儿子的 直到现在儿子才明白 原来父亲是爱我的 父亲是怕影响我的前程 才隐瞒千五的身世到现在 儿子错怪父亲了 儿子对不起 父亲是不会跟亲生儿子计较的 大少爷是个明白的孩子 下南烟河德何能 能生出这么好的儿子来 不能公开处置 不行就秘密处置了吧 病死总能保得住名声 至于大小姐那边 老爷只要不再给他请大夫 看他那样子也活不了多久了 他们都嘎了 咱们府上就干净了 岳景荣也迷茫了 这事越说越真 但他明确的知道 德权是在借题发挥 然后身边这些人 因为妻妾争宠 敌树纷争 所以纷纷落井下石 想要置下南烟和岳千五于死地 这些他都明白 可是要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 又如何向这些人证明 下南烟没有与人私通 岳千五就是他的亲生骨肉 的确验亲嘛 岳侯如果不想将事情闹大 就要还是默默地 把事情给压下去 如果一定要滴血燕青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 你的夫人和女儿 从此以后 也会与你心生戒定 岳景荣振振心惊 他明白江崇华这话的意思 滴血燕青不能做 甚至这件事情 都不能让下南烟和岳千五知道 老爷 我们知道你心里苦 你要是不想说 我们也不问了 只要老爷好 咱们就好 这事大家心里有数就行 不提了 都不提了 一句不提了 算是把这件事情定了性 岳景荣知道 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了 岳千五的屋子里 在真陌陌的帮助下 岳千五整整给岳斑斑 磕了五十个响头 因为前些日子被取洗 以至于他的身体 一直很虚弱 磕到后面 人都要磕傻了 当初说用我的血 做药引子 岳岳派人去乡下 取我的血 这事到底是谁的主意 是啊 到底是哪个文发段出的搜索 我行医几十年 也没听说过这种遗疾事情 是我 我因为在一场宴会上 被人说起曾是庶女之事 还说到 只要嫡女回京 我的地位立即就会受到威胁 我心生肚恨 怕有一天你 真的会回京 于是买通了一个游衣 请她入府来给我治病 同时说出了 需取同源姐妹之血 来做药引 这番话说出来后 岳前五干脆也不装了 知道你为何在安怀过得那样艰难吗 是我和母亲 不想让你好过 我们买通了老家的人 在安怀安排了你的一切 包括后来让你回京 就是打算一路颠簸 让你顺理成章地死掉 可惜 到底是算错了一环 没想到你竟还活着 没想到吧 你的一生就是这样 一直被安排算计着 从你出生到现在 你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我们安排好的 包括让你嫁给一个将死的皇子 也是我们算计的结果 可是岳斑斑 你的生命力 为什么这样旺盛啊 为什么你活着 七皇子也活着 七殿下明明都快要死了 明明我都死心了 可他为什么又活了下来 他活下来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啊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你怎么办观七殿下什么事 你懂什么 只要他活着 我的心就一直会乱 从小我就爱慕他 他是个神仙一样的人 人人也都说 我是仙女 神仙配仙女 不是正好吗 哪里吧你 可惜我不能嫁给他 可惜 我的一生也是被人安排的 岳斑斑 你死了该有多好 你死了 岳家就只有我一个嫡女了 七殿下身边也不会有女人了 只要你死了 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那要这么说 你死了天下也太平了 为什么非得我家王妃死 你是姐姐 你不能死一下吗 请长姐先死 你没有资格让我死 岳斑斑 你没有资格让我死 我是岳家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 你是从出生就被岳家抛弃在外的弃鹰 你怎么能跟我比 甲嬷嬷开始在屋里转圈 像是在找东西 你找什么 我找针线 你们家这位大小姐说话不招人爱听 我得把她嘴缝上 要不舌头捡了吧 还可以把人毒呀 大姐姐有冤居 你们把人弄得不会说话了 她还怎么给自己伸冤 总不能让人把委屈都咽到肚子里吧 她能有什么冤 留着她这张嘴除了骂你 还有什么用 对 不能弄哑 要不然她当初娶我们王妃写的事 就没有对证了 有那种暂时质押的毒 需要她开口的时候解毒就完了 哦 那没事了 需要吗 不需要啊 我不是说了吗 得留着嘴让她伸冤 你们不懂 我大姐姐可委屈了 你们看她现在的样子 疯疯癫癫 像是要吃了我似的 但实际上她真正憎恨的人不是我 而是我们的父亲 你说什么 大姐姐 我懂你 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岳家捧在手心里的女儿 一直以为父亲这辈子的指望 全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没想到 父亲她铺了两条路 一条是你 一条是我 她是用心培养你 但是她对你不是完全信任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信心 所以在你之外 她又培养了我 你是个聪明人 你明白 一个人一旦背了后手 那就是随时随地都做好了放弃第一个的准备 而你 就是我们家的第一个 你不甘心自己不再是家里的唯一 可是这口怨气又没出发泄 就只能发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不怪你 我甚至很同情你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恨我 你只是恨我们的父亲 大姐姐啊 说起来你也是个可怜人 如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 刚刚你又哭又叫 父亲就在门外 你猜他为何不进来 培养一个人需要许多年 但有的时候 放弃一个人 只需要一瞬间 不可能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月千五挣脱了真摸摸的控制 向房门外冲了出去 走走 出去看热闹去 月府的热闹不堪白不堪 接上级 月千五冲出房门 一眼就看到 站在院子里 有柳氏和苏姨娘 一边一个挽着的月景容 当时心就凉了 我在屋子里挨的 父亲就在院子里 却管都不管 在父亲眼里 我这个女儿 是不是当真一点都不重要 都不如两个贱妾 父亲 女儿对您 真是太失望了 看来月斑斑说的没错 您就是放弃了我 就是打从心里 就没有信任过我 既然这样 那当初为什么还要给我希望呢 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告诉我 说我是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说月家的将来就靠我了 父亲 居心何在 你住口 你哪来的底气这样子跟父亲说话 父亲养你一场 难不成还养错了 真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不是亲生的就是不一样 任凭父亲对你如何好 到头来你都要挑父亲的不是 真替父亲美居 这么多年白养了你 说什么呢 不是都说好了吗 这事不往外说 不让大小姐知道 免得大小姐伤心 你们两个孩子嘴实在是太快了 哎 也不怪你们 谁让你们年纪小 冷不丁听到家中这么大的事 一时过于冲动也是正常的 老爷别怪他们 哦 德权见他迷糊 赶紧上前 就开始讲外面的事 德权如此这般一顿讲 他讲完 真磨磨又讲里面的事 我原本只是想挑拨一下 岳千五跟岳锦荣的妇女关系 没想到你在外头干了票大的 正好跟王妃那边对上 父亲 他们在说什么 什么叫不是亲生的 他们说谁不是亲生的 父亲你说句话呀 你告诉我 谁不是亲生的 千五 没想到我们的母亲是那样的人 没想到你我竟不是一个锅里蒸出来的馒头 你病了 产生了幻青 并没有人说什么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幻想 回屋歇着吧 好好养身子 等你病好了为父再来看你 丫鬟将岳千五扶回了屋里 此刻岳锦荣恨透了岳斑斑 他死死盯着岳斑斑 但眼神几乎能把岳斑斑给杀死 父亲别这么看着我 我会替父亲保守这个秘密的 不会让经理人知道父亲被人戴了绿帽子 放心吧 你名声不好 我脸上也没光不是 你住口 岳斑斑你是诚心的 呀 父亲才看出来吗 我都做得这么明显了 父亲不会才知道我是诚心的吧 父亲你这理解能力不行啊 连外土的路人都知道我摆明了 就是到安远忽福来找茬的 父亲居然才护知护觉 真是 就这脑子 如何还能替皇上分忧 您天天早起上朝 还有意义吗 要不要我跟父皇说一声 让他准你提前在家养老 不要再说了 岳斑斑你随意吧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岳斑斑决定今晚留在岳府 至少要留到子时之后 烧完纸再走 这么多人留下 自然是要吃饭的 岳锦荣怀着悲痛的心情 安排下人给他们准备洗面 毕竟有七皇子在 岳府不敢怠慢 虽然大夫人给父亲戴了绿帽子 但也不能真把人给饿死 东府还是法治国家 堂堂侯府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还是卓人给大夫人也送一份吃的过去吧 如果实在腾不住人手 我亲自去送 你要是想去你就去 反正没有人拦得住你 如今家里被你折腾成这样 我也不奢求别的 只求你不要再闹你祖母 她年纪大了 你留她一条命吧 原来我亲爱的父亲不是冷血心肠啊 还知道惦记自己的亲娘 不过留条命这种话 父亲不应该对我来说 应该想想16年前的自己 还有16年前的老夫人 你们有没有给我母亲留一条命呢 你母亲是难产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你的母亲是难产死的 是不是难产的 你们自己心里有书 行了 备饭菜 我要去看看夏夫人 大哥哥陪我走一趟吧 听说夏夫人想要谋杀亲子 大哥哥应该也很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 好 我陪二妹妹一起去 月景龙总觉得月斑斑叫了月红才一起走 怕是没什么好事 不放心 想跟过去看看 月红 小辈们的事 你怎么总想跟他掺和呢 坐下喝茶吧 本王很少能喝到月父的茶 也很少同月父大人您说说 今日咱们翁绪就好好聊聊 聊什么呢 本王想想的 就聊月父大人在凤城囤积的那些私兵 不知月父大人囤积私兵是做何用处 是为了将来助我 江氏一族坐我的江山 还是为了把我江氏一族从江山宝座上拉下来 往柴房去的路上 月红才快速给叶斑斑讲的那天晚上下门要杀他的时候 那日在黎王府 你同我说的话我原本是不信的 可是他为了给千五报仇 想要嘎了我 我忽然觉得他这个人好可怕 一个当母亲的要嘎了自己的儿子 那得是什么心肠 才能干出来这样的事 嗯 我也觉得他的反应过于偏激了 似乎除了另一之外 他是真的觉得你伤害了月千五 就得用命去还 说白了 在他心里 你的命不值钱 只有月千五的命才值钱 可能在他心里就只认千五是他的孩子 或者说 他其实谁也不爱 他爱的只是权利 只是他日后能享受到的富贵荣华 在他看来 我伤的不是他的女儿 而是他的未来 我没想到 在他心里我们从来都不重要 他只爱他自己 二妹妹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太可怜了 你跟我提命苦 跟我提可怜 月家命最苦的人应该是我吧 最可怜的应该是我的母亲吧 他一提这话 月红才马上不哭了 他想起来正事了 二妹妹 乔夫人的事情我查到了 接上集 二妹妹 乔夫人的事情我查了 找到了当年在乔夫人孕期 一直上门来看诊的大夫 对方隐姓埋名 已经不做大夫了 我悄悄出城见了他一面 从他口中得知了很多事情 原来当年乔夫人不是难产 而是在八个月以后 被他每天以视针稳胎为由 通过针灸之术 让胎儿在母亲腹中转了个位置 变成臀部朝下 那个大夫说 臀位的产妇是有八九一师两命 是什么人提的要求 是夏南烟吗 这个真不是我替他遮掩 而是那大夫明确地说 找他谈这件事情的 是老夫人身边的人 所以我今日给老太太哭散 也没哭错对吧 早晚弄死他 提前哭个三练习练习 省得到时候业务不熟练 显得生疏 让人瞧见了说我不孝顺 刚才我也跟你一起哭了 我也练练 班班啊 以前我没觉得这个家有多不好 但现在我怎么觉得 这府里这么甚得慌呢 班班我想搬出去住 我不想住在这种地方了 我不能变得跟他们一样 我要做个好人 但是班班 我没有钱 我的钱都被父亲拿走了 所以班班 你帮我跟白小神医说说呗 让我住到神医府去 我可以干活的 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打砸什么的我都行 让我煮饭做菜我也行 反正只要他提出 我就去学 他说什么我都照办 求你了 帮我跟他说说吧 让我搬过去住 不行 神医府很贵 你没钱住不进去 那我就想办法弄钱 我一话就上千五那屋 不对 千五那屋 让你带来的嬷嬷都给搬空了 那我上附近那边偷去 府里还有两个姨娘呢 他们也有钱 那你都有钱了 你还住神医府干什么 自己找间客栈住呗 或者买个小宅子 我想跟白神医住在一起 白神医不想和你住在一起 那是他没明白我的好 住一住就知道了 他不住 说话间 柴房到了 我带二妹妹过来看看他 怎么样 今日吃东西了吗 没吃 但提了几次说要见老爷 说他是冤枉的 哼 父亲不会见他的 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对了 他有没有提到过我 提到了 说他白生了大少爷 您说就是喂只狗都比喂大您强 说狗还知道感恩呢 只有大少爷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还说大少爷就是不如大小姐 如果老天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 他一定在大少爷刚出生时就一把掐死 绝对不会给大少爷长大的机会 他还说 够了 这饭要送你去送 我反正不想再见到他 一个自私又恶毒的妇人 有什么好见的 他不认我这个儿子 我还不认他那个娘呢 窃台气味 当年不知使了什么手段笼络住老太太 别以为真的瞒天过海 月红才骂了一通 转身走了 小姐要进去吗 当然 不进去我不是白来了 怎么是你 你来干什么 这里是月府 你不在你的黎王府待着 跑到月府来干什么 月斑斑 这里不是你的家 你给我滚出去 我家小姐姓月 你姓夏 你说这里是谁的家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杀的人 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 我没有 我没有要杀红才 我只是听了一个道士的话 他说红才中了邪 才会反常到要去取自己亲妹妹的血 中邪的人就要取邪 他让我取红才脖子上的血 几滴就好 然后交给他 他会用那几滴血做个道场 帮着红才把邪碎驱走 我提过红才是中邪了 但家里没有人信 我只好深夜去取血 没想到 月斑斑 你跟你父亲说说 你说的话他不听也得听 他怕你 你说一定管用 我说的是管用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呢 我凭什么要帮你 夏南烟瞬间清醒 是啊 月斑斑凭什么要帮他 夏南烟绝望了 他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 好不容易来个人看他 居然还是月斑斑 月家这是想他死吧 他歪靠在柴火堆上 突然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怎么能不笑呢 别看你主子现在厉害 可当初不还是被我们送出府 在乡下遭了十多年的罪 只怪乡下那些人办事不利索 没有把你弄死在那边 不过好在乔书琴死了 他死了我就痛快 争宠就那么有意思 就那个破男人 有什么可争的 你懂什么 明明是我先遇到的锦狼 凭什么乔书琴成了主母 明明我跟锦狼山盟海誓 凭什么乔书琴突然插了进来 你们知道乔书琴是怎么死的吗 是我跟老太太联手弄死的 我蹿跺老太太让人失真 把他腹中胎儿转了半个圈 本该一失两命的 可惜月伴伴你命大 你没死 乔书琴自己死了 打死他吧 太招人烦了 咱们得给夫人报仇啊 你是如何蹿跺老太太 对我母亲下手的 老太太就那么轻易地听了你的话 我母亲出生比你好太多了 又是皇上赐婚 甚至只要月锦荣 跟我母亲好好过日子 月家的风光就绝不仅仅像现在这般 月家只要不杀都不会为了你杀了他 是啊 月家人又不杀 当然不会为了我杀了乔书琴 所以这件事情得想办法 我得想出一个能让月家人都觉得他该死的法子 才能成功地把乔书琴给弄死 还不脏了我自己的手 没想到吧 当年 是我给老太太和侯爷下了毒 接上集 是有一段日子 侯爷和老夫人的身体都不好 甚至侯爷还咳了血 大夫来看过了 说病得很奇怪 看不出病因 自然也下不准药 老爷和老夫人眼瞅着一天比一天不好 后来是怎么好的来着 对了 是府里起了道场 没想到吧 是我下的毒 是我买通了大夫让他诊不出病因 也是我跟老夫人提议 说这病看起来不像病 倒像是邪 既然大夫治不好 不如起个谈试试 老太太不知道 其实道士也是我找来的 我跟那道士说 让他起谈做法 然后就说府中有邪遂 就是乔淑琴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如果乔淑琴不死 老爷和老太太都得死 老太太惜命 惜自己的命 也惜他儿子的命 跟他自己和他儿子比起来 乔淑琴这个外来的媳妇和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这事不能明着做 因为乔淑琴背后还有个乔家 他还是皇上赐的婚 事情一旦闹大了 就不好收场了 于是老太太自己琢磨出一个法子 找了个大夫 让他扎乔淑琴的胎位 就算今日我输了又如何 至少曾经我赢过 我凭一己之力 做成了岳府的当家主母 也弄死了乔淑琴 唯一遗憾的就是你还活着 但是没关系 我就算下了地狱 也要继续诅你 到底狱诅我干什么呢 讲把我遮死 早点下去陪你 你是不是有那种受虐的倾向 活着的时候都斗不过我 死了就能斗过我了 我就算下去了 那也是下去继续折腾你 你为何还那么欢迎我下去 我没有斗不过你 我只是斗不过权势 你有七殿下帮着 岳家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可你一旦死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当真以为我只是靠着七殿下 其实下难言 你是成也歪门邪道 败也歪门邪道 当初靠着一个妖道 害我母亲性命 却不知 数日前 那个告诉你 岳红才中邪了的道士 就是我 仔细看看我这张脸 觉不觉得熟悉 如果我不是岳家的二小姐 你觉得我还能是谁 是那个道士 还是金中盛名的白神医 此话一出 下难言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死死盯着月斑斑 却怎么都看不出 眼前人跟那道士和白神医 有何相似之处 你骗我 你胡说 我不想 我分得清楚谁是谁 你的儿子恨你入骨 你的女儿如今也被认定是 你与别人私通生下来的孩子 你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已经被我的人清理干净 你女儿被我按到地上磕得满头是血 今天晚上我还要留在岳府 在曾经我母亲死去的院子里 给她烧一捧纸钱 这座岳府啊 她终究是新岳的 不是新虾 毛海主母 罪该万死 到今天 你也算是活到头了 她伸出手 捏住了夏南嫣的脸颊 把一枚药丸扔进了夏南嫣的嘴里 你给我吃了什么 当年我母亲痛苦的死法 你也经历一次吧 我本来不想这么快就弄死你 但这件事情终究是要有个说法 现如今我想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 你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 夏南嫣 去给我母亲偿命吧 王妃处置了夏南嫣 你只管站外头听着就行 什么时候人彻底没动静了 就去前头抱一声 这事儿就算我们了 哦 你们怎么了 为何脸色这样难看 二姐姐 听说你处置了大夫人 说什么呢 什么大夫人 哪来的大夫人 大夫人在咱们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现在府里 那位是夏姨娘 对 夏姨娘 听说二姐姐处置了夏姨娘 月斑斑 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你要报的仇也终于报完了吧 父亲瞎说什么呢 我哪有什么仇 我这都是为了父亲好 父亲是侯爵 却不知为何一直被夏南嫣 一个妾室拿捏 为了妾室眼看发妻死 就寒雷送走亲生女儿 结果到头来妾室还给你戴绿帽子 这种事换了谁能忍啊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父亲 父亲不必太感激我 月景荣已经不想说话了 反正不管他说什么月斑斑 都有后话堵着他 还不如不说 他的后事你来处理吧 毕竟他是你的母亲 不管他生前做过什么 现在人已经不在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不能因为人死了 罪就也跟着消了 这对那些活着的人不公平 想当初我要不是跑得快 肯定就死在他手里了 这一是母子缘分 从他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结束了 或许父亲觉得我不够好 但是我再不好也是您的亲生儿子 父亲岁数大了 身体还有病 怕是除了我也不会再有儿子了 所以父亲 您就算是看不上我 也只能忍着我 不然以后就没有人给您养老送中了 月景荣要气死了 想责骂几句 又觉得有外人在 家丑不太想外养 连夜送出城 送回安淮老家安葬 老爷 家里不办丧吗 那怎么说也是大夫人 不操办一下不好吧 再说 这些年您没少往外随理 大理小理的 那不得往回收吗 眼下正好有这么个机会 就让大夫人发挥最后一点余乐